承家女明染,因少年惊鸿,不顾一切,将自己勇困深宫,却未曾想天子凉薄。 直到那日,父亲含冤入狱,家族覆灭,冷宫孤苦,受尽搓磨。 陛下,为什么你的新臣妾,怎么五爷五不热? 年少欢喜无声,沉情如酒,深埋于心,暗自发酵,来不及。 叛军攻城时,他不知不蜀,以身挡箭,这一箭一杀痴心女,二斩一中人。 临死时,他终于靠在了他的怀中,原以为能与军同度,哪成想苦海无涯。 陛下,这一世臣妾多有讨扰,若有来世,臣妾愿与陛下死生至此,终年不遇。 思念无粟,无处惊扰,无从知晓。 时空轮转,岁月惊魔,在剑时居然回到他生死的那一年。 重来一次,抛去成剑,他似有些不同,不仅变得手里之规矩,还越来越疏离,甚至想要远离皇宫,永远离开自己。 那怎么行呢?所以,自此冷情帝便开始追妻,哄妻,护妻,甚至手把手娇娘娘虐渣,在后宫杀得片甲不留。 最后,冷情帝问了一句,然然,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吗? 人死不能复生,时间亦不可重来。 陛下又在说胡话了。 是吗?那朕这一次的重新来过,可谓真。 第一章,冷宫受辱,奉天承运皇帝,赵约。 昔日朕远大将军成立,拥兵自重,背离正道,图谋不轨,有悖逆之心,证据确凿。 朕念及其往日功勋,不忍诛杀,折其交出兵权,特辞其流放幽州,吴赵永世不得回京,即日启程,不得延误。 此诏书下达,通告天下,已是公正。 钦此?冷宫?雪花飘落在破旧的屋檐上,点缀着这眼前的青蟒。 寒风呼啸,穿过冰冷的墙壁,让人感到一种刺骨的凉意。 庭院内的野草已经枯黄,随着风摇曳,枯干的树枝被冰雪覆盖,更显得凄凉。 先帝崩俗之年,后宫无子无女的后妃全部殉葬,冷宫之人更是全部被处死。 当今圣上继位,半年前的成家被只存有谋逆之心,满门被抄。 而成家女明染成了第一个被打入冷宫之人。冷宫苦寒,她独自站在那积满了落雪的枯树之下,神色空洞而深邃。 寒风中摇曳单薄的身姿仿佛随时都会被风吹倒。 周围的景色是那么的萧瑟和凄凉,只有那枯树之上挂着的几片残叶还在顽强地挣扎。 她抬头望向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仿佛在寻找着什么,却又找不到任何的希望。 冷宫的门被猛地推开,贤飞带着人气势汹汹地闯进冷宫,一眼望去,看到了那个被打入冷宫的女子。 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轻蔑和嘲讽。 来人,拿下。 贤飞脸上闪过快意,成明染似乎早已经习惯了这般情形,很快便有人按着她跪在了贤飞面前。 贤飞看着跪在自己脚边的人,二话不说,就是一个耳光。 成明染已然麻木,脸上活辣辣的疼,也记不起她什么表情了,今日一早,陛下便下旨。 成家谋逆一案证据确凿,即日起流放幽州,永不归京。 而你,罪臣之女,且包藏祸心,谋害黄四,罪大恶极,理应处死。 贤飞得意地再掐住她的一张脸,本宫今日是特地来送你上路的。 终于到了这一天吗?她被打入冷宫半年有余,而今这一天终于来了吗? 谋逆,证据确凿,成明染苦笑,她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落隐秘发肩。 陛下赐了酒,不过本宫自然是不能叫你死个痛快,若不是因为你,本宫的那个未出世的孩子又怎么可能留不住? 你害本宫没了孩子,所以本宫今日便要替本宫那个孩报仇。 贤飞面容一狠,又恶狠狠地给了成明染一个巴掌。 半年前贤飞怀了龙嗣,但不过半月后就没了,后来发现是屋子里面坟的香有问题,而罪魁祸首便是她淑妃成明染。 想到这里,贤飞便怒不可遏。 陛下有旨,赐死罪负成事。 男人,贤飞,贤飞下令,赌酒算什么?要是真的让这个贱人这么痛快地死了,她不甘心。 成明染被按在了行凳上面,剧痛在身后炸开,她早已经放弃了抵抗,如此,也好。 成明染忍着身体不断地抽搐和扭曲,她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粘在了身上,让她更加难受。 成明染的嘴唇微微颤抖着,不知道是在忍受着身体的疼痛还是在默默祈祷着什么,她却始终没有发出声音。 窗户上的玻璃已经破碎,寒风穿过缝隙,带起了雪花和寒霜,好冷。 住手!门外响起一道苍老的声音,是一个老嬷嬷,也是太后身边的人。 姑姑,成明染的意识渐渐模糊,最后彻底地晕死了过去。 当今的太后姓成,是当年成老将军唯一的女儿,后来入宫为妃。 因为膝下无子,所以才抱养了当今的陛下,半年前受成家之士牵连一举别宫。 受康公。 在漫长的昏迷之后,成明染的眼皮开始微微颤动,像是挣扎着想要看清周围的一切。 这里是,受康公。 她的手轻轻地开始动弹,似乎想要抓住什么,却又无能为力。 她手指弯曲,伸展,干涩的喉咙里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声响。 她是趴着的,身后的痛感将她这个人剥离出来,她还没有死吗? 门外传来的脚步声,成明染抬眼望去,便见着士工人端着东西进来了。 姑娘醒了?奴婢这就去告诉太后娘娘。 宫女满眼惊喜,将手里面端的东西放下,是要高。 成明染尝试说话,但声音微弱而沙哑,仿佛已经被遗忘在了时间的深处。 然然门口略显苍老的声音传来。 姑姑,成明染红了眼睛,她努力地想要开口说话,但声音却无法从喉咙中流出。 太后步履匆匆地来到了她的床榻前。 然然,然然你终于醒了,终于醒了。 她将人抱紧怀里,嗓音被哭腔冲散。 姑姑,成明染眼眶泛红,这一刻终于是忍不住了。 太后看着她,抬手抚摸着她的脸颊。 两人目光相遇时,太后的一颗心满是愧疚与心疼。 都是姑姑不好,姑姑来晚了,然然不哭。 太后的声音里夹杂着自责。 成明染紧紧地抱住太后的腰身,像是流浪久了,妙儿终于有了庇护。 带着满身的伤疤中是有了依偎。 她自小就没了母亲,父亲又常年征战在外。 所以,成明染几乎是被太后一手抚养长大的。 于她而言,太后就好像她的娘亲一般,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她的人。 冷宫孤寒,她受尽摩挫也一直忍着眼泪。 但是在见到太后时,她却忍不住了,眼泪如同泄洪一般,倾泻而出。 那日贤妃要仗毙她,就是太后及时阻止的。 后来又去求了皇帝,才勉强留住她一条命。 这些日子,太后将她养在寿康宫。 在太后的精心照顾下,她身上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只是,成家满门亲父已是无可挽回。 太后虽然救下了成明染,但自己也被陛下变相地圈禁在了寿康宫内。 他们都知道,这是陛下给的最后一丝颜面。 只是成明染从来不相信父亲会有谋逆之心。 太后娘娘告诉她,成家声名显赫,鸡威以身。 而今君不君,臣不臣,为臣死已故。 自古以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票呢?我的票呢?能不能投个票? 啊,我的票啊。 可云士发疯,能不能骗几张票啊? 第二张,后悔了。 此成功,帝王端坐在笼椅上,薄唇紧闭,脸庞轮廓分明,线条流畅,犹如雕塑般完美。 眸色深邃如海,仿佛能洞察一切,却又始终保持着一种难以接近的冷淡。 纪灵州,当今东缅国国军。 陛下,贤妃娘娘求见。 工人放轻脚步,从外面走了进来。 不见,让她滚回去。 纪灵州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个冰冷的见识,让人畏惧。 是,工人不敢多言,忙得退下。 哪知道没一会儿,外面就传来了贤妃的呼喊声。 陛下,陛下你要替臣妾做主啊。 城市那个罪妇害了本宫的孩子,陛下答应过会替本宫主持公道的,陛下。 贤妃大喊着,她不甘心,凭什么那个贱人还能活着。 听着外面的吵闹声,纪灵州心里闪过一抹烦躁。 贤妃欲前无状,禁足三月。 瑞丽的眸子仿佛能穿透人心,不免胆寒。 是,工人不敢再耽搁,赶紧阻止贤妃并让人将其带走。 要知道,陛下最厌恶的就是有人逼着她做什么了。 欲前总管李圣脚步轻轻地奉了一盏茶。 陛下息怒,寿康宫可有消息传来。 纪灵州询问,回陛下,说是城市已经醒了,太后不放心, 所以一不解代地亲自照料着呢。 李圣回答道,太后是陛下的嫡母。 当年太后娘娘收养陛下的时候,陛下才六岁,也算是太后娘娘一手抚养长大的。 也正因为如此,陛下才会给太后娘娘这点子体面。 否则,纪灵州放下手中的折子,手指在暗桌上轻轻敲击, 发出清脆的声响,莫名让人紧张。 事情安排如何了?冷寒且不夹杂着任何情感的声音响起。 陛下放心,都已经安排妥当。 静安王的人马不过两日便能抵达京城。 李圣也跟了纪灵州多年了,自然知道他的意思。 城家呢? 纪灵州头都不带台下的。 回陛下,已经按陛下的意思将消息传过去了, 想来城里很快就能知道消息了, 算算时间也是差不多和静安王室一样的日程。 李圣回答道,静安王一脉早有反叛之心, 其生母原为先帝的贵妃,生前更是宠冠六宫。 后来被执予外男有染,帝王大怒, 下令将其打入冷宫却还是不忍心赐死。 可是就在一个月以后,贵妃在冷宫暴毙, 只说是冷宫凄苦,贵妃精尊玉贵受不得便重病死了。 但是其中内情就不得而知了。 静安王是贵妃的儿子, 也是当年先帝最疼爱的皇子, 心照不宣的太子人选, 最后却因为为母所累, 被派到了静州, 册封静安王。 不过, 静州繁华, 这些年, 静安王暗地里招兵买马, 肆意妄为。 他屡次欲对其动手, 却不知由来地被太后阻拦。 城家是太后的母家, 手握重兵, 但也不妨碍他们对皇权的威胁。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 这一次他必须将其一网打尽, 永绝后患。 那城市, 李圣口中的这个城市自然指的是城明染, 一条贱命罢了, 不足挂齿。 济灵州冷血地让人害怕, 好歹也是几年的枕边人了, 然而他就好似从未在意过。 也是, 当初本来就是太后强行让他那城明染为妃, 陛下心里应该也是隔应的吧。 不过, 其实就李圣个人而言, 城明染还是淑妃的时候, 一直都带工人很和善。 可惜了, 陛下的想法不是他们能左右的。 寿康宫。 经过一段时日的调养, 城明染身上的伤已经差不多都痊愈了, 这两日他常常坐在窗前撑着脸, 看着外面发呆, 不知所想。 瞧, 今日也是这般。 姑娘这自从伤好后就一直这样, 身上的伤虽然好了, 可是人却欲加憔悴, 太医说了, 这是心病。 伺候了太后几十年的嬷嬷, 也算是看着城明染长大的。 在他眼里, 说句不尽的话, 城明染就如同他的亲生女儿一般, 他又怎会不心疼呢? 他性子良善, 又自小被宠着长大, 而今在冷宫受尽苦楚, 家族逢遍, 一时间受不了也很正常, 等他想通了, 或许就好了太后意识之道, 可是想通。 能想得通吗? 太后朝着城明染的位置走了过去, 刚刚还满是忧愁的脸上挂上了慈爱的笑意。 然然, 听到声音, 城明染眼里的光一点点重新聚拢。 姑姑, 太后走过去握住他的手, 挨着他坐下, 手怎么这么冰? 天气越来越冷了, 你身子当好, 可不要着凉了。 多谢姑姑关心, 只是冉冉没事。 城明染扯出一抹笑意, 只是这笑怎么看怎么忧伤。 等再过端日子风头过了, 姑姑就向皇帝请旨, 我们离开皇宫, 好不好? 身宫囚笼, 困住的又怎么可能只是一个人呢? 好城明染看着太后, 只是出得去吗? 姑姑城明染突然唤了一句, 太后看着她, 接着便听到她问了一句, 姑姑, 我是不是不应该入宫的? 太后的手微微一顿, 眼里闪过一抹心痛, 冉冉后悔了。 嗯, 姑姑, 我好像后悔了, 是我害了城家。 城明染慢慢地靠近太后的怀里, 双手还住她的腰身, 如果不是她为了所谓的爱慕, 是不是所有的事情, 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境地。 她该听劝的, 太后的手落在了城明染的头上, 轻轻地扶着她的发丝。 有些事情不仅仅是选择造成的, 不要多想, 好吗? 不仅仅是选择造成的, 可是她却选了最错误的一条路。 城明染闭上了眼睛, 她曾经不过是想把捡起来的星星好好珍藏起来, 但却忘了星星本来就是无法触碰的, 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奢望罢了。 第三章, 宫廷盛宴。 除夕月夜, 皇宫盛宴。 今日是除夕, 恰逢靖安王归京, 所以寄灵州特地设宴接风。 深宏的宫殿仿佛镶嵌在了雪地中, 暗夜里的宫廷在月光的倾洒下多了几分孤寂神秘, 又仿佛处处藏着危机。 金尊清酒, 穷江玉露, 古色吹声, 言笑艳艳。 寄灵州身着黑色金丝龙袍, 金线相边, 一双眼神深邃而锐利, 仿佛能洞察人心, 让人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浑然天成的气势和威严不自觉地就让人敬畏三尺。 它的存在如同一种压迫感, 让旁边是皇后有些喘不过气来。 寄灵州的双手搭在扶手上, 手指微微弯曲, 仿佛随时准备着什么。 而后目光便落在了下手身着紫色锦袍的男子身上, 他便是靖安王寄陈安。 寄陈安肆意嚣张地倚靠在椅背上, 脸色阴郁诡秘, 仿佛笼罩着一层厚厚的乌云, 让人不敢轻易接近。 此刻的他正漫不经心地把弄着手里面的酒杯。 靖安王这是何意? 可是这些饭菜不合胃口。 寄灵州不便喜怒地问了一句。 殿内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不自觉地投射过来寄陈安不屑冷笑, 脸上露出一抹讥讽。 皇兄日日住在这皇宫自然是何意的? 场内的气氛瞬间凝滞。 靖安王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皇后看了过来, 抢先开口。 寄陈安不屑一顾。 皇兄, 臣弟也垂涎你的位置很久了, 不如让臣弟也坐坐。 他唇角轻钩, 满脸斜似不羁。 寄灵州漠然地看向他, 似乎并未因他说的话有什么反应。 可怜了旁边的人被吓得不轻。 下一刻, 杯子在他手中瞬间变得无足轻重, 然后被他用力扔向地面, 整个殿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当杯子接触到地面时破碎, 碎片四溅。 那一刹那, 杯子碎裂的声音在安静的殿内显得格外清晰。 紧接着, 大殿的门被瞬间推开, 手持利刃的士兵将整个殿团团围住, 一些胆小之人更是被吓得四处逃窜。 纪尘安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顺便无所谓地拍了拍身上不存在的灰尘。 陛下, 皇后看向纪灵州, 却发现纪灵州只是静默地看着下面的人。 你要谋反。 他语气平淡, 好像是在说一句话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 臣弟只是来拿回属于臣弟自己的东西。 纪尘安脸上闪过英质, 刀光剑影, 瞬间即逝。 寿康公, 承敏染正安静地拿着手里面的香囊, 这个香囊很快就要完工了, 一看就是给男子的。 你爹要是收到你的东西, 一定会很高兴。 太后笑着说了一句, 这两日太后一直见他闷闷不乐的, 所以就主动想着给他找点事做。 这不, 承敏染正在帮自己的父亲绣制香囊, 就当作是来日盼着还可以与父亲见面的一个寄托吧。 太后娘娘, 磨磨急急忙忙地从外面跑了进来。 太后皱眉, 什么是这么惊惊慌慌慌的? 她问, 承敏染的目光也跟着看了去。 今日年宴, 静安王逼宫造反了。 磨磨赶紧说了一句, 什么? 太后立刻站了起来。 承敏染也有些不可置信, 太后看向磨磨, 现在外面情况如何了? 她问, 静安王的人将皇宫都围了起来, 现在正派人朝着各宫去了。 磨磨回答, 太后紧了紧手, 而后握住了承敏染的双手。 然然, 你先躲起来, 我马上让人带你走。 她几乎没有一刻的犹豫, 但是承敏染摇了摇头, 我不走, 我陪着姑姑。 再说了, 满宫当真都是静安王的人, 又怎么可能走得掉呢? 冉冉, 听话, 你先走, 先出去, 出去找你点。 太后劝道, 然而还不等承敏染说什么, 外面又匆匆地来了一人。 太后看见那人的时候, 明显皱起了眉头, 你怎么来了? 看起来好像是暗卫。 属下奉将军之命, 前来告诉太后娘娘, 将军一到城门外, 即刻便能入宫。 那人说了一句, 什么意思? 太后瞳孔微缩, 将军被流放途中, 收到了静安筹谋造反一事, 为保全大局不得不违背圣命, 私自出逃离开后, 将军直接前往了城家军营, 随后集结大量人马, 就往城中赶, 现在已抵达城门处。 安卫说了一句, 城明染也大概弄清了问题的始末。 爹爹, 他怎么敢? 太后显然也是没想到。 罢了, 你带染染先走, 挨家马上出去。 太后眼里闪过一抹决绝, 而后头也不回地就往外离开, 暗卫看向城明染。 城姑娘, 您先跟属下走吧。 城明染若有所思, 她握紧了手里的香囊, 一时间没有出声。 另一边太后直接就去了大殿。 放肆! 挨家乃是当今太后, 谁敢拦? 太后的声音在殿外响起, 尖热挺拔的身姿散发出凛冽的威严。 庄重而深邃的面容仿佛捐刻着岁月的沧桑和过往的厚重。 太后, 继承安眼里划过一抹恨意, 让太后娘娘进来。 她的声音不轻不重, 却莫名让人觉得惊悚。 下一刻大门被推开, 太后的目光犀利如鹰, 一身华丽的凤净显皇家气派。 继承安, 你好大的胆子。 她的声音如同溪流般悠扬而富有力量, 威严气势如同利剑一般, 让每一个在场的人都为之一振。 继承安看向太后, 不, 应该是看向这个杀害自己生母的仇人, 同样也是害自己被送往靖州的罪魁祸首。 太后出现时, 继承安也抬眼看了过去, 太后都已经过来了, 想必人也应该到了, 好歇, 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 她不动声色地看向不远处的李胜, 李胜点头, 随后悄无声息地退下。 第四章, 谋反。 肃穆庄严的大殿中, 继承安与继承安相对立, 这不高的台阶却是两人最大的差距。 大殿内的气氛紧张到几乎可以凝固, 两人的目光如利剑般交织, 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敌意和悬而未决的危机。 继承安脸上带着一抹阴险的笑意, 目光中闪烁着野心和贪婪。 她把弄着手中的长剑, 她早就已经掌控好了皇宫的一切, 自然觉得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了, 所以说了一句, 继承州, 这个位置本就是你占了本王的, 若是现在你识相一点, 带本王登的大宝, 便留你一命, 给你个闲散王爷当当如何。 继承州神情依旧沉浸如水, 黑金色的龙袍衬得他整个人都深沉了起来, 对比之下, 他看继承安的样子就仿佛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一般。 继承安, 你可知罪。 继承州缓缓开口, 声音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威严。 罪? 本王何罪之有? 你要知道, 本王才是先帝属义的太子。 继承安皮笑若不笑, 不过说到后面的时候, 他明显开始激动了起来。 继承州不为所动, 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目光如炬, 你私下招兵买马, 图谋不轨。 你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如今宴会谋反, 哪怕是坐上这个位置也难以扶重。 继承安不以为意地摇摇头, 继承州有些东西都是圣者写的。 你既然不愿意让位, 那本王也懒得跟你废话。 今天本王就让你看看这天下到底应该是谁的。 他脸色一变, 眼中闪过一丝狠力。 话音刚落下的一瞬间, 大殿两侧的守卫纷纷涌入, 为首的便是禁军统领韩问。 见到此人, 太后眸色微闪, 韩问是他一手提拔的。 他看向韩问, 道, 韩统领这是与逆贼为伍了。 充满威压的声音让人不容忽视。 太后娘娘恕罪, 韩某不过是做了一个更好的选择罢了。 韩问语气不变, 费什么话, 直接拿下。 继承安显然已经没有了耐心, 可就在韩问还没来得及动手的间隙, 外面突然有一只利剑射了进来,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阵马蹄声。 众人往门外看去, 为首之人正是成立。 他骑着战马, 身穿铠甲, 手持长枪, 目光坚定而锐利。 战马斯明, 铁蹄镇定, 无人不畏之侧目。 来了, 纪灵舟的目光落在了成立身后的队伍上, 今日便是将这群隐患一网打尽的最佳时机。 纪承安似乎也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看到成立。 他握紧了拳, 随之就是成立气势如红的声音。 男不成还想与本王为敌不成。 你怕是忘了纪灵舟室如何对你成家之人的吧? 本王向你保证, 只要今日成将军愿意与本王一起攻下皇城, 本王便保你荣华富贵。 纪承安抛出橄榄枝。 我成家满门中烈, 一身轻正, 断然不会与逆贼为武。 来人, 拿下逆贼, 保护陛下。 成立一声令下, 就不耽误时间, 身后的将士得到命令便猛地往前冲了去。 看着下面已经开始交战的双方, 纪承安满脸很辣, 或许也是有些着急了, 所以当即下令, 将纪灵舟拿下。 然而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话, 他警告般地看向韩问, 韩统领是没有听见本王的话吗? 韩某自是听见了。 韩问不轻不重地回了一句, 紧接着便吼了一声。 动手。 下一刻, 所有禁卫军的刀剑齐齐对准了纪承安。 纪承安的表情瞬间僵硬, 他激进咬牙切齿地看着韩问。 韩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 韩某受承家恩惠, 受太后提拔, 受陛下重用, 自当忠于朝廷, 忠于圣上。 韩问当年不过是承家军的一个小兵, 后来被太后提拔, 来了禁卫军, 一直以护卫皇家为己任。 此前纪承安主动为了此次谋逆一事, 找到韩问。 而韩问? 他看向纪灵舟, 请陛下定夺。 拿下纪灵舟轻飘飘的两个字, 便让面前所有禁卫军的人冲向了纪承安。 纪承安手持长剑, 一个闪躲, 而后被逼到了门外。 此刻的他,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纪灵舟。 纪承安双目星红, 所以他早就知道了, 还和韩问一起来设计他, 成王败寇, 怨赌服输。 纪灵舟从上面的位置走了下来, 天生的统治者自然是不一样的。 他看向门外, 此刻成立正与这些人缠斗在一起, 他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其实眼下高低利剑。 既然成立能直接闯进来, 那么纪承安的人自然已被尽数控制了。 韩问受承家恩惠, 如果成立想要借着铲除逆贼的由头谋反, 就现在的局面看去基本上也能算作万无一失。 不过这周边早就已经隐藏了弓箭手, 如果成立要反, 那么他也将不留情面。 所以成立, 你会反吗? 纪灵舟背在身后的手逐渐握紧, 他从来不相信什么所谓的忠心。 住手! 不知是那里传来的声音, 在等大家寻声望去时, 便见着成明染被义锦衣华服的男子用刀抵在了脖子上面。 太后瞳孔微震。 冉冉! 成立已经多年未曾见过自己的女儿了, 如今却是以这样的局面, 他心口微缩, 这是他的冉冉, 他的女儿。 成将军, 叫你的人停下, 否则我杀了他。 开口的, 正是挟持成明染的人, 他是威远侯之子魏锦涵, 此次靖安王谋反他可没少处理。 纪灵舟眉心微皱, 他倒是没有想到这个变故。 看着被刀架在脖子上的女人, 半年不见, 他似乎憔悴了不少, 没有了华丽的妆容, 一张脸也惊险病态。 但是他眼里空洞的厉害, 似乎什么也没有, 连害怕都不曾出现。 魏锦涵, 马上放了冉冉。 太后已经红了眼眶, 成明染或许是他唯一的软肋吧? 毕竟, 他也算是将成明染当作亲生女儿一般养大的。 成明染其实不过也就是一个娇娇弱弱的小姑娘罢了, 但是这半年来受尽心酸苦楚, 他早就已经释然了, 他的目光看向了上面的太后。 姑姑, 然然不怕的, 她长大了, 但是太后却摇着头, 就好像再说不可以的。 成明染慢慢地看向太后身边的纪灵舟, 他依旧那么地冷漠, 此刻的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什么, 可是话落嘴边又什么也说不出来。 然然, 苍老且带着沙哑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成立身上沾了好多的血, 可是这血色抵不过他眼里的红。 爹爹, 斗大的眼泪落下, 明明有好多的话, 可他却不知道说什么。 纪灵舟没有耐心看着出苦情戏码, 所以出言打断。 你觉得挟持成一个女人, 金锐就能走得出皇宫的大门吗? 陛下言重了, 走不走得出不是陛下怎么选, 而是成将军怎么选。 魏锦涵悠悠开口, 他看向成立。 成将军是要继续忠于一个从不信任成家的婚庸君主, 还是要重新选择明君, 护自己的女儿。 第五章, 抉择。 在众人眼中, 如今的局势都在成立的一念之间, 魏锦涵这是想用成军染去威胁成立拥护新主了, 所有人都在这一瞬间看向成立, 成立意识握紧了手中的力刀, 不知如何选择。 然, 劝劝你爹, 嗯, 你知道我不想伤害你的, 相信我, 等金安王登基后, 一定会善待你爹, 继灵正代班待你, 而我, 我不会嫌弃你, 做过后妃的, 等事情完结后, 我娶你, 可好。 魏锦涵在成敏然耳边低语, 眼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偏执。 成敏然没有理会, 反倒是闭上眼睛, 等她再次睁眼时, 她看向了犹豫不决的父亲开口道。 爹爹自小就告诉然然, 捐躯复国难, 是死忽如归。 而今女儿, 紧记爹爹之教会, 请爹爹不要因为女儿为难。 然然, 成立从未想过自己的女儿会说出这番话来, 就连上手的纪灵舟都不免多看了她两眼。 然而就在下一刻, 不知何处射来了一支利剑直冲魏锦涵。 她下意识地侧身躲过, 成敏然脖梗够被划伤, 好在魏锦涵收手快, 要不然怕是真的要命丧当场了。 成立抓住时机, 当即就将手里面的刀剑投掷向她, 然后将成敏然拉到身后, 魏锦涵一个闪躲, 一剑刺伤了成立的肩膀。 下方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缠斗。 快! 然然, 快过来! 太后站在纪灵舟身边, 着急地朝着成敏然招手, 旁边的护卫护着她来到了太后这边。 纪灵舟看着面前被护着过来的成敏然, 两人对视却无言。 然而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成敏然眼里闪过一抹慌乱, 又似乎是惊恐, 下一刻竟直直扑向纪灵舟。 纪灵舟正要闪躲的身子被她这一撞, 身形不稳, 偏离了原来的位置。 利刃刺透皮肉的声音, 让纪灵舟的心口漏条一拍。 她, 然然。 太后瞪大了眼睛, 完全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血迹从她嘴角蔓延出来, 成敏然想要开口, 可是刚刚张嘴就是一口血吐了出来。 原来挡肩这么疼啊, 她有些站不稳, 慢慢朝着地上倒去。 纪灵舟感受着扑在身上的女人慢慢脱离, 她下意识地将人拖住。 纪灵舟看向旁边, 刚刚的暗器是纪陈安趁人不注意射过来的, 此刻也已然被拿下。 然然, 然然, 太后颤颤巍巍地凑过来握住了她的手, 纪灵舟拖着她的身子一同蹲了下来, 眼里都是说不清的复杂情绪。 怎么会? 这是她从来都不曾想到的局面。 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静止了, 鲜血从她的伤口中涌出, 染红了成敏然的衣裳, 她的身体在轻微地颤抖。 疼, 姑姑, 然然好疼, 临别的鸟儿也终究是最舍不得给予她最多温暖的存在。 没事, 她们去叫太医了, 不怕, 不怕, 染染不要害怕。 太后的手都在发抖, 她想要去堵住成敏然的伤口, 可是堵不住, 鲜血依旧不断涌出谁能来救救她的染染, 谁能来救救她。 成敏然笑了笑, 可是她只要一笑, 伤口就好疼, 她费力从身上取出了一个香囊。 臂, 陛下, 这是臣妾绣了好久的, 臣妾, 臣妾还没有绣完。 纪灵舟看着她手上已经沾染了血迹的香囊, 针脚拙裂, 应该是她亲手绣的。 本来想, 想送给陛下, 但, 但脏了, 臣妾, 臣妾来不及, 来不及做新的了。 成敏然眼眶泛红, 说的每一个字都很费力, 苍白的脸上结着晶莹的泪珠。 太后看着她给出的那个香囊, 或许是猜到了她的用意, 她不停地摇着头。 而纪灵舟始终没有接过她的东西, 只是略显疏离地问了一句, 为什么要挡这一件? 就算你不挡, 她也伤不了朕。 成敏然眼里闪过一抹黯淡, 她攥紧了手里面的香囊。 大, 大概是秦, 秦不由衷, 陛下, 秦, 秦家绝无谋反之心。 秦, 请陛下, 看待臣妾党的这一件, 放, 放成家一条生路, 好不好? 成家原本是该被流放的, 而经私兵入京, 加上纪灵舟原本就忌惮成家, 他害怕, 害怕他会追究到底, 所以只能铤而走险。 然而纪灵舟却没有马上答应他, 成敏然或许是害怕了, 他眼里多了急切, 许是不知道怎么证明, 所以只能鼓足勇气抓住了他的医妹。 陛下, 臣妾求你, 求你放过成家好不好, 又是一口血呕了出来, 成敏然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说话也更加的费力起来, 说一句话仿佛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纪灵舟闭眼又睁开, 最终还是答应了他。 好, 成敏然笑了起来, 下面打斗声不断, 纪灵舟难得主动地说了一句, 太医马上就会来的。 来不及了, 陛下, 臣妾, 臣妾之前真的好喜欢陛下, 臣妾入宫就是想要陪, 陪在陛下身边。 因为小时候, 灵舟哥哥说过要保护冉冉的, 可是灵舟哥哥长大了就忘了, 又年是我的灵舟哥哥不在了, 剩下的只是陛下, 陛下为什么不愿意看看臣妾? 陛下的心好冷, 臣妾, 臣妾怎么五都五不热? 成敏然双眼含泪, 灵舟哥哥几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时, 纪灵舟的心口微微一动, 这个称呼太远了, 远到他已经记不清了。 自从他成了太子之后, 成敏然就再也没有这样叫过他了。 现在又重新听见这个称呼, 他心里也是说不出的滋味。 如今, 如今臣妾才知道, 原来, 原来被陛下抱在怀里, 是这样的感觉。 陛下的怀里, 原来也是暖和的, 可是陛下为什么那么厌恶臣妾? 成敏然躺在他的怀里, 这是他追求了好久的怀抱, 而今终于被他等到了, 可是现在的他, 好像马上就不需要了。 纪灵舟没有说话, 成敏然看着手里面的香囊, 年少欢喜无声, 沉情如酒, 深埋于心, 暗自发酵, 但是来不及了。 陛下, 这一世臣妾多有叨扰, 若有来世, 臣妾愿与陛下死生至此, 终年不遇, 香囊慢慢从他手中滑落, 临别的最后一眼, 成敏然看向了不远处的成立。 爹爹, 这些年, 女儿好想你啊。 可是女儿无能, 等不到与爹爹的团聚, 请您原谅女儿的不孝。 这么多年以来, 女儿都未曾在爹爹面前尽孝, 如今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为成家, 为爹爹做最后一件事。 爹爹, 如果你不是手握重兵的将军, 如果我们只是民间一对普通的妇女, 那我就可以在爹爹身边长大, 然后在爹爹面前尽孝, 一家人都会好好的。 成立看着看向自己的女儿, 眼眶心红, 明明只有几步的距离, 可为什么那么远? 他拼了命地想要将面前的人斩杀。 他保家卫国了一辈子, 现在就想保护他的女儿, 可是他连走到女儿面前的本事都没有。 他算什么父亲? 然然, 等爹爹, 爹爹求你等着爹爹, 爹爹马上就来了。 可是来不及了, 所有的一切都来不及了。 爹爹, 姑姑, 对不起。 成敏冉慢慢闭上了眼睛, 最后的泪珠从他的眼眶逃离出来, 一滴划过鼻梁, 一滴引入发尖。 冉冉, 冉冉, 太后不可控地大喊了起来, 而另一边在听着太后声音的成立, 也终于杀掉了面前的最后一个敌人。 他不可置信地看了过来, 此刻他的女儿已经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他朝着女儿走了过去, 但是双腿就像被灌了签一样, 重得抬不起来。 当年他刚出生的时候, 自己将他从铲婆的怀里抱过来, 软懒懒的小姑娘让他不敢多动一下, 就怕自己五大三粗地伤到了他。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害怕, 小姑娘一直哭一直哭, 如今他怎么能这么安静呢? 带着啼哭而来, 而精却这般无声地离开。 成立很想要叫女儿, 可是还不等他开口, 就直接跪了下去。 周围的空气里都弥漫着悲伤和绝望的气息, 风轻轻吹过, 夹杂着大雪纷飞, 淹没了悲凉。 这场闹剧终了, 纪灵舟看着怀里已经没有了呼吸的女人, 心口不知怎对华归一抹痛意, 但很快就被自己忽略了去。 第六章 词官 战乱平息, 一切恍若回归正轨。 次日早朝礼当论功行赏, 成立因救驾有功, 免其逃离流放, 私兵入城之罪。 且因靖安王谋逆一案, 牵扯出了一些旧事, 成家忠心可见, 在逆贼一案上会有蒙冤之嫌, 所以特此赦免其反叛之罪, 还当令赏。 然, 老臣闻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在, 为贵于国事。 老臣之女, 生于公围, 长于宫廷, 人有旦夕或福。 不幸, 老臣之女于日前夭折, 老臣实感痛心疾首, 成立站了出来, 失去女儿的痛苦, 让她恍若苍老十余岁。 所有人都看了去, 但是成立视若罔闻, 只是在大殿中央跪了下来。 老臣自幼西都经史, 深知为国尽忠, 为民服务之道。 然, 国事虽重, 亲情更浓。 老臣精心如刀割, 私女心切, 百事无心, 自愧在南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国事。 献请陛下收回老臣之兵权, 知官位。 老臣的女儿在世时, 便不曾陪伴过多少时日。 而今老臣希望能长半期身策看护着她。 事已, 恳请陛下念在老臣多年忠诚勤勉的份上, 准许老臣辞去官职。 成立的声音久久回荡, 所有人都很意外成立此举。 这次逆党一事, 成家立下大功, 他怎么还在这个时候, 请求辞官了呢? 逆党一事刚刚平复, 此时也算是用人之计, 所以此事荣厚在一把。 纪灵舟看着下手的成立, 一时间也没有答应。 但成立又固执地磕了一个头, 老臣知此举乃故小家望大家, 实非老臣本意。 然倾情难为, 人伦之常。 老臣虽万般不舍, 但为心安, 不得不做此抉择, 请陛下恩准。 整个朝堂都安静了下来, 便是一根针也是落地可闻。 纪灵舟定定地看着她, 良久。 纪灵舟终究是妥协说了一句, 既如此, 便如成将军所愿吧。 就是这一刹那, 成立瞬间红了眼眶, 做了这么多年的将领, 忽悠了这么久的百姓, 此刻她终于只剩下了一个父亲的身份, 草民, 寇谢圣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最后一次了, 戎马半生, 到头来她只想在最后的日子里, 陪着自己唯一的女儿。 成立离宫之时, 身后还跟着成明染的灵舅。 再怎么说, 成明染也算是为了救驾, 才有此结局。 所以, 原本纪灵舟是准备恢复气飞味并加风的。 但太后说了一句话, 陛下既然已经贬燃燃为庶人, 她也算是自由之身。 而今终于脱离了这水深火热之境, 何必要再给她套上枷锁呢? 自由之身。 纪灵舟站在城楼, 看着慢慢消失在视线里的成立一行人。 她回想起了昨日成明染的那句话。 她说, 陛下, 这一世臣妾多有掏扰, 若有来世, 臣妾愿与陛下死生至此, 终年不遇。 死生不复再见吗? 她以为自己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但是现在想起来, 为什么又总觉得心口空了一块东西? 她看向手里的那个还未绣完且染着血的香囊。 这个香囊确实是男子佩戴的, 可是上面绣了一个父子。 她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香囊原本就不是给她的呢? 可是既然知道, 又为什么要留下呢? 或许连她自己都还暂时找寻不到这个答案吧。 思念无素, 无处惊扰, 无从知晓, 一片雪花轻轻飘落, 纪灵舟抬头看向上空, 越来越多的雪花纷纷扬扬地覆盖了整个皇宫, 她抬手接住几片迷路的雪花, 但却在她的掌心顷刻消融。 纪灵舟的眼神突然变得深邃迷茫, 她总觉得自己似乎失去了什么, 却又好像始终无法触及。 雪越下越大, 纪灵舟就这样一直站在高高的城楼上, 她默默地凝视着远方却不知所想。 雪花轻轻飘落, 覆盖在她的龙袍上, 连同背影也增添了几分寂寥和孤寂。 满脸笑意地在漫天雪花的世界里轻轻转了一圈, 她笑得温柔却又透着俏皮如同小女儿一般纯真。 在这冰天雪地里, 她一身轻衣便成为最让人一不开眼的存在。 纪灵舟看着忽然就想要靠近, 然而不等她往前, 面前的人就早已经消失不见。 她面色一正, 这次惊觉刚刚的不过是一场幻境, 可是她又怎么可能想到成明染呢? 陛下, 这雪下得大了, 奴才陪您回宫吧。 跟在她身边的李盛出言说了一句, 朕, 可有做错什么吗? 纪灵舟突然问了一句, 这, 李盛为了难, 可终究是回了一句, 世人尝到因果, 究其因, 结其果。 陛下乃天子, 无论因为什么, 结果都不会是错的。 是吗? 但愿吧。 静华十四年, 皇太后崩世。 四月, 昔日镇远大将军成立于其爱女林墓前亡故, 东眠百姓自发为其送行, 其声势之浩大, 万民同碑。 三十年后, 也就是静华四十四年, 静华帝寄临周于紫辰宫驾崩, 传言其在生命最后一年时常常去往连一宫。 而关于连一宫, 听闻是静华帝生前的一个宠妃所居住的地方, 只是红颜薄命, 死得太早了。 在静华帝临死之时便下旨封宫, 死后不许任何人入住, 还有那个冷宫, 他下旨砍了冷宫的那棵早就枯死的槐花树, 但没有人知晓陛下到底是什么意思? 只有他, 一时迷留之际, 他看见那个容貌一直没有变过的女人, 他总是笑着叫她陛下, 但是一转眼便又只剩下他一人守在那枯败的槐花树下, 神情落寞, 像是一直在等待着什么。 终于有一天, 他眼底唯一的光也碎掉了, 且再也拼凑不起来, 他失望, 不, 应该说是绝望吧。 纪灵舟闭上了眼前, 带着那个未曾绣完的香囊, 往事浮华如同过眼云烟, 唯有那最不可能的一个人在心底越来越清晰。 第七章, 岁月经年, 时空轮转。 此成功, 在柔和的晨光中, 金色的莲幕轻轻晃动, 隐隐映出一道人影, 丝绸的床榻在细滑的触感下微动, 纪灵舟的双眼在柔软的枕间慢慢睁开。 这是, 宫女们轻声细语, 轻手轻脚地在寝殿中穿梭, 她们的长裙扫过光滑的玉石地面, 几乎无声一股淡淡的熏香在空气中弥漫, 与陈枣的气息交织在一起。 纪灵舟缓缓地坐了起来, 华丽的龙袍划过细腻的绸缎, 发出了细微的声响。 陛下, 早朝的时尚该到了, 外面传来李盛的低声提醒。 纪灵舟微微侧头, 透过半开的窗子的纱帘, 她看见了几十年前的李盛, 她怎是此般模样。 记忆中的, 她明明已然是垂暮之年, 她看向自己的手, 这可不是老人的手, 自己这事又开始做梦了。 纪灵舟不动声色地从床榻上下来, 工人涌入, 准备伺候她更衣。 金鸾殿。 纪灵舟看着下手这一个个熟悉的朝臣, 心中疑虑更甚, 怎会有如此真实的梦境? 甚至清楚到每一处细微的地方。 陛下, 成家拥兵自重, 先前臣等奉陛下之命前往军营, 一重新编制成家军, 然其公然质疑圣心, 不服管教, 还请陛下定夺, 有朝臣站了出来。 收编成家军, 这件事情是在成家入狱的第四个多月吧? 不等纪灵舟回应, 又有人接连站了出来。 陛下明鉴, 成将军中军爱国, 一生轻正, 成家军更是跟着成将军出生入死多年。 而今成家仪式尚有一点, 还请陛下三思。 下面的朝臣主要分为两派, 开始争夺了起来, 只有纪灵舟满腔疑惑。 这, 真的是梦境吗? 可若不是梦, 又该是什么? 够了, 纪灵舟纯半亲戚, 整个朝堂瞬间鸦雀无声。 纪灵舟扫视了一圈, 在没有弄清楚事情之前, 他不想理会这些琐事。 今日便到此吧。 众人疑惑, 陛下这是怎么了? 今日瞧着, 似乎有些奇怪, 连李胜都差异纪灵舟的表现。 这若是换作以前, 陛下应当不会这般轻易放下这事的吧? 不过尽管疑虑, 他们这些做奴才的也没有权力智慧, 只得道一生退朝便伺候着纪灵舟回了秦政殿去。 纪灵舟到了现在还没有缓过来, 他坐在暗读之前, 瞧着眼前几乎全部都是关于成家的奏折, 心里的情绪更加繁杂了起来。 或许是为了证明这只是一个梦境, 他二话不说的便打碎了旁边的茶盏, 李胜和满屋子的工人当即就跪了下来。 陛下! 纪灵舟没有理会, 反倒是拿过那陶瓷碎片就往自己手心一滑, 顿时间鲜血直流。 陛下! 来人啊! 快传太医! 李胜被吓得脸色一白, 整个人慌得不行, 陛下这是做什么呢? 然而纪灵舟是疼的, 那为什么不行呢? 所以这真的不是梦吗? 可如果不是梦, 他怎么会回到这个时候? 又或者说, 曾经的一切才是梦境。 那, 这算是重来一事吗? 成明染在哪里? 就在李胜还急得火烧眉毛时, 就听到纪灵舟问了这样一句, 啊, 陛下怎么又突然问起了淑妃娘娘? 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一句, 回陛下, 淑妃娘娘如今人在冷宫。 是了, 都是一样的, 现在的成明染还在冷宫, 不过在成家被彻底定罪前, 他还暂时保留着淑妃的位置。 百嫁冷宫, 纪灵舟起身, 陛下, 您手上还有伤呢? 龙体为重, 先让太医将您的伤口处理了再去吧。 李胜无奈归一却, 陛下今日怎么一直这么奇怪? 而且还关注起了冷宫的淑妃娘娘。 其实就连纪灵舟也不知道,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最先想到的会是她。 这个时间点, 她也被打入冷宫四个月了。 纪灵舟回想起, 自己临死前总是出现在自己脑海的场景。 冷宫枯败槐树下的女人神情落寞, 眼底零碎的光一点点泯灭的模样, 不知为何, 她的心口划过一抹顿痛。 此刻的她可如自己所看见的那般。 或许是吧, 不过彼时的成明染, 好像连自己一个人一个人安安静静待着的资格也没有。 因为, 来人, 给本宫打。 贤妃以止气使, 下一刻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了成明染的脸上。 耳边嗡嗡作响, 脸上的顿痛让她的神情都变得麻木起来。 贤妃满脸得意地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人, 自从成明染被打入冷宫后, 来找麻烦的人是便层出不穷, 尤其是贤妃。 在她眼里, 成明染不过是冷宫的气负罢了, 她还动不得了。 这个女人仗着家世和太后, 入宫就被封为淑妃强压她一头, 更是害她没了孩子。 如今好不容易得了机会自己能轻饶了她。 这宫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她淑妃作为成家女, 这辈子怕是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自然也就不会有人在顾忌着她。 挨了好几个耳光后, 贤妃终于是叫了停, 她上前两步, 直接一脚就踹在了成明染的身上。 成明染身形不稳, 倒在一侧, 不等她起身, 贤妃就踩上了她的手, 狠狠碾压。 忘了告诉你, 本宫的父亲已经受陛下之命前去收编成家军, 不过, 成家军公然抗旨, 此乃大罪。 你说, 这算不算是受成家之命? 成立拥兵自重, 而金佑教唆手下将领违背圣命。 你觉得, 陛下会错过这个机会放了成家吗? 贤妃一点点加重自己脚上的力度, 她就是想要看着这个自诩骄傲的女人匍匐在自己脚下, 像一只狗一样对她摇尾起怜。 但是成明染自始至终没有开口求饶过一句, 她一直咬牙忍耐, 一声不吭, 这一点让她很不满。 终于, 在成明染听到她提起成家时, 她那一汪死水的毛子终于开始泛起了涟漪。 成家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 她不相信成家会有谋逆之心, 一切都是有心之人, 信口雌黄, 故意陷害。 可是陛下不信, 又或者说她是不愿意相信, 所以没罪也是有罪。 今日早朝本宫的父亲已经如实上告, 并且奏请陛下降罪成家, 到时候你以为你还能有什么活路吗? 不过你放心, 本宫定会亲自送你上路, 贤妃恶狠狠地说了一句, 随即松开了一直踩着她的手。 第八章, 命运交叠。 终于得到喘息, 成敏然的手轻微地颤抖着, 她一言不发地想要起身, 却又挨上了一个巴掌。 本宫最见不得的, 就是你现在的模样, 都已经这般苟延残喘了, 还自视清高。 你以为自己还是那个有家族和太后撑腰的, 不可一世的淑妃吗? 现在得你, 不过是冷宫的弃腹, 醉沉之女。 到了现在, 你还看不清自己的处境吗? 贤妃就是要一点一点地摧毁她的傲气。 世人皆知, 成家有女, 自小长在宫廷, 实礼仪, 知尽退。 一举一动, 一颦一笑, 皆为金钟贵女之典范。 不仅如此, 她更是全臣之女, 是太后捧在手心, 当做轻生女儿一样养大的贵女。 成敏然入宫之年, 艳羡众人, 所有人都以为她能就此扶摇直上, 毕竟她是太后自小养在身边的姑娘, 又和陛下一同长大, 青梅竹马。 然, 是不如人愿, 陛下带她一场冷淡, 满腔热情迎来的, 却是一盆接着一盆的冷水, 慢慢地, 大家就都知道, 陛下不喜欢她。 想到这里, 成敏然难免落寞。 年少经验, 一往情深, 终究抵不过身攻孤苦, 帝王无心。 早至今日, 或许她就不会坚持做此抉择, 还记得姑姑曾问过自己, 然然, 你可想清楚了, 决定了, 可能就没有机会后悔了。 那时她回答了一句, 此生认定, 绝不相复, 望姑姑成全然然然然然然然这一生, 就注定了, 成敏然不免自嘲, 可惜, 这一世, 她可能真的要等不到纪灵舟看到自己的那一刻了。 贤妃看着成敏然脸上的悲戚才算是满意, 她越是落魄, 贤妃就越是高兴, 看够了她卑微的一面, 才能暂时消去她的恨意。 眼见不远处的水井, 贤妃记上心头, 她走到水井旁, 身侧是城满水的水缸, 这冷宫除了成敏然再无一人, 连个丫头都没有, 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她亲自去做。 他们将成敏然从地上拖了起来, 贤妃挑起她的下额, 满脸细血。 咋, 瞧瞧这张脸, 这都肿成什么模样了? 不过你也用不着侍奉陛下了, 所以这副好颜色留着也没用, 打烂了又如何? 本宫就不相信陛下能因为你来承接本宫。 羽霸, 贤妃给了工人一个眼神, 下一刻压着成敏然的工人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发, 随后将人猛地按进了冰冷的凉水中。 嗯, 她努力地想要正开束缚, 但是就她那一点力气, 又怎么可能赢得了这些人呢? 头皮传来的剧痛, 加上无穷无尽的窒息感, 让她心底瞬间感到一阵恐慌。 水不断涌入她的口鼻, 让她无法呼吸。 成敏然一直在水中挣扎着, 但始终无法摆脱束缚, 而每次就在她彻底要放弃时, 那人又会把她拉回来。 如此循环往复, 她慢慢地开始脱离。 因为无法呼吸的原因, 让她感觉到胸口正在不断地被挤压, 连同心跳也开始加速, 但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能让她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流逝。 身体越来越沉重, 她仿佛被水压得无法动弹。 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片无尽的黑暗中, 成敏然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逐渐地, 她开始放弃了抵抗。 其实要是能这样地结束一切, 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宫墙高耸将外界的繁华隔绝, 只留下潇洒的秋风在宫中回荡, 周边都是一片沉寂与凄凉, 落叶堆积在角落。 成敏然不再挣扎, 或许是感受到了她的异常, 身后的工人将拉拽着她的头发, 在彻底昏迷前, 冷宫的门被打开。 你们在干什么? 纪灵舟的声音响起, 冷宫的气氛瞬间凝结。 纪灵舟才刚刚进来, 就看见了成敏然寂静晕晕厥地 被人按在水中的一幕。 她心口微缩, 随后在所有人诧异且震惊的目光 朝着成敏然大不上前。 成敏然已经支撑不住了, 耳畔边嗡嗡作响, 她根本听不到外界的任何东西。 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形 朝着自己过来。 她身子一软, 在彻底昏迷之前, 她觉得自己好似跌进了一个 深不见底的地方。 周边一片漆黑, 她不断下坠, 却怎么也见不到地。 纪灵舟在她摔倒前, 一把将人搂进了怀里。 然而成敏然现在已经彻底晕死了过去。 工人早在见到纪灵舟来的那一瞬间, 就已经不知所措了起来, 自然也不会去管成敏然的死活。 如果不是纪灵舟的动作够快, 成敏然只怕是早就摔到地上去了。 贤妃也没想到陛下会突然过来, 而且反应这么大。 陛下, 臣妾见过陛下, 贤妃的语气里透着些慌乱。 纪灵舟谋色锐利, 谁给你的胆子, 谁给你的权利。 即便她压低了声音, 但语气里的怒火是掩饰不了的。 贤妃被吓得当即跪了下来, 陛下恕罪。 纪灵舟没有理会, 她看向怀里面的女人, 恍如隔世, 她甚至有一点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她突然有些恍惚, 恍惚得好像又回到了前世, 她在自己身前挡下一见后的模样, 都是一样虚弱地躺在她的怀里。 陛敏然身体冰冷, 浑身湿透。 不仅如此, 脸上红肿一片, 连嘴角都渗透着血迹, 那双手更是惨不忍睹, 血肉模糊。 传太医, 纪灵舟把人拦腰抱起, 甚至没有功夫去处置地上跪着的贤妃。 看着纪灵舟一脸紧张地把人抱走时, 贤妃往后瘫坐了去, 陛下怎么会突然过来? 她刚刚怎么会表现出那么紧张成明染模样? 娘娘身边的宫女立马要上前搀扶她, 贤妃顺着宫女的力道站了起来。 陛下怎么会突然过来她从来不会管这样的事情的? 娘娘不要多想, 成家都不在了, 陛下不会为了一个最臣之女责罚娘娘的。 宫女说了一句, 今天陛下突然过来是谁也没想到的, 但是都已经到了这一步, 多想无意, 所以他们也只能这样去安慰自己。 可是贤妃心里很是不安, 她总觉得刚刚陛下那个眼神是真的动怒了。 第九章, 如何面对? 纪灵舟一路抱着成明染去了紫成宫, 太医已经在紫成宫等候多时了。 当看见陛下亲自抱着淑妃娘娘进来的时候, 他们这一行人也震惊了。 原本还以为是陛下怎么了, 没想到会是淑妃。 可是淑妃不是已经被陛下亲自打入冷宫了吗? 怎么现在被陛下抱进来了? 陛下什么时候这么紧张过一个人? 他呛了水, 身上还有伤, 先帮他诊脉。 纪灵舟简单地说了一下成明染的情况, 然后直接把人放上了龙榻。 这紫成宫还从来没有后妃住过, 成明染算是头一个可以睡在龙榻上的。 是, 太医不敢耽误, 虽然不知道陛下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在乎淑妃娘娘, 但是这些事情也不该是他们过问的, 所以还是闭嘴为好。 刚刚这一路抱着他回来, 纪灵舟身上也被打湿了, 李圣见词也上前说了一句, 陛下, 奴才先伺候您宽衣吧, 这里有太医呢? 今日之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派人去查清楚了, 纪灵舟的声音里面夹杂着明显的怒火。 李圣也颤颤巍巍地映下, 这都是些什么事啊? 陛下今天怎么跟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 嗨嗨, 成明染那边传来了咳嗽声, 纪灵舟以为人醒了, 可是当他看过去的时候, 成明染依旧是昏迷不醒, 不过枪的水倒是全部吐出来了, 他看向太医, 他怎么样? 纪灵舟问了一句, 回陛下, 淑妃娘娘并无大碍, 应该很快就能醒过来了, 就是因为枪水, 所以有些窒息, 但是水吐出来后, 缓缓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那他手上和脸上的伤呢? 纪灵舟刚刚就发现了他身上的伤, 不用说也知道是怎么造成的。 贤妃, 他胆子倒是挺大的, 纪灵舟眼底生起一抹冷意。 淑妃娘娘手上的伤口处有很多沙石, 需要先清理后再伤药, 恢复期可能要长线, 不过脸上的伤只是一些皮肉苦, 不碍事, 只需要好好上药就能恢复, 不会留下疤痕。 太医不敢含糊, 纪灵舟看向成敏染的手, 血肉模糊, 伤口周围还沾了很多灰尘和细碎的沙粒, 一看就知道是被蹂躏过的。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动作小心一些。 纪灵舟难得嘱咐, 宫女端来了热水, 在太医的帮助下, 顺利地将成敏染的一双手清理干净。 纪灵舟也始终寸步不离地守着她, 其实就是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自己心里对她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 她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会在意别人的人。 或许, 这是因为她挡的那一剑, 就当是自己还她了。 毕竟上一世不管是与她还是成家, 她到底是有些亏欠的, 所以便当是弥补了吧。 前世她确实是没有想过, 成敏染会替自己挡下那一下, 其实她是可以躲开的, 就算没有她, 自己也不会真的受伤。 可是她突然扑过来的那一道, 也真的是在意料之外, 她不怕死吗? 所以扑过来的那一瞬间, 她到底在想什么? 是真的下意识的动作, 还是早就预想的动作? 纪灵舟是何等人物? 她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成敏染的心思? 不论是她提出的要求, 还是她给的那个还没有绣完的香囊, 但即便如此, 那也算是她用命换的, 所以纪灵舟不想去深究。 至少此刻的她是这样去说服自己的, 也算是给自己找了一个 出现这些异常情绪的理由吧。 陛下李盛走了进来, 纪灵舟看看向她, 然后又看了一眼还昏迷着的承明染, 随后往殿外走了去。 陛下, 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贤妃娘娘先前就多次去往冷宫, 今日是因为听说了承家军营的事情, 所以专程去了冷宫, 之后, 后面的话李盛不用继续说, 大家也心知肚明。 她的消息倒是灵通, 身为后妃竟敢插手前朝之事, 且随意对后妃动用私行。 淑妃虽然人在冷宫, 可到底还有个淑妃的名头, 她好大的胆子。 纪灵舟这个是真的生气了。 肥敢在这个时候出陛下眉头。 纪灵舟正准备下指, 可花在嗓子眼还没有出口, 她就听见我在里面传来了宫女的声音。 淑妃娘娘, 您醒了。 纪灵舟眸色微闪, 醒了。 她转身朝着屋内走了进去, 但是还不等进去, 她便遁住了脚步, 自己这样进去又该以何种面貌待她。 陛下, 李盛疑惑。 纪灵舟微微攥紧了拳头, 犹豫再三, 最终还是调整好了情绪。 转瞬间, 她似乎又恢复到了以前那样冰冷的模样, 往殿内走去。 程明然醒了, 宫女正扶着她起身。 她有些茫然地看向四周, 宫女或许是看出了她的疑虑, 所以主动解答。 淑妃娘娘不用担心, 这里是紫辰宫, 是陛下抱你过来的。 紫辰宫。 还不等她开口, 程明然就看见了刚刚进来的纪灵舟, 她一愣, 似乎有些不相信, 这是眼花了吗? 但也仅仅是那么一瞬, 很快她就反应过来要起身行礼, 且动作里面带着一点慌乱。 纪灵舟看着她的动作没说话, 她在离成明然大概三不位置的地方停下, 而成明然也已经跪在了地上, 恭恭敬敬地朝她行了一礼。 臣妾, 见过陛下, 她的声音绵软无力, 但可以感受到轻微的颤抖。 成明然自小学习宫廷礼仪, 在礼术方面完全跳不出一丝错来她身子单薄, 跪在地上微微发抖, 好像随时就能晕过去一般, 风一吹便到了。 纪灵舟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女人, 不知所想。 起来吧。 纪灵舟淡淡开口, 立马掩盖住了眼里复杂的情绪。 听见她的声音, 成明然努力地想要支撑起自己的身子站起来, 可是她身子虚弱, 宫女刚刚把她扶起来时, 她便一个不稳朝着旁边摔了下去。 纪灵舟眼皮轻跳, 下意识地伸手就要扶住她,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吓到了她, 成明然看着纪灵舟突然伸过来的手吓了一跳, 重来一世的异议。 纪灵舟牢牢地将人眷进怀里, 成明然下意识地害怕是骗不了人的。 不过预料中的疼痛感没有来的时候, 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感受到自己被禁锢在了一个带着热议的怀抱。 成明然有些无措, 下一刻她便满眼慌乱地跪了下来。 纪灵舟看着她不说话, 成明然跪在她的脚边。 是臣妾冒昧, 陛下恕罪。 她在害怕。 纪灵舟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感受, 这样的成明然似乎是她没有见过的样子。 此前的她一直是高傲的, 冷宫这半年她似乎变了很多。 起来吧。 纪灵舟语气淡漠, 她也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成明然起身, 接着就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纪灵舟站在原处, 始终都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成明然起身后也不敢随意开口, 她垂手站在她的面前一言不发。 请殿里面的气氛瞬间变得微妙了起来。 身上有伤, 就先坐着吧。 终究是纪灵舟先打破了这一份沉默。 成明然心中茫然, 她也不知道纪灵舟这是什么意思, 但她总觉得, 今日的纪灵舟似乎有些不对劲。 她, 在自己入冷宫之后, 她就从来没有理会过自己的任何事情。 今日她怎么还突然去了冷宫? 还有自己, 自己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纪灵舟到底是什么意思? 又想要做什么? 臣妾, 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 纪灵舟或许是猜出了她的疑虑, 所以主动说了一句, 今天的事情不用多想, 朕会处理。 处理? 处理什么? 今天的事情又指的什么? 还不等成明然问出来, 纪灵舟就对着身边的李盛说了一句。 贤妃无视公规, 不分尊卑, 在后宫滥用私行, 献扁其为妃, 丈则二十, 责令其禁足一个月。 扁卫和丈则这样的惩罚, 对于一个后妃来说, 未免有些重了。 成明然不知道纪灵舟是什么意思, 她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见成明然一直低着头不说话, 纪灵舟微微皱眉, 不过看见她那双手的时候, 她的情绪又变得复杂了起来。 心里五味杂陈的她, 已然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面前的这个女人了好好养伤。 最终不过聊聊四个字, 成明然拿不准她的意思, 只能选择沉默。 纪灵舟或许也是觉得店内的气氛有些不对劲, 加上心里异样的情绪一直疯狂滋长, 她也没有多留。 纪灵舟转身离开寝殿, 成明然缓缓抬头, 看着她慢慢远去的背影, 心底突然觉得悲凉。 她, 留下的好像从来都是背影, 没有一次朝她而来。 娘娘, 奴婢先扶您休息吧。 宫女在旁边开口说了一句, 成明然忍住眼眶的湿润, 不用了, 以我的身份又怎么配留在这里呢? 她苦涩一笑, 紫辰宫怎么能是她待的地方? 她, 不过就是一个罪妃, 就应该好好地留在冷宫中。 纪灵舟此举让她捉摸不透, 可是她也同样清楚, 这位陛下, 心思深沉, 且从来不会对任何人仁慈的。 谁知道, 她下一刻又会以怎样的罪名, 将自己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呢? 按照今日贤妃所说的话, 啊, 不对, 刚刚纪灵舟已经点了她的位分, 所以现在应该是于妃娘娘了。 今日于妃说了, 陛下有旨, 让她的父亲, 也就是兵部于尚书, 去收编成家军队。 然, 成家军不服圣意, 公开违背圣旨。 所以, 只怕是这位陛下, 又想着什么新法子了吧? 要不然, 成明染实在是找不出 她今天这么反常的原因了, 又想从自己入手吗? 她还想给自己挂上什么样的罪名呢? 今天她把自己带来紫城宫, 又请了太医, 甚至还下旨处置了于妃, 纪灵舟她到底想要做什么? 不过, 不管她想要做什么, 自己都没有资格去智慧, 也没有那个能力。 成明染不禁觉得悲凉, 自己原来这么没用吗? 至于纪灵舟离开紫城宫之后, 就直接去了秦政殿, 今天早朝上的事情还没有处理, 这不, 人都已经追过来了。 陛下, 成立拥兵自重, 图谋不轨, 如果不是成立受益, 成家军怎么敢公然违背圣旨? 还请陛下言承, 于尚书跪了下来, 纪灵舟坐在上手的位置, 没有太大的反应, 前世成家入狱后, 一直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 成家的谋逆之心。 后来也是因为这一次的成家军抗旨, 才算是一个不错的奇迹。 而且他记得也是这个于尚书,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上一世自己本来就存着要处理成家的心思, 所以他也有推波助澜。 但是这一世, 陛下, 于尚书一直没有得到纪灵舟的回应, 所以又叫了一声, 纪灵舟看向他, 成家的事情还有待考察, 这件事情容厚在一把。 陛下, 于尚书似乎也没想到, 纪灵舟居然会说出这样一句话, 陛下不是也想铲除成家吗? 为什么会是这种态度? 不仅仅是于尚书, 李圣也觉得奇怪, 应该说今天早晨陛下从起床就很奇怪。 还有今天陛下突然过问起了淑妃娘娘的事情, 以前的陛下可从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于尚书对朕说过的话有什么意见吗? 纪灵舟冰冷且没有夹杂着任何感情的声音响起, 于尚书当时就熄了火, 不敢再继续追问下去。 笑话, 陛下要是真的动怒, 他们怎么可能承受得起? 退下吧。 纪灵舟现在没那个时间, 也没有那么多功夫去理会这些闲杂人。 今日这件事情他自己都还没有理顺, 若是放在以前, 他根本就不可能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 可是现在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发生在了他身上, 这就让他觉得很离奇。 所以, 自己是真的中活一世了吗? 这真的不是一场梦吗? 如果真的中活一世, 那这一世又有什么用意吗? 总不可能如同前世一般吧? 若真的和前世一般, 那他重新来这一次又有什么意义? 上天到底想让他做什么? 又或者是改变什么吗? 第十一章, 云冲已找世。 可是, 要改变的东西又该是什么呢? 纪灵舟的思绪逐渐飘远, 唯一不一样的或许只有成家。 上一世因为对成家的猜测, 最后落得那么个场面。 虽说并无大祸, 可到底是他多薪了些, 以至于成立一身戎马, 却落得晚年孤苦。 而成明冉, 更是因为那一件失去了自己的性命。 他一直都知道那一件其实根本伤不着自己, 就算没有成明冉, 他也不会被伤到分厚。 可现实就是, 他以自己的身体挡下了那一件, 甚至是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或许那一个举动并不是那么的干净纯粹, 或许他最后也带有算计, 但他这心底总是会觉得不适, 然而这种不适却又不知道以何种言语表述出来。 若说亏欠, 那大底也是有的吧? 毕竟是他先去猜忌了成家。 一直到成明冉死后成立辞官, 他才算是相信了成家并无一心, 可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但是, 成家的存在又如何不能引得他去猜忌? 成家世代功勋, 又有太后扶持, 自己年少登基, 太后专权, 成家独大。 后来到了若冠之年, 太后才慢慢放权给他, 可是太后在朝堂上鸡尾已深, 成家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无论做什么都是顾忌着。 成家更是在先帝在位时就创立了成家军, 整整二十万的兵马只独属于成家同管。 试问这样的存在, 他如何不能疑心? 就连这一次成家获罪, 可是结果呢? 整整四个月年的时间, 他除了将人压进大牢, 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就因为成家门生众多, 又深得武将之心, 更受百姓爱戴, 所以连他也不可能轻易动地。 所以前世的他又怎么可能允许这样的一个威胁存在? 难不成就因为成家说一句自己忠君爱国, 永远不会背叛皇家就能相信吗? 这样的承诺谁都能做, 但却不是谁都能信的。 纪灵舟在心里轻轻地叹了口气, 事出有因, 喂酿苦果, 但过程曲折, 人心难测他, 又该怎么办? 陛下, 李盛看着发神的纪灵舟出言唤了一声, 纪灵舟回过神来, 一会儿派人传旨, 回复淑妃的用度, 让他回连衣宫吧。 他说了一句, 李盛心底暗暗惊讶, 不过也没有追问, 他们这些做奴才的只需要听主子是怎么吩咐的就行了。 是, 李盛应下, 纪灵舟揉了揉太阳穴的位置, 陛下可是累了, 要不奴才让太医过来瞧瞧。 李盛问, 纪灵舟抬手制止, 他手上还有刚刚自己用磁片滑铺的伤口, 不过就那么一个小口子, 也没什么大碍。 去紫城宫纪灵舟说了一句, 承明染还在紫城宫? 嗯, 不对, 他已经自觉地回冷宫去了。 然而还默等承明染回去, 在离冷宫不远的地方, 他便遇上了一个身着浅蓝色宫装的妙龄女子。 这不是冷宫的淑妃姐姐吗? 怎么? 不是说于妃娘娘私自动行, 所以淑妃姐姐惹得陛下怜惜, 被陛下抱去了紫城宫吗? 怎么又回来了? 开口说话的是云冲仪, 这两个倒是有几分盛宠在地。 承明染面吴波兰, 更确切地说, 他现在应该是已经习惯了吧。 虽然说他还暂时保留着淑妃的这个位置, 但毕竟是被打入冷宫的罪妃, 所以还有什么尊严? 就是在低位的后妃, 但凡有两分家事, 一或两分陛下的宠爱都能踩他两脚。 这位云冲仪的父亲是怀化大将军, 向来和自己父亲不和, 陛下更是对云家有几分重视, 所以云冲仪也就入了陛下的眼。 云冲仪入宫后也是处处与自己作弊, 之前更是屡次来找麻烦。 曾经自己还是淑妃没有进冷宫的时候, 他还能收敛几分, 但自从自己获罪被打入冷宫后, 他可没少来找麻烦。 淑妃姐姐怎么不说话? 云冲仪的表情冷了几分, 之前倒是妹妹小瞧了姐姐, 没想到姐姐这么有本事, 就算是已经被打入冷宫了也有办法引得陛下过去, 更是不知道用了什么上不得台面的法子, 让陛下将你亲自抱去了紫辰宫。 云冲仪有些不屑地冷笑出声, 他上前了两步。 不过, 虽然说姐姐有几分本事, 但陛下又启示你能随便拿捏的。 这不, 只怕是又被灰溜溜地给赶出来了吧。 云冲仪瞥了一眼成明然脸上和手上的伤, 眼里闪过一抹嘲讽。 淑妃姐姐多么金贵的一个人啊, 如今落到这个局面还真是令人唏嘘, 陛下想要铲除成家。 你以为自己还能重新获宠不成? 哦,不对, 陛下就从来没有宠过你。 云冲仪说到这里还故意拿起帕子眼面笑了笑。 陛下气数将近, 只怕姐姐也离死不远了吧。 妹妹这心里也真是可怜姐姐, 念在姐妹一场, 姐姐不如求求妹妹, 说不定妹妹还能替姐姐在地下面前求求情, 勉强留你一命。 云冲仪趾高气扬的样子让人看着, 还真是忍不住想扇一巴掌, 陛明然抬起头看向她。 让开。 云冲仪脸色一冷。 陛明然,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说让开。 陛明然语气平淡。 下一刻, 云冲仪直接一巴掌下来, 陛明然, 你以为自己还是当初的那个不可一世的淑妃吗? 陛下现在宠着本平, 而你不过是冷宫的罪妃? 你有什么资格跟本宫叫板? 就凭你现在的境遇, 只要本平同陛下说上几句, 就能要你好看。 云冲仪丝毫不畏惧。 是了, 她说的确实没错。 她现在正当宠, 而自己不过是一个弃子, 一个她一直厌恶讨厌的存在, 这两者之间又怎么可能去做比较呢? 可是就算是这样, 她又能怎么办呢? 云冲仪就是想要来找麻烦, 既然如此, 那不管自己怎么做, 她也总能找到自己的错处。 所以, 自己何必那般的去放弃底线, 同这样的一个人摇尾起怜呢? 就算自己再怎么祈求, 折损的不过是自己的尊严罢了。 第十二章, 程明然认错。 脸上的痛感已经激不起程明然的情绪了, 偏偏云冲仪并不打算放过她。 程家倒台, 她云家手握兵权, 加上陛下对她有几分恩宠在, 她又怎么可能去怕这么一个人? 来人, 随本平去见陛下, 云冲仪当下就开始发作。 虽然今日是陛下抱着程明然去了紫城宫, 但是陛下要是真的在乎她就不会这样, 又让人往冷宫来。 再者, 陛下对程家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所以程明然不足为惧, 陛下也一定会站在她这边的才是。 然而, 见证做什么? 纪灵舟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 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程明然顺着声音看过去, 只见纪灵舟一袭黑金色龙袍, 脸上闪烁着微不可查的冰霜, 她怎么来了? 程明然的心口就好像被一双大手给攥住了一般, 她在紧张。 云冲仪在看见纪灵舟的那一刻, 其实也有一瞬间的慌乱, 但是很快就调整了过来。 她扭着身子上前, 平切见过陛下, 身后的跟着一起行礼。 纪灵舟瞥了她一眼, 随后目光落在了低着头, 保持着行礼姿势的程明然说了一句, 都起来吧。 谢陛下, 云冲仪这声音都快溺死人了。 陛下, 您怎么突然过来了? 平切刚刚还想去见陛下呢? 淑妃姐姐仗着陛下仁慈, 这才刚出来便对平切口出恶言, 再怎么说平切也是陛下的后妃, 她怎么能这般态度呢? 云冲仪这恨不得马上贴到纪灵舟身上去了。 纪灵舟不动声色地避开, 语气不便喜怒地问了一句。 她说什么了? 平切刚刚也是好心关心一下淑妃姐姐身上的伤, 哪知道淑妃姐姐却嫌平切碍事, 挡了她的路。 云冲仪满脸委屈, 眼泪婆娑的样子还真的像是被欺负了一样, 纪灵舟看向陈明染。 是这样吗? 她问。 陈明染心中苦涩, 她已经定了罪, 自己有什么可说的呢? 她哪一次是愿意听自己解释的? 就算自己否认, 她又会相信吗? 算了, 她头也没抬的, 直接就跪了下去, 随便吧。 她想怎么罚便怎么罚吧, 总归自己再怎么抵抗, 也是没有用的。 纪灵舟看着她的动作谋色微闪, 心口划过一丝不可查的痛意, 然而这点感觉似乎已经被她给忽略了。 倒是云冲仪满脸得意, 今天她就要让陈明染看看, 陛下到底会站在谁的那边。 你跪下是什么意思? 这是承认了吗? 纪灵舟上前了两步问道, 臣妾做的都是错的, 请陛下责罚。 陈明染不想要辩解, 说得越多错得越多, 她从来只会去找更多的理由来惩戒自己, 因为她从来没有哪一次是愿意维护她的。 纪灵舟说不清楚自己现在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可是看着她现在的样子, 她心里突然觉得有些冒火。 刚刚她正准备回紫城宫, 结果就有工人来说她不好好养伤, 反倒一个人又往冷宫去了, 所以她才直接赶了过来, 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 结果一过来就看见这样的场面, 关键她还什么都不解释的, 就跪在地上求伐, 纪灵舟心底又怎么可能没有火气? 只是这份火气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就没人能说得清楚了。 罚? 怎么罚? 你挨得住板子吗? 还是觉得受得住什么刑罚? 不害怕是吧? 纪灵舟夹杂着良意的声音响起, 承敏染看着自己面前的黑金色龙袍, 她怎么会不害怕? 她最怕疼了, 可是冷宫的这几个月, 她已经痛得麻木了, 臣妾不会躲罚, 承敏染的语气甚至没有什么起伏, 听到这句话, 纪灵舟心里的火气蹭蹭地一直往上梦, 她倒是还是这么无所谓的样子。 陛下, 在您面前她都是这个态度, 她眼里还有您这个陛下吗? 云冲仪又开始在旁边煽风点火了, 纪灵舟眼里划过一抹不耐, 滚回去。 云冲仪被吓了一跳, 不过她只当陛下生气是因为承敏染, 所以即便被吓到了, 但也还是很兴奋。 陛下既然这么生气, 那承敏染一会儿只怕也不会好过的。 陛下息怒, 贫妾告退。 云冲仪没有非要留在这儿, 她猜陛下应该也是不想让别人看见她失态的一面。 在离开之前, 她还有些幸灾乐祸地看了陛敏染一眼, 她倒是要看看一会儿, 陛敏染还能这么傲慢不成。 等人都走了之后, 纪灵舟低着头看着一直跪在脚边的女人。 陛敏染又怎么可能不害怕呢? 她也知道纪灵舟的脾气, 只怕是今天这顿罚又逃不过了。 她微微地攥紧自己的手, 可是才刚刚一用力就很疼, 毕竟她手上还有那么多的伤在眼前的沉默, 让陛敏染的心跳越来越快, 面对未知的惩罚她总是会觉得忐忑。 起来, 就这么简单的两个字, 却吓得陈敏染心间发抖。 她有些无措, 纪灵舟已经没耐心了, 所以加重了声音。 朕说起来, 陈敏染身子一颤, 而后不敢犹豫, 所以慢慢起身, 但还是不敢说话。 朕最后问你一遍, 你要解释吗? 纪灵舟冷漠习惯了, 以前的她哪里会有这种耐心? 怕是刚刚一听完就直接让人罚她了。 可是解释, 她要怎么解释? 解释什么? 陈敏染, 朕没有时间陪你浪费。 朕在问你, 你要解释吗? 还是默认。 她质问, 陈敏染微微抬头看向纪灵舟, 她面容冷漠, 连多看两眼不能让人心生畏惧。 而纪灵舟在她抬头的那一刻, 又看见了她脸上的伤, 心里五味杂陈的情绪, 几乎要将她整个人都淹没了。 臣妾没有故意得罪云冲仪, 当当那些话都是云冲仪的说辞, 臣妾不认为自己有错。 陈敏染用最平淡的口吻说了出来, 纪灵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情绪, 只是很随意地问了陈敏染一句。 那刚刚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非要阵问你这么几次? 你才又来改口。 第十三章, 受杖刑。 刚刚为什么不说? 她看向纪灵舟。 臣妾要是刚刚直接告诉陛下, 陛下会听臣妾的话吗? 陛下可会相信臣妾, 可会有哪一次能站在臣妾身边? 陈敏染问道, 她那双毫无波澜的毛子让纪灵舟的心口有一丝的抽疼。 她承认, 如果是以前大概率是不会的。 哪怕她知道这件事情有隐情, 但是她自己不说, 那她也绝对不会多问一句。 毕竟是她自己不擅长解释, 而自己也不会站在她那边。 你是在跟朕赌气吗? 纪灵舟问, 声音相比于刚刚倒是要平静很多。 臣妾不敢, 陈敏染垂手, 不再去看纪灵舟。 纪灵舟宁眉。 陈敏染, 你怕是忘了自己的身份。 她说了一句, 然而这句话才刚刚说出口, 她就有些后悔了。 她想要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 陈敏染却没有觉得不对, 因为纪灵舟一直都是这样警告自己的, 所以她只能说一句。 臣妾之错, 你错的倒是挺多的, 就这会儿功夫说了多少了? 真的不怕被罚了是吗? 纪灵舟就是气。 气她这副奄奄的态度和不在意的语气, 气她动不动就是错了, 动不动就是甘愿受罚。 所以, 她突然存心地想要吓吓她。 既然你自己甘愿受罚, 那朕就满足你。 纪灵舟又说了一句, 她倒是想要看看成敏染到底会怎么做。 果然, 听到这句话的成敏染心肩一颤, 但是却没有其他的反应。 来人, 纪灵舟又喊了一声。 成敏染身子轻颤, 很快就有人拥了上来, 陛下。 纪灵舟的目光一直都锁定在成敏染身上。 传行仗, 她吼了一句, 这么严重。 李生暗自疑惑, 明明今天陛下看起来对淑妃娘娘有些转变的呀。 而且是有关现在的, 这怎么突然要动这么大的刑罚? 是你自己说愿意受罚的, 也是你自己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那这顿罚总不是要来冤枉你的。 纪灵舟的目光一直在她身上就没移开过。 成敏染轻轻地咽了咽口水, 可是她不敢求饶, 所以只能说一句, 臣妾有错。 又是这样, 她眸色微眯, 宫人已经将行仗拿了过来。 纪灵舟看了一眼, 她是不可能受得住的。 但是, 张二世纪灵舟冷漠开口, 下一刻就有人将成敏染按住, 然后压在了行凳上面。 成敏染没有资格抵抗, 她只能祈求着这一次的账法可以快一些。 她知道会很疼, 所以她唯一希望的也只有这次可以不要痛得那么久。 纪灵舟看着她因为害怕闭上的眼睛, 明明这么害怕, 那为什么还这么讲? 为什么就是不肯求饶呢? 张二世, 受得住吗? 纪灵舟又问了一句, 臣妾会忍着不惹陛下心烦。 她也不想因为痛苦叫出声, 于她而言, 那样或许也是想要维护仅有的那点自尊吧。 纪灵舟却不满意, 她还真的想要受罚不成,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她看向拿着行杖的工人给了七个眼神, 随后就说了一个, 大, 刺。 工人高高举起行杖, 猛地一下落下, 成敏染只觉得剧痛在自己身后炸开。 其实这一下比起平常的力道已经收敛了很多, 甚至可以说没什么力度。 刚刚纪灵舟已经安排好了人, 自然不会真的伤到她, 毕竟她也不是真的要罚她。 但是, 疼肯定还是会疼的, 加上成敏染或许是因为太紧张和害怕了, 所以只觉得背后一阵剧痛, 她向来怕疼。 纪灵舟可以看见她那副痛苦的表情, 会这么疼。 眼看着第二下就要落下来了, 成敏染紧紧闭上了眼睛, 然而这一次她先听到的是纪灵舟的声音。 够了, 纪灵舟清冷的声音响起来, 工人收起行杖退到一旁, 成敏染微微地睁开眼睛, 她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起来, 到底是害怕的。 纪灵舟上前, 随后在她面前蹲下, 疼吗? 疼, 她强忍着泪意, 可是她说不出来, 不敢说也不能说。 还是害怕的, 是吗? 纪灵舟问她, 成敏染费力看向纪灵舟, 不知怎么回答。 纪灵舟伸出手, 要去帮成敏染擦掉眼泪, 可是成敏染却下意识地闭上眼睛闪动。 纪灵舟动作微顿, 这是怕自己动手打她吗? 她没有说话, 看着成敏染眼角渗出来的眼泪, 她轻轻地抬手帮她擦拭了去, 明明害怕, 又为什么不愿意求柔? 为什么非要这么讲? 成敏染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强忍的哭腔也越来越明显, 这样的问题又要让她怎么回答? 纪灵舟起身, 下一刻她将成敏染直接抱了起来。 传一女, 她语气平淡地说了一句, 成敏染还没有反应过来, 纪灵舟就已经抱着她离开了这里。 她又想要做什么? 一直都在努力地来调整自己的呼吸, 浑身上下都能看出小心翼翼的模样, 连同呼吸都变得轻了起来, 似乎是害怕自己惊扰了她。 纪灵舟没有回紫辰宫, 而是去了成敏染原来没有被打入冷宫之前居住的连衣宫。 回去后, 她就把成敏染放在了床榻上趴好, 随后就动手要去解开她的衣服。 成敏染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身子也逐渐僵硬。 纪灵舟的动作很慢, 可是这对成敏染来说却无疑是一种折磨。 下一刻, 她只觉得身后一凉, 她要做什么? 成敏染开始紧张, 接着纪灵舟的手指就落在了她的后腰上, 酥酥麻麻的感觉让成敏染不敢再有任何的动作。 纪灵舟的目光落在她身后的位置, 就是刚刚挨了那一下的地方, 有些发红, 但是很浅, 没什么大碍。 确认好伤处没有什么问题后, 纪灵舟漫不经心地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她将衣裙重新放下。 太医来了吗? 纪灵舟问了一句, 花音刚落, 外面的衣女就赶了进来, 参见陛下, 免礼, 先过来看看淑妃身上的伤。 纪灵舟说了一句, 看起来是没事, 但还是需要先看看了, 才能让人放心。 第十四章, 回连衣宫了。 衣女不敢多看, 只得放轻脚步往前走去。 成敏染一声不吭地趴在床榻上, 其实她都不知道纪灵舟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不知道她想做什么。 大殿里安静了下来, 医女查看了成敏染的伤势, 后背上的那一下没什么严重的, 只是挨了一下, 有些轻微发红, 连药都可以不用涂。 陛下, 李胜进来了, 纪灵舟往旁边看了一眼, 李胜躬身, 下面的人来问, 淑妃娘娘冷宫里的物品可需要全部搬回来, 冷宫里还有什么东西可搬的? 纪灵舟下意识地就要拒绝, 但是, 可有什么重要的物品放在那边? 纪灵舟还是问了成敏染一句, 成敏染的脑子还是糊涂的, 陛下刚刚已经下旨, 让您搬回来了。 李胜好心解释, 说实话, 要不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也不信陛下会下这种命令。 回来, 成敏染不可置信, 可是还不等他多想, 纪灵舟就似乎开始不耐烦了, 带着催促地又问了一句, 郑问你那边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拿回来? 若是没有, 郑便让他们全部都扔掉了。 重要的东西, 他能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当初被打入冷宫的时候, 他一点预兆都没有得到, 不仅如此, 他入冷宫时, 全身上下只有一席泻衣想到这里, 他摇了摇头, 然后不再说话。 纪灵舟不知道他为什么看起来又不高兴了, 当然, 他也没有心思去管。 扔掉, 纪灵舟吐出两个字, 是李胜平住呼吸, 里面的气氛实在是有些太恐怖了。 医女在一旁也是瑟瑟发抖, 今天的陛下火气好像比平时还大来着。 如何了? 怕什么来什么? 纪灵舟看向医女问了一句, 医女垂手。 回禀陛下, 淑妃娘娘身后的伤无甚大碍, 不必过于忧虑。 不过, 娘娘手上和脸上的伤还需按时服药, 注意调养。 这伤今早太医就说过了, 于妃下手毫不留情, 这伤只怕是要花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退下吧。 纪灵舟说道, 医女行礼告退, 李胜则是又带了好几个工人过来。 陛下, 这是内务府送过来伺候淑妃娘娘的工人。 纪灵舟随意地瞟了一眼, 然后说了一句, 换了, 怕是都不知道送到哪里去了。 纪灵舟朝着陈敏染的位置走了过去, 感受着越来越近的距离, 陈敏染就趴在那儿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反应。 直到纪灵舟在她面前停下, 她看着出现在自己眼前的长靴, 心里的酸涩一点点地弥漫到整个胸腔。 嘴角的伤是怎么回事? 纪灵舟开始问了。 早上见到她的时候, 伤口是处理好了的, 但是刚刚她发现, 陈敏染脸上有新的伤, 这就是在冷宫门口云冲已打的那一巴掌。 云冲移动的手, 纪灵舟又问, 陈敏染点头。 纪灵舟不意外, 她看着陈敏染不说话, 陈敏染或许也是觉得尴尬, 所以想要起身。 在纪灵舟的目光下, 她挣扎着要站起来, 然而她才刚刚坐起来的时候, 纪灵舟也在她旁边坐下了。 就那么一瞬间, 陈敏染的身子都变得僵硬了起来, 不过她忘了自己的衣服刚刚就被解开了, 所以在坐起来的时候也不小心滑落。 她惊慌地要去捂住, 在纪灵舟的春色抬手落在了她的衣巾上, 陈敏染的呼吸有一瞬间的停滞, 毛手毛脚的, 你还有什么用? 纪灵舟嘴下不饶人, 不过还是给她将衣服给整理好了。 陈敏染不敢开口, 她知道自己现在有多狼狈,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自己在她面前狼狈的模样还少了吗? 几个月前成家入狱时, 她在雨地里跪了一整夜, 后来更是跪到了她的脚边苦苦哀求, 而她只会用最冰冷的语气拒绝她的一切祈求。 入冷宫的那一日, 纪灵舟下令让她退去工庄, 所以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将自己的衣物脱去, 最后截然一身地被打入冷宫于飞孩子没了那一天, 她成了众矢之地, 所有人都说是她做的。 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近的宫女在自己面前被活活打死, 她的眼泪被纪灵舟说成最无用的东西。 后来, 于飞发疯地对她动手, 还扯烂了她的衣物, 结果纪灵舟不但没有让人阻止, 还直接让侍卫将衣衫不整地她拉走, 并当着那么多后妃地面对她动用痴行。 她还有什么尊严, 还有什么脸面, 那些在她面前早就被磨灭了吧, 只有她自己还想要守着自己仅有的一点点羞耻心。 这两日好好待在连衣宫, 无事不要随意出去, 先养伤。 既灵舟语气不变, 她似乎总是这样的, 就好像一座冰山, 说的话是冷的, 做的事也是冷的, 整个人都是冷的。 不管别人怎么做, 不管对方是谁, 她最后都能把人动得遍体鳞伤, 而别人不管怎么做也都五不化这座冰山。 虽然出了冷宫, 但是她刚刚的意思应该是禁足了吧, 承明染并不觉得失落, 相反, 纪灵舟奈把她从冷宫放出来, 才是超乎她意料的一件事情。 其实从进冷宫的那一刻, 她就没想过自己还有机会出来。 纪灵舟是下定决心的想要除掉承家, 所以就不可能再给她任何机会。 但是现在她这又是什么意思? 她到底想要做什么? 为什么她总觉得今日的纪灵舟这么的不像她了? 嗯, 其实这一次倒是承明染误会了, 纪灵舟只是觉得承明染现在不适合出门, 但是没有要禁足的意思。 第十五章, 高热, 承明染重新回到连衣宫的事情, 很快就在后宫传开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 大家都怀疑自己是听错了。 陛下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突然将承明染接回来了? 不仅如此, 今日朝堂上发生的事情, 他们也有人都听说了, 陛下居然没有借此处置成家。 还有贤妃, 就因为对承明染动刑, 所以不仅禁足账泽, 还直接贬了位分。 另外, 刚刚他们还听说了, 那云冲仪似乎也是因为今天得罪了承明染, 所以陛下下旨掌嘴二十。 要知道, 近几日这云冲仪也算是得宠, 关键是, 人家的父亲是怀化大将军, 是陛下选中要来和承家对抗的存在, 那现在这番行为又是何意? 皇后娘娘, 当初淑妃被打入冷宫是因为谋害皇嗣, 如今陛下就这样将人放出来, 怕是有些不合适吧? 先开口的是得妃。 是啊, 陛下这么做, 那这后宫以后岂不是要乱了套了? 陈修荣也开始接话了, 皇后池月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一身端正, 她的眼神庄重而威严, 落在下面这些人身上时透露出无尽的智慧和决断力。 华丽的功夫在灯光下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与她头上佩戴的珍珠和钻石交香灰映, 散发出令人目眩神秘的光彩她的面容沉浸如水, 仿佛一切纷扰都无法打破她内心的平静。 听着下面的吵闹声, 她始终都没有打断。 皇后娘娘外面有宫女进来了。 何事? 皇后的声音响了起来, 所有人也一同往门口看了过去。 陛下刚刚派人来说, 让娘娘准备一下太后的回宫事宜。 宫女低着头回禀, 场下一片寂静, 就连皇后都有些意外。 太后回宫事宜。 四个月之前, 太后受承家牵连, 所以去了宫外的行宫。 太后娘娘要回来了。 陛下说的, 德妃问了一句, 这奴婢也不知, 不过陛下身边来传话的宫人确实是这样说的。 宫女回答, 之前太后离宫的时候, 陛下说过, 太后非重要节期, 死去不得随意回宫。 虽然是这样说, 但大家都知道, 陛下根本就没打算让太后再次回宫才对。 太后娘娘什么时候回宫? 皇后问道, 太后娘娘还未曾启程, 最快怕事也还得要一个月左右。 宫女回答, 一个月? 陛下到底想要做什么? 不仅把成敏染放出来了, 现在还要让太后娘娘回宫。 行, 本宫知道了, 退下吧。 皇后说了一句, 宫女行李退下, 不过宫里虽然走了, 但是后妃们可安静不下来了。 皇后娘娘, 陛下这是什么意思? 太后娘娘这才出宫多久, 宫中最近也无大事吧? 是啊, 皇后娘娘, 太后娘娘怎么突然就要回来了? 皇后也有些无奈。 好了, 陛下自有陛下的用意, 你们就少说些吧。 太后娘娘回来是好事, 本来就是一家人, 德妃翻了个白眼, 皇后娘娘这话是说得不错, 不过陛下和太后娘娘之间, 谁不知道? 德妃慎言皇后皱眉, 德妃不服气, 行, 都是臣妾失言,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 是后宫之典范, 自然不是臣妾等人能够随意智慧的。 臣妾今日身体不适, 就先回宫了。 与爸, 德妃直接就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凤七宫。 她是周太夫家的嫡女, 是陛下的老师, 家世显赫, 性子直率, 在后宫为所欲为, 连皇后都敢不放在眼里。 德妃姐姐还真是一如既往, 怎么敢连皇后娘娘都不放在眼里了? 德妃娘娘的父亲是陛下的恩师, 陛下都纵容着德妃娘娘, 我们又能说些什么? 要我说, 还是皇后娘娘这性子太好了, 德妃娘娘这般, 皇后娘娘也能忍得下去吗? 皇后娘娘心胸宽广, 醉事仁厚, 不愧是陛下选定的皇后。 迟月听着下面这些人的话, 也看不出喜怒, 她是户部尚书之女, 没有入宫之前, 就是京城里大家闺秀的典范。 后来更是在选妃时, 被纪灵州选中并且给了正妻的位置, 刚入宫就册封为了皇后成为皇后这么多年里, 她客气负礼, 为人大度, 也算是把这个皇后做得淋漓尽致了。 德妃性子直率, 陛下想来也是喜欢她的性子, 总归又不是什么大错, 没什么可计较的。 皇后轻轻笑着, 好了, 今日时间也不早了, 各位妹妹们也早些回宫去吧。 皇后这是在下竹课令, 大家都是有眼色的人, 自然不会一直赖在这里, 所以纷纷起身, 妾身告退。 等大殿里面的人都离开了后, 池月也由着身边的心腹宫女清禾扶着回了内殿, 一会儿让人准备一碗参汤, 本宫要去见陛下。 皇后说了一句, 是, 清禾应下, 同时也说了一句, 皇后娘娘可是为了今日各位娘娘说的事。 池月轻轻点头, 本宫是皇后, 该说的总归是要说的, 不管怎样, 陛下这次将淑妃放出来总还是要有个由头, 要不然后宫的这些人怕是要闹上好一阵了。 清禾点了点头, 娘娘说的是, 可娘娘也切莫与陛下太较真了, 以免惹得陛下不快。 皇后叹了口气, 旁人不知你, 难道还不知道吗? 陛下带本宫又能有几分夫妻勤奋, 不过是面上功夫罢了, 本宫是皇后, 其他的又能奢求什么些呢? 是奴婢失言了? 清禾低头, 皇后无奈, 随后不知道想起什么, 又多说了一句, 淑妃那边可安排好了, 宫人送去了吗? 内务府将人送去了, 不过陛下说让之前连一宫伺候的那些人回去。 清禾说道, 陛下既然有安排了那便如陛下所说就是, 你们也多看顾点, 切莫让人钻了空子。 皇后说道, 是, 奴婢们省得, 娘娘放心吧。 清禾说, 皇后点了点头, 此后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文中主要未分备注, 中宫皇后, 皇贵妃, 四妃, 贵淑德贤, 普通妃位, 昭仪, 昭苑, 昭容, 修仪, 修缘, 修荣, 冲仪, 冲缘, 冲荣, 贵平, 平, 节鱼, 淑仪, 淑荣, 淑华, 小仪, 美人, 财人, 宝灵, 财女。 以上未分仅供参考, 请勿深究。 第十六章, 发高热。 临静目色, 皇后带着参汤去了勤政殿, 纪灵舟听到后也直接就让人进来了。 陛下, 皇后恭顺一礼, 什么事? 纪灵舟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 臣妾是来给陛下送参汤的, 您都已经也忙了一天了, 陛下的身体乃国之根本, 还是需要以龙体为重。 皇后转身将宫人手里面的汤接了过来, 纪灵舟没说什么, 她端着汤走到了纪灵舟身侧放下, 陛下趁热尝尝吧? 皇后笑得满脸温柔, 有事直说, 纪灵舟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皇后无奈, 她放下东西后, 就在她在身侧战后陛下恕罪, 今天臣妾也是替后宫其他的姐妹来问问陛下。 当初淑妃是因为谋害于妃龙四一事, 才被陛下下旨移居冷宫。 而今, 陛下将淑妃娘接了出来, 只怕是需要给于妃一个解释吧。 当时的事情本来就有诸多疑点, 朕已经让人重新查过了, 此事与淑妃无甚干系。 纪灵舟这说得云淡风轻的, 好像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一般。 皇后, 陛下, 皇后后面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来, 纪灵舟就直接打断了。 当时的事情不用再提了, 谁有疑问直接来找朕便是。 皇后, 是, 陛下都说得这么清楚了, 她还能怎么说? 那太后娘娘那边, 皇后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朕已经让人去接了, 其他的你, 安排就行。 纪灵舟语气冷漠, 皇后心里苦涩, 不过太后要回宫, 竟然是陛下主动让人去接的吗? 皇后心里疑惑, 却又不好多问, 只能硬下, 从秦政殿离开后, 她又恢复了平日里端庄从容的模样。 至于纪灵舟吗? 陛下, 之前留在连衣宫的人来了, 说是刚刚又请了太医。 李圣也是随时注意着那边的动静, 就怕出什么事, 等陛下问起后自己都不知道。 请太医? 纪灵舟宁眉? 怎么又请太医了? 刚刚有谁去过连衣宫了? 没有人去过, 说是淑妃娘娘突然发起了高热, 整个人昏迷不醒, 伺候的宫人被吓得不轻, 赶紧就去请了太医。 李圣解释, 纪灵舟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李圣知道这是准备往连衣宫去了, 所以马上就让人安排龙年。 陈明染确实是发起了高热, 整个人已经神志不清了, 宫女和太医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纪灵舟来了后, 看见的就是小脸被烧得驼红的小女人。 怎么回事? 白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开始发热了? 纪灵舟的语气绝对算不上好。 太医也是一脸为难, 听到纪灵舟问起就赶紧回答。 回禀陛下, 淑妃娘娘这是外伤入体, 气血淤阻, 热邪内生故才会突然开始发热。 陈明染突然生病也是因为外伤导致体内的气血运行受阻, 邪热内生从而引起发烧, 这是没办法的事。 严重吗? 纪灵舟询问了一句, 她看眼前这状况好像不是特别理想的样子。 刚刚的汤药喂不进去, 淑妃娘娘这热若是退下去了就并无什么大碍, 可若是退不下去情况只怕是不好。 太医为了给陈明染降热已经用过无数种办法了, 但始终高热不退, 他们心里也打着秃呢。 纪灵舟了解了情况, 看着那边烧得可怜的陈明染, 她上前了两步, 最后在她的床榻上坐了下来。 她看着一脸虚弱的陈明染躺在床上, 身上只被一层层柔软的棉被覆盖着。 她的唇色苍白如雪, 双眸禁闭, 就好像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一般, 额头上的细寒不断渗出, 伴随着轻微的呻吟声, 让人不禁心生怜悯。 窗外, 微风轻轻吹动着窗帘, 带来一丝丝凉意。 阳光透过薄薄的沙帘, 洒在女子的脸上映照出一抹淡淡的红玉。 纪灵舟轻轻地伸手落在了她的额头上面, 陈明染的呼吸微弱而急促, 每一次起伏都牵动着周围人的心弦。 不多时, 宫女手中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汤走了过来, 正当她准备给承明染喂药的时候, 纪灵舟伸手接过了药碗。 她这样多久了? 纪灵舟一边问, 一边用嘴唇轻轻触碰碗边, 感受着汤药的寒热, 似乎是担心过热或过冷而刺激到她。 陛下今日才刚离开没一会儿, 淑妃娘娘就说想要一个人休息一会儿, 就让奴婢们都退下了。 晚膳时间等奴婢们再进去准备伺候娘娘, 用膳的时候就发现娘娘发起了高热, 这前前后后怕是有将近两个时辰了。 宫女回答道, 这么久了? 纪灵舟神色不快, 整个房间弥漫着一种沉重而忧郁的气氛。 看着她这虚弱的身躯, 纪灵舟心口蔓上一丝抽疼, 但又好像可以忽略不计。 正在专注于喂药的她, 也没有发现自己的这一丝异常。 她端着手中端着一碗精心熬制的药汤, 热气腾腾却散发着苦涩浓郁的药味, 慢慢地凑进成敏染的唇边, 轻起汤匙, 一滴滴药汤滑落。 然而, 那药汤似乎并不如她所愿的能轻易被喂进去, 任凭纪灵舟如何尝试都始终无法进入她的口中。 纪灵舟的眼神中流露出无奈, 连同周围的宫女们都开始放轻呼吸, 她们甚至有些怀疑自己看错了, 原来陛下也会亲自给别人喂药吗? 陛下, 要不还是让奴婢们来吧? 宫女上前, 把人扶起来。 纪灵舟皱眉, 宫女忙上前将成敏染从床上扶了起来。 纪灵舟抬手直接把人揽进自己的怀里, 宫女见此又重新退到一边, 手里顺便接过了纪灵舟地过来的药碗。 她将怀里面的女人调整在了一个舒服的位置后, 又要重新帮她喂药。 可是为了一勺, 还是没喂进去, 反倒是弄了一身。 纪灵舟神色不悦, 后来她的手从成敏染的后颈位置绕过扶着她的下额, 另一只手又去喂药, 随后轻轻帮她顺着气, 这样才勉强地喂进去了一些。 这有了第一口, 后面就轻松多了, 现在至少能喝进去药了, 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第十七章, 说梦话, 等好不容易把一碗药全部喂下去, 纪灵舟都觉得挺累了。 她以前没想到, 原来喂药也是个体力活啊。 这里不用喂这么多人, 都退下吧。 纪灵舟看着满屋子的人有些不耐烦。 是, 李胜听到这话, 赶紧招呼着这些人退下。 纪灵舟则是又重新将怀里的人放下, 不知道是不是要太苦的原因, 成敏染从喝药开始, 小脸就皱皱巴巴地打盆温水, 再拿一根干净的帕子过来。 纪灵舟也搞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会来管这些闲事, 但是她就是想要亲自动手。 等工人将东西拿过来后, 她更是亲力亲为地帮成敏染擦汗擦脸。 李胜嘟在旁边看得胆战心惊的, 陛下周末不是中了邪吧? 有生之年居然还能看见陛下这么照顾别人, 还是一个不受宠的后妃? 陛下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不要, 成敏染的声音微微颤抖, 她脸色苍白如雪, 趁得脸上的伤更加触目惊心。 眉宇间萦绕着金句之色将她拉入一场噩梦中, 她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 在静密的夜晚中异常清晰。 那汗珠顺着脸颊滑落, 如同晶莹的珍珠串落在枕头上润湿了一片。 成敏染的双唇微张, 口中念念有词, 一直都喊着。 不要, 她的身体在薄背下扭曲, 似乎在和梦中的无形爪牙抗争着。 虽然说她的声音很是微弱, 但又仿佛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和痛苦, 如同在黑暗中有什么无形的魔肘, 紧紧地抓住她, 让她无法自拔。 不要, 她的手开始不安分了起来, 就像是想要抓住些什么, 最后在慌乱中不小心扯住了纪灵舟的衣袖。 她的每一次呼吸都带着一种急促, 像是有人在追赶, 又或者正在面临什么恐怖的事情一般。 不管白日里的她有多么的冷静自持, 此刻她内心的恐惧和痛苦依旧被一点点撕扯开来, 完全挣脱不掉。 纪灵舟不知道她到底梦见了什么, 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但她还是伸手要去握住她的手, 可是当她的目光落在成敏染那血肉模糊的手上时, 眉宇间也凝结了一抹化不开的玉瑟。 不要,不要, 成敏染的声音已经染上了哭腔, 碎掉的声音在她的喉咙一点点被挤出来, 眼泪顺着眼角滑落出来, 最后藏匿进了发肩。 纪灵舟的呼吸好像有一瞬间的凝滞, 最后轻轻地抓住她的手腕试图安抚她。 疼,疼, 成敏染的声音越来越明显, 眼泪也流得越来越肆意。 疼, 哪里疼了? 纪灵舟看向她一直紧紧握着自己衣服的那双手, 是不是因为碰到伤口了? 可是即便如此, 她也不好用力地扯开, 就怕会加重她的伤势。 别, 不要, 好疼, 成敏染挣扎的幅度越来越大, 纪灵舟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情况, 一时间也手足无措的。 不过她看起来这么难受的样子, 要是不安抚可能会越来越糟糕。 所以她主动地凑过去, 然后将人重新给抱了起来。 成敏染靠在她的身上, 最后滑进她的怀里, 李盛在旁边看见这个动作本来就已经够震惊了, 现在听到好了, 别怕这四个字的时候更是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这是陛下说的话, 所以陛下现在是在哄人吗? 别, 别, 成敏染一直摇着头, 她到底梦到了什么? 又是什么事情会让她如此恐惧? 纪灵舟一只手绕过她的后背, 揽住她的胳膊, 另一只手握着她身前的手腕反复骂撒。 疼就先把手松开, 不要一直抓着。 纪灵舟放轻声音, 她手上本来就有伤在, 这一用力要是又加重了怎么办?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安抚生出了作用, 成敏染也正在一点点平静。 她的手慢慢地失去力气, 纪灵舟也就趁此把她的手从自己的衣袖上拿开。 不要, 眼泪滴落下来, 人却没有清醒。 纪灵舟用指腹帮她把眼泪擦干, 守着成敏染平复情绪。 渐渐地, 怀里面的小女人还真的开始安静了。 纪灵舟在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情况下松了口气, 可是还不等她完全放松, 她就听见成敏染声音微弱地喊了一声, 陛下, 纪灵舟的心口就好像被人挠了一下, 就连身子都变得有些僵硬。 她垂手看向怀里面的小女人, 接着她又听见她开口了, 她说, 成家无罪。 一瞬间, 大殿的气氛好像都变得严肃起来, 李圣也屏息宁气, 不敢吱声, 同时也在心里暗自惋惜。 成家是陛下的禁忌啊。 淑妃娘娘, 您怎么还提呢? 这下子, 陛下怕是又要生气咯。 哎, 她摇了摇头, 可惜了。 但, 嗯, 陛下为什么没有反应? 李圣又看了纪灵舟一眼, 陛下, 好像没有生气啊。 陛下, 成敏染的声音越来越小, 看起来应该是平复了。 就在李圣以为自家陛下 马上就要生气地把人推开时, 他居然看见了自家陛下 好像颇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他听见了一句更离谱的话, 成家的事正会重新让人查。 虽然不知道成敏染能不能听见, 但他还是说了这样一句话, 李圣在旁边简直看傻了眼, 重新让人查, 这到底是想要还人家清白, 还是想直接猛地一下子 把成家摁死。 成敏染不再挣扎, 整个人娇小虚弱地 被捐在纪灵舟怀里, 有那么一瞬间, 纪灵舟的思绪 好像又被拉回了前世。 前世成敏染挡下那一件之后, 自己好像就是这样搂着他的。 其实印象里, 他根本没怎么碰过成敏染, 更别说暴着了。 重生之后, 就这一天里他 抱得都要比前世抱得多。 他还记得成敏染 在临死前说过一句话, 他说, 如今臣妾才知道, 原来被陛下抱在怀里 是这样的感觉。 陛下的怀里 原来也是暖和的, 可是陛下为什么那么厌恶臣妾? 厌恶吗? 就连纪灵舟的心底都分不清, 自己是真的厌恶他吗? 第十八章, 醒来。 成敏染这次的病情 也是来势汹汹, 虽然好不容易 才把药喝了下去, 但成孝甚微夜里 更是反反复复地 越来越难看。 陛下, 您已经守了半宿了, 奴才先伺候您休息吧。 这里还有工人和太医在呢, 龙体为重。 李盛看着 一直守在淑妃身边的陛下 也觉得出奇, 陛下居然会亲自守着一个后妃。 纪灵舟听了也问了时间, 现在什么时辰了? 回陛下, 已经迎出了。 凌晨三点, 李盛回答, 纪灵舟已经在这里 守了将近两个半个时辰了。 听到这话, 纪灵舟又抬手 在承敏染的额头上摸了摸, 还是没有退热, 她脸色微沉。 太医不是说 能退了吗? 怎么还是这么疼? 听见纪灵舟动怒的声音, 李盛赶紧地跪了下来, 陛下息怒, 太医数的这些人 都是废物吗? 这么久了, 除了灌药 就想不出半点办法是吗? 纪灵舟确实是被气得不轻, 工人们全部都跪在地上, 半点声响也不敢有。 他们也想不通, 这陛下这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这么在意淑妃娘娘? 嗨嗨, 承敏染那边的咳嗽 阿衡救了这些人的命, 听见那边的动静, 纪灵舟的注意力 被重新地拉了过去。 呜, 承敏染好像是在哭, 眼角周边一片湿润, 就是不知道 她是难受的 还是又做了噩梦。 纪灵舟的指腹 轻轻地帮她湿去眼泪, 可她看起来 还是难受的厉害。 呜, 她的嗓子 就好像被堵住了一样, 连哭泣声都断断续续的。 晶莹的泪珠 从眼角一出, 无声地滑落, 在烛光下 闪烁着凄美的光滑。 承敏染的喉咙里 发出轻微的哽咽, 仿佛在诉说着 一个无人知晓的心酸, 周围的世界 很安静飘渺, 只剩下她 独自沉浸在悲伤的梦境。 她的呼吸变得断断续续, 仿佛在跟梦魇搏斗, 每一次的吸气 都带着无尽的苦涩。 梦中的她 像一朵凋零的花朵, 无助地 承受着风雨的侵袭, 一会儿让人去将 那西域进贡来的 安神香拿过来点上。 纪灵舟开口说了一句, 她的睡眠也不是很好, 这么多年 试了各种助眠的东西, 最后还是西域进贡来的 那安神香是最有效的。 是, 李圣已经逐渐 适应了反常的陛下, 马上这人去取了来。 这香最是能安抚人心, 希望有用吧, 要不然还不知道 陛下会发多大脾气呢? 不过陈明然 也确实睡得不踏实, 除了发热难受外, 还做了噩梦。 冷宫的这四个月里, 她受尽苦楚, 以前没有经历过的 都经历变了。 虽然还有个淑妃的名头, 但是到底是被打入冷宫的罪妃? 她的梦里 都是自己 在冷宫所遭遇的一切, 还记得第一天住进冷宫时, 她光着脚, 穿着单衣, 脚底都被磨破了, 那些侍卫 将她从冷宫的门口推了进来, 便自顾自地离开了冷宫凄苦, 怕是连院子里面的杂草 都有二掌身了。 她撑着身子到了屋内, 四处都截着蜘蛛网, 连纸壶的窗户也摇摇欲坠。 夜里的风吹得呼呼作响, 很冷, 她睡不着, 又惊又惧。 后来她听见了有一响, 嘻嘻嘻嘻地让人害怕, 她大概能猜到是什么, 可是不愿意多想, 本想着忍一忍就好了。 可是, 那只有两个拳头大的老鼠 爬到了她的脚边, 她一个人蹲在墙角瑟瑟发抖, 六月酷暑也五不热心底的凄凉, 老鼠为伴, 彻夜未眠。 成敏染在这样的回忆里, 越陷越深, 整个人就好像陷入了沼泽之地。 店内的神香慢慢地弥漫开了, 她的呼吸逐渐平稳, 却又一点点地散开。 纪灵舟看着慢慢安稳下来的小女人, 心口微松。 时间已经很晚了, 她并未彻夜守着, 见她情况好转, 就让工人伺候着, 她则是回了紫辰宫。 但她在连衣宫待了这么久的消息, 还是传遍六宫, 成敏染昏迷不醒的消息, 他们不是不知道, 但是陛下居然还能在那里待到深夜。 莫不是还亲自守着。 次日清晨, 因着昨晚陛下在连衣宫待了那么久的事情, 主委飞平在给皇后请安时, 又是好一通攀扯, 弄得皇后头疼, 只得早早地叫人散了。 连衣宫那位可醒了, 德飞被宫女搀扶着从凤七宫出来, 就问了一句, 还没有听见消息传来, 怕是还没能醒过来。 宫女回答, 陛下可还在早朝。 德飞又问, 是, 陛下还未下朝呢? 宫女说道, 既然如此, 那想来淑妃身边也没个看过的, 那本宫便发发善心, 去看看吧。 德飞满脸傲气, 她倒是想看看, 这淑妃到底是用了什么狐媚子手段? 让陛下把她从冷宫接出来不说, 还直接亲自守着昏迷不醒的她待到深夜。 是, 宫女知道自家主子心里有气, 自然是不敢拦着的。 德飞带着人去往连衣宫的事情, 很快就传到皇后的耳朵里, 她听着只觉得厌倦。 陛下什么时候下早朝? 算算时间, 该是还有小半个时辰吧。 清禾说了一句, 皇后无奈, 德飞去了连衣宫, 只怕是要闹出些事来。 你派人去告诉陛下一声, 德飞那脾气, 本宫也不一定说得了几句。 另外, 派人去连衣宫看看, 多劝这些, 淑妃还在病中, 让德飞别太过分了。 皇后说道, 是, 清禾也替自家娘娘心累, 这都摊上些什么事啊。 德飞到连衣宫的时候, 外面都没两个人。 她瞧了一眼, 冷笑了一声, 心想着, 看来陛下也不是很在意吗? 连宫人都没有安排。 想到这里, 她底气更足了两分, 直接就去了内殿。 里面伺候的人, 在看见德飞的那一刻, 也很意外, 但是也不敢轻慢了, 所以纷纷跪下间里奴婢见过德飞娘娘。 第十九章, 害怕。 德飞很随意地扫视了一眼, 然后一句话也不说的, 就往内室去了。 娘娘没叫你们起来, 就好好跪着。 临走前, 德飞身边的宫女, 还对着地上跪着的宫人说了一句。 宫人面面相去, 但不敢抵抗啊。 德飞直奔内室, 可是才刚刚进去, 就闻见了一股子浓郁的药味。 她有些嫌弃地, 用帕子捂住了鼻子, 这味道也太冲了些。 牧婢见过德飞娘娘宫女手里面, 还端着药碗。 德飞没有理会, 而是看向了床榻上躺着的女人。 还真是可怜, 不过这些不都是她自找的吗? 她走到端着药碗的那个宫女面前, 宫女低着头不敢吭声。 本宫听说淑飞身体不适, 特地过来瞧瞧, 太医可有说过什么时候能醒。 德飞伸手拿起药碗里面的勺子, 轻轻搅动着。 宫女听到这问题, 也如实地答了一句。 回德飞娘娘的话, 太医说应该快醒了, 娘娘不用担心。 担心? 哼, 担心她会醒才对吧。 本宫听说昨天夜里, 陛下一直都在这里守着。 德飞开口问了一句, 宫女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由于再三只能选择说了实话。 陛下昨夜听闻淑飞娘娘身体不适, 所以过来瞧了一眼。 期间因为淑飞娘娘一直高热不退, 又喝不进去药, 所以陛下就留下来了。 要不是陛下为娘娘喝药, 奴婢们就更没办法了。 后来也是过了饮食, 因着太晚了, 陛下才离开。 宫女越说, 德飞的脸色越难看, 陛下还亲自给这个狐狸精喂药了。 可, 身后传来承明染的咳嗽声, 另一次的宫女听见声响后马上凑了过去。 娘娘, 承明染高热昏迷这么久, 现在终于是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刚刚醒过来的她, 只觉得头脑昏沉沉地, 仿佛被厚厚的云层包裹着, 连同视线也有些模糊。 她浑身上下软绵绵地, 没有一丝力气, 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精力。 承明染看向四周, 但只能看到周围环境模糊的轮廓。 娘娘, 您醒了? 目必这就去叫太医。 宫女着急忙慌地就要往外走, 结果被德飞带来的宫女拦下。 德飞娘娘还没发话呢, 你们瞎操心个什么劲儿? 眼里还有德飞娘娘吗? 德飞也纵容着身旁的宫人没有制止, 听到承明染醒了, 她转身看了过去。 承明染也终于看清了周遭的一切, 包括现在正站在自己面前的德飞。 她微微动了动嘴唇, 却发现嗓子干哑的几乎发不出声音。 承明染轻轻地摇了摇头, 试图清醒一些, 却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哟, 淑妃这是终于醒了呀。 德飞上下打量着她, 也没什么特别吗? 除了脸上的红肿, 连身形都消瘦得厉害。 所以, 陛下到底是怎么被她迷惑的承明染嗓子疼, 发不出声。 德飞冷眼瞧着, 见她不说话, 心里也开始不满。 淑妃这是在无视本宫吗? 你过来做什么? 承明染忍着嗓子的不是, 挤出了几个字。 宫女有眼色地就要去搀扶, 但是因为德飞的一个眼神, 她身边的人直接将那宫女给拉开了。 德飞娘娘, 宫女喊了一声, 但是德飞身边的宫女直接反手就给了那宫女一巴掌。 德飞娘娘, 也是你叫的。 德飞对此置若罔闻, 她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淑妃面前。 来啊, 扶我们这位弱不禁风的淑妃起来吧。 听到这话, 德飞身侧的宫女才去将人拉起来, 不过这动作实在是有些粗鲁了。 承明染本来就头晕, 现在更是觉得恍惚。 本宫就想不明白了, 你到底是有什么本事? 居然能引得陛下将你从冷宫接出来, 还能让他一不解代地照顾你半宿。 德飞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里带着满满的不甘。 承明染却听得稀里糊涂的, 他在说什么呢? 承明染, 你说你好好的待在冷宫不好吗? 你直接死在冷宫不是最后的结果吗? 为什么非得出来碍眼呢? 德飞眼里都是浓烈的恨意。 他看起来, 对承明染的厌恶似乎不仅仅只是陛下将他接出冷宫的嫉妒心。 其实就连承明染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得罪了他。 自他入宫起, 这德飞就喜欢三天两头地找他麻烦。 如果说是因为嫉妒也不太可能啊。 因为后宫所有人都知道陛下不喜欢他, 所以德飞不可能是因此才对他产生那么大的敌意吧。 但除了这个原因, 其他还能有什么? 出去承明染说话有气无力的, 他现在是真的没有精力跟德飞争。 德飞却是不肯罢休的, 他看向旁边的那碗药, 接着竟然是直接端起来就砸向承明染。 娘娘, 连衣宫的宫女被吓了一跳, 那个药碗直接就砸在了承明染的额头上, 鼓鼓的血迹瞬间就流了下来。 承明染只觉得额尖一疼, 他抬手去摸了摸, 又是一抹鲜红, 身上也全部都被那碗汤药弄湿了, 只是他的眼里并未有什么波澜, 好似已经习以为常, 这点伤他已经不在乎了。 你来就是为了折腾我的。 承明染面无表情地看向德飞, 德飞被他这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刺激到, 你知道自己现在有多么狼狈吗? 承明染, 你为什么不死在冷宫? 早知道你还有这本事, 当初本宫就应该以绝后患, 将你摁死在冷宫, 永无翻身之日才对。 承明染并不在意他说了什么, 只是很随意地回了一句, 那还真是可惜了, 居然又让我找到机会了。 机会? 哼, 你不会有机会了。 今天本宫就算是弄死你, 陛下也不会将本宫如何, 你信吗来人? 得本宫将他拖下来。 德飞这是打算不顾一切了, 承明染倒是没有慌乱, 毕竟以他自己现在的身体情况也做不了什么, 不过, 他看向德飞, 既然人都已经来了, 那他倒是想要赌一把。 眼看着德飞的人已经上前将他拖拽下床, 承明染的心底闪过一抹坚定, 总归没有什么能比线下还要糟糕的了, 所以, 比起什么都不做, 他也想试探一次。 第二十章, 堵他的怜悯心。 承明染被工人粗鲁地拖拽到了地上, 德飞上前。 本宫出于好心, 前来关心书妃, 但书妃这是稍糊涂了, 神志不清, 冷宫呆久了人也疯了, 居然敢谋害本宫, 本宫出于自卫, 失手杀了你, 这个理由应该足够了吧? 德飞这是铁了心的, 要趁此要了承明染的命, 他父亲是陛下太夫, 而承明染不过是罪臣之女, 承家都要没了, 他又算了什么东西? 一条命而已, 他想要便要了。 动手, 德飞也不耽误时间, 听见吩咐, 便有工人要按着他往一旁的柱子上撞。 承明染浑身无力, 可是出于求生本能, 他也竭力挣扎。 倒不是怕死, 只是现在还不能。 自从昨日纪灵舟将他从冷宫接出来后, 加上他所观察到的一些变化, 他的心里又重新生起了一丝 可以救承家的西境。 哪怕很渺茫, 可是就算是一点子的火星又能怎样? 他本来就已经无可再说了, 最坏的结果还能坏过承家满门亲父吗? 刚刚从德飞的直言片语里面, 他似乎听到了昨日纪灵舟在这里待了半宿, 一直在连衣工守着他。 他虽然不知道纪灵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但是他既然做了这么多, 那就证明自己现在对他还有用处, 哪怕只是利用。 既然如此, 那他也想要拼一把, 试一次, 总归不会再有更糟糕的情况了。 或许他可以赌一次, 赌一赌纪灵舟对自己的怜悯之心, 又或者说是自己对他的价值所在。 德飞娘娘, 您不能这么做。 德飞娘娘, 连衣工的工人也没想到德飞居然敢这么明目张胆地 对淑妃娘娘动手。 程明染一直往后仰着身子, 可是他病中的那点力气, 又怎么可能比得过这几个工人? 他必须撑着, 至少要等到他来。 但是他好累, 脑子昏沉沉的, 他觉得自己快要没有力气了。 一张小脸都被憋得通红, 手腕处也因为工女过度用力勒出了红痕。 额头微微凸起的青筋带动着他浑身都紧绷了起来, 他的每一次的挣扎都使他的心跳加速, 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连身上的泻衣都变得松垮, 之后更是被工人给扯开了。 这对他何尝不是一种侮辱。 他不知道纪灵舟会不会来,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 若是他没有过来, 承明染闭上眼睛, 他只求着上天可以眷顾他这一次, 就一次。 动作快些。 德飞已经等不及了, 看着还在负于顽抗的承明染, 眼泪的怨毒越来越明显。 承明染已经脱离, 今天真的等不到了吗? 他难不成真的要以这样的方式, 永远地离开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不成? 那承家怎么办? 承家无罪, 爹爹也没有罪。 陛下驾倒。 就在承明染彻底坚持不住的时候, 外面的高呼声响了起来, 紧接着承明染就听见了那略显急促的脚步声, 他来了。 身后按着他的工人, 因为听见高呼声紧张地松开了承明染。 承明染脱离地摔在了地上, 纪灵舟刚一进来就看见满是狼狈, 衣衫不整的承明染瘫软在了冰冷的地上。 他瞳孔微缩, 心口闪过一抹明显的疼意。 你这是在干什么? 纪灵舟两步并坐一步, 德飞上前一步还没来急开口, 就挨了纪灵舟给他一巴掌。 啊, 这力度不小, 德飞身形不稳, 直接就被纪灵舟给扇倒在了地上。 他在承明染面前蹲下, 见他额头上都是血, 蟹衣也被扯烂了。 纪灵舟赶紧将人抱起来, 然后放到床榻上拉过被子给他裹上, 整个人也被他抱进了怀里。 没事了, 他在紧张。 承明染感受着他的怀抱, 刚刚他进来冲向自己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这一次的纪灵舟 终于朝着他而来了一次。 那么冷的人, 怀里原来是暖的吗? 只不过, 他看向地上被纪灵舟一巴掌扇倒的人, 这一次他算是赌对了吗? 纪灵舟虽然冷冰冰的, 做事也不尽人情, 但是亲自对后宫的这些后妃动手, 还是第一回。 陛下, 德飞看向纪灵舟, 眼里尽是不可置信。 纪灵舟冰冷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你好大的胆子。 德飞因为害怕, 所以咽了咽口水, 刘芬说的就来怪罪于臣妾, 未免有些太偏袒淑妃了吧。 你当真是傻子吗? 他这个样子怎么伤你? 你带这么多人来, 将连一宫的宫人都拦着, 还成了他冒犯你了。 正看你眼里是一点王法也没有了。 纪灵舟语气冰凉, 陛下明明不喜淑妃, 为何又突然要将谋害黄四的罪魁祸首 从冷宫接出来? 现在还如此袒护, 陛下难道不应该给后宫众人一个解释吗? 德飞的胆子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纪灵舟却一直都很凉薄冷静, 心里也不会因为他的话激起半分的波澜。 这个罪名是怎么落在他身上的? 你难道不清楚吗? 纪灵舟冷漠开口, 德飞听到这话, 眼里明显闪过一丝慌乱。 陛下这话, 臣妾怎么听不懂? 这种事情臣妾怎么会知道? 你莫不是还真以为, 正念着你父亲的情分不会动你了? 纪灵舟说得很直白, 德飞的父亲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成了他的太父, 所以自然是有几分勤奋在的。 为此, 这些年德飞在后宫才能这般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不仅连皇后都能无事, 还敢跟纪灵舟争。 臣妾不敢, 德飞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周深的气焰也终于吸了下去。 别人不知道, 但是他心底何尝不清楚, 其实在纪灵舟眼里, 父亲的勤奋根本算不得什么重要的。 脸上的这一巴掌就是最好的证明, 纪灵舟从来亲自对后飞动过手的人, 但今天却亲自扇了他一巴掌, 脸上火辣辣的疼, 这一下还不够明显吗? 德飞低下头, 为什么又是成敏染这个贱人? 第21章, 擦药。 正在僵持之际, 外面的宫女则是带着太医进来了, 不得不说就这么两天的功夫, 这连衣宫的门都快被他们踏破了, 滚出去跪着, 纪灵舟已经没有了耐心。 德飞虽然不甘心, 但也不敢真的违背纪灵舟的命令, 所以只好勉强撑着身子往外走。 先让太医看看额头上的伤。 纪灵舟平常说话的声音习惯性的冷漠, 所以现在说出来的话还是有点声音。 成敏染自被他抱进怀里后就一句话也没说过, 现在听着纪灵舟开口, 他似乎色缩了一下, 随后就要往他怀里躲。 就像是在害怕, 是因为刚刚被吓到了。 当然不是, 只是若什么都不表现出来, 那刚刚的伤不就白受了吗? 既然要堵他心里面的那点怜悯, 那自己就应该有个可怜样才是。 没事了, 不用怕, 额头还在流血, 先看看伤。 纪灵舟从来没有安慰过什么人, 更别提哄了。 成敏染不愿意, 他一直想要把自己蜷缩起来, 好像这样就能保护自己了一样。 微微颤抖的身子, 让他本就单薄的身子更加的弱不禁风了起来。 纪灵舟看着这样的成敏染, 心里就好像缺了一块什么东西。 他透着些无奈的叹了口气, 最后对着太医说了一句, 将药留下, 你们都退下吧。 是, 太医求之不得。 太医取了药, 纪灵舟又让人打了水, 但是不肯抬头, 纪灵舟一手放在他的腰间, 一手放在了他的脸上, 轻轻抬起, 不要躲着。 然而, 他才刚刚让成敏染的脸转过来, 就看见了他那双通红的眼睛, 纪灵舟心口一个咯噔, 哭了。 只见成敏染紧咬着下唇, 眼角泛红,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炫炫玉气, 却有强人委屈的样子。 现在的他, 就好像在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不想让泪水流下来, 但纪灵舟就是能从中感受, 他那满眼的悲伤和委屈。 这样的他, 突然刺痛了纪灵舟的心。 但也仅有片刻, 成敏染或许是不想让纪灵舟看见自己, 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 他偏过了头, 但是微微颤抖的肩膀, 依然将他此刻的柔弱暴露得一览无余。 朕知道你今天受了委屈, 但是不管发生了什么, 等会再说好吗? 你额头上的伤口, 现在需要好好地处理一下, 要不然就该严重了。 纪灵舟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 成敏染始终是不发一言, 但是他心底确定了一点, 那就是, 纪灵舟确实是戴他不一样了。 所以, 不论目的是什么, 他都必须抓紧这次机会。 先不要哭。 他给成敏染擦掉了结语上挂着的泪珠, 昨晚你突然高热, 一整晚都没退, 现在还头晕吗? 他摸了摸成敏染的额头, 还是有些烫, 但是比起昨天晚上要好上很多。 成敏染摇头? 真的不晕了。 纪灵舟又问了一句, 他的演技太拙劣了, 怎么会不晕的? 闻言, 成敏染沉默了下来, 这也相当于侧面承认了吧。 纪灵舟无奈, 看着旁边放着工人打来的热水, 他将怀里面的人松开, 接着就让成敏染靠在了床架上。 不仅如此, 纪灵舟还特意拿了一个枕头, 放在他的腰部后面, 这样靠着应该会舒服一些。 做完这些后, 他就把干净的帕子打湿后, 要给成敏染擦血子。 成敏染在他的手伸过来的时候, 还稍微地闭上眼睛躲了躲,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但是纪灵舟看着还是会正愣, 正帮你擦擦, 一会儿好上药。 纪灵舟意料之外地解释了一句, 成敏染这才做好, 但, 纪灵舟在给他擦拭伤口周边的血迹时, 他可以感受到他的害怕和紧张, 脸连呼吸都是举促的。 他竭力地想要忍住自己的气息, 就害怕自己惊扰到了他一般。 可成敏染是越是想要忍着, 纪灵舟的感受就越是明显, 最后还是他没忍住, 所以主动说了一句, 不用那么紧张, 朕又不会吃了你。 成敏染闭口不言, 疼吗? 或许是店内太安静了, 纪灵舟开始主动找话题。 成敏染轻轻摇头, 但可能是纪灵舟不小心碰到了他的伤处, 所以在刚刚才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他马上就撕了一声。 纪灵舟叹气, 不是摇头说不疼吗? 臣妾知错, 成敏染的声音小得可怜, 要不是距离这么近, 纪灵舟还真不一定能听见他说了什么。 知错, 知什么错? 哪里错了? 纪灵舟已经帮他擦得差不多了, 他收回了自己的手。 其实不过是随口一问而已, 纪灵舟将帕子放进了水盆里, 紧接着又去那刚刚太医留下的药膏。 每一处都错了, 成敏染回答, 纪灵舟将药膏打开。 那下一次就别错了, 站在一旁的李圣。 陛下, 您还能再敷衍一点吗? 有这么回答的吗? 不过, 在他上药的事情上正专心着呢。 会有点疼, 忍着些实在是疼得厉害就喊出来。 纪灵舟满脸认真, 至于刚刚成敏染说的话, 他只怕事都没听进去吧。 他这个样子确实是第一次见, 成敏染都有些恍惚。 他看着正在认真帮他上药的纪灵舟, 不知为什么, 他总觉得这四个月像是过了一辈子, 他们之间就好像隔了什么东西一般。 后面正会让人将书痕膏给你拿过来, 结疤后多涂两次就不会留疤的。 纪灵舟也知道, 脸上的伤疤对一个女人有多大的影响。 不过, 要是换做以前, 成敏染或许会真的很在意自己的脸, 但是现在, 他其实觉得没必要了, 不管自己这张脸上有没有伤, 纪灵舟也不见得就能多看他两眼。 在美色这方面, 纪灵舟就从来没有沉溺过。 成敏染在他身边待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看见过他因为一个女人的好颜色, 就能多给几分恩宠和联系的。 第二十二章, 亲自上药。 冰冰凉凉的药膏涂在伤口上还是会有些疼, 成敏染并没有刻意忍着, 直接就开始躲闪了起来。 思成敏染神色痛苦, 纪灵舟还没做过这种精细的活, 自己的动作太重了。 很痛, 他问了一句, 成敏染摇头, 随后整理好自己的表情, 一脸隐忍。 纪灵舟看着他的表情心底叹了口气, 不过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给他上药的动作又轻了很多。 忍忍, 很快的, 伤口不要沾水, 自己要多注意些。 纪灵舟一边帮他上药, 一边提醒。 说实话, 成敏染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纪灵舟, 他以前都是西字如今的, 更别提这种类似于关心的话。 就好像今天他过来的时候, 以前见惯了他离开的背影, 如今也是难得见到他为自己而来。 昨天夜里, 你高热不退, 现在都还有些发热, 待会儿还是需要让太医看一看。 纪灵舟犹豫再三, 还是不放心, 就怕还没退完热又烫起来。 成敏染没有接话, 随后珍珠湿的眼泪一下子就滚落了出来。 偏偏这颗眼泪不偏不倚的就落在了纪灵舟的手背上。 纪灵舟感受到这一滴温热后愣了一下, 他看向在自己面前隐忍流泪的小女人时, 又浮现起前世在他离开后自己无数次梦到的画面。 画面里面的他也如同现在一样, 总是垂着泪, 想哭却又不敢哭。 明明好好的, 怎么又哭了? 纪灵舟拳起自己的手指, 轻轻地将他的眼泪拾去。 成敏染慢慢抬头看向他, 一双眼睛被染得通红, 可怜得厉害。 纪灵舟突然觉得喉尖一紧, 以前不觉得, 但这一世带着那些不知名的情绪, 他发现自己好像对他有了一点的怜惜之情。 好了, 你脸上都是伤, 哭多了不好, 不哭了, 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纪灵舟放软了语气, 成敏染身上裹着的被子一个不小心没抓住, 所以, 他凌乱的衣裙又重新暴露在了纪灵舟的眼前。 他眼里闪过一抹低沉, 接着就开始伸手帮他整理衣物今天的事情, 正会给你的交代, 不要再乱想了。 陛下, 成敏染终于开口了, 纪灵舟看向他, 想要说什么? 陛下为什么会让臣妾离开冷宫? 成敏染眼里带着小心, 似乎藏着不安。 纪灵舟微微垂眸, 不是你做的, 自然不用你承担。 他说的是, 当时自己被人指证害了于非孩子的那件事情吗? 可是他明白, 一点不会只是这个原因的。 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了, 他好好的, 又怎么会重新去查探当时发生的事情? 另外, 当初他被指认时, 不管他怎么解释, 纪灵舟都不愿意听。 所以, 又怎么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即便不是又能如何? 他既然这样说了, 自己就得相信。 过段日子, 太后也会回来。 纪灵舟突然说了一句, 姑姑, 成敏染不可置信地看向他, 这件事情他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 陛下又为什么会让姑姑回来?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所以, 在他回来前先把自己的身子养好了, 还有这些伤? 你也不希望太后担心呢, 是吗? 纪灵舟也是知道他肯定会对此事感兴趣, 所以才会在这个时候提起太后要回宫的事情。 成敏染心里确实很意外, 同时也有些期待, 他之前还以为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姑姑了。 现在需要用膳吗? 纪灵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但成敏染还没来得及回答, 纪灵舟就直接替他做了主。 还是要用膳, 正会让御膳房的人准备膳食。 纪灵舟说了一句, 是, 成敏染自然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纪灵舟没有急着走, 因为他要在这里用膳的缘故, 御膳房也不敢含糊, 没多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把膳食送过来了。 成敏染被工人扶着过来, 看着这满桌的东西, 他没什么胃口。 纪灵舟走到主卫坐下后, 看了他一眼, 坐吧。 成敏染微微俯身, 而后在这几个位置上纠结了起来。 他往前走了两步, 最后选了一个离纪灵舟最远的位置。 他不喜欢人近身, 更是讨厌用膳食有人与他做得太近。 纪灵舟就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到了自己对面的位置, 要是以前他才不会理会成敏染坐在哪里。 但是现在, 坐那么远干什么? 他问了一句, 但才刚刚问完又后悔了, 想也不用想就知道原因才是。 算了, 随你。 纪灵舟自己接了话, 他懒得管。 理胜, 用善。 纪灵舟神色不耐, 是自己的错觉吗? 成敏染觉得他好像有些不高兴啊。 宫女上前不善, 但是因为手上有伤的原因, 他拿不稳之御主。 这边才刚刚上手, 就因为手指弯曲用力的时候扯到了伤, 所以没有拿稳。 成敏染还记得, 纪灵舟最是在乎这些礼节, 他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只怕是又要惹他不快。 然而, 还不等他主动请罪, 纪灵舟的声音就传了过来给他拿勺子。 成敏染正要请罪的话, 被卡在了嗓子眼, 没有生气吗? 那自己还需要说什么吗? 陛下, 恕罪的话还没说出来, 纪灵舟就一句话堵住了他。 时不言请不语, 闭嘴。 成敏染。 行, 那就不说了。 成敏染确定纪灵舟变了很多, 明明感觉他平和了不少, 但是为什么又觉得他比以前还要阴晴不定? 不对, 以前基本就没有情的时候。 第23章, 一起用膳。 席面上瞬间陷入了静谜之中, 只有偶尔传来的轻微银器碰撞声和宫女太监们轻柔的脚步声。 成敏染心不在焉, 加上他本来就没什么胃口, 还头晕反胃, 所以吃得并不多。 他抬头看了一眼纪灵舟, 不得不说, 纪灵舟举手投足间都是贵族般优雅而矜持。 他做的笔直, 动作轻柔而从容, 不急不缓, 在整个用膳的过程中都保持着皇室的威严与尊贵。 成敏染也是太后亲自教养出来的, 在礼仪方面自然是无可挑剔。 可是他自小就受尽荣宠与溺爱, 所以太后并不会太约束他的言行举止。 但纪灵舟不同, 因为他是皇家的人, 是未来要继承大统的人, 所以他的每一个动作几乎都是在各种礼教中刻出来的。 成敏染常常在想, 他这样应该会很累吧? 但是比起说累, 倒不如说他已经再这样习惯了。 吃好了, 纪灵舟看了一眼基本没怎么动的成敏染问了一句。 恩成敏染应了一声, 吃不下, 还是难受吗? 纪灵舟问, 臣妾只是有些头晕。 成敏染回答了一句, 那也要吃点东西, 一会儿好喝药。 纪灵舟说道, 他难得会来操心这些事情。 御膳房的人准备了燕窝, 淑妃娘娘可以用血。 李胜也提了一嘴, 接着就招呼工人把旁边的燕窝给端到了他的面前。 纪灵舟见他看起来有些为难的样子, 又多说了一句, 刚刚你没怎么吃, 就算是吃不下, 也要吃一些垫一垫。 成敏染看着面前的这一盅燕窝, 东西是好的, 可是他现在是真的吃不下。 但是在纪灵舟的目光下, 他还是抵住压力, 强迫着自己吃了一小半。 见他是真的吃得难受, 纪灵舟终究是没有强迫他。 好了, 实在吃不了, 就不用吃了。 再吃下去, 怕是都能直接吐了。 听到这话的成敏染也如萌大赦, 轻轻地放下了勺子。 结束用膳后, 宫女将成敏染的药端了过来, 黑漆漆的一碗, 隔老远就能闻到那浓厚的药味了。 成敏染从小到大就讨厌喝药, 而且尤为怕苦, 现在看着这碗药, 他那眉头皱得都能夹死一只蚊子了。 就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是一定要喝药的, 赶紧先, 一会儿凉了会影响药效, 到时候喝了也没用。 纪灵舟见他扭扭捏捏的样子, 就提醒了一句, 成敏染都不知道自己做了多大的心理建设, 才将那碗药端了起来。 可是那药味儿实在是太冲了, 他才刚刚想喝就忍不住想吐了。 纪灵舟眉头紧簇, 就这么困难。 不过刚刚成敏染的样子, 倒是让他想起了以前。 因为成敏染其实也算是在宫里长大的, 所以两人小时候接触的时间和机会也比较多。 他还记得成敏染小时候生病了, 可能也就五六岁吧。 然后太后就将人抱在怀里, 哄着喝药。 因为他怕苦, 不愿意喝, 所以太后和宫人就想了各种办法。 甚至不惜用糖水来饮诱, 成敏染被骗着喝完药后, 那小脸都皱皱巴巴的, 看着还挺好玩的。 后来成敏染也因此长了记性, 再也不去喝所谓的糖水了, 还一副气鼓鼓的样子, 惹得大家啼笑皆非。 想到这里, 纪灵粥猛地回神, 自己怎么突然就想到了那么久远的事。 他看了一眼才刚刚端起药碗的成敏染, 思绪重新被拉了回来。 赶紧趁热喝了, 不要让朕催你第三遍。 纪灵粥说, 成敏染无奈, 最后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一碗药, 所以一鼓作气的就全喝了下去。 又苦又难闻的, 他的一张脸迅速变得难看起来, 只是因为纪灵粥在, 他才勉强控制住神色。 突然间, 他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涌, 成敏染伸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但是那骨子药味直冲脑袋, 搅得他浑身难受。 拿谭鱼来纪灵粥反应过来, 宫女忙不迭地把谭鱼拿了过去, 成敏染心里难受的那股劲儿, 终于是克制不住了, 最后直接是毫无形象地吐了出来。 纪灵粥眉心紧促, 一碗药就喝成了这样。 成敏染是真的忍不住, 他吐了好久, 知道胃里面的东西全部脱干净了, 才稍微好受一点。 嘴里的苦涩更是让他头晕目眩的, 这药味几乎弥漫至整个屋子, 太难受了些。 娘娘, 宫女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丢脸。 成敏染无奈, 自己怎么在纪灵粥面前做出了这么势力的事情。 他吐完之后缓了好一会儿, 纪灵粥让人给他端了水。 成敏染竖了竖口, 他觉得自己已经没眼见人了。 刚刚吐了那一遭, 他的脸颊到耳后全部都涨红了。 好些了吗? 纪灵粥他问了一句, 成敏染勉强直起身子。 陛下恕罪, 臣妾他因为才吐了的缘故, 眼睛也红了一圈。 一会儿让人重新去煎药。 纪灵粥说了一句, 还是逃不过喝药的命运。 自己好好休息, 一会儿喝完药后再让太医过来看一看。 朕还有事需要处理, 就不留在这儿了。 成敏染跟着起身, 是, 他答了一句。 纪灵粥也没耽误时间, 不过在离开之前吗? 他看见了殿外还跪着的德飞, 刚刚的那个场景又重新浮现在了眼前, 他确实是有些无法无天, 居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 就在宫中对高位飞平动手。 德飞也看见了从殿内出来的人, 他红肿张扮张脸已经在这里跪了有一个时辰了。 德飞胆大妄为, 公然残害后飞, 陷降其为平, 罚跪两个时辰, 禁足三个月。 纪灵粥直接就下了旨意。 陛下, 德飞似乎有些不敢相信, 纪灵粥会因为陈敏染重罚自己。 可惜了, 纪灵粥并不会因为他有半分的心软。 等下达了旨意以后, 更是没有驻足半步, 静止地就从连一宫离开了。 陈敏染是最先知道德飞被罚的旨意, 他其实也有一瞬间的正愣, 如果只是因为某些目的, 让纪灵粥暂时地容忍自己, 那也不应该连续降了两个高位后飞的位置吧。 第24章, 承家军营一事。 不仅仅是陈敏染, 后宫其他人想的也是一样的, 这陛下好端端地不仅突然将承敏染从冷宫接了出来, 现在更是亲自看顾。 承敏染端坐在梳妆镜前, 看着自己这一脸的伤, 他突然觉得有些可笑。 自己在冷宫的这几个月, 他自己都快要认不出自己了。 淑妃娘娘, 要好了。 宫女将重新熬好的要端了过来。 承敏染皱眉, 放下吧, 等凉了我就喝。 他说了一句, 宫女没有继续劝, 走上前加奥婉放到了一旁, 就退了下去。 承敏染看着药就头大, 那一店又是好大一股药味了。 承敏染加奥婉端了过来, 他忍着不是喝了一口, 但是这一口下去, 差点又直接吐出来。 最后他还是决定不为难自己, 端着这碗药就倒进了旁边的盆栽里面。 店内也没有其他人, 所以也都不知道他倒了这碗药。 之前纪灵州说过, 要让之前在联衣宫伺候的人重新回来照顾承敏染的起居。 内务府也都全部安排下去了, 不过, 又怎么可能真的是原来那些人呢? 之前在联衣宫伺候的那些工人, 要么是承家安排的, 要么是太后安排的。 在承敏染被打入冷宫后, 他们又能有什么好下场? 原本四个贴身的, 而今就剩下一个, 而且还在换衣局受尽了苦楚。 内务府下午将原来的那些人送过来时, 才刚刚一进门, 自小在承敏染身后伺候的宫女, 书画就直接跪在了他面前。 奴婢给书妃娘娘请安。 在跪下去的那一刻, 他就红了眼眶。 承敏染看着地上瘦瘦弱弱的书画, 喉咙里也是一阵哽咽。 他两步上前想要把人扶起来, 书画。 自从承敏染被打入冷宫后, 原本在联衣宫伺候的人就被分到了各处, 尤其是承敏染的侍女, 而书画更是直接被送去了换衣局。 在那里, 他这几个月一直遭受着无尽的苦楚, 一副好好的容颜也已经被疲惫和苦难侵蚀。 他是承敏染的贴心人, 虽然说只是一个宫女, 但也没有吃过什么苦而现在, 曾经如细腻如瓷器般光滑的双手, 如今已经布满了粗糙的老茧和深深的裂痕, 连同他的眼睛也变得暗淡无光。 在昏暗的幻衣局里, 书画的眸色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芒,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麻木和绝望。 那些残存的期待也早已被岁月和苦难消磨殆尽。 娘娘书画满脸泪痕地看向承敏染, 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还有重新回到连衣宫的一天。 如杨柳般身姿如今却变得勾搂和瘦弱。 长时间的劳作和沉重的负担仿佛随时都会崩溃。 不过在他看见承敏染脸上还有手上的伤食, 他的眼里也藏着心疼。 娘娘受苦了, 承敏染摇了摇头, 不过冷宫的这四个月他又何尝没有吃过苦。 书画知道自家主子他以前是最爱笑的了, 而且每次笑起来就好像太阳一样明媚, 可如今却变得稀少而苦涩。 那些曾经的欢乐和无忧无虑早已被痛苦和绝望所替代。 现在承敏染的笑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自嘲, 是对命运的嘲讽, 也是对自己的怜悯。 承敏染将书画扶着起来, 会好起来的, 都会好起来了, 至少现在他们又回来了, 姑姑也会回来, 所以所有的一切或许也是有转机的。 等试探清楚了纪灵州的态度, 大成家未必没有扭转局面的余地。 纪灵州听内务府的人来说, 已经将人送去连衣宫之后倒是没说什么。 不过除了原本就在连衣宫伺候的人, 他也让李胜又安排了新的人过去, 毕竟原来的那些人肯定是不够的。 承家军营的事情如何了? 纪灵州突然问了一句, 此前因为收编一事, 承家军公然抗旨的事情确实如陛下所想, 还有很多疑点。 不过这段时间里, 怕是还查不清楚。 李胜回答, 纪灵州并不觉得意外, 因为前世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不过那个时候, 因为他对承家的忌惮, 所以在这种事情上,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当初的承家也算的是他的心腹大患, 有这样的机会自然是顺理成章地往下推进。 所以即使知道这里面有猫腻, 也纵容着下面的人无法无天。 但在上一世的时候, 纪灵州就已经让人查清楚了始末, 所以这也是在面对这种情况时, 他也并不着急。 既然后面的人想要玩, 那他也能顺水推舟地将幕后之人放在明面上来。 有了前世记忆的加持, 这一世在很多事情上都会方便很多, 所以可以慢慢玩。 但, 纪灵州突然有些犹豫成明染那边, 虽然成家无过, 但现在在大家眼里也是戴嘴之身, 心怀不轨。 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了自己会拿成家开刀, 也觉得成家的结局会按照预料之中的发展。 成明染或许也会这样想吧, 所以自己应该提前跟他说明吗? 不对, 自己要做什么, 又为什么要跟他解释纪灵州心里乱糟糟的一团, 一方面觉得自己没必要与旁人商量和解释这样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 前世成明染挡在自己身前的那一幕用屡次浮现在脑海中, 哪怕他心里很清楚, 虽然他明面上看起来是为自己挡的那一件, 但最终目的其实也不过是为了成家, 所以他为了成家几乎可以不顾一切地付出任何代价, 那这一次他又准备怎么做? 派人守着连衣弓, 若是有什么动静, 一定要第一时间派人告诉朕, 纪灵州吩咐, 果然, 陛下突然对淑妃娘娘的态度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是有原因的, 所以现在是要监视吗? 是, 李盛不敢多问, 但是心里也已经下了定论, 陛下肯定是有打算的, 纪灵州确实是有打算, 不过他只是觉得, 成明染肯定不会放弃成家的事, 他也不会去刻意阻拦, 但让人去看着他的原因, 也是为了防止他, 要是做出一些什么超出掌握的事情来, 自己也好提前安排, 第25章, 讨论中心, 纪灵州那天从连衣宫离开后, 就一连几天都没有在过问过那边的事情, 原本还在观望纪灵州, 是否是真的开始在一起成明染的时候, 也差不多都松了口气, 看来陛下也没多在乎他, 凤妻宫, 淑妃娘娘出冷宫这么久了, 怎么一次请安都没来过? 陈修荣开口问了一句, 药平妾说, 这淑妃娘娘还真是本事了得, 没想到进了冷宫还能翻身复位, 改日啊, 贫妾等人怕是都应该去连衣宫拜访请教一番才是, 这次开口的是姚结瑜, 林妃眼面吃笑, 姚结瑜这说的是什么话? 难不成淑妃娘娘那种狐媚手段, 能是一般人学得了的? 林妃娘娘严重了, 贫妾只是觉着淑妃娘娘有手段罢了, 要知道陛下向来都是最冷静自持的, 这次莫不是第一次破例吧? 姚结瑜说了一句, 是啊, 陛下此前何曾这般模样过? 再者, 就因为淑妃她一个人, 陛下已经连续罚了三位侯妃了, 这淑妃娘娘的本事可不是一般的大, 陈修荣又接了话头, 这七嘴八舌的, 一时间整个凤七宫算是热闹得厉害了, 其中心话题无非就是成名染罢了, 皇后迟悦听着这吵吵嚷嚷的, 只觉得心烦, 她看向下手的众人, 好了, 这些话怎能是随意说出口的, 陛下宠谁是陛下的事情? 你我等人又怎敢随意智慧? 下面的后妃安静了下来, 皇后在众人的脸上扫视了一圈, 淑妃再怎么说也是陛下亲自下旨恢复原本的待遇的, 其中理由此前本宫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 当初于妃落胎一事尚有一点, 淑妃是被人冤枉的, 在冷宫这几个月里也算是受了无望之灾, 陛下现在将人接回来难免就多补偿两分, 今日这话大家在这随意说说也就算了, 可若真的传了出去这于淑妃的声誉, 与陛下的声誉都不是什么好听的, 说得严重一点, 私自编排陛下揣测圣意可都是死罪, 皇后说话不急不缓, 但说出来的东西却莫名的有一种压迫感, 刚刚还吵吵闹闹闹的人现在已经彻底安静了下来, 同时还开始陪笑了起来, 皇后娘娘恕罪, 诸位姐妹也不过是一时激动, 所以说话口无遮拦了些, 陈修荣说道, 是啊, 嫔妾们也只是替皇后娘娘您打抱不平, 淑妃娘娘都已经离开冷宫这么久了, 但是一次请安都没来过, 哪怕是请假也不曾有过, 这不明显的没将皇后娘娘您放在眼里吗? 她这么做又将您置于何地啊? 临妃也接了一句, 皇后却是一副不在意的态度, 淑妃在冷宫受了不少委屈, 身上还有伤, 加上前两日又彻夜高热, 想必是身体还没恢复过来, 所以也是情有可原的, 皇后娘娘这么般大度, 就是不知道淑妃是不是真的领情, 就算是身体不适, 那该有的规矩也总是要有的, 她连一宫连一个人都不派过来, 这也太没规矩了, 临妃又说了一句, 皇后神情无奈, 怎么就在这件事情上过不去了呢? 最后, 她也确实是没有耐心继续听他们争, 便随便找了个由头, 把人遣散了, 等众人都离开之后, 皇后也是满脸疲惫的, 揉了揉眉心的位置, 亲和上前, 娘娘这是又头疼了, 皇后摇了摇头, 没事, 就是听他们吵着有些心烦, 不过都是一些闲言碎语而罢了, 娘娘由着他们吵便是, 等他们说过了便好了, 亲和也是心疼自家娘娘, 本宫是皇后, 他们私底下怎么说本宫是管不着, 可当着本宫的面, 本宫又怎么可能不管呢? 不过, 淑妃离开冷宫多久了, 皇后问了一句, 亲和回忆了一下, 有一旬的日子了, 这都小半个月了, 她的身子还没恢复好, 太医蜀的人怎么说? 皇后皱眉问了一句, 淑妃娘娘在冷宫的时候落下不少病痛, 后面于妃下手也中, 还被周平娘娘被贬后的德妃砸破了脑袋, 所以外伤就养了好一阵, 那晚的高热也一直没有退得完全, 反反复复的怎么也不见好, 身子虚, 听说夜里也总是睡不着, 休息不好, 所以这病就总是好不了, 亲和也派人去注意过了, 这么严重, 皇后皱眉思索了一会儿, 随后开口问了一句, 陛下不知道吗? 陛下政务繁忙, 这种琐事又怎么会放在心上呢? 不过中途倒是让太医署的人又去过几次, 亲和回答, 那日本宫去找陛下商议淑妃之事, 陛下看起来该是在乎的样子才对, 怎么现在才这一会儿的功夫, 就又好像恢复到了从前的模样? 这不管不问的, 看起来不像是很在意的样子, 皇后这心里也不知道纪灵州到底是怎么想的, 亲和倒是看得开, 陛下从来不会沉溺于后宫,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陛下确实不谈美色, 但是这一次的事情竟然是没那么简单的, 又或者陛下心里面有其他打算才是, 皇后若有所思, 亲和在旁边没有出声打扰, 隔了好一会儿, 她才听见皇后开口, 淑妃都出冷宫这么久了, 这身子还未恢复过来, 本宫作为六宫之主也理应去看看才对, 娘娘这是要去联谊宫吗? 亲和问, 去看看吧, 于情于理, 本宫都不能不管啊, 身为皇后, 她对于这种事情肯定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是, 亲和回了一句, 然后马上安排下面的人去准备了教练, 而纪灵州那边也刚好在这个时候下了早朝, 陛下, 听闻皇后娘娘刚刚好像往连衣宫的位置去了, 李胜凑过来说了一句, 皇后去了连衣宫, 她这突然过去是做什么的, 淑妃这几日都在做些什么? 纪灵州问了一句, 回陛下, 淑妃娘娘这几日并未做神妖室, 因为身子的缘故一直都是安心静养着的, 偶尔可能会看看书, 写写字, 庞弟就没什么了, 李胜倒是对这些掌握的齐权, 第二十六章, 皇后来了连衣宫, 这病还没好, 她这病都已经小半个月了, 还不见好转吗? 纪灵州的眉头越皱越深, 李胜也是汗流加倍的, 完全不敢吭声, 谁知道是什么情况, 太医都没办法, 她又能做些什么呀? 摆驾连衣宫, 纪灵州沉默了一瞬, 还是说了一句, 得, 这是放心不下, 还是想着去关心, 李胜不敢胡乱猜测, 只能马上吩咐下面的人去准备布链, 不过纪灵州嫌麻烦, 而且布链还慢得很, 所以就直接过去了, 皇后来到连衣宫的时候, 成明染也才刚把药喝了, 这脸色比起前些日子好不到哪里去, 但是那些伤都好得差不多了, 除了额头上的基本已经看不出来了, 皇后没有让人通报, 她看着宫人端着成明染, 才刚刚喝完药的药往后眉心微皱, 这边还真的一直都没好啊, 娘娘可还要歇会儿, 要不再睡会儿吧, 书画现在又成了成明染身前最亲近的人, 成明染听到这话后摇了摇头, 这几天睡得多了, 有些头晕, 她合着双眼, 单手支着头, 看起来是一点精神也没有, 淑妃这身子怎么这么久了也不见好, 可是下面的人懈怠了, 皇后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成明染都有些没想到, 她就看着看向外面, 皇后刚从门口走了进来, 身边的这些宫女也纷纷见礼, 拜见皇后娘娘, 成明染要赶紧起身, 臣妾见过皇后娘娘, 皇后倒是没什么架子, 过来就把人扶起来了, 就不用讲究这些虚拟, 本宫看你这气色怎么还这么差呢, 有劳皇后娘娘关心了, 不过臣妾这身子实在是不成气, 成明染回了一句, 身体不好就好好休息, 别站着了, 坐吧, 皇后说道, 然后拉着她一同在旁边坐下, 成明染并不知道皇后今天过来有什么用意, 不过她也不是很在乎, 本宫今日想着你也回来许久了, 但听下面的人说, 你这身子一直都不好, 本宫就想着过来看看你, 事先也没说过, 可会唐突了, 皇后倒是没有什么不得体的, 成明染脸上没有太多神色, 皇后这个人其实她一直都不是很了解, 在她印象里, 皇后娘娘似乎除了后宫的这些事儿也没做什么了, 只要不失了分寸, 她也很少去管, 而且虽说她是皇后, 但是季灵州对她似乎也没几分情意在,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毕竟季灵州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冷淡, 这些年, 这位皇后娘娘算是做得好了, 仅凭一个人就能把后宫打理得井井有条, 而且末手成规, 知书打理, 从来没有坏过什么规矩, 就算是在季灵州面前也是十里数, 知尽退的, 皇后娘娘这是折杀臣妾了, 娘娘专程过来关心臣妾的身子就已经是臣妾的荣幸了, 又怎么会唐突呢? 成明染说了一句, 皇后听到这个话笑了笑, 一开始本事没想起的, 毕竟后宫的事情已经够让本宫头疼的了, 所以一时也没找到时间, 还是今日早晨后宫的诸位妹妹来请安的时候提了急嘴你的事情, 本宫这才想起你都病了好些日子了, 皇后说了一句, 也算是解释吧, 成明染听到这话眉心微动, 她低下头, 臣妾这次从冷宫出来后便被陛下下令禁足, 所以一直没有去拜见娘娘, 还请娘娘恕罪, 禁足, 陛下有说过要禁足吗? 皇后倒是不清楚这件事情, 不过也不打算追究, 这有什么的, 既然是陛下的意思, 那自然也是有些用意的, 说不准就是见着你才刚刚从冷宫出来, 让你好好调养身子的, 皇后倒是不生气, 说起这件事, 这几个月可是苦了你了, 皇后又说了一句, 这几个月自然指的就是在冷宫待的那几个月, 成明染摇了摇头, 都已经过去了, 你要是能这么想就好了, 既然已经过去的事情, 那就没有必要继续纠结了,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好好养好身子, 千万别胡思乱想, 本宫看你这身子一直不好, 怕是也有太忧虑的原因在的皇后拍了拍成明染的手, 成明染不敢说皇后心里有几分真心, 但也还是跟着附和了几句, 她从小就在太后身边长大, 虽然说太后一直都将她保护得很好, 但是宫里的尔虞我炸她也见得太多了, 虽然这些年皇后一直都恪守本分, 做事也是规规矩矩的, 但是那也只是在皇后这个位置上, 成明染一直都记得太后娘娘告诉她的那句话, 在后宫里能做场面的也仅仅只是明面上, 可这明面下藏着的东西谁也说不清楚, 如果换作以前, 她或许不会以这样的恶意去揣测别人, 但在冷宫的这几个月, 她也早已经体会到了从前从来不会体验的东西, 她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 太后娘娘的人罢了, 所以她才会更小心, 更谨慎, 也更加防备, 成明染甚至觉得现在的自己挺虚伪的, 以前随心就能做的事情, 现在却需要三思而后行, 生怕自己行差踏错招来什么祸患, 皇后在这里没有待多久, 后面直接以不想打扰成明染休息的原因准备离开, 然而等皇后才刚刚到门口的时候, 就看见了迎面走过来的寄灵舟, 陛下, 皇后有些意外, 随后俯身, 成明染听见门口传来的声音后, 心口微动, 然后抬眸朝着外面看了去, 寄灵舟来了吗? 之前从周平, 德飞, 的事情开始后, 他其实就想着, 好好地试探一下寄灵舟对自己的态度, 原本周平被贬后, 他以为寄灵舟现在是偏向自己这边, 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在那之后, 就有差不多小半个月的日子没有过来了, 也正是如此, 成明染这心里也一直忐忑, 他是真的拿不准寄灵舟对自己的心思和态度, 他原本还想去赌一赌, 搏一搏寄灵舟对自己的那点联系, 可是现在, 他又有一点害怕和不敢了, 第27章, 寄灵舟开启毒舌模式, 因为他害怕自己之前的那点小心思被他看穿, 从而导致他更加地厌恶自己, 甚至是连累本来就危在旦夕地成家, 而这几天正是他给自己的警告, 所以, 他色缩了, 他一直都在犹豫, 犹豫自己那样的选择对不对, 犹豫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去毒, 他看着外面隐隐灼灼的身影, 最终还是起身朝着门外去了, 此刻纪灵舟和皇后正站在一起, 你怎么突然来这里了, 纪灵舟问了一句, 臣妾听说淑妃的身子过了这么长时间, 还不见好转, 所以特地过来瞧瞧, 皇后温婉一笑, 纪灵舟也不知道信了没, 不过还不等他开口就看见了来人, 他的目光落在了成明染的身上, 脸色瞬间黑沉了下来, 这才过多久, 他怎么看起来又瘦了一大圈, 而且脸色还这么差, 这并不仅美好, 还越来越严重的不成, 臣妾见过陛下, 成明染行李的动作很到位, 起来吧, 既然身子不好, 就不要一直站在门口了, 纪灵舟说了一句, 皇后听到这句话, 倒是多看了纪灵舟一眼, 想来陛下今日来也是, 想要关心关心淑妃妹妹的, 刚刚臣妾还和淑妃聊了一会儿, 他身子不好, 平日里一个人闷在这连衣宫, 怕事也不好, 所以陛下不如解了淑妃的禁足, 禁足, 纪灵舟看向皇后, 皇后一脸疑惑地看向成明染, 这, 这是刚刚淑妃妹妹说的, 莫不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 皇后反应了过来, 纪灵舟听到这话, 神色不渝地看了一眼成明染, 正什么时候让你禁足连衣宫了, 不是陛下之前说过, 让臣妾安安心心地待在连衣宫, 无事便不要离开吗, 成明染的声音不大, 而且还很小心, 纪灵舟眉头紧锁, 她确实是说过这话, 可是当时她说这话的意思, 是让成明染可以有时间在连衣宫好好养伤了, 并没有禁足的意思, 皇后在这中间大概也看出了苗头, 所以及时圆场, 那看来是淑妃妹妹误会了, 陛下这该是担心影响了你休息呢, 你也是, 这胆子也太小了些, 她笑了笑, 好了, 既然陛下都过来了, 那想来也是准备同淑妃妹妹好好说话话, 那臣妾就不打扰陛下和淑妃妹妹了, 先行告退, 皇后也知道自己一直待在这里不合适, 纪灵舟点头, 这算是同意了, 皇后轻轻俯身, 然后慢慢退了出去, 这里瞬间又只剩下了纪灵舟和成明染, 只是成明染一直低着头不敢说话, 气氛有些微妙, 既然身体不适, 那就先进去吧, 省得一会儿又晕在这里, 浪费太医的脚程, 纪灵舟说了一句, 成明染自然是不敢有意见的, 是, 纪灵舟往殿内去了, 成明染跟在她身后, 走路的时候连脚步都放得很轻, 生怕惊扰了她, 纪灵舟在位置上坐下, 看着一直低着头站在一旁的成明染, 她开口说了一句, 一直低着头做什么, 这张脸是见不得人吧, 成明染听到这话, 才敢把头慢慢抬起来, 她看向了纪灵舟, 两人在对视的那一眼, 她突然就有些眼眶湿润, 纪灵舟将她的神情变化全部都看在眼里, 一时尽有些说不出话来, 最后终归于无奈, 坐下吧, 谢陛下, 成明染举止有度, 可是纪灵舟却莫名不喜欢这种感觉, 这几日本是准备让你好好调养身子的, 怎么这脸色还越来越差了, 下面的太医不尽心还是伺候的这些工人不省心, 纪灵舟问, 成明染听到这话赶紧就要解释, 不管他们的事, 是臣妾自己这身子有些太差了, 知道自己身子差, 那就好好休息, 就因为你, 这太医鼠怕事都得把连衣宫的门踏烂了, 纪灵舟很少有这么毒舌的时候, 成明染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生气, 可是出于小心, 这又是要干嘛, 还不等纪灵舟反应过来, 她就又走到了纪灵舟面前跪下, 臣妾知罪, 纪灵舟一张脸瞬间黑了你就这么喜欢跪, 臣妾惹得陛下不快, 是臣妾的错臣妾愿意认罚, 成明染说了一句, 纪灵舟这张脸黑的都快滴出墨来了, 你现在倒是认错越来越快了, 连囚法都这么积极, 以前的成明染最是傲娇和倔强的, 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一股子傲气, 从来不会有这么小心和卑微的时候, 所以在冷宫的这四个月到底带给了她什么, 纪灵舟看着地上跪着的人又开始出神了, 前世自己脑子里经常闪过的那个画面, 就是成明染一个人独自安静地坐在冷宫院子的那棵槐花树下, 那个时候的她神色落寞, 就好像随时都要碎掉, 随风而且一般, 现在的她, 好像和那个时候的她重合在了一起, 瘦弱无助, 成明染一直在地上跪着, 没听见纪灵舟的声音, 心里面的不安也逐渐地被放大, 她的沉默对于成明染来说, 永远都是一种折磨和酷刑, 朕若是真的要治你的罪, 你承担不起, 纪灵舟终于回过神来, 她看着跪在地上的成明染, 随后起身走到了她面前, 就在成明染以为纪灵舟马上就要动怒的时候, 她看见了自己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只手, 是纪灵舟, 她看着纪灵舟朝自己伸出来的手,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 怎么, 还不愿意起来, 纪灵舟问, 成明染这才猛地回神, 然后带着忐忑和不确定的心情, 慢慢地把自己的手放在了她的手心, 下一刻, 纪灵舟的手收紧了起来, 她握着自己的手, 手心地温热昭示着, 这似乎并不是一场梦, 纪灵舟一个用力, 将人拉了起来, 成明染神情恍惚, 她看向纪灵舟, 陛下, 就你刚当那样子, 可不像是真心认错, 纪灵舟随口说了一句, 然后把人拉到一旁坐下, 第28章, 提到成家, 成明染拿不准纪灵舟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 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沉默, 太医怎么说的, 纪灵舟随口一问, 太医只说是敬仰, 成明染低着头, 又是这种套话, 太医属这些人是没什么用了吧, 敬仰这么多天也不见好啊, 莫不还真的是一群用意, 朕没说过让你禁足在连衣宫, 纪灵舟莫名其妙地回了一句, 成明染反应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应该是刚刚自己和皇后说的那些话, 是臣妾误会了陛下的意思, 请陛下恕罪, 成明染回了一句, 纪灵舟随手端起手边的茶, 你除了这几句话来回说, 还能说些什么, 成明染敏纯在纪灵舟面前, 他除了这些话还能说什么, 又或者应该说什么, 他们两个之间的共同语言, 为零吧, 就算有, 那也是很久之前了吧, 在冷宫这几个月, 成明染觉得自己已经想通了, 也学乖了, 有什么差的东西吗, 纪灵舟主动问了一句, 成明染摇头臣妾这里没什么缺的, 嗯, 又开启了新一轮的沉默, 成明染轻轻握着自己的手, 实际上手心已经开始冒汗了, 他以前或许还不会有这种感受, 但是这次回来后, 他看见纪灵舟的时候, 总是会不由自主地紧张和害怕, 这气氛怎么这么尴尬呢, 这些人用得还顺心吗, 纪灵舟从来没想过, 有哪一天会是他去主动找话题, 多谢陛下关心, 他们自然是静心的, 成明染现在说话似乎都是一板一眼的, 纪灵舟皱起了眉头, 以前的成明染不是这个样子的, 哪怕是入宫后, 他在自己面前也总是很主动的, 但是现在, 你可以和以前一样, 纪灵舟放下手里面的茶盏, 以前的样子呢, 成明染眼里闪过一抹暗淡, 以前的样子不是想回去就能回去的, 而且他也不喜欢自己原本的样子, 不是吗, 若真的是喜欢, 那之前又为什么会那么冷淡, 是他说的, 身为后妃一定要牢记公规, 切莫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 臣妾此前不懂规矩, 多次犯了陛下的忌讳, 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公规, 绝不再犯, 也不会惹得陛下心烦, 成明染语气平淡, 然而纪灵舟听到这个话, 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心口疼, 看见现在的成明染, 他总觉得心口胀胀的, 甚至会觉得以前的他, 才更像是原本的他, 但, 你现在性子沉闷了很多, 纪灵舟看向成明染, 臣妾知道陛下重视规矩, 日后一定铭记于心, 成明染说来说去, 就这么几句话, 纪灵舟突然有些心烦, 怎么就说不通呢, 他这是没听懂, 自己说这话的意思吗, 他都说了, 让他跟以前一样就好了, 算了, 随便你, 纪灵舟有些不耐烦了, 真的听不懂, 他也懒得去理会了, 成明染察觉到, 他似乎是有一点生气的意味在, 可是这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从来都是这样的, 总是毫无逻辑的, 就开始生气, 空气又沉默了下来, 李胜站在旁边都觉得很尴尬, 这气氛怎么这么奇怪呢, 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总觉得陛下和淑妃娘娘之间, 好像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 以至于两人之间的相处, 也变得奇奇怪怪, 极其不自然, 朕还有事没有处理, 成家的事情还没有结论, 既然你这儿没什么事, 那朕就先走了, 纪灵舟说着就起身了, 还故意提起了成家, 而成明染听到成家这两个字的时候, 也是心口一颤, 他竭力地想要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但毫无用处, 就在纪灵舟站起来要走的那一瞬间, 他砰的一下就跪在了纪灵舟面前, 这声音听着就疼, 但是他一个一直很怕疼的人, 现在就好像没有了知觉, 陛下, 爹爹他绝对不会有异心的, 还请陛下留情, 还成家清白, 成明染知道自己不应该说这种话, 可是他真的控制不住, 而且他心里面隐隐约约有个猜想, 纪灵舟既然会在自己面前, 主动提起成家的事情, 那或许也是希望从自己这里, 得到什么反应, 要不然他绝对不会跟自己说起这种事情的, 果然, 纪灵舟看向了跪在自己脚边的女人, 你说成家清白便是清白吗? 抗指是事实, 暴动是事实, 成家世代从军称将, 得明心, 掌兵权, 你说, 朕应该相信成家的忠心吗? 成明染摇着头, 眼眶泛红, 爹爹一声为国为君, 忠于冤国, 忠于皇室, 忠于陛下, 他不会谋反, 纪灵舟看着他红了的眼眶心情复杂, 接着就看见滚烫的眼泪从他的眼角滑出, 陛下, 爹爹常年征战, 身上落下不少救急, 这长久的牢狱之灾, 他恐是受不住, 说得好听是牢狱, 但其实他们都心知肚明, 既然失事下狱, 那监狱里的搓磨是少不了的, 这些年因为成家功勋显著, 早就招了不少人记恨, 也树下不少的敌人, 这几个月里, 还指不定被人怎么报复, 随着成明染说完这句话, 空气又静默己顺, 就在成明染以为纪灵舟会动怒和生气的时候, 纪灵舟终是有了反应, 哭什么, 他伸手将成明染脸上的眼泪擦掉, 在事情没有定论前, 你爹不会有事, 他终究说了这样一句话, 不过这句话也是事实, 成家虽说遭了忌惮, 但是再怎么也是有功之臣, 纪灵舟也并未想着在这种事情上故意为难折辱, 在监狱的这几个月, 成立想要过得多好是不可能的, 但也没人会对他用刑, 毕竟给人心, 以前多多少少也对不少人有过恩惠, 所以入狱后也有些人暗中打点, 对于这种事, 纪灵舟又怎么可能不知道, 只要不是特别过分, 他也没有刻意去阻止过, 但这些事情成明染不知道, 所以才会这么担心和紧张, 纪灵舟拉住了成明染的胳膊, 不是什么事情, 只要下跪求饶就可以了, 他说了一句, 第29章, 成明染的变化, 成明染满脸无措, 求饶确实没什么用, 可是现在的他除了能做点这种事情, 又还能做什么呢, 成家的事情在没有最后结论之前都不会有事, 所以你也不用去做任何的解释, 更不要随意插手这种事情, 明白了吗? 纪灵舟问了一句, 他刚刚确实是故意提起这件事情的, 成家的事情他现在自由打算, 但是他也同样知道成明染肯定会担心, 而且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所以才会故意说起这件事情, 成明染的心情他不是不能理解, 但是他担心成明染会因为担心而做出一些破坏原本计划打算的事情, 甚至做出更疯狂的事, 所以他才会提前的提醒, 然而这话听在成明染的耳朵里却变了胃, 在他心里的理解, 纪灵舟说这话无非是警告自己, 警告他不要去做些无谓的挣扎, 让他安分些他还真是高看了自己, 自己这样的人还能做些什么吗? 就算心里有想法, 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啊, 自己好好休息, 早点把身体养好, 要不然就算你想做什么也什么都做不成, 纪灵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说这种话, 说出来的那一瞬间他就有些, 嗯, 说不出来什么感受, 成明染情绪低落, 面对纪灵舟的说的这些话也毫无反应, 朕还有事先走了, 自己的身体自己要照顾好, 要是自己都不上心, 那就别总是指望着别人能放在心上, 纪灵舟最近的话好像变多了, 成明染擦掉自己的眼泪, 努力忍着自己接近崩溃的情绪, 是, 纪灵舟听见他颤抖的声音皱了皱眉, 但也没多说什么, 直接转身就离开了大殿, 在纪灵舟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后, 成明染彻底控制不住情绪了, 这些天他一直都在强忍着告诉自己, 成家现在还不会有事的, 他也一定有办法可以让成家洗脱冤屈, 但实际上的他好像还是什么也做不了, 在刚刚听到成家的那一瞬, 所有的情绪彻底爆发, 他不敢哭, 因为纪灵舟不喜欢, 他怕自己哭得厉害了会让纪灵舟更加的厌烦, 从而害了成家, 可是等现在他走了, 他也就没必要忍着了, 书华上前满脸担心地扶着成明染, 娘娘, 这一声让成明染的眼泪如同泄了红一般的涌出, 他抱住书画, 彻底地大哭了起来, 外面的纪灵舟在门口的地方听得清楚, 他垂在身侧的手微微钻紧, 眼底的眸色也越来越深, 李盛看着这样的陛下也觉得挺稀奇的, 这怎么还学会听墙角了, 不过书妃娘娘这么哭, 陛下他, 他悄悄抬头隐晦地看了一眼旁边的纪灵舟, 嗯, 好像没有生气啊, 不仅没有生气, 这表情怎么看起来还有些, 有些心疼, 是心疼吗? 他从来没有见过陛下眼里流露出心疼的情绪, 所以也拿不准现在的陛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 太后什么时候到? 纪灵舟突然问了一句, 李盛听到这个话猛地回神, 回陛下, 怕是还需要小半个月, 怎么这矫程这么慢? 走吧, 纪灵舟也没说其他什么, 原本他想着要是太后回来了, 那成明染的情况或许也能好些, 但现在看着时间似乎还需要一段时间, 他就这个身体状况肯定是不行的, 纪灵舟有些头疼, 自己什么时候也操心这么多了, 纪灵舟的这些心理活动, 成明染是不知道了, 甚至不知道他其实早就听到了自己的哭声, 现在的他也已经慢慢地整理好了自己的情绪, 只有通红的眼眶还昭示着刚刚的那一切。 纪灵舟离开连衣宫后是直接过去的勤政殿, 但是此刻的他看着桌子上的那些折子, 完全就没心思一整个脑子里, 全都是刚刚在连衣宫里听见的成明染的哭声, 再加上这些折子大部分都是有关于成家的, 他看着只觉得闹心, 他放下手里面的奏折试图先冷静下来, 可是在这个空隙中, 他想到的都是刚刚成明染那淡漠疏离的样子, 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小时候他因为一直在太后身边骄养长大, 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让人艳羡的, 在皇宫里面更是畅通无阻, 那个时候他还小, 但是他很喜欢来找自己, 每次都会灵舟哥哥灵舟哥哥的喊, 哪怕自己再怎么冷漠, 他都喜欢一股脑的凑上来, 后来他入宫为妃, 纪灵舟还记得那一晚自己去到连衣宫的时候, 他也是毫无规矩地凑到自己面前, 还要跟自己喝喝清酒, 还有什么解法, 结果却被自己大声喝齿说他不懂礼数, 不知规矩, 还打翻了他端过来的酒, 毕竟这种事情只能是夫妻之间, 而他不过是个非罢了, 说得难听一点, 也就是个妾室, 他还记得当时自己说了这话后, 他眼睛红红的, 但是忍着没哭, 反倒还笑了起来, 想要跟自己说他有多么高兴, 多么期待这一天, 但自己想起这些, 纪灵舟突然觉得无力,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到这些事情, 但是前世在成名染离开后, 其他的事情或许淡忘了, 可关于他的事情自己总是越记越清晰, 甚至时过境迁之后, 他再去想起以前的那些事, 也会发现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 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 在回忆起这些细节时, 他的心境似乎也有很多的转变, 淑妃, 以前是什么样的? 纪灵舟看向李盛, 他很想知道在这些工人眼里, 成名染又是否会有很多的变化, 这, 李盛也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给弄得有些猛, 陛下怎么开始纠结这样的问题了? 只管答就是纪灵舟, 还以为他是有什么顾虑, 回陛下, 淑妃娘娘自幼在皇宫长大, 在礼仪、教养方面也算是无可挑剔了, 不过, 以前的淑妃娘娘即便是在宫里长大, 却也有很多和宫里人不一样的东西, 比起大多数人, 淑妃娘娘善良也同真, 总是乐观的, 李盛回答了一句, 说白了, 其实就是活泼的性子, 第三十章, 中毒, 是了, 以前的他不论什么时候都是笑嘻嘻的, 尤其是在太后面前的时候总是跟着小孩子一样, 曾经他也疑惑过, 疑惑一个长在皇宫里面的人怎么还会是那样的, 又或者是他装得很好, 纪灵舟不再多想, 毕竟那都是以前了, 现在的成名染很安静也很规矩, 但他却突然发现, 这样的成名染太沉闷了, 他更愿意看的还是以前那个鲜活的他, 不对, 自己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些事情, 他是什么样子, 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前世就算自己对他有几分歉疚, 可是这几分歉疚又值什么钱? 他可以给他荣华尊位, 可以护佑成家, 但也仅限于此, 多余的他给不了, 也没办法给, 所以他该是什么样便是什么样吧, 自己没有必要去干涉, 至少, 现在的纪灵舟是这样想的, 连一公, 成名染哭过后就一直安静地坐在一旁, 一句话也不说, 说话在旁边看着, 虽然心疼, 但是也做不了什么, 淑妃娘娘, 今日的汤药好了, 工人将汤药端了进来, 淑化上前接过, 这儿有我就行了, 你让其他人都退下吧, 淑化说了一句, 是, 工人们齐齐退下, 淑化将这药端到了一旁放下, 娘娘, 该喝药了, 成名染看向这碗汤药, 喝不喝都是一个样的, 依旧到了吧, 他说了一句, 淑化满脸心疼, 娘娘, 再怎么还是要顾惜身体啊, 此前您不喝药, 所以才将这病症拖了这么久, 今日陛下既已来过了, 娘娘又何必折腾自己呢, 成名染端过那碗药, 我以为今日必然是有所得的, 却连人也留不住, 所以他让我从冷宫出来, 又到底是什么意思, 今日他提起成家又是合议, 淑化在他面前蹲下, 娘娘, 不论陛下是什么意思, 您首先要顾好自己才是啊, 这病本来也算不得什么, 要是好好喝药肯定是能好的, 但是娘娘因着陛下那边, 故意拖着病体, 故意不按时喝药, 所以才病了这么久, 还没有好, 今日陛下好不容易来了, 娘娘原以为是能有些用处的, 结果连陛下都没能留得住, 不喝, 倒了吧, 成名染还是不愿意喝药, 淑化着急, 可是也毫无办法, 他本想着多劝两句, 但是看着自己娘娘现在这个样子, 也只是叹了口气, 罢了, 淑化走到一旁, 将这碗药和往常一样, 倒在了店内的盆栽里面, 这盆栽被浇灌了这么多的药, 现在叶子都开始泛黄了, 娘娘, 这盆栽奴婢要不让人去换一盆吧, 淑化说了一句, 成名染听到这话看了过来, 见着开始发黄的盆栽, 目光又落在了那碗药上, 他不知道是想到什么, 所以多问了一句, 这药都是谁在煎, 都是连一宫的工人亲自守着煎药的, 可是有什么问题, 淑化也是从小就跟着成名染的, 更是太后让人调教过的, 所以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成名染没有马上回答, 只是看着这个空药碗若有所思, 接着就说了一句, 刚刚失手打翻了药, 再麻烦他们重新煎一碗药过来吧, 娘娘, 淑化几乎是马上就反应过来了她的意思, 再去煎一碗药吧, 没事的, 成名染示意淑化安心, 淑化见此无奈, 娘娘自小聪慧, 又是太后娘娘悉心教养长大的, 所以她相信娘娘应该也是有分策和打算的, 最后也就妥协了, 是, 她硬下, 纪灵舟今日从连一宫回来后, 就在秦政殿待了一整天, 陛下, 你也忙了一天了, 休息一会儿吧, 李盛走了过来, 还泡泡了一碗深茶, 什么时辰啊, 纪灵舟放下手里面的东西问道, 回禀陛下, 现在已经虚实了, 李盛回答, 晚上七点到九点, 这里就取晚上七点, 这时辰确实不早了, 她也正欲起身, 但是她才刚刚站起来, 外面就有工人匆匆地赶了进来, 陛下, 李盛看了过去, 见此更是一脸不快, 何是这般惊慌, 在陛下面前如此不成体统, 实在是该罚, 陛下恕罪, 奴才知错, 小太监也是个胆子小的, 什么事, 纪灵舟神色不渝, 回禀陛下, 连一宫那边传来消息, 说是淑妃娘娘今日服了药, 突然就感到身体不适, 随后就吐了血, 再然后就昏迷不醒了, 太监说道, 你说什么, 纪灵舟神色一领, 小太监被吓得瑟瑟发抖, 陛下息怒, 连一宫已经请了太医, 太医说看着只怕是中毒之兆, 纪灵舟脸色一冷, 去连一宫再派人去查, 是, 李胜也是吓得一身冷汗, 这好好的, 淑妃娘娘怎么还突然中毒了, 要知道, 陛下现在对这位淑妃娘娘的态度尚不明朗, 那就一定是需要仔细对待的, 此刻的连一宫早就乱作一团了, 纪灵舟过来时, 就看见躺在床上面无血色的成明染, 他心口一紧两不上前, 拜见陛下, 工人和太医赶紧行礼, 纪灵舟在成明染的床榻前站定, 怎么回事, 纪灵舟的声音里面夹杂着怒气, 工人跪了一地, 太医也是战战兢兢的, 回禀陛下, 淑妃娘娘这项是中了毒, 不过请陛下放心, 淑妃娘娘体内服下的剂量不大, 所以不会有性命之忧, 纪灵舟脸色并没有因为这一番话改善什么, 反倒是更难看了, 主子中毒, 你们都是怎么伺候的? 陛下饶命, 工人跪在地上一个劲地开始磕头, 纪灵舟当即就要发作, 但被淑妃给打断了, 陛下, 牧婢斗胆请陛下替我们家娘娘做主, 纪灵舟看向淑妃, 她记得这个工人毕竟是从小就在成明染身边的, 还是太后挑选的人, 做主, 纪灵舟问, 是, 我们淑妃娘娘自从冷宫出来后就从未离开过连衣宫, 可是现在不明不白的就中了毒, 定然是有人故意想要谋害我们家娘娘, 说话磕了一个头, 声泪俱下, 第三十一章, 药材有问题, 纪灵舟的目光落在了她的身上, 你的意思, 有人故意下毒害了淑妃, 陛下明见, 今日娘娘是喝完了药, 就突然觉得身体不适, 然而不过片刻功夫, 就口吐鲜血, 随后晕厥, 还请陛下明察书画又磕了一个头, 纪灵舟没有马上回答,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的李胜带着人进来了, 陛下, 这是淑妃娘娘今日那天要剩下的药渣, 去看看那药渣可有问题, 纪灵舟说了一句, 李胜看向那太医, 太医上前仔细地检查起来了这些药渣, 不过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回禀陛下, 这药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过里面有两位药, 是紫灵草和火莲芝, 这两位要一起拥有温养修行之效, 但是必须得严格把控其剂量, 否则就会药物相克产生毒素, 这毒素一次性积累量不多, 但是若长久下去, 只怕是药食网固啊, 太医说道, 果然, 纪灵舟周身的气息瞬间变得凌冽起来, 从开药抓药到煎药, 所有的人都带上来, 李胜早有准备, 所以很快就让侍卫把这些人全部带上来了, 陛下明鉴, 微尘开药的时候, 绝无片刻疏忽啊, 所有剂量都是严格把控好的, 绝对不可能有任何问题啊, 这是太医的说辞, 刚刚他们就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纪灵舟从李胜手里面拿过药方单子, 他瞧了一眼后, 就又递给了旁边的太医, 也就是刚刚看出药渣有问题的太医, 陛下, 这药方上的剂量并无问题, 太医回了一句, 药方没有问题, 那就是抓药的人咯, 纪灵舟的眼神就像刀子一样射了过去, 你有何话可说, 他声音冰冷, 仿佛在看一个死人, 陛下, 陛下饶命, 不是奴才, 真的不是奴才做的, 奴才哪里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谋害淑妃娘娘, 陛下, 那药童明显慌了, 不过更多的应该是害怕的, 奴要一直是你们两人负责, 纪灵舟没有着急发了刚刚的那个药童, 而是看向了地上的两个小宫女, 这是负责给承明染奴要的两人, 两个小宫女哪里见过这种大场面, 现在被这么一问, 直接被吓得瑟瑟发抖, 是, 两人声音都在抖, 中途可有离开过, 两人一直都在一起, 他又问了一句, 是, 两个宫女相互作证, 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 但是, 今日煎完药后, 去过哪里? 纪灵舟突然为了这样一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问题, 回陛下, 今日煎完药后, 奴婢们就直接将要送来了连衣宫给娘娘服用, 结果娘娘才刚喝下不久就身体不适, 奴婢们就一直守在这里, 哪里也没有去过, 其中一个宫女说道, 纪灵舟的目光落在另一个人身上, 你今日也是如此, 她问, 奴婢, 奴婢, 她说话吞吞吐吐的, 看起来像是被吓得不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紧张, 又或者害怕担责, 所以, 刚刚说话的那个宫女又仔细想了想, 最后不知想到什么, 突然又开始抢答了陛下, 奴婢突然想起来了, 今日煎药的时候, 她不小心烫伤了手, 所以, 随奴婢一起回到连衣宫后, 就回了她自己的房间, 说是上药, 纪灵舟听到这话, 就看向了那宫女的手, 确实红了一大片, 去搜, 纪灵舟很干脆递下了命令, 李胜赶紧吩咐人去到了那个宫女的房间, 不多时, 宫人便拿着一张手帕包着的东西来了, 陛下, 这是奴才们在那名宫女房间里面发现的东西, 纪灵舟随意地抬了抬手, 太医上前开始辨认, 随后大声说道, 陛下, 这正是火莲芝啊, 话音刚落, 那名宫女就一脸惊恐地使劲磕头,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 所以, 这确实是你藏的, 纪灵舟的声音越来越冷, 是, 但是陛下, 奴婢真的不是故意的, 奴婢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奴婢, 奴婢只是知道这药材珍贵, 所以才会每次从药材里面偷偷地藏一点, 然后换了银钱, 绝对没有要谋害淑妃娘娘的意思啊, 陛下饶命, 奴婢知错了, 那个宫女一口气承认了下来, 纪灵舟的脸上就好像凝结了一层冰霜, 随后毫不留情地就要叫人处决, 偷拿东西变卖, 还差点害了主子的性命, 你还有脸求饶, 来人, 纪灵舟高喊一声, 立刻拉出去, 涨毕, 纪灵舟从来不会联系谁, 她既然已经自己承认了, 那就怪不得其他人了, 不管真相如何, 该死便是该死, 宫女被拉了下去, 外面很快就传来了惨叫声, 店内的人更是屏息凝气, 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生怕下一个被拖出去的就是自己了, 淑妃什么时候能醒? 纪灵舟问太医, 回陛下, 淑妃娘娘体内的余毒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全部排出来的, 所以还需先静养, 至于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这陛下恕罪, 臣等也不敢确定, 话不能说太死了, 他们可不敢倾下定论, 又是这种话, 纪灵舟有些心烦, 他重新看向床上面无血色的女人, 他怎么一天天得这么多在多难? 陛下, 这里就让奴婢来伺候着吧, 书画开口, 李胜纪灵舟没有理会书画, 反倒是叫了李胜, 奴才在, 陛下有何吩咐? 李胜上前, 今天下去后让人在连衣宫设一个小厨房, 以后奸药和普通的膳食就不用专门去往御膳房和私药署了, 纪灵舟开口道, 什么? 那一瞬间里, 李胜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陛下要在连衣宫设小厨房, 整个后宫除了皇后, 谁还有这样的待遇? 不仅仅是李胜, 书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心里也狠狠地震惊了一下, 是震惊归震惊, 但主子的决定也不是他们这些人能够智慧的, 所以李胜只得赶紧答应下来就一个小厨房, 工程也不会很大, 很快就能安排好的, 关键是陛下的态度, 李胜心里冒出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陛下不会是真心地顾忌着书妃娘娘了吧? 第32章, 清醒过来, 纪灵舟将人都遣散了去, 大殿就又只剩下了昏迷不醒的成名染和纪灵舟了, 这才从冷宫出来多少天, 怎么就这么多事? 今日这事, 纪灵舟若有所思, 她在成名染身边坐下, 若真的只是今天那个宫女说的那样, 那也太巧合了些, 连一宫书妃中毒昏迷的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 因着纪灵舟在这里的缘故, 不少的后妃也跟着过来了, 还说什么是因为担心书妃的缘故? 纪灵舟听见李胜的传话眉眼间闪过一抹厌恶, 随后便直接说了一句, 他们既然担心书妃安危, 那就一起跪着替书妃祈福吧。 李胜? 是, 奴才这就去传旨, 只是如果这道旨意传了出去, 这帮后妃怕是的气死。 果然,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一个个后妃当场就傻了眼。 李公公, 陛下这, 清妃娘娘恕罪, 奴才只是一个传旨的, 陛下确实是这样说的。 李胜恭敬地回了一句, 这次这些后妃里面位分最高的就要数清妃了。 那, 就在此说, 清妃面色难看。 回清妃娘娘的话, 陛下确实是这个意思。 李胜说道, 这天看起来就要下雨了, 再者, 这么冷的天, 陛下总不能让我们一直在这里跪着吧? 江美人神色不快。 这是陛下的意思, 江美人若是有何疑问, 不如自行去与陛下分辨。 李胜态度坚决, 毕竟是纪灵州身边的人, 他们这些后妃又怎么敢轻易得罪。 所以即便有怨气, 但他们也不敢真的去找陛下, 最终还是只能乖乖地跪下。 李胜这才满意, 都是陛下的意思, 跟他有什么关系。 剑旨意已经传达到了, 他也赶紧就往殿内去。 连一宫内殿, 成明染还晕着, 纪灵州倒是已经开始处理公事了。 他在一旁坐着, 手里拿着折子, 这段日子, 朝中其实并无大事, 无非就围绕着一些琐事。 除了承家一事, 那就是什么陛下子嗣丹薄, 让纪灵州要多宠幸后宫, 开之散叶。 看到这些, 纪灵州也觉得头疼, 他对后宫之事其实并无什么心思。 纪灵州子嗣丹薄, 而今也不过才两名公主, 两名皇子, 其中便有皇后池月所出的嫡长子, 而今也才七岁。 二皇子五岁是亲贵妃之子, 而这二皇子也是身子孱弱, 太一曾断言活不管立之年。 也是因为这事, 所以原本一些心思活络的后妃 也就没了收养的念头, 让亲贵妃的宫人抚养着。 说白了, 就是由这二皇子自生自灭, 纪灵州一开始倒是还去过几次, 后来因为朝政繁忙, 他也就去得少了, 甚至是遗忘。 至于另外两个公主, 一个是梁妃娘娘的孩子, 和大皇子同岁, 就小了三个月。 另一个是钱昭仪的孩子, 今才三岁有余。 梁妃向来身居简出, 有了大公主后就更是很少出来了, 常年礼佛从来不参与后宫争斗。 倒是钱昭仪仗着自己有了一个女儿, 平日里面眼高于鼎, 到处招摇。 不过再怎么也就是一个公主罢了, 还不值一提, 后宫里面没几个将她放在眼中。 纪灵州平日对这几个子嗣都不甚重视, 除了偶尔看上两眼也就没了什么交流。 钱氏承明染离开后, 他就没有再去过什么后宫, 更没有子嗣。 后来他死后, 这凭庸也就是重规重矩吧。 嗨嗨, 承明染手指未动, 还咳了两声, 纪灵州的思绪被他拉了回来。 醒了, 纪灵州朝着床上的人看了过去, 承明染眉头紧簇, 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 纪灵州起身朝着他走了过去, 但还没等他走近, 承明染就又是一口血吐了出来。 纪灵州瞳孔猛缩, 赶紧将人扶住, 承明染也已经醒了过来。 怎么了? 纪灵州放轻声音, 然后就马上对着外面的人大声吼着。 传太医, 外面已经下起了小雨, 承明染被纪灵州揽在怀里, 可有哪里不舒服? 他问了一句, 承明染看见他的时候, 又一瞬间的色缩, 随后是疏离。 他摇了摇头, 不过承明染的气色 看起来倒是比刚刚好伤不少。 承明染努力地想要坐直身子, 但是还没等他坐好, 就听见纪灵州说了一句, 不要乱动, 身体不舒服就安安心心地待着。 承明染看向纪灵州, 陛下, 他开口唤了一句, 你中了毒, 所以昏睡了一些时辰。 朕已经查过了, 是煎药的宫女偷了药材, 所以煎的那些药难免就有了些毒性, 但是太医说, 你体内的余毒都已经排得差不多了, 现在只需要好生修养就好了。 纪灵州难得这么心平气和地跟他说话, 一边说, 还一边帮他把嘴角的血迹给擦了个干净。 承明染试图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 纪灵州察觉到他的动作皱了皱眉, 随后将人松开, 不过还是扶着他做好了。 李胜带着太医走了进来, 纪灵州起身, 给淑妃瞧瞧。 太医上前, 店内又开始沉默, 不过纪灵州现在满脑子都是刚刚成明染看见自己的眼神, 他眼里的疏离和下意识想要避开自己的动作, 莫名地刺痛了他。 陛下, 太医唤了一声, 纪灵州看向太医, 可有大碍。 他问, 回陛下, 淑妃娘娘并无大碍, 刚刚吐出的是, 积存在体内的淤血, 现在既然吐了出来, 那体内的毒素也算是轻了。 太医说道, 纪灵州闻炎也算是放心了, 只要没事就好。 太医留下药贴后, 纪灵州就直接挥手, 让太医退下了。 第33章, 他都知道, 承明染醒后, 下面的人就将熬着的药端了过来, 纪灵州就在承明染的身边坐着, 先喝药吧。 他从宫女手里面接过药碗, 承明染看着就难受, 这要黑漆漆的, 他是真的不愿意喝。 纪灵州将药碗递给了他, 先喝了。 承明染接过药碗, 他原本是不愿意的, 但是在纪灵州的目光下, 他也不敢推辞。 在他的注视下, 承明染轻轻地喝了一小口, 随后就苦了一张小脸。 纪灵州在大家都没看见的地方, 微不可差地勾起了唇酒, 他现在这个模样倒是生动了很多。 很苦。 纪灵州问了一句, 承明染怯生生地看了一眼纪灵州, 而后点了点头, 他自小就不喜欢喝这些汤药。 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 这要是不喝药, 又怎么能好呢? 纪灵州无奈, 随后又从他手里面把药碗接过来了。 承明染听他提起小时候, 心口酸胀。 陛下还记得, 臣妾的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吗? 纪灵州的手微微一顿, 他, 原本他也以为自己不会在意这些, 但是现在只要一提起或者是看到他, 关于他的事情就会自动浮现在脑海里。 你是在宫里面长大的姑娘, 朕自然是有印象的。 你不喜欢喝药, 小时候每次喝药都需要太后哄着你, 朕也就记住了。 纪灵州告诉承明染, 还顺便搅了搅汤药。 承明染眼眶发红, 臣妾以为陛下不在乎, 所以也不曾注意过。 以前寿康宫除了你, 就朕去得多, 朕怎么会不注意呢? 好了, 不聊了, 先喝药。 纪灵州说着便亲自给他喂药。 承明染受宠若惊, 看着纪灵州喂到自己嘴边的汤药, 有些不敢动。 纪灵州看出了他的害怕, 所以主动地说了一句, 先喝了, 嗯。 听到这话, 承明染才敢有所动作, 他身子微微前倾, 接着将那口汤药小心地含进嘴里, 很难喝, 他差点没吐出来。 纪灵州见此看向李胜, 去端一碗蜜糖水来。 是, 李胜现在是满脸的震惊, 原本陛下刚刚和淑妃娘娘说的那些话, 就够让他震惊了, 因为陛下还从来没有这样和那个闲聊过。 关键陛下也不只是闲聊, 还亲自给淑妃娘娘喂药。 试问还有谁有这个福气? 陛下亲自喂药, 就算是太后娘娘也没有过好吗? 现在甚至因为淑妃娘娘怕苦, 所以专门让他去准备蜜糖水。 陛下要是这还不是真心的, 他都要不信了好吗? 不仅仅理胜, 就连承明染也是意外。 他承认自己早就知道那碗药有问题, 但是还是喝了下去, 就是为了让纪灵州怜惜, 也是想继续试探他的态度结果, 没想到他会亲自为自己喝药, 甚至提起小时候的事情。 曾经的纪灵州绝对不会做出这些事的, 所以承明染有些糊涂, 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你身体本来就没有养好, 现在又中了毒, 所以在太后回来之前, 你只需要好好养好身子。 皇后那里正会让人去说, 你今后不用过去请安。 纪灵州一边为他喝药一边说, 承明染没有矫情, 他也不想去那样的场合, 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去请安也刚好喝了他的意。 有了纪灵州的监督, 一碗要很快见底。 李盛也端了蜜糖水过来陛下, 纪灵州将蜜糖水端过来, 怕苦就喝点糖水, 去去嘴里面的苦味。 以前姑姑哄臣妾喝药的时候, 都是一口糖水一口药的。 承明染说了一句, 纪灵州将糖水给他, 那是太后纵容你胡来, 一口药一口糖水的, 要是影响了药效怎么办? 承明染沉默, 随后闷不作声地将碗里面的糖水一饮而尽。 下次做事前动动脑子, 要不然就你的身子可经不住胡来的。 纪灵州突然又说了一句, 承明染满脸疑惑, 似乎是没有听懂。 纪灵州看了他一眼, 然后看向不远处的绿植。 汤药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不喝对身子也不好, 因为病怎么都不好, 还越来越严重。 承明染心口一紧, 他的手抓着被子, 薄唇清明, 不敢作声。 李盛很有眼色地退了下去, 房间里面瞬间又只剩下他们两人。 纪灵州将他喝完的碗拿过来放到一边。 你这屋子里面好大的药味, 一直都散不去。 可是平日里面自己闻习惯了, 所以不觉得有问题。 承明染的后背起了一层薄汗, 所以纪灵州都知道。 他不敢看向纪灵州, 纪灵州也将他脸上的神情看得一清二楚。 你寝殿的绿植看着都哭了, 一会儿正让内务府送一盆新的过来。 有这些绿植想来心情也能好些, 所以对养病也有帮助, 后面好好喝药, 好好养好身体, 明白了吗? 纪灵州看着他说, 臣妾知道了, 臣妾会好好地养好身子。 承明染回答道, 他不追究吗? 纪灵州看着他因为紧张攥着被子的手。 承明染他叫了他的名字, 承明染可不敢抬头, 但纪灵州又说了一句, 抬头看着震。 承明染的心口跳得很快, 连呼吸都变得紧张了起来。 可是纪灵州的命令他不敢不听, 所以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抬头看向了他的眼睛。 纪灵州看着眼睛里面都透着慌张的承明染, 不知情绪, 但他知道承明染怕他, 很怕他。 你紧张什么? 他问, 臣妾, 承明染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说这件事情的起因吗? 他都知道了, 自己应该说出来吗? 承明染, 你是太后养大的姑娘, 这些东西算得了什么? 就因为这害怕, 所以惊慌吗? 那你既然害怕, 又为什么要做呢? 纪灵州问, 承明染不知道纪灵州的意思, 若真此前不知道, 现在也该知道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因为你现在的表情, 所以, 纪灵州声音一顿, 所以, 所以, 下次若是没办法周全, 那自己也该是坦荡的, 要不然没人能保得住你。 纪灵州说了一句, 承明染薄唇清明, 他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是在叫他应该怎么做吗? 可是他不应该是生气才对吗? 承明染犯了迷糊, 还不等他想明白, 纪灵州又说了一句, 做事总是有目的的, 你难道没有什么话想说吗? 纪灵州想要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 可是, 承明染为难, 那些原因又怎可能是随便就能宣之于口的? 你只有这一次机会, 纪灵州紧紧地盯着他, 第34章, 留下, 承明染的一颗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目的若能随意宣之于口, 便不用这般大废周章了, 可是, 他既然已经知道了, 自己再继续瞒下去的意义, 也就不大了, 陛下恕罪, 臣妾知错了, 承明染低下了头, 纪灵州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也不说话, 沉默一会儿后, 终究是承明染先沉不住气了, 陛下恕罪, 之前确实是臣妾故意不喝药的, 所以才久病不遇, 承明染开口说道, 纪灵州并不意外, 还有呢? 他问, 还有, 承明染还在犹豫, 犹豫要不要把今日的事情也说出来, 今日怎么又突然喝了药? 纪灵州问, 今日, 陛下提起承家时, 臣妾就想明白了, 所以想要先养好身子, 就让人煎了药, 承明染终究是没有说实话, 纪灵州的眼睛一顺不顺地盯着他, 承明染被他盯得头皮发麻, 就在承明染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纪灵州终于开口了, 想通了就是, 日后若是再故意不喝药, 朕便直接让太医不用开药了, 懂吗? 是, 承明染松了一口气, 他都没想到, 纪灵州居然会真的相信自己的话, 纪灵州自然是不相信的, 这种漏洞百出的东西, 他又怎么可能真的听信? 但是他不愿意说就算了, 他现在对自己还有防备在, 若是没什么事了, 就自己歇着, 纪灵州准备起身, 今日的事情他也没打算追究, 他既然不愿意说, 他说再多都没用, 可是还不等纪灵州站起来, 承明染就有些急切地开口了, 立下, 他一把拉住了纪灵州的袖袍, 纪灵州回头看向他, 拉着自己的手, 或许是觉得失礼, 他又开始怯懦了, 所以慢慢地把手收回, 纪灵州看见他瞬间黯淡的眼眸, 而后抬头看向了他, 眼里藏着紧张和害怕, 这么怕朕又要拉着朕做什么, 他重新坐了下来, 承明染看着他的手, 温热的触感让他觉得, 这一切好像都不是很真实的感觉, 说吧, 你刚刚叫住, 我是想要干什么? 纪灵州问道, 承明染将手从他的手里抽了出来, 纪灵州谋色微暗, 但是承明染又重新拉着他的衣角, 陛下可不可以不走, 他似乎是害怕纪灵州会生气, 所以说话也是小心翼翼的, 纪灵州眼底的暗色慢慢散去, 不想要朕离开, 他问, 承明染点头, 臣妾害怕, 臣妾不想要一个人待在这里, 陛下可不可以不走, 陛下要是走了, 是不是又不会过来了, 不要留臣妾一个人, 求您, 承明染眼泪婆娑, 他终于是大胆的一次, 纪灵州没有马上回答, 承明染心里忐忑, 陛下不愿吗? 他语气失落, 还不等纪灵州回答, 下一刻他就缓缓地松开了他的手, 是臣妾冒犯了, 陛下恕罪, 承明染眼中凝聚起来的碎光又一点点散开, 然后退了些, 端端正正地跪在了床榻上, 纪灵州无奈, 没有, 不要多想, 他说了一句, 见汉手低头跪着的承明染, 他伸手将人扶着重新坐下, 朕可以不走, 睡吧, 纪灵州说了一句, 他扶着承明染在床榻睡下, 但是承明染不愿意, 臣妾不困, 不想睡, 纪灵州挑眉问他, 承明染点头, 臣妾睡不着, 今日已经睡过了, 他回了一句, 好, 那便坐会儿, 可有什么想要做的, 需要用膳吗? 朕让人送些过来, 纪灵州问了一句, 承明染抿着唇半摇头, 臣妾不想吃, 喝些粥如何? 你应该也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要是不用些, 小心伤了胃, 纪灵州又接着说了一句, 承明染这才没说话了, 纪灵州见此就吩咐工人准备了些小粥青菜, 工人端上来的时候, 纪灵州随手接过, 要朕喂你吗? 他问, 承明染哪里敢? 连忙就要自己来, 臣妾可以自己来, 他说了一句, 可是就在他刚刚才准备去端的时候, 就被烫到了, 丝承明染猛地缩回手, 幸好纪灵州还没松开, 所以没撒出来, 罢了, 朕喂你吧, 纪灵州叹了口气, 这是鸡丝米粥, 软糯清香, 吃起来口感挺不错的, 承明染尝了一口, 温热软糯, 吃进去后, 胃里面暖暖的, 整个身子都舒服了不少, 外面下了雨, 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 自己要多注意些, 不要再着凉了, 纪灵州开始找话说了,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甚至夹杂着冰霜, 天气也越来越冷, 这个节点要是受了凉, 只怕又是好一番折腾的, 承明染也察觉到了凉意, 但是因为在店内, 所以觉得还好之前在冷宫的时候, 因为没有预寒的衣物和炭火, 所以落下了病根, 现在尤为怕冷, 纪灵州为着他吃完了碗里的东西后, 又让人打了水, 承明染全程都是战战兢兢的, 纪灵州这样的一面, 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陛下, 李胜从外面赶了进来, 纪灵州看了过去, 李胜上前攻身行礼, 陛下, 外面天气冷, 一些个受不住的主子, 刚刚已经跪晕了过去, 陛下您看, 哦, 是了, 外面还跪了一群人来着, 纪灵州都快忘记了, 倒是承明染云里雾里的, 怎么还有人跪着的, 就在外面吗, 晕了就让人扔回去, 外面这些人都遣散了, 回去后禁足一月, 好生反省, 纪灵州已经不耐烦了, 是李胜无奈, 早就知道讨不着什么好, 现在又碰了一鼻子的灰, 他拱着身子慢慢退下, 屋子里面有空了起来, 不过纪灵州似乎并没有要给陈明染解释的意思, 外面那些糟心事也没什么好说的, 总归都是一些争宠的, 除了这些惯用的手段还能有什么, 纪灵州今晚确实一直都留在连衣宫, 甚至将没有处理完的奏折都搬了过来, 至于纪灵州, 因为睡不着, 他就安静地坐在床榻上看书, 书画和李胜他们在旁边看着都觉得惊奇, 陛下和娘娘什么时候还有这么祥和的一面了, 纪灵州今晚也是难得在这里坐一会儿, 以前每次来连衣宫, 纪灵州都没什么好脸色, 像这样的一面还是很少见, 陈明染一开始因为紧张, 所以身子紧绷完全就放松不下来, 但是隔了一两个时辰后, 他见到纪灵州的样子倒是慢慢地平静下来, 原本一直在看书的他逐渐被纪灵州吸引, 倒不是为着其他什么事, 而是因为他很少看见, 不对, 应该是从来没有见过纪灵州这样平静地待在自己身边过, 他的目光从书上慢慢移到了他的身上, 纪灵州全神贯注地看着手中的奏折, 他的眼神平淡, 但是又仿佛能透视一切纷扰, 虽说他从未说过什么, 但是只要有他在, 这空气中总是会弥漫着一股子紧张而又庄重的气息, 好像在常人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不得不说, 纪灵州确实是有一副好皮囊, 他身姿笔直, 坐在那认真的样子更是俊美如画, 眉如远山, 目光炯炯, 高挺的鼻梁下, 唇角微敏, 黑发如铺, 流淌在肩头, 增添了几分潇洒之态, 他身穿流金的龙袍, 龙袍上绣着金龙图案, 净显皇家威严, 且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优雅与从容, 若是让这些个后妃见了, 也让人不得不为之倾倒, 承敏染看着看着就开始愣神, 纪灵州长得很好看, 可是也冷得很厉害, 他身上总是有一股生人无尽的气场, 若是有人靠近便能被冻伤一般, 曾经他真的很喜欢他, 喜欢他喜欢得要命, 甚至不惜违背父亲和姑姑的意愿, 非要入宫为妃, 哪怕只是个小小的妃卫, 一个妾室, 他也愿与他长相守, 然事与愿违, 他以为自己总有一天可以得到他的垂帘, 只要自己坚持守着他, 他一定能看见自己的, 可是这些年他一直冷冰冰的, 甚至不如自己入宫前带自己亲近, 不管自己做什么, 他都不予理会, 全然如同陌生人一般, 后来他对自己成见越来越深, 来自己这里也越来越守, 对他更是苛刻, 哪怕是一件小事也能大发雷霆地去罚他, 完全不顾及他的感受, 他一直都知道, 知道他是忌惮姑姑, 忌惮成家也因此厌恶自己, 所以他并不怪他, 他以为只要消除误会就好了, 只要哪一天他看见了陛下的忠心就没事了, 可是, 很可惜, 到底是他高估了这一切, 他想要除掉成家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永远不可能喜欢上自己, 虽说一开始他还心存侥幸, 那么冷宫的这几个月, 他好像真的想明白了, 他若是不喜, 自己又为什么非得抢求呢? 而今他只希望成家平安, 若这一次成家可以有幸躲过这一劫, 他愿意自请出宫, 然后跟爹爹一起离开皇宫, 想通了这一点, 他心里也就没了那么多的纠结, 势在人为, 他只能尽力一世了, 他等了那么多年, 如今就允许他自私这一次吧, 纪灵舟似乎是察觉到了成明染的目光, 他从一堆奏折里面抬起了头, 接着就看见了不知魂飘往哪里去了的成明染, 他从自己的位置上站了起来, 成明染还没回神呢, 直到纪灵舟都走到了他的身边, 在想什么? 他突然开口, 成明染被吓得浑身一颤, 拾起他掉落在地上的书, 想什么这么出神? 成明染摇头, 臣妾没有想什么, 陛下可是要休息了, 他问了一句, 也算是转移话题吧, 毕竟纪灵舟要是继续问下去,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嗯, 纪灵舟应了一声, 他自然看得出成明染的心思, 但他既然不想说, 那自己也就不多问了, 臣妾替陛下更衣, 成明染说着就要起身, 但是被纪灵舟按住了, 自己睡吧, 成明染有些茫然地抬起头看向他, 陛下, 自己睡, 纪灵舟又说了一句, 意思是他不一起, 成明染眼里看不出神色, 是, 纪灵舟见此才看向李盛, 随后往外间走去, 成明染在他离开后, 双手就搅动着被子, 他原先以为纪灵舟态度转变这么大, 应当是会同意留下来的, 结果, 难道他还是对自己有很大的芥蒂, 不愿意碰自己, 也不愿意跟自己同摊而眠吗, 成明染又开始拿不准他的心思了, 奴婢伺候您歇息吧, 书华说了一句, 陛下呢? 成明染问, 是离开连衣宫了吗? 娘娘放心, 陛下没有走, 在外间歇着呢, 也是陛下叫奴婢进来伺候娘娘的, 奴婢瞧着陛下, 带娘娘好似大有不同, 娘娘您这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书华是真心替自家主子高兴, 这么多年, 他终于是守到陛下了, 但是, 成明染却已经高兴不起来了, 先不论是不是真的不一样了, 就算是, 那现在的他也不再需要了, 他现在唯一想要知道的, 就是纪灵舟的态度和他的目的, 刚刚书华说他在外面, 听着外面的雨声, 成明染心里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 但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夜间, 纪灵舟已然休息了, 但是一道雷鸣将他吵醒, 只听着轰隆一声, 外面的雨势似乎也越来越大了, 啊, 屋内传来尖叫声, 纪灵舟心里一个咯噔, 是成明染, 他自然顾不得太多的就往屋子里面去, 屋子里面漆黑一片, 他喊了一声, 成明染, 没有人应答, 下一瞬又是一阵雷鸣, 随后闪电几乎照亮了整个连衣弓, 纪灵舟瞳孔猛缩, 因为刚刚接着电闪雷鸣之际, 他看见了蜷缩在角落的瘦弱身影, 不是成明染, 还能是谁, 第36章, 怕打雷, 纪灵舟两步上前, 脸上带着自己都没发现的急切, 成明染一个人蜷缩在角落, 脸色苍白, 满脸恐慌, 纪灵舟上前在他面前蹲下, 怎么了? 他正准备伸手把人揽进怀里, 但他的手才刚刚伸出去, 成明染就色缩了一下, 好像是在害怕别人要打他一样, 又是这般,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纪灵舟的手一顿, 随后又装作若无其事地把人搂进怀里, 没事了, 成明染被他整个的圈进怀里, 他双手拍打着他的后背, 怕打雷, 他问了一句, 成明染没有回答, 看起来像是惊魂未定, 下一刻又是一声雷响, 成明染吓得大叫了一声, 最后整个人都往纪灵舟的怀里面钻, 看起来是受了不小的惊吓, 他穿着很单薄, 又是光脚踩在地上, 纪灵舟眉心微微一皱, 然后想了想就直接把人抱了起来, 纪灵舟将人放在了床榻上, 先坐下吧, 不要着凉了, 他把人放下后又拉过被子给他裹上, 什么时候突然怕打雷了, 以前也没见你害怕啊? 纪灵舟问了一句, 以前成明染虽然说胆子也不算大, 但还不至于怕打雷, 成明染没说话, 他将人半搂入怀, 别怕, 没事了, 陛下, 不要走, 不要走, 成明染拿着他的袖泡, 不走好不好, 我害怕, 沉妻害怕, 纪灵舟握住他的手, 没事, 睡吧, 成明染牢牢地抓住他的衣服, 生怕自己一松, 手人就不见了, 别怕了, 没事了, 先睡吧, 好吗? 纪灵舟继续说道, 其实他并没有哄过什么人, 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哄, 纪灵舟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成明染的身子一直都在轻微颤抖, 听着外面又有雷声传来, 成明染又是浑身一颤, 瞧着应该是怕极了, 成明染又往他的怀里面钻, 嘴里念念有词, 但都是因为害怕的, 这几天阴雨连绵, 怕是要下好几日才能停, 你先睡, 等睡着了就好了, 正在这里, 守着你就是, 纪灵舟说道, 成明染仰起头看向纪灵舟, 一张小脸可怜的厉害, 陛下不走了吗? 纪灵舟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走了, 睡吧, 朕陪着你, 陛下从来都没有这样过, 成明染今日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 居然能问出这种话来, 这样不好吗? 纪灵舟问, 成明染摇头, 没有, 只是臣妾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 陛下现在的样子对于臣妾来说就好似一场梦境, 臣妾害怕, 害怕梦醒十分, 万劫不复, 纪灵舟叹了口气, 说怎样, 不要总是乱想, 可是以前的陛下不会做这些事的, 也不会跟臣妾这般说话相处, 陛下, 成明染低头看着他握着自己的手, 臣妾以为陛下很厌恶臣妾, 也不愿意同臣妾在一处, 纪灵舟微微一愣, 他抱着成明染的手稍微的凝制了一瞬, 以前的他或许是的吧, 但是, 纪灵舟抱着他, 这没有讨厌你, 只是有些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相处, 撒谎, 成明染谋色微暗, 没有接话, 好了, 先睡吧, 时间已经很晚了, 纪灵舟说了一句, 嗯, 成明染硬下, 然后不再说话, 纪灵舟一直将人抱在怀里, 没有松开过, 外面的雨越来越大, 在寂静的内殿里听得越发清楚, 偶尔或许会夹杂着雷鸣声, 但是成明染却没了刚刚的畏惧, 他安静地靠在纪灵舟的怀里, 原以为自己不会那么快睡着, 但困意来袭, 他也就在不知不觉中真的睡了去, 察觉到怀里的小女人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之后, 纪灵舟也知道他睡下了, 不过他心中疑惑, 以往的成明染从来都不会怕什么下雨, 打雷, 如今怎么还突然怕起这些了, 又或者是在冷宫里发生了什么, 纪灵舟心里思绪万千, 可正当他想要将人放下的时候, 他发现成明染的手还轻轻地扯着自己的衣袖, 其实力度不是很大, 而且只要他想, 就能够很轻易地挣脱开来, 可是, 他看着这样的成明染时, 却觉得自己没了力气, 前世种种历历在目, 他原以为自己只有一点点仅存的愧疚而已, 但是, 若真的只是那样, 他又为什么会在成明染离开的那几十年里, 回忆起他知道自己重活一世后, 他也有过茫然, 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更不知这一次重新来过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 总不能又是按照上一世的老路再走一遍吧, 上一世, 其实他未曾留下过什么遗憾, 唯一让自己余生都记忆犹新的, 好像只有成明染, 然, 就是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对这样一个人念念不忘, 仅仅只是因为他挡的那一件吗, 他明明一开始就知晓, 那一件就算没有成明染, 自己也不会受伤, 所以不论他挡与不挡都不重要, 再者, 他为什么要挡下那一件, 难道就没有私心吗? 他何尝不知成明染的用意, 就连那个香囊也是一样的, 他到死都在算计自己, 但为什么自己就是忘不呢? 甚至在余生的记忆里都全部被他占满, 脑子里甚至会出现很多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他, 所以, 上天给自己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是因为想要自己改变成家的结局吗? 亦或者是他, 纪灵舟低头看向他拉着自己一袍的手, 随后目光又重新落在了成明染的脸上, 朕到底应该拿你怎么办? 他不免觉得迷茫, 他会还成家清白, 会还成家荣宠, 但成明染呢? 他并不觉得自己能给他什么, 他以前想要什么, 纪灵舟自己心里其实很明白, 但是, 这种亲爱东西, 他给不了, 也不会给, 更何况, 希望现在的纪灵舟并不觉得自己对成明染有什么不一样的倾诉, 男女之爱, 他是皇帝, 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他从来也不相信, 所以更不会虚给谁, 第37章, 成明染的想法, 这一晚, 纪灵舟一直都没能离开, 不是走不掉, 而是他自己没有走, 一直到快要早潮的时辰了, 他才将成明染的手从自己的衣服上拿开, 然后将人放到床上, 又给他盖好了被子才离去, 成明染对这还一无所知,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季灵舟都已经离开有一个时辰左右了, 他睁开眼睛看向四周, 眼里还藏着些睡意, 周边的环境越来越清晰, 成明染也就慢慢地清醒了过来, 他, 很久没有睡个这么好的觉了, 娘娘醒了, 书画从外面走了进来, 手里还端着热水, 他将热水放在一边后就要过来扶着成明染起来, 昨夜大雨又打着雷, 奴婢还以为娘娘又要睡不好了, 陛下呢? 成明染问了一句, 陛下已经早潮去了, 算着时辰, 怕是也差不多还有一个时辰才能下潮, 书画一边说一边帮着成明染穿鞋, 昨晚是陛下陪着娘娘的, 一直都没有离开, 今早陛下走时还特意吩咐奴婢们不要进来, 打扰到娘娘您休息, 书画说了一句, 一直都没有离开, 成明染心中一动, 陛下昨晚一直都在内殿, 书画点了点头, 陛下昨晚听见娘娘的声音后就一直在房间里面没有出来, 奴婢们当时就在门口守着, 也不见里面传唤, 直到今天早上陛下才离开, 陛下现在对娘娘到底是不同了, 许氏陛下也终于瞧见了娘娘的吼, 书画说着就将成明染扶着坐到了梳妆台前面, 成明染看着铜镜里面的自己, 他轻轻地摸着自己的这张脸, 他守着它很久了, 要是看见早就应该看见了, 之前我让你去打听的消息有结果了吗? 成明染问了一句, 奴婢已经让人去打听了, 不过大理寺那边向来守卫森严, 这怕是需要花些功夫, 想要偷偷进去只怕是很难, 书画说起这个也是一脸为难, 成明染自然也是知道的, 可是他实在是真的放心不下, 娘娘放宽些, 虽然我们现在进不去, 但是那边的人传来了消息, 说是将军没事, 大理寺那边也有不少将军的救食, 他们自会好好照料, 而且也没人敢对将军用刑的, 书画安慰道, 但是成明染的脸色并没有什么缓和, 爹爹长年征战在外, 身上落下了不少陈年旧伤, 那边环境阴暗潮湿, 现在又快入冬了, 牢房里面冷得厉害, 求一求陛下, 奴婢瞧着现在的陛下与以往有些不同了, 对娘娘更是不一样了, 万一陛下答应了呢? 书画试探性地说了一句, 成明染心里面有犹豫, 倒不是怕纪灵舟怪罪他, 只是他怕自己这样会加重陛下对成家的偏见, 但, 外面可还在下雨, 成明染问了一句, 是, 这雨还下得大着呢, 奴婢瞧着这雨里像是还掺着雪, 外面天气冷, 娘娘可是打算出去, 书画问了一句, 成明染思衬了一回, 而后说了一句, 之前陛下说太后娘娘也要回宫了, 可有说具体时日, 说是快了, 想来最多也就十来天了吧, 书画回答, 太后娘娘既然要回来了, 那寿康宫可有人去打扫收拾, 成明染又问, 皇后娘娘已经安排下去了, 娘娘不用担心, 书画说, 太后娘娘是我姑姑, 我自小在姑姑身边长大, 也是在寿康宫长大的, 姑姑既然要回来了, 那我理应亲自去寿康宫看看才是, 成明染说了一句, 书画有些不赞同, 可是娘娘, 您这身子还没好呢, 虽然太医说, 你体内的毒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但终归是需要好好休养的, 再说了, 外面现在还下着这么大的雨, 你身子单薄, 要是出去淋了雨, 找了梁可如何是好, 书画说道, 成明染却管不了那么多了, 外面冷, 大牢里面不冷吗? 我必须要亲自见到爹爹才能放心, 书画瞬间反应过来, 虽然担心, 但到底是没在说什么, 是, 那等奴婢替娘娘梳妆好, 就陪着娘娘去受康宫, 成明染点了点头, 就算是害怕, 那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强得多, 更何况,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成明染心里总有一种预感, 他总觉得纪灵州现在, 或许没有真的要置成家于死地的想法了, 如若不然, 他早就应该动手了才对, 可是他不但没有, 反而还将自己从冷宫接出来, 更是态度大变, 多番维护, 还有把太后娘娘从宫外的行宫接了回来, 现在眼看着也要到了, 还有上一次成家军营的事情, 如果他真的有那样的想法, 那就应该是利用军营的事情做实成家罪名才是, 可是他居然把事情压下了, 还说要查个清楚, 所以他这才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那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现在的纪灵州或许是真的没有要对成家动手的意思了, 成明染一想到这个可能, 心跳就不可抑制地加快了起来, 一方面是期待和紧张, 另一方面又是疑惑和茫然, 毕竟纪灵州既但成家已久, 好不容易找到了机会, 又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呢? 虽说这一次可能真的如自己所想, 但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纪灵州不可能轻易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的, 成明染心中难安, 但终究是想不得太多了, 走一步算一步吧, 成家若是能躲过此劫, 他也愿意尝试着去劝说爹爹和太后娘娘, 让他们退出朝堂, 然后交出手里面的权力一起离开京城, 现在的成明染对皇宫已经没有半点留恋之心了, 他只想赶紧地结束这一场灾祸, 然后永远地做一个自由人, 再也不被所谓的一厢情愿束缚在这一方天地, 纪灵州他愿意放过他, 等成家事情一过, 他便愿与他划清界限, 生生世世永不相见, 第38章, 留在紫辰宫, 成明染早上过后就直接去往了寿康宫, 外面的雨很大, 而且天气很冷, 他一路过来, 一群打湿了不手, 连手也动红了, 寿康宫的工人见到成明染的时候都有些意外, 似乎是没想到淑妃娘娘会突然过来, 纪灵州那边才刚刚下了早潮, 就听到下面的人来告诉自己成明染去了寿康宫, 他倒是没有什么意外的, 毕竟成明染是太后养大的姑娘, 所以清静几分很正常, 眼看着太后马上就要回来了, 他不放心过去盯着也没什么说的, 不过, 他看向外面的雨, 今天天气冷, 雨还这么大, 连一宫过去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他身子本来就没好, 会不会着凉, 去寿康宫, 纪灵州终究还是没忍住啊, 是李胜已经完全习惯了, 成明染在寿康宫待了可能有半个时辰左右, 他计算着时间, 听书画说, 纪灵州好像已经下潮赶过来, 快要到了的时候, 他才打算离开回去, 路上他也没有带其他人, 就只有一个书画跟着, 书画手里面给他撑着伞, 裙摆则是他自己提着, 一路过去难免会被打湿, 纪灵州过来的时候, 就刚好看见成明染在雨中走过来, 他看着他身边都没几个人, 瞬间就皱起了眉头, 下面这些人是怎么伺候的, 这怎么遮得住, 身上都弄湿了, 纪灵州上前说了一句, 成明染好似才刚刚看见他一样, 有些惊慌的就要行李, 结果不小心被裙摆绊了一下, 他一个前倾, 纪灵州心口微缩, 下意识地伸手去扶着他, 最后, 成明染整个人都倒在了他怀里, 小心这些, 这要是摔了, 你这身上还不得石头啊, 纪灵州将人扶住, 接着将人扶着站好, 成明染脸上闪过一抹歉影, 陛下恕罪, 是臣妾冒犯了, 他看着纪灵州身上的印记, 陛下身上都弄脏了, 纪灵州不慎在意地摇了摇头, 没事, 这理雨太大了, 先回去吧, 成明染点了点头, 纪灵州身后的工人也是有眼力见的, 胆紧就去帮成明染整理工装, 还有撑伞的, 回紫辰宫, 纪灵州说了一句, 紫辰宫离这边要近一些, 成明染自然是没有意见的, 两人就这样一牵一牵地往紫辰宫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发现了这一氛围, 成明染居然主动打破了沉默, 陛下, 今日怎么会突然过去, 听说你过去了, 所以准备过去看看, 纪灵州这么直白地表达, 倒是让成明染有些不好开口, 他应该也是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所以纪灵州也开始主动找话题了, 你今天怎么突然过去了, 不放心, 嗯, 成明染点了点头, 太后娘娘要回来了, 所以臣妾就过去看了看, 还请陛下恕罪, 这有什么可怪罪的, 你既愿意去那边去, 不过, 一切以自己的身子为主, 你的身体还没好全, 不用这么着急, 太后也还有几日的路程, 你到时候再去也行, 纪灵州说道, 臣妾一个人待在宫里也无事, 所以就想着走走, 因这雨大的缘故, 臣妾也不知道该去啊, 想着太后娘娘要回来了, 臣妾心里挂念, 所以就走过来瞧瞧, 成明染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明显有一丝的落寞, 纪灵州也发现了, 可是在宫里待着无聊了, 他难得会跟人闲聊几句, 成明染应声, 宫中无人, 臣妾确实有些不太适应, 以前都是太后娘娘陪着他, 现在他一个人了, 有一些不适应也很正常, 纪灵州没有怀疑什么, 两人并没有聊多少, 就已经到了紫城宫, 纪灵州让工人扶着他进去你身上都湿透了, 先进去换身衣服, 陛下恕罪, 要不臣妾还是先回自己的寝宫吧, 这里没有臣妾的衣物, 成明染说了一句, 纪灵州看向他, 刚刚朕已经派人去取了, 应该马上就要回来了, 先进去吧, 一会儿正让人送进来, 人家都已经这么说了, 成明染自然也不好推辞了, 他微微俯身, 而后在工人的指引下, 直接就去了内殿, 纪灵州看向李胜, 去准备一碗姜汤, 是, 李胜不敢耽搁, 我得赶乖乖乖, 陛下这是真的伤心了啊, 去拿衣物的宫女回来得很快, 成明染还没花多一会儿的功夫, 就已经换好了甘爽的衣物, 陛下, 他走到纪灵州面前, 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礼,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的纪灵州, 看着成明染的李树越周全, 这心里就越不是滋味, 以后没人的时候, 不用这么在乎李树, 纪灵州到底还是主动, 说了这样一句话, 成明染谋色微善, 而后李树更周全了, 陛下说过, 后非须注意自己的言行, 不论何时都要记得规矩, 臣妾不敢妄为, 纪灵州皱眉, 这人怎么就这么皱呢, 朕说以后不用在乎这么多李树, 他又重新强调一遍, 成明染, 算了, 纪灵州心里有些别扭, 他看向成明染, 你当当淋了雨, 先把姜汤喝了吧, 工人将一碗热姜汤端了上来, 娘娘, 成明染看了一眼姜汤, 然后又看了一眼纪灵州, 他倒是没想到, 纪灵州居然还会主动让人去给自己准备姜汤, 他没有矫情, 直接将这碗姜汤端起来, 就大口地喝下, 纪灵州看着他将东西喝下, 才算是放心, 自己做吧, 他去腿俯身, 纪灵州眉心一蹴, 这么着急走吗, 现在外面雨势太大, 你就这样回去, 怕是又得淋湿了, 先坐会儿吧, 纪灵州鲜少出口挽留, 成明染似乎有些犹豫, 就这么不愿意留下, 纪灵州突然有些不高兴了, 自己是能吃了他吗, 成明染听到他似乎有动怒的迹象, 也就不再推辞, 臣妾不敢, 多谢陛下, 第39章, 当年与现在, 成明染被李圣引着到一旁坐下, 紫灵州是纪灵州的寝宫, 所以不管是什么都是最好的, 比起外面, 屋子里面要暖和很多, 成明染才刚刚坐下, 李圣就取了点心过来, 还有几本杂书, 成明染看向纪灵州, 纪灵州也就开口说了一句, 这些杂说都还挺有意思的, 你要是闲着无聊就可以自己看看, 坐在紫灵州看书, 成明染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他随手翻了翻这几本书, 其实这些书他已经很熟悉了, 早在寿康宫的时候, 他便看过了, 怎么了, 不喜欢, 纪灵州问, 成明染摇了摇头, 陛下误会了, 臣妾没有不喜欢, 只是刚刚臣妾翻了翻, 这些书臣妾在寿康宫的时候, 就都已经看过了, 纪灵州挑眉, 你还会看这些书, 太后娘娘以前总是说多看些书有好处, 所以这些杂书也是不例外, 臣妾也喜欢看, 就都看过了, 成明染回答, 纪灵州这倒是有些意外了, 他原本还以为这些规格女儿家都不爱这些, 紫灵州里面的书有很多, 你也不一定都看过, 要是作者无趣, 不妨自己去找找看, 纪灵州说了一句, 成明染放下手里面的书, 太后娘娘常说温故而知心, 哪怕已经看过了, 再看一遍的体会也是不同的, 臣妾便在瞧瞧, 纪灵州以前是真的不知道成明染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面, 不过说起看书, 他倒是想起了一桩趣事, 见着下面的成明染已经开始看书了, 他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纪灵州还记得自己还没有被册立为太子的时候, 成明染就很喜欢跑去皇子所找自己, 那个时候自己收藏了不少的书, 那个时候成明染应该也才七八岁吧, 所以他经常一个人偷偷摸摸地跑去自己的书房, 然后还把那些书弄得乱七八糟的, 就为了找他喜欢看的书, 后来被自己抓住后, 他还说是太后娘娘告诉他, 让他过来的, 当时他是怎么说的来着, 啊, 他小脸红扑扑的, 还鼓着一张嘴说, 太后娘娘说, 灵州哥哥这里的书是最多的, 还有很多民间的小故事, 还有很多美人图, 那你找到了, 当时的自己对他倒是没有那么大的抵触, 再加上只是一个小孩子, 所以态度也算是温和, 小冉冉摇了摇头, 跟个小波浪鼓似的, 没有, 尤其是美人图, 是不是被灵州哥哥藏起来了, 他双手插腰, 看起来好像他才是那个书房的小主人一样, 你究竟是想找书看, 还是找美人图啊, 纪灵州问他, 小冉冉一听到纪灵州这样问他, 顿时就有一点心虚了, 但他还是虚张声势的吼道, 当然是看书呀, 只不过是听说灵州哥哥这里还有美人图, 所以冉冉是过来没收的, 纪灵州挑眉, 没收, 是啊, 灵州哥哥现在要以功课为重, 课业是不能耽误的, 所以不能光顾着看美人, 小姑娘看起来一本正经, 好像他才是大人一样, 纪灵州被他弄得有些无奈, 我什么时候又在看美人了, 你就是在看美人啊, 宫女姐姐说黄伯伯要给灵州哥哥你选黄子妃了, 有好多好多的美人图, 小冉冉个头不大, 但偏偏还要往旁边的凳子上爬, 纪灵州怕他摔着, 所以上前要护着他, 但还没有来得及就看见他已经伸手矫健的爬上去了, 你爬那么高做什么, 纪灵州问了一句, 因为我想要快点长大呀, 成敏冉在凳子上站了起来, 等长大了, 我也让那些画师给我画一幅美人图送给灵州哥哥, 成敏冉煞煞有其事的说了一句, 纪灵州一愣, 似乎没想到眼前这个小不点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但是他也没有当真, 毕竟只是一个几岁的小丫头, 那你就快点长大, 让画师帮你画, 现在掀下来, 一会儿要是摔了, 可就是会疼的, 而且, 你要是在我这里受了伤, 母后可就得来找我麻烦了, 纪灵州还哄着他, 成敏冉好像还真认真地思考了一番, 最后张开自己的小胳膊, 那灵州哥哥抱着冉冉下来好不好, 纪灵州无奈, 但还是上前将人抱住, 小丫头瞬间就粘在了他身上, 灵州哥哥身上好舒服, 冉冉这样就不会摔了, 灵州哥哥以后可不可以一直保护冉冉啊? 好, 先下来, 纪灵州随口就应了一句, 小时候的承诺又能值多少, 更何况当时的他本来就只是顺口答应, 就当是哄一个小孩子了, 然而, 小冉冉却因为这个好字欢呼雀跃了好久, 甚至记了一辈子, 因为太后娘娘告诉过他, 未来能一辈子护着他的就是夫君了, 想到这里, 纪灵州回过神来, 他再次看向眼前的成敏冉时, 其实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小时候还算亲后的两人最后会走到那样的局面, 成敏冉, 他的变化真的很大, 那自己呢? 自己又是从什么时候对他不一样的? 好像是封了太子之后没多久, 当时父皇病重, 成家拥兵自重, 朝中上下都得看成家眼色行事, 太后专政, 而他, 在众人眼里不过是一个傀儡皇帝, 当时甚至有人在猜测, 猜测成家会花费多少时间里彻底地将冤国把控在手上, 猜测他能在成家人手里挺过多长时间, 不仅如此, 据他调查, 也是宫里的一些老人都在说, 当年就是因为太后知道自己无法生育, 所以才故意培养了他的目前, 甚至一早就知道了他的存在, 只是隐瞒不报, 后来更是涉及让后宫的那些妃子为了抚养他, 斗得死去活来, 甚至害了他生母的性命, 最后利用成家以一个贤后的身份正式收养了他, 但正因为不是亲生, 所以成家对他也不过是利用之心罢了, 还有, 宫人说太后之所以要将成明然养在膝下, 就是为了与他培养感情, 到时候成家扶持他登基后, 就会让他利成明然为后, 最后诞下皇嗣, 那他这个皇帝自然就没有了任何用处, 第四十章, 同意,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对成家的忌惮也就越来越深, 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自己多心了吗, 可是在那样的境遇下, 他又怎么敢完全去信任, 纪灵舟心里默默叹了口气, 再次看向成明然时, 眼里的神色也难免柔软了不少, 要是喜欢看这些杂书, 回头让人找来给你送过去就是, 你要是有什么喜欢看的, 也可让他们去寻来, 成明然谋色威廉, 是, 多谢陛下, 纪灵舟见着他现在, 这副规规矩矩的样子, 心里就不舒服, 不是跟你说过了, 你和往常一般就可以了, 不用这么拘礼, 现在的你, 和以前变得太多了, 以前臣妾仗着太后娘娘恃宠而娇, 给陛下添了不少的麻烦, 如今只想着小心一些, 以免惹得陛下不快, 成明然提到了太后, 纪灵舟听着这话, 总觉得别扭, 和人说过, 你恃宠而娇的话, 朕说了, 以后你只管和以前一样便可, 不必这般生疏, 成明然眼里的神色暗了暗, 沉妾害怕, 纪灵舟放下手里面的奏折, 怕什么, 怕自己哪一日又不知分寸地惹怒了陛下, 成明然告诉纪灵舟, 纪灵舟微微一愣, 他倒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答案, 他以前对成明然有那么苛刻吗, 不会, 纪灵舟突然觉得喉肩发色, 他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朕说你不用担心, 朕不会再同往常一般, 即使朕让你与此前一般, 那你就不用和现在一样循规蹈矩的, 纪灵舟说道, 成明然没有硬化, 不过许氏刚刚在外面淋了雨, 还是有些着凉, 所以没忍住咳嗽了几声, 纪灵舟也注意到了, 受凉了, 可是刚刚淋了雨, 纪灵舟问了一句, 成明然轻轻掩面, 可能有些受凉了, 陛下恕罪, 这有什么可以恕罪的, 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吗, 需不需要朕为你交个太医来看看, 纪灵舟可算是起身了, 嗨嗨成明然正欲说话的时候, 就又咳嗽了两声, 纪灵舟已经走到他面前去了, 臣妾没事, 只是觉得有些冷, 成明然说了一句, 纪灵舟抬手在他的额头上摸了摸, 不烫, 一会儿让太医为你抓几贴驱寒的药, 不要真的受了凉, 说着他又将人拉着站了起来, 朕先送你回连衣宫, 说着他又看向身侧的李盛, 批风过来, 不过纪灵舟却不是打算自己用的, 他从李盛手里面接过批风, 刚刚不是说冷吗, 这里没有旁的衣物了, 先用着吧, 纪灵舟不慎在意地说了一句, 但成明然满脸惶恐, 陛下, 这只怕是不合礼数, 纪灵舟不满, 正刚刚跟你说的话, 你又忘记了, 既然口口声声说着礼数, 那怎么连朕的话都记不住了, 成明然还想要说什么, 但被纪灵舟一个眼神给吓住了, 刚刚准备说出来的话瞬间咽了下去, 纪灵舟亲自给他将披风披好, 还顺便拢了拢, 成明然一开始还没有什么异样, 但慢慢地就红了眼, 纪灵舟发现了他的异样, 眉心微醋, 怎么了? 他问了一句, 成明然别过头, 强忍住眼里的酸涩, 臣妾无事, 纪灵舟又怎么会相信他的说辞, 他掰过成明然的脸, 你这叫做没事? 成明然不说话了, 纪灵舟无奈, 到底怎么了? 好端端的, 有什么可哭的? 他又问了一句, 其实以前的纪灵舟并没有见他哭过几次, 他当然没见过几次, 毕竟以前的成明然一直都知道, 他不喜欢哭哭啼啼的小姑娘, 所以不管自己有多难受, 他都会强忍着泪意不在他的面前落泪, 但是现在, 晶莹剔透的泪珠瞬间从眼角滑落了下来, 他感受到脸上的触感就要伸手去擦拭干净, 但是却被纪灵舟抢先一步擦掉, 到底怎么了? 是身体难受? 他又问了一句, 臣妾不敢说, 成明然眼泪婆娑, 连声音都带着颤疑, 纪灵舟的手微微一顿, 随后有了猜测, 想到了太后还是成家, 她的声音听不出喜怒, 成明然当即就跪了下来, 陛下, 爹爹长年征战在外, 身上有不少的旧伤, 现如今遭此劫难, 臣妾实在是担心爹爹的身体会受不住, 求陛下开恩, 让臣妾渐跌跌, 陛下, 纪灵舟没有马上答话, 成明然的心里忐忑的厉害, 他甚至不敢抬头去看纪灵舟的表情, 两久, 他好像听见纪灵舟叹了口气, 起来吧, 成明然不敢有动作, 纪灵舟无奈, 只能自己去将人扶起来, 朕说起来了, 他牵着成明然, 你即使要见, 那便去见见, 总归不放心, 让你见了, 总能放心些了吧, 成明然听到这句话,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就这么轻易地答应了吗, 看着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样子, 纪灵舟有些无奈, 要是你身体没什么大问题, 一会儿回去朕就让人去安排, 明日就送你去大理寺, 这次成明然反应过来了, 多谢陛下, 他马上就要往地下跪, 结果被纪灵舟一手拉住了, 还跪什么, 你一天是跪不完了吗, 走吧, 朕送你回去, 纪灵舟说了一句, 成明然许是高兴的, 所以连语气都轻快了很多, 臣妾可以自行回去, 就不劳烦陛下了, 臣妾告退, 然而还不等他离开, 才刚一转身, 就被纪灵舟拽住了胳膊, 成明然一个不稳, 直接撞到了他的怀里, 这么迫不及待, 你就这么讨厌跟朕待在一块, 纪灵舟看向怀里面的小女人, 满脸不快, 成明然一脸猛, 他勉强从他的怀里正拖出来, 却又发现他拽着自己胳膊的力气很大成明然, 你在躲阵, 纪灵舟总算是看出来了, 成明然心里一紧, 但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毕竟他不是不喜欢自己吗, 自己不缠着他了, 不是刚好合了他的意吗, 第41章, 畏惧冷宫, 纪灵舟神色不渝, 有了这个认知的他, 现在心里莫名火大, 为什么躲着阵, 成明然强装镇定, 陛下, 疼他试探挣脱纪灵舟的前置, 但是纪灵舟不仅没有松开他, 反倒将人抱得更紧了些, 你还知道疼, 回答阵, 你是不是在故意躲着阵, 他加重了语气, 成明然不敢真的将人激怒, 毕竟刚刚他才答应自己可以去见爹爹, 要是现在在这个时候把人惹怒了, 得不偿失, 没有他回答, 但是纪灵舟又岂是这么容易相信的, 当即就问, 那为什么你这些日子处处与朕保持距离, 处处生疏淡漠, 他问, 成明然沉默, 说不出话来了, 纪灵舟问他, 成明然的眼睛弥漫上一层水雾, 他仰头看向纪灵舟, 纪灵舟一正, 臣妾也想, 可是臣妾不敢, 陛下可知冷宫到底是什么模样, 可知臣妾这几个月在冷宫又是过的什么日子, 臣妾害怕, 臣妾担心陛下又因为什么厌弃了臣妾, 再一次将臣妾打入冷宫, 陛下, 臣妾从小在宫中长大, 从未吃过什么苦, 冷宫的这几个月臣妾学乖了, 臣妾不敢冒犯陛下, 臣妾想着, 只要臣妾乖一些, 懂规矩一些, 陛下就能多宽佑臣妾一些, 所以臣妾处处小心, 生怕哪里不对再次惹怒了陛下, 臣妾说着说着眼泪就落下来了, 现在的她倒是真的爱哭了不少, 纪灵舟束缚着臣妾的手都顿住了, 冷宫, 陛下, 臣妾自幼长在身宫, 原以为有太后娘娘在, 臣妾这一生都不需要担忧, 但, 陛下, 臣妾害怕了, 害怕陛下, 害怕皇宫, 害怕自己落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 纪灵舟继续往后说道, 纪灵舟稍微松开了抱着她的手, 臣妾在冷宫一个人熬出来的, 臣妾没有办法忘记, 出来的这些日子, 臣妾整晚噩梦, 总是想着陛下, 要是哪一天又厌烦了臣妾, 那臣妾是不是又要去到那种地方, 承明燃眼眸悲戚, 让人看着都会心疼, 纪灵舟心口也闷闷的, 就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那是什么感受, 朕跟你承诺, 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 纪灵舟说出这话的时候, 自己都有些意外, 她怎么会突然说出这种话来, 承明燃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 是臣妾失言了, 她说了一句, 纪灵舟已经记不得这是自己第几次叹气了, 她伸出手, 动作轻柔地帮承明燃将眼泪一点点擦干, 然后将她整个人抱进怀里不要哭了, 你这一哭, 朕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带你才是了, 纪灵舟的脑子也很乱, 乱在她到底应该以何种态度去对待承明燃, 承明燃感受着她的怀抱, 听着她现在说的话, 她突然觉得眼前这个人有些陌生, 刚刚就当朕多想了, 不该问那样的话, 之前也确实是朕没有弄清楚事情缘由, 就让你去了冷宫, 受了委屈, 遭了罪, 今后, 朕慢慢补偿给你, 可好, 纪灵舟虽然说着要补偿, 但实际上要怎么做她自己, 现在都弄不明白, 承明燃更是没有将她说的这些话放在心上, 如果以前的纪灵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她可能要开心一整天, 甚至要记上一辈子, 但是现在, 她已然的不在乎了, 也不再需要这些, 而且依据口头承诺也做不得什么数, 她现在已经不相信这些了, 更何况, 有些东西不是今后怎么做就能抹平之前的一切, 纪灵舟全然不知承明燃的心里现在是什么想法, 她知道这一次是自己做的事情有问题, 当时承家入狱后, 她被指认谋害黄四, 自己又何尝不知道这里面有后宫那些人的手柄, 但是当时的她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了, 所以只要是承明燃自己没有办法辨明清白, 那她也不会去刻意调查洗脱她的罪名, 后宫之事向来如此, 而她也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 所以直接下令将承明燃打入冷宫, 当时的她还只穿着一身泄衣, 连衣宫的众人更是被遣散了, 所以身边更是连一个伺候的人也没有, 她多么娇贵自己是知道的, 太后在的时候哥们舍不得她受一点的委屈, 所以不管什么都是最好的, 人也就娇气了不少, 可想而知在冷宫的这几个月她吃了多少苦, 她甚至不敢想象, 承明燃这样精尊玉贵的小人是怎么挺过这几个月的, 上一世承明燃离开后, 她可能也是魔症了, 所以让人去调查了她在冷宫里究竟过得如何, 当她手里拿到那一叠东西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住了, 短短半年里, 她是真的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 缺一小时, 打骂折辱, 她全部受了个变, 上一世她死后, 太后说她是个金贵傲娇又爱漂亮爱面子的人, 所以还亲自要给她更衣, 甚至细细的梳妆打扮了一番, 当时她并不在现场, 不过后来她有听起下面的人说过, 交错, 看起来着实可怕, 伤,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伤, 后来她再看见那些调查回来的东西才知道, 那些伤应该就是被后宫里面那群人折磨时留下的吧, 当时她只是听着下面的人在说, 但自己没有真的见到她身上的伤有多么恐怖, 如今提前两个月将人接了出来, 不知那些坝是否早就留下了, 想到这里, 你身上, 既灵舟欲言又止, 承明燃却不能当没听见, 陛下想问什么, 无事, 走吧, 先回连衣宫, 既灵舟将人松开, 承明燃也识去的没再多问, 她拉开了与既灵舟的距离, 外面的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 所以, 既灵舟站在她身边, 很自然地握住了她的手, 静歇, 要不然一会儿又要淋湿了, 她撞似随便说了一句, 但在承明燃看不见的地方, 她的眼里也划过一抹不自然, 第四十二章, 沐浴, 回去的路上, 承明燃也是一言不发地跟着既灵舟, 一步一驱, 看起来就跟个小尾巴一样, 既灵舟也沉默着, 所以, 两人之间就只有雨滴坠落的声音, 滴滴答答地打在伞上, 地上, 树上, 这要是不知情的, 还以为是哪里传来的乐曲呢? 因为雨大, 所以雾蒙蒙的, 配上这个音乐, 也确实是别有一番风味, 承明燃从来没有在雨天和她一起慢走过, 这样的感觉很奇怪, 再过一阵, 可能就要下雪了, 既灵舟突然说了一句, 承明燃不知音如何作答, 又或者说是不愿意作答, 所以, 只是很敷衍地硬了一句, 继灵舟觉得她有些冷淡, 但也就是皱了皱眉, 便没再说什么了, 你要是怕冷, 可吩咐内务府的人多备些炭火, 宫中分立都有定数, 臣妾这样怕是会坏了规矩, 承明燃说, 规矩规矩, 又是规矩, 她现在规矩怎么这么多, 自己都说过多少次了, 她愣是一句也不听, 你现在跟朕说话, 都要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吗? 继灵舟不满, 承明燃沉默, 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有一点尴尬, 最终还是继灵舟先妥协, 她有些无奈, 罢了, 朕就当你还不适应, 日后不要再说这些了, 承明燃脸谋, 是不管她说什么, 自己答应下来总归是没错的, 继灵舟和承明燃两人没一会儿就到了连衣宫, 因为一路护送的缘故倒是没什么打湿, 但是因为外面的雨势实在是太大了, 难免还是会见到一些, 你今日本来就淋了雨, 让人打起热水来, 沐浴更衣, 继灵舟说道, 还顺便动手主动地把她身上的外袍给解开, 臣妾不用的, 这也太小题大做了一些, 还要沐浴, 去吧, 继灵舟这话一出就代表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承明燃无奈, 只得行李退下, 工人也赶紧去准备热水, 继灵舟则是又让人准备了姜汤, 店内油灯摇曳着微弱的光芒, 内店因为熏香的缘故, 飘着似有似无的沉香, 热水放下时, 鲜雾鸟鸟, 叫人如同置身仙境一般, 工女轻挽起袖子, 拿起铜壶, 一点一点地往浴桶里注水, 水声叮咚, 悦耳沉醉, 浴桶旁边的木架上, 工女挂着各式各样的香料包, 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随后由着工女仔细挑选了一番, 最后选中一包放入浴桶中, 香气顿时弥漫整个房间, 承敏染站在一侧, 工女过来后, 轻轻挽起女子的衣裙, 动作轻柔而熟练, 她小心翼翼地解开了衣裙的腰带, 随着腰带的松开, 衣裙轻轻地滑落在地, 承敏染雪白的肌肤逐渐展露出来, 映衬着柔和的灯光, 更显得娇嫩动人, 接着, 工女又轻轻脱去女子的内衫, 双手轻抚过女子的肩膀和背部, 仿佛在为她扶去一天的疲惫, 内衫被轻轻地放在一旁, 女子的身姿愈发显得恶魔多姿, 但, 承敏染身上错综复杂的疤痕, 却让人看着心惊, 承敏染缓缓缓地吞去繁复的衣裙, 工女扶着慢慢进入浴桶, 温水浸没了她的身体, 带来一种温暖舒适的感觉, 她的长发如瀑布般流淌在肩头, 偶尔有几滴水珠滑落, 闪烁着晶莹的光芒, 工女又拿起一块干净的毛巾, 仔细地为女子擦拭着身体, 她从女子的肩膀开始, 顺着肌肤的纹理轻轻擦拭, 动作轻柔而仔细, 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承敏染闭目享受着沐浴的时光, 手臂倾抬, 而后轻轻揉搓着身体, 浴桶中的水渐渐泛起涟漪, 与窗外雨水打过的枝叶相互映衬, 房间内静谧而凝合, 只有水声和女子轻柔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 纪灵舟进来的时候, 拦住了正要行李的宫女, 宫女推到一边, 她放轻脚步走了进来, 承敏染背对着外面, 所以根本不知道店内多了一个纪灵舟, 她其实也很久没有这样放松过了, 纪灵舟原本只是进来瞧瞧, 顺便看看她身上是不是真的有那些疤痕, 现在进来后却不自觉地被这样的氛围感染, 她看向不远处的承敏染, 因为玉桶的遮挡, 她并没有看见她的身子, 纪灵舟慢慢往前, 一步又一步, 正在伺候承敏染沐浴的宫女, 在看见纪灵舟的时候被吓了一跳, 奴婢见过陛下, 她喊了一声, 承敏染因为这句话也被吓得不轻, 她火速回头, 结果就看见已经走到自己身边的纪灵舟, 避, 陛下, 她下意识地将自己捂住, 双手都遮在了胸前, 身子也全部落入了水中, 退下, 纪灵舟说了一句, 宫女慌慌忙忙地就要离开, 承敏染心中不安, 尤其是房间只剩下他们两人时, 她心里的紧张再一次被放大, 纪灵舟在她面前停下, 看着她的动作, 她懒得心情愉悦了一次, 朕又不是没看过, 我这么严实做什么, 承敏染说不清是羞的还是怎么了, 一张脸瞬间熟透了, 这水是很烫吗, 热成了这个样子, 脸这么红, 纪灵舟挑眉,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她在故意挑逗, 承敏染不知道纪灵舟到底是哪里突然生出的这种恶趣味, 所以也只能忍着心里的紧张问了一句, 陛下怎么来了, 可是等久了, 臣妾马上就好了, 没有等很久, 既然好了, 那就起来吧, 纪灵舟这分明就是故意的, 承敏染一脸为难, 她一边说让自己起来, 一边又没有要回避的意思, 自己, 承敏染一脸无措, 最后只能硬着头皮说了一句, 陛下可否先回避一下, 回避? 回避什么? 你身上还有哪里是朕没有看过的吗? 纪灵舟说了一句, 承敏染, 话虽这么说, 可是现在的她还是有些不太习惯, 见承敏染一直畏畏缩缩地, 纪灵舟谋色微暗, 她的目光落在了她露出来的那一小节脖梗和锁骨, 还不起来吗? 一会儿水凉了? 算了, 死就死吧, 温热的水泛起点点荧光, 承敏染正从水中缓缓起身, 她的身姿曼妙, 宛若水中芙蓉, 然, 当她站起身时, 纪灵舟的目光瞬间变了变, 她浑身上下布满了疤痕, 有些是新天的痕迹, 有些则是旧日的伤疤, 她们在烛光下显得格外醒目, 第43章, 那不是你的错, 这些疤, 纪灵舟的目光丝毫不加掩饰, 承敏染自然也很轻松地就发觉了她的视线, 她知道自己的身子是合斑模样, 承敏染微微抿唇, 不敢耽误, 直接套上了旁边的衣裙, 然后跪下, 陛下, 纪灵舟因为她的动作瞬间回神, 她上前将人扶起来, 又突然跪下做什么, 她的语气里面夹杂着一点自己都没发现的迪亚, 承敏染被她捐在怀里, 忐忑不安, 纪灵舟将人裹着身上的衣裙抱了起来, 突然的失重感让承敏染下意识地惊呼出声, 不过纪灵舟的怀抱还是挺结实的, 她将人抱着就往外走, 承敏染小声地叫了一声, 陛下, 但是纪灵舟就好像没有听见一样, 她抱着人直接就去了请殿, 陈敏染的一颗心好像马上就能跳破胸膛冲出来一般, 纪灵舟将人放在了床榻上, 然后伸手用她身上裹着的衣服帮陈敏染把身上的水渍全部擦干, 冷吗? 她问了一句, 陈敏染摇了摇头, 宫殿里面的炭火还是很足的, 所以不是很冷, 但因为刚刚洗完澡, 所以稍微受了一点凉还是会有些冷嗖嗖的, 纪灵舟将她身上的湿衣服拿开, 陈敏染被吓了一跳, 她有些慌乱的就要去盖住自己的身子, 但是纪灵舟的却先她一步地扯过了旁边的被子给她盖上, 头发也有一点湿了, 朕帮你擦擦, 她问了一句, 陈敏染摇头, 纪灵舟怎么了? 怎么这么反常? 不过纪灵舟一点也没有在意她的回答, 直接拿了帕子又去帮她擦拭不小心打湿的一点头发, 陈敏染安静的厉害, 全程一句话不敢说, 纪灵舟也没说话, 只是专注地帮她擦头发, 因为湿得不是很厉害, 所以没一会就差不多了, 纪灵舟将东西扔到一边, 把姜汤端过来她喊了一声, 纪灵舟话音刚落, 外面的工人就已经把姜汤端了进来, 陈敏染看着工人端过来的东西, 今天不是已经喝过一次了, 她问了一句, 纪灵舟接过那碗姜汤, 喝过了也要喝, 你明天不是还准备去大理寺吗? 多喝一些预防着凉, 好吧, 陈敏染也没什么反驳的余地, 所以乖乖地将那玩意儿接了过来, 因为这姜汤煮得很浓, 所以味道也有一点辣, 陈敏染喝得直皱眉头, 不喜欢这个味道, 纪灵舟问了一句, 有一点辣, 陈敏染也如是说了一句, 煮得浓一些, 稍微忍一忍, 总比后面着凉喝要好得多, 纪灵舟说道, 陈敏染没有接话, 只是把已经喝完了的碗放了回去, 纪灵舟看向工人, 去拿一套干爽的衣服来, 工女应下, 随后告退, 纪灵舟看向陈敏染, 把手松开, 她说了一句, 陈敏染脸色一变, 她的手现在正紧紧地抓着被子, 生怕自己走光, 要知道, 这被子下面的她, 可是为着寸履的, 陛下, 陈敏染还有推辞的意思, 但是纪灵舟已经没有那么多耐心了, 她直接伸手捂住了陈敏染的手, 然后轻轻拉开, 陈敏染到底是不敢真的违背她的意思, 所以没有怎么反抗, 她松开了手, 纪灵舟将被子拉开, 不过因为顾忌着陈敏染的情绪, 所以也没有全部拉掉, 只是漏了一部分, 纪灵舟看向她身上的伤, 怎么弄的, 她问了一句, 陈敏染知道她问的是什么, 缓了好久, 她才回了一句, 陛下问的是哪处, 那处, 意思是, 这些伤不是同一次留下来的吗, 也是, 纪灵舟其实也能分辨得出来, 她身后的伤心就不一, 有的甚至还结着家, 大部分都是鞭伤, 还有一些不清不楚的, 甚至有不少淤青在, 刚刚进冷宫的第二天, 得, 于飞娘娘就去了冷宫, 让人拿着鞭子打了陈妾, 陈妾数不清是多少下, 陈敏染说道, 她既然要问起, 那自己又怎么可能故意隐瞒呢, 她不是想知道吗, 那自己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告诉她, 她也想让纪灵舟知道自己在冷宫那几个月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冷宫里面来的客人太多, 陈妾身上不少的伤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因为在冷宫也没有太医, 所以这些疤痕就没有去掉, 陈妾背上有一处烫伤, 冷宫冷得厉害, 那是陈妾第一次在冷宫生活, 后来钱昭一过来了, 她说来看看陈妾, 结果却失手将陈妾推进了火里, 背上的伤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陈敏染说道, 纪灵舟落在了背上烫伤处的手, 微微一顿, 整个后腰都是很大一片的烫伤, 你, 纪灵舟想要说什么, 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陈敏染眼中酸涩, 其实说到底, 她心底还是有些怨她的, 还疼吗, 纪灵舟轻轻抚着她后背上面的伤痕, 现在已经不疼了, 但是当时可疼了, 可是不管陈妾有多疼, 都没有人会因此放过陈妾, 所以陈妾知道, 其实喊疼也是没什么用处的, 陈敏染回答, 纪灵舟喉尖一梗, 这些疤, 正会让太医帮你去掉, 纪灵舟想了半天, 才想出这么一句话来, 但是陈敏染摇了摇头, 不用麻烦了, 去不去掉, 其实都没有太大关系, 陈妾现在已经不在乎了, 更何况, 只有留着这些疤痕, 陈妾才能无时无刻地警醒自己要懂事些, 以免再次犯错, 你再说气话, 纪灵舟问, 陈妾没有说气话, 陈妾只是不想又犯错受罪而已, 陈敏染说道, 你以前最是爱漂亮了, 纪灵舟说, 陛下也说了是以前了, 现在陈妾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陈妾什么都不懂, 就是一个骄纵的小姑娘, 所以才犯下那样的滔天大祸, 现在陈妾长大了, 陈敏染又说了一句, 长大, 不过几个月而已, 你依旧可以和以前一样的, 再者, 以前的事, 那也不是你的错, 纪灵舟说, 几个月的时间已经足够了, 而且陛下忘了吗, 曾经的那些事, 大家都认为是臣妾的错, 陈敏染轻轻一笑, 脸上满是凄凉, 现在一句, 那不是你的错, 可当时所有人都说是他的错啊, 第44章, 出气, 纪灵舟沉默了下来, 陈敏染试图将身上的痕迹遮住, 不过被纪灵舟握住了手, 一会儿, 朕让人把书横高拿过来, 你身上的伤疤应该是能去掉的, 陈敏染看向他, 陛下, 朕说让你用, 你便用, 这个没什么好推辞的, 至于你在冷宫受的委屈, 朕也会一一查明, 日后定然是会帮你出了这口气的, 纪灵舟说话也很直接, 陈敏染不慎在意, 出气, 打回去骂, 陈敏染已经不抱希望了, 这些他已经不愿意再去想了, 纪灵舟帮他重新盖好被子, 一会儿, 他们拿来了干净的衣裙后就换上, 早些休息, 看吧, 自己现在这副样子, 他怕是连胃口都没有了吧, 纪灵舟离开后, 他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伸手摸了摸自己身上凹凸不平的伤痕, 眼睛慢慢泛红, 虽然他说自己不在意这些, 但是想到, 身上这些跟蜈蚣一样的疤痕, 他难免还是介意的, 要是以前的他, 那因为这些疤痕, 他怕是要闹翻天了, 现在嘛, 他身上有没有伤痕也不重要了, 纪灵舟没有在连衣宫待着, 李胜见到他出来的时候, 整个人黑着一张脸, 这是怎么了, 刚刚不还好好的吗, 冷宫的这几个月都有谁去过, 让人去查清楚了来, 今晚百嫁于飞的请宫, 纪灵舟于怒未消, 李胜默默低着头硬道, 是, 陛下这是要算账了, 还是冷宫的那些事情, 于飞上一次被纪灵舟禁足后, 就一直待在宫里, 再没有出去过, 今天突然听到纪灵舟要过来的消息, 可是高兴了好久, 还特地打扮了一番, 陛下果然还是念着他的, 不会因为禁足就忘了他, 纪灵舟来到于飞住处的时候, 于飞已经等候多时了, 臣妾见过陛下, 纪灵舟直接从他身边掠过, 甚至都没多看一眼, 于飞身子一将, 随后起身跟了上去, 陛下, 纪灵舟自顾自地往后面走了去, 到了正殿后便直接坐在了主位, 他看向身后的于飞, 眸色一灵, 跪下, 于飞被吓得浑身一颤, 完全不敢有任何的犹豫, 当即就跪了下来, 陛下, 陛下, 不知臣妾可是做错了什么, 于飞颤颤巍巍地问了一句, 淑妃在冷宫这段日子, 好歹保留着味分, 哪怕身处冷宫也不该由着你们坐见, 你倒好, 都做了些什么, 纪灵舟单刀直入, 说得非常直接, 于飞一听到这种话, 眼里瞬间就闪过一抹怨毒, 所以, 陛下这是为淑妃出气来了, 在后宫对高位妃平滥用私刑, 本就有违攻归, 朕还问不得罪不成, 纪灵舟大怒, 抬手就在旁边的桌子上拍了一掌, 于飞怕归怕, 但还是鼓起勇气说了一句, 淑妃害了臣妾的孩子, 臣妾不能叫那个贱人偿命, 就已经是溃对了臣妾的孩子, 现在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得了吗? 蠢货纪灵舟语气冰冷, 陛下明明忌惮着承家, 如今这么好的机会, 陛下怎么又轻易地放了他出来? 要臣妾说, 陛下就应该趁此出去承家才对, 于飞的胆子也是越来越大了, 后面说话都口不择言了起来, 放肆, 后宫不得干政, 这于飞好大的胆子, 于飞或许也是察觉到自己说错了话, 整个人的没了刚刚盛气凌人的样子, 只是低着头跪在一旁, 朕看你的规矩是白学了, 来人, 纪灵舟从来就不是什么怜香惜玉的, 随着他一声令下, 外面就有人进来了, 于飞此刻终于是知道怕了, 陛下, 陛下, 他跪着就要去拉扯纪灵舟的衣袖, 但是被纪灵舟躲开了, 于飞欲前失礼, 冒犯天威, 拖下去边行三十, 贬其为平, 纪灵舟试下, 这么重, 李盛都被吓到了, 边行, 这样的刑法在后宫倒是很少用上的, 陛下这是怎么了? 于飞的求饶声被纪灵舟忽略了得干净, 很快外面就传来了于飞的惨叫声, 纪灵舟一直端坐在殿内, 好似完全没有听见一般, 李盛在一旁眼, 关鼻关心的, 完全不敢吭声, 他心里其实已经隐隐约约的有了一些猜测, 今天陛下是从淑妃娘娘那里, 出来的时候才突然变了脸色, 紧接着就让他去查了冷宫的事情, 还直接来了于飞, 现在应该是于飞娘娘了才对, 陛下突然来到了于飞娘娘这里, 还出口便说起了淑妃娘娘的事情, 后来下这么重的刑罚, 想来就是跟淑妃娘娘有关了, 才对纪灵舟去往于飞处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消息, 不过于飞被陛下处以鞭刑倒是让不少人有些意外, 这好端端的, 陛下怎么突然对于飞下了这样的惩罚, 还贬了味分, 承明染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也愣了一下, 刚刚纪灵舟和自己说的那些话又浮现在了耳边, 他现在已经换好了衣服, 书画正伺候着他准备歇息了, 如今听到这个消息, 承明染却突然有些睡不着了, 娘娘, 陛下这怕事给你出气去了, 书画说了一句, 手边还放着书很高, 刚刚纪灵舟前脚刚走, 后脚就有人把这东西送来了, 书画也给承明染擦上了, 我有什么资格让陛下这般大动干戈, 承明染自嘲的笑了笑, 今时不同往日, 陛下带娘娘自然是不一样的, 娘娘可不要妄自菲薄了, 奴婢瞧着, 如今陛下对娘娘跟以往可不太一样了, 书画说了一句, 你相信会有无缘无故的好吗? 承明染突然问了一句, 书画一愣, 随后又听到承明染说, 陛下以前对我是什么样的你, 难道还不知道吗? 如今态度大变, 这其中是什么原因, 我们都还不曾知晓, 又怎敢去享受她的好? 娘娘是不是多心了? 说不定陛下只是突然想到, 娘娘您的好了呢? 书画说了一句, 承明染摇了摇头, 她那样的从来都不会对谁上心的, 要能瞧见了, 那早就该瞧见了。 她说道, 书画听到这话, 也不敢继续再说什么, 她扶着承明染到旁边的床榻上坐下。 第四十五章, 噩梦了, 承明染理了礼仪群, 等承家的事情结束了, 陛下那边就游着去吧, 总归以后与她也没什么关系了, 书画满脸心疼, 娘娘, 陛下现在不一样了, 何不再试一试呢? 她问了一句, 我输不起了, 就这样吧, 承明染躺下, 她已经无可再输了, 书画无奈, 既如此她也不好再继续说下去, 她走到一旁, 慢慢地灭掉烛灯, 承明染就看着房间一点一点地变暗, 就好像新门处一点点地被关上, 直到最后的那点亮光也被遮完, 书画离开了内殿, 承明染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躺在床榻上, 整个人漠然地看着床顶, 房间里面散发着点点熏香的味道, 她却一点睡意也没有, 脑子里面全部都是这些天纪灵州 与自己相处的那些画面, 还有今日她说的那些话, 纪灵州变了吗? 其实, 她一直觉得自己是很了解她的人, 这些天她跟纪灵州的接触其实挺多的, 要说变了没有, 她或许是最能直观感受到的, 不得不说, 纪灵州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她变了太多, 连同整个人好像都更为柔和了, 但, 承明染只是不敢再去相信她, 因为她身上的这些伤, 随时都在提醒着她自己这几个月遭受的一切, 她害怕了, 所以想要退缩了纪灵州突然变化的样子, 让她不安, 她怕这层唐衣之下是更加无法逃脱的罪恶之冤, 承明染一点点地闭上眼睛, 这一切就好像是一场梦, 一场生死未知的梦, 纪灵州再次回到连衣宫的时候, 里面的烛灯已经都灭掉了, 她平退所有的宫人一个人朝着内殿去了, 承明染好像已经睡下了, 她放轻脚步慢慢地朝着她走了过去, 屋子里面散着似有似无的熏香, 这是她专门让人送过来的, 之前她就知道, 承明染从冷宫出来后一直睡得不好, 所以特意让人准备了这安神香, 现在见着有效她心下烧安, 纪灵州走到承明染床踏旁边, 随手将帘子给掀了起来, 里面传来承明染均匀的呼吸声, 确实是睡下了, 她在一旁坐了下来, 屋子里面光线昏暗, 其实是有些看不清的, 但也能勉强失误, 外面雨声未停, 但这种天气好像更适合睡觉了, 她抬手就要去摸承明染的脸, 但是我还没放上去就退缩了, 要是家人吵醒了, 恐怕不太好, 纪灵州又把手收了回来, 她看着一脸甜静的小女人, 心里面感慨万千, 其实她几乎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她, 尤其是上一世, 他们两人同她的次数不算上, 可是真真正正地静下心来, 看她睡着的样子, 却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现在见着, 纪灵州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情绪, 她最近其实也有所感受, 她可以感受到自己对她, 好像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情绪在, 纪灵州微微地叹了口气, 外面雨声越来越大, 但是她这还没有要走的打算, 今晚不知道还会不会打雷, 她害怕打雷, 自己要是走了, 一会儿她可会害怕, 纪灵州或许自己都没发现, 她现在想的东西都要比以前多不熟, 其中大部分还是站在了成明染的角度上, 房间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外面的雨声一点点变得急促起来, 成明染额头开始冒汗, 她做了一个梦, 梦里是自己刚刚被打入冷宫的时候, 那时天气还不冷, 那日冷宫里面不知怎么的, 突然出现了好多的蛇, 那些蛇吐着性子就在院子里面盘旋着怎么也不肯离开, 自己站在一边完全不敢有什么动作, 她捂着嘴巴就怕这些蛇往自己这边过来, 可是那些蛇就好像是专门奔着她的一样, 满地的蛇骑刷刷地朝着她爬了过来, 她再也坚持不住了, 大声喊着救命, 大声喊着来人, 可是任由她敲碎了冷宫的门也不会有人理会她, 她梦见那些蛇都往她身上爬, 还有一些甚至往她的脖子里面钻, 浑身冰冷, 让人胆寒, 疼, 好疼, 不要, 不要, 成敏染满脸不安, 哪怕在睡梦中依旧反复挣扎, 纪灵舟发现了她的异常, 一脸凝重, 这又做噩梦了吗, 她顾不得太多, 直接握住了她的手, 结果就发现那手心全部都是冷汗, 不要, 救命, 救救我, 成敏染在梦里面都还在求救, 那些蛇从她的身上爬了过去, 然后缠住她的手腕脚腕, 甚至从袖子里面钻进去, 还绕到了脖子上面, 她只觉得呼吸困难, 谁能来救救她, 救命, 成敏染几乎快要绝望, 她看着冷宫的大门, 为什么, 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能来帮帮她呢, 她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的, 我没错, 我没错, 成敏染声音微弱, 纪灵舟因为离她很近, 所以还是将这几个字听得很清楚, 她靠近成敏染, 成敏染, 她叫着她的名字, 可是成敏染就如同被梦魇出了一般, 她畏惧, 恐慌, 绝望,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求生的本能, 她开始反复挣扎, 羽生未歇, 夹杂着风声, 风雨声呼啸的厉害, 成敏染开始扭曲着身子, 救命, 救命, 不要, 她一遍一遍地喊着, 可是梦里面没有一个人来帮她, 纪灵舟见情况不对, 后面竟直接将人抱进了怀里, 成敏染, 她继续叫着, 成敏染摇着头, 纪灵舟伸手抚摸着她的后背, 没事了, 别怕, 只是噩梦而已, 成敏染的挣扎并未停下, 纪灵舟不肯将人松开, 只是一遍遍轻浮, 别怕, 没事了, 都没事了, 她不知道成敏染到底梦见了什么, 但是她大概可以猜到, 肯定还是跟冷宫的那段经历有关, 因为除了那几个月外, 她好像也没有吃过什么苦, 受过什么罪, 想到这一点, 此刻的纪灵舟心底突然生出了一丝丝后悔, 自己之前带她会不会太残忍了些, 要是自己没有将她打入冷宫, 她或许也不会变成现在这般惶恐模样的, 第46章, 去找纪灵舟, 到了后半夜成敏染的情绪才算是慢慢平复, 纪灵舟一整个晚上差不多都守在这儿, 见她好像从梦境里面抽离出来了, 她才又重新把人放下, 不过, 她摸着成敏染的手, 怎么这么凉, 她帮她盖好被子, 接着用自己的手捂着她的手, 外面的雨声一点点停下, 刚刚还剧烈呼啸的风声, 现在也逐渐地安静了下来, 连带着纪灵舟都好像雨后出情, 变得柔和了不少, 纪灵舟在这里坐了大半宿的时间, 直到成敏染的身子完全暖和起来之后, 她才起身离开, 次日清晨, 成敏染醒来的时候已经大亮了, 她只觉得身上软绵绵的, 不过昨晚睡得好像比以往要踏实一些, 她撑着身子坐了起来, 舒嬅她换了一句, 外面守着的舒嬅赶紧进来, 娘娘醒了, 奴婢这就来伺候您收洗, 舒嬅朝着成敏染走了过来, 成敏染被她扶着起身, 今天睡得有些晚了, 怎么也没来叫本宫, 她说了一句舒嬅笑了笑, 娘娘恕罪, 是陛下吩咐的, 陛下说了, 娘娘昨晚做了噩梦, 只怕是没有睡好, 所以让人不要来打扰您, 噩梦, 成敏染一愣, 她怎么知道自己昨天晚上做噩梦了, 陛下来过了, 她不是去渔平的住处了吗, 怎么又来这边了, 成敏染满脸疑惑, 舒嬅扶着她在梳妆台前坐下, 陛下昨晚来过, 不过那个时候已经夜深了, 娘娘也歇下了, 陛下进去后就让奴婢们都退下了, 待了半宿才离开, 成敏染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陛下来了后可有说过什么, 她问了一句, 陛下并没有让人贴身侍候, 所以奴婢们也不知道, 不过娘娘既然不知道陛下来过, 那想来陛下也未曾做什么, 舒嬅说道, 随即又让外面的人打了热水进来, 成敏染用他们端来的热水进了手, 罢了, 不想了, 昨日我让你们准备的东西可都准备好了, 都按照娘娘的吩咐准备好了, 娘娘可要先去禀告陛下, 舒嬅问道, 成敏染有些犹豫, 陛下现在可下潮了, 她还是问了一句, 这个时间点怕是已经下潮了, 舒嬅说了一句, 成敏染还这么认真考虑了一番, 后宫嫔妃没有陛下的意思是不能私自出宫的, 她要是想出去, 还是须得禀明了陛下才行, 那娘娘可要奴婢们去请, 舒嬅问了一句, 成敏染摇了摇头, 我亲自去见陛下吧, 是, 舒嬅应下, 成敏染游着宫人士后, 外面的大雨已经停下了, 不过因为刚刚下过雨, 所以天气难免还有些凉, 她从冷宫出来后就各位怕冷, 舒嬅给她披上了披风才朝着紫城宫去, 不过, 两人行至一半, 早先去的宫女又回来说了一句, 陛下不在紫城宫, 而是去了秦政殿, 成敏染神情一致, 秦政殿是陛下处理政务, 会见朝臣的地方, 所以纪灵州向来不喜欢有后妃去, 娘娘, 舒嬅换了一句, 先过去等着吧, 成敏染无奈, 舒嬅无奈, 只能跟着一起过去, 不过几人才刚刚走到秦政殿门外, 成敏染就止住了脚步, 娘娘不进去了吗, 舒嬅问了一句, 成敏染摇了摇头, 陛下既还在处理朝政, 那我们便等着, 可这外面这么冷, 陛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处理完, 难不成娘娘就一直在这里等着吗, 要是一会儿吹了, 风着了两可如何是好, 舒嬅满脸担忧, 成敏染摇头, 等着吧, 舒嬅无奈, 娘娘如今比起以前顾虑的, 好像更多了, 所以, 说冷宫的这段日子, 娘娘都遭了些什么罪啊, 原来的娘娘, 算起来可是最叫人羡慕的, 成敏染在此处等了大概半个时辰, 她身子弱, 其实已经站得有些累了, 舒嬅正于开口劝阻, 结果还默等她说什么, 不远处就传来了刺耳的女声, 这多日不见, 舒嬅娘娘怎么还越发憔悴了起来, 成敏染顺着声音看过去, 这来的人不是钱昭仪还能是谁, 她身边还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 打扮的精致, 这便是二公主了, 嫔妾见过舒嬅娘娘, 舒嬅娘娘今日怎么站在这儿, 莫不也是来见陛下的, 钱昭仪轻轻抚过自己的耳饰, 一股子得意, 钱昭仪怎么来了, 成敏染语气冷淡, 她其实是不想搭理的, 但是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一句话不说也难免说不过去了, 钱昭仪一身华服, 这后宫要说谁穿戴的最华丽, 怕也就她了, 二公主想念她父皇了, 嫔妾便带着她来见陛下, 钱昭仪又得意洋洋地说了一句, 自从有了二公主, 她整个人都飘了一半, 成敏染不想跟她浪费口舌, 所以没有搭话, 但是钱昭仪却不肯轻易放过, 舒嬅娘娘果真是好本事, 这进了冷宫的人居然还能翻身出来, 甚至害得德妃娘娘和贤妃娘娘一同被贬, 嫔妾就好奇了, 舒妃娘娘这都是跟陛下说了什么, 陛下居然这般纵容着娘娘你, 钱昭仪, 我们家娘娘乃是陛下亲自册封的舒妃, 您这般与娘娘说话怕是不妥吧, 说话语气里面带着提醒, 钱昭仪脸色一下就冷了下来, 本宫在这说话, 有你一个贱臂什么事, 乔治是在换衣局呆的这些日子, 没有叫你记住规矩是吧, 钱昭仪说着说着就开始满脸鄙夷了, 不过, 只听啪的一声, 陈明染直接一巴掌扇在了钱昭仪的脸上, 钱昭仪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陈明染, 你敢打我, 本宫打都打了, 你难道还看不出来本宫敢不敢吗, 本宫位列四非, 而你不过是个贫, 屡次冒犯不说还敢在本宫面前这般无礼, 本宫难道还打不得你了, 陈明染眼里的冷意吓了钱昭仪一跳, 以前的陈明染背后有太后撑腰, 平日里也不是个什么好惹的主, 不过眼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良意, 第47章, 分辨, 钱昭仪满脸不甘, 他捂着自己的脸, 本宫虽然只是一个平位, 但好歹是位陛下诞下公主的有功之人, 你胆胆这样对待本宫, 信不信本宫到陛下面前去分辨个清楚, 与罢, 他又指折成明染, 你以为你自己还是原来的淑妃吗, 成家下狱, 你不过是罪臣之女罢了, 有什么资格在本宫面前好横, 成明染, 你怕是忘了在冷宫的时候, 是如何趴在本宫脚边摇尾起怜的吧, 钱昭仪一说道, 这个就兴奋了起来, 成明染眼里的冷意越来越深, 他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后腰上的伤势从何而来, 今日既然已经来了, 那他总不能还真的就白白忍了, 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圣人, 他确实顾忌着纪灵舟, 也害怕自己的一些行为举动惹得他不快, 但他就不信了, 钱是现在这个样子, 还能占了理赖他今日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 纪灵舟昨天就说过会允许他今日出宫见爹爹的, 但因为不敢打扰纪灵舟处理政务, 更不敢擅闯秦政殿, 所以他才一直在这里等着, 现在等的时间已经够了, 又送上这么个人来找死, 既如此, 那他又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地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想到这里, 成明染心里已经有了成算, 他看向钱昭仪身边的小公主, 小公主一直都很安静地站在一边, 被打扮得格外精致, 不过眼里总是怯生生地, 或许是有些怕生人, 成明染只是看了一眼就冷笑出声, 就你这脑子还能生出公主, 上天到底是眷顾着蠢人的, 钱昭仪一听到这话瞬间就炸了, 成明染, 你什么意思, 他的这个女儿一直是他的逆龄, 毕竟这可是一块护身符啊, 本宫是什么意思, 你都听不出来吗, 果然不是一般的蠢, 成明染就是故意的, 不过这话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 之后功能生下孩子, 又怎么可能真的没几分本事, 但是这钱昭仪就是一个例外, 他也算是运气好吧, 当时有孕后因为胎像一直不稳固, 所以就被陛下下旨让皇后亲自照料, 甚至直接住进了凤妻宫的偏殿, 当时的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节鱼, 怀有龙嗣之后, 皇后说他胎像不稳, 不如抬抬胎位分, 皇后说这生母的位分越高, 有福泽庇佑, 这福中的孩子说不定就能安然了呢, 所以纪灵舟就下旨生他做了充元, 后来有皇后亲自照料, 最后还真的就平安生产了, 虽说是个公主, 但好歹也算是诞下龙嗣了, 所以皇后又向陛下求情, 替他做了九瓶之手的昭仪, 当初要是没有皇后娘娘, 就她那个脑子, 她又怎么可能平安生产, 钱昭仪瞬间就怒了, 她看向自己身边的二公主,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竟直接在她胳膊上捏了一下, 二公主吃痛瞬间就哭闹了起来, 钱昭仪则是看向程明染, 一脸冷笑, 程明染, 二公主是陛下的孩子, 你今日居然惊着了她, 本宫倒要看看, 陛下是不是真的还要护着你, 说着, 钱昭仪就直接拉着二公主的胳膊, 往秦政殿的大门去, 娘娘书画满脸担忧, 陛下最讨厌后妃, 拿孩子争宠要挟, 程明染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书画就反应了过来, 等了这么久, 现在有人替我们去交陛下了, 我们也该过去了, 程明染又说了一句, 书画低头, 是, 她扶着程明染慢慢朝着门口走了过去, 因为钱昭仪的声音, 李圣已经从里面出来了, 奴才见过昭仪娘娘, 二公主, 她脸上挂着笑, 不过一看就假的狠, 本宫要见陛下, 淑妃今朝了二公主, 还请陛下做主钱昭仪依旧蛮横, 二公主脸上还挂着泪水, 呜呜员员的, 看起来还真挺可怜的, 李圣听到这话抬起头来, 正巧就看见了一旁走过来的程明染, 她又一次上前攻身, 奴才见过淑妃娘娘, 这一次, 她的态度倒是要比刚刚对钱昭仪的态度, 真诚不少, 程明染微微一笑, 也没有故意拿桥, 反而还唤了一句, 李公公, 还请淑妃娘娘稍作等待, 奴才这就进去通传一声, 李圣脸上的笑意, 也更加真心实意了两分, 嗯, 那就劳烦李公公了, 程明染回了一句, 李圣转身离开, 前朝仪瞪了程明染一眼, 你还真是还手段, 不过一会儿到了陛下面前, 本宫就不信你还能笑得出来, 程明染不以为意, 二公主在你眼里, 他也只有这点用处了吧, 不过本宫提醒你, 陛下要是知道你利用孩子, 那这后果又会是什么呢, 前朝仪一听到这个话, 就好像被戳了废管子一样, 二公主是本宫的亲生女儿, 本宫又怎么会利用她, 你少在这里胡乱揣测, 平日里听着别人说, 前朝仪最是爱护自己这个女儿, 平日里磕着碰着都得心疼好久, 是吗, 程明染又问了一句, 那是自然, 本宫的女儿, 本宫不心疼, 还能有谁心疼, 前朝仪一说到这事, 又是一脸春风得意, 程明染只是瞥了一眼红卓眼的二公主, 随后不再说话, 前朝仪还以为是她怕了, 所以正想开口讽刺两句的时候, 李胜却从里面出来了, 淑妃娘娘, 前朝仪, 二公主, 陛下有请, 哼, 前朝仪冷哼一声, 然后拽着二公主的胳膊就往里面冲, 程明染看着她的动作紧随其后, 前朝仪进去后就直直地拉着二公主一起跪在了地上, 嘴里面大喊着, 陛下, 你一定要为嫔妾做主啊, 二公主是嫔妾的心肝肉, 也是陛下的女儿, 怎么能被淑妃娘娘随意折辱呢? 程明染也在一旁跪下, 臣妾见过陛下, 纪灵州的目光在下面扫射了一圈, 最后说了一句, 都起身吧, 程明染被书画扶着起身, 但是前朝仪去又说了一句, 陛下要是不替嫔妾做主, 嫔妾今日就不起来了, 纪灵州闻言神色意冷, 第四十八章, 前朝仪被贬, 程明染也看向了地上的前朝仪, 果然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 纪灵州看向李胜, 他不起来就算了, 扶二公主起身吧, 是李胜上前将二公主扶了起来, 二公主现在已经没哭了, 但眼睛红红的, 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刚刚他哭过, 不过, 他好似很害怕纪灵州, 比刚刚在前朝仪身边还要畏畏缩缩很多, 说吧, 又闹什么, 纪灵州语气微凉, 前朝仪一听到这话, 瞬间就来劲了, 陛下, 淑妃他实在是欺负人啊, 仗着自己位分高于贫妾, 就折辱贫妾, 还打了贫妾一巴掌, 陛下, 您看, 这怕事都肿了, 不仅如此, 淑妃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毫不避讳, 甚至当着二公主的面, 二公主也被他那凶狠样给吓坏了, 陛下, 淑妃有恃无恐, 也不是第一次了, 您可不能再偏袒了他去啊, 前朝仪这是抓住一点, 就开始往死里面扯, 陛琳舟听着他这刺耳的声音, 就觉得心烦, 而且他脑子里面, 全部都是昨天陈敏染说的那些话, 昨天晚上, 看到他身后的那些伤食, 陛琳舟还清楚地记得, 陈敏染说过自己后腰上的烧伤, 就是因为, 当初前朝一去冷宫的时候, 把他推进了火里才留下的, 陛琳舟其实有一瞬间的惶恐, 如果那个时候, 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 又该怎么办, 要是不仅仅只是烧伤了后腰, 那陈敏染, 现在又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前朝一前世, 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东西, 而且他记得后面, 淑妃未分在你之上, 自然可以管教于你, 你既然说他打了你, 那你说说看, 为什么他要打你, 纪灵舟看了旁边的陈敏染一眼, 陈敏染始终站在那里, 一句话也不说, 看起来就好像这些事, 都与他没什么关系一样, 平妾今日过来, 也是因为二公主想念陛下宁了, 所以特地带着二公主过来见陛下, 哪知道在门外就遇见了淑妃娘娘, 平妾还没说什么呢, 他身边的宫女就顶撞平妾, 所以平妾不过是骂了两句他身边的宫女, 结果淑妃娘娘就给了平妾一耳光, 陛下, 这件事情难不成还成了平妾的错吗, 他跪在地上大哭, 这眼泪婆娑的样子直叫人无语, 纪灵舟暗来暗眉心, 你呢, 你怎么说, 他看向陈敏染, 他还是想听听陈敏染会说些什么, 陈敏染低下头, 陈妾确实是打了钱昭仪一巴掌, 不过那是因为钱昭仪无力在先屡次冒犯臣妾, 说着他也静止跪了下来, 纪灵舟眉心微醋, 但还没有等他说什么呢, 下面的陈敏染就开口说了一句, 陛下, 臣妾认为钱昭仪根本不配抚养杨二公主, 陈敏染这是一句话就震惊所有人, 钱昭仪更是当场就炸了, 淑妃,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到底想干什么, 纪灵舟倒是挑了挑眉, 他看向陈敏染, 哦,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纪灵染磕了一个头, 臣妾怀疑钱昭仪对二公主不吼, 陛下若是不信, 不如让宫人检查检查二公主身上, 可有什么外伤在, 外伤, 钱昭仪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淑妃, 你好歹毒的心肠, 难不成你还怀疑本宫会虐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不成, 纪灵染神色不变, 不过是检查一番而已, 钱昭仪刚刚不还说了吗, 自己将二公主看得跟眼珠子似的, 平日里磕着碰着都舍不得, 二公主身上是绝对没有半点伤的, 所以现在让宫人检查一下又怎样, 若是身上真的没有伤, 那你还可以因此倒打一耙, 说本宫污蔑, 这不是正好吗, 钱昭仪这一张脸被承明染这番话说得一阵轻一阵红的, 脸上还有不易察觉的慌张, 纪灵舟也全部都看在眼里, 不过她并不惊讶, 也是刚刚她才突然想起来, 上一世钱昭仪确确实实是虐待了自己的女儿, 不过那个时候, 二公主都已经差不多长大了, 大概十来岁吧, 而且将这件事情捅出去的人就是二公主本人, 是她独自跑到自己面前, 只争自己的生母钱昭仪磕待了她, 不仅如此, 她还将自己手上的伤全部都展示了出来, 当时除了她, 还有皇后和一众妃嫔都在, 所有人几乎都被眼前的场景给震惊了, 不过, 这一次她倒是有一些好奇, 好奇成明染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但就算是好奇, 纪灵舟也没有当众问出来, 反正是看向身边的李胜, 李胜也是一个聪明人, 赶紧就拆人去检查二公主身上的伤, 二公主看见有人靠近, 整个人也是一副很害怕的样子, 前昭仪更是要上去把人拉开, 但是被拦住了, 宫女撩开了二公主的袖子, 就不说旁的地方了, 光是这胳膊上就是触目惊心的伤痕, 继灵舟眸色微暗, 小姑娘家又还是只有三岁的小孩子, 皮肤本来就娇嫩, 所以就让这些伤险得更加恐怖了些, 成明染看到的时候也震惊了, 其实一开始也就是有一点猜测, 毕竟二公主刚刚表现出来的胆小的样子, 又怎么可能是娇宠出来的, 但是真正看到又不一样了, 毕竟不管怎么说, 这位二公主也是前昭仪的亲生女儿呀, 继灵舟用力地在桌上一拍, 满脸怒意, 前世, 你就是这么照顾公主的, 前昭仪被吓得不知所措, 陛下, 陛下明察, 嫔妾, 嫔妾也不知道这些伤势怎么回事, 一定是那个工人趁着嫔妾疏慌待了公主, 嫔妾是她的亲生母妃, 嫔妾怎么可能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这种毒手啊, 陛下, 纪灵舟冷笑, 嫔妾, 你说, 你身上这些伤势怎么回事, 她看向了二公主, 二公主归名纪嫔妾, 二公主瑟瑟不安, 身上抖得厉害, 前昭仪将人拉住, 你说啊, 你怎么不说了, 你快告诉你父皇, 你身上的这些伤势哪个不长眼的工人弄的, 前昭仪说道, 第四十九章, 前昭仪结局, 在众人看不见的角落里, 前昭仪握着二公主暗暗用力, 二公主满眼惊惧, 疼, 母妃, 疼, 你不要打厌了, 厌安会请来父皇的, 母妃, 二公主当场就哭了起来, 前昭仪听到这话的时候, 整个人如躲冰窖, 随后或许是因为太激动了, 手上也没了分寸, 她一个用力就将人推倒在地, 你在胡说些什么, 本宫什么时候打过你了, 说完, 她又看向了纪灵舟, 眼里是藏不住的害怕, 陛下不是这样的, 她还小, 她说的这些话当不得真的, 前昭仪还抱着一点点的希望去求情, 但是纪灵舟眼里除了厌恶, 再也没有了其他神色, 你好大的胆子, 她既是你的亲生女儿, 又是皇家公主, 你居然敢对她下次毒手, 简直是蛇蟹心肠, 纪灵舟这意思就是定罪了, 前昭仪无力地趴在地上, 陛下不是这样的贫妾之错了, 陛下, 来人, 前昭仪虐待公主, 手段很辣, 现在, 废其昭仪之位, 将其贬为庶人, 把这个毒妇拖出去, 仗则三十, 打入冷宫, 纪灵舟干脆利落地就下了指令, 不管前世再怎么求饶, 纪灵舟也没有要改变旨意的意思, 二公主在下面哭得很伤心, 但哪怕是见到自己的生母, 被拖下去, 没有求饶, 纪灵舟看向这位二公主, 这个前昭仪前世, 就是这样虐待了她有将近十年, 后来她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才让人去查, 结果发现, 因为前昭仪当初因为生二公主, 所以就再也无法生育了, 前世知道这个事情后, 就记恨上了自己的女儿, 而且因为不是皇子, 她心里更是后悔, 生下这么一个赔钱货, 不过好歹也是皇家公主, 前昭仪想着陛下再怎么也得因此多宠爱她几分吧, 所以, 她就开始各种利用二公主争宠, 后来纪灵舟很少去看二公主, 她心里面也就越来越觉得自己生的这个女儿没用, 所以便各种虐待, 纪灵舟看着这个二公主也头疼, 现在她不过才三岁, 一个人肯定是没办法在宫里活下去的, 但是交到谁的手里呢? 纪灵舟看向陈明冉, 起身吧, 你是怎么知道前昭仪虐待了二公主的? 她问了一句, 陈明冉站了起来还在心里叹了口气, 她就知道这个问题是逃不掉的, 不过, 她其实也有一点犹豫, 犹豫要是自己说了, 那她会相信自己说的话吗? 毕竟她自己都觉得挺扯的, 臣妾不知道, 只是猜测, 刚刚在外面的时候, 二公主一直都是一副很害怕生人的样子, 钱昭仪看着她的时候, 她更是害怕, 之前听说钱昭仪特别宠爱二公主, 但今日瞧着二公主的样子, 所以臣妾才有了这么一个猜测, 陈明冉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纪灵舟但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么的答案, 不过自己上一世, 要不是因为二公主主动说出来, 她可能还发现不了, 但是这一世陈明冉居然这么快就发现了异常, 她确实是心细, 纪灵舟没说话, 陈明冉也不敢抬头, 她以为是纪灵舟不相信自己, 就在她又准备开口解释一番的时候, 她终于听见了纪灵舟的声音, 这次的事情多亏了你, 不过二公主现在年纪小, 需要有人照顾朕, 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 所以, 你可有这个意愿, 陈明冉听到前半句, 还有些意外, 她居然就这么信了, 但是听到后面吧, 陈明冉心里有些隔音, 这是想她来养二公主, 怎么了, 不愿意吗? 纪灵舟又问了一句, 陈明冉抿了抿唇, 而后重新跪下, 陛下恕罪, 臣妾担不起陛下的厚爱与信任, 二公主年幼, 臣妾什么都不懂, 怕是养不好二公主, 这当然不是理由了, 前昭仪的女儿凭什么要她来养? 她虽然也说不上讨厌这个二公主, 但是就凭着前昭仪, 她心里面也挺反感的, 要是她没有这个生母, 她或许还不会这么抵触, 再者, 她迟早都是要离开皇宫的, 所以不想给自己增添负担, 纪灵舟看出了她的不乐意, 她也不可能傻到就这么的听信了她的理由, 不过她既然不愿意, 那自己勉强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 那便算了, 二公主去哪里这件事, 正在考虑考虑吧, 与爸, 她又看向宫人, 先将二公主带回去好生照顾着, 等朕想清楚了再说, 宫人带着二公主退下, 纪灵舟的视线又重新落在了程明冉的身上, 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来了多久了, 她从上面走了下来, 程明冉回答, 陛下昨天答应臣妾今天可以出宫去看望爹爹, 所以臣妾特地过来请示陛下, 纪灵舟走到她面前, 亲自把人扶起来, 程明冉嘴里还在说着, 臣妾知道陛下不喜欢被打扰, 加上勤政殿是重要之所, 所以臣妾就想着在外面等着陛下没成想, 就遇见了前昭仪过来, 纪灵舟握住了程明冉的手, 在外面等了很久吗? 手这么凉, 天气这么冷, 怎么也不知道多穿线, 程明冉, 重要的是这个吗? 刚刚自己说的那些话, 他都听进去了没? 你直接让人来跟朕说一句就是了, 何必亲自过来? 朕还以为你今日会直接出宫去, 纪灵舟可算是说到正题了, 可是吴陛下旨意, 后非不得随意出宫, 程明冉小心地看向纪灵舟, 连语气都变得拘束了不少, 纪灵舟无奈, 这次过去本来也不方便打张旗鼓, 所以朕安排了专门的人送你出宫, 人已经去等着了, 不过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也算是朕的疏忽, 自己一个人出宫去见爹爹吧, 所以才特地安排了人监视, 程明冉心里想着, 但也不可能表现出来, 只是觉得挺没意思的, 纪灵舟的猜忌还是这么重, 时时刻刻都想着提防的所有人, 第五十章, 去到了大理寺, 纪灵舟不知他所想, 也就没有要再解释什么的意思, 程明冉心底也不愿意在这里多待, 所以只想着可以早些离开, 那陛下, 臣妾, 程明冉这是什么意思, 纪灵舟也看得分明, 他知道程明冉现在见父心切, 也就没有挽留什么, 去吧, 李盛, 安排工人带着淑妃出宫, 不过要低调些, 省得后面生出什么麻烦, 纪灵舟说了一句, 李盛点头印下, 是, 随后他就看向了程明冉, 淑妃娘娘请, 程明冉对着纪灵舟微微扶身, 而后边退着离开的勤政殿, 这个地方他一刻也不想多待, 等离开了勤政殿之后, 他才深吸了一口气, 觉得自己好像活过来了一样, 他被工人带到了侧面, 那里已经往马车等着了, 旁边是穿着黑衣静装的人, 先将东西放上去吧, 程明冉对着自己身后的工人说了一句, 这里面是他为自己的父亲准备的一些东西, 除了郁寒的东西之外, 还有很多的商药, 马车看着不是很大, 但是坐进去还是绰绰有余的, 里面的各种陈设布置也很精致, 这倒不像纪灵舟的风格, 除此之外, 还有一套披风应该是提前给他准备的, 毕竟这次来也不好让人知晓的身份, 所以一会儿怕是还能用得上, 等他真正坐上马车之后, 他还觉得自己在做梦一样, 自己去看就真的这样出工了吗? 最关键的是还马上见到爹爹了, 他和爹爹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 他坐在马车上面的时候, 一整颗心都躁动不安, 他听着外面熟悉的叫卖声, 这种声音仿佛已经隔得很远了, 程明冉很想将马车的帘子掀起来, 看看外面现在变成了什么样, 但是他没有这个勇气, 因为他一直都知道外面还有寄灵舟的人在, 这次机会是好不容易才得来的, 他也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好奇, 让继灵周佑的自己生出一些怀疑, 所以在去往大理寺的这一路上, 程明冉都只是默默地坐在马车中里, 一句话不说, 唯有尽力隐忍着眼睛里的酸涩, 终于, 当马车停在了大理寺门口的时候, 程明冉都还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外面的舒嬅将他扶着下了马车, 程明冉也已经把披风给穿上了, 整个人遮得严严实实的, 就连舒嬅也已经戴上了面纱斗笠, 娘娘小心, 舒嬅害怕程明冉摔着, 娘娘, 身边一直跟着的那几个人也走上来了, 程明冉看向他们几人, 看起来应该都行是协会武功的, 继灵周还真是煞费苦心, 陛下已经安排好了, 属下们带娘娘进去吧, 几个侍卫说了一句, 程明冉自然没有拒绝的意思, 他只是说了一句, 有劳, 而后便跟着他们一起进去了, 应该是继灵周提前让人安排了的原因, 所以今天大理寺的人好像不是特别多, 尤其是这路上都没遇见几个两人, 也是一路畅通无阻, 没有人要来拦截询问的意思, 只是, 这大理寺果然不是一般的地方, 大理寺一直都是森严的审讯之地, 威严而恐怖, 程明冉刚刚踏入大理寺, 就能明显感觉到一股沉重的气息便扑面而来, 仿佛连空气都弥漫着紧张和压抑, 内殿里, 高耸的石墙与参天的古树交相辉映, 更显庄严肃母, 厚重的云层遮住了阳光, 让整个大理寺笼罩在一片阴郁之中, 偶尔有风吹过, 树叶沙沙作响, 似是在窃窃私语着什么秘密, 等程明染进到了大理寺专门审讯的大唐时, 一股寒意袭来, 高高的房梁上悬挂着树盏昏黄的灯笼, 摇摇欲坠, 发出微弱的光芒, 大唐正中是一张巨大的暗桌, 上面摆放着各种刑具, 每一件都散发着冷冽的寒气, 墙壁上斑驳的石砖透露出岁月的痕迹, 仿佛在诉说着这里曾经上演的一幕幕血腥与恐怖, 审讯室里, 沉重的铁链和枷锁不时发出叮当作响的声音, 回荡在空旷的大唐中令人毛骨悚然,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以名状的腥臭, 令人作呕, 程明染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 这第一次来还有些不适应, 他只觉得在这里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冷气和寒凉, 仿佛每时每刻都有冤魂在游荡, 在这样的环境中, 即便是身披铁甲的士兵也不禁会感到心惊胆战, 冷宫比起这里万不及一, 但他神色危暗, 爹爹已经在这里待了四个多月了, 大理寺审讯室里现在没人,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没碰上, 以前程明染可是听说了, 这大理寺的犯人审都审不完, 时时刻刻都遍布着惨叫声, 但是今天居然没遇上, 一时间他不知道是应该害怕还是庆幸, 审讯室后面就是牢房了, 环境越到里面就越让人难以忍受, 他看着牢房里面的那些犯人, 其实大部分人已经不能用凄惨去形容了, 他们衣衫褴褛, 身上布满了斑斑勃勃的伤痕和血迹, 长时间的囚禁和严酷的待遇, 使他们的面容变得憔悴不堪, 双眼无神, 由于长时间的营养不良和缺乏阳光, 犯人的脸色苍白, 身体瘦弱, 他们的头发蓬乱, 指甲长长地看上去如同幽灵一般, 一部分的犯人的双手被粗糙的铁链牢牢地束缚着, 这些铁链不仅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 也严重摧残着他们的自尊心, 他们被迫生活在狭小, 阴暗的牢房里与外界隔绝, 孤独和绝望成为他们生活中唯一的伴侣, 程明染就这样看着那些人蜷缩在角落里, 眼神空洞地望着铁窗外的一小片天空, 还有些人甚至出现了精神恍惚的症状, 他们喃喃自语, 仿佛在与自己内心的恶魔搏斗, 程明染想着这里的这些犯人有没有一种可能, 也和曾经的他一样有过绝望, 他并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少是无辜的, 又有多少是罪大恶极的, 但是他清楚自己的父亲程家是无辜的, 爹爹, 他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境遇, 会不会和这些人一样, 他的心突然就抽腾了起来, 第五十一章, 相见, 程明染有一瞬间的害怕, 不过却不是害怕这里的环境, 而是害怕自己见到父亲的时候会忍不住, 娘娘, 舒嬅也是满脸担心, 他其实也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所以心里的不适感不会比程明染好到哪里去, 我没事, 还有多久到, 他看向身前的侍卫问了一句, 侍卫满脸恭敬, 就在前面了, 娘娘请, 程明染深吸了一口气, 他努力地做好心理建设, 唯一希望的就是一会儿见到爹爹后能不叫他担心, 城里的牢房已经靠近大理寺最里间了, 程明染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久, 他从来没有哪一次觉得这几步路会变得这么难走, 每一步都好像被冠上了牵, 直到自己身边跟着的侍卫对着自己说了一句, 娘娘, 到了, 程明染四处张望着, 监牢里面灯光昏暗, 尤其是这么里面的位置, 阴暗潮湿, 他的心也跟着疼了起来, 终于, 他看见了自己不远处的一间牢房里坐着的人, 在昏暗的牢房一角, 哪里有一个满头银丝的老人, 头发凌乱, 但身子却坐得很端正, 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 仿佛一条条沟壑纵横的战壕, 记录着他曾经的辉煌与沧桑, 他的胡须散乱, 发丝斑白, 但眼中的光芒却依然坚定, 程明染瞬间就红了眼眶, 身边的侍卫也很有眼色的, 站在远处不在上前, 老人衣裳破旧, 好像透过这样的衣衫就能看见曾经的他身披铠甲, 但站甲上布满了刀剑的痕迹和时间的烙印, 这些伤痕一边使他过去的光荣满心未果, 另一边又如同现在的屈辱, 含冤入狱, 但是, 尽管身陷淋雨, 他的脊背依然挺直, 犹如一柄历经风雨, 却依旧锋利的宝剑, 哪怕他的双手被粗糙的铁链束缚着, 但那双曾经握剑的手依然有力, 虽然失去了自由, 但他的眼神已经没有任何屈服和妥协的意思, 牢房的四壁上满是潮湿的痕迹和霉斑, 仿佛是岁月和苦难的印记, 在这里, 成立不再是那个曾经危震四海八方的战神将军, 成敏然突然觉得心酸, 曾经那样一个战马上肆意潇洒的大将军, 如今不仅失去了自由, 也失去了曾经的荣耀, 他心里可曾有个怨怼, 成敏然走到了牢房前, 旁边的人帮他打开了门锁, 门锁的声音惊动了响这位将军, 在转过来的那一瞬间, 他的眼里也似乎有些疑惑, 尽管历经风霜, 饱受磨难, 曾经身披战甲的将军, 如今也依然保持着那份高傲和尊严, 但是当成敏然将自己的披风取下, 露出那张脸时, 这位将军眼里的疑惑与坚韧, 似乎化成了一滩水他眼里泛涟漪, 张了张嘴, 似乎是想要出声, 可是哽咽却先一步制止了他, 马上就要出口的话语, 哪怕多年不见, 他依旧能第一眼就认出自己的女儿, 爹爹, 成敏然声音轻轻颤抖, 老将军身子猛颤, 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光芒, 原来这不是梦吗? 这不是他的幻想吗? 他的嘴唇颤抖着,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他艰难地挪动着被束缚的双手, 想要抚摸女儿的脸颊, 却只能无力地垂下, 成敏然一步步走向他, 泪水如断线的珠子般滑落, 他跪在老将军面前, 也不嫌弃脏乱, 直接就紧紧地抱住了 这个多年未见的父亲, 气不成声, 老将军也哽咽着, 犹豫再三, 最终他粗糙的手掌 还是轻轻地拍打起了女儿的后背, 像是安慰, 爹爹, 女儿气不成声, 女儿来得太晚了, 成敏然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老将军紧闭双眼, 泪水顺着皱纹滑落, 他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复内心的激动, 然然, 我的女儿, 那一刻,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这对妇女在这狭小而冰冷的牢房里, 紧紧相拥, 她们的泪水带着思念与愧疚交织在了一起, 书画有眼色地背过了身, 这一幕何尝不牵动着她, 好在娘娘和将军终于是又重新团聚了, 不知过了多久, 成敏然终于松开了自己思念已久的父亲, 他看着自己父亲这满头的银丝白发, 心里面的心疼怎么也止不住, 都是女儿不好, 女儿不孝, 成敏然一直都在心里痛骂自己, 为什么自己这么没用, 自己要是再有能力一些, 爹爹或许就不用吃这些苦, 受这些罪了, 成立摇了摇头, 不怪你, 怎么能怪我们南南呢, 她努力地想要扯出微笑, 但是一看见自己的女儿哭, 她所有的伪装都化作了一滩水, 是爹爹不好, 爹爹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南南, 要不是因为爹爹, 南南又怎么会吃这么多苦呢, 她心里也一直在责怪自己, 是她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成敏然在后宫是什么处境, 她不是没有耳闻, 原本自己就因为长年征战在外, 没有怎么陪过女儿, 该有的关心都没给够, 她心里一直也有亏, 你怎么来了, 还穿成这个样子, 要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会给你惹来麻烦的, 爹爹在这里很好, 南南不用担心我, 只要你好, 其他的一切都没有关系的, 成立告诉成敏然, 她这也是担心自己的女儿受到牵连, 但是成敏然却握住了成立的手, 爹爹放心, 女儿没事, 但是今日女儿来这里, 也是得到了陛下的准许的, 不会有什么事的, 成敏然劝慰道, 但是成立一听到这话, 就满脸不相信的样子, 陛下怎么会突然同意这样的事情, 她的眉头皱了起来, 可是陛下为难你了, 还是你去求了陛下, 陛下说什么了, 可有叫你做什么, 南南, 爹爹没事,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事情, 去委屈了自己, 也不要惹怒了陛下, 要不然, 你让爹爹怎么办, 她这是害怕成敏然, 会因为想见自己, 所以被纪灵舟为难, 成敏然, 心里一暖, 尽管这么多年, 爹爹都不在自己身边, 但是她一直知道, 不论什么时候, 爹爹总是会想着她的, 第52章, 回宫了, 成敏然牵起自己父亲的手, 陛下没有为难女儿, 这次女儿是得到陛下恩准才来的, 爹爹, 对不起, 让你受苦了, 她看着牢房里的环境, 一颗心都揪了起来, 我常年在外, 自小习武, 这些苦算得了什么, 边关的环境, 比这好不到哪里去, 这些爹爹都已经习惯了, 倒是你, 这里怎么能是你来的地方呢, 成立满脸心疼地看着自己, 这唯一的女儿, 我会和陛下说的, 爹爹等等我, 我一定会就爹爹出去的, 成敏然告诉成立, 成立却只是笑了笑, 成家的命数, 早年间我就该想到这一天了, 这次成家, 怕是躲不过去了, 不会的, 陛下已经接太后娘娘回来了, 到时候等太后娘娘回来后, 我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成敏然说道, 是不可置信, 陛下接太后娘娘回宫了, 他问, 是, 太后娘娘大概还有十来天就能到京城了, 所以成家还没有走到绝路, 爹爹, 女儿想您, 等着这一次结束后, 女儿想要出宫, 到时候, 爹爹就将手里面的兵权交给陛下好不好, 我们一起离开京城, 一起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做一对普通妇女, 好吗? 女儿好没有好好的孝敬过您, 成敏然已经厌倦了这里的生活, 他不要这个淑妃的位置了, 也不想继续留在皇宫, 什么荣华富贵, 什么所爱之人, 他通通都不要了, 他只要自己的家人好好的, 只要自己在意的人平平安安就够了, 好, 爹爹答应你, 等出去后, 爹爹就带着南南离开京城, 一辈子不回来了, 成敏说道, 他又何尝真的舍不得手里面的兵权, 只要女儿平安, 他也愿意舍, 此前他以为只要自己身居高位, 手握重拳, 也算是给还在身宫里面的女儿撑腰了, 只要他有权力在手, 自己的女儿才能在后宫过得好, 但是经此一事, 原来光有忠心是没用的, 没有帝王的信任, 他站得越高, 手里面的权力越大, 帝王越会忌惮, 木秀于临风必摧之, 成家现在是不仅风雨摧残, 还大火烧身, 借着风向就快要被烧成了灰烬, 一无所有, 时辰不早了, 快回去吧, 这里不是你能久待的地方, 南南, 不论什么时候, 先保护好自己, 好吗, 这是成立最担心的事情, 说出一些什么伤害到自己的事情, 成明然也懂得他的担忧, 所以说了一句, 爹爹放心, 女儿现在已经长大了, 女儿懂得怎么保护自己, 说完, 他又看向书画, 书画, 将我之前给爹爹准备的东西拿过来, 书画听到这话才赶上前, 他把手里面的东西都放在了地上, 然后一样样地拿了出来, 这是一些吃的, 还有郁寒的衣物, 另外, 爹爹身上有很多陈年旧集, 这里是一些上药, 成明然告诉成立, 手里面的动作也停不下来, 成立看着这些东西, 眼底堆积着复杂的神色, 这么些年不见, 女儿是真的已经长大了, 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来的亏欠, 她的心里也越来越不是滋味, 要是这一次, 成家真的能躲过此次节, 她也想和自己的女儿一起远离京城, 成明然并没有在这里逗留太久, 外面的人还在等着她, 她要是在这里待久了, 指不定又要招什么麻烦, 离开时, 成立唯有嘱咐她好好照顾自己, 成明然也一一答应, 不过来大理寺走了一遭, 现在她唯一的念头, 就是早些将自己的父亲从监牢里面接出来, 成家本就是无妄之灾, 她一定会想办法的, 坐上回宫的马车后, 成明然已经没有了来世的心情, 她安静地坐在马车里面, 外面的喧嚣似乎早就听不见了一般, 她才刚刚回宫, 纪灵州那边就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 成明然直接回到了连衣宫, 工人来说, 她一回到连衣宫后就让所有人都退下了, 纪灵州也一早就预料到了, 直到她去了大理寺见到成家人后会心情不好, 但是现在, 去连衣宫, 纪灵州说了一句, 意料之中, 李胜并不意外, 陛下现在对这位淑妃娘娘可不是几个月前的态度了, 纪灵州去到连衣宫的时候, 工人们在门外正要行礼就被她给喊住了, 淑妃在里面, 她问了一句, 回陛下, 娘娘在屋里呢? 不过娘娘说不用伺候, 所以奴婢们就都退了出来, 宫女回答, 纪灵州了然, 接着自己进了内殿, 李胜在外面止步, 她在纪灵州面前伺候了这么久, 现在可不是她能进去的时候, 成明染确实一个人呆在里屋, 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纪灵州进来的时候特意地放轻了脚步, 所以成明染也并没有听见声音, 看着成明染现在的样子, 纪灵州的心口也说不出地生出了疼意, 成家的事情到底是她是问题, 纪灵州慢慢地走到成明染的身边, 回来了, 她说了一句, 成明染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见到是纪灵州时更是马上就站了起来, 陛下, 她有些惊慌, 眼里的慌乱藏都藏不住, 纪灵州将正要行礼的她扶住, 不用行礼了她把人拉了起来, 成明染闻言将手从她的手里抽离出来, 又后退了两步, 才恭恭敬敬地站在一侧, 纪灵州将她的这一系列动作都看着眼里, 眼底的情绪越来越多, 逐渐深邃, 不知道是什么情绪作祟, 她再一次握住了成明染的手腕, 成明染身子轻颤, 她还想要躲, 但是被纪灵州感受到后, 她居然握得更紧了, 怎么了? 碰不得了, 纪灵州的语气染上一丝不快, 不愿意让她碰, 那她偏声不放呢? 成明染心头一紧, 臣妾没有, 只是她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但是这一点显然激怒了纪灵州, 她干脆一个用力, 随后成明染直接被她拉进了怀里, 第53章, 强迫, 由于纪灵州的力度有些大, 成明染几乎是跌进她怀里的, 这一撞, 在怀里, 之前不是说没有要躲这吗? 怎么现在又这么的抗拒了? 成明染,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 她的力度越来越大, 不知为什么, 她现在只要一想到成明染想要躲着她, 她这心里就莫名的不爽, 明明以前就是她一直要往自己身边凑, 不论自己表现得多么冷淡, 她都一股脑地要凑到她的跟前了, 但是现在自己碰一下她, 她都要开始抵触了, 凭什么? 自己身边是她想怎样就能怎样的吗? 纪灵州眼底的风暴越来越大, 最后她更是直接拽着她的胳膊就往床榻去, 成明染心底突然生出一种恐慌, 她看着现在的纪灵州总觉得她很可怕, 陛下, 陛下, 成明染越想要挣脱, 纪灵州的力度就越大, 最后纪灵州在走到床榻旁的时候, 更是粗鲁地就把成明染推了过去, 成明染身形不稳, 直接就摔在了床上, 可是还没有等她反应过来, 纪灵州就已经栖身而上了, 她将成明染压在身下, 双手紧紧地钳制着成明染不断想要挣扎的手腕, 你在挣扎些什么? 作为后妃, 这本来就是你的本分, 纪灵州低压这种声音, 眼里的怒火却越来越旺, 陛下, 臣妾知错, 陛下她眼里的慌乱被纪灵州一览无余地尽收眼底, 可是这样的成明染真的很可恨, 她凭什么这么抗拒自己? 作为后妃, 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最正常的吗? 成明染, 你还说没有躲着阵? 纪灵州也是真的生气了, 她红了眼, 本来今天就在大理寺的时候哭了一场, 现在这眼泪又全部堆在了眼眶里, 不要, 陛下, 不要, 她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 又或者是早已经语无伦次了, 成明染的那一点挣扎在纪灵州眼里什么也算不上, 或许是被她这个样子给彻底激怒了, 下一刻, 纪灵州竟不管不顾地直接扯烂了成明染的衣裙, 只听斯拉一声, 成明染身前的衣服已然变得不堪入目, 可是不管她再怎么用力地想要把身上的人推开都无济于事, 陛下, 陛下, 成明染的声音越来越慌乱, 纪灵州现在怒气上头, 所以对这些声音完全听不进去, 她将成明染的手握紧后, 就禁锢在了她头顶的位置, 腾出来的另一只手用力地牵住她的下额, 迫使成明染抬起下巴, 成明染再怎么躲也没用, 因为纪灵州已经堵住了她的唇, 唇半温热却很凶残, 完全不见温柔之色, 她的双腿被纪灵州牢牢地压着, 而今她早已经没有了反抗的力气, 空气越来越稀薄, 她只觉得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了起来, 就在她快点呼吸不上来的时候, 纪灵州终于松开了她的嘴巴, 纪灵州掐着她的下巴, 成明染, 你不要忘了, 之前是你非要凑到朕的身边, 这样的事情也是你曾经不止一次做过的事情, 而且就因为你不愿意了, 朕便得放纵你是吗? 这未免太晚了些, 成明染摇着头, 眼里的光亮一点点碎裂, 没有, 没有, 不要, 陛下, 求你, 不要, 她试图求饶, 毕竟实力悬殊太大, 她知道自己做什么都没用, 也做不了什么, 纪灵州不肯放过, 反倒是在她心里这火气还越来越大了, 她居然这么抵触自己, 她无视了成明染的求饶, 大手一挥, 再一次撕碎了成明染身前的衣物, 里面素白色的小衣露了出来, 成明染只能感觉到无尽的良意, 纪灵州对着她的脖梗便咬了下去, 动作不轻, 有些疼, 成明染突然觉得很无助和绝望, 她闭上眼睛, 慢慢地放弃挣扎, 只希望这一次可以早些结束, 纪灵州手上动作不停, 又将她身上的遮盖撕开, 步驳撕裂的声音再一次激发了成明染的恐惧感, 她的身体不断地颤抖, 眼眶里面的眼泪也肆意地从眼角流了出来, 最后隐秘于发肩, 而纪灵州, 在撕开她身上的衣物后, 她松开了成明染的脖子, 然而就在她准备下一步动作时, 她的目光又重新落在了成明染身上留下的那些疤痕上面, 她身子微顿, 刚刚已经荡然无存的理智现在也开始慢慢回笼了, 成明染闭着眼睛, 她看向身下的女人, 自己也突然间有一瞬间的恍惚, 因为刚刚那么失控的一面很少出现过, 不对, 应该说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 她的手落在了成明染的肩膀上面的伤疤上, 成明染的身子抖得厉害, 她在害怕, 纪灵州也知道, 梁九她终是叹了口气, 纪灵州竭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然后松开了那只一只一只握着她手腕的手, 感受到没有了束缚, 成明染也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她看着纪灵州, 眼底是还没消散的恐惧, 纪灵州的心底突然有些疼, 她松开了它, 自己则是往旁边坐下了, 成明染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只是对上纪灵州那双一直盯着自己的眼睛, 便是一阵阵恐惧就在双方气氛越来越尴尬的时候, 纪灵州漆黑如墨的眼眸终于一点点地恢复了正常, 她再一次上前, 成明染下意识地想要躲开, 连胸前抓着被子的手腕暗自用力, 纪灵州发现了, 她也没有要做什么, 只是将惊魂未定的小女人揽进了怀里, 成明染被她藏在怀里不敢说话, 最后还是纪灵州先开口, 朕不碰你, 刚刚朕有些失控了, 成明染没有想到她会说出这种话来, 而且刚刚, 她是在试软的意思吗? 但自己, 她脸下神色, 她不需要这些, 纪灵州反复地平复着自己的情绪, 直到眼里的神色慢慢恢复正常, 朕只是一时间太生气了, 才会有些失控, 所以, 成明染, 你为什么要躲着朕? 她问了出来, 成明染眼泪落下, 为什么躲? 她没有躲, 不过是让一切都回到原有的诡计罢了, 第五十四章, 该长大了, 感受到胸口的湿润, 纪灵州低头看向她, 今日听说你从大理寺回来了, 所以这么正想着过来瞧瞧, 见到了吗? 她问了一句, 成明染一开始没有答话, 但是又担心纪灵州会生气发疯, 所以, 她才轻轻地点了点头, 都说了些什么? 纪灵州这是在转移话题了, 这是试探吗? 成明染心里不安, 聊了什么? 她想着, 今天纪灵州暗地里, 应该会让人听的吧? 不过这还真是成明染误会了纪灵州, 她今天还真的没安排人, 偷听他们父女两人说话, 只是说了些家常, 还有, 臣妾告诉了爹爹太后娘娘要回来的事情, 还带了一些日常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成明染告诉纪灵州, 纪灵州没有什么怀疑的, 但是她也同样知道不知这些, 然而, 她也已经没有了要继续往下说的打算, 刚刚本来就是随便找个话题罢了, 成明染也在担心, 担心她会逼问自己什么, 不过比起刚刚, 她现在的心情要放松很多, 纪灵州帮她擦掉眼泪, 成明染第一反应其实是躲开, 不过想起刚刚发生的一切, 她的动作变得僵硬起来, 只能任由她帮自己擦拭, 成明染的动作被纪灵州看在眼里, 她极力压制心底的情绪, 今天的事情, 是臣妾的错, 臣妾之错了, 请陛下恕罪, 成明染抢先一步开口, 直接一口认下, 纪灵州都在嗓子眼的话还没能说出来, 她皱着眉看着成明染, 她真的变了很多, 今晚正会在这里卸下, 纪灵州直接说了一句, 成明染心里一紧, 但是她也很清楚自己没有拒绝的权利, 而且刚才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如果自己现在还不知趣, 那她也不敢想象后面会发生什么, 是成明染应生, 其实想想也没什么, 毕竟自己曾经和纪灵州也发生过关系, 刚刚那么抵触, 也只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她的身体下意识地想要抗拒, 而且那样的纪灵州她从来没有见到过, 所以心里有很多的畏惧成分, 但现在整理了一下情绪, 她也平复了很多, 更是想通了不守, 不过是事情而已, 没有什么难的, 纪灵州将被子给她裹好, 朕让人将衣服给你送进来, 晚点正在来看你, 她又说了一句, 然后起身, 成明染抓紧胸前的被子, 看着她离开后, 她才重新看向地上的被撕碎的这些衣物, 刚刚的纪灵州真的很疯, 她什么时候也有这么失控的一面了, 不过又为什么会这样, 只是觉得自己在躲着她, 她不高兴了吗, 可是她明明是抗拒自己靠近的人, 以前自己每每想要靠近她的时候, 她都会很抵触, 很疏离, 现在自己慢慢地远离她, 难道不是她想看到的吗, 那为什么她又会突然生气呢, 又或者她是觉得自己的地位和威严收到了挑衅, 所以不允许有人逃离于她, 那, 成明染突然开始担心, 担心要是有一天自己想要离开皇宫的时候, 她真的会放自己走吗, 书画从外面走了进来, 身后的宫女手里还捧着衣物, 其实刚刚成明染的声音已经算不得小了, 书画一直都在外面候着, 自然是把里面的动静听得清清楚楚, 她在听到动静的第一时间就想要冲进来, 但是被李盛拦住了, 听到自家娘娘的哭喊声, 她被拦在门外, 心里也着急的不得了, 陛下以前不管再怎么动怒, 也没有动过手什么的, 结果今天怎么还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刚刚陛下出去的时候, 他们得到允许进来, 书画的一整颗心都悬了起来, 尤其是陛下让他们取新的衣物时, 他就害怕看到什么不愿意看见的场面, 进到内殿的时候, 他们就看见了一地的衣物, 全部都被撕得稀烂, 书画急不上前, 一刻也不敢耽误, 娘娘, 她看见了床榻上满身凌乱的成明染, 还有她因为刚刚哭过, 所以翻着红的眼睛, 娘娘, 你没事吧, 陛下可有伤着娘娘, 她凑了过去, 急急忙忙的就要开始检查, 成明染摇头, 我没事, 陛下也没有真的做什么, 帮我更衣吧, 我现在这个样子有些不方便, 她已经想通了, 所以也就没什么可矫情的地方了, 书画一脸的心疼和担忧, 怎么会没事呢, 娘娘, 你不要总是什么都放在心里忍着, 要是难受就哭出来吧, 曾经的娘娘, 再还没有入宫之前, 就是最娇贵的, 平日里面磕着, 碰着, 或者是受了一点小委屈, 就能哭红了眼, 但是自从入宫之后, 娘娘脸上的笑容就越来越少了, 而且还总是把什么事情都放在心里憋着, 尤其是这次从冷宫出来之后, 她都能明显感受到娘娘的变化, 但是尽管书画这样说了, 成明染依旧笑着摇头, 我真的没事, 今日见了爹点, 我还能有什么事, 更衣吧, 陛下说了, 今天晚上会过来, 书画还想说什么, 可是在对上了成明染的表情后, 终究是选择了闭嘴, 只是说了一句, 那奴婢伺候娘娘更衣, 成明染点了点头, 由着工人伺候自己梳洗更衣, 但是在书画转头的那一刻, 她脸上的笑意也已经维持不住了, 哭, 现在的她已经过了爱哭的年纪了, 长大的人又怎么能时时刻刻地哭呢, 她没有这个资格了, 成明染的心一点点封上, 就好像被冰霜一层一层地凝结起来, 到了最后再也打不开, 尘封没什么不好, 迎人也没有什么不好, 这样最好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她又有什么是不能付出的呢? 她一直都知道, 曾经的自己几乎是整个京城里, 人人都羡慕的对象, 不论是身份地位, 还是上位者的宠爱, 她全部都占了, 上面的人宠着她, 下面的人敬畏着她, 身边的人恭维着她, 所以, 那个时候的自己, 她想做什么都可以, 不管再怎么任性也不会有事, 但现在, 享受多少就要承担多少, 她该长大了。 第55章, 送, 成明染刚刚化好了衣服, 就叫来了书画, 今晚帮我好好梳妆一番吧, 再让厨房的人多准备一点小菜, 还有酒, 书画看向自己娘娘, 今晚陛下要过来, 娘娘, 再让人去请陛下, 请陛下早些过来, 就说, 是我想要请陛下一起用碗膳, 成明染打断书画的话, 书画大概能够猜到, 成明染想要做什么, 她虽然担心, 但终究不敢多说什么, 今日她惹了纪灵州动物, 晚上她既然说了要过来, 那自己就应该好好地承认错误, 好好地让她满意, 纪灵州回去之后, 脑子里面也一直没有安静下来, 她现在脑海里面, 全部都是刚刚在连衣工发生的那些事情, 心里面也有一丝的傲骂, 换了自己怎么会突然失控, 以前也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啊, 明明自己今天过去的目的, 是因为担心, 她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 心情不好, 结果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 不对, 担心, 刚刚她潜意识里的, 将自己对成明染的事情, 归为了自己担心她, 可是, 她有什么值得自己担心的, 而且自己又怎么可能去担心一个小小的后妃呢, 想着自己刚刚的那些举动, 她心里面就繁杂得厉害, 怎么也清静不下来, 不过比起这个还有一点, 更让她心烦意乱的, 是成明染确确实实地想要躲着自己, 甚至开始厌恶, 讨厌和害怕她的靠近, 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举动的, 好像就是从冷宫之后, 不知为什么, 纪灵州突然觉得心底划过一抹异样, 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将要失去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一样, 她很想去要抓住, 可是又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在哪里, 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抓得住, 所以只剩下了郁闷, 成明染现在对自己疏离, 让她整个人都陷入了一个漩涡, 在这个漩涡里面, 她一直自我纠结, 纠结自己究竟对她是什么样的感情, 也纠结着她到底要怎么做, 然而还没有等她把这一切都想明白, 连一宫的工人就过来了, 陛下, 淑妃娘娘身边的人来了, 李胜提醒, 怎么, 自己刚走就有人赶过来了, 奴才见过陛下, 连一宫的工人在纪灵州面前跪了下来, 可是淑妃有什么事, 她问了一句, 旁边正准备开口帮她询问的李胜一夜, 换做以前, 这种问题都是自己来问的, 陛下又怎么可能浪费口舌, 今日怎么还急不可耐的自己出口就问了起来, 回陛下, 淑妃娘娘说, 想要请陛下今晚可以早些去往连一宫, 娘娘她已经让人备好了韭菜, 想要与陛下一同用碗膳, 工人回答了一句, 一起用膳, 这要是在以前的话, 陈明染做这些事情都是很正常的, 纪灵州绝对不会有丝毫的意外, 但是现在嘛, 她的嘴唇都快抿成一条线了, 明明刚刚还那么怕自己, 现在又想邀请自己一起用碗膳了, 正走后, 她可有心情不好, 可哭过了, 她在自己面前总是居于各种礼数, 所以强忍着不敢大声哭出来, 她都知道, 刚刚自己从那里离开也是想着自己走后, 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 想哭或者想要发泄情绪也都随她, 给了她空间, 但是, 淑妃娘娘并未哭过, 还让工人伺候着梳妆,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开心的样子, 工人说道, 纪灵州心里马上就冒出了一个声音, 假的, 她在假装没事, 刚刚明明就怕得那么要命, 又怎么会没事呢? 纪灵州突然觉得有些无力,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行了, 朕知道了, 一会儿你回去告诉淑妃, 就说, 朕我会尽早过去的, 是, 奴才告退, 工人离开后, 纪灵州看向了旁边的李盛, 你差人去库房里面选些东西, 送去连衣宫, 陛下这是准备赏赐淑妃娘娘, 刚刚房间里面的动静, 他们外面也是听得清楚, 李盛当时, 还以为陛下这次肯定是动了大怒的, 结果, 就现在这个局面, 他怎么突然觉得, 反倒是陛下惹了淑妃娘娘不高兴, 现在想要哄着淑妃娘娘呢? 选些东西送过去, 这是示弱还是道歉, 但是, 尽管自己心里有再多的疑问, 李盛也绝对没有胆子说出来的, 只能规规矩矩地回答一句, 是, 就在李盛转身就要吩咐下去的时候, 纪灵舟又突然叫住了他, 等等, 陛下还有和吩咐李盛问, 送过去的时候, 不要说是赏赐就说是朕送的, 纪灵舟说, 李盛, 这是什么道理, 陛下不会真的中了邪吧, 天子给下去的东西那都只是赏赐, 现在陛下居然还细心地纠正了是送, 则则则,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奴才明白了, 李盛就好像知道了什么大秘密一样, 陛下这次怕是真的认真了吧, 挑选好之后, 这些东西也是李盛亲自送去连衣宫的, 这也是纪灵舟的吩咐, 承明染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 眼里也闪过一抹差异, 他难道不是应该生气的吗, 怎么反倒送了这么多赏赐过来, 以前自己就算还没有进冷宫, 也很少得到赏赐, 偶尔有也只不过是碍于各种规矩罢了, 陛下的赏赐本宫收下了, 辛苦公公跑这趟了, 回去后还劳烦李公公向陛下转达, 多谢陛下赏赐, 承明染说了一句, 身边的书画也很有眼色地将一包碎银塞了去, 那只李盛却是连连摆手, 还有, 娘娘这不是折煞奴才了吗, 这都是陛下为了哄娘娘高兴送来的, 陛下还特意嘱咐过了, 这些东西都不是赏赐, 而是送给娘娘的, 娘娘不要误会了, 送, 承明染听到这个字的时候也很意外, 李盛恭敬地笑着, 可不是吗, 陛下这是真心地希望娘娘高兴呢, 这东西也送到了, 那奴才也就不久留了, 先回去和陛下赴命了, 奴才告退, 承明染回了一礼, 这要是以前的他, 现在怕是已经高兴得没边了吧, 但是现在, 书画, 将这些东西都收起来吧, 他语气平淡地说了一句, 好像这只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一样, 第五十六章, 喝酒, 李盛离开的时候, 心思也活络了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刚刚他总觉得淑妃娘娘似乎并不是很兴奋的样子, 以前陛下要是让工人送什么赏赐连衣宫, 那淑妃娘娘可是要欢喜好一阵, 反观今天, 倒是陛下这几日都反常的厉害, 说起来, 他总觉得陛下和淑妃娘娘这两人的关系态度似乎慢慢开始相反了呢, 他不敢多想, 只得赶紧回去给陛下赴命, 纪灵舟听到他回话, 心里也不知所想, 事实上, 他刚刚从连衣宫回来后就没有静下过心来, 后面李胜去连衣宫, 他的那颗心几乎也是跟着去了, 完全看不进去这些奏折, 更何况, 这些东西他看着也是心烦, 最近朝中无事, 一些人便将成家盯得死死的, 纪灵舟有些厌烦, 关于成家, 其实只要他想放, 那成家的罪名根本算不得什么, 毕竟当初的事情也经不起查探, 但是他一直想要利用成家的事情, 将纪尘安的事情给处理了, 成家军营派去盯着的人怎么样了, 他开口问了一句, 李胜公邀回陛下, 那边并未传什么消息回来, 想来是未曾有什么异常的, 之前的暴动也是致使成家入狱的推手, 不过纪灵舟也早已经查清楚了, 那几个挑适的本来就不是成家军营的人, 成家这些年, 其实除去纪灵舟忌惮之外, 下面更是有不少人都盯着, 只要成家这尊大倒了, 他们才有更多的机会, 所以希望成家倒台的可不仅仅就只有纪灵舟, 要不然又怎么可能在成家入狱后出现这么多 关于举报成家罪证的折子呢? 连衣公, 成明染已经命人准备好了晚膳, 他一直都很了解纪灵舟的喜好, 所以说帝王之喜不宜轻易表露, 但是自小跟他一起长大的成明染, 要是连他最普通的喜好都不知道了, 这些年就白跟在他身边了, 且今日的成明染也是细心打扮了一番的, 只见他身穿着一件湖蓝色的对襟长裙, 裙身上绣着云纹图案, 显得高雅脱俗, 腰间系着一条白色的腰带, 上面绣着精美的兰花图案, 外照一件薄如蝉衣的沙衣, 若隐若现地展示出他婉约的身姿, 成明染头戴金丝玉簪, 耳垂明月当, 长流苏洛在肩头, 净显高贵典雅, 青丝如瀑布般流淌在肩头, 眉宇间也透着一股高贵的气质, 朱唇浩齿, 眉如星月, 肌肤若雪, 只叫人随便看一眼便感觉顾盼生辉, 纪灵舟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在门口恭候多时了, 陛下, 成明染当即就要行李, 但是纪灵舟的动作更快, 直接就把人给拉了起来, 不要拘礼, 怎么这么早就站在门口等着了, 外面风大, 成明染没有躲开他的手, 是, 纪灵舟发现了成明染的不一样, 其实以前成明染就是最爱美的小姑娘, 她的容貌在整个京城也算是数一数二的, 又经常花心思装扮, 尤其是每次见自己的时候, 总是能让人一眼惊艳, 当时的自己虽说对他并没有太大兴趣, 疏离居多, 但也不得不承认, 成明染的相貌放在后宫也是让人失色的地步, 但是从冷宫出来后, 他销售了很多, 冷宫几个月的风霜冷暖, 让他变得憔悴了不少, 加上出来后他大多数时间都很肃静, 也没有心情打扮, 所以这一次见到盛装的样子, 纪灵舟眼里也有一丝恍惚, 那一眼, 他觉得自己好像又看见了曾经那个亮眼的小姑娘, 但是他刚刚开口说话, 就将纪灵舟拉回了现实, 他谋色昏暗, 他们两人之间依旧是疏离的, 只不过以前是自己对他爱达不理, 而现在是他对自己步步之理, 不愿靠近, 纪灵舟是陪着成明染一起进的店内, 晚膳已经不齐了, 他大概看了一眼, 不得不承认, 这些都是按照他的口味准备的, 陛下, 请成明染看向纪灵舟, 纪灵舟在一旁坐下, 一起坐, 他说了一句, 原本以为他又会和上一次一样离自己远远的, 所以他正准备让他在自己身边坐下的时候, 成明染这次, 居然还主动地在自己身侧的位置坐下, 臣妾让人温了酒, 陛下可要同臣妾小酌两杯, 成明染问了一句, 纪灵舟看着他, 你能喝酒? 他问, 在他印象里面, 成明染很少喝酒来着, 成明染点了点头, 臣妾酒量不好, 可是要是陛下有这个性质, 臣妾也能同陛下一起小酌几杯, 纪灵舟起了心思, 沉默两顺后便应了下来, 你既然让人准备了, 镇子不会叫人辜负了这片心意, 这个意思就是要喝了, 成明染让人上了酒, 不过在宫人准备给纪灵舟倒酒时, 他却起身了, 我来吧, 他接过宫人手里面的酒壶, 亲自为他斟满, 今日臣妾见到了爹点, 还需多谢陛下恩典, 他端起酒杯, 纪灵舟同样端了起来, 不是神妖恩典, 不会是一件寻常事罢了, 既然过去了, 就不要再乱想了, 多谢陛下, 陈妾进陛下, 雨吧, 成明染直接端起那杯酒, 就一口闷下, 纪灵舟想要阻止的话语, 堵在嗓子也没出来, 最后叹了口气, 算了, 他看着自己手里面的这杯酒, 也没犹豫, 和他一样, 全部一口喝下, 成明染确实很少喝酒, 今天虽说是为了白天的事情, 想要讨好纪灵舟, 可到底是心情不好, 听说喝酒能够解愁, 正所谓借酒消愁, 他也想知道, 这酒真的能让人的烦恼, 不消失不见吗, 成明染心里酸涩, 但面上依旧维持着 平日里面的端庄稳重, 我再敬陛下一杯吧, 之前都是臣妾不懂事, 做了很多错事, 也冒犯了陛下, 惹陛下生气, 臣妾在这里赔罪了, 说完, 他就又是一口全部喝了下去, 纪灵舟这次没有回应, 只是陪着他喝, 他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眼前的小女人心情不好呢, 既然想喝, 那让他喝就是了, 总归这儿也没有人敢说些什么, 第57章, 醉了, 但是, 就在成明染还想要倒第三杯酒的时候, 纪灵舟伸手拦住了, 成明染看向纪灵舟, 纪灵舟将他手里面的酒壶拿了过来, 不要光顾着喝酒了, 你今天不还让人准备了这么一大桌子菜吗, 现在还没动吗, 不如先吃东西, 空腹喝酒对身体不好, 更何况他酒量也不怎么样, 纪灵舟也担心他会喝出什么问题来, 成明染不知道是不是喝了酒的缘故, 双甲已经染上了红韵, 就像是飞来了两片晚霞, 他听到这话乖乖做好, 只不过滴落的情绪似乎越来越明显了, 纪灵舟拿起筷子帮他加了菜, 先吃一点东西, 刚刚喝了酒, 吃点东西垫一垫, 成明染沉默地看着碗里纪灵舟家的菜, 以前他不会主动做这些事情的, 替自己加菜, 这要真的算起来, 还得是他成为太子之前了吧, 那个时候自己也还很小, 怎么了是不喜欢吗, 纪灵舟问了一句, 成明染摇了摇头, 然后挤出一个很勉强的笑容, 没有不喜欢, 谢谢陛下, 他安静地将碗里的东西都吃了下去, 但是纪灵舟看着他现在这个样子, 却开始沉默了, 为什么他总是觉得, 现在这个成明染身上总是死气沉沉的, 就好像在他的世界里面, 总是昏暗的一片, 破败, 破碎, 他没有开口说什么, 只是继续给他加菜, 还顺便盛了一碗汤, 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 可以多喝点汤, 暖暖身子, 他将自己盛完的汤, 送到成明染面前, 成明染觉得心里堵着, 却又说不出来是因为什么原因, 只是很久没有人这样对他了, 他在沉默中将自己碗里的汤全部喝下, 或许是看不得他这个样子, 纪灵舟主动地给他倒了一杯酒, 还想喝酒吗? 朕陪你? 嗯, 成明染刚刚喝了两杯, 喝酒不能消愁, 可是喝酒能够寄记仇丝啊, 他突然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醉了会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醉了就不会这么难过了, 是不是只要醉了就会什么也不记得, 就什么也忘记了? 成明染端着手里的酒, 这酒有些辣了, 可是他突然喜欢上了这种刺激的感觉, 所以一杯接着一杯, 直到他都忘了自己到底喝了多少, 纪灵舟好几次都想要阻止, 可又不知从何开口, 也想着是不是他喝醉了真的会好受些, 罢了罢了, 都由着他吧, 或许喝了这几杯酒后, 他的心情真的可以好些, 哪怕只是暂时的放松与忘却也是好的, 所以纪灵舟没有制止他, 片刻的放纵误不了什么大事, 成明染根本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 他只觉得脑子里越来越恍惚, 眼前的事物也变得飘渺了起来, 这壶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他正准备真酒, 但是已经没了, 书画, 他换了一句, 书画上前, 娘娘, 没有酒了, 再拿一壶酒来, 他说了一句, 书画一脸担心, 娘娘, 您今天晚上已经喝了很多了, 不能再继续喝下去了, 喝酒伤身, 去拿吧, 纪灵舟发话了, 书画有一瞬间的犹豫, 但最终还是无奈地下去拿了一壶酒来, 纪灵舟伸手接了过来, 让人准备饧酒汤和温水, 他顺便就说了一句, 是书画答应下来, 乘明染将酒又端了起来, 陛下, 他醉了, 纪灵舟配合地陪着他喝, 这壶酒没用多长时间就已经去了一大半了, 乘明染矣在雕花桌旁, 月影透过半眼的窗, 斑驳地印在他的脸上, 那双丘水般的毛子此刻泛着微醺的涟漪, 红唇微张仿佛在低语着无人知晓的心事, 他的发际已散, 青丝如瀑, 与那随风清白的湖蓝色长裙相互映衬, 身上散发出淡淡的酒香, 与店中的熏香交织, 令人心醉, 他纤细的手指轻拧着酒杯, 那动作中带着不经意的优雅, 当他清明酒夜时, 红润的脸颊上浮起一丝愁然, 宛若出战的花朵将要凋零一般, 随着酒意见浓, 他的眼神开始迷离, 仿佛在追忆往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醉了, 所以他没了那些拘束, 连动作也放松了起来, 他的身姿愈发曼妙, 每一个转身, 每一次抬手都如诗如画, 醉胎的他在夜幕下让人为之倾倒, 这是纪灵州第一次看见喝醉了的他, 正当成明染因为不尽兴, 还想继续喝下去的时候, 纪灵州终于动手按住了他手里面的酒壶, 你喝醉了, 他说了一句, 成明染好像反应了一下, 然后才摇头, 我没醉, 他们说, 醉了就可以忘记让自己最难受的事情, 但我还分明记得很清楚, 所以没有醉, 纪灵州眼底的神色越来越复杂, 他上前想要将人扶起来, 喝酒也不一定能忘却, 不过, 让你最难受的是情是什么? 他问, 成明染抬起眼睛看向他, 好像是在很认真地辨认, 眼前的人到底是谁一样, 久久没有开口说话, 最难受的事情, 不知道, 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很难受, 他想要站起来, 可是才刚刚有所动作, 就一个不稳地往旁边摔了过去, 但好在有纪灵州, 他动作迅速麻利地将他搂住, 所以, 成明染最后是跌进了他的怀里, 去把醒酒汤端过来, 纪灵州说了一句, 书话赶紧下去, 纪灵州将人抱进了怀里, 可有哪里不舒服? 他问, 成明染摆了摆头, 他努力地想要站直身子, 可是怎么也站不住, 最后, 他索性就靠在了纪灵州怀里, 然后呆呆地看着他, 眼里, 碎掉的光一闪一闪的, 似乎很想要凝聚起来, 可是又怎么都拼凑不上, 陛下, 他开口叫道, 嗯, 纪灵州答应了, 他们骗人, 他们骗臣妾, 成明染已经醉得没有什么神志了, 他们骗了你什么? 纪灵州问, 他们明明说戒酒消愁, 可为什么臣妾觉得喝了酒之后更难过了呢? 他们骗臣妾, 喝酒不能的, 喝酒一点用也没有, 他红了眼眶, 眼泪开始下坠, 第58章, 因果, 成明染的话在纪灵州的心口荡起一阵阵涟, 他低头看着已经满是醉意的小女人, 眼里也是说不出的滋味, 陛下, 行酒汤来了, 奴婢伺候娘娘喝下吧, 书华过来说了一句, 纪灵州伸手, 不用了, 下去吧, 这里正来就可以了, 他直接端过了书华手里面的解酒汤, 书华一脸担忧, 但是看陛下现在这个样子,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才对, 可是, 醉酒的娘娘她有些不放心, 以前娘娘从来就没有喝醉过, 所以书华也不知道, 自家娘娘喝醉了到底是什么样子, 更何况, 现在还是在陛下面前, 万一出了什么岔子怎么办? 但是这些话, 他也没办法说, 纪灵州的吩咐他们怎么敢违背, 所以最终还是退下了, 纪灵州扶着人坐下, 先把这碗解酒汤喝了, 他说了一句, 承迷染迷迷糊糊间瞧了一眼, 他看着纪灵州碗里面的东西摇了摇头, 不要, 我不要喝, 我最讨厌喝药了, 好苦, 纪灵州无奈,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现在自己是哪里来的这些耐心, 这不是药, 这是醒酒汤, 听话, 先喝了, 要不然明天早上起来你该头疼了, 以前没醉过, 第一次喝醉可是要遭醉的, 纪灵州说着就又把碗递了过去, 承迷染不愿意, 不喝, 我不想喝, 他轻轻地把碗推开, 然后泪眼朦胧地看着纪灵州, 不要逼我喝药好不好, 不是药, 也不苦, 更没有要逼着你, 这个喝了可以帮你醒酒, 纪灵州又说了一句, 我没醉, 我没有醉, 我还知道你是谁, 他的手指轻轻地戳了戳纪灵州的脸颊, 纪灵州听到这话轻轻挑眉, 还记得朕, 那朕是谁, 他问, 陛下, 你是陛下, 他说了一句, 刚说完又似是想到了什么, 赶紧就要从他的怀里起来, 陛下重规矩, 纪灵州微微上扬的唇角杀时间僵硬, 随即就又听见承迷染说了一句, 陛下不喜欢臣妾, 陛下讨厌臣妾的, 谁同你讲的这些话, 纪灵州问, 他又将人拉了回来, 朕从来都没有说过这种话, 没有说过吗? 承迷染泪眼朦胧地盯着纪灵州, 没有说过, 可是陛下却处处表现着, 一句讨厌没说过, 但每一个行为都是讨厌自己的表现, 纪灵州微微一愣, 心口处突然涌上无尽的酸疼, 为什么刚刚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自己会觉得难受呢? 承迷染想要在旁边坐下, 纪灵州刚想要去扶, 他就已经跌跌撞撞地又坐到了桌前, 为什么陛下不喜欢我? 我, 没有做错什么, 只是因为我姓程, 他重新拿起酒壶给自己倒了一杯, 他什么都没有做错, 只不过因为他是成家女, 纪灵州张了张嘴似乎是想说什么, 可最后也全部化为无声, 他的话听着似乎有些不对, 可细想下来好像又是完全正确的, 喝酒, 喝醉了是什么样的感觉? 他又是一杯酒下毒, 纪灵州将醒酒汤放下, 喝醉了会很难受, 为什么这么想喝醉呢? 他问, 因为醉了就不难过了呀? 他嘴角扯出一丝笑意, 可是怎么看都觉得苦涩, 纪灵州在他面前坐下, 然后牵起他的手, 那现在呢? 你还难过吗? 他问, 成明然眼里的落寞一点点加深, 他靠在了纪灵州的怀里, 还没有醉, 所以会难过, 都醉成这样了, 怎么叫还没醉呢? 醉了就不难过了, 这话是骗小孩子的, 他又怎么能当真呢? 不喝了, 好不好纪灵州把他手里的酒壶拿了过来, 成明然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的动作, 然后又说了一句, 陛下他红着脸喊了一声, 嗯, 纪灵州低声答应, 你是不是真的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 从小到大, 你对我都只有讨厌, 是吗? 为什么? 我怎么追都追不上你, 为什么你在前面就不肯回头呢? 我好累, 我每次都只能看见你的背影, 可是不管我怎么想要追赶上你, 不管再努力地想要靠近你, 都只会一次次跌倒, 真的好疼,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看看我? 你为什么要那么对我? 小时候, 你明明说过要保护我的, 但你全部都忘记了,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当真, 是不是? 承明染眼眶泛红, 满脸可怜的样子, 纪灵州神情复杂, 沉默良久, 他才回答了一句, 朕没有讨厌你, 只是有些事情没有办法衡量, 承明染, 朕是皇帝, 朕有很多自己的顾虑和考量, 在许多事情上, 朕或许有过多的猜忌, 对你也有诸多亏欠和辜负, 可是帝王之家从来就没有什么多情人, 深情者, 朕更不可能对任何一个人付出真心, 所以也不会真的喜欢上一个人, 纪灵州说了一句, 不可能对任何人付出真心, 也不会真的喜欢上一个人, 承明染心里最后的一点期待在这一刻终于落空, 所有人都说圣上是一国之君, 是这天下的主宰, 从来都不会有错, 陛下, 你会觉得自己有做错的时候吗? 承明染突然问了一句, 做错的时候, 纪灵州握着他的手微微顿住, 在上一世承明染离开之后, 自己就曾问过李盛一个问题, 问他, 纪灵州可有做错什么? 当时李盛的回答是, 世人尝到因果, 揪其因, 结其果, 陛下乃天子, 无论因为什么, 结果都不会是错的, 直录第六章, 到底是天子不会错, 还是众人不敢指出天子的错? 世间万物有因必有果, 若前世承明染为自己挡下那一件事果, 那造就这苦果的一切原因又在哪里? 还有, 若前世自己在他死后的那些年里总是回想着他以前的样子, 在他离开后, 反倒是把他的样子记得越来越清楚, 是果, 那原因呢? 这些原因又要归咎于什么? 两人之间从来不会一对一错, 第五十九章, 陛下能好好地抱抱臣妾吗? 纪灵州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曾经的他一直觉得自己不会有错, 他一度觉得自己坐在这个位置上是无愧于皇帝这个身份的, 上一世不管是朝廷还是民间, 政治清廉, 民英国父, 正通人和, 清姚伯父, 就连战争也少之右手, 百姓安居乐业, 民间也时常歌颂帝王美德, 他做错了什么吗? 站在一个皇帝的层面来说, 他所有的事情都要以江山为基本, 以百姓为根基, 若是真的做错了, 那边该是民不聊生的局面, 可事实上, 对于他, 在上一世后世的记载里面, 却是随处可闻的功德, 所以, 对于最后的大事结果而言, 他没有错, 可, 不管想要做成什么, 在这条路上总会有很多的牺牲, 很多的取舍, 一条路想要走到终点, 中间总有分叉路口, 总有弯路, 所以, 并不是事事顺遂, 也有很多差错, 醒酒汤要凉了, 先喝了吧, 季灵舟不知道怎么去探讨这个话题, 承明染低下头, 季灵舟把醒酒汤味到他的嘴边, 听话一点, 先喝了, 然后再说其他的, 好吗? 承明染这次没再拒绝, 他也没伸手自己端着, 而是一直就着他的手, 慢吞吞地把这一碗醒酒汤全部都喝进了肚子里, 去休息, 好吗? 季灵舟看着他把这碗醒酒汤全部喝下, 心里也算松了口气, 就他现在喝成这个样子, 明天不头疼才怪了, 但是承明染显然是没这个意愿的, 他撑着桌子就要站起来, 季灵舟因为害怕他摔倒, 所以下意识地将人护住, 承明染摇摇晃晃地就往内室走, 季灵舟以为他是要去休息了, 所以放下手里的东西就跟着他一起进去, 但是, 他才刚刚走进床他的位置就没有了下一步动作, 季灵舟上前走到他旁边, 需要镇叫人进来吗? 承明染摇了摇头, 还不等季灵舟开口说下一句话, 就看见他直接开始脱自己的衣服, 外面的薄纱一照轻轻地落在地上, 季灵舟眉头轻皱, 你, 他刚要出口的话还没说出来, 承明染就转身抱住了他的腰, 季灵舟所有要说出来的话瞬间堵在了嗓子眼, 连手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放了, 这又是怎么了? 陛下, 他唤了一句, 季灵舟犹豫良久, 最终还是用手搂住了他的腰身, 听见他叫自己, 他也配合地答应了一声, 怎么了? 是有哪里难受吗? 今日臣妾惹了陛下不快, 臣妾道歉, 承明染这个状态也分不清到底是清醒还是没清醒了, 若是清醒又怎么可能这样抱着季灵舟, 若是没清醒又怎么可能还记得今天自己的任务, 今天的事情不是你的问题, 季灵舟听到这句话也愣住了, 他现在还在想这个吗? 甚至还把问题归咎于他自己了, 承明染没有说话, 只是从他的怀里抬起头隔了好久才说了一句, 臣妾之错, 季灵舟叹了口气, 他现在这个样子想必也听不进去自己说什么了, 正当季灵舟打算把人扶着去床边坐下的时候, 承明染却又直接扯掉了自己的腰风, 季灵舟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这是做什么? 他按住了承明染的手, 臣妾愿意给陛下, 臣妾没有要躲着, 他之前是自己这样告诉自己的, 哪怕现在醉酒了, 这个说法也一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他需要让季灵舟消气, 季灵舟听到这话突然有些头疼, 你现在喝醉了, 一时不清醒, 先休息吧, 这些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陛下说臣妾是后妃, 陛下说要臣妾不要忘记了身份, 臣妾早就与陛下发生过了关系, 所以臣妾今日不应该躲的, 与爸他看着季灵舟的那张薄唇竟然敢胆大妄为的直接亲了上去, 季灵舟没有预料到他的动作, 所以突然的这一下也让他自己始料未及, 在感受到唇半温热的那一瞬间, 他脑子一片空白, 他这是在做什么? 季灵舟一时间的愣神好像给了承明染勇气, 只要不拒绝,那就是默认了自己的一切行为, 醉了酒的承明染在季灵舟的默认里面越来越大胆了, 最后甚至点起了脚尖, 双手勾住了他的脖子, 一点点地啃食着他的唇半, 季灵舟也在一瞬间里觉得口干舌燥, 连同小腹都变得燥热僵硬起来, 他将人拉开, 承明染被拉开的那一刹那满脸茫然, 他看着季灵舟眼睛里还透着迷离, 似乎很无辜的样子, 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 季灵舟的声音带了一丝很明显的沙哑, 承明染迷迷糊糊的听见他问, 他还花了好大的进去分辨季灵舟这个语气, 到底是生气还是没生气, 对不起, 他分辨不出来, 最后我有道歉, 他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 季灵舟无奈, 对不起什么, 朕只是提醒你, 提醒你清楚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在干什么, 要不然酒醒之后后悔了怎么办, 承明染身形不稳, 往旁边跌了去, 季灵舟眼疾手快地将他捞进了自己的怀里, 承明染的一双大眼睛就这样安安静静地盯着他, 他的眼睛以前都是亮晶晶的,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好像是笑着的, 就像一潭清水随时都荡着波浪液漪, 然而此刻再去看, 那双眼睛里满是创伤, 千华未尽, 像是沧桑无数, 人间不值, 梁九, 陛下, 他语气轻颤, 季灵舟没有说话, 但承明染却说了一句, 臣妾从来都没有看见过你用这样的眼神看过臣妾, 刚刚那样, 是不是臣妾看错了? 听见承明染的话, 季灵舟搂着他腰的手又紧了几分, 不知道是不是感受到自己腰间的力度, 承明染突然开始大胆了起来, 陛下的怀抱也不尽然是冷冰冰的, 所以, 陛下可以好好抱抱臣妾吗? 他的语气似乎夹着恳求, 又似乎有落寞, 但, 更多的是小心。 第六十章, 感情不顺, 陛下的怀抱也不尽然是冷冰冰的, 上一世他挡下那一件后, 也说过一句很相似的话, 他说, 如今, 如今臣妾才知道, 原来, 原来被陛下抱在怀里是这样的感觉, 陛下的怀里原来也是暖和的, 指路第五章, 他抱着承明染的手又紧了两分, 心里各种复杂情绪疯狂上涨, 看着他红肿的眼睛, 纪灵舟似乎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那点怜悯之心, 醉了便先睡好吗? 他一手搂着承明染, 另一只手放在他后脑的位置, 让人紧紧贴紧自己的胸口位置, 正陪着你, 此时的他还能有什么心思, 刚刚的想法和感觉已经被尽数压下, 承明染在他怀里晃了晃脑袋, 然后也伸出手抱着他的腰, 灵舟哥哥眼泪顺着鼻梁滑过, 声音嘶哑, 这一声灵舟哥哥让纪灵舟的心都跟着颤了颤, 灵舟哥哥, 这个称呼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了, 真的要算起来, 他们整整隔了有一室, 他将人抱了起来往床踏去, 承明染被他放在了床上, 承明染不肯撒手, 这是他从小就喜欢的人, 而晶不过是想要趁着酒劲去触碰曾经遥不可及的存在罢了, 等酒醒了, 他便放松不了了, 到时候所有的一切又会重新回到正轨上, 纪灵舟伸手帮他擦去眼角的泪水, 不哭了, 睡吧, 承明染依旧抱着他的腰, 因为刚刚他自己解开了腰疯, 所以身前的衣物也已经散开了, 纪灵舟倒是没有乱想, 但是因为承明染又喜欢乱动, 喝醉了还会扯衣服, 所以胸口处春光微露, 反正都是要歇息了, 纪灵舟就顺势要将他的外衣脱下, 承明染今天特地打扮了, 身上的饰品也不少, 他就一点点地帮他取下来, 不过承明染的酒劲好像现在更猛了起来, 感受到纪灵舟的动作后就开始在他怀里乱蹭乱抓, 纪灵舟抓住了他作乱的手, 不要乱动, 快睡了, 他也从来没有哄过酒鬼, 现在遇上了也挺无奈的, 承明染听着纪灵舟的话非是不干, 顺着他的身子就要爬起来, 纪灵舟头疼, 他一手揽着他的腰防止他摔倒, 另一只手帮他取发簪, 纪灵舟的胳膊被他拉住, 我不要睡, 好好的, 承明染怎么还突然发起了脾气, 不困, 他问了一句, 纪灵舟就看着他开始往自己身上爬, 不要睡, 他小脾气上来了, 承明染伸出自己的小手往他脸上招呼, 纪灵舟把人的手握住, 不要闹, 安静些, 我看, 我要看, 承明染鼓囊着一张小嘴开始吵吵嚷嚷了起来, 纪灵舟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只能按着他作乱的手, 想要看什么, 他问, 看你, 承明染脑袋一歪, 费力地要把自己的手抽出来, 纪灵舟也怕真的把人给伤到了, 所以没敢真的用力, 所以承明染也就很轻松地把手抽离了出来, 他的小手捧起纪灵舟的脸, 臂下, 他一脸认真可以抵不过眼前的迷离之色, 嗯, 纪灵舟轻声答应, 你这里有一颗痣, 眼睛这里, 他戳了戳纪灵舟右边眼角的泪痣, 嗯, 有一颗痣, 纪灵舟也顺着他说, 这丫头怎么回事, 喝酒了就变成这个鬼样子了, 以前我看见过画本子上面说过, 他们说, 有泪痣的人会被认为是前世因爱而死的人留下的印记, 承明染突然冒出了一句, 纪灵舟微微一愣, 你都是在哪里看些乱七八糟的, 还不是乱七八糟的, 书上写了, 如果一个人在下眼瞼或眼角下方有泪痣, 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前世经历了极度的悲伤和痛苦, 所以泪水滴落才会形成了这个印记, 而且书上还说了, 说这个印记被视为一种爱情的象征, 意味着拥有泪痣的人可能会在今生今世还会遇见的, 你的感情不顺, 承明染又伸出自己的手摸了摸他脸上的痣, 纪灵舟眼睛里面的神色慢慢凝结起来, 感情不顺吗? 他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有什么感情在? 不过, 他下意识地看向承明染, 于他而言, 他或许给不了其他什么, 但是宠爱未必给不得, 给谁都是给, 既然他曾经想要, 那自己现在就给他又何妨? 就当是还了他, 承明染整个人都爬到了纪灵舟身上, 膝盖跪坐在他腿上, 纪灵舟拿开他的手, 随后又把人从身上拉下来让他坐在了自己怀里, 感情不顺, 那怎么办? 他故意问了一句, 承明染摇头, 他不知道, 所以也只能是呆呆地愣在那里, 第61章, 睡着, 承明染就好像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孩子, 因为回答不上来, 问题粘巴巴的, 低垂着脑袋叫人看着可怜, 纪灵舟心头一软, 好了, 不要再闹了, 好不好, 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 你喝多了, 早点休息, 要不然明天起不来了, 他又说了一句, 不过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他的语气里面已经戴上了轻哄的意味, 你很困吗? 承明染望着纪灵舟问了一句, 纪灵舟倒是不困, 只不过就他现在这个样子也应该休息了, 再闹下去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朕让宫女进来帮你换衣服, 好吗? 纪灵舟无视了他的问题, 直接往下问了一句, 承明染的眼泪突然又落下来了, 就那么一瞬间, 纪灵舟看到都懵了, 怎么又哭了? 这是说哭就哭的吗? 怎么了? 又没有骂你, 打你, 怎么又开始哭了? 是有哪里不舒服吗? 要不朕让他一太一过来看看, 纪灵舟赶紧地就要去帮他擦眼泪, 结果被承明染挡住他, 自己又给自己擦了, 只见承明染就是那一巴掌在脸上抹了一把, 整个人可怜兮兮的, 今天好不容易弄得妆容, 现在也被弄得乱七八糟, 再加上因为刚刚他自己把衣服扯开了, 所以衣衫不整, 就他现在这个样子, 要是别人不说, 都要以为他被怎么欺负了吧? 纪灵舟有些心累, 怎么还跟个小朋友似的? 不过他也有一瞬间的恍惚, 因为以前的承明染就是小孩子心性, 调皮捣蛋, 活泼爱笑, 喜欢闹腾, 但从来不会闯什么大祸。 醉了酒的承明染, 好像是最贴近以前的样子的。 纪灵舟心口未动, 不哭了, 以前你不是最爱笑的吗? 他说了一句, 哪成想, 承明染直接在纪灵舟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猛抱住了他的腰, 你是不是又要走? 他的声音很轻, 好像随时都能被一阵风吹走一般脆弱。 你是不是又要走? 他抬起了手, 还没有落到他身上, 就瞬间顿住。 随即他又听见承明染说了一句, 你为什么要讨厌我了? 陛下, 每次见着你最多的, 便是你离开的时候, 就不能有一次是你朝着我走过来的吗?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兔子也越来越含糊, 可是他说出来的每一个字, 都被纪灵舟听得清清楚楚。 见多了你的背影, 我好像看见你, 为我而来一次。 纪灵舟的嗓子有些瑟瑟然, 隔了好一会儿, 他才又重新放在了承明染的后背。 震, 不走, 今晚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不走这两个字, 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似乎经历过无数次徘徊与深思。 这不走两个字, 究竟是刚刚那个问题, 还是又在回答着其他什么? 承明染没有再继续说话, 他慢慢地安静了下来。 纪灵舟见他一直没有反应, 也低头看向了, 缩在自己怀里面的小丫头。 人, 嗯, 已经睡了。 纪灵舟的表情有片刻凝滞, 但随后又变成了无奈, 在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情况下, 嘴角轻勾, 脸上终于出现了一抹笑意。 醉得快, 睡得也快, 酒量这么差, 还要喝酒, 以后要是没人拦着, 看你不闯些大祸出来。 纪灵舟说了一句, 承明染现在肯定是听不见了, 他目前睡得正香呢, 小脸红红的, 整个人都缩在他怀里, 脑袋就枕在纪灵舟的腰腹 和胳膊的夹缝里面, 睡得可舒服了。 不过就这样一直睡着, 纪灵舟也是怕他难受, 还是给他调整了一下姿势。 可是他才刚刚一有动作, 承明染就小声乌液一下, 像是不舒服了。 下一刻, 纪灵舟就发现他把自己的胳膊抓得死死的,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抱着什么宝贝呢? 承明染被他塞进了被窝里, 然后直接把枕头塞进他的怀里, 这样让他抱着枕头, 自己才有机会把胳膊解救出来。 原本纪灵舟还打算让宫女进来帮他换衣服的, 现在这个情况肯定是换不了了。 好在身上的这些首饰都已经取了下来, 要不然, 这睡觉各着怕也是会不舒服的但是。 纪灵舟的目光又落在了他的脸上, 因为刚刚哭过, 所以脸上的妆容已经蕴染开了。 现在承明染的那一张脸就跟小白猫钻了灶台一样, 脏兮兮的, 小白猫都要变成小脏猫了。 第62章, 到底应该拿你怎么办? 纪灵舟原本想着他既然已经睡了, 那就不去管了。 可是后面就觉得这些妆容弄在脸上可能不太合适, 再三犹豫后还是让人打了热水过来。 陛下, 热水来了。 书华亲自端进来的, 说白了, 其实就是担心。 娘娘喝醉的样子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 但就刚刚那一会儿还是叫他看得惊心动魄的。 书华虽然不知道自家娘娘后面会做出些什么来, 但是他知道陛下的脾气不好啊。 这万一冲撞了怎么办? 毕竟今天白日里才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所以要是陛下在一怒之下要处置娘娘怎么办? 现在好不容易听见叫他们进来, 他自然是要亲自进来看看才能放心, 哪知道看到这幅场面。 只见向来冷漠的陛下现在正坐在娘娘的床边, 还动作轻柔地帮他整理着衣物, 倒是陛下自己身上都是乱糟糟的。 这要不是书华亲眼所见,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见的是真的。 谁不知道陛下向来有洁癖, 爱干净, 而且不喜欢旁人近身。 更何况, 他总觉得陛下现在好像很温柔的样子。 温柔, 这个词语落在陛下身上把书华都吓了一跳, 东西放在这里, 你们都下去, 这里不用, 你们伺候了。 纪灵舟开口将书华瞬间拉回现实, 他刚刚都在想什么呢? 陛下怎么可能温柔? 他放下手里面的热水, 陛下, 娘娘今日醉了酒, 恐冒犯了陛下, 要不这里还是让奴婢来伺候吧? 不用, 正来就好, 退下吧。 纪灵舟完全不带犹豫的, 书华也不敢一而再, 再而三地拒绝, 所以在愁出片刻后, 还是选择了暂时离开, 看陛下现在这个态度, 想来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 纪灵舟的确没有做过这种伺候人的活计, 但是这种事情也不用专门学, 他先用温水把帕子打湿, 然后凝干了, 才一点点地擦去成明然脸上的那些脏东西。 在这个过程里, 他就看见成明然的小脸一点一点地变得干净, 这种感觉很奇特。 他从来没有自己去照顾过一个人, 之前有句话说, 慢慢照顾着, 就慢慢地在意了。 或许纪灵舟自己都不知道, 其实现在他的心里早就给眼前这个小姑娘留下了位置吧。 等把照顾当成了习惯, 等把容忍当成了纵容, 他的这颗心只怕也会在不知不觉间全部交付出去吧。 睡得还挺沉纪灵舟嘴角轻轻上扬, 等帮他擦完了脸上的妆容, 他重新看着成明然。 小脸干干净净的, 但因为喝了酒的缘故, 所以还是有些泛红, 但盛在他, 确实是有一副好容貌, 纪灵舟看着看着就有些失神。 今晚醉酒的成明然, 确实是让他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他。 可是这个不一样, 里面又透着很多熟悉的感觉, 若是成明然还没有入宫, 那他又是不是一直能保持着这个样子。 想到这里, 纪灵舟的心口位置突然有一些闷闷的, 为什么现在的自己更想看见的是曾经的他呢? 要是可以, 他突然很希望成明然可以变回以前的样子, 一直如同今日这样也挺好的, 因为现在的他, 周身总是一股死忌的样子。 这样的认知, 让纪灵舟心里没有由来地生起一阵恐慌, 就好像自己即将要失去什么, 却连失去的东西都不知道。 等知道的时候为时已晚, 再想要抓住的时候就难了。 他伸出自己的手, 轻轻地撩拨着成明然的头发, 将他的头发一点一点地别道而后。 成明然, 我到底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你? 我到底要拿你怎么办? 纪灵舟问, 只不过这个问题到底问的是他还是自己呢? 但, 不重要了, 因为没有人会回答他。 若是等有一天, 纪灵舟自己可以回答自己这个问题, 或者他在其他地方找到了答案, 那也许才是一切的真正开始。 第六十三章, 醉酒醒来。 次日清晨, 冷风中带着一丝丝寒意, 连续下了几天的雨, 而今终于出现了一抹阳光。 枝头的黄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大部分都已经枯黄落地。 阳光透过细薄的云层, 洒在连衣宫的金顶上, 大殿内一股淡淡的檀香味缭绕四周, 沙漫后若隐若现的身子轻轻起身。 承明染头晕脑胀, 一手撑着床榻, 一手按着太阳穴的位置, 神色慵懒地支起身子。 承明染发际微散, 几缕青丝垂在细腻如玉的颈侧, 增添了几分妩媚。 她的面色略显苍白, 双眸略带迷离, 仿佛还未完全从宿醉中清醒。 她缓缓从床榻上坐了起来, 现在只感觉头痛欲裂, 昨夜, 她喝醉了。 承明染努力平复着情绪, 脑子里面碎片化的记忆一点点地浮现出来。 想起昨夜的醉酒, 脸上不由地变得僵硬。 她轻浮着眉间, 试图舒缓紧皱的眉头, 昏沉沉的脑袋无时无刻地提醒着她, 昨晚的醉酒并非全无代价。 床榻的小桌子上, 她没有惊动任何人, 扶着床檐就走到窗边, 她将窗户打开, 外面冷风阵阵, 她也试图以此来驱散残留在体内的酒气。 承明染望着窗外逐渐明亮的天空, 她默默地立着窗边, 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 她心中也是五味杂陈。 这次的醉酒是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过的, 她以前很少喝酒, 哪怕偶尔喝一点, 也不过是适合女儿家喝的果酒和米酒, 像昨日那种, 确实是第一次。 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些记忆, 她已经记不清了, 只是有些模糊地记得自己, 好像主动在寄灵舟面前宽衣解怠, 甚至要抱着她来着承明染叹了口气, 自己昨天晚上似乎弄巧成桌了, 原本她只是想要讨好她, 乃成想自己去喝醉了, 她也没想到昨天那酒那么烈。 外面的门被推开, 承明染看了过去, 是舒嬅进来了。 娘娘怎么站在窗前? 外面风大, 这要是被风吹了受了凉, 病了怎么办? 舒嬅看见承明染站在窗边, 还把窗户打开了, 就赶紧走了过来。 舒嬅将窗户重新关上, 这天刚亮一会儿, 现在正是最冷的时候, 娘娘怎么不多睡会儿? 她扶着承明染往旁边去, 承明染摇了摇头, 有些睡不着了。 她说了一句, 舒嬅扶着承明染坐下, 娘娘可有哪里不是? 昨夜娘娘喝了不少的酒, 想来怕是会头疼, 要不奴婢去薰太医过来瞧瞧吧。 承明染制止了她, 不用, 就是有一点头晕而已, 不碍事。 娘娘昨夜喝了太多的酒, 陛下已经吩咐让人准备了解酒汤, 一会儿奴婢就让人端过来。 舒嬅一边说, 一边叫来了外面的人去准备热水。 承明染听到陛下两个字, 心神一动, 陛下, 昨晚什么时候离开的? 他问了一句, 陛下昨晚都在咱们宫中, 未曾离开, 今日一早因着要上早朝才离开的。 舒嬅回答, 竟然在这里待了一整晚吗? 所以, 他应该是没有生气的才对吧。 承明染心中懊恼, 自己怎么就贪杯喝了那么多? 原本想着一两杯也无事, 谁曾想两杯酒下肚便控制不住了, 早知这般, 他一开始就不该准备这么烈的酒。 舒妃娘娘, 外面有宫人进来了。 何事? 舒嬅问了一句, 回舒妃娘娘, 皇后娘娘刚刚派人来说, 三日后皇后娘娘要举办冬日宴, 到时候还请舒妃娘娘一同前去。 宫女说了一句, 冬日宴, 本宫知道了, 退下吧。 承明染回了一句, 这冬日宴也没什么稀奇的, 不过也是惯例了。 除去后宫的这些后妃, 还有朝廷命妇与官家小姐都会参与, 还挺热闹的。 承明染以前是最怕冷清的人, 所以每次遇到这种热闹都迫不及待地要凑过去。 但是这一次, 他一想到又要和这些人打交道, 他心里就有些烦躁, 到时候肯定是免不了一番唇枪舌战的。 努必先伺候娘娘舒喜吧。 舒嬅说了一句, 承明染点了点头, 罢了, 兵来降党, 水来土掩。 他现在就算是不愿意去参加这些宴会又如何, 总不能一直躲在这儿不见人。 再者, 他现在不去也有些说不过去, 索性不犹豫了。 皇后除了给六宫传了消息, 自然也是不能少了纪灵舟。 紫辰宫这边收到消息的时候, 已经是纪灵舟下朝之后了。 他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这些事情向来都有皇后自己处理, 他这边几乎是从来没有管过的, 既然是惯例, 他也不可能莫名地就叫人取消。 不过, 连衣宫那边, 舒妃可醒了。 他问了一句, 听人说, 陛下才刚离开一会儿, 舒妃娘娘就醒了。 许氏昨天晚上喝了酒的缘故, 所以有些头晕, 舒妃娘娘身边的舒嬅姑娘 伺候着娘娘喝了醒酒汤, 而后便好多了。 李胜回答, 好在他一早就预料到了 陛下可能会问到这件事情, 所以早就安排人过去守着, 要不然, 就陛下就突然问这么一句, 谁答得上来? 要知道, 以前的陛下也不会问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他堂堂一国之君, 还会关心一个后妃有没有醒过来。 听到李胜的回答, 纪灵舟心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昨天陈明染醉酒的画面在自己脑海里 又一点一点地重新浮现了起来, 就是不知道这丫头喝醉了酒之后 还能记得那些事情吗? 他一想到, 要是陈明染醒了之后, 就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全部忘了, 他心里就有些不得劲。 要是就这么轻易地被他忘记了, 那也太便宜那丫头了吧。 纪灵舟突然就有些好奇, 要是陈明染还记得昨天发生的那些事, 会是什么表情? 既然已经生出了这个想法, 纪灵舟的行动也是挺快的, 马上就吩咐李胜百嫁连衣宫。 而且, 将今天的折子也全部都搬过去。 纪灵舟说了一句, 李胜, 将折子也全部搬过去。 陛下这是要在连衣宫处理公务吗? 第六十四章, 谈情。 纪灵舟来连衣宫之前 并没有让人提前告诉陈明染, 所以, 陈明染也没有准备什么, 甚至都没有梳妆打扮, 就穿着一身素白的衣裳。 宁静的午后, 陈明染独立于婆娑树影之下, 她的打扮轻心素雅, 如同一朵未曾染尘埃的白莲。 洁白如云的衣衫宛如山间清泉那般洁净, 给人一种远离尘宵的感觉。 陈明染那如瀑布般的青丝 伴着空气里面的微风中轻轻飘动, 与她的肃静衣裳形成鲜明对比, 更显得她出于泥而不染的轻雅。 纪灵舟一来就看到了这个场面, 陈明染带着一种淡淡的惆怅, 就算不说话, 也仿佛在诉说着不为人知的哀晚故事。 然而, 即使眉眼间带着些许愁云, 她依然保持着优雅的姿态, 仿佛是一位从古话中走出的侍女, 甜静而淡然。 成明染的双手抚过琴弦, 指尖流转出如泣如素的琴声。 那琴声如泉水般清澈, 又似秋雨般缠绵, 但继灵舟听着, 只觉得这琴声似乎蕴含着深深的忧郁。 在她周围, 连一宫的院子里种了几树辣梅花, 领冬至, 辣梅已开, 所以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在这闲适的午后, 总是让人感到无比的宁静和舒适。 这一刻, 时间仿佛静止了, 纪灵舟的眼里只有她, 还有她的琴声和那悠扬的树影。 成明染是太后养大的姑娘, 虽说是被娇虫长大的, 但是该学的也是一样, 没落下, 尤其是她的琴声, 就连纪灵舟听了也不得不赞叹几句, 以前虽说她对成明染很疏离淡漠, 但在最心烦意乱的时候, 她也偶尔会来到这边听她弹琴。 她的琴声和旁人的都不一样, 总是轻快舒服, 不管在什么时候, 好像都能叫人心旷神怡, 听了之后, 不由自主地随着琴音一同高兴起来。 但如今再来听, 她的琴声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若是说以前听着会叫人高兴, 那现在听着, 为什么会叫人莫名的心疼, 心酸, 心颤呢? 琴声连贯, 动作敏捷, 可是这音, 窜进耳朵里就好像碎掉了一样, 悲碗哀转, 好似以往的高山流水, 而今变成了孤海浮沐, 一边无助, 一边绝望。 舒嬅原本是一直陪在成明染身边的, 不得不说, 自家娘娘的情意确实很高超, 就算他们这群听不懂这些的工人, 也被带入了进去, 所以, 一时间都没注意到门口来的人。 当舒嬅惊的时候, 纪灵舟已经在门口站了多时了, 陛下舒嬅被吓了一跳, 赶紧行礼, 成明染听见舒嬅的声音后, 下意识地就看向了门口的位置, 纪灵舟一身黑金色的龙袍, 在光线的映照下, 散发出璀璨夺目的光泽, 她的身影屹立在门口, 仿佛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 她的眼神深邃而锐利, 仿佛能洞察人心, 让人不敢有丝毫的冒犯。 纪灵舟的神色依旧疏离, 但清冷的面旁又总是透露出一种高贵而威严的气质, 让人望而生畏。 成明染看见阳光洒在她身上, 一时间竟有些没反应过来。 她的身姿挺拔, 气势如虹, 仿佛是一座不可攀越的高峰, 让人只能仰望。 在她的帝王气势下, 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黯然失色, 只有她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王者, 让人心生敬畏。 成明染突然意识到了, 自己以前好像从来没有发现, 原来纪灵舟身上有这么重的威夷。 她从来都不是什么普通人, 她是帝王啊, 早就不是曾经的那个少年狼了, 更不是那个说要保护她的灵舟哥哥。 一时间的愣神让她手上没了分寸, 所以一个不小心下, 就直接弄断了琴弦。 死。 成明染惊呼出声, 这琴弦最是锋利, 刚刚因为不小心崩断了琴弦, 所以现在直接划伤了手。 纪灵舟原本还站在一旁, 现在听见她的痛呼声, 她心里一紧, 下意识地上前, 怎么了? 弄伤了。 成明染原来还低头看着自己手指, 现在因为纪灵舟的动作有些恍惚, 纪灵舟脸上好像有紧张和担忧。 她是在紧张自己吗? 可是她又怎么会紧张自己呢? 怎么这么不小心? 很疼吗? 纪灵舟自己都没有觉察到 她潜藏在语气里面的担心吧。 成明染傻愣愣地摇头, 不疼, 手指上还能不疼, 去拿些伤药过来。 纪灵舟说了一句书话, 纪灵舟在她身边蹲下, 今日虽说有些太阳, 但到底是冷了起来? 你怎么穿这么单薄地坐在院子里面? 在屋子里面待久了, 有些头晕, 所以就想出来看看。 今天好不容易出了一点太阳, 就想着在院子里面待一会儿。 成明染说了一句, 书话拿来了伤药, 纪灵舟直接伸手接过, 去拿件披风过来。 她又说了一句, 雨霸自己则是将药膏打开, 轻轻地帮成明染擦拭了起来。 好在伤口不是很严重, 但是这琴弦锋利, 所以疼还是疼的。 稍微忍着线, 很快就好了。 纪灵舟难得哄几句, 成明染的注意力被她的这几句话 重新吸引了过来。 她看着面前的男人, 这样的纪灵舟让她心里有些看不透了。 她最近的变化很大, 大到她生出了纪灵舟, 好像已经开始在意自己而的错觉。 纪灵舟很快给她上好了药, 又从宫女手里面拿过披风给她披好。 这情, 纪灵舟的目光落在了情上, 刚刚没发现, 现在她才觉得熟悉。 这把琴是姑姑送给我的, 陛下也有一把的。 成明染提醒了一句, 纪灵舟想了起来, 当时成明染学琴的时候, 太后就叫人专门去找人打造了两把琴, 一把给了成明染, 一把给了她。 不过自己后面为主东宫后, 就忙了起来, 也没有时间去弹琴了。 所以, 那把琴已经搁置很久了。 琴弦坏了, 后面阵让人帮你修好了, 再送过来。 她说了一句, 成明染没有拒绝, 不过是一把琴而已, 以前她或许会很珍视, 但是现在, 现在的纪灵舟或许也不会想到, 这把琴今日她叫人拿走了, 日后可能就没什么机会再送回来了。 第65章, 嬷嬷, 纪灵舟把她成明染扶了起来, 然后才看向李盛, 将琴拿下去吧, 让人修好了送过来。 她说了一句, 李盛连连应下, 纪灵舟握住了成明染的手, 这几天降温降得厉害, 不要总是在外面吹风, 你这手怎么这么冷? 刚刚谈了会琴, 所以冷了些, 成明染回答, 进去吧, 纪灵舟没有多说, 成明染恩了一声, 随后就跟着纪灵舟一同回到了那边, 屋子里面炭火还是挺旺的, 一进来就暖哄哄的, 纪灵舟也算是满意了些, 不过, 还头晕吗? 她问了一句, 成明染身子一僵, 表情更是一言难尽, 多谢陛下关心, 臣妾已经没事了, 她回答了一句, 其实她后面还想说什么来着, 但是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 昨晚的事情, 她一想到就觉得脑袋疼, 这要怎么说? 不过纪灵舟真的没有生气吗? 她小心地观察了一下纪灵舟的神色, 纪灵舟在一旁坐下, 之前没见你, 喝过那么多酒, 昨日你倒是毫不犹豫。 成明染快要没脸见人了, 昨日是臣妾失了分寸, 冒犯了陛下, 请陛下降罪说着, 成明染就要马上跪下来, 但是被纪灵舟给拦住了胳膊, 她还没有跪下, 就已经被纪灵舟扶了起来, 动不动就跪的规矩要改, 朕几时说过要怪你的, 别总是一惊一乍的, 昨天晚上臣妾, 成明染低着头, 欲言又止, 昨天晚上的事情怎么了? 纪灵舟这分明就是故意的, 甚至还专门挑了挑眉, 一脸坏心, 成明染其实记得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也隐隐约约记得一些, 尤其是自己非要抱着她, 还在她面前宽衣解带的场景, 朕还以为你喝醉了, 那些事情都记不得了, 没想到还能记住, 纪灵舟说了一句, 如果说原本她就是想过来看看, 这小女人要是记起昨天晚上的事情,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那现在她看见成明染这副紧张和拘谨的样子, 就已经没那么多心思了, 你喝醉的样子倒是和以前的礼有些相似, 比起你现在的模样, 你喝醉的样子倒是挺自在的, 纪灵舟说了一句, 成明染是真的很不想再提起昨天的事情, 她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 是臣妾昨天太没有规矩了, 可是朕觉得昨天晚上的你更好, 纪灵舟突然冒出一句这样的话, 成明染微微一愣, 她抬起头看向纪灵舟, 刚刚她说的是什么, 可是还不等她多想, 就有工人过来了, 陛下, 今日的奏折都抱过来了, 奏折都抱过来了, 成明染听到这句话赶紧看过去, 果然看见那些太监们手里抱着的全部都是奏折, 纪灵舟是绝对不会在任何后妃那里处理朝政的, 今天怎么全部都弄过来了, 放旁边吧, 纪灵舟说了一句, 这还真的要在这里处理朝政, 成明染差点都觉得自己听错了, 你今日可还有事, 纪灵舟突然问了一句, 成明染还没反应过来, 只是听到这句话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既然无事, 那今日就在这里替朕摩摩吧, 纪灵舟说了一句, 啊, 摩摩, 纪灵舟什么时候还需要别人来伺候笔墨了, 是只可惜她也不敢违背什么, 纪灵舟走到旁边在桌子前坐下, 成明染立于一旁, 但, 坐下吧, 纪灵舟冒出一句, 坐下, 不等成明染拒绝, 纪灵舟就拉着她在自己身旁坐下, 这样近距离让成明染呼吸一致, 她不敢出声, 连呼吸都变得轻了起来, 坐下不会, 还是站着更舒服, 纪灵舟无奈, 成明染闭口不言, 只是默默地拿过旁边的朱末, 连头都不敢转过去, 要知道纪灵舟手里面的那些奏折都是朝廷之事, 她一个小小的后妃可不敢胡乱去看, 纪灵舟在批阅这些奏折的时候还是挺认真的, 一时间大殿里面居然变得安静了起来, 这些奏折可不少了, 纪灵舟又是一个没有怎么在意时间的人, 这一批起来就是半个多时辰, 成明染在旁边磨的手都要废了, 但是因为纪灵舟没有发话她也不敢停下来, 毕竟纪灵舟现在还挺让她猜不透的, 不过, 成明染的心里面有些崩溃, 她突然开始怀疑, 纪灵舟是不是在故意整塌, 为什么这么久了都没反应, 趁着纪灵舟不注意, 她慢慢地换了一只手, 一只手一只摸摸, 时间一长实在是太软了, 纪灵舟被她惊动, 怎么了, 累了, 成明染吓了一跳, 她这是不高兴了, 还不等成明染认罪, 纪灵舟就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那就休息一会儿, 摸摸而已, 够了就停下, 这样的事情还需要阵发话, 成明染, 那她怎么敢吗, 成明染收回了自己的手, 但是还不等她起身, 纪灵舟又喊了一句, 等等, 又怎么了, 要发作了, 成明染有些不安地看向纪灵舟, 谁知纪灵舟竟然直接牵起了她的袖子, 又不是小孩子了, 怎么摸摸还能弄得身上到处都是, 成明染顺着纪灵舟的目光看了过去, 结果就发现自己的袖子上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 居然沾上了一块丹墨, 成明染, 擦不掉了, 要换下吗, 纪灵舟问, 因为她今天穿的是一身素衣, 所以身上沾了这丹墨也很明显, 臣妾马上去换, 成明染说了一句, 纪灵舟点头, 去吧, 是, 臣妾告退, 成明染说了一句, 随后慢慢地退下, 至于纪灵舟, 她看着眼前是折子, 又是关于成家的, 她头疼得厉害, 成明染刚刚在, 她也不好表现出什么, 就害怕因为自己表现出来的样子, 会让成明染多想, 但是, 纪灵舟其实一直都在犹豫, 上一世继承安谋是两个月后了, 若是这一世按照上一世的诡计, 那成家的罪名她该怎么定, 又或者说, 她应该跟上一世一样嘛, 那成明染呢, 会重蹈覆辙吗? 第66章, 冬日宴, 成明染换了衣服出来后, 纪灵舟还在处理手里面的折子, 不过, 这是什么? 纪灵舟突然问了一句, 成明染顺着目光看了过去, 只见是宫女送来了新的衣物, 回陛下, 这是刚刚上一局送来的, 说是新裁的衣物, 宫女说了一句, 朕记得, 你以前不喜欢这么肃静的颜色, 纪灵舟看向成明染说了一句, 成明染看着旁边工人手里面端的衣物, 臣妾以前太过于招摇了些, 现在觉得, 这些肃静的颜色也挺好看的, 她回了一句, 纪灵舟又想起刚刚在院子里面看见的成明染, 她穿着素衣的样子, 纪灵舟皱眉, 素色不衬你, 以前以后艳丽的, 怎么就突然变了? 不过是几件衣服而已, 有什么招摇的? 成明染没说话, 她还记得之前, 自己穿了一件偏红色的宫装, 她很喜欢, 还特地在纪灵舟来的时候, 穿给她看结果, 纪灵舟就说了一句, 一个妃卫, 你穿成这样, 成何体统, 比起皇后都要奢靡张扬, 她满心欢喜, 原来以为她一定会喜欢, 结果就直接被浇了一盆冷水, 燥热的心一点点变凉, 之后, 她便再也不穿红色了, 一会儿正让人将心得的那脊皮布给你送过来, 叫人心做己身, 纪灵舟说了一句, 成明冉依旧没有回答, 过两日皇后张罗的冬日宴你可要去, 纪灵舟想了起来, 皇后娘娘的宴会, 臣妾自然是不敢拒绝的, 成明冉说了一句, 去也好, 多出去逛逛逃脱气, 也挺好的, 不要整日都闷在屋子里面, 小心闷坏了, 纪灵舟说了一句, 成明冉轻轻一笑, 臣妾知晓了, 她回答, 冬日宴是传统, 但一向都是后妃和朝廷命妇 以及官家小姐的聚会, 纪灵舟一般是不会过去的, 所以对这其中的事情也并不了解, 但凡事总有例外, 三日后, 在冬日的暖阳下, 皇宫内院被一层淡淡的金光笼罩, 皇后所举办的冬日宴更是正热闹非凡, 皇宫的大殿前, 红色的地毯从大殿门口延伸至远处, 在雪白色的砖石中格外显眼, 大殿的入口处, 两排身着华丽功夫的宫女们低头迎接来宾, 他们的衣裙在阳光下闪耀着微微的光泽, 仿佛是冬日里的一抹暖阳, 走进大殿, 一股暖意扑面来, 店内的壁炉里木材燃烧的琵琶作响, 释放出暖暖的热量, 金色的窗帽随风轻轻飘动, 与壁炉的火光交相辉映, 营造出一种温馅而庄重的氛围, 席面上各种膳食糕点琳琅满目, 一群宫女和乐师也已经开始了演奏, 他们的衣裙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摆动, 在枯燥的冬日里倒是添了几分乐趣, 这些官妇带着自家女儿在大殿内欢聚一堂, 店内弹笑声与音乐声交织在一起, 皇后在这些事情上面向来是挑不出什么错处的, 宴会已经开始了, 皇后端坐在大殿的中央端庄稳重, 她现在正面带微笑地与这些官妇交谈着, 她的优雅和从容无时无刻不彰显着皇家风范, 成名染来的时候宴会已经开始了, 皇后娘娘此前不是派人通知了淑妃吗? 怎么今日还不见淑妃的影子呢? 这别不是突然不来了吧? 下面的后妃开始挑逝了, 淑妃娘娘自从出了冷宫之后, 连请安都不曾去过, 现在这个宴会不来又有什么新奇的呢? 淑妃娘娘从冷宫出来后倒是像变了一个人, 以往的淑妃娘娘不是最爱热闹的吗? 再怎么爱热闹又怎么样? 说不定是学乖了, 这在冷宫住了一遭, 现在出来后当然得懂规矩些, 懂什么规矩? 她要是真的懂规矩又怎么可能不去请安? 现在更是连宴会也不来了。 这一次淑妃娘娘确实是做得过分了, 这冬日宴向来是传统了, 她即便不来也应该提前说一声才是。 好了, 你们都少说几句吧。 皇后满脸无奈, 赶紧制止这场闹剧。 她看向下面的后妃, 淑妃是说自己要来的, 想来是记错了时间, 再等一会儿吧。 皇后娘娘这脾气未免也太好了先, 这淑妃娘娘在这种场合下都敢迟到不是摆明了没规矩吗? 皇后娘娘同管后宫, 总是要多加警告才是。 是啊, 淑妃娘娘以前站着太后娘娘宠爱, 做事就没个章法。 现在从冷宫出来之后依旧是这个模样, 然后头上总该好好地管一下吧。 要不然还有什么规矩可言啊? 行了, 淑妃之前也是平白无故地受了冤, 本来就委屈。 她自小娇生惯养, 在冷宫住的那段时间也坏了身子, 所以需要时间僵养, 你们就多淡代谢。 皇后无奈, 下面的人还想说什么来着,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了宫人的通传声, 淑妃娘娘道, 还真是说什么来什么, 大殿内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往门口看了去。 承敏染今天确实是来迟了, 早晨她起身的时候就觉得头晕身子很是不爽力, 但是想着今日的宴会不来又不太合规矩, 所以也是强撑着过来的。 她的出现仿佛给着热闹的氛围投下了一颗石子, 泛起层层涟漪。 只见承敏染身着淡雅的宫装, 不太轻盈, 每一步都如同在冰面上起舞, 既优雅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 她的到来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她的容颜倾力, 眉眼间流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高贵与冷面。 她目不斜视, 可是宴会上这些人目光却在她身上流转, 她的出现让原本热闹的场面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她的身上。 承敏染脸色不太好, 但是因为把粉遮住了, 所以看不太出来。 她慢慢地走到大殿中央, 微微欠身向皇后致意。 承敏染的动作轻盈而不失庄重, 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透露出她与众不同的气质。 皇后娘娘恕罪, 臣妾来晚了。 她对着皇后说了一句, 皇后微笑着点头回礼, 无妨, 坐吧。 她自然是不会为难的。 第67章, 承敏染嚣张。 承敏染汉手, 随后便朝着自己的位置上走了过去。 刚刚还在说话的那些公妃也闭上了嘴, 下面的这些个夫人更是没有开口说什么。 皇后看了看眼前的局面, 随后笑道, 如今这人也齐了, 让人不厌吧。 她说了一句, 淑妃娘娘还真是一如既往, 这样的宴会也可姗姗来迟, 实在是叫人好等啊。 说话的是云冲仪, 自从上一次因为承敏染害她被罚的事, 到了现在, 她都还耿耿于怀呢。 直录十一章。 是啊,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淑妃娘娘都能来迟, 不愧是太后娘娘身边养大的, 就是有底气, 连皇后娘娘都敢不放在眼里了这次说话的是灵妃。 承敏染就听着这些人你一句我一句的, 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不过, 她这个表现在众人眼里, 看起来就是害怕和不敢的意思了。 难不成这进了一趟, 冷宫还真的被磨平了性子? 现在连缓嘴都不敢了。 要知道以前的承敏染仗着有太后娘娘撑腰, 那在皇宫里面可是无法无天的。 现在, 她的沉默无疑助长了这些后妃的气焰, 她的老妃娘娘好大的排面, 全场等着你一个人, 现在来了连句解释都没有吗? 陈修荣眼面笑道, 淑妃娘娘自然是不一样, 要不怎么还能从冷宫翻身出来呢? 这手段可不止是一般的好。 于妃满脸不服, 说话也阴阳怪气的。 这是之前的贤妃被贬指入第十章。 她不止如此吧? 要说这入了冷宫的妃嫔还能出来不常见? 那淑妃娘娘离开冷宫后就引得陛下独宠一人岂不是更难见? 林妃再一次开口说道, 书画在旁边都听不下去了, 她看着自家娘娘, 结果自家娘娘还一副什么都没听见的样子, 整个人云淡风轻的, 好像什么影响也没有。 众人见此也只觉得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心里面满是不服气, 但是他们除了能说几句又还能怎样? 现在场上除了最上位的皇后娘娘, 就她淑妃的位分最高。 好了, 你们少说几句吧。 皇后每天也因为这些争论头疼不已, 她也说过不止一遍了, 但奈何下面这些人就是喜欢过过嘴影, 这样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 索性她也就懒得多说了, 总归只是一些小打小闹。 下面这些朝廷命妇和官家小姐也是眼观鼻, 鼻关心。 这上位者之间的交锋可跟他们没有关系, 这要是扯上了, 那还得了。 再说了, 现在的淑妃娘娘所以说今时不同往日, 但也不是轻易能动得了的人。 毕竟最近大家都知道太后娘娘要回来了, 而且陛下在成家之事上也有诸多犹豫, 让大家都看不清了, 所以现在形势不明, 他们自然也不敢胡乱站队。 可是就在所有人都闭上嘴的时候, 成明冉却慢悠悠地放下手里面的茶盏, 然后端坐好身子, 诸位可都说够了。 他轻飘飘地问了一句, 淑妃妹妹也不要生气, 今日大家也不过是抱怨几句, 可不要闹得不愉快了, 等回头本宫再让他们来给淑妃妹妹赔罪。 皇后现在又开始办起了和事劳, 但是成明冉却没有打算要闭嘴的意思, 只看他唇扮亲戚。 而后说了一句, 本宫再怎么也是陛下册封的淑妃, 在这除了皇后娘娘,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对本宫的事情指指点点。 按照尊卑未分, 就算本宫来晚了, 那也是他们该等的成明冉的眼角多了一丝冷意。 随后他又看向上手的皇后娘娘, 若真的要说有什么错处, 也无非是臣妾今日让皇后娘娘一同受了累。 皇后娘娘若是要怪罪, 臣妾自当认错请罪。 皇后听到这话笑了笑, 请什么罪? 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 无需放在心上。 成明冉听到这个话后, 目光又在场上扫射了一圈, 既然皇后娘娘不怪罪, 那今日就没人能够怪罪本宫, 所以刚刚所有说话的人就是以下犯上了。 场上氛围瞬间紧张了起来, 成明冉今日这是铁了心的要发作一番。 淑妃皇后再一次出生, 还有些不赞同地想要制止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但是成明冉没有要停下来的打算, 他确实是在冷宫待了一段时间, 但是这也不代表他可以随便任人作茧。 在冷宫里遭人虐待是因为他毫无还手之力, 但现在他既然已经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就不能是这些人随意折辱轻慢的对象, 更不会独自忍受着他们的指责。 淑妃娘娘这意思, 难不成还要怪罪我等吗? 林妃率先开口, 就是淑妃娘娘仗着自己未分高就, 能打压低位妃平不成。 陈修荣马上就接了一句, 淑妃娘娘这是要把事情冒大吗? 云冲仪也开口了。 成明冉冷笑, 皇后娘娘在这儿自然是轮不到本宫处置。 皇后娘娘, 您觉得线下因如何处理? 皇后看向成明冉, 今日佳宴, 淑妃何必要闹得这么难堪呢? 皇后娘娘仍厚, 但是臣妾今日也想要个公道。 今日, 他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公然指责臣妾。 难不成还要让臣妾平白忍受了不成? 成明冉不依不饶, 她今天要是退步了, 那些人就有更是要得寸进尺了。 若是如此, 太后娘娘回来之后也免不得被这些人轻视怠慢。 她越是嚣张, 下面的人才能收敛些。 若是她嚣张跋扈的名号传了出去, 也并非全然是坏事。 毕竟这样, 那些个对成家处境有猜测的人也得多思量几分。 皇后脸色不好看, 但终究是暂时地妥协了下来。 既然是他们有错在先, 那淑妃你说, 你想怎么处置? 自然是按照公规处置, 以下犯上应当如何便如何。 成明冉也不直接说要怎么做, 反正就一句按照公规来。 但这却又让皇后开始为难了, 按照公规, 以下犯上是要被处置以杖则的, 但这些人的身份自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 第六十八章, 纪灵州来撑腰。 这宫里面规矩甚多, 以下犯上者应杖则二十, 但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因为身份不同, 所有处罚在下行时都会根据当时情况定。 而现在, 这个情况自然是不可能全部处置以这种刑法的。 淑妃若执意如此, 那本宫也只能先请示陛下了皇后也是, 实在没法子了。 这宫然处置这么多后妃, 淑妃若或许也是知道这个原因, 所以没有强求, 只说了一句, 臣妾也不想让皇后娘娘为难, 既然犯了公规, 那想来也是规矩, 没有学透彻, 所以不如重新学学规矩, 再将这公规钞写个百来便如何。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那就按照你的意思来吧。 皇后说了一句, 这种后宫之事能不惊动陛下, 就不要惊动陛下。 所以淑妃若既然愿意退一步, 她自然也是乐见其成的。 但, 这也只仅仅代表了他们两个人, 于妃就不满地回怼了一句, 皇后娘娘行事有失公欲, 本宫不接受。 是啊, 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淑妃娘娘就要, 让皇后娘娘处置这么多的后妃, 如此行事只怕会遭人诟病。 临妃紧随其后, 高位妃嫔又如何? 既然身处高位, 那就当以身作则, 来晚了还不叫人说吗? 陈修荣更是毫不客气。 好啊, 既然诸位非得要追究本宫迟到一事, 那今日本宫就随你们一起受罚, 抄写公归百变。 承敏染这话说得干脆利落, 其他还准备开口说话的妃嫔瞬间哑口无言。 即便是他今日迟到了尹德在场这些人不满, 但尊卑有序, 他们可以指出却不能是怪罪和指责。 说个浅显易懂的例子, 若今日是太后和陛下, 哪怕只是皇后来迟了, 下面的人也绝对不敢多说一句, 反倒只能恭维着, 这就叫做尊卑。 人善被人欺, 既然如此, 还不如当个恶人。 做一个和善的人, 可比做一个嚣张跋扈的人难多了, 还反倒会招人厌弃鄙夷。 这是发烧了何事? 怎么还需要自罚呀? 纪灵舟的声音毫无预兆地响了起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些意外, 随后便手忙脚乱地从位置上站起来, 然后又跪下参见陛下。 纪灵舟刚一进来, 目光就落在了一旁成明染的身上。 都起来吧。 纪灵舟说了一句, 随后就走到了成明染的面前, 身体不适。 他问了一句, 成明染有些意外, 纪灵舟是怎么察觉的, 他今早一起来就头晕得厉害, 但是因为要赶过来参加冬日宴, 所以忍着没叫太医, 他又是怎么知道的。 或许是看出了他眼里面的疑虑, 纪灵舟主动说了一句, 这屋子里面炭火旺, 你穿这么多也不觉得热, 脸色更是难看, 不是病了还是什么。 多谢陛下关心, 许是最近天气冷, 有些着凉了, 所以今早起来便觉得头晕。 成明染说了一句, 纪灵舟叹了口气, 然后伸手摸了摸成明染的额头, 这一摸还得了, 他的眉头瞬间就皱了起来, 脸色也变得很难看, 这么烫, 你怎么忍的? 烫马成明染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发了高热, 他只是觉得头昏。 众人看见纪灵舟和成明染这般轻易的样子, 也是心思各异, 陛下现在戴淑妃还真不是一般的纵容和在乎, 尤其是刚刚说话的那些后妃, 手里面的帕子都快要被扯烂了。 陛下皇后打破了现在的局面, 陛下原来是从来不来这种场合的, 今天来了, 难不成是因为成明染吗? 纪灵舟听到声音也看了过去, 刚刚是怎么回事, 她脸色不是很好看, 皇后心里默默叹气, 最后把刚当的事情又重新说了一遍, 纪灵舟越听这脸就越黑, 大殿里面的气氛也变得紧张了起来。 放肆, 纪灵舟吼了一句, 陛下息怒, 皇后带头跪下, 成明染也准备跪下, 但是被纪灵舟握住了手她看向纪灵舟, 反了而已, 这算什么错? 纪灵舟说道, 她刚刚说这话不仅仅让成明染意外, 其他人更是满脸震惊, 谁不知道陛下是最重规矩的人? 迟到, 这要是换作以前的陛下, 那一定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现在怎么? 刚刚都有谁说了? 纪灵舟问, 她的是现在在场的这些后妃身上扫视了一圈, 光是眼神就能让不寒而栗。 陛下, 刚刚开了口的人现在已经开始紧张了, 既然是按照公规处置, 那皇后应该知道如何做才是。 纪灵舟道, 皇后心口一惊, 陛下, 按照公规处置会不会太重了? 毕竟只是一些口舌之争, 总不能伤了和气才对。 皇后劝了一句, 规矩定在这儿又不按照规矩来, 那这规矩定着有何用? 刚刚所有以下犯上之人全部仗则二十, 纪灵舟这话说下去就没有回转的余地了, 皇后也只能答应下来, 反正她该说的都说了, 其他的事情与她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纪灵舟重新看向成明染, 身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生病了就好好待着宫里, 朕陪你回去。 她说了一句, 成明染也没想到事情会演变到这个局面, 不过她低下头这算不得坏事, 不管纪灵舟到底有什么目的, 但是今天她既然站在了自己这边, 那就代表了她的态度。 现在后宫都传着陛下宠爱于她, 她要是得宠, 那别人在对自己父亲的时候要顾忌的就更多了。 她看着纪灵舟握着自己的手, 眼里闪过不明情绪。 就在纪灵舟刚刚拉着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成明染眼前一黑, 下一刻直接就瘫软了去。 纪灵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 她一把将人揽住, 成明染在她的怀里晕了过去。 成明染, 来人, 宣太医, 纪灵舟来不及多想, 直接将人打横抱起就出了大殿。 第69章, 纪灵舟一顿猛地输出, 一些个看着陛下这么紧张成明染时, 各种不甘都涌上了心头。 这成明染莫不是狐狸精转世, 她是怎么做到, 让陛下这么牵肠挂肚, 甚至像变了一个人。 再说了, 以前陛下可是从来不会来这种宴会的, 结果今天一来就为她撑腰, 甚至惩罚了这么的厚非。 现在见到人家晕倒, 更是急不可耐地就抱着人家离开。 要是换做以前的陛下, 她能留在这里多看一眼, 就算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而现在, 纪灵舟抱着晕倒的成明染, 直直地就去了离这里最近的紫城宫, 这一路上连脚部里面都透着急促和慌乱, 太医呢? 她喊了一句, 太医刚当到门口就被拉了进来, 连气都没有喘云呢。 陛下, 还不等太医行礼, 纪灵舟就直接说了一句, 不用行礼了, 快给淑妃瞧瞧, 她这是怎么了? 她一上前, 纪灵舟看着太医还多提醒了几句, 她身子有些发热, 还说头晕, 可是因为着凉了。 太医仔仔细细地嚎了一会儿脉, 陈明染那边也悠悠转醒, 她结语轻晃, 慢慢地就把眼睛睁开了。 陛下, 她声音有些哑, 纪灵舟看见她醒了赶紧说道, 不要乱动, 等太医耗慢, 你今日突然晕倒了, 朕早就和你说过, 身体不好, 就好好地再连衣工养身子, 你怎么不听啊? 今日要是震不过去, 你打算怎么办? 还真的要超一百遍公归不成, 加上你身子不爽力, 晕在大殿都没有人管你。 纪灵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说着说着, 她就来了气。 陈明染沉默不语, 就好像是做错了什么事情一般, 纪灵舟却像是烧开了的水壶一样, 一直费个不停。 你以前也不是什么好欺负的呀, 怎么现在就这么容易被欺负了? 陈明染, 早知道就不醒过来了, 让你和以前一样就行了, 你非是听不进去, 就这么几个人而已, 还能难住你了。 纪灵舟这一说, 就开始没完没了了。 陈明染, 以前也没有见她那么多的话, 就你这身体, 你看看自己现在成什么样了, 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还不知道珍惜, 非得把自己弄得病泱泱的, 才算是满意吗? 隔几天病一次, 正看, 后面把太医署干脆直接都给你搬去联衣工算了, 这些太医全部都住到你宫里去算了。 你自己想想, 这几日都病了多少回了, 太医摸黑去都能找到路了, 你活生生的要把自己养成要罐子, 是吧? 纪灵舟今天也不知道怎么的话, 这么多火气这么大, 陈明染想要说话都找不到机会, 不仅如此, 纪灵舟反倒还把问题归咎于他, 又低着头在这里, 沉默什么, 不知道说话吗? 你以前话那么多, 现在半句话都憋不出来, 是吧? 陈明染, 这不是你一直在逼逼叨叨吗? 这是我不想说吗? 你倒是给我插话的机会啊, 那嘴巴吐吐吐的, 我能找到什么缝隙啊? 淑妃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纪灵舟看向太医, 这是准备转移火力了吗? 陛下不用忧心, 淑妃娘娘刚刚突然晕厥想来, 是因为最近受了凉, 身子虚弱, 加上高热, 所以身子没力气, 再者, 淑妃娘娘气质血瘀, 思虑过重, 一时气血翻涌才会晕倒, 太医说了一大通, 纪灵舟皱眉, 她重新看向陈明染, 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还是说, 你今天是被那些人给气晕的, 陈明染, 她快要疯了, 臣妾只是没有休息好, 近两日总是睡不好, 而且天气变化也很快, 所以臣妾一时间也抵不住这风寒才会这样, 陛下, 不用担心, 陈明染硬着头皮回了一句, 纪灵舟却是阴阳怪气的不行, 担心, 朕才懒得担心你, 你自己都不担心你自己的身体, 别人能担心什么, 朕才没那个操心的命, 你自己看着办吧, 陈明染, 她突然觉得以前那个自己就快要忍不住的蹦出来了, 纪灵舟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这是突然间被打通了人多二脉吗, 太医家在两人中间也是汗流加倍的, 能不能等她走了再说, 她就害怕一会儿战火延伸到了自己身上, 去开药, 开最苦的药, 不苦也加上黄连, 纪灵舟突然说了一句, 成明染, 等于,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情况, 这什么招数, 开最苦的药, 还要加黄连, 成明染一脸茫然地看向纪灵舟, 陛下, 别叫朕, 谁让你自己不爱惜身子的, 那就好好地长个教训, 喜欢吃药是吧, 这次你索性吃得够吧, 纪灵舟这明明就是故意的,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染是最怕苦的人, 现在还专门说了这么一句, 这不是有意为之, 还能是什么, 成明染也是一脸的无语, 陛下又不幼稚啊, 但, 真的很苦啊, 成明染只觉得自己的脑袋更疼了, 为了逃脱这一酷刑, 她还是鼓起勇气, 撞着胆子, 朝着纪灵舟说了一句, 陛下, 臣妾知道错了, 但是这样, 错, 你怎么会有错呢, 淑妃娘娘还能做错什么事情啊, 你不是向来按着心意行事吗, 还能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啊, 纪灵舟现在就好像一个深归怨妇, 还不等成明染把话说完就一顿输出, 成明染, 她表情都开始僵硬了, 心态也逐渐崩溃, 陛下, 今天是被什么人给夺射了吗, 去开药, 马上把药煎出来, 朕今天就盯着她喝完, 要是敢撒了一滴, 那就重新喝一碗黄莲水, 纪灵舟应策策地说道, 下话现, 这是要死啊, 太医连忙答应下来, 鬼知道她家在中间有多么为难, 陛下和淑妃娘娘吵架怎么要带上她, 还要开最苦的药之前, 陛下不是还为了让淑妃娘娘喝药, 专门让人准备了糖水吗, 现在甚至要开黄莲水, 嗯, 想不通啊, 第七十章, 最苦的药, 她是真的不想坐马前卒, 所以听到让她退下的指令之后, 那是一刻也不敢耽误, 不过真的要开苦的药, 真的要去煮黄莲水吗, 陛下刚刚虽然看着很生气, 但是明显和以前动怒的样子不一样啊, 她反倒是觉得陛下刚才和淑妃娘娘的样子更像是寻常夫妻吵架似的, 淑妃娘娘现在有多么得宠, 大家都传遍了, 这要是真的开了苦药, 到时候陛下气消了, 那淑妃娘娘追查起来背锅的不还是他们吗, 但要是不开的话, 陛下万一是认真的怎么办, 她这个脑袋都怕保不住吧, 太医这是真的开始为难了, 所以, 李公公是陛下面前的大红人, 还请公公赐脚指点, 太医赶紧一脸殷勤地看向旁边的李盛, 李盛瞥了她一眼, 陛下说什么就是什么, 赶紧下去准备吧, 反正一会儿要是淑妃娘娘真的不喝, 陛下也不可能灌下去, 反观淑妃娘娘若是喝不了, 说不定陛下还得哄, 行吧, 这里陛下身边伺候的人都这样说了, 太医也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店内, 程明冉觉得自己现在就像是做了什么坏事的人一样, 一脸心虚地坐在床上不敢抬头, 而纪灵舟, 嗯, 一直板着一张脸, 这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这是抓奸了, 就这样横了一眼程明冉, 程明冉脑袋更疼了, 早知道自己就不装晕了, 她不过是想看看, 纪灵舟是不是会真的紧张自己, 而且今天宴会上, 除了后宫的那些人还有很多朝廷命妇, 只有让他们全部都亲眼看见自己, 被纪灵舟紧张和在意的程度, 她盛宠的这个传言才能被传得更真, 更远, 也更容易让人相信, 朕不说话, 你就不准备说话了, 你还在等着朕先开口不成, 纪灵舟这像是忍不住了, 所以主动说了一句, 陈妾, 陈妾要不先回连衣宫吧, 程明冉憋憋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话, 说了还不如不说, 你还是闭嘴吧, 纪灵舟直接回怼了过来, 程明冉, 哈哈哈哈, 她要被逼疯了, 纪灵舟到底是怎么了, 她觉得自己都快待不下去了, 好在很快就有人进来解救她了, 刚刚太医以最快的速度开了一贴最苦的药, 甚至在里面专门加了黄连, 宫鱼把药熬好之后, 闻着这气味都觉得不行了, 他们也只能默默地祈祷自家娘娘好运吧, 宫女端着要来到内殿, 程明冉现在正垂丧的脑袋, 一脸生无可恋了, 现在看见人来了, 心里终于松了口气, 不过, 当她看见是宫人端着熬好的药进来时, 她的那张小脸又是一垮, 陛下, 这药已经熬好了, 宫女说了一句, 纪灵舟瞟了一眼, 端过去, 让她喝了, 宫女听到这话, 又把这碗苦药送到了程明冉面前, 娘娘, 您的药好了, 这药太医嘱咐了, 需要趁热喝, 宫女说过道, 程明冉闻着这气味就要吐了, 更别说喝下去, 但是迫于纪灵舟的威慑, 她还是花光了所有的勇气, 将这碗一端了起来, 但才刚刚端上来的这一刻, 这药的气味直冲脑门, 她光是闻着就想吐, 喝了吧, 愣着做什么, 很烫吗? 纪灵舟就盯着她, 好像只要她不把碗里, 这碗药喝完, 今天就出不了这门一样, 陛下, 程明冉是真的吃不了苦, 纪灵舟挑眉, 她现在这个样子倒是挺有趣的, 不过, 好好尝尝教训, 看你以后还住不住一身体, 她还是板着脸, 程明冉默默地在心里叹了口气, 她都不知道自己给自己做了多久的心理建设, 然后终于鼓起勇气把药碗放到了嘴边, 然, 哦, 她就才沾了一点, 胃部就开始翻涌起来了, 这但凡要是喝进去了, 喝到这么大的胃, 你要是再不喝, 整个紫城宫都得被你这玩意给熏臭了, 到时候, 郑飞得让你一个人把紫城宫里里外外给打扫一遍才做出, 纪灵舟故意说道, 程明冉, 她突然觉得今天这药不应该是自己喝, 而是应该让太医好好地给她开一贴看脑子的药材对, 不知道是不是被纪灵舟刺激到了, 程明冉心里面突然冒出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想法, 只见她瞬间红了眼眶, 一脸可怜样, 低着头就好像在隐忍着什么, 纪灵舟皱眉, 这情绪怎么突然低落起来了, 她上前两步又怎么了, 一碗药还能把你喝委屈了, 程明冉吸了吸鼻子, 痘大的眼珠瞬间掉了下来, 但她还是摇了摇头, 就好像故作坚强一般, 臣妾不敢, 臣妾知错, 纪灵舟这眉头皱得更深了, 所以这是哭了, 她看着程明冉手里面捧的那碗药, 最后像是彻底地拿她没办法了, 满脸的不耐, 罢了罢了, 懒得跟你计较, 给朕, 她伸出手是一程明冉把那碗药递给自己, 程明冉窃切切地看着她, 这小表情可怜极了, 似是在确认她有没有生气, 随后才慢吞吞地把手里面的碗给她, 但是, 程明冉才刚刚把碗放到了她手里, 那手就一偏像是没抓碗似的, 最后这碗药全部都撒在了纪灵舟的身上, 程明冉被吓了一跳, 当即就从床上下来跪到了纪灵舟面前, 满脸都是惶恐, 陛下恕罪, 臣妾不是故意的, 臣妾刚刚没有端稳, 臣妾这就叫工人进来, 她像是被吓得不轻, 一副要哭了的样子, 纪灵舟看着自己身上的这一杰作, 那张脸都快要黑成锅底了, 但是, 当她看向地上跪着的程明冉, 还有脚边被打翻的药后, 她还是满头黑线地把程明冉从地上扶了起来, 你最好不是故意的, 她说了一句, 然后就让程明冉重新坐在了床榻上, 程明冉一副被吓得不轻的样子, 连头都不敢抬, 纪灵舟看见她这副样子之后, 把想要说出的话硬生生地被逼了回去, 第71章, 魏锦涵说的那些话, 李胜过来看到自家陛下这一身的药被吓坏了, 哎哟, 陛下您没事吧, 男人啊, 纪灵舟瞥了一眼, 李胜, 抱歉, 是她激动了, 但是这确实是一件稀罕事啊, 陛下身上居然被泼了一碗药, 嘖嘖嘖, 她早就知道这碗药不会真的进了淑妃娘娘嘴里, 但没想到是以这样的形式阵亡的, 背水纪灵舟黑着一张脸, 是李胜都不敢继续大声说话了, 这房间里面的气氛怪怪的, 不过还默等纪灵舟往前面走上几步, 她又停下了脚步, 程明冉刚刚差点没有憋住自己的表情, 原本以为她要走了, 结果她突然停了下来, 程明冉表情一顿, 随后几看见她又转了过来, 重新煎药, 是李胜早就料到了, 程明冉, 不过把药换回来, 纪灵舟又补充了一句油油郁郁, 一碗药跟下了毒一样, 索性她也就懒得管了, 随便她吧, 纪灵舟离开后, 程明冉还专门撑起身子往外看了看, 见她是真的离开后才算是松了口气, 她刚刚把那碗药打翻的时候手都在发抖, 虽然自己有故意的成分, 可是她到底还是害怕纪灵舟会真的因此生气, 但好在她居然没有发脾气, 这还真不像是以前的她, 程明冉安静地坐在床上, 脑子里面全部都是这几天纪灵舟的各种变化, 她自小也算是跟纪灵舟一起长大的, 不说有多了解她, 但基本的了解还是有的, 从冷宫出来之后, 她就一直觉得纪灵舟跟以前相比似乎有了些不太一样, 她对自己的态度变了很多, 之前刚刚从冷宫出来的时候, 她其实是以为纪灵舟另有图谋, 所以才会对自己态度大变, 可是从最近的相处中她发现, 纪灵舟似乎没有必要这么做, 可是她的心里真的好乱, 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又到底想要做什么, 自己呢, 自己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继续跟她相处, 娘娘书画端来了新熬好的药, 陛下呢, 程明冉问了一句, 陛下已经先离开了, 奴婢刚刚有听见来人说, 静安王似乎是快要回京了, 书画把手里面的药帝给了程明冉后说了一句, 静安王, 记陈安, 而且魏世子好像也要回来了, 说话又说了一句, 魏世子, 魏锦涵, 程明冉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轻轻皱起了眉头, 不对, 继承安, 程明冉心里面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继灵州突然对自己态度大变的原因, 包括对程家的态度, 会不会和静安王有关整个朝堂之上, 唯一能跟静安王相互彻肘抗衡的似乎只有程家, 程明冉在继灵州身边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 虽说后宫不得干政, 但以他的身份, 包括太后, 也时常跟他提起和分析前朝之事, 静安王这些年虽说不在朝堂之中, 但毕竟是当年的宠妃之子, 也是先皇最主义的太子人选, 若不是为他母妃所累, 那现在坐在皇位上的人还说不准到底是谁呢? 静安王本就是先皇最宠爱的儿子, 哪怕后面遣送去了封地, 也是最为富饶的一块。 这些年来静安王野心勃勃,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且因为他一直远在封地, 朝廷不好管束, 继灵州也多次因此头疼, 程家世代从军, 手掌兵权, 手下门生更是无数, 在朝堂中举足轻重, 而且深得武将之心, 所以这些年才一直屹立不到, 哪怕此次含冤入狱, 也不得随意处置的原因, 便是因为程家的威望。 所以说继灵州才会这般忌惮, 手掌兵权, 且一直以来备受爱戴, 深得民心。 这样一个家族的存在, 继灵州也没有理由不去防备。 忠心耿耿这种事, 从来不是谁口头说一句就能做得了数的, 可同样也是这样的程家, 才能与能静安王相互制衡。 继灵州都忌惮的人, 继承安就更不用说了。 此刻静安王即将归京, 若是在这个时候处置了程家, 说不定又会生出旁的变故。 说不准, 静安王之所以挑选这个时间回京, 也是因为听说了程家之事。 那继灵州呢? 他心里又到底是怎么想的? 成民染心里一直盘算着, 再过两日, 太后娘娘便要回来了, 他或许可以好好的同太后娘娘商量商量。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静安王回京说不定也会成为程家翻盘的一个好时机。 你去打听打听, 看看静安王的车马, 大概什么时候能到京城。 成民染心里面已经有了新的成算。 书话硬下, 不过他有些犹豫地向成民染提了一嘴。 娘娘, 魏世子此前同娘娘的交情似乎不错, 此次世子若是随微远侯入宫, 娘娘不如亲自问问世子。 说不定世子会有什么办法? 成民染没有马上回答, 找魏锦涵。 他锦周的眉头就一直没有松开过。 他突然想起自己即将入宫的前两日, 他还来找过自己。 然然, 你可想清楚了, 你非要入宫吗? 魏锦涵神情复杂。 你怎么突然提起这种事了? 他一脸疑惑地问了一句, 皇宫有什么好的? 你为什么非得把自己困在深宫? 魏锦涵双手紧握, 他的脸上似乎闪过一抹痛意。 魏世子, 你这话怕是有些不太妥当了, 当时的自己心里有些排斥。 那你为什么要入宫? 是真心喜欢陛下吗? 他后宫家里三千, 难不成还要与别人争来争去不成? 皇后的位置早就被人占了去。 你连正妻都算不上, 魏锦涵说道。 当时的自己因为他这番话受了刺激, 当下就有些生气。 世子甚言, 这种话可不是能随意说出口的。 那你回答我, 你是真心喜欢他吗? 还是说你另有所图, 是为了成家? 魏锦涵又一次质问, 可是自己已经没有了耐心, 加上他以为魏锦涵说这话的前台词 是暗指自己入宫是为了权势, 所以他毫不客气地回了一句, 我的事情跟世子无关, 也请世子不要多管闲事。 第七十二章, 月亮下的他更孤独了。 当时, 自己可算是头也没回的, 就离开了。 现在细想起来, 自己就跟一个傻子似的。 明明当初, 所有人都劝过自己, 结果自己还是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非要看见前面是悬崖才肯掉头, 非要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才肯怕疼。 现在想想, 还真挺不值的。 他叹了口气, 其实在入宫之前, 他就隐隐约约能感受到魏锦涵对自己的特殊, 可惜当时自己铁了心的要入宫留在继灵舟身边。 娘娘, 书画一直没听见自家梁梁的回答, 所以又开口叫了一声。 承明冉将自己的思绪从往事抽离了出来, 不用了, 现在我的身份特殊不便在与其相见, 以免徒增非议。 是奴婢莽撞了。 书画说, 好了, 下去吧, 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 承明冉说道, 娘娘还是先将这碗要喝了吧, 陛下临走前特意吩咐了, 说是要让奴婢们看着您把这玩意儿喝完才罢休。 书画又说了一句, 承明冉, 这是根药没完没了了吧? 不过也还好, 他看向手里的这碗药, 这药方应该是调整之后的, 所以味道没有刚刚那么浓。 他端起来喝了一口, 还好, 不是特别苦。 承明冉忍着心里面的恶心, 将这碗药全部喝了下去。 现在可以了吧, 承明冉最讨厌喝药了。 书画也是满脸的无奈, 每次哄着自家主子喝药都是一件难事, 好在最近陛下还能稍微地管一管。 书画离开后, 承明冉又一个人坐在了店内, 以前的他总是最喜欢热闹了, 但现在的他却觉得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屋子里, 没有人打扰, 也是一件不错的雅士。 他起身往不远处的窗边走了过去, 外面天色已晚, 不过今日他隐隐约约能看见外面的月亮。 深深的寝宫里, 承明冉独自坐在窗边, 他的身影在清冷月光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柔和, 仿佛与这宁静的夜晚融为一体。 他的长发如瀑布般清晰而下, 闪烁着淡淡的荧光, 与他的眼眸交相灰映, 散发出一种神秘而迷人的气质。 一袭淡雅的公裙穿在他身上, 裙摆轻轻摆动, 只可惜掀不起半点波澜, 只有平静。 他的手指轻轻搭在窗帘上, 指尖传来的是冰凉的触感。 他的眼神望向远方, 以前的自己总是这样等着寄灵粥, 但是现在, 成敏染低下了头, 靠着窗边就做了下寝宫内的陈设, 散发出淡淡的香味, 与宫外的辣梅花香交织在一起。 宫灯在微风中摇曳, 洒下斑驳的光影, 为这宁静的夜晚增添了一抹诗意。 而成敏染安静地瞭望着月亮, 此刻的他在月光下好像显得格外孤独。 他还有一些头晕, 浑浑沉沉的, 所以最后干脆趴在了桌上。 这里是紫辰宫, 可是这宫里然的香却和连一宫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成敏染知道他喜欢, 所以将自己身边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他喜欢的样子, 连同自己也是一样。 他之前一直以为纪灵粥喜欢的是温婉之理的人, 所以专门去学了规矩, 就想让他可以多多看看自己。 但是, 前不久他却告诉自己, 让自己和往常一般就好。 成敏染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他呀, 太难满足了, 自己也太累了。 纪灵粥, 现在我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慢慢地学会, 不去在乎你。 只希望到时候的我们都可以是体面的, 我不会再去打扰你。 成敏染一边想着又一边大睡了过去, 或许是今天喝的那药里面有安神的效果, 所以他这一觉睡得很沉。 等纪灵粥忙完后回到紫辰宫时, 已经是半个时辰后了。 淑妃呢? 他回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成敏染呢。 淑妃微微浮身, 娘娘刚刚喝完药便说想要自己待会儿, 所以奴婢们就都出来了。 娘娘现在还在里面, 奴婢这就去叫。 她说完这话就准备推门入, 但是纪灵粥却阻止了她的动作。 不用了, 朕自己进去就是了。 书华听到这话也不强求, 干脆又推到了一边。 现在陛下对娘娘的态度有明显的好转, 能让两人单独相处相处也是好事。 自己娘娘这些年过得太苦, 等得也太久, 好不容易得到陛下的注意。 他们自然是希望两人能够一直如同现在这般下去。 纪灵粥轻轻地推开房门, 不过她进去的时候就皱起了眉头, 屋子里面连烛灯都不曾亮上几盏, 只有那么两盏的微光。 她往屋子里面走了两步, 结果就看见了趴在床边睡着的小女人。 月光落在她的身上, 让她的身子也显得更加单薄。 纪灵粥心里突然冒出一丝心疼, 可却不知这点心疼是为何。 纪灵粥放轻脚步朝着她走了过去, 她没有马上将人抱起来, 更没有吵醒她。 只是安静地在旁边坐下, 发丝轻轻地贴在成明染的脸上。 曾经有句话说, 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或许就是月亮了, 漫漫长夜, 冷风刺骨。 但在这一刻, 纪灵粥突然产生一种成明染好像永远都是一个人的感觉。 她不是喜欢热闹吗? 可为什么自己在她身上看不见那骨子热闹呢? 她伸手轻轻地将成明染的头发拨到一边, 成明染没有醒, 她还生着病呢, 纪灵粥叹了口气, 最终还是将人从座位上抱了起来, 然后往床边走了过去。 成明染很轻, 把人抱在手上的时候就好像捧着骨架。 她太瘦了, 尤其是从冷宫出来之后, 纪灵粥把人放在了床榻上, 还顺便拉个被子给人盖上。 今天她发了高热, 纪灵粥伸出手在她额头上摸了摸, 好像还是有点烫, 希望今天晚上睡一觉, 明天早上能好起来吧。 她站直了身体, 今天晚上她没有要在这里歇下的打算, 所以站在床边看了她好一会儿后才转身离开。 然而, 在她刚刚转身离开的那一刻, 成明染就已经睁开了眼睛, 她没有说话, 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躺着, 直到她的身影的身影完全消失。 第73章, 太后回宫。 成明染因为生病的缘故, 这几天一直都留在连衣宫。 不过好消息是, 太后终于要回来了。 这次太后回来声势浩大, 完全没有要低调的意思。 好像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 太后今日回宫一般。 成明染这日也是早早地就开始等候, 不只是她, 今日后非都来了, 就为了迎接太后。 黄随着一阵悠扬的钟鼓声, 皇宫的宫道上将太后回宫的盛大场面呈现得淋漓尽致。 宫门缓缓打开, 太后乘坐的凤脸缓缓驶来, 碾车上的华丽绸缎在微风中轻轻飘动, 散发出淡淡的香气。 太后身着华贵的凤袍, 头戴璀璨的凤冠, 面容慈祥而威严。 她的目光在周围扫过, 仿佛能洞察一切。 跟随在凤脸后面的宫女和太监们都低眉顺眼, 不敢有丝毫懈怠。 沿途的宫殿和回廊都装点得格外精美, 灯笼高挂, 彩气飘飘。 宫女们手持香扇, 轻轻摇曳, 为太后扶去炎炎夏日的热气。 侍卫们则手持长矛, 警惕地环顾四周, 确保太后的安全。 当凤脸缓缓驶入皇宫的中心时, 这边早已聚集了众多的官员和宫女太监。 在太后出现的这一刻, 他们纷纷下跪行礼, 高声呼喊着, 恭迎太后娘娘回宫。 声音震耳欲聋, 回荡在皇宫的上空。 太后微微汗手, 示意他们平身。 贴身的嬷嬷瞬间领会了太后的意思, 所以朝着下面的人说了一句, 太后娘娘让各位平身。 多谢太后娘娘众人起身。 程明染站在了皇后的身后, 此刻的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上前了, 只可惜现在顾着规矩。 身侧的嬷嬷小心翼翼地伸出了手, 太后的手轻轻搭在了她的手背上。 太后从凤脸上缓缓走下, 哪怕此刻的成家已经成了戴罪之身, 但这丝毫不影响周围人对她的尊敬。 宫人们屏息凝视,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她上位者的气势宛如千年古墓, 生根故本, 坚韧不拔。 太后的眼神深算明亮, 仿佛能洞察人心, 看透世间一切的虚伪与真实。 眼角处微微上扬, 流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 让人敬畏三分太后的容貌, 虽已历经岁月的魔力, 却依然风华绝带。 她的脸庞线条柔和而优雅, 如同细腻的瓷器, 经过时间的沉淀, 更显出其独特的韵味。 她的皮肤白皙细腻, 宛如出生的月光, 洒落在人间, 令人惊艳。 只见她嘴唇微微上翘, 勾勒出一个完美的弧度, 宛如一朵盛开的牡丹, 娇艳而高贵。 不论什么时候, 她的身姿都挺拔而优雅, 仿佛一棵古老的松树, 虽惊风雨却依然奥立不倒,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既然回来了, 她虽然是要高调的, 让所有人都知道, 她是太后, 所以不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叫人轻看的。 太后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眼神中透露出从容和自信, 她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过, 最终停留在了不远处的成明染身上。 煞世间, 原本还坚韧威严的目光瞬间变得柔和起来。 太后往成明染的方向过去, 嬷嬷一脸恭敬和谨慎, 小心翼翼地扶着太后, 生怕有半点差池。 皇后看见太后走了过来, 也主动上前。 而臣邪后宫诸位姐妹向太后娘娘请安, 恭迎太后娘娘回宫。 太后看了皇后一眼, 随后轻笑, 你若是能将后宫治理得好, 哀家回来也省心, 今日在这里等了许久吧。 皇后诚惶惶恐, 母后哪里的话? 这本就是尔臣应该做的。 今日母后回宫, 最高兴的还得是淑妃妹妹, 一大早便等着了, 便是母后回宫事宜, 也是有很多事情都是淑妃娘娘一手操办的。 太后听到这话, 顺理成章地看向了皇后身后的成明染。 太后面色柔和, 冉冉, 快来。 成明染早就已经忍不住了, 现在听到这话赶紧上前, 姑姑。 太后也因为这一声瞬间红了眼眶, 不过还好, 她倒不至于失控, 没有马上哭出来。 成明染来到了她的身前, 太后握住了她的手, 瘦了, 你吃苦了。 成明染摇了摇头, 忍了这么久的委屈, 在这一刻似乎有些憋不住了。 她低着头, 心里的酸涩不断往上翻涌。 皇后也知道, 太后肯定是想跟淑妃独处的, 所以很有眼色地让人不要打扰。 成明染随太后一起回了寿康宫。 姑姑, 成明染当即就跪了下来。 太后眼里邪满了心疼, 她将人抱进怀里, 我的冉冉受苦了, 我都知道了, 都是我不好。 当初离开的时候, 我就该带着你一起走。 她将人从地上扶了起来。 成明染摇了摇头, 太后掺着她往一旁走去坐下。 成明染被她抱进怀中, 这次我既然回来了, 那就不会再让你受了委屈。 冉冉不委屈, 只是爹爹现在还在狱中, 我有些担心。 成明染现在唯一想的就是赶紧让爹爹出来, 然后自己就可以跟姑姑和爹爹一起离开京城了。 太后摸了摸成明染的头, 冉冉放心,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成明染并不怀疑, 不过, 我最近听到一些传闻是关于你跟皇帝的。 她如今带你如何? 太后突然问了一句。 成明染没想到太后会突然问起这件事, 所以一时间还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 陛下她和之前有些不一样。 成明染说了一句, 如何不一样了? 太后继续往下问, 陛下她待我要比以前宽容许多, 也要上心很多。 而且陛下, 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不仅将我从冷宫放了出来, 还总是在很多事情上偏袒着我。 成明染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太后谋色渐深, 随后就听见成明染问了自己一句。 姑姑, 陛下突然态度大变, 会是因为什么? 目前总归不是什么坏事。 而且, 这不是之前你最希望的吗? 太后将心底的猜想藏了起来, 故作无事地问她。 成明染脸上的神色瞬间落寞了下来。 姑姑, 对不起。 第74章, 当初的坚决, 为什么突然道歉? 太后看向成明染, 染染有心事。 都是我不好, 如果之前我听了姑姑和爹爹的话, 那现在或许就不是这个局面了。 成明染这是在责怪自己,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 那现在一切的事情都有可能不会发生。 但是太后却笑着摇了摇头, 染染为什么要这么想? 这样想是不对的。 成明染抬头看向太后, 太后轻轻地握着她的手, 成家之事从来不只是因为你一个人, 所以, 你不用把所有的罪责都揽在你一个人身上。 树欲进而封不止, 树大招风从来不只是说说而已。 成家这么多年根基牢固, 可到了我跟你爹爹这一代却人丁稀薄, 成家的几个旁支也逐渐没落。 成家世代从军, 你爹爹剑术颇深, 遭人极恨。 这个世界上想要成家倒台的人太多了, 可是这些算不得什么, 毕竟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但, 不怕小人极恨, 却怕权者猜疑。 有心之人太多防不胜防, 但偏偏上位者相帮, 这件事情便在无转环之余地。 太后一边说, 一边轻轻抚着成明染的双手。 成明染心里五味杂陈, 这个道理她不是不懂, 可是这种却太过于残忍。 她一直不能理解, 为什么有功之人明明为上位者所用, 才可得以立功。 但最后却会因为立功之成效, 威慑过甚, 反遭上位者不容。 成也于他, 败也于他。 那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甘心之人吗? 朝堂诡诀多变, 后宫错综复杂, 人心揣测无度。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是因一人之过错造成的, 注定要发生的事情, 就算是现在还没有发生, 那日后也是不可能躲掉的。 太后这也是害怕成明染, 把所有的事情都怪在自己头上。 成明染情绪不高, 可若是我不曾进宫, 那一定会少许多麻烦。 太后听到这话, 满脸慈爱地看向她, 今日回来, 我倒是发现冉染似乎也变了很多。 以前都是我不懂事, 害得爹爹和姑姑总是为我操心。 成明染回答, 冉染是我们家唯一的孩子, 我们自然是要多操心些, 不过你从小就很乖顺, 我们也未曾操过什么心。 太后没有亲生子, 所以从小留在自己身边的成明染 在很大层面上都恍若她亲生一般。 如今孩子受了委屈, 所以长大了很多, 但是要是可以, 我们也希望你可以永远同之前一样。 太后说道, 姑姑以前就跟我说过, 是我自己不相信, 也是我非要一意孤行, 伤了姑姑和爹爹的心。 成明染现在是真的开始后悔了。 太后帮成明染擦掉眼眶里 马上就要流出来的眼泪, 如今不喜欢了。 她温柔的厉害, 可是这份温柔 却让成明染心里面的最后一丝防线 彻底击溃。 眼泪如雨滴一样砸在了身上, 不知道, 只是突然有觉得些不值。 成明染声音带上了哭腔。 太后看见眼前哭泣的小姑娘, 思绪又飘回了 当时成明染跪到自己面前说 自己想要入宫的场景。 当时的成明染也同以前一样 陪自己用了晚膳。 晚膳结束后, 她却突然在自己面前跪下。 当时, 自己还因为她的这个举动 被吓了一跳, 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结果成明染对她说了一句, 姑姑, 然然想要入宫。 她并没有太多意外, 她作为一个旁观者, 这么多年里, 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小姑娘 是什么心思呢? 她其实也尝试干预过, 可是纪灵舟也是她带大的。 她太了解这两个人了, 他们根本不合适。 尤其是那个时候的纪灵舟 早就已经开始防备起了成家, 她又怎么敢将自己 千娇白虫长大的小姑娘 交给她这样一个冷面君王。 但, 姑姑, 然然是真心想要入宫, 也是真心喜欢灵舟哥哥。 若是不能留在灵舟哥哥身边, 然然这辈子都不会嫁人了。 当时的成明染态度坚决, 好像自己不答应都不行。 那一次也是自己 对成明染发过最大的一次脾气。 其实当时的自己心里 也抱着一丝侥幸, 毕竟她年纪还小, 可能只是一时兴起, 所以自己就狠心地 罚她跪了一晚。 第二的一天, 成明染在宫里跪得太久, 体力不支, 但是她就是狠了心地 想要让成明染放弃, 所以又重新问了一遍, 你可当真想清楚了。 若是你执意如此, 那哀家今日就让你跪到想明白为止。 结果成明染又说了一句 让自己印象很深刻的话, 她说,若情爱之事只是靠想出来, 那这世间又有几人是清醒之人。 或许是因为成明染太过于执拗, 又或许自己到底是舍不得她难过, 所以她最终还是让步了当时的她想着, 就算纪灵州待她不好, 自己也还在宫中, 所以不会让人欺负了她。 那个时候的成明染 每天都会做各样的事, 讨纪灵州欢欣, 可是她却看得很分明, 他们两人之间从来就没有可能。 而且, 成明染也因为这所谓的喜欢,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 别人眼中会喜欢的样子。 但她依旧什么也没说, 感情这个东西总要自己体会了才明白, 等有一天她真的累了, 自己再带她离开便是。 现在, 她好像想明白了, 可是这份代价太重了。 太后也在质疑, 她一直都在问自己当初答应成明染入宫 是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她年纪小, 不懂情爱, 如果自己的态度可以更坚决一点, 那是不是就不会让她受这么多的伤? 然然, 你现在对皇帝是什么心思? 太后突然问了一句, 成明染听到这句话, 心里的情绪变得嘈杂, 那我不知道。 她回答, 可还有当初的坚决。 太后又问了一句, 成明染摇头, 是我太自负了, 她以为只要自己努力一些, 纪灵舟总有一天是能看见自己的。 那, 现在可要放弃了。 太后语气认真, 与此同时, 门外已经站了很久的纪灵舟的身子, 也在这一刻变得紧绷起来。 第75章, 请修好了, 她已经在这里站了好一会儿功夫了, 今日太后回宫, 她忙完了之后就赶得过来, 来的时候刚好听见他们两人的对话。 她不知自己是抱着什么样的心理在这站了半天, 刚过来时, 她便听见里面太后问成明染的那句话。 今日回来, 我倒是发现冉染似乎也变了很多。 她驻足原地, 不只是她, 太后也发现了成明染的变化。 她原本只是想听听成明染的真心话, 却没想到后面她说了一句姑姑以前就跟我说过, 是我自己不相信, 也是我非要一意孤行, 伤了姑姑和爹爹的心。 纪灵舟心底也莫名地紧张了起来, 她突然没有踏射这扇门的勇气了。 所以, 刚刚那话是代表着代表着她失望了, 放弃了吗? 这段日子的相处, 她不止一次地发现成明染的疏离。 原本以为是因为这段日子在冷宫的生活让她变得谨小慎微了起来, 却从未想过, 原来她真的只是单纯地与自己疏离了。 成明染, 现在的你真的是这样的想法吗? 为什么自己一想到这个可能, 心里就这么难受呢? 自己又什么时候开始在乎这些了? 纪灵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她生硬地将自己的思绪拉了回来, 她要是想开了也好, 这样的话自己也不用再纠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她。 不过现在的她或许是这样想, 等过断日子的她, 那可就不一定了。 纪灵舟没有再继续站在外面, 里面的工人看见她来了之后, 纷纷行礼, 参见陛下。 起来吧, 纪灵舟随口说了一句, 她面色如常, 好像刚刚什么都没听见, 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一般。 成明染和太后自然也看见了她, 成明染马上从太后的怀里起来, 然后屈膝扶身, 臣妾见过陛下。 平身, 纪灵舟语气清冷, 她看了一眼成明染的眼睛, 怎么哭了? 她问了一句, 成明染听到这话, 伸手擦了擦自己的眼泪, 是臣妾失礼了。 纪灵舟没有答话, 自顾自地在旁边坐了下来。 成明染站在原处, 倒是太后拉了她一把, 坐下吧。 成明染看了一眼纪灵舟, 见她没有什么特殊表情, 才在旁边坐了下来。 太后看向纪灵舟, 陛下这可是忙完了。 今日太后回宫, 朕自然应该过来瞧瞧。 纪灵舟语气冷淡,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成明染总觉得, 现在的纪灵舟, 好像又跟之前的她差不多了。 纪灵舟端起手册的水, 太后娘娘舟车劳顿, 淑妃留在这儿, 可会打扰到您休息。 陛下多虑了, 有冉冉在, 哀家才能安心休息才是。 之前因着她在宫中受了委屈, 哀家也甚是心疼, 所以, 这些日子都准备留她在哀家宫中。 太后说道, 纪灵舟听到这话, 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 但请客间就恢复了正常。 淑妃一直留在这里, 只怕是不合规矩。 纪灵舟又说了一句, 太后轻轻一笑, 以往然然也经常协在哀家的宫中, 现在怎么又不合规矩了呢? 陛下怕失望了。 纪灵舟没有说话, 成明染突然觉得, 空气似乎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既如此, 那便如太后所愿吧。 纪灵舟端着的水喝都还没喝, 就已经把把杯子放下了。 只是, 她放杯子的时候, 里面的茶水不小心溢了出来。 太后将这些看在眼里, 却没多说什么。 纪灵舟的目光落在了成明染身上, 淑妃之前的那把琴修的差不多了, 等有时间了便去紫城宫取吧。 成明染都差点把这把琴的事情给忘记了, 修好了吗? 多谢陛下, 臣妾后面就让人去取了来。 成明染回答, 你亲自来取便是, 工人没个轻重, 别再弄坏了。 纪灵舟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 成明染正准备开口说什么话, 但被太后笑着打断了, 不过就是一把琴而已, 工人去取了就是。 只是这冉染的琴怎么到陛下那里去了? 即便送去修, 那也应该是送到连衣宫去吧。 太后突然问了一句, 之前去连衣宫刚好听见淑妃弹琴, 没想到琴弦断了, 朕就顺便让人拿回去修了来, 所以留在了紫城宫。 这理由倒是没什么幸福利, 不过谁让她是皇帝呢? 自然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太后也不再多问, 但是, 哀家记得以前陛下也是最爱抚琴的, 说起来冉染的琴异也曾受你教导太后说的。 小时候的继灵舟确实挺爱抚琴的, 受她影响, 成明染也自小就喜欢搞这些, 还会缠着让继灵舟亲自教她琴异。 朕有些不记得了, 这些事情太早了。 继灵舟语气平淡, 好像真的完全不记得这些事情了一样。 旁边的成明染神色微微暗暗, 她是真的不记得, 还是从来就没在意过。 继灵舟怎么可能不记得? 她还记得有一次成明染小小的一只, 看见自己在凉亭弹琴, 非要凑过来。 她一个劲地往自己怀里钻, 那个时候的她应该也才五岁吧。 她听着自己弹琴满脸的好奇, 还在问自己, 灵舟哥哥, 这个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木头也会说话吗? 木头当然不能说话, 但琴声可以说话。 后来她就缠着自己教她弹琴, 结果自己不过是说了一句她年纪小, 小丫头就生气了, 然后伸出小爪子就要去扯那琴弦。 最后, 琴弦被她扯坏了, 同样她那娇嫩嫩的手也被琴弦割伤了, 随后就坐在原地开始大哭了起来, 一个劲地说那张琴欺负她。 她那一回伤得不轻, 因为自己那把琴的琴弦比较锋利, 所以割得她小手全部都是血。 太后也因此大怒, 为了哄她, 直接下令让人把那张琴给烧了。 结果这小家伙说了一句, 可是那是灵舟哥哥的, 灵舟哥哥可以让木头说唱歌呀, 然然也很想要听, 还要学, 鼓鼓不要烧了, 好不好? 太后那么宠爱她, 自然什么都抑着她。 第76章, 凡变化者总有根由。 纪灵舟心口微微一动,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和成明染之间 已经经历过了这么多的东西了吗? 可是这些记忆, 她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 明明已经经历了整整一世的时间, 但是这些却在脑花里面越来越清晰了。 然然, 太后的声音响了起来, 纪灵舟的思绪也被拉了回来。 太后看向成明染, 我那库房里还有一张琴, 现在既然提到了, 你不如去取来。 我也好久没听你弹琴了, 一会儿谈来听听可好。 成明染起身, 是她退下, 旁边的嬷嬷跟着她一起离开, 准备去取琴。 你们也都下去吧。 太后又说了一句, 在场伺候的工人纷纷退下。 整个大殿瞬间只剩下了纪灵舟和太后两人, 纪灵舟知道, 太后这边是故意把这些人支走的。 陛下刚刚在外面站了多久? 听了多久? 太后开口问了一句, 纪灵舟神色微微一脸, 太后娘娘想要说什么? 刚刚的话陛下是都听见了吗? 太后没有回答, 只是自顾自地往下问。 纪灵舟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答了一句都听见了。 那陛下是怎么想的? 可觉得轻松了。 太后又问了一句轻松什么轻松? 纪灵舟满脸不解, 正听不懂太后的意思。 你是哀家身边长大的, 虽说算不得多亲近, 但哀家自认为还是了解你的。 然然自小就喜欢你, 后来更是不管不顾的, 非要让哀家同意她入宫陪在你身侧。 这些年, 然然总是想着 怎么才能让你喜欢上她, 在意着她。 陛下想必也早就厌倦了吧。 现在, 她既然已经想明白了, 那陛下也应该轻松了才是。 太后一边说, 一边关注着纪灵舟的表情。 纪灵舟撵着手指, 太后娘娘想要说什么? 哀家没什么可说的, 只是想要提醒陛下一声, 既然然然现在已经想通了, 那哀家也会好好看着她, 不会再让她打扰到陛下。 日后陛下也只当没有了她这个人, 后宫里面的一切在与她无关, 她会一直在寿康宫陪着哀家。 等后面该做的事情都结束之后, 哀家会带着然然一起离开皇宫, 然后永远不再回来。 太后这话刚刚说完, 纪灵舟那边的气息瞬间变得冷沉了下来。 纪灵舟看向太后, 太后娘娘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程明染既然已经入了宫, 那就不再是自由人。 身为后妃, 她又怎么可能离开皇宫? 刚刚一听见程明染可能会永远离开的时候, 纪灵舟自己都没察觉自己心灵闪过的那一丝慌乱。 太后不以为意, 只是轻轻地笑着, 有什么不可以的。 到时候随便找个由头, 淑妃就不再是淑妃了。 这难道不也是陛下之前一直想看到的局面吗? 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陛下应该觉得高兴才是。 纪灵舟被这话堵住了, 她放在桌下的手, 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微微攥紧, 她, 要离开。 不得不说, 太后刚刚说的没问题, 如果是以前的自己, 她绝对不可能有片刻犹豫, 直接将人放走便是。 可是现在的自己好像做不到了, 她既然已经入了宫, 那就是自己的人了, 又为什么想走就能走得掉呢? 陛下可有好好想过。 太后又问了一句, 纪灵舟脸上闪过一丝茫然, 想什么? 太后看出了她的疑惑, 所以主动解释, 想一想你的心, 想一想现在的你要的是什么? 想一想你所有的所作所为, 目的为何? 缘由又是为何? 想一想, 最后的结果可正如你想要的那般。 再想一想, 有的决定做了是不是就真的不会, 再后悔了。 纪灵舟被这一连串的话说得有点发猛, 如果太后不问这些, 她或许真的不会去想。 但现在问了起来, 纪灵舟也有片刻的茫然。 冉冉自小就喜欢你, 年少情深, 总觉得所有的喜欢都应该有所忠。 她之前对哀家说过一句话, 她说, 若情爱之事只是靠想出来, 那这世间又有几人是清醒之人。 太后看着纪灵舟, 年少不更事, 撞了南墙也不愿回头, 原想着一直糊涂下去便罢了, 但现在既然清醒了过来, 那就该将所有的一切拨回正轨陛下。 你说呢? 纪灵舟没有马上回答, 但也仅仅只是沉默了一瞬。 那太后所说的正轨又是什么? 不管是正轨还是逆途, 从来不只是谁说什么便是什么。 既然发生了, 那顺其自然就是正轨。 纪灵舟没有直接说出答案。 太后注视着, 那陛下对冉冉心里可有一丝的不一样。 以前的你从来都不会对谁心软, 那现在呢? 现在的你可会对冉冉有一丝的不忍心, 可会对她软了心肠。 太后这一问让纪灵舟的心口瞬间被钻紧, 她之前还没有察觉, 又或者察觉了, 但自己没当回事。 现在听她问起, 纪灵舟就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心软, 她对成明冉似乎真的心软了, 也会不忍心了。 凡变化者总有根由, 陛下若发现自己某些地方有了变化, 可有去想过这变化的缘由。 莫不是真的要等着所有的一切都发挽回的时候, 才去悔悟当初的不应该吗? 太后问她, 纪灵舟身子僵硬, 她看向太后, 嘴里久久说不出话来。 当一件事情发生了变化, 那总是有原因的。 所以, 自己为什么会对成明冉心软? 原因仅仅是因为上一世吗? 可是, 纪灵舟心里有些迷茫, 太后看着她的神情变化也没再继续说话。 有些事情该说的便说了, 其他的旁人做不得主。 姑姑成明冉从库房里取了秦过来, 纪灵舟的目光落在了她的身上, 成明冉走近, 秦已经取过来了。 她说了一句, 太后又恢复了刚刚的慈爱之色, 然然可还记得自己当初学的第一首曲子。 第一首曲子, 成明冉微微一弄, 而后目光看向了纪灵舟, 两人目光在空中汇聚的那一刻, 成明冉仓皇地也开了自己的目光。 自己当初学的第一首曲子, 是纪灵舟教的。 第77章, 秦和人都是一样的嘛。 纪灵舟也还记得, 还是那次她的手伤着了, 是纪灵舟的曲子, 没降雪, 作者杜撰的。 成明冉微微抿唇, 她在旁边坐了下来, 是她硬下, 旁边的工人很有眼色地帮她将她位置布置好。 琴部被揭开, 成明冉和纪灵舟在看见这架把琴的时候, 也愣住了, 这琴, 这把琴当时还是冉冉护着留下的, 冉冉可还记得。 太后问了一句, 成明冉的思绪被拉了回去, 当年自己吵着要纪灵舟教自己学琴, 所以被划伤了手。 太后娘娘因为生气自己受伤, 所以就让人要烧了琴, 结果被自己给拦住了。 成明冉看着这把琴, 记忆也涌上心头, 记得, 怎么在姑姑这里? 她问了一句, 这琴不是纪灵舟的吗? 怎么会收在了太后娘娘的库房里面? 当时你被琴弦划伤, 是因为你非得去抓那琴弦, 所以, 琴弦也就被你抓断了。 我让人去重新修了修, 就一直留着忘了。 太后说了一句, 纪灵舟看着这把琴, 说起来这把琴, 原本也是太后送她的, 也是她的第一把琴, 当时被毁了后, 其实还是有些不舍的。 试一试吧。 太后说了一句, 成明冉没说话, 只是静坐在这把梧桐木琴前。 她面容淡雅如蓝, 眼中平淡似水, 青丝长发如瀑布般倾斜而下。 纤细的手指在琴弦上轻轻划过, 如同掠过水面的燕子, 带起一阵阵涟漪。 随着手指的轻挑漫面, 琴音悠扬而起, 如同天籁之音飘荡在寂静的大殿之中。 成明冉的琴声如同破晓时分的霞光, 时而低回婉转, 如同山剑中的青拳, 缠缠细语, 抚慰人心。 她的神情专注而虔诚, 仿佛在与琴弦对话, 倾诉着内心的喜怒哀乐。 只是, 她的眼眸中在不知不觉间, 好像已经开始闪烁着晶莹的泪光了。 外面梧桐树的叶子轻轻摇曳, 伴随着琴声的节奏, 仿佛在为她伴舞。 远处的山峰也在这琴声中显得更加静谧而神秘。 成明冉的觉得自己好像被带回了小时候。 那个时候, 纪灵周在自己面前弹琴时便是这样的感受。 她乖乖地在旁边用手撑着脸, 就这样安安静静地看着她。 她平常总是一副生人物镜的样子, 弹琴时更是如不染凡尘的折仙。 那个时候的她虽然冷冷的, 但是对自己很有耐心, 说话也是一副温润的样子。 可惜, 琴音婉转, 手下的动作变得质色缓慢起来, 连声音都开始压抑了。 纪灵周看着面前正在抚琴的成明冉, 心底翻涌的情绪片刻也不曾停歇。 这一刻, 整个大殿都好像沉浸在这女子抚琴的美妙画面中, 她的琴声就好像会说话一样, 藏在回忆里与现实交织的酸甜苦辣全部都被展现了出来。 一曲终了, 眼泪滴答一声落在琴弦上, 琴音微颤。 成明冉起身, 太后娘娘还不等她开口, 就把人拉到了自己身边。 这首曲子倒是将我们冉冉给惹哭了。 她笑了笑, 成明冉还正准备找借口解释, 结果太后又抢在她前面说了一句, 听琴听心, 你想什么, 琴明白。 成明冉看向太后, 太后温柔地帮她擦掉眼泪, 不要逞强。 纪灵周在一旁看着脸上挂着眼泪的成明冉, 所以, 她刚刚弹琴的时候又在想什么呢? 陛下太后突然叫了一声, 纪灵周回神, 接着便听见太后开始感人了。 哀家今日刚刚回来, 想要和冉冉单独待一会儿, 陛下若是忙, 那边便先回去吧。 她说了一句, 这话说的, 朕今日的奏折都已经批完了, 闲来无事, 太后又刚刚回宫, 不如朕就在这儿一起陪太后用完午膳再说吧。 纪灵周说了一句太后, 陛下, 还不等她把后面的话说出来, 纪灵周就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朕已经让御膳房的人准备好了了午膳, 太后娘娘就不必再说其他的了。 太后, 李盛, 满脑子发猛, 陛下, 什么时候安排的? 御膳房的旨意她可是不知道的, 陛下以前也从来不会关心这些啊。 难得陛下有这份心思, 既如此, 那哀家倒是不好推辞了。 太后也没有要一直感人, 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她还能怎么样呢? 哀家今日回来倒是也累着了, 身上这一身更是累赘的厉害。 陛下可稍坐一会儿, 哀家去换身衣服。 太后说了一句, 纪灵周自然没什么意见, 倒是程明然主动起身。 我来伺候姑姑更衣。 太后抬手制止了程明然的动作。 你啊, 就乖乖坐会儿。 哀家身边这么多人呢, 不用你。 行吧, 程明然没有抢球, 乖乖地留下了。 太后离开后, 整个大殿就又只剩下了他们两人。 不知道为什么, 程明然莫名觉得气氛有一点尴尬。 最后还是纪灵周主动打破沉默。 这段日子, 你要在这里陪着太后。 姑姑刚刚回来, 臣妾平日里也闲来无事, 能够陪陪姑姑也是好事。 程明然说了一句, 这意思也很明显了。 那琴, 纪灵周问了一句, 那琴便先放在陛下那里, 若臣妾得空了便去取回来。 若是陛下觉得那琴放在陛下那里站的地方, 也可以回头找人丢了便是。 程明然又说了一句, 纪灵周的眉头皱了起来, 丢了, 你不想要那把琴了。 他问了一句, 程明然摇了摇头, 臣妾只是害怕那把琴久久地放在陛下那里, 会招来陛下不喜。 总归只是一把琴, 丢了便丢了吧。 可是那把琴和他哪里的琴是一样的, 是太后送给他们两人的。 他以前很真实, 现在也能说丢就丢吗? 在你的心里, 人和琴都是一样的吗? 喜欢的时候签搬好, 不喜欢的时候又可以随便一气, 是吗? 纪灵周突然就想问这么一句, 程明然有些莫名其妙, 他都在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话呢。 第78章, 程明然放纵。 程明然满脸茫然, 但还是回答了一句, 请陛下恕臣妾愚钝, 陛下这话臣妾怎么有些听不懂? 是真的听不懂, 还是假意听不懂? 程明然, 在你眼里, 不管是什么东西, 都可以随时丢掉吗? 想要的时候便要, 不想要的时候就再不回头。 纪灵周的情绪突然有些不受控, 他只要一想起今天自己在门口听到的那些话, 心里就不是滋味。 程明然怎么能把这些话说得那么轻松? 明明就是他一开始要来招惹自己, 现在也是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放弃。 既然如此, 那自己在他眼里又到底算什么? 陛下, 程明然是真的没有反应过来, 毕竟他也不知道, 纪灵周在刚刚已经把自己跟太后的对话, 全部都听了得干净, 是你自己说没有要躲着阵, 但是现在的你处处都在躲着阵。 程明然, 你莫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也莫要忘了当初的你是如何的, 想要留在宫中。 你既然已经引起了火, 现在你觉得只要自己把火种拿开就没事了吗? 纪灵周质问, 程明然心口一顿, 他慢慢地反应了过来, 可是他为什么又突然会提起这个话题? 臣妾没有那个意思, 程明然后面的话还没有机会说出来, 纪灵周就直接抢了一句, 你嘴上说没那个意思, 可你的行为表现出来的都是那个意思。 程明然, 你当真是什么? 纪灵周确实是生气了。 程明然不再说话, 或许是无话可说, 也或许是懒得继续解释了。 但纪灵周却逼得越来越紧, 程明然, 你把朕当做了什么? 他问了一句, 程明然本来就泛红的眼眶在这一刻越加的酸涩, 他努力地整理自己的情绪, 沉默两久后终于艰难地挤出一丝笑意, 那陛下呢? 他反问了一句, 纪灵周困惑, 什么? 程明然深吸了一口气, 他鼓足勇气看着纪灵周的眼睛, 又重新地问了一句, 那陛下呢? 陛下又把臣妾当做什么? 所有人都知道臣妾喜欢陛下, 所有人都知道臣妾为了陛下使劲浑身解数。 可是陛下呢? 陛下可曾多看过臣妾一眼, 可曾多联系臣妾一点。 陛下对臣妾可有半点情分, 可有半点偏袒, 可有半点动容。 程明然一下用了好几个反问, 纪灵周沉默了。 程明然或许是踏出了第一步, 后面的便简单了许多, 所以继续往后质问。 陛下说臣妾疏远了陛下, 可是陛下有没有想过, 以往臣妾总是朝着陛下而来, 但换来的是什么? 只有陛下的一句要重规矩, 重体统, 懂分寸, 懂礼仪。 所以, 臣妾现在的样子, 不就是陛下以前期待看见的样子吗? 陛下不是最讨厌臣妾来烦你吗? 那为什么现在臣妾已经变成了陛下原本希望的模样? 陛下却反而怪罪臣妾忘了身份呢? 程明然一字一句, 他从来不敢跟纪灵周说这样的话, 这一次还是头一回。 纪灵周心里一致, 他看着程明然发红的眼眶, 可是朕现在已经在试着回应你了, 朕也已经慢慢地开始和你相处, 你还想怎样? 程明然苦笑, 陛下, 所以在你的眼里, 你想回应臣妾只是依据你的心情而来, 但是臣妾就必须一直义无反顾地和从前一样, 像只无头苍蝇乱撞吗? 纪灵周刚要说出口的话, 瞬间被堵住了, 程明然的这句话让他突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应。 陛下是天子, 是一国之君, 这天下有数不尽的女子想要靠近陛下, 想要求得陛下怜惜, 所以在陛下眼里, 所有女子都是一样的, 能够得到陛下垂帘便是荣幸, 倘若得不到也要一直追随, 是吗? 程明然问, 纪灵周被堵地说不出话来, 其实以前的他似乎确实是这样的想法, 他是天子, 所以没有人可以拒绝他, 可是刚刚程明然的这些话一出来, 他又觉得似乎又好像不是这样, 可是到底哪里不一样了, 他又说不出来, 臣妾原本以为自己可以捂热陛下的心, 可是陛下的心实在是太冷了, 臣妾的一双手被动得很疼, 但即便如此, 陛下的心依旧没有半点温度, 臣妾原以为自己只要跟着时间走, 等日子一长, 再怎么也能在陛下的心里占个位置, 可如今臣妾才发现, 陛下的心里从来就没有留给别人的位置, 所以不管怎么挤, 不管怎么努力, 都不可能在陛下的心里有方寸之地, 程明然鼓足勇气, 放肆, 程明然, 你这是在指责镇吗? 纪灵周面色不渝, 却不知道这份不高兴到底源于何处, 程明然也跪了下来, 臣妾有罪, 冲撞了陛下, 若陛下实在是生气, 那便请陛下责罚, 他即便跪着, 其实刚刚自己说出那些话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后悔了, 自己没有想真的罚他, 也并不是真的动了怒, 只是已经习惯了这样, 但儿竟看见跪在自己面前的小女人, 他想要让他起来的话, 却又说不出口, 总是拉不下面子, 程明然没有得到回应, 就一直跪在那里, 纪灵周既然生气了, 把自己这顿责罚就是免不了的, 所以, 他也不会浪费精力和口舌去为自己求情, 他既然想罚自己, 就让他罚呗, 反正又不是没罚过, 他被纪灵周处置的时候, 还少了吗? 他只是觉得很委屈, 明明自己什么也没有做, 可是就因为这该死的身份, 他只能屈服和顺从, 纪灵周不可能承认他做错了, 所以, 错的人只能是自己, 纪灵周久久没有说话, 李胜或许是感受到了, 两人之间的气氛不对劲, 加上他似乎也能看得出来, 自家陛下并不是真的想要处罚淑妃娘娘, 所以赶紧开口地台阶, 娘娘, 陛下也并非真的要罚您, 您先起来吧, 李胜说道, 可承敏冉就好像在赌气一样, 跪在地上不肯动, 反倒还说了一句, 陛下既已经说臣妾过于放肆, 想来臣妾确实是惹了陛下不快, 陛下想怎么罚, 臣妾也并无怨言, 纪灵周看着承敏冉的目光, 又伸了两分, 第79章, 僵持不下, 承敏冉确实承认自己, 方才说的那些话, 有些过于放肆, 可是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为什么明明是两个人的事情, 非要他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 难道就是因为一开始主动的人是自己, 最开始一厢情愿的人是自己骂, 陈敏冉越想, 心里越难受, 所以, 难得有勇气想要把自己心里的委屈给发泄出来, 凭什么每次都是自己让步, 凭什么每次都是自己一个人去消化所有的事情, 开始原本就是一个错误, 现在他知道了这个错误, 却连纠正义或者是去制止接下来的要继续的错误的机会也没有了吗, 陈敏冉不肯服软,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瞻前顾后, 生怕做错了, 这太不公平了, 他不是要罚吗, 那就让他罚好了, 这些所谓的惩罚不早就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了吗, 他也早就习惯了, 屋子里面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两人谁也不肯让步, 太后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了纪灵州神色复杂的看着地上跪着的成敏冉, 然然可是做错什么了, 陛下怎么又动怒了, 太后问了一句, 这一个诱字落在了纪灵州身上, 太后走到成敏冉身边主动伸手要将人扶起来, 但是成敏冉现在也是倔脾气, 直接不予理会, 还又说了一句, 臣妾惹陛下不快, 不敢起身, 太后看了一眼成敏冉, 而后又看向纪灵州, 纪灵州的脸更黑了, 陛下, 可是冉冉做了什么, 她问了一句, 纪灵州不语, 局面彻底僵持了下来, 太后, 地上凉, 冉冉, 掀起来, 太后又说了一句, 这次成敏冉什么话也没说, 但还是跪在地上不肯起来, 太后叹了口气, 她再一次看向纪灵州, 陛下想怎么罚, 纪灵州附在身后的手, 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越钻越紧, 你非要跟着闹吗? 纪灵州质问, 成敏冉低着头, 但也回答了一句, 臣妾不敢, 不过是说了心里话罢了, 陛下是天子, 臣妾又怎敢跟陛下胡闹? 陛下若是要责罚, 臣妾也绝无半点违抗之心, 她今天还就是要赌气了, 她不是要罚吗? 那好呀, 让她罚个痛快呗, 太后看见眼前这幅情景, 谋色深了深, 索性也不再说什么, 只是在一旁看着这场闹剧, 成敏冉, 纪灵州加重了语气, 此前刚出冷宫时, 陛下便说您没有时间陪臣妾浪费, 也让臣妾不要忘记了身份, 为此, 陛下也罚了二十丈, 如今, 就算陛下再罚二十, 臣妾也甘愿领受, 成敏冉这话一出, 直接是将纪灵州网绝路逼, 杖则只录十三章, 成敏冉直接把怎么罚都已经说出来了, 纪灵州要是现在还不罚, 那都对不起自己这个身份了, 她的帝王脸面, 帝王之尊都得全抛在地上, 不过, 她就算是真的要罚, 想必太后也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她总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成敏冉在自己面前挨打吧, 成敏冉, 你非要跟镇将吗? 纪灵州又问了一遍, 成敏冉依旧不肯示弱, 好, 好, 她好的很, 你记忆心求法, 那朕就满足你, 来人, 淑妃以下犯上, 停仗二十, 纪灵州一顺不顺地看着成敏冉, 成敏冉没有丝毫意外, 只是眼里的情绪在这一刻好像又变淡了一些, 太后站在一侧, 但也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这场闹剧, 完全没有要插手的意思, 纪灵州的一颗心就好像被一双大手攥住了, 而且越钻越紧, 直到身后的工人上来的时候, 纪灵州才喊了一声, 等等, 工人和太后都看向了纪灵州, 接着就听见她问了一句, 你当真要倔到底是吗? 成敏冉目不斜视, 臣妾甘愿受罚, 工人见此, 一时间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将人带下去了, 太后的目光落在了纪灵州的脸上, 恰巧纪灵州也不知怎么的也看了一眼太后, 两人目光在仓促间对上时, 纪灵州有些不自然地将目光移开, 陛下, 工人唤了一声, 纪灵州沉默良久, 最后说了一句, 不用带下去, 就在这里受刑, 是, 工人无奈, 当工人拿来停仗时, 纪灵州也瞥了一眼, 这二十仗, 他眼里带着犹豫, 成敏冉直接在一旁的行凳上趴了去, 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句求饶示弱的话, 纪灵州也总是不自觉地看向太后的位置, 如果太后肯求情, 那便是有台阶可下, 可是今日的太后也不知是怎样, 一直站在旁边, 硬是连半句求情的话都没有, 冷眼旁观, 好像只是在看一场戏, 正在问你一遍, 你当真不肯求饶, 纪灵州这类似的问题, 已经不知道问了有多少遍了, 成敏冉这次索性连说话都不愿意了, 只是安静地趴在凳子上, 就凭你的身子, 二十仗也受不住, 纪灵州又多说了一句, 成敏冉只觉得内心凄凉, 陛下明知不也下了这样的命令吗? 臣妾自然无话可说, 即便今日臣妾真的受不住了, 臣妾也不可能公然违背陛下的命令不是吗? 难不成就因为臣妾的一句话, 陛下就能免了这责罚不成, 可是以往臣妾也不是没有在陛下责罚时, 替自己求过饶, 但结果不也是一样的吗? 所以, 陛下现在又何必问呢? 陛下不是说过, 躲罚只会换取双倍的责罚吗? 成敏冉以最平淡的语气说出来的话, 直接将纪灵州还未出口的话全部堵住, 他看着眼前的架势, 今日若是不动手, 这场面就打不破了, 可是, 纪灵州迟迟不肯下来, 整个大殿所有人都僵持了下来, 李盛在旁边看着也着急, 陛下明明是不想责罚的, 陛下, 淑妃娘娘体弱, 李盛无奈, 只能自己去做这个马前卒, 可是成敏冉不仅自己要把台阶给踹了, 还要让纪灵州没有台阶可下, 所以直接抢在纪灵州说话前就回了一句, 体弱又如何? 冷宫四个月不一样撑了过来吗? 当初日日被鞭打, 现在命不也还在吗? 第八十章, 纪灵州妥协 纪灵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微微一愣, 脑子里面又自动浮现出了成敏冉浑身是伤的场景, 行刑动手的话他一直堵在嗓子也说不出来, 他总觉得如果今天这二十下打下去, 那有些事情看完就真的无法预料了, 他又想到了刚刚成敏冉说的那些话, 那陛下呢? 陛下可曾多看过臣妾一眼, 可曾多联系臣妾一点, 陛下对臣妾可有半点勤奋, 可有半点偏袒, 可有半点动容, 直录七十八章的那些话, 太后看见眼前这幅场景没有要插手的打算, 现在到了这一步, 他反倒是自己在旁边坐了下来, 还开始喝起了茶, 冷宫的事情正并不知情, 纪灵州说了一句, 他确实不怎么知情, 因为他根本没有那个闲工夫去管, 就算偶尔下面有人会告诉他谁今日又去了冷宫见了成敏冉, 他也无动于衷, 后来身边的人也知晓了他的态度, 首先就不再将南宫的那些事情拿到他的面前来了, 可是, 他的无动于衷在这些后分眼里便是默认, 所以那些人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起来, 纪灵州又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 可他还不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陛下国事繁忙, 虽然不会关注臣妾的这些小事, 臣妾不过是被陛下厌弃, 又是以罪妃的身份被贬入冷宫的, 那些自然也是臣妾应该受的, 成敏冉又说了一句, 纪灵州心里微不可查地疼了一瞬, 可就两人僵持不下, 最后终于是他先软下了态度, 都下去吧, 纪灵州又说了一句, 是宫人左看右看, 最终也只能硬下, 他们这些做宫女奴才的, 虽然没有什么资格去智慧主子的事情, 成敏冉依旧没有想动, 他被人扶着起身, 可依旧低眉顺眼, 也不愿意抬头, 纪灵州上前一步, 成敏冉看着自己面前出现的人影, 也还是一声不吭, 太后娘娘纪灵州突然喊了一声, 太后看向纪灵州, 陛下想说什么, 朕今日怕是不能陪您用膳了, 纪灵州回答道, 太后自然是无所谓的, 所以也跟着说了一句, 陛下事务繁忙, 哀家自然也不会强求陛下留下, 陛下若有事便先行离开吧, 多谢太后体恤, 不过朕要将淑妃一同带走, 纪灵州这话一出来, 两个人都有些没反应过来, 太后倒是还好, 眼里的神色也不过片刻功夫, 就恢复了平静, 但是成敏冉, 一直不肯抬头看向纪灵州的她, 也终于把目光落在了她的脸上, 纪灵州就站在她的面前, 且完全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陛下这是忙什么, 需要将冉冉一同带走, 太后多问了一句, 可是纪灵州显然没有要认真回答的意思, 只随意地答道, 此事太后娘娘便不要问了, 人振就带走了, 话音刚落, 纪灵州就直接攥住了成敏冉的手腕, 往外走, 成敏冉心里一紧, 刚刚连挨打都不怕的她, 现在也开始慌乱了起来, 甚至带上了一丝丝畏惧, 成敏冉使劲挣扎着, 可是她那点力气在纪灵州眼里面根本不值一提, 太后也重新站起了身, 成敏冉浑身上下都在抗拒, 刚刚既然已经撕破了表面的那层皮, 她现在也不用故意装作银河, 陛下太后叫了一声, 可是纪灵州完全就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可是她看着成敏冉和纪灵州越走越远时, 她欲言又止的话终究是没说出来, 太后娘娘身边一直贴身伺候的嬷嬷, 满脸担心地喊了一声, 太后轻轻地摇了摇头, 没事, 你差个人跟在后面看看, 若陛下真的伤害到了冉冉, 即可叫人阻止, 再来告知哀家, 太后看起来好像并不慌张, 嬷嬷答了一句, 是, 心里也是没想明白, 太后娘娘平日里不是最疼爱淑妃娘娘的吗? 可今日又是怎么回事? 刚刚陛下要惩罚淑妃娘娘的时候, 太后娘娘也不见求情, 现在淑妃娘娘被圣母的陛下带走, 她也不见护着, 纪灵舟一路将成敏染带出了寿康宫, 外面李圣早就备好了教念, 她拉着成敏染一起坐了上去, 成敏染到了现在都还在挣扎, 你不要忘了自己现在的处境, 更不要忘了太后和成家的处境, 纪灵舟压低声音但依旧透着警告, 成敏染一听到这话, 动作瞬间变得僵硬起来, 纪灵舟也不耽误时间回此成功, 她很明显是压着火气的, 成敏染也确实安静了下来, 刚刚的那句话还是有作用的, 不过安静下来后的成敏染却一直压抑着自己隐忍的情绪, 刚刚的纪灵舟口中的那句话让她几乎浑身凉透, 从头到里都忍不住的冷战, 她是在用成家和太后娘娘威胁自己, 心里的良意越来越盛, 她也不再有任何的反抗, 两人一路回到了紫城宫, 纪灵舟并没有发现成敏染表现出来的异常, 这才刚到, 她就直接拉着成敏染往内殿去, 成敏染也没有继续挣扎, 只是有些跟不上她的脚步, 到了内殿后, 纪灵舟就将人扔到了床榻上, 成敏染被撞的脑子晕乎乎的, 还不等她反应过来, 纪灵舟就已经压在了她身上, 你不是求罚吗? 那阵今日就换一个惩罚, 她的眼睛里明显是带着火气的, 成敏染看着眼前的局势也大概猜出来她所说的惩罚会是什么, 可是还不等她开口说什么, 纪灵舟就直接伸手将她身上的一群全部撕碎, 成敏染的挣扎变得激烈起来, 这是下意识的抗拒, 可惜纪灵舟她不会管这些, 她这次是动了真格的, 所以没两下动作就直接把成敏染浑身上下给脱了得干净, 成敏染的身子一览无余地全部暴露在她眼前, 她瞬间红透了眼, 只觉得此刻的自己就好像只是一个随便认纪灵舟泄愤的物件一样, 第81章, 心狠一次, 纪灵舟现在正在气头上, 所以动作有些粗鲁, 成敏染今天都已经把话说明白了, 索性现在也不装作顺从她拼了命地想要挣扎, 可那点力气微乎其微, 纪灵舟看见了她的排斥, 心里的火气也越来越大, 索性直接拿过旁边的衣服将成敏染的手给绑了起来, 成敏染眼睛里都写满了惊恐, 她用力锤打着纪灵舟的胸口, 然而纪灵舟却将她的手反剪于头顶, 成敏染, 正对你的耐心是有限的, 你不要敬酒不吃事罚酒, 纪灵舟这双眼睛都快要喷火了, 成敏染眼眶飞红, 你放开我, 我不愿意, 放开, 她直接就把最后一丝窗户纸也给捅破了, 纪灵舟眼里的火好像马上就能叫人焚烧殆尽, 她另一只手粗鲁地捏住了成敏染的脸, 迫使她看着自己, 你不愿意, 你以为你都不愿意值几个钱, 你以为你都不愿意有几分作用, 你以为就凭你的一个不愿意, 朕就不能动你了, 还是动不了你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不愿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你能逃得到哪里去, 纪灵舟很少有这么失控的时候, 上一次还是在成敏染第一次抗拒自己时, 这一次又是因为她, 接连两次的情绪失控都是因为成敏染, 这个认知让纪灵舟的心里很不愉快, 成敏染, 你不要把朕给你的容忍当纵容, 话音刚落, 纪灵舟就直接堵住了成敏染即将要出口的话, 成敏染被她压在身下完全动弹不得, 纪灵舟这一次因为带着些惩罚的意味, 所以动作并不算轻柔, 上来便咬住了她的唇瓣, 成敏染只觉得嘴唇上传来一阵疼痛, 随后便慢慢地弥漫开了血腥味, 她心里面闪过一抹惊恐, 随即纪灵舟也并未给她任何机会, 直接就用舌头撬开了她的背齿, 舌头瞬间钻进口腔, 如舌一般灵活在口腔中乱窜, 成敏已经被攻克, 那里面的防守更是溃不成军, 成敏染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可惜手脚无力, 让她怎么折腾也撼动不了纪灵舟半分, 纪灵舟不止吻了多久才松开了她的唇瓣, 成敏染双目星红, 嘴角也被咬破了, 可惜纪灵舟完全没有半点联系之情, 她的手扶在了成敏染的大腿上, 以前既然已经做过无数词, 现在还装什么不乐意, 成敏染, 是你自己先奉献出自己的身子, 现在就没有资格不乐意, 你若是顺从些还能少受点罪, 否则朕可不敢保证不会弄伤你, 纪灵舟语气里面带着警告, 成敏染自然知道自己没有反抗的余地, 可是她真的很不甘心, 心里面也是一脚一脚的疼, 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纪灵舟的吻又重新落了上去, 细细碎碎的让人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她的吻逐渐从唇角转至脖梗处, 成敏染从头到尾都是被迫承受, 她身上已经没有了衣物的遮挡, 连同手都被反绑在头顶的位置, 此刻她只觉得羞愤和屈辱, 她从来就没受过这样的折磨委屈, 眼泪肆无忌惮地从眼角落下, 纪灵舟的手摸到了她身后的伤, 但这一次她没有停顿, 只要一想到刚刚成敏染说的那些话, 她心里就忍不住地想要将她的嘴堵住, 她既然已经入了宫, 那生是自己的人, 死是自己的鬼, 她没有权利去处置自己的身体, 也没有权利去处置自己的去留, 她所有的一切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 乌风曾乱叠杖, 两山中间的沟壑已然蓄满了水, 雪白丛中一点霉, 清寒妈撒, 醉事叫人酣醉, 此起彼伏, 鸳鸯交警, 树枝穿过丛局, 不知是哪处被惊动, 桃花青颤, 柔弱无骨, 瘫软如泥, 春雨浇灌, 万物复苏, 花金逐步伸展, 可怜树滴水, 侵入红莲中, 带风波近些, 成明染双目无神, 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床顶, 脸上的妆容早已被泪水破坏得七零八落, 继灵舟看着身下的人, 拉过被子给人盖上, 他神情复杂, 让人看不出心中真实所想, 看着自己在他身上留下的这些痕迹, 继灵舟眼眸微深, 这一次, 真便是想让你好好记住, 你不过是一个后妃吧, 正想做什么, 便做什么, 不要挑战针对你的态度和耐心, 懂了吗? 继灵舟再一次警告, 成明染已经不想再回答了, 他把头偏向一边, 任由眼泪滑落, 继灵舟看着他手腕位置, 还未曾松开的束缚, 伸出手帮他解开, 因为刚刚在气头上, 所以没有分寸, 成明染又一直都在挣扎, 现在手腕上也已经出现了一圈亲子的痕迹了, 成明染没有反应, 继灵舟看着他手腕上的伤, 一时间也没有说话, 他承认自己这一次做的或许不是那么正确, 可是这不重要, 因为他是帝王至尊, 所以又何必解释那么多呢? 至少现在的继灵舟还是这样的想法, 继灵舟让工人叫了太医, 他今日虽然稍微的失了分寸, 但到底是克制了些, 所以并没有真的将人伤着, 只是手腕上的伤可能需要上药, 继灵舟让太医拿了药膏, 随后亲自帮他擦了上去, 成明染始终都没有反应, 继灵舟涂药的时候动作轻柔, 可到底是没有开口说什么? 地上一片狼藉, 成明染身上位置寸履, 但继灵舟很明显, 没有要叫人送来新的衣物这件事, 好好休息, 没有真的允许, 不许离开紫辰宫半步, 继灵舟直接下了死命脸, 太后听到这些话没有马上做出反应, 刚刚宫人就来回禀过, 说陛下对娘娘, 结果太后娘娘却说了一句, 不破不立, 要断就得彻底新凉, 要续就得打破智骨, 挨家便心狠一次, 宫人不解, 可是到底没有人敢多说什么, 太后娘娘总有自己的考量, 而且他们都知道, 太后娘娘疼爱淑妃娘娘, 想来不会害了她, 第82章, 威胁, 青天白日, 继灵舟带走成明染的话传遍后宫, 后来又得知陛下在紫城宫灵性了成明染, 后宫里面的这些女人不知道又撕碎了多少帕子, 凤一宫, 皇后也听到了这事, 不过, 太后娘娘今日刚刚回宫, 淑妃便跟着陛下离开了, 这倒是稀奇, 皇后不轻不重地说了一句, 宫女满脸无奈, 娘娘, 重要的不是淑妃娘娘被陛下宠幸之事吗? 皇后面色如常, 淑妃既然身为后妃, 陛下灵性是什么意外之事吗? 可是陛下已经许久不曾宠幸过后妃了, 自从淑妃娘娘出了冷宫后, 陛下更是再也没有去过旁人宫中, 宫女说了一句, 皇后轻轻地叹了口气, 毕竟是陛下的事, 本宫若是管得多了也只会讨陛下厌恶, 不过, 淑妃今日之事做得的确不够妥当, 白日里便痴缠着陛下也不符合规矩, 往日陛下可没有白日里宠幸后妃的习惯, 那皇后娘娘可要好好管管此事, 宫女问了一句, 皇后脸上出现了一抹纠结之色, 淑妃身后是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如今才刚刚回宫, 本宫若是在此刻罚了淑妃, 倒是显得不给太后娘娘的面子了, 皇后也是满脸为难, 可若娘娘真的不管不问, 那其余后妃只怕明日又要多一份说辞了, 宫女说道, 本宫就是头疼这个, 这家在中间两面为难, 本宫也着实难办, 皇后一想起就觉得头晕, 这些后宫里面的纷纷绕绕, 真心是难以权衡, 宫女跟在身侧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 最终还是皇后问了一句, 太后娘娘可知晓此事了, 太后娘娘已经知晓, 不过倒是没有做出些回应, 宫女回答道, 皇后神色不变, 那此事就先暗下不提吧, 明日的请安也省了, 就说本宫最近呕含风含, 身体不适, 所以就暂时不见客了, 她干脆躲个清静算了, 以免明日又要吵吵闹闹, 再者, 就算这些事情她不管也自会有人去管的, 果不其然, 次日一早祭, 灵州就收到了关于淑妃勾引一国之君白日宣银的折子, 还不止一两份, 纪灵州在看到这些折子的时候, 脸都黑了, 她一把将折子扔到一边, 李胜在旁边看见这一步赶紧跪了下来, 陛下息怒啊, 这一个个的还真是好本事, 全部盯着震的私事了是吗? 他们的消息倒是灵通, 还真以为自己全部都知道的清楚了是吗? 纪灵州越来越火大, 李胜不敢胡说, 只是说了一句, 陛下龙体为重, 莫要气坏了身子, 淑妃呢? 纪灵州又问了一句, 还好李胜早有准备, 现在听到这个问题便回了一句, 淑妃娘娘一直待在紫辰宫, 不过, 听下面的人来说, 淑妃娘娘从昨日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吃东西, 纪灵州身上的气息陡然一沉, 她这是在闹绝食不成, 李胜不敢妄自作答, 只怕淑妃娘娘是一时想岔了, 去紫辰宫, 纪灵州说了一句, 李胜额头上都已经出现了薄薄的冷汗, 陛下她最近是越来越暴躁了, 只希望现在过去, 淑妃娘娘能不要那么执拗, 纪灵州回到紫辰宫的时候, 里面的宫人正好端着饭菜出来, 不过这饭菜看起来动都没动一下, 纪灵州把人叫住, 这是怎么回事? 宫女跪下, 随后赶紧作答, 回陛下的话, 这是奴婢们刚刚给淑妃娘娘端进去的早膳, 可淑妃娘娘一口没吃, 奴婢们见饭菜都凉了, 所以就端了出来, 果然, 纪灵州听到这话, 那张脸都拉得快掉到地上去了, 重新端一份, 马上送过来, 纪灵州一声令下, 宫女不敢耽误, 连忙答应了一句, 是, 就赶紧退了下去, 纪灵州看向屋内, 然后抬脚往屋子里面走了去, 陈敏染现在倒是穿了一身泻衣, 她环抱着自己的双腿, 安静地坐在床头的位置, 头发也没有打理, 全部都散在身后, 听见动静后, 到时往门口看了一眼, 见到是纪灵州的那一刻, 她又把目光收了回去, 纪灵州看到她这种反应, 心里也不愉快, 她漫步上前, 你这是要跟朕闹绝食吗? 为什么不吃东西? 陈敏染, 你可知道, 你自己现在在做什么? 纪灵州问, 陈敏染不回答, 只是把头偏向一边, 你莫不是以为太后现在已经回来了, 就可以肆无忌惮了吗? 朕警告你, 既然朕能让太后回来, 那再重新送回行宫, 甚至是其他地方也不是什么难事。 还有, 现在还在大牢里面的成家人, 朕有的是理由和办法, 让他们永远也出不来。 你若是觉得朕太过于仁慈, 那朕也可以先让你提前看看, 牢狱里面本来应该有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就是不知道你父亲能坚持多久, 那些刑罚又能受得了多少。 纪灵州一字一句都透着一股子狠利, 陈敏染在听到这番话的时候浑身一凉, 他不可置信地看向纪灵州, 你威胁我, 这从来就不是威胁, 是现实。 他们之所以没事, 那是因为朕不想动他们, 可这不代表朕不敢动他们。 你若是非要跟朕将, 那朕也可以满足你, 看看到底是你心狠, 还是朕的心狠。 承敏染不敢说话, 纪灵州伸手挑起了他的下巴, 若是知人最可悲了, 所以朕最后说一次乖乖听话, 否则朕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 朕不想用那样的手段去对你, 但你要是一意孤行, 朕随时都能驯服了你, 懂吗? 承敏染身体微颤, 纪灵州将人松开, 下面的宫人也正好将膳室重新送了过来, 纪灵州瞥了一眼, 用膳, 纪灵州话音刚落, 膳室就被宫女端上前去, 承敏染看着这些东西, 两久没有动作, 承敏染, 朕耐心有限, 纪灵州只是说了这么一句, 承敏染轻轻咽了咽口水, 是害怕的, 最终她到底是妥协了, 她慢慢地端起了宫女送来的早膳, 第83章, 两个一样的陶瓷娃娃, 纪灵州见她已经开始吃东西了, 眼里的冰霜慢慢散去了些, 她正在一旁坐下, 承敏染端着碗一点一点地吃的东西, 眼泪一个劲地往下落, 全部掺进了碗里, 纪灵州只是安静地看着她, 一句话没说,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有人走了进来, 陛下, 太后娘娘来了, 说是想要见淑妃娘娘, 宫人说了一句, 纪灵州并不意外, 她自然是放心不下自己这个侄女儿的, 太后昨日刚刚回宫, 舟车劳顿, 理应好好休息, 派人送太后回去, 至于淑妃, 过几日再去跟她请安, 纪灵州早就已经想好了说辞, 陛下恕罪, 太后娘娘方才说了, 今日若是见不到淑妃娘娘, 她便一直在外面坐着, 宫人又马上接了一句, 纪灵州似乎不是很关心, 朕说送太后回宫, 她又重复了一遍, 李盛站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下面的宫人更是不知所措, 李盛给宫人使了个眼色, 宫人赶紧退下, 李盛也从身边离开, 外面太后还在等着, 李盛出来的时候压低姿态, 奴才见过太后娘娘, 李盛态度倒是挺恭敬的, 太后看了她一眼, 随后才缓缓开口, 哀家今日是见不到人了, 李盛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太后娘娘恕罪, 陛下挂念娘娘舟车劳顿, 所以特地让奴才们亲自送娘娘回去呢, 人呐, 太后轻轻说了两个字, 陛下现在正陪着淑妃娘娘用膳呢, 太后娘娘不用担心, 陛下如今带淑妃娘娘早已不同往日, 淑妃娘娘留在这儿不会出什么事的, 李盛当然知道太后心里在想什么, 又在担心什么, 其实昨天太后没有过来她心里还觉得奇怪来着, 毕竟太后娘娘那么宠爱淑妃娘娘, 你跟在陛下身边也这么多年了, 想来也该是了解陛下的, 有些事情她身为局众人看不清楚, 但是你或许比她自己还要看得透彻些, 太后说了一句, 李盛满脸惶恐, 太后娘娘严重了, 这话奴才实在是不敢当, 哀家这话什么意思, 你当然是听得懂的, 今日哀家过来也并非是故意要将这个局面闹得有多难看, 只是想要提醒一句, 有些事情做得太过了, 但后面想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陛下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 日后都是要结果的, 至于这到底是苦果还是甜果, 他若是不在意倒也无妨, 可若是在意了, 现在就该明白要种下什么因, 你也是陛下身边的老人了, 这些道理你自有办法传达, 太后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看着紫辰宫的宫门, 李盛在旁边站着也是薄汉沉沉, 太好, 这话里面的意思怎么会不懂, 可这种话难说, 哀家今日来还带了一件东西, 一会儿你替哀家交给然然吧, 他的话音刚落, 后面的人就奉上了一个小匣子, 太后转身看着这个小匣子, 随后自己亲自动手打开, 李盛看见里面的东西后满脸疑惑, 里面是两个看起来应该是一模一样的陶瓷娃娃, 但其中有一个陶瓷娃娃却变得稀碎了, 这个陶瓷娃娃是以前冉冉最喜欢的, 可是不小心打碎了, 还哭了好久, 他还闹着要把这个陶瓷娃娃重新拼凑起来, 可惜都碎成这样了, 有些早已变成了粉末, 所以又怎么可能复原呢, 即便是复原了, 上面的痕迹也总是在的, 哀家当时看他哭得厉害, 所以又让人重新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结果冉冉说虽然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那里的东西早就变了, 破碎掉的东西再也找不出他曾经最完美的样子, 你将这东西送进去, 当着陛下的面, 可明白了, 太后的目光终于落在了李圣身上, 不得不说, 太后不愧是曾把持过朝政多年的女人, 李圣现在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太后娘娘身上的压迫敢跟陛下相比, 还真是不相上下, 果然是太后娘娘一手带出来的, 在这个时候总是有种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样子, 原本他还敢说自己是了解陛下的, 但现在一听见太后娘娘这份说辞, 他才明白, 还是太后娘娘看得真切, 仅仅是靠昨天的那番, 便能看出这些东西, 陛下呀, 哎, 希望是能听劝的吧, 李圣从太后身边将东西取了过来, 太后也确实没有过于为难, 甚至没有过多逗留, 李圣好不容易送走了太后娘娘, 看着手里的东西, 心里也是默默叹了口气, 他赶紧回到殿内, 纪灵舟一眼就看见了他手里多出来的东西, 岁舟梅问了一句, 手里面拿的什么, 李圣赶紧把东西盛了上来, 回禀陛下, 这是太后娘娘送过来的, 太后娘娘说这是之前淑妃娘娘最喜欢的陶瓷娃娃, 所以特地送过来, 哄淑妃娘娘高兴了, 说完, 李圣就打开了盖子, 纪灵舟和陈明染一同看了去, 怎么都碎了, 纪灵舟开口问了一句, 眉头皱得更深了, 而陈明染却愣愣地看着这对陶瓷娃娃, 看了好久, 回禀陛下, 太后娘娘送来时便碎了一只, 说是之前被不小心打碎了, 淑妃娘娘又喜欢, 所以太后娘娘就让人重新做了个一模一样的, 李圣回了一句, 纪灵舟听到这话倒是没在多说什么, 他的目光落到了陈明染身上, 这才发现陈明染不知看了多久, 现在已经看出了神, 这有什么好看的, 纪灵舟见此又多说了一句, 将这拿过来, 李圣端着东西上前, 纪灵舟随手就拿起了那个完好的娃娃, 原本他还以为挺重的, 没想到这一拿却是空心的,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纪灵舟还是发现了异常, 这娃娃里面好像装了东西, 他看了看底座, 结果发现这底座有一个小孔, 透过这个小孔, 还能看见里面装了很多被卷起来的小纸条, 但却拿不出来, 第84章, 婢子汤药, 纪灵舟向来疑心重, 这是太后送来的, 难不成这里面装的东西还有其他用处, 这是什么, 纪灵舟直接看向了陈明染, 陈明染偏过头, 时间太久, 忘记了, 纪灵舟很不喜欢他这个态度, 可这娃娃里面的东西取不出来, 然后再取出里面的东西, 纪灵舟试图把这个娃娃递给陈明染, 陈明染听到这话轻轻抬起头看向纪灵舟, 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纪灵舟被陈明染这个目光看得发出, 就好像他即将要失去什么东西那般的恐慌, 纪灵舟很不喜欢自己现在的这种感受, 陈明染安安静静地看着他, 两久, 他终于开口说了一句, 陛下可是要亲手打碎, 这句话, 纪灵舟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不应该回答, 但, 所以里面是什么, 纪灵舟钻紧了拿着娃娃的手, 陛下若真想知道, 那摔了便是, 陛下亲手打碎,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不是吗? 纯灵染又说了一句, 纪灵舟被他这副淡然的表情刺激到了, 可是就在他想要摔碎手里这个陶瓷娃娃的时候, 他却犹豫了, 旁边的李圣也试试开口, 陛下, 太后娘娘刚刚还特意嘱咐了, 这是淑妃娘娘的心爱之物, 说真的摔碎了, 或许就真的没有一模一样的了, 再让人做一个便事, 又不是什么复杂款式, 纪灵舟虽然这么在说, 但是到底没有马上将手里的东西给摔了, 李圣心里稍微松了口气, 能做一个一样的, 但终究不是原来那个, 纪灵舟没在说话, 陈明染也一直沉默着, 整个场面就好像僵持了一般, 可这里面的东西取不出来, 陛下, 淑妃娘娘的要熬好了, 外面的宫女手里端着汤药走了进来, 汤药, 什么汤药? 纪灵舟开口问了一句, 满腹疑惑, 陈明染心里突然开始紧张, 她明明吩咐过了, 为什么现在送了进来? 这, 宫女吞吞吐吐的, 看起来好像很紧张一样, 这一点更加激起了纪灵舟的疑虑, 她的神色越来越沉, 说, 陛下恕罪, 这只是淑妃娘娘调理身子的汤药, 宫女被吓了一跳, 这是调理身子的汤药, 那又为什么会那么紧张害怕? 纪灵舟看向了身旁的女人, 你让人准备的, 陈明染背着目光看着头皮发麻, 但还是应了一句, 是, 这倒是稀奇了, 你居然会主动让人准备调养身子的汤药, 朕怎么没听说呢? 纪灵舟现在就是恨不得把人看穿一般, 陈明染勉强维持镇定, 陛下国事繁忙, 自然不可能注意到, 纪灵舟脸色难看, 传太医, 让太医来好好瞧瞧, 这要到底是什么药, 但凡这汤药要出了什么问题, 朕一个也不会放过, 陈明染听到这话心里一紧, 刚刚那个宫女就已经坐不住了, 陛下饶命啊, 这不关奴婢的事, 是淑妃娘娘, 是淑妃娘娘让奴婢准备的婢子汤药, 婢子汤药, 纪灵舟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很明显愣了一下, 随后猛地将手里的那个陶瓷娃娃摔在了地上, 娃娃变得粉碎, 但陈明染还来不及看上那个娃娃, 就已经被纪灵舟掐住了脖子, 陈明染, 你好大的胆子, 陈明染被吓了一跳, 李胜更是赶紧跪下求情, 陛下息怒, 陛下三思啊, 纪灵舟看着眼前这个因为呼吸困难, 而脸色通红的女人, 心里的气更是不打一出来, 她将人一把甩开, 陈明染狠狠地撞在了床头的位置, 她使劲地咳嗽着, 脖子上也已经留下了亲子的痕迹, 纪灵舟冷眼地看着她, 婢子药, 陈明染, 朕看你是真的找死, 你就这么不想, 怀上朕的孩子, 陈明染一双眼睛变得通红, 她先是看了一眼刚刚被摔得粉碎的陶瓷娃娃, 还有很多张被卷成直筒的小纸条, 心里面瞬间涌上无数酸涩, 恐惧, 委屈, 不甘, 就在这个时候, 太医也过来了, 紫辰宫是皇帝的寝宫, 时常都有太医吼着, 刚刚听见传召, 就马上赶了过来, 瞧瞧那碗药, 纪灵舟说这几个字的时候咬牙切齿, 太医瞬间就看出了这不同寻常的气氛, 一刻功夫也不敢耽误的, 就要去查看那碗药, 但, 太医皱了皱眉, 又反复地查验了好几次, 纪灵舟看太医这个神色, 大概就猜出了结果, 心底的火气无限上涌, 好像马上就能把眼前的人吞噬一般, 然, 回陛下, 这汤药就是普通温阳身子的药, 并无异常啊, 太医也是一连猛, 这汤药确实没问题啊, 她刚刚看着阵势, 还以为这汤药有什么问题, 所以, 第一遍没问题的时候, 还特意多查了两次, 但, 确实是没什么, 纪灵舟听到这话, 身子一顿, 没有问题, 她看向太医, 你验查清楚了, 明明刚刚那个宫语就说, 这汤药是碧子药, 而且程明然也没有反驳, 程明然在听到太医的话时, 眸色也深了起来, 她心底不知道在想什么, 最后在纪灵舟又看过来的时候, 她瞬间脸下了眼底的神色, 只有无限凄凉, 她看向纪灵舟, 眸子里面满是失望, 陛下便因为这样一句话, 要杀了我吗, 甚至不曾问过我, 也不曾听取我的话, 陛下从来就不信任我, 不是吗? 纪灵舟一梗, 她现在说不出话来了, 将太医署的太医都叫过来, 纪灵舟最终只是, 说了这样一句话, 程明染神色落寞, 纪灵舟莫名的有些慌乱, 她, 真的误会了她吗? 而另一边刚刚回到寿康宫的太后, 就听见宫人说了一句, 今日一早, 程明染是自己身边长大的姑娘, 她又怎么可能不了解呢? 就好像她了解皇帝一样, 第85章, 碎掉的娃娃, 程明染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坐在床榻边, 纪灵舟心里莫名忐忑, 要是自己刚刚真的误会了, 那, 太医很快就赶来了紫城宫, 不过不管多少人查验, 都说这药只是普通滋养身子的药, 纪灵舟的心一点点地往下沉, 她看向刚刚的那个宫女, 是你刚刚说, 这要是淑妃让你准备的婢子汤药, 宫女听到这句话, 顿时吓得趴在了地上, 回陛下, 奴婢不敢撒谎, 奴婢, 兴许是奴婢端错了, 奴婢, 宫女口不择言, 不可能的, 这明明就是婢子汤药啊, 程明染的目光也落在了这个宫女身上, 不可否认, 她确实让人准备了婢子汤药, 但是这个宫女, 她却是没有见过的, 而且她还特意嘱咐过, 若是纪灵舟再便不要将汤药端过来的, 这个宫女有问题, 纪灵舟听着宫女的话更是满脸黑线, 不过她也没有马上下定论, 而是看向程明染, 你有什么想说的? 她问了一句, 程明染面色欺然, 陛下记不信, 现在又让臣妾说些什么呢? 她望向纪灵舟, 陛下是想要杀了臣妾吗? 她又问了一句, 纪灵舟身子微顿, 程明染脖子上面的勒痕格外明显, 当当她确实有些失控, 心里的悔疑越来越浓, 她, 程明染没有理会纪灵舟, 更不关心现在的她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她的目光落在了地上已经摔得粉碎的陶瓷娃娃上面, 纪灵舟也瞧见了, 娃娃碎掉后, 里面掉出来了很多小纸条, 她在程明染的目光下慢慢地靠近地上的碎片, 这个娃娃终究是纪灵舟亲手打碎了, 纪灵舟捡起一张纸条, 随后打开, 然后她的身子瞬间僵硬了起来, 第一张纸条上面就写着最浅显的几个字, 灵舟搁搁按, 纪灵舟的视线看向地上其他的纸条上面, 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这些, 她没有过多犹豫, 马上又拿起了第二张, 第二张纸上面写的东西也很简单, 星月纸条角落还写了一个小小的舟字, 少女心事无处诉说, 而这个雌娃娃成为了她唯一的寄托, 她所有的心事都被装进了娃娃的肚子里, 纪灵舟收起手里面的纸张, 她刚刚真的不知道, 陛下, 李盛在旁边看着也是满脸担心, 纪灵舟心里一阵阵的疼, 她看向程明染, 但程明染的脸上却没有过多的表情, 这样的她总给自己一种她什么也不在意, 什么也不在乎了的样子, 这个认知让纪灵舟心里也生起一阵阵惶恐, 就好像自己突然失去了什么与自己而言很重要的东西一样, 她很想要去抓, 可是怎么都抓不住, 朕, 陛下将这个东西打碎了也好, 过去的东西在今日变得粉碎,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程明染说了一句, 纪灵舟皱起了眉头, 什么叫做过去的东西变得粉碎, 她难不成还想要将以前发生的事情全部一起一笔勾销吗, 她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今日是朕太过于急躁, 这个陶瓷娃娃正会让人给你做的一模一样的, 纪灵舟说了一句, 太后娘娘也曾跟臣妾说过一样的话, 可是哪里有一模一样的娃娃, 再者, 现在臣妾也不需要这样的娃娃, 程明染说道, 你是在怪朕吗, 纪灵舟突然问了一句, 程明染看着地上的陶瓷, 臣妾没有资格, 不过, 有些东西实在是太过脆弱了, 就好像这陶瓷就这么轻轻的一碰, 轻轻一摔就变得粉身碎骨, 你想要说什么, 纪灵舟问得非常直接, 一个完整的陶瓷被这么一摔就变成了这个模样, 那本来就碎掉, 却又缝缝补补, 拼拼凑过很多次的娃娃会不会更脆弱, 程明染又说了一句, 纪灵舟没有马上回答, 只是看着散落一地的碎片, 如果最后连拼凑都拼凑不起来了, 那是不是就真的结束了, 程明染每一句话都能让纪灵舟的眉头皱得更深一分, 纪灵舟突然觉得眼前这个人好像很陌生, 以前的他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现在的程明染总是死气沉沉的, 就好像对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兴趣, 失去了希望, 程明染, 纪灵舟叫了他的名字, 程明染神色空洞, 不做回答, 纪灵舟在他旁边坐下, 你非要跟真这般吗? 这般是那般, 程明染心里酸涩, 我与陛下间从来都是陛下为先, 不是吗? 他们两人之间从来都是纪灵舟想如何变如何曾经的他, 因为厌恶自己靠近, 所以不管自己再怎么努力, 他也不愿意多看自己几眼, 现在也是因为他讨厌自己的疏离, 所以自己就只能迎合他, 讨好他, 甚至被迫着承受他的掠夺, 纪灵舟一梗, 他, 无话可说, 两人之间的气氛再一次僵持了起来, 屋子里面的气氛瞬间凝固, 最后终究是纪灵舟叹了口气, 罢了, 你好好休息, 一会儿正让人送你回去, 纪灵舟话音刚落, 程明染平拨无澜的眼睛好像出现了一丝波动, 他说, 送自己回去, 还不等程明染确认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纪灵舟就已经站起了身子, 随后更是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紫城宫, 程明染一个人看着他离开的方向发呆, 心里所有情绪反复上冲, 因为全部都混合在了一起,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了, 他又看向了地上的陶瓷娃娃, 他真的都不记得了吗, 程明染眼眶发红, 明明第一个陶瓷娃娃还是他送自己的, 那个时候自己才五岁吧, 上元佳节, 他非要缠着纪灵舟陪自己逛夜市, 当时刚好就路过一个小摊, 上面摆着很多可爱的陶瓷娃娃, 他当时年纪小, 所以非要纪灵舟买给他, 纪灵舟也真的买了, 买的还是一对, 然后他就将其中一个送给了纪灵舟, 说是送给他的, 回去后他就把自己的那个瓷娃娃摆了起来, 每天都要看无数遍, 就好像是在对待什么西式珍宝一样, 第86章, 相互冷静, 因为这陶瓷娃娃原本是一对, 他自己留了一个, 另一个送给了纪灵舟, 只有他们两个人合在一起, 才是真正的一对, 没有人知道, 其实当时年仅五岁的程明染, 就是在这个时候埋下了一颗不为人知的种子, 这颗种子天天在他心底被滋养着, 然后慢慢地生根发芽, 最后长大, 那个娃娃就好像是小姑娘的小秘密, 只是后来他不小心打碎了这个陶瓷娃娃, 那日是纪灵舟选妃的日子, 池月他亲自挑选的正妻人选, 也是他的皇后, 他顶着大雨, 怀里面还揣着那个陶瓷娃娃就要去找纪灵舟, 结果因为下雨天路比较滑, 加上他又没有太过于注意, 所以就摔了一跤, 陶瓷娃摔碎了, 他的手也被划破了, 他一个人坐在雨中大哭, 但他心里知道, 他是因为纪灵舟要和别人在一起了, 才会如此的伤心难过, 但是那时的自己不敢告诉任何人, 他在大雨里面哭了好久, 不管别人怎么哄都哄不好, 最后还是太后娘娘亲自过来哄着他, 还说要做一个一模一样的陶瓷娃娃给他, 可是怎么肯能一模一样啊, 他的那个娃娃当初买下来的时候, 和自己送给纪灵舟的娃娃是一对啊, 现在就算做出来了, 那也是不一样的, 没常想, 还没过两天, 太后真的送来了一个外观看起来一模一样的陶瓷娃娃过来, 他手里面捧着, 可就是不一样的啊, 当时因这年纪小, 他也不敢将自己的喜欢宣知一口, 回到房间之后, 他就看着自己面前的陶瓷娃娃, 将自己心里所有的想法都告诉了他, 后来他干脆就把这个娃娃当做了自己的秘密小驿站, 所以总是会把自己写的一些小心思塞进陶瓷娃娃的肚子里, 他还说, 我肚子里的秘密现在已经装在了你的肚子里, 我们相互保密, 好不好, 当时他自己还想着, 有朝一日如果自己能够留在纪灵舟身边, 他就会拿出这个娃娃, 然后向他表达自己这些年来一直小心翼翼守护着的小秘密, 还想着, 到时候也要把自己送给他的那个陶瓷娃娃找出来, 然后他们两个就可以一起将共同的秘密又放进去, 可, 就在自己成功入宫为妃之后, 他满怀欣喜地等着他, 却只看见了他冷冰冰的面旁, 一腔热情迎面便泼来了一盆凉水, 连他藏在身后的娃娃都不敢拿出来了, 没关系的, 他会等的, 等他喜欢上自己的时候, 自己再告诉他也不迟嘛, 程明然总是这样乐观地想着, 却从未预料到, 这个秘密居然会是以这种方式暴露在他眼前, 而他也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感动, 这终究只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他从来就不在乎, 而这一次是他亲手摔碎了程明然为自己编造的美梦, 程明然还不知道, 上一世的自己到死都没能让这个秘密暴露于人外, 自己死后, 这个秘密也随着自己一起尘封在了土里, 至于送给寄灵舟的那个陶瓷娃娃, 程明然好像也从未见到过, 或许那日他拿回来便让人扔掉了吧, 程明然苦笑, 现在娃娃碎掉了, 这场自己曾经期待的梦还没开始就已经醒了过来, 这样也好, 至少在没有拥有时失去总比拥有后再失去要强的多, 他不再去想这些, 现在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了, 陶瓷娃娃既然已经碎了, 那往事也如同过眼云烟一样, 严消云散, 他也该从往日的情绪里面抽离出来了, 他和纪灵舟现在也算是把最后一层窗户指给捅破了, 后面事情会如何发展并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中了, 离开这里的纪灵舟其实并未走远, 他站在紫城宫外, 所有的情绪全部都交织在了一起, 他刚刚看到那些纸条时, 心里不是没有触动, 虽说没有全部看完, 但他也大概知道了里面写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 散落一地的纸条少说也有好几十吧, 纪灵舟好像是第一次这么深刻地感知到别人对自己的情感, 纪灵舟最近发现自己好像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尤其是在面对程明染时, 有些心思总是不受控, 刚刚程明染看着自己的眼神真的很淡漠, 但淡漠到自己都没有勇气继续接受他目光的审视, 以前他看着自己的眼神永远都好像冒着光, 每天都笑嘻嘻的, 但是现在的他已经彻底不一样了, 连带看着自己的眼神都变得空洞了起来, 一会儿你让人送他回首康宫吧, 纪灵舟的声音有一点哑, 李盛在旁边赶紧应下, 是, 他现在心里也很乱, 所以想要好好地冷静一番, 他真的不知道应该以何种态度去对待他成明染了, 所以比起相互折磨, 他突然觉得各自冷静一段时间也未尝不可, 他也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 以前的他从来就没想过自己这辈子的情绪居然还能受一个人的影响, 大概两个时辰后, 李盛已经将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妥当了, 他看着眼前的陛下说了一句, 陛下, 奴才已经让人将淑妃娘娘送回寿康宫了, 嗯, 纪灵舟看起来没有太大的情绪变化, 李盛也摸不准自家陛下的意思, 不过, 陛下, 那这些东西可要奴才拿去扔了, 李盛多问了一句, 旁边的托盘就是今天碎掉的那个陶瓷娃娃, 还有那写的纸条, 纪灵舟看到这些东西的一刹那, 手指微顿, 一个人下意识的小动作才是最真实的反应, 扔了吧, 纪灵舟说了一句, 是, 但是李盛刚准备让人端出去, 结果人脚都没踏出去, 就又听见纪灵舟喊了一声, 等等, 陛下, 李盛有些疑惑, 将东西放下吧, 再让人去打个一模一样的来, 纪灵舟说道, 李盛, 陛下呀, 你这变脸有些快啊, 第87章, 曾经的那些礼物, 承明染被纪灵舟送去寿康宫后, 太后似乎并不意外, 她让所有人都退了下去, 只留下自己一个人陪着她, 等人送走后, 纪灵舟也只是随口问了一句, 可送回去了, 李盛点头应下, 回禀陛下, 已经送回寿康宫了, 现在正由太后娘娘陪着, 她回了一句, 纪灵舟文言没再继续说话, 只是一个人坐在一边, 李盛在旁边低着头也不敢说话, 两久, 纪灵舟终于又开口了, 东宫那边现在还有人搭理吗? 她突然问了一句, 东宫, 陛下怎么突然提到了东宫? 不过陛下既然已经问了, 她自然是没有理由不回答的, 回禀陛下, 东宫那边一直都有人打扫, 李盛回了一句, 以前的那些东西可都还留着吗? 她又多问了一句, 以往陛下的东西都有专门的人收拾, 想来都是没有丢掉的。 李盛回答, 这陛下的东西谁敢乱动不要命了吗? 纪灵舟其实也是突然想到, 刚当她记起来, 曾经的成名染似乎送过自己不少的东西, 不过以前她都没有多在意过, 回来后, 直接就让人收了起来, 方才看见那个瓷娃娃的时候, 她总是有一种熟悉感, 原本以为自己应该是在她那里看见过, 但是后来, 她隐约间似乎想起了自己似乎也有送过她这样的陶瓷娃娃, 但是已经记不清楚了, 所以她就想着自己去东宫瞧瞧, 李盛不知纪灵舟心中所想, 但是他们只需要服从救世, 所以, 一个时辰后, 陛下, 这是您要的东西, 李盛气喘吁吁的, 面前已经放了好几大箱的东西了, 全部都是之前纪灵舟在东宫用过的一些物品, 纪灵舟见此便直接让人打开了, 李盛看着这里面的东西也小心翼翼地开口问了一句, 陛下, 您要找什么? 可以奴才们帮您找? 这东西太多了, 您一个人只怕是需要费好大一番功夫的, 纪灵舟抬手制止, 不用了, 朕自己找, 他说了一句, 行吧, 李盛安静地退到一边, 纪灵舟上前看着这些东西, 眉头都皱在了一起, 怎么这么多东西? 纪灵舟在旁边瞧了瞧, 最后将目光落在了最边缘的一个箱子, 那个箱子里面的东西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他平时很少用, 不对是根本就不会用, 只是他随意地拿了一个是一个箱囊, 不过这上面的绣花歪歪扭扭的, 一开就是不是出自宫里绣娘的, 这些东西纪灵舟问了一句, 李盛赶紧上前来, 陛下, 这里面装的都是之前旁人送的, 您手里面的这个箱囊是之前太后宫中才有的云之金锦, 所以应该是出自寿康宫的, 李盛回答, 寿康宫, 纪灵舟心里冒出一个想法, 所以这应该是出自成敏染之手吗? 他的思绪又被这个箱囊拉回了前世, 前世成敏染最后送自己的就是一个箱囊, 上面的绣品虽然已经有了形态, 但到底不是不够工整的, 纪灵舟的思绪还没有被拉回来, 李盛就又马上说了一句, 回陛下, 这里面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之前淑妃娘娘送来的, 不过因着你平日素来不喜欢, 所以全部都收进了库房, 大部分都是, 纪灵舟心中一动, 他印象里面, 成敏染确实送过自己不少东西, 但是具体的他却说不出来什么, 他重新看向这些东西, 里面有几个虎头娃娃, 还有面具和风筝, 不过这风筝都已经破了, 他在箱子面前蹲下, 一记忆也慢慢地冒出来, 他隐隐约约好像记得, 这个风筝是自己跟成敏染一起做的, 不过他倒是没有花太多心思, 只是一心想要找到那个陶瓷娃娃, 应该是有的, 果然, 纪灵舟翻了好一会儿, 最后在箱子的底部翻到了一个小木箱, 纪灵舟将东西拿了出来, 这个箱子有些眼熟, 他将箱子打开, 里面刚好安安静静地放着一个精致的陶瓷娃娃, 不过这个娃娃只占了一半的位置, 另一边空着, 看着应该还有一个才是, 而且, 他拿起了那个娃娃, 这个娃娃和今天的那个是一样的构造, 是空心的, 下面有一个小孔, 一个心思突然从他心底漫了出来, 他的手轻轻地碰了碰那个空着的地方, 灵舟哥哥, 我想要那个陶瓷娃娃, 脑子里面稚嫩的声音打破时空, 瞬间穿梭在了眼前, 小冉冉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旁边有一个买各种陶瓷娃娃的小摊贩, 你给我买好不好, 这个娃娃很可爱啊, 灵舟哥哥, 小姑娘轻轻地拉着自己的衣袍, 小小的, 人家小姑娘姑娘才五岁, 也就刚到自己大腿跟的位置, 他的手肉嘟嘟地拉着自己的袖子, 就不肯送手, 继灵舟满脸无奈, 最后耐不住他撒娇, 就让人给他包了一杯, 原本只准备买一个哄他玩玩的, 但是店家说如今是上缘佳节, 所以都是成双成对的在卖, 这才拿了两个, 这个小姑娘捧着这对娃娃看了好久, 小脸红红的, 加上她穿着一身红色夹袄, 整个人可爱得不得了, 她从小箱子里面拿出了一个, 把另一个递给了自己, 送给灵舟哥哥一个, 谢谢灵舟哥哥, 她将其中一个送给了自己, 不过当事人太多了, 而且她也不在意, 就直接将这个东西交给了身边的人, 回来后也就没有继续去过问了, 她看着这个陶瓷娃娃心里一紧, 所以这个陶瓷娃娃就是当时来的吗? 纪灵舟心口一疼, 不知道想起什么, 她又突然问了一句, 今日那些陶瓷碎片可都丢掉了, 李生一脸疑惑, 都在, 不过, 不过都是已经粉碎了, 现在还有什么用吗? 让人送过来, 她说了一句, 是行吧, 虽然不是很理解, 但是他们也没有理由智慧主子的事情啊, 另外, 让人去查一查今日之事, 再好好地查一查那个宫女, 纪灵舟又说了一句, 她可不相信这里面没点路子, 第八十八章, 现在的你会接受曾经的自己吗? 李生在宫里面混了这么久了, 自然也知道其中的弯弯绕绕, 所以这是自然是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但是, 纪灵舟注定是不可能查出来了, 太后既然已经做了, 自然不会留下什么尾巴, 所以最后的结果便是, 夜间, 陛下, 奴才已经让人厌过药渣了, 淑妃娘娘今日的药, 确实只是平日里最普通的调养身子的汤药, 李圣回答, 纪灵舟搭在椅子上面的手慢慢收紧, 真的是自己误会了吗? 不过, 陛下, 今日那个宫女却并不是私药局的宫女, 也不是紫成公和淑妃娘娘身边的奴才, 让人查过那宫女的关节, 但却没有任何记录, 今日事情发生后, 奴才就让人将那宫女关了起来, 但是方才过去瞧的时候, 那宫女已经触壁而亡了, 李圣回答, 没有关节, 这样身份不明的宫女是怎么进宫的, 而且既然已经关了起来, 周围又有人守着, 所以断不可能是别人进去害死的, 难不成还是那个宫女畏罪自杀的, 宫里可有其他人认识她, 她之前可有见过什么人? 纪灵舟问了一句, 奴才已经让人比对去了, 但没有任何人说自己见过她, 李圣又说了一句, 这还真是稀奇了, 就算是一些宫人被收买了, 装作不认识这个宫女, 但也不可能没有一个人见过呀, 纪灵舟眉头越皱越深, 太后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有些意外, 是, 据说李公公让人去审问时, 那宫女的尸体都已经凉透了, 嬷嬷回了一句, 太后的神色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倒也在意料之内, 说是在这期间她没有见过任何人, 所以判断是自己处臂而亡的, 莫不是畏罪自杀, 嬷嬷问了一句, 这皇宫里死的人多了去了, 就连死的方法也是稀奇古怪的, 现在一个死因罢了, 只要有人信就够了, 太后没有直接回答, 摸摸汗手, 奴婢是怕陛下会查到娘娘这边, 又不是挨家洞的手, 她即便是查过来又怎样, 再者, 谁说今日那宫女在那段时间里面没有见过任何人, 太后唇角轻钩, 陛下这是前朝待得太久了, 忘了后宫的手段吧, 她身边这几个人手段可是厉害着呢, 太后谋色一冷, 只是很遗憾的是, 他们这些手段居然用到了自己的冉冉身上, 这要是旁的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但是现在嘛, 太后的谋色逐渐恢复正常, 冉冉克已经睡下了, 已经歇下了, 不过, 只怕是还没睡着, 嬷嬷回答, 她心里面藏着是, 一时间想不通也是正常的, 只希望, 哀家现在做的不是害了她, 哀家是怕, 怕她跟自己一样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怕她跟自己一样一生后悔, 余生遗憾, 嬷嬷在旁边笑着, 太后娘娘也是为了淑妃娘娘好,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有资格说, 自己做什么是为了别人好的话, 是不是真的好只有自己才能明白, 她说了一句, 嬷嬷听了这话, 也没再继续说什么, 这到底谁都明白, 可是自家娘娘为了淑妃娘娘, 也确实没有少做什么, 内殿, 程明然已经躺下了, 屋子里面的烛灯都已经灭灭掉了, 她看着床顶, 外面隐隐约约可以透过来一些微光, 所以, 勉强也能够食物, 外面传来脚步声, 程明然看了过去, 这个时候, 还有谁会过来慢慢被推开, 带进来的, 还有她们手里面端着的烛光, 姑姑, 程明然看清楚了来人, 太后已经去了庄戎, 而竟一身素衣地走了过来, 脸上还带着明显的笑意, 一脸慈爱地就走了过来, 程明然撑着身子, 赶紧从床上坐了起来, 太后在她旁边坐下, 怕你一个人睡不着, 今晚我陪你可好, 程明然一听到这话, 马上就抱住了太后, 好, 我最喜欢跟姑姑一起了, 太后溺爱在她脑袋上面摸了摸, 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黏人, 在姑姑面前, 我也永远都像和小孩子一样, 程明然说了一句, 太后笑了起来, 接着便在工人的伺候下, 和程明然一起睡下了, 程明然直接就凑到了太后的怀里, 姑姑, 我好想你啊, 又开始撒娇了, 以后不管姑姑去哪里, 都带着我们家然然好不好, 太后问了一句, 程明然点了点头, 好, 她说, 我们一起出宫, 然后就再也不回来了, 好吗? 太后的手顿了顿, 然然真的想好了吗? 她问了一句, 嗯, 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 其实我早就应该想清楚了, 要是当时我听了姑姑的话, 或许也不会有现在的局面, 程明然说了一句, 不过, 可是, 然然, 如果, 我说的是如果, 如果有一天陛下变成了以前的你, 你还会是这样的想法吗? 太后问了一句, 程明然满脑子疑惑, 姑姑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是真的没有反应过来, 我的意思是, 如果有一天陛下变成了主动的那一个人, 你还会想着离开吗? 太后问, 程明然听到这话愣住了, 但很快又自嘲地笑了起来, 不会的, 如果呢? 凡事都没有绝对, 然然难道没有感觉到陛下的变化吗? 太后问了一句, 她当然感觉到了, 可是继灵州那么高傲自大的一个人, 又怎么可能变成主动的一方呢? 而且, 就算主动了又能怎样呢? 她还能再去赌吗? 可是她真的赌不起来啊, 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是两个人了, 如果陛下变成了曾经的我, 姑姑觉得, 现在的我会接受曾经的自己吗? 程明然反问了一句, 现在的自己会接受曾经的自己吗? 这个答案, 太后清敏纯伴, 她将程明然温柔地抱在怀里, 人是会变的, 不过有些东西是怎么也变不了的, 太后一由所指, 程明然却不再争论, 第八十九章, 拼凑起来的陶瓷娃娃, 此成功, 在月光的洗礼下, 继灵州现在正坐在静谧的房间里, 神情专注而沉浸, 在她的面前散落着一片片精致的瓷片, 那是之前程明然那个被她打碎的陶瓷娃娃, 现在这瓷娃娃破碎后的残骸已经落入她手中, 只见继灵州捏着一抹细腻的古胶, 小心翼翼地涂抹在每一片碎片上, 然后轻轻地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仪式, 将她们一一年和继灵州的眼眸深邃, 深情专注, 似乎眼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一样, 继灵州骨节分明的手指落在碎片上格外的赏心悦目, 寝殿内弥漫着淡淡的墨香和古胶的气息, 而今已经混合成一种独特的味道, 月光透过窗帘, 斑驳地洒在她的脸上, 为她镀上了一层神秘而柔和的光运, 此刻的继灵州脸上没有丝毫的急躁和不耐, 反倒奇异地出现一抹的耐心和温柔, 她时而轻轻吹拂着粘河处, 让古胶可以更快地凝固, 时而轻轻抹撒着瓷娃娃的轮廓, 就好像眼前这瓷娃娃是她真是的东西一样, 李胜也已经在旁边站了很久了, 陛下,时间已经很晚了, 要不还是先写着吧, 而且这种事情也不劳你亲自动手啊, 让下面的人去做便可, 李胜已经劝了无数遍了, 但是继灵州没一次是听了的, 唉, 李胜默默地在心里叹了口气, 这还能拼得上吗, 有些瓷片早就已经碎成了粉末, 不管再怎么沾也是沾不好的, 可是继灵州呢, 她就好像不知道一样, 只是安静地想要将这破碎的瓷娃娃重新拼凑起来, 好像这样就能恢复如初一样, 李胜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她现在可算是懂了之前太后娘娘把这东西拿过来时说的话, 可惜都碎成这样了, 有些早已变成了粉末, 所以又怎么可能复原呢, 即便是复原了, 上面的痕迹也总是在的, 太后娘娘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这样的结果, 其实她那一天就觉得挺奇怪的, 毕竟好端端的, 太后娘娘怎么突然送了这么两个娃娃过来的, 现在一想, 指不定太后娘娘早就料到了这样的结果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太后娘娘还真是神人了, 继灵州一个人在这里沾了大半宿, 最后好不容易沾完了, 但是她的眉头皱着就没能松开过, 月光下, 那个陶瓷娃娃静静地躺在书桌上, 她的身上布满了胶水的痕迹, 但即便如此, 也无法掩盖她那参刺破碎的残破状态, 她曾经的美丽和精致, 如今只能在碎片的拼接中勉强寻得一丝痕迹, 陶瓷娃娃的脸上, 那曾经温暖人性的微笑已经消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裂痕和破损的边角, 她的肢体也不再完整, 有的部分甚至已经彻底缺失, 只能通过胶水勉强粘合在一起, 至于已经粉碎沉默的地方, 现在也全部都变成了空缺, 尽管季灵舟已经试图通过修补, 让瓷娃娃重新找回曾经的样子, 但那些明显的裂痕和破损, 却让人无法忽视她的存在, 她仿佛在诉说着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原本精致的娃娃现在身上总是萦绕了一种深深的哀伤, 看着这个瓷娃娃, 李胜在旁边也不禁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惋惜, 这个陶瓷娃娃从来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摆剑罢了, 她曾承载的东西如今也只能在残破和遗憾中慢慢消散, 季灵舟看着眼前就会被自己拼凑起来的娃娃沉默不语, 两久后她似乎也跟着叹了口气, 到底是白忙活一场, 她说了一句, 李胜听着这话也不敢接什么, 只要是说错了可是要掉脑袋的, 季灵舟从身侧将那个装着另一个陶瓷娃娃的小箱子去了出来, 她拿出了那个娃娃, 然后和这个放在了一起, 只是, 罢了, 季灵舟捏了捏眉心, 这放在一起更让人头疼了, 毕竟有了对比, 残缺的那方更让人遗憾了, 不过, 季灵舟突然就反应了过来, 自己怎么也做起了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 休息吧, 季灵舟神色暗淡, 是, 那, 这, 李胜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啊, 季灵舟看着那个碎掉的陶瓷娃娃, 收下去吧, 不扔了吗, 留这么一个破东西, 在这儿有什么意义, 李胜心里疑惑, 但也不敢置毁, 行吧, 程明染被送回寿康宫后, 季灵舟就再也没有过问了, 后宫里的这些后妃, 按理来说也应该给太后请安来着, 但是赵云之几次都说要去跟太后请安, 结果太后却谢绝剑客, 现在整个寿康宫的人都不怎么走动, 这种情况大概维持了有七八天的功夫, 直到这日, 白色的出雪静静地覆盖在大地上, 为这个世界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天空中, 雪花如同精灵般飘洒而下, 它们在空中翩翩起舞, 轻轻地落在大地上, 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份宁静与美好, 那些雪花有的像是羽毛般轻柔, 有的像是蝴蝶般翩翩, 它们在空气中交织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地面上出雪如同一张洁白的画布, 让人们可以在上面留下自己的足迹, 工人们踩在上面,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寿康宫, 雪夜, 在那漫长的走廊尽头, 成明染就这样静静地站立着, 她的身影在微弱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柔弱, 她的目光透过冰冷的栏杆, 投向了外面银装素裹的雪景, 这两日, 她似乎又瘦了些, 成明染的脸庞苍白而轻瘦, 青丝长发在夜风中轻轻飘动, 与雪花交织在一起, 仿佛是她内心的哀愁在寒冷中翩翩起舞, 她看着看着, 眼中就不知在何时已经开始闪烁着精明的泪光了, 所有眼泪全部堆积在眼眶里, 却又没能落下来, 整个人楚楚可怜, 若是叫人看见了, 怕也只剩下心疼了吧, 那些雪花在她的视线中缓缓飘落, 成明染轻轻抬手, 雪温柔落在了她的手心上, 顷刻间便融化了, 但是凉凉的触感还是落在了心间, 遍体声寒第九十章, 不敢出现, 季灵舟其实已经来了很久了, 但是没有一个人发现了她, 她安静地站在不远处看着走廊里面的女人, 看她就静静地站在那里, 仿佛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 不知道为什么, 即便是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季灵舟也总是能感觉到, 她身上的哀伤和孤独在走廊上弥漫开来, 她的身影在雪景的映衬下, 变得更加瘦弱和脆弱, 仿佛随时都会消失在风中, 在这个寂静的夜晚, 她就好像与雪景融为一体, 所有的她的哀伤和孤独在雪景中得到了释放和表达, 季灵舟没心轻醋, 她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 身边连个伺候的都没有, 寿康宫里面的人就是这么伺候的吗? 这段日子, 她一直压抑着自己心底嘈杂的情绪, 没有来见她, 甚至不曾过问她的事情就是想着好好冷静一番, 她早已察觉了自己心里不同寻常的感情, 在她面前失控的自己, 连季灵舟自己都觉得很陌生, 所以她以为两个人分开一段时间, 冷静一段时间就能让这种情况有所好转, 但事实证明, 分别的这段日子, 那种倾诉在心底不断蔓延, 甚至越来越浓烈恐怖, 现在她就想看见她, 所以才会在这深更半夜找到她, 没成想过来便看到这幅情景, 季灵舟只觉得心口一疼, 却不知道这疼得又是什么, 她在这里站了有小半个时辰了, 成明然也是一样, 现在下了雪, 晚上就更冷了, 她身子那样单薄, 说是一直站在这儿, 只怕又要着凉了, 季灵舟正想着上前, 但她的脚才刚刚踏出去, 那边就来了人, 娘娘, 外面天气冷, 你已经出来, 也有一段时间了, 太后娘娘方才还在寻你呢, 莫要受了凉, 赶了风寒, 书画过来了, 手里面还捧着披风, 成明然任由着书画给自己将披风穿戴上, 随后才开口解释, 今天下雪了, 所以就出来随便走走, 屋子里面太闷了, 我也想吐口气, 这些日子娘娘又轻受了不守, 太后娘娘看了可是着急坏了, 所以变着花样的让人准备娘娘平日里面爱吃的东西, 现在御膳房的人都将晚膳送来了, 娘娘回去用膳吧, 书画满脸心疼, 成明然轻柔地笑了笑, 哪里瘦了, 明明就胖了, 书画无奈, 好, 娘娘说什么就是什么, 但现在可以回去用晚膳了吗? 我现在还不饿, 而且没什么胃口, 这天都这么晚了, 晚上吃多了对肠胃不好, 让姑姑不用等着我了, 成明然说了一句, 娘娘又是这样, 不过这次太后娘娘可是说了, 要是娘娘今晚不用膳, 她也就不吃了, 书画说道, 成明然看向书画, 我是真的吃不下了, 就想一个人走一走, 去吧你好好跟姑姑说, 就说我下午已经吃过一些了, 好吗? 书画摇了摇头, 不行, 娘娘现在身子本来就弱, 怎么还能不吃饭呢? 走吧, 不要让太后娘娘担心了, 成明然叹了口气, 还真是说不通了, 罢了, 走吧, 成明然也拗不过人家, 索性就先妥协了, 而听到这话的书画, 也终于松了口气, 还好娘娘听劝, 要不然, 她也不知道怎么跟太后娘娘交代了, 纪灵舟看着两人离开, 而她刚刚踏出去的那一步, 也默默收了回来, 自始至终, 她都没有真的出现在成明然面前, 什么时候, 自己也这般顾虑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刚刚她似乎有一点害怕, 害怕自己出现在她面前后, 她又会表现出来跟之前一样的害怕自己, 躲着自己, 甚至是厌恶自己, 看着成明然从自己的视线消失之后, 她才慢慢地从一旁走了出来, 她来到了刚刚成明然站着的位置, 这里什么也没有留下, 但是她才刚刚过来就感觉到了冷, 陛下, 李胜是一直跟着自家陛下的, 她最近又病了, 纪灵舟问了一句, 没听说, 寿康宫不曾请过太医, 想来应该没事吧, 李胜最近也头疼啊, 关于寿康宫, 他也是什么消息都得不到, 纪灵舟听到这话, 脸上露出了不满, 没请太医, 不代表没生病, 明日你让太医去寿康宫看看, 什么时候也这么拐弯抹角了, 是, 这话也只能在心里说说, 要真的说出来, 自己这颗脑袋就保不住了吧, 陛下, 这外边天冷得厉害, 要不还是回宫吧, 李胜说了一句, 这外面这么冷, 陛下是怎么一站就站半个多时辰的, 但是纪灵舟就好像完全感受不到一样, 震计的淑妃的生辰是不是要到了, 李胜听到这话倒是挺意外的, 自家陛下怎么突然记起了淑妃娘娘的生辰, 回陛下, 淑妃娘娘的生辰确实是要到了, 就在半月后初九那日, 李胜回答, 纪灵舟其实记得并不清楚, 只是以往每次成名染生日的时候, 太后都会为其庆生, 所以她在隐隐约约记得是领冬时的生日, 让那个内务府的人操办起来吧, 纪灵舟又说了一句, 李胜彻底猛了, 还要让内务府的人去办吗? 陛下, 以前淑妃娘娘的生辰都是由太后娘娘叫人办的, 这次可需要先问一问太后娘娘的意思, 李胜多了一句嘴, 你叫人问便是, 纪灵舟表面上似乎对这件事情并不上心, 李胜有些心累, 陛下现在也没值钱裹断了呀, 是, 李胜硬下, 淑妃从冷宫出来后就变得格外怕冷, 你去交代一下, 千万不要少了受康公的炭火, 太后如今年纪也大了, 想来也是怕冷的, 你该知道是怎么做, 纪灵舟说, 行吧, 李胜已经开始逐渐麻木了, 陛下关心就关心呗, 怎么还要藏着掖着的, 做这么多, 不让淑妃娘娘知道那还不是白做, 就像刚刚, 她可是看得很真切, 自家陛下在旁边站了那么久, 结果连露面都没赶, 这哪里像以前的陛下呀, 第九十一章, 不办, 操办生辰宴, 太后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都有一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李胜在旁边也是一脸的尴尬, 是, 这也是陛下的意思, 往年都是太后娘娘您操持的, 但是陛下说, 太后娘娘这也才刚回来不久, 也不想着你再度劳累, 所以就让内务府来操持, 李胜放递姿泰说了一句, 太后神色变化莫测, 一时半会儿也没给出什么具体的回应, 李胜在下面等着, 心里也着急得很, 这太后娘娘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们也不知道, 无妨, 今年这生辰宴便不办了, 太后过了好一会儿, 才回答了这么一句话, 不办了, 这怎么能行啊, 陛下好不容易找了个这么个借口, 现在太后娘娘已经不办了, 那岂不是又辜负了陛下的心思, 而且, 如果自己今日不把这事情给处理了, 只怕是回去, 也不好交差吧, 李胜笑容有些僵硬, 面上一片为难之色, 太后娘娘, 淑妃娘娘身份贵重, 这生辰宴自然也不好忽视了, 就让内务府去操办吧, 到时候, 若是有不合心意的地方, 奴才再让人去按照娘娘的心意改就是, 李胜说道, 太后听到这话, 也不急不缓地端起手边的茶盏, 哀家说, 不用办了就不用办了, 冉冉最近心情不太好, 想来也不会愿意见外人的, 之前从冷宫出来后, 他倒是比以前稳重多了, 对于这些事情也就不感兴趣了, 再说了, 现在外面这些人是如何看待冉冉的, 你们难道还不知道吗, 办了这个生辰宴也是讨人闲, 到时候来的人多了他和哀家, 也没那个心思慢慢应付, 所以就不用办了, 到时候, 哀家就在寿康宫陪着他, 简单过了就是, 总而言之, 太后娘娘只是死活不肯松口了, 李胜后面想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要是再说下去, 要是把太后娘娘给惹脑了, 他才是真的完蛋了, 是, 那奴才这就回去告诉陛下, 李胜说道, 没办法, 他已经尽力了, 剩下的只能靠陛下自己去争取了, 李胜很快就离开了寿康宫, 太后身边的嬷嬷这才上前有些疑惑不解地问了一句, 娘娘之前不还说要给淑妃娘娘好好办个生辰宴吗, 如今陛下既然主动提起, 娘娘为什么又推了去, 哎, 家若是答应了, 那岂不是太轻松了些, 皇帝既然是自己在找理由, 那就得多找几个才是, 随随便便就应付了, 未免也太没诚意了, 太后一有所指, 可是娘娘的生辰宴要如何? 难不成真的不办了吗? 嬷嬷问, 冉冉最近一直闷闷不乐的, 哀家原本也想着哄他高兴, 可是到底不用大办, 也不用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到场, 到时候有哀家不就够了, 其余人就算来了也是讨人闲的, 虽说是生辰宴, 但如果真的大办起来, 不说是这后宫里面的嫔妃了, 只怕是外面的那些官家夫人也是逃不掉的, 成敏冉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好去应付那些人, 加上成立现在还在大牢里面呢, 她又有什么心思好好的过生辰呢? 徒增烦恼罢了, 那陛下那边嬷嬷心里面也很担心啊, 耐得住性子才是可靠的, 说就这么一会儿热度, 哀家又怎么信得过呢? 太后说了一句, 嬷嬷叹了口气, 罢了, 太后娘娘心里面有成算便好, 她原先也只是担心, 如果一直这样静着陛下, 陛下屡次碰壁, 只怕是后面就真的不管不问了, 那就听说梅林里面的梅花都开了, 明日你让冉冉去那边替哀家摘几枝梅花, 过来插瓶吧, 太后突然说了一句, 嬷嬷也是伺候太后这么多年的人了, 当即就明白了太后的意思, 是, 雪天露华, 小心线, 太后说完这句话就已经合上了双眼, 整个人慵懒极了, 嬷嬷嬷地从身边退下, 太后向来是有成算的人, 不过这边气氛不错, 但紫辰宫那边吗? 不办, 继灵州听到这话, 眉头都皱在一起了, 李盛在下面也是大汗层层, 她这两面不是人, 还能怎么办呀? 陛下恕罪, 其实奴才觉得太后娘娘说的也挺有道理, 而今淑妃娘娘整日忧思, 不可同往日而语, 这若是真的操办起来, 只怕又会多很多麻烦, 淑妃娘娘现在又哪里有那么多功夫去应付呢? 所以, 太后娘娘这也是为了淑妃娘娘着想, 李盛这是两边的需要找理由, 继灵州脸色难看, 但也是真的找不到话来反驳, 突然间, 李盛也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 她看一下上手的继灵州, 随后小心试探地开口说了一句, 陛下, 有句话, 奴才不知当讲不当讲, 继灵州看向她, 什么话? 陛下恕罪, 一奴才捉见, 淑妃娘娘如今整日思虑过甚, 其大部分原因只怕还是因为程将军, 眼看着生辰也要到了, 若是娘娘能与程将军相聚, 李盛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继灵州就已经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但是, 如今事情还没有完结, 她现在将人放出来, 怕是也有些不妥, 继承安还有多久能到京城, 继灵州问了一句, 前些日子便说只差个七八日了, 但是昨天又传来消息, 说是因着大雪的缘故, 路上遭遇大雪封路, 所以会耽误几天, 这算起来, 应该还需要三五天吧, 李盛回答, 时时刻刻关注着继承安的动向, 确保其没有私入京城, 继灵州说道, 是, 李盛答了一句那陛下, 成将军那边, 李盛现在还挂念着呢, 这事先容正好好想一想再说吧, 继灵州到底是没有马上下结论, 毕竟这样的事情又有谁说的清楚了呢, 李盛无奈, 不过他该说的也已经说了, 其他的都看陛下自己吧, 他虽然跟了自家陛下这么多年, 但若是谈起完全把控继灵州的心思, 也是绝无可能的, 尤其是这段日子里, 他总觉得陛下好像是变了一个人, 而且变得还挺多的, 第九十二章, 梅林相见, 次日, 雪花如细碎的银粉, 纷纷扬扬地洒落在孤寂的梅林之中, 银庄素果的梅园里, 一株株傲鼓的梅花在风雪中怒放, 绽放出别样的韵味, 在这一眼望去, 全是雪白的地方, 承明染身着绿色的长裙, 独自在梅林中穿梭徘徊, 身边甚至连一个工人都没有, 他的裙摆随着步履轻舞, 仿佛在雪地上绘出了一幅飘逸的图画, 不过梅林里面的他依旧和往日一样, 神色忧愁, 那双眼睛就如同梅花上的露珠, 晶莹剔透, 却透着一丝难以言说的哀愁, 纪灵舟也是下朝后才听说, 今日承明染来到了这梅林替太后摘梅花的, 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思作祟, 他下朝后就直接赶了过来, 承明染的身子单薄柔弱, 仿佛一片轻盈的雪花, 随时可能被风带走, 他没有上前, 只是站在不远处的地方, 如同昨日一样看着眼前的女人, 承明染不知挑选了多久, 最后终于站定, 他伸出纤细的手指, 轻轻地折下了一只梅花枝, 梅花枝上的雪被抖落, 最上面的梅花在他的手中颤抖着, 雪花继续飘落, 落在承明染的发梢, 梅梢也落在他手中的梅花上, 他静静地站在雪中, 仿佛于整个世界都融为一体, 承明染手里面拿着梅枝, 继续往前走, 而身后的纪灵舟的思绪, 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就已经飘远了, 他记得前世承明染离开后, 他便总是能看见, 承明染穿着一身绿色的长裙, 在雪地里面打闹, 在一片白色雪景里, 他总是格外引人注目, 连同这枯燥单调的冬日雪景, 也因为他的出现, 而增添了一抹生机, 他总是扭头对自己笑着, 寒冷的冬日里, 他的脸上, 就好像天上的小太阳一样, 总是让人暖哄哄的, 纪灵舟不自觉地上前跟着他, 承明染不知道是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还是在这里挑选梅花挑选得太认真了, 所以根本没发现身后多了人, 终于, 他看见了一只开得特别娇艳的梅花, 不过这树枝有些高了, 承明染点起脚尖勉强可以触碰到, 但是想要折下来, 还是不简单, 承明染叹了口气, 努力地伸长自己的手, 可是这下雪天地上本来就滑, 脚下一滑, 承明染心口一紧, 整个人都往后倒了去, 他闭上眼睛, 已经做好了摔到地上去的准备, 这冬天里雪挺厚的, 想来摔下去也不会有多疼, 不过预料中的触感并没有到来, 他这感觉自己好像被一阵暖气折盖, 随后就有人搂住了自己, 承明染睁开眼睛, 一眼就看见自己身后的纪灵舟, 他的心漏跳一拍, 随后赶紧起身, 但是纪灵舟却没有将人松开, 他动弹不得,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身边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 要是刚刚朕没有过来, 你怕是得摔到地上去, 纪灵舟扶着人站好, 承明染刚想要往后退, 拉开距离, 结果纪灵舟那双大手, 一直揽着他的腰, 不让人从自己的怀里逃开, 陛下, 承明染小小地挣扎着, 朕这是能吃了你吗, 就这么迫不及待地, 想要脱离朕的身边, 这地上虽然都是雪, 但底下全部都是石子, 你要是摔下去, 可不见得好手, 纪灵舟说道, 是臣妾太过貌势, 冲撞了陛下, 陛下教训的事, 承明染还琢磨着想, 把人给推开, 纪灵舟听到这话, 眉心紧促, 朕什么时候教训你了, 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曲解朕的意思, 纪灵舟说了一句, 承明染不接话, 纪灵舟将人松开, 承明染得到喘息, 赶紧往后退了两步, 纪灵舟一张脸更黑了,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 想要逃离吗, 是臣妾的错, 他早就懒得争辩这些问题了, 现在纪灵舟说什么就是什么, 纪灵舟, 算了, 他忍,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纪灵舟问, 臣妾来替太后娘娘折两枝梅花回去, 承明染也是一问一答, 多得半句废话都没有, 身边伺候的人呢, 纪灵舟又问, 随后视线又落在他身上, 你怎么穿得这么单薄就出来了, 之前不是说怕冷吗, 刚刚出来忘了, 身边的人已经回去替臣妾取了衣物和汤婆子来了, 承明染回答, 但是纪灵舟还是不满意, 索性直接将自己身上的斗篷取下来要为他劈上, 可是他才刚往前走了一步, 承明染就下意识地往后躲开了三步, 纪灵舟脚步一顿, 承明染似乎并不觉得自己刚刚的动作有什么不妥, 他一直低着头, 瞧着乖顺极了, 但是纪灵舟, 有必要这么躲着阵吗? 他问了一句, 承明染没有回答, 毕竟他们上一次已经为了这个事情争论过, 现在他不想继续装了, 纪灵舟再一次上前, 就在承明染还想要继续退的时候, 他直接将人拉到了怀里, 陛下, 承明染语气里面出现一抹恐慌, 纪灵舟将身上的斗篷披在了他身上, 自己的身体是怎么回事, 还不知道吗? 外面这么冷, 要是又受了风寒怎么办? 承明染张了张嘴, 但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又听见纪灵舟说道, 这种事情本来也不应该你亲自做的, 交给下面的人不行吗? 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 臣妾能做自然是不该推辞的 承明染就已经挣扎地从他的怀里出来了, 怀里一空, 纪灵舟眼里闪过一抹失望, 但很快就调整了过来, 陪朕一起走走吧, 纪灵舟主动开口说了一句, 但是很可惜, 承明染几乎连想都没想, 直接就说了一句, 回陛下, 太后娘娘还等着臣妾, 所以臣妾就不陪陛下了, 这会儿刚一说完, 承明染就准备离开, 可还没等他, 转身就又听见纪灵舟说了一句, 关于你父亲的事情, 第九十三章, 泡茶, 承明染刚刚迈出去的脚步瞬间停住了, 同时心里一凉, 他又要用自己的父亲来威胁自己吗? 纪灵舟看着他停下的脚步, 慢慢向前走到他的身边, 陪朕走一会儿, 有时间吗? 他又重新问了一遍, 承明染谋色暗淡, 他很清楚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 能陪陛下赏眉是臣妾的荣幸, 承明染改口, 纪灵舟眉心微醋, 他的情绪怎么又突然低落起来了, 甚至还比不上刚刚的样子, 谈到他父亲, 他不应该是期待的吗? 纪灵舟当然不会想到, 现在在承明染的心里, 自己的父亲不过是成为了他去威胁自己的弱点罢了, 他刚刚说那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 只是单纯地觉得, 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产生些兴趣陪自己走走, 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 纪灵舟倒是挺直接的, 承明染只当他又是在讽刺自己, 所以接了一句陛下执意, 那臣妾自然是没有资格不愿意的, 这话怎么听起来奇奇怪怪的? 不过纪灵舟只当他现在是心情不好, 所以没有过多计较, 正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下雪天, 纪灵舟这算不算是没话找话, 承明染对这样的事情已经没了兴趣, 可是又不得不应付, 臣妾小时候喜欢的不是下雪天, 纪灵舟, 可你幼时不是最喜欢在雪地里面玩, 纪灵舟非常确定自己没有记错, 以前的承明染确实很喜欢在雪天的时候来找自己陪他闹, 承明染闽唇不语, 似乎没有打算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纪灵舟或许也是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劲, 所以绕开了这个话题, 你就没有想跟朕说的吗? 陛下曾经说过, 不得妄自揣夺圣心, 非为告为之妄, 妄则非信也。 承明染现在最喜欢的, 就是用以前纪灵舟说过的那些话, 就赌他现在说的这些话。 主事, 这句话的意思是, 如果不是皇帝主动询问, 却擅自向他报告, 这就叫做轻妄举止, 轻妄举止则不符合为臣之道。 因此, 臣子应该谨慎言行, 不要轻率地主动向皇帝提出问题, 以免触犯龙言。 纪灵舟已经被噎了很多次了, 承明染现在怎么这么伶牙俐齿, 你现在倒是记得挺清楚的。 纪灵舟说了一句, 场面一度尴尬, 李生更在后面都替着两人着急的厉害。 这都在聊些什么呢? 像这么聊下去, 那什么时候能聊到正题上? 纪灵舟刚刚明明还提起了承明染父亲的事情, 但是现在却没有丝毫要开口说起这件事情的意思。 承明染也是因为他说起这个才留下来的, 现在一直没听见纪灵舟进入正题, 心里面也有一丝无奈, 但也谈不上着急。 毕竟纪灵舟刚刚故意提起, 说不定也只是为了让自己留下来。 至于其他方面的事情, 也不可能因为自己的几句话而改变什么。 所以他现在既然不主动提起, 那自己也没有必要说些什么。 总归自己父亲在他眼里, 现在也不过只是一件可以拿捏自己的弱点罢了。 纪灵舟大概能够猜到承明染的心思, 不过今日他听说承明染来了这梅林后, 就马上赶过来了。 除了下意识的决定之外, 昨日李胜对自己说的那些话, 他其实也有认真地考虑过。 虽然刚刚承明染离开时, 自己说这话确实是为了将人留下来, 但也不全然是这样, 他今日来也是想跟他好好谈谈。 你以前最喜欢煮茶了, 这也好久没喝过你泡的茶了, 今日刚好有时间不如试一试。 纪灵舟这会儿可不是什么询问的语气。 承明染也知道自己今日是走不掉了, 这多一试不如少一试, 他也就没有反驳些什么。 李胜, 去拿了茶具来。 纪灵舟马上开始吩咐, 李胜听到这话赶紧就去将这温杯煮茶的工具 全部都拿了过来。 在梅林深处, 一座由金丝南木雕刻而成的精致小亭内, 纪灵舟和承明染相断坐。 承明染一身青色的长裙铺成开来, 他面容轻粒, 气质如蓝, 静静地凝视着眼前的纷飞雪花, 神色中透露出一种淡然的疏离。 他的眼眸深邃, 仿佛藏着无尽的秘密, 让人难以窥探。 而纪灵舟则是身着黑金色龙袍, 身姿挺拔, 面容俊逸, 在这雪天里也给人一种清冷孤傲的感觉。 他的目光同样落在纷飞的雪花上, 他也好久没有这样安静地坐下, 看过雪景了。 明明两人完全不一样, 如今坐在一起也是心思隔应, 可是却又能在这雪梅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和谐。 两人之间放着一套精致的茶具, 茶具上雕刻着梅花图案, 显得古朴而高雅。 成明染正在用雪煮梅花茶, 曾经这也算是成明染在这个寒冬里最为雅致的消遣。 成明染轻轻地拿起茶壶, 他优雅地坐在雪亭之中, 动作如同轻舞飞扬的雪花, 灵动而从容。 茶壶那是用细腻的雪瓷制成的,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应景, 上面也会着精致的梅花图案, 洁白无瑕。 到时候, 眼前的情景相得一张了。 身边是刚刚从梅花树上摘下的几朵含苞带放的梅花, 他们的花瓣娇嫩欲滴, 透着一股清香成明染将这些梅花小心翼翼地放入雌壶中。 接着, 他轻身向前将提前准备好的白雪轻柔地洒入雌壶中。 烹雪煮茶也算是难得的兴致了, 白雪与梅花相互映衬, 更显得清新脱俗。 成明染轻轻地倾斜雌壶将雪水与梅花混合在一起, 他的手法熟练而优雅, 仿佛是在演奏一曲无声的乐章。 随着他的动作, 一股淡淡的梅花香气渐渐弥漫开来, 让人心旷神疑。 最后, 他慢慢地将茶水倒入两只精致的茶杯中, 那茶水清澈透亮散发出迷人的香气。 成明染端起其中一杯, 轻轻地吹了吹热气。 整个过程中, 他的动作流畅而自然, 仿佛是在跳着一支优雅的舞蹈。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韵味和美感, 让人不禁为之陶醉。 滚烫的血水倒入茶杯中, 梅花茶的香气随之飘散开来。 在这整个过程中, 纪灵周都一直静静地注视着他, 在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情况下, 他的目光中透露出一丝温柔和欣赏。 第九十四章, 纪灵周无措。 纪灵周一直都知道成明染喜欢泡茶, 以前他也总是会主动替自己泡茶, 可是自己从来没有什么耐心去慢慢欣赏。 成明染将一杯茶放到他面前, 陛下请用茶。 纪灵周端起自己的茶杯, 他清秀着梅花的香气, 随后才开始慢慢地品尝着这一杯梅花茶。 茶香中夹杂着梅花的清香和雪的寒冷, 让人的心灵得到了一种独特的抚慰。 李胜就在旁边瞧着这一幕, 在这个梅林深处的小亭里, 两人相断坐, 他们的世界仿佛被雪和梅花包围着, 与外界隔绝开来, 同时也隔绝了所有的喧嚣。 两人倒是难得地享受着此刻的宁静与和谐。 什么时候喜欢上这样的事情的? 承敏染的回答非常敷衍, 纪灵周也从他的语气里面听出了不耐, 这种感觉还挺奇特的, 毕竟以前从来没有人敢在自己面前这样说话。 但罕见的是, 纪灵周并不觉得生气, 反倒顺着他的话继续往下问, 朕记得你以前最喜欢倒腾这些了, 还没入宫之前就喜欢。 承敏染听到这话也不知道想到什么, 或许是不打算憋着了吧, 所以直接就反问一句, 在陛下眼里, 是不是所有臣妾做过的事情都能称之为喜欢? 纪灵周听到这个问题一时间愣住了, 什么? 陛下从今日见到臣妾就不知说了多少个臣妾喜欢什么, 可是陛下是从哪里判断出臣妾喜欢呢? 无论是这雪景还是梅花, 又或者是煮茶, 陛下是怎么看出来臣妾最喜欢这些的? 承敏染最近也不装了, 所以说话都比以前犀利很多。 纪灵周一时间竟说不出所以然出来, 经常做的除了喜欢还能是什么, 他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说不出一句话来。 承敏染原本也就没抱太大期望, 但是他只是觉得憋屈, 喜欢雪景,也不喜欢煮茶。 承敏染说得很直白, 纪灵周若是在以前听到这些话多半是要生气的, 毕竟还没有人敢这样拆他台, 甚至语气还这么生硬。 他放在身侧的手微微钻紧, 但没让人发现。 臣妾以前喜欢下雪, 是因为陛下每每冬日下雪时基本都会留在宫中, 也只有在那个时候臣妾才是见陛下最多的时候。 小时候, 只有下雪天陛下才会在没有公务的时候好好休整, 也只有在那个时候, 臣妾才能找更多的借口让你陪着臣妾。 臣妾之所以喜欢下雪天在外面玩也是因为臣妾知道 姑姑会让你陪着臣妾玩雪, 陪着臣妾堆雪人打雪仗。 因为姑姑知道你曾经是最喜欢下雪天的。 承敏染说道, 纪灵周听到这话身子一顿, 她确实很喜欢下雪天, 但那也是曾经了。 小的时候, 她身子算不上好, 而且特别怕冷, 每到冬天就很容易受凉。 所以为了她的身子着想, 太后到了冬日总是会多照顾和关心她几分, 甚至会将她从皇子殿的居所接到身边来亲自照料。 每到下雪的时候, 太后也会带着她一起出去堆雪人, 哪怕只是让自己简单参与, 可她依旧心满意足。 也是那个时候, 纪灵周才会觉得自己也是有人在乎的。 所以她喜欢冬天, 更喜欢下雪天, 但是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 加上她的身子也慢慢好转起来, 太后不再和之前一样, 她也不再跟之前一样了。 这个冬季又好像恢复了以往的样子, 冷冷清清, 直到承敏染的出现, 姑姑知道你喜欢雪天, 所以才会让你陪着臣妾玩。 而当时臣妾也很乐意, 因为臣妾喜欢你, 你也很难得地能陪着臣妾闹。 所以, 即便臣妾很怕冷, 但臣妾依旧会装作很开心的样子。 承敏染继续往后说道, 太后知道纪灵周喜欢, 但由于身份的关系, 所以才会以这样的方式让承敏染陪着她。 同样, 承敏染又很想纪灵周陪着自己, 所以才会在雪天那么去闹腾她。 原因竟是如此吗? 纪灵周也说不出自己心头是什么滋味, 只觉得有些疼。 臣妾也不喜欢烹雪煮茶。 陛下可知道, 除了臣妾, 还有谁是最喜欢做这样的事情的吗? 承敏染突然抛出一个问题, 纪灵周也马上就想到了, 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太后。 姑姑最擅长茶艺了, 陛下以前特别挑剔, 但偏偏钟爱姑姑亲手泡的茶。 以往每次冬日, 你都会在寿康中尝住, 最喜欢的便是姑姑用雪烹制的梅花茶。 臣妾当时年岁小, 但也得知陛下喜欢, 所以就缠着姑姑学了这门手艺。 只是很可惜, 陛下似乎从来都没有认真地看过臣妾烹茶, 也从来没有细细品味过臣妾泡的茶。 承敏染继续说道, 纪灵周的心此刻, 就好像被一把钝刀慢慢地割裂开来。 承敏染说的这番话几乎让她无地自容, 她真的不知道这些。 还是上面说到的, 她小的时候身体不好, 所以冬日里面就被太后接到了寿康宫亲自照料。 那个时候, 太后经常会为自己煮茶, 而自己也养成了习惯。 但是她从来都不知道, 承敏染的这些喜欢其实全部都是因为自己。 她抬头看向承敏染, 你以前从未跟朕说过这些。 她其实已经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表达了。 承敏染眼眶酸涩, 因为臣妾知道陛下喜欢这些, 但却厌恶做这些事情的人。 周遭的空气瞬间寂静下来, 纪灵周秀跑里的手微微颤抖。 一个人喜欢的事情, 会因为讨厌一个人而彻底地遗忘掉吗? 这是臣妾之前一直都在想的问题, 现在终于找到了答案。 陛下亲自证明了这是真的。 承敏染说道, 不是, 纪灵周下意识地否认, 可是否认过后又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 纪灵周第一次觉得有些无措, 她现在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 第95章, 离开就真的安宁了吗? 承敏染知道自己说这些话会不合适, 可是她就是忍不住。 自从上次两人摊开说了这些之后, 她好像就真的不在意她怎么想了。 陛下刚刚叫住臣妾, 说是有关于臣妾父亲的事情, 不知陛下又想说什么。 承敏染已经没有功夫继续耗下去了, 所以问得很直接。 纪灵周将她的态度转变看得很明确, 现在这样的承敏染真的让她觉得很陌生。 她好像真的失去了什么东西, 而且是对自己而言很重要的东西。 是不是只有在这样的事情上, 你才能好好跟朕说话? 纪灵周直接就问了一句, 承敏染连头都不想抬, 陛下明明就知道, 除了父亲, 臣妾现在已经别无所求了。 你就不怕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惹怒了朕, 然后针对你的父亲做些什么? 纪灵周语气平淡, 承敏染听到这话心口一跳, 但依旧强装镇定。 陛下想做什么都可以。 你是一国之君, 臣妾自然是无力阻拦的。 毕竟陛下难不成会因为臣妾放过承家吗? 承敏染终于认真地看向了纪灵周。 纪灵周盯着面前这个女人的眼睛。 你这是在怪朕吗? 怪朕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承家下手。 陛下心里一直很清楚, 承家是否真的有罪。 陛下为什么会这么做, 还需要臣妾来说个明白吗? 承敏染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了。 纪灵周不可否认, 可是她又何尝没有自己的想法。 既然如此, 那你就应该很清楚, 只要朕不想放过的人, 那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纪灵周紧紧盯着面前的女人承敏染 当然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 陛下又为什么会突然将臣妾从冷宫放出来? 又为什么会突然把太后从行宫接出来? 甚至为什么会在之前朝臣状告臣妾父亲的时候, 压下此事置之不理呢? 承敏染索性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捅出来。 纪灵周低头看下了面前的水杯。 你刚刚已经见过被煮飞的水了。 承敏染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她这句话的意思。 陛下想要和臣妾说什么? 承敏染问得很直接。 血化成水的过程并不是很难, 但是一整碗干净的血却不可能化作一整碗的水。 而倒进茶壶里的水原本也好好的, 但因为经过小火煮开后就开始沸腾不止。 原本一壶就能装下的水不断往上冒出。 纪灵周又在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 承敏染还是没太明白。 朕这么做没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羊汤止飞。 釜底抽薪这句话, 你应该明白才对。 纪灵周继续说了一句, 承敏染微微皱眉, 但是纪灵周已经没有了要继续解释的意思了。 你想要离开这儿, 也想离开镇。 然后呢? 你有打算如何? 直接永远地离开京城, 去过你所谓的平淡生活吗? 纪灵周开始主动问了起来, 这样不好吗? 朝堂纷争, 后宫诡诀, 比起这样连自己怎么死, 什么时候死都不一定知道的地方, 离开不好吗? 民间平平淡淡的, 虽说没有荣华富贵, 但到底一家人平平安安。 承敏染又回答一句, 但是纪灵周却笑了起来, 陛下笑什么? 承敏染有些不太理解, 笑你太天真, 你以为走了就没事了吗? 纪灵周说道, 陛下什么意思? 只要陛下不再故意为难, 臣妾和爹爹隐姓埋名, 自然不会有事。 承敏染不以为意, 纪灵周唇角轻钩, 你想得倒是挺简单的, 在宫里面待了这么久, 难道就没什么长进吗? 承敏染眉头紧锁, 陛下到底想要说什么? 承敏染, 纪灵周再一次叫起了他的全名, 两人目光相遇, 下一刻他就听见纪灵周又说了一句,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平淡, 入了局这一辈子就只能成为局中之人, 你居然还在妄想着去过什么平淡的日子。 承敏染还没来得及说话, 纪灵周就自顾自的又往下说了去, 你知道为什么正这么久以来, 都没能真的定了你父亲的罪名吗? 承敏染听到这话微微一愣, 他其实也知道一些, 但是这和刚刚他们说的有什么关联吗? 你父亲身为武将, 常年来征战沙场, 在武将鸡威以身, 不光是朝堂还是百姓, 都有不少人拥护于他, 这样的一个人, 从来不是靠着一块兵符或者一个官职, 让人信服与听从的。 所以, 即便他不在朝堂, 也不可能真的脱离于朝堂, 纪灵周别把事情直接摊开了讲。 承敏染确实是没想过这一点, 毕竟朝堂之事从来与他无关, 承家军营这些年来虽说效忠于朝廷, 但这么久幸福的也只有你父亲一人, 要不然后面又怎能不听从新的编排? 朝中这么多人, 无一人能收服承家军, 在他们心里唯一认的人只有你父亲。 你说, 就算你父亲真的离开了朝堂, 但有朝一日只要他想回来, 这些人又会听谁的? 你心里面很清楚, 那你既然清楚就该知道, 这样的一个存在又是否会成为危险? 即便朕信任了你父亲的忠心, 可旁人哪? 你父亲确实有不少拥戴者, 下马的人还少了吗? 承家这些年在朝堂上呼风唤雨, 有多少人恨不得取而代之? 大厦将清, 落井下石之人难道还会少了? 你以为他离开朝堂就没事了吗? 他的存在从来不只是对朕一个人有威胁, 尤其是一些武将, 这么多年来了就等得出头呢? 现在机会来了, 他们又会轻易放过吗? 若你父亲真的辞光回乡, 就真的干净了吗? 就真的相安无事了吗? 无权无事的白身, 他能敌得过朝廷里的这些权贵吗? 即便不是阴沟里屎绊子, 那明面上的针对甚至是光明正大的刺杀, 你能应对吗? 你父亲能应对吗? 还是太后能应对? 纪灵舟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 承明染听到这些话后也终于安静了下来, 不再继续反驳。 第九十六章, 命运还是要交到别人手里, 纪灵舟看着面前低着头的小女人, 朕的话是不是危言耸听, 你应该很明白。 你说你想走? 好啊, 那你能确保你们真的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吗? 承明染, 那你就该知道, 这些人都是些狼柴火爆, 比起留下些隐患, 更多的人会选择斩草除根。 羊汤纸沸和釜底抽薪本来就是两个概念, 比起当前的问题, 更多的人喜欢解决根本问题。 纪灵舟将手边的茶道到了, 还煮着茶的小火上, 火瞬间熄灭, 同时也发出了一些吱吱的声音。 很多人说朝廷就是一盘大的棋局, 在这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当做棋子给吃了, 但是很多人却忘了, 之所以这里这么危险的原因,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想往上爬, 尤其是最忠心的权利。 那为什么明明这么危险, 却还有人想来呢? 因为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安全啊。 纪灵舟将茶杯倒扣在手边, 承明染看着他的动作沉默不语, 你向往那样平平淡淡, 普普通通的生活, 因为那些人从来不用在意这些纷争。 可是还有一点你需要清楚的知道, 若有一天普通人卷进纷争, 他们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上位者想要解决下面的甚至用不上自己亲自动手。 纪灵舟语气平淡地说道, 承明染咽了咽口水, 他看着刚刚沸腾的茶汤, 惊又变得平静起来, 心里五味杂陈, 你说你想走, 但你想好了前面是什么样的路吗? 又或者有几条路, 若是走不通了呢? 又要退下来吗? 若是退下来, 你有退路吗? 纪灵舟似乎觉得还不够, 所以一直都在说, 承明染也终于开口了, 陛下跟我说, 这些是在提醒臣妾永远也没有办法再逃离这样的圈子吗? 还是在告诉臣妾, 泥潭里面的人无论怎么挣扎, 也绝对不可能完整上案。 纪灵舟看着他脸上的落寞, 心里也觉得抽疼, 无论你怎么想都可以, 可是朕说的这些都是事实, 到底是不是危言耸听, 你自己心里也有判断。 不是吗? 那陛下让臣妾怎么办? 妥协吗? 就这样认命吗? 承明染质问, 你为什么总是想着逃避呢? 纪灵舟叹了一口气, 这又是什么意思? 承明染没说话, 比起被迫妥协, 被动和主动一直都是两个概念, 纪灵舟告诉承明染, 除了你刚刚说的那种自由, 还有一种人也是最自由的。 纪灵舟说道, 承明染似乎也很想知道答案, 纪灵舟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回答着, 还有一种人不被束缚, 因为没有人敢, 所有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所有的权力都尽在他手, 所以不管他做什么都没人敢智慧。 纪灵舟道, 承明染的眸子又落寞了起来, 纪灵舟看到了他的神情变化, 所以马上又说了一句, 现在的你就可以做到, 他能做到。 纪灵舟看出了承明染的疑惑, 所以回答了一句, 只要你好好的留在皇宫, 好好的待在朕的身边, 朕可以保你平安, 保承家平安。 纪灵舟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最终目的, 当能说了那么多, 最后也只是为了这样一件事吗? 承明染没忍住笑了出来, 但这个笑容怎么看怎么凄凉。 所以, 这不也是将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吗? 陛下现在说臣妾留下, 就可以保臣妾和承家平安。 那后面陛下若是不想了, 也不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吗? 承明染满脸自嘲, 到头来还不是要倚仗着别人。 纪灵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但是, 我没有要强迫你做选择, 也不是在威胁, 只是跟你分清楚利弊, 并且建议你做出适当的选择和判断罢了。 你若是不听, 朕也不能强求你听从。 纪灵舟说道, 承明染心里只觉得好笑, 他之所以这样说, 还不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为什么自己总是会受制于人呢? 在这个世界里, 从来都是为尊者掌权, 从来都是权力至上。 至于其他的人, 若是没有权力在手, 连选择得余地都没有, 又何谈什么公平不公平呢? 自己命运都做不了主的人, 他又有什么余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呢? 承明染不禁犯起了苦涩, 他是不是太没用了? 陛下今天就是想和臣妾说这些事情吗? 承明染语气比刚刚淡然了很多, 纪灵舟可以很敏锐地感受到他情绪低落, 有些话在嗓子眼怎么也说不出来。 他好几度想要开口, 可却不知道怎么说, 最后所有的话也就归于聊聊一句, 你, 有些改变不了的事情想得再多也只是徒增烦恼, 所以没必要纠结。 陛下今日说了这么多, 现在又告诉臣妾没必要多想, 那陛下又为什么要说呢? 承明染问他, 纪灵舟一梗, 承明染现在已经没有了性质了, 他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臣妾已经出来多时了, 要是再不回去之后, 姑姑要担心了, 所以臣妾先行告退。 话音刚落, 承明染就准备走。 不过在路过纪灵舟身侧的时候, 纪灵舟却直接拉住了他的胳膊。 承明染侧头看向他, 纪灵舟起身, 你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朕送你回去。 他说了一句, 不必劳烦陛下, 臣妾也受不起。 承明染想要走, 可是纪灵舟依旧没有松手, 朕说要送你回去, 走吧。 与爸, 他就很自然地牵起了承明染的手, 承明染也挣扎地想要躲开, 可是他的那点力气根本不够。 陛下, 承明染加重了自己的声音, 纪灵舟眼神一暗, 随后承明染就把自己的手, 从他哪里解救了出来。 陛下向来不喜欢被人触碰, 臣妾可以自己走。 他还是这么地抗拒。 纪灵舟侯节微动, 那双手似乎变得无措起来, 但最后也只是自己默默地握紧, 当作一切事情没有发生。 第97章, 搬出寿康宫吧。 两人一起离开了梅林, 不过在大家都没发现的角落, 穿着一袭天蓝色宫装的云冲仪, 将所有的一切收入囊中。 他原本也是听人说陛下来了此处, 所以才眼巴巴地跟过来。 结果没想到一来就看见, 这两人坐在亭子里烹雪煮茶, 如此和谐之景象, 着实有些刺眼。 自从上次冬日宴被罚, 他这心里就一直不舒坦。 若不是因为承明染这个贱人, 他又怎么会遭那些罪? 原本他才应该是陛下最宠爱的人, 结果这承明染刚一出冷宫, 就把陛下的活给勾走了, 这让他如何能服气? 自己的爹爹好歹也是 历过不少战功的大将军, 但就是因为承明染的父亲 处处压了自己爹爹一头, 爹爹包括他们云家早就应该出头了。 前些日子好不容易等到承家倒台, 爹爹也开始受到陛下重用。 且陛下看在人家的面子上 对自己也多了几分荣宠, 但谁知道承明染又突然从冷宫出来了。 今天他算是看明白, 只要有承明染这个狐妹子在, 那自己就别想出头了。 还有云家, 云家凭什么永远要趋于承家之下? 他不服。 承明染, 你能勾引的来陛下就是因为 你用了这欲擒故纵的把戏吗?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有多金贵? 居然能让陛下来哄着你? 云冲仪狠狠地折断了手边的梅芝。 身后的人跟着也不敢多说什么, 毕竟这都是主子的事情, 他们身为奴才自然是没有资格去智慧。 而走远的承明染和纪灵舟两人中间隔着的位置, 都能再占下一个人了。 这气氛莫名诡异, 毕竟谁也不说话, 瞧着都让人尴尬。 李胜一直跟在后面, 都不知道叹了多少口气了。 陛下和淑妃娘娘这两人闹别扭, 要闹到什么时候? 不对, 现在应该不能说是闹别扭了, 只能说单方面生气。 陛下现在这态度挺明显的, 他就是想要跟淑妃娘娘和好啊。 但是淑妃娘娘, 怎么回事? 这要是换做以前, 可不得高兴坏了。 但是现在嘛, 连说话都总是家强带棒的, 实在是不可罔日而语。 但说到底主子吵架, 最后受罪的还是他们这些奴才。 这几天陛下心情也不好, 不管遇到个什么都冷着一张脸, 身边伺候的人直接把脑袋拴裤腰带上了, 指不定哪天就没了。 对了, 纪灵舟突然开口说了一句,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就被吸引了来。 之前去做的东西呢? 把它拿过来吧。 纪灵舟头都没有回一下。 李盛懵了一瞬,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陛下就让他们去做过一次东西。 他现在听到这话赶紧答应下来, 然后叫人去去。 承明然似乎不是很感兴趣, 所以连问都没问一句。 这些日子可要一直住在寿康宫。 纪灵舟终于找到话题了, 臣妾一个人也觉得冷清, 姑姑现在刚好也需要人陪着, 所以臣妾会一直住在寿康宫。 承明然主打一个她问什么, 自己打什么就是。 朕听说这些日子太后对你的事情挺伤心的, 不管是什么都亲力亲为。 纪灵舟又接着说了一句, 姑姑心疼臣妾, 所以就操心了一些。 承明然回答, 太后年纪大了, 实在是不宜操劳, 而且她才刚刚回来, 你倒是也不应该一直叨扰着。 你若一直在寿康宫住着, 太后只怕也不好休息, 所以不如搬回去。 这样也是让太后省心了些。 纪灵舟总算是进入正题。 承明然听到这话脚步一顿, 这话听起来让人有些不舒服, 说的好像是因为自己, 所以才让太后娘娘过于担心操劳了似的。 但是这话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姑姑确实为了自己的事情太过于劳累了。 臣妾知道了, 承明然没有明说, 纪灵舟的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 只要不在太后这里住着, 她自然就有更多机会过来了。 不过, 太后心疼和担心你, 只怕不会让你轻易搬离了去。 纪灵舟又说了一句, 臣妾自会去说, 此事就不劳陛下费心了。 承明然暂时还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只是纪灵舟的心里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开始高兴了起来, 这就对了。 就在两人说完这些话的时候, 李胜也终于赶了过来, 他手里面还拿着一个小匣子, 承明然也看见了。 这原本应该是你的东西。 纪灵舟说了一句, 但是承明然却犯了迷糊, 他还有什么东西是留在纪灵舟那里的吗? 纪灵舟从李胜手里面拿过这个匣子, 随后在承明然的目光下轻轻打开, 等看清楚里面的东西之后, 承明然微微愣住了。 这, 匣子里面装的是一个很精致的陶瓷娃娃, 跟上次被打碎的那个义母一样, 照着你原来那个做的, 应该是没有差别的。 纪灵舟说了一句, 只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语气里面藏着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紧张。 他, 会接受吗? 承明然看着这个崭新且非常精致的陶瓷娃娃, 眼里情绪复杂, 最后不禁露出了一个有些苦涩的笑意。 之前臣妾的那个陶瓷娃娃已经放了许久了, 颜色也暗淡了许多, 所以看起来陈旧。 但是陛下现在手里面拿着的这个陶瓷娃娃精致干净, 新的和旧的又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 就好像原来的和现在的又怎么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呢? 承明然将这个匣子合上。 纪灵舟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心口猛的一抽, 明明只是一句话而已, 但为什么总觉得那么锋利呢? 他拿着箱子的手收回来也不是, 递给他也不是, 什么时候轮到他进退两难了?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那也会是一模一样的情感吗? 不会。 纪灵舟没有将这个答案说出来, 但是眼中的神色却黯淡了许多。 前面就是寿康公了, 多谢陛下送臣妾回来, 太后娘娘想必也等了臣妾许久了, 所以臣妾就先走了。 与爸, 承明然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 然后退下。 第98章, 所有的花本就该绚烂。 纪灵舟在他转身的时候张了张嘴, 似乎是想要把人挽留下来, 可是话到嘴边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看着承明然慢慢远去的背影, 不知在什么时候, 自己见到他背影的次数慢慢多了起来。 以前他总是站在某个地方等着自己过去, 或者一次次地朝着自己走过来。 但是现在, 陛下, 李胜试探性地唤了一句, 纪灵舟也回过神来, 他看着手里面这个盒子拿回去放着。 他说了一句, 李胜从他手中接过这个小匣子。 是, 连衣宫有人打扫吗? 纪灵舟多问了一句, 不过神情看起来比刚才要淡很多。 自家陛下现在心情不好, 所以回答也不敢含糊, 连衣宫每日都有人专门打扫。 陛下若是不放心, 那等奴才才回去后就亲自监督着他们打扫一遍。 纪灵舟恩了一声, 其他的倒是什么都没说, 至于回到了寿康宫的承明然, 也是第一时间就去找到了太后。 太后见着承明然时, 那张脸瞬间就笑开了花, 可算是回来了, 然然今日可是去了好一会儿。 让姑姑久等了, 这是我替你折的梅花, 姑姑可要自己修剪修剪。 纪灵舟的事情。 太后轻轻一笑, 你跟我一起剪。 说完, 马上人就有人拿了剪刀和瓶子过来。 承明然也没有推辞, 太后拉着她在自己身边坐下。 你身上这件披风是陛下的吧? 太后慢悠悠地开口。 也正是太后这句话, 承明然咋突然想起自己身上还穿着纪灵舟刚刚为自己披上的披风? 她有些尴尬, 随后动手就要把身上的披风给解下来。 旁边的宫女见了你赶紧上前帮忙。 刚刚在梅林恰巧遇见了陛下。 承明然说了一句, 可是她实在是不应该怎么解释披风的事情。 太后面带笑意, 你们都做什么了? 好似只是寻常聊天一般的语气。 就随便地聊了聊, 陛下问了几句臣妾在受康宫的事情。 然后陛下还说臣妾喜欢煮茶, 所以就在那边喝了会儿茶。 承明然说一半留一半。 太后也没有要追问的意思, 陛下倒是鲜少有功夫这般。 她随口说了一句, 承明然也知道平日里面的寄灵粥是什么样子, 所以没有接话。 今日聊得怎么样? 可有什么不高兴的? 太后继续往下问。 未曾, 今日并未说起其他什么。 承明然回答了一句, 手里面还拿着一枝梅花。 太后看着她的动作, 你这心事重重的样子可不像是什么也没说。 然然, 有什么事情不妨和我说说。 但是承明然还是摇了摇头, 但情绪很明显地低落了下去。 太后见此也叹了口气, 总是把事情闷在心里面只会越激越大的, 所以不如直接说出来, 当着姑姑的面。 你还有什么事不能说的吗? 听到这话的承明然又抬头看向了眼前的太后, 她只是在犹豫。 姑姑她轻轻地唤了一句, 太后看着她, 姑姑在。 若是真的有机会让我们一起离开京城, 会真的太平吗? 承明然突然就问了一句, 太后沉默了。 承明然或许也是看出了其中的答案, 神色微暗, 有些事情不是想的那么简单, 对吗? 即便自己真的不在乎这些权势了, 但总归是有人不相信的, 对不对? 太后叹了口气, 为什么突然问这些? 是今天陛下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承明然这次没有犹豫, 她点了点头, 没有要隐瞒的意思。 她还能主动跟你分析起这些倒是不容易, 一点也不像她的风格了。 太后拿起一旁的剪刀, 冉然今日选的这些梅花是怎么选的? 太后突然问了这么一句话, 承明然也没有怀疑什么, 所以随口就答了一句, 这些梅花长是好看, 开得娇艳, 而且适合插评, 放在店里应该会很好看。 冉然在挑选梅花的时候, 是因为相较于其他的而言, 她们更为好看, 可是长得好看本来就是她们自身有的特质, 如今却因为她们出类拔萃, 所以被摘下枝头, 困在了室内。 冉然说, 这是她们的错误, 又或者这是她们可以选择的吗? 太后一边修剪着梅花, 一边问了一句, 承明然若有所思, 但却没有回答什么。 太后接着又往后说了一句, 但如果今天挑选这些梅花的并不是冉然, 那冉然觉得别人是不是也会选择这几只呢? 当然是不会的, 每个人在挑选买花的时候, 自然想法都是有所差异的。 所以, 若是换了一个人, 那么选出来的梅花也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各花入各眼, 每个人所求的是不一样的, 但每个人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 却有一个共通性, 那就是自己喜欢。 太后这会儿, 又把承明然给说得糊涂了起来, 但是太后却没有要继续往下解释的意思了, 只是马上又说了一句, 你现在或许还不懂这些, 但是懂不懂都无所谓, 因为即便知道花开得太好看, 可能会被旁人摘下, 但那也不可能让这些花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枯萎, 或者这是普普通通的绽放, 冷冷清清的凋零, 不是吗? 本来就只开这一次, 怎么就不能轰轰烈烈的绚烂? 花朵在绽放时本身就是一种绚烂, 人活一世并非全无追求, 说真的什么追求也没有, 那来人是走一遭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太后一有所指, 成名然懵懵懂懂的, 最后有些不确定的问了一句, 所以是应该去争的吗? 太后摇头不是争, 只是为了自身周全, 无论在什么时候自己能护着自己, 又或者能护住自己在意的人才是最应该去做的, 不是吗? 成名然不懂, 太后恋爱地看着她, 我们从生下来开始就注定开在了枝头, 而且还是在枝头开得最绚烂的花, 自然也有不少人想要摘下。 第99章, 回宫意外, 此成功, 纪灵舟才刚刚处理完手里的奏折, 最近年关将近, 手里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 陛下, 李圣从外面走了进来, 纪灵舟看了过去, 什么事? 他神色不耐地问了一句, 回陛下, 是寿康宫那边刚刚传来的消息, 淑妃娘娘的东西已经搬回了连衣宫, 李圣躬着身子说了一句, 纪灵舟一听到这话, 眼里的不耐烦倒是话开了些, 这么快? 是, 听说太后娘娘也留了, 不过淑妃娘娘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最终太后娘娘到底还是同意了, 李圣说了一句, 纪灵舟不是特别意外, 回陛下, 缘已经停下了, 可刚刚又下了起来, 奴才瞧着现在外面的血趾怕还大着, 李圣回了一句, 纪灵舟眉头微微皱起, 他东西搬回去了, 人呢? 走了吗? 说是陪着太后娘娘用了晚膳回, 现在这个点应该已经正在往回走的路上了, 李圣回答, 外面这么大的雪, 现在回去, 路上那么黑, 要是不小心摔了怎么办? 纪灵舟沉思了一会儿, 随后开口说道, 去看看, 是李圣并不觉得意外, 不过这么大的雪, 嗯,当真是和以前不一样, 承明染其实也才刚刚从寿康宫离开, 因为地上全部都是积血, 为了不弄脏和弄施衣物, 太后就让人准备了叫念, 外面天是很黑, 前面的宫人手里提着灯笼, 但还是黑漆漆的一片, 再远一点就看不清楚了, 叫念也走得很慢, 承明染此刻坐在轿子里, 怀里面还抱着汤婆子, 她现在满脑子都是今日纪灵舟和太后娘娘说的那些话, 说话跟在身侧, 外面的风雪是越来越大了, 还有多久? 承明染也没忍住, 问了一声, 这外面确实很冷, 尤其是这半夜里, 回娘娘, 该是还有一刻钟的功夫, 说话回答了一句, 行吧, 承明染微微叹了口气, 不过就在她刚刚放松下来的时候, 叫念突然往旁边一偏, 后面抬着轿子的人一个脚滑不稳, 整个人都往旁边倒了过去, 尽管她也努力撑着轿子, 可是脚滑哪里又是她能控制的, 承明染瞳孔微缩, 人跟着教练一起朝着旁边的池塘栽了去, 娘娘, 舒嬅的惊呼声瞬间响了起来, 承明染什么都还来不及做, 在这黑夜里面也不知道谁又推了她一把, 她竟然直接就往池塘的方向去了, 冰冷的湖水瞬间淹没了她的身躯, 彻骨的寒冷让承明染整个人都僵硬了起来, 纪灵舟才刚刚过来就看见这一幕, 她心口一缩, 来不及多想, 直接就跳进了湖水里, 陛下, 李盛在旁边可是吓坏了, 她赶紧往前面跑了去, 然后招呼着这些人救人, 承明染也想挣扎着起来, 可是这突如其来的落水让她的脚也开始抽筋了起来, 腿上的剧痛让她整个人都站立了, 就在她以为自己可能要死在这里的时候, 纪灵舟直接将人揽进了自己的怀里, 案上, 李盛和舒嬅已经让人拿来了火, 亮堂堂的, 承明染看向眼前的纪灵舟, 神色痛苦, 太冷了, 而且腿好疼, 别怕, 纪灵舟只是轻轻地安抚了一句, 我带你上去, 说着, 她把人抱在怀里, 就往岸上去, 李承满脸苦涩, 这还是出点什么事, 怎么得了啊, 他们就是有十个脑袋, 也保不住, 承明染被顺利地救了上去, 纪灵舟看着怀里面浑身打颤的女人, 把衣服拿过来纪灵舟吼了一声, 李盛赶紧把手里刚刚拿着的披风送了过去, 纪灵舟给人裹上, 我带你回宫, 她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 有人在自己的怀里一直都在发抖, 也是, 她本来就怕冷, 现在又掉进了这冰冷的湖水里面, 只怕又要遭罪了, 今天如果不是自己刚好过来, 她都不敢想象还会发生些什么, 承明染什么话也没说, 她现在也是惊魂未定, 毕竟这种生死时速, 也是她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传太医, 纪灵舟说完这句话后, 二话不说的, 就把人抱着, 往连衣宫去, 承明染从来没有这么安静乖巧地在她怀里面待着过, 她现在是真的没有那个经历, 不过, 或许也只有现在, 她才能稍微地感受到自己心里面的那一丝不同, 她因为抬头看着纪灵舟, 她以前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地为谁着急过, 纪灵舟很快就把人带回了连衣宫, 只是现在太医还没有那么快赶过来, 你身上的衣服全部都湿了, 先把衣服脱了, 再泡个热水澡, 纪灵舟没眼见的交集, 是做不了价的, 承明染还什么话都没来得及说, 纪灵舟就让人准备了热水, 然后抱着她往后面浴池去了, 工人已经打好了热水, 浴池周边烟雾缭绕, 全部都是热气, 而且里面放了足够多的炭火, 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纪灵舟抬手就要解开承明染的衣物, 承明染有一瞬间的抗拒, 她抓住了纪灵舟放在自己要腰间的手,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不乐意, 你身上哪处是我没见过的, 是身子重要还是这些所谓的羞耻心重要, 纪灵舟是有一点生气的, 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还这么抗拒自己, 她这脑子里面是在想些什么, 就这么厌恶自己, 甚至连身子都顾不着了, 承明染听到她的话也没有工夫去争什么, 只是说了一句, 臣妾自己可以, 纪灵舟听着这话就烦, 什么都是自己可以, 结果呢, 还不是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不过她到底是没有强迫, 直接就将人放了下来, 可是还不等承明染站稳, 她的脚刚刚碰到地上就痛得喊了出来, 啊, 承明染明明已经控制了, 但声音还是发了出来, 纪灵舟眉头也是越皱越深, 她看着承明染问了一句, 怎么了, 刚刚伤到脚了, 说着, 她就马上要去查看, 第100章, 一起泡玉池, 承明染将人拦住, 臣妾没事她回了一句, 纪灵舟一张脸黑如锅底, 没事, 没事, 到底要什么样的程度你, 才能说句有事, 站都站不稳, 还要自己逞强, 你以为你是铁座的吗, 正看, 只有你这颗心才是铁座的, 一阵鼠罗声, 瞬间灌入承明染的耳朵了, 不过这一次的责备和以往的责怪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承明染没有多想, 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刚刚突然落水, 所以脚抽筋了, 臣妾并无大碍, 纪灵舟懒得听她继续解释, 天气本来就冷, 你就这个样子, 怎么自己留在这里, 说完, 她还是亲自动手要去解开她的衣服, 承明染还是有些抗拒, 但是对上纪灵舟带着警告的眼神之后, 她的气焰慢慢地削弱了下去, 现在身体最重要, 其他的都抛到一边不行吗? 纪灵舟现在的语气算不上好, 不过她倒是真的对她发脾气, 承明染到底是妥协了, 算了算了, 反正她也早就已经看过了, 自己在纠结这么多又有什么意义呢? 关键身上这身湿衣服是真的很冷, 这大冬天的外面下着那么大的雪, 她还在冰湖里面泡了一会儿, 现在都快没有知觉了, 承明染不再拒绝她的动作, 纪灵舟将她的衣服全部脱下, 只留下了一件小衣肚兜, 然后就抱着她, 就进了浴池, 热水漫过皮肤的那一刻, 承明染长舒了一口气, 她只觉得自己被冻僵的身子 在这一刻慢慢得到了缓解, 纪灵舟一直把人抱在怀里, 没有松开, 承明染原本还想从她的怀里出来, 结果就感受到了她放在自己腰上的手, 还听着她说了一句, 不是腿抽尖了吗? 自己能站得稳吗? 承明染听到这话, 刚要出口的那些言语又全部堵了进去, 纪灵舟身上还穿着那身衣服, 是刚刚没有来得及脱下的, 慢慢地恢复红润, 心里也稍微地松了一口气, 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 纪灵舟开口问了一句, 刚刚因为事态紧急, 她还没来得及询问呢, 承明染轻轻地摇了摇头, 臣妾也还不知道, 只是走到路上的时候, 叫脸突然就偏了过去, 臣妾也没有防备, 所以再落进了水里, 不过, 承明染突然想起自己在摔下去的那一刻, 好像有人推了自己一把, 纪灵舟也听见了她的转折, 不过什么?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不过, 臣妾好像感觉有人推了臣妾一把, 但是当时天黑, 而且周围人太多了, 所以臣妾也看不清到底是谁, 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心, 承明染回答道, 纪灵舟脸色难看, 今日这事, 朕一定会查个明白, 她回答道, 承明染没有继续说下去, 查不查都无所谓, 反正看不惯她的人多了去了, 她也不在乎, 到底是谁动的手, 纪灵舟低头看着怀里面轻轻垂着眼眸的小姑娘, 在这种氛围下, 她的心思似乎也逐渐地活络起来, 承明染的结语就好像两把小扇子一样, 高挺的鼻梁和软糯淡粉的嘴唇很容易让人浮想连翩, 毕竟现在的承明染除了一件小衣可什么也没穿, 而且他们又紧紧地贴在一起, 纪灵舟甚至可以观察到承明染脸上细小的绒毛, 现在的承明染就好像是一只高傲的小猫, 青了, 但好像又很软糯, 纪灵舟没忍住, 抬手就要在她脸上摸了摸, 承明染察觉到她的动作后, 下意识地往后躲了躲, 纪灵舟伸出去的手微微一顿, 然后将手抬高了些, 最后落在了她的头上, 还冷吗? 她声音里面潜藏着一丝暗牙, 承明染微微抿唇, 随后摇了摇头, 因为谁也没开口说什么, 所以两人之间的气氛又变得尴尬了起来, 承明染脸上闪过一些纠结, 最后也不知道想到什么, 她终于主动开口说了一句, 今日多谢陛下, 臣妾感激不尽, 再怎么说, 今天也是她救了自己, 如果不是她, 自己还不知道要在那冰冷的湖里面待多久, 又或者说还有没有命上来, 不管以前的纪灵舟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今天, 她确实是靠了她, 才能平安无事, 纪灵舟听着她的感谢, 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其实她不想听这些, 因为这样的话, 总让她有一种疏离淡漠的感觉, 不用谢震, 纪灵舟面无表情地回复了一句, 承明染低着头, 两人之间又没有了话题, 空气再一次安静了下来, 好在外面李盛终于到了, 她站在帘子外面对着里面喊了一声, 陛下, 太医已经在外面候着了, 知道了, 等着吧, 纪灵舟随口就应了一声, 她重新看一下怀里面的人, 身上可暖和些了, 太医在外面等着, 要不要先去看看, 承明染点了点头, 纪灵舟文言就准备把人抱起来, 承明染一点准备也没有, 顿时就惊呼出声, 陛下, 纪灵舟看向她, 不抱着你, 你自己还能走吗? 好像是不能的, 实在是有些不太自然, 而且, 纪灵舟的胳膊还在她后臀的位置, 所以会有一点尴尬, 她的脸非常不自然地红了起来, 比刚刚在热水里抛着还要红, 一会儿要换新的, 这个也脱了, 纪灵舟又说了一句, 还不等承明染反应, 她身后的记带就被解开了, 小一飘落在了池面上, 承明染赶紧捂住自己身前的春光, 眼睛完全不敢看向纪灵舟的方向, 一张脸更是要烧起来了, 纪灵舟将她抱着出了浴池, 上面挂着干净的衣物, 但是纪灵舟也嫌麻烦, 所以直接就拿了一件自己的披风, 给人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 帮她裹上衣物之后, 纪灵舟这才又自己去换衣服, 但是当承明染看着她几乎毫无机会地在自己面前脱下衣服时, 她的眼睛都瞪大了, 随后赶紧一开目光, 第101章, 换衣服, 纪灵舟换好衣服之后, 就看见了纪灵染一脸不自在地看向别处, 她轻轻挑眉, 眼里染上了细血之色, 怎么了? 没看过, 她故意问了一句, 纪灵染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是一直往旁边看, 纪灵舟倒是很少看见这样的纪灵染, 以前她算是主动的, 虽然会害羞, 但是胆子还是挺大的, 结果现在反倒是不敢看了, 这倒是有点出乎意料, 不过她现在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逗她, 干脆利落地换好衣服后, 便又抱着人往外面去了, 纪灵染这次因为提前做好了准备, 所以并没有太惊慌, 她安心地待在纪灵舟怀里, 只是因为身上什么都没穿, 就裹了一个披风, 所以有些不太自在, 外面太医都已经等了许久了, 纪灵舟直接把人抱到了床榻上, 因为刚刚泡了一会儿热水, 她现在身上暖和了很多, 纪灵舟让她在床上躺下, 让他们过来帮你更衣, 她主动问了一句, 纪灵染点了点头, 毕竟现在自己这副模样实在是有些不太体面, 但是, 朕突然不想让他们过来了, 纪灵舟话锋一转, 承明染, 什么意思, 她怎么没有听懂呢, 纪灵舟看着承明染, 朕在这里, 自然就用不上他们帮你更衣了, 纪灵舟马上就说了一句, 承明染, 来人将淑妃换洗的衣服都拿过来, 纪灵舟对着外面就喊了一声, 说话他们早就已经等着了, 现在听见传唤赶紧进来, 但是才刚刚进来就听见纪灵舟说了一句, 把东西放下就行, 不用他们服饰更衣吗, 虽然心里疑惑, 可是他们当下人的也不敢多问, 所以应了一句, 是, 之后就离开了, 承明染见此就知道, 纪灵舟刚刚说的话肯定是认真的了, 但是他实在是觉得不太妥当, 陛下, 臣妾可以自己来, 承明染回了一句, 但是纪灵舟好不容易才抓到这么一次, 结果又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呢, 当即就说道, 就一件礼仪, 朕帮你, 你就不管了, 就一件礼仪而已, 臣妾自己也可以来的, 承明染实在是不太能想象, 纪灵舟帮自己穿衣服, 是什么样的场面, 纪灵舟不再给他拒绝的机会, 直接将衣裙拿过来, 承明染还想要挣扎一番, 但纪灵舟把衣服拿过来就开始说, 朕还不至于一件衣服都不会穿, 你这么别扭做什么呢, 该看的早就看了, 该做的早就做了, 就你还在这里扭扭捏捏, 有什么差别吗, 纪灵舟道, 承明染, 他突然发现, 纪灵舟现在说话的方式, 要不然一会儿太医进来帮你准脉的时候, 你就自己光着, 纪灵舟说着就伸手帮他把披风拉开, 突如其来的动作让承明染毫无准备, 他的身躯再一次暴露在纪灵舟的眼前, 白玉有侠, 他身上的疤痕再一次刺痛了纪灵舟的眼睛, 他不动声色在他身边坐下, 然后将衣服给他穿上, 承明染顺着他的动作很快就穿了衣服,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连头都不敢抬一下, 纪灵舟的手环过他的腰身, 两人的距离突然变得很近, 承明染甚至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纪灵舟的呼吸声, 他动作质色地帮承明染将腰间的绑带记好, 承明染闻着他身上熟悉的味道, 不知为何鼻尖突然有些酸涩, 若是以前的他能做到现在这个地步, 哪怕是装的, 自己都不会那么地难受, 他强忍着眼里的泪意, 心里无数委屈不断上冲, 纪灵舟将人松开, 正准备说什么的他一眼就看见了承明染的异常, 怎么了? 他问了一句, 怎么眼睛都红了? 承明染摇了摇头, 他强压下自己的情绪, 臣妾没事, 说话的声音都带上了鼻音, 纪灵舟眉头紧簇, 哭了, 纪灵舟有些不确定地问了一句, 承明染不想承认, 所以只随便说了一句, 可能还是有点着凉, 所以鼻子不舒服, 承明染就这么搪塞了过去, 纪灵舟半信半疑, 但是他既然这么说, 那自己也不可能再追问下去, 所以就转移了话题, 穿好了, 腿还疼吗? 他问了一句, 承明染下意识地想要摇头说不疼了, 可是他这脚刚一动就觉得难受, 所以还是回答了一句, 还是有些疼, 不过比起刚刚要好多了, 纪灵舟闻言看向他的腿, 随后帮他放平, 承明染觉得有些疼, 但是勉强能忍得住, 会有些难受, 但是不是什么大问题, 纪灵舟一边说, 一边就轻轻地帮他按着, 为了防止自己的力度不合适, 他一边按还一边观察着承明染的表情, 不过, 陛下, 承明染伸手就想阻止, 让一个帝王来给自己按腿, 这是哪里来的道理, 他可没有这个胆子, 但是纪灵舟完全不给予理会, 这样好一点了吗? 他一边按一边问, 承明染知道自己说什么也不管用, 索性就不再抗拒了, 他慢慢地放松下了身子, 别说, 纪灵舟这么一按, 好像还真的缓解了不少, 比起刚刚好多了, 承明染老实地回答了一句, 有效果就行, 纪灵舟也没多说其他的什么, 他又继续按了好一会儿, 见差不多了才肯停手, 承明染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没人知道刚刚纪灵舟给自己按腿的时候, 他这心理压力有多大让太医进来, 纪灵舟这才对着外面喊了一句, 而太医在听见传照的时候, 也如蒙大射, 终于让他们进去, 鬼知道刚刚他们等在外面的时候有多忐忑, 太医低着头走进内殿, 见过陛下, 见过淑妃娘娘, 几个太医行礼问安, 这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大碍吧, 要真的没什么事儿, 他们也能轻松一些, 刚刚听说淑妃娘娘和陛下, 落进了那冰冷的湖水里面, 可是把他们几个都吓得不轻, 第102章, 审查, 毕竟这大冬天的掉进了那么冷的水里, 这身子稍微弱一点可能就撑不过去了, 给淑妃整脉, 纪灵舟说了一句, 太医虽然是不敢耽误的, 可是刚刚他们也听说了, 陛下也是下去救了淑妃娘娘, 所以, 陛下, 老臣帮您整脉吧, 其中一个太医说道, 比起淑妃, 那自然是皇帝的身子更重要, 但是纪灵舟却不怎么在意, 先帮他瞧瞧, 他说了一句, 行吧, 虽然今日落了水, 但是实则并没有什么大碍, 因为救得及时, 所以没有遭太多的罪, 可是冬日里面本来就冷, 承民染身子也很弱, 所以还是不可避免地感染了一些风寒, 这寒气入体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肾在症状不是很严重, 太医开了几贴药, 陛下, 这是刚刚准备好的姜汤, 李胜走了过来, 身后又跟着舒嬅端着姜汤, 纪灵舟点了点头, 端过来吧, 他说了一句, 舒嬅上前, 纪灵舟从托盘里面取了一碗地给承民染, 先喝一碗暖暖身子, 他说了一句, 承民染端过碗, 因为煮得过于浓郁, 所以这味道不太好闻, 但是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他自然也不是什么矫情的人, 陛下李胜把另一碗也端了过来, 纪灵舟一口闷下, 他其实现在很少喝这些东西了, 但是在幼时这种东西已经司空见惯, 因为自己身子弱的原因, 所以冬日里面最常备着的就是姜汤, 现在喝下后, 他也被这熟悉的味道给带到了以前的记忆里, 心口五味杂陈, 他以前其实对于太后给自己的关心没有太大的概念, 或许不是亲生的缘故, 加上太后更多时候都是一个很严厉的存在, 所以他总是会忽略很多太后对自己的一些小细节, 现在想来, 其实太后也有很多的不容易, 而且在自己身上, 他确实花费了不少的精力与心血, 陛下李胜再一次开口, 近日在场的人奴才都已经叫人带过来了, 陛下现在可打算审理, 他主动问了一句, 纪灵舟一听到这话, 脸色又沉了下去, 他想到了刚刚成敏冉对自己说的那话, 他说好像有人推了他, 如果这是真的, 那今天的事情绝对不可能是意外, 将人带进来, 纪灵舟语气冰冷, 成敏冉听着他的声音, 心口也不易察觉地紧张了起来, 因为刚刚的纪灵舟才像是原本的他, 不论是说的话还是做的事都没有任何温度, 外面的人很快就被带了进来, 除了书画, 所有人都跪在了地上, 纪灵舟的目光在几人身上一扫而过, 成敏冉也跟着看了过去, 其中有一个小太监身子抖得特别厉害, 纪灵舟的目光锁定在他身上, 是你, 陛下饶命, 陛下恕罪, 淑妃娘娘饶命, 奴才真的不是故意的, 奴才没有那个胆子谋害淑妃娘娘, 今日雪大露滑, 奴才也是不知道踩着了什么, 脚下一滑, 一时没站稳,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啊, 那个小太监看起来确实是被吓坏了, 纪灵舟神色晦暗不明, 倒是旁边的书画走了出来, 回禀陛下, 奴婢今日见事情蹊跷, 所以特地让人在现场瞧了瞧, 结果就发现了, 今夜那条路上不知怎么多了很多鹅卵石, 他说了一句, 鹅卵石? 纪灵舟问了一句, 是, 而且今日雪大, 若是这鹅卵石一早便出现在了那里, 也应当是被雪覆盖住了才是, 可是奴婢刚刚拆人去瞧的时候, 发现这些石头都还是干的, 书话说道, 身后也有人端上了一个托盘, 托盘里面放着的就是石子, 纪灵舟和陈明染看向了托盘里的东西, 干干净净的, 所以奴婢才想着应该是有人故意洒在了路上, 这些石子之所以没有被雪覆盖住, 那是因为才刚刚放去不久, 娘娘今日也是突然决定要回宫的, 想来应该是有谁提前知道了娘娘回宫的路径, 所以才临时地放下了这些石子, 这雪天本来就露滑得厉害, 加上夜里漆黑一片, 自然就注意不到脚下意识踩滑了也很正常, 到时候归于意外也能说得过去, 书话说道, 纪灵舟自然也能想到这一点, 今晚书妃摔倒的时候, 谁离书妃最近, 他突然问了一句, 回陛下, 是奴婢, 奴婢瞧着娘娘就要摔了下去, 原本是想着将人扶住, 可是夜里太黑了, 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 周围的人又挤在了一起, 所以奴婢没能抓住娘娘, 书话回答, 就是因为夜黑, 所以才可能看不清楚, 除了你还有谁, 纪灵舟又问了一句, 下面安静一片, 没有人敢回答什么, 说是没有人回答, 那朕可就要让人动行了, 纪灵舟的声音越来越冷, 你们应该知道朕的手段, 宫里面的人都知道, 纪灵舟想来为人冷漠, 手段酷裂, 所以一个个的都害怕得不行, 那么好,当即就准备下令来着, 可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小宫里, 颤颤巍巍的抬起了头, 毕,陛下, 奴婢今晚看到了一些, 那小宫女看起来胆子小得不得了, 连说话都磕磕巴巴的, 纪灵舟看向她, 你都看到了些什么, 如实说来, 奴婢,奴婢看见盈回推, 推了淑妃娘娘一把, 小宫女颤颤巍巍的, 把话说了出来, 盈回, 还不等纪灵舟为什么, 刚刚那宫女旁边的人, 就急急忙忙地开口了, 陛下明察, 奴婢怎么可能推淑妃娘娘, 这都是她一派胡言, 你可有什么证据, 纪灵舟的目光, 又落在了刚刚主动指正的那个宫女身上, 奴婢拿不出证据, 奴婢只是隐约瞧见了, 当时是奴婢和盈回在旁边提着灯笼, 而她就站在淑妃娘娘摔倒的那一侧, 奴婢亲眼看着她在淑妃娘娘, 从架子上跌下来的时候推了一把, 宫女说道, 你胡说, 我没有, 那个叫淫回的宫女大喊了起来, 脸上全是惊慌之色, 第103章, 招供, 她们有功夫争辩, 但是纪灵舟没有功夫的, 刚刚她没有说过有谁推了成明染, 现在这个宫女既然指了出来, 那自然是有可信度的, 纪灵舟的目光落在那个叫淫回的宫女身上, 来人, 拉出去, 打, 陛下, 奴婢没有, 奴婢真的没有,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啊, 淫回开始求饶, 但是纪灵舟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很快外面就传来了她的惨叫声, 成明染皱了皱眉, 但是她没有要开口听那个宫女说情的意思, 只是这样的惨叫声让她有些难受, 你叫什么名字, 纪灵舟看向刚刚指证的那名宫女, 奴婢迎素, 那宫女回答, 迎素, 这个名字听起来似乎有些耳熟, 纪灵舟眉心倾醋, 前世这个迎素是不是也是成明染身边的人, 还不等纪灵舟多想, 外面行刑的宫人就走了进来, 陛下, 那名宫女已经认罪了, 带进来, 纪灵舟说道, 迎回被人拖了进来, 因着刚刚挨了打的缘故, 现在整个人都狼狈不堪了起来, 脸上更是一点血色也没有, 陛下饶命, 奴婢认罪, 是奴婢推了娘娘, 都是奴婢做的,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 迎回被吓得一直求饶, 纪灵舟眼里的温度越来越低,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谁指使你的, 他可不相信, 一个宫女平白无故的, 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无人指示, 都是奴婢自己记恨淑妃娘娘, 所以才想了这么阴毒的法子, 自娘娘入宫后, 奴婢就伺候着淑妃娘娘, 可是之前淑妃娘娘入冷宫之时, 奴婢们也被罚去做了粗事杂役, 哪里的人因为淑妃娘娘被打入冷宫, 被奴婢等人百般刁难, 奴婢心里怨恨, 若不是因为淑妃娘娘, 奴婢也不会落得那样的地不认人折辱, 所以, 他继续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那个叫淫妃的宫女又一次开口了, 陛下, 恕奴婢无礼, 奴婢还有话要说淫妃再度开口, 说纪灵州语气清朗, 回禀陛下, 奴婢和淫妃在同一居所, 就在刚刚, 奴婢发现他不在房间里面, 大概过了一个时辰左右才回来, 而且回来的时候, 似乎还偷偷藏了什么东西, 淫妃又说了一句, 淫妃看向淫妃, 他原本是想要说什么来着, 但是已经没有了力气, 纪灵州也当即做了决断, 去搜, 是, 李胜当即就带了人离开, 淫妃眼里明显开始慌张了起来, 但是很可惜, 现在的他无力反抗, 纪灵州看向成敏冉, 打扰你休息了吗? 成敏冉摇摇了摇头, 纪灵州握住他的手, 成敏冉看着他的动作, 这一次他没有躲, 朕一定会查清楚, 最后也定然还你一个公道, 纪灵州说了一句, 成敏冉没有作答, 公道, 什么公道, 是要打杀了谁, 然后呢, 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吗? 没一会儿功夫, 李胜就带着搜罗的东西回来了, 陛下, 李胜唤了一声, 纪灵州看向李胜, 李胜攻身, 陛下, 这是奴才刚当在宫女居所找到的, 羽霸, 后面的工人拿了搜到的东西上来, 大部分都是一些值钱的手势, 陛下, 您看, 李胜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纪灵州示意他们将东西拿了上来, 隐回眼神躲避, 不敢回答, 正在问你一遍, 这些是哪里得来的? 纪灵州的语气越来越冷, 成敏冉也看向了地上的隐回, 最后倒是书画开口说了一句, 陛下荣禀, 奴婢也曾在换衣局待过一段日子, 这些东西里面有一只八宝玉簪, 奴婢瞧着眼熟, 此前云冲仪送来的换洗衣物中, 就不小心夹杂着这一只八宝玉簪, 书画说了一句, 云冲仪, 陛下饶命, 看得不得了, 将人带过来, 李盛心中无奈, 但是没办法, 还是只能跑一趟, 云冲仪看到李盛带人过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梦了, 似乎是还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李盛毕竟在纪灵州身边待了这么多年了, 他也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 云冲仪, 得罪了, 还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是陛下召见, 圣命难违啊, 李盛皮笑若不笑, 怪也只能怪他, 非要对如今圣倦正农的淑妃娘娘动手啊, 动手就算了, 连尾巴也不处理干净, 这哪个贿赂人家, 还要用自己的贴身手势去贿赂的, 云冲仪被带着到连衣宫的时候, 脸色难看, 他神色怨毒地看了一眼, 现在正坐在床榻上的程明然, 程明然, 是不是你故意陷害本宫的, 羽霸, 他立马在纪灵州的面前跪下, 陛下明察, 并且绝对没有指使任何人暗害淑妃啊, 这一切都是说妃自导自演, 故意在你面前博同情, 不关臣妾的事啊, 陛下, 程明然这分明是看以前的办法行不通了, 所以才换了这种狐媚的方式, 引得陛下联系, 陛下, 贫妾真的是冤枉事, 云冲仪反正就一个劲地喊冤, 还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在了程明然身上, 纪灵州从他进来之后, 脸色就没缓和过, 他将刚刚搜出来的那些脏物, 全部趴地一下打在了地上, 冤枉, 那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了, 需要朕好好地查一查吗? 纪灵州怒声吼道, 云冲仪也看见了地上散落在一地的东西, 他神色仓皇, 陛下明查, 这些, 这些虽然是贫妾的东西, 可这些东西绝对不是贫妾给的呀, 前些日子, 贫妾哪里也不知道是哪个下贱披子, 手脚不干净, 偷拿了贫妾好些东西, 陛下, 这些绝对不是贫妾给的呀, 云冲仪拒不承认, 但是这种别角的理由, 纪灵州已经没有继续听下去的打算, 第104章, 云冲仪下场, 但是还不等纪灵州发话, 那个云冲仪就已经沉不住气了, 他看向那个宫女, 眼神犀利, 是谁给你的胆子这么大的胆子, 敢来诬陷我, 是不是成名人? 你是从哪里偷来的这些东西? 你好大的胆子啊, 他这话刚刚说完就冲过去, 要打那个叫盈回的宫女,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举动刺激到了盈回, 盈回也变得不管不顾了起来, 冲仪娘娘, 明明是你受益奴婢, 暗害淑妃娘娘, 不仅如此, 您还用奴婢的家人来威胁奴婢, 如今事情已经败露, 你又怎么能让奴婢一个人来承担呢? 你空口白话, 我何时说过这些话了? 你好大的胆子啊, 他说着说着, 就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 盈回被打倒在地, 成名人就这么冷眼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继灵州也揉了揉眉心, 够了, 整个大殿瞬间安静了下来, 云冲仪还试图装可怜博同情, 娇娇弱弱地喊了一声, 陛下,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 蛇蝎心肠的毒妇, 还有什么事情是你做不出来的? 你果真是好大的胆子, 继灵州朝着桌子就是使劲一拍, 云冲仪被吓得浑身一哆嗦, 可惜继灵州那就不是什么怜香惜玉的人, 哪怕是之前的宠妃, 来人, 继灵州被下面吵得头疼, 将这剑臂拉出去障臂, 继灵州说了一句, 迎回被吓得一个叫求饶, 可惜很快就被人捂着嘴巴带下去了, 云冲仪看到这一幕也被吓傻了, 陛下, 云冲仪心肠歹毒, 残害后非, 折将其废为庶人, 仗则三十, 打入冷宫, 继灵州再一次下了命令, 不要, 陛下, 凭借冤枉, 陛下, 凭没有暗害淑妃, 这些都是他捏造的, 陛下, 云冲仪人都吓傻了, 他不能就这样被打入冷宫, 要不然自己就真的完了, 可惜继灵州从来就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 陈明然也眼睁睁地看着云冲仪被带了下去, 而刚刚才得到消息的皇后娘娘, 也终于在这个时候姗姗来迟, 她一进来就看见了被拖走的云冲仪, 臣妾见过陛下, 你怎么来了, 继灵州有些不耐烦, 臣妾也是刚刚才听说淑妃落水一事, 因着外面雪大, 所以臣妾来晚了些, 这, 她现在还有些没有搞清楚状况, 你这后宫倒是管理得很妥当啊, 继灵州这会儿天气可不像是夸人的, 皇后当时就被吓得跪了下去, 陛下恕罪都是臣妾管理不当, 还请陛下责罚, 她的态度倒还是挺恭敬的, 淑妃身体可有大碍, 太医怎么说, 皇后马上就关心了一句, 臣妾染轻轻摇头, 多谢皇后娘娘关心, 不过臣妾已经无事了, 没事就好, 你身子骨向来就弱, 如今可得好好养着, 切莫感染了风寒, 皇后满脸关心, 臣妾染点了点头, 今日这事可已经查清楚了, 臣妾刚刚过来时, 看着云冲仪被带了下去, 莫不是, 她后面的话虽然没说完,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她的意思, 回皇后娘娘的话, 云冲仪谋害后妃, 现在已经贬为庶人, 打入冷宫去了, 李慎回答, 皇后闽纯, 是臣妾失职, 行了, 继灵州没有功夫在这里看她认错, 这里没你的事了, 退下吧, 是, 臣妾告退, 皇后也是一个有眼色的人, 虽然不会在这里留着继续碍眼, 皇后离开后, 继灵州才重新看上了一直不说话的臣妾染, 今日可是吓着了, 臣妾无视, 她将自己的手从继灵州的手里面抽离了出来, 继灵州的手微微一顿, 心口抽疼了一瞬, 今晚, 她本来是想说今晚留在这儿的, 但是臣妾染却抢先一步开口说道, 陛下政务繁忙, 臣妾就不多留陛下了, 继灵州, 她堵在嗓子眼里面的话, 突然没办法开口, 非得这么说离吗? 继灵州无奈, 陈敏染低着头, 臣妾今日有些累了, 继灵州注视着她, 两久, 她叹了口气, 罢了, 不说这个话题了, 那, 今日正跟你说的这些话, 你可都听进去了, 陈敏染抓着被子的手紧了紧, 陛下说的话, 臣妾牢记于心, 那你是怎么想的? 继灵州问, 眼里还带着不易察觉的期待, 陈敏染也终于看向了她, 继灵州盯着她, 陈敏染看着她认真里, 又带着一点忐忑的眼神, 心里也是说不出的滋味, 陈妾, 继灵州的一颗心, 也跟着陈敏染的语气, 往上提了起来, 连她自己都没发现, 她居然开始, 紧张了这么一个回答陈妾, 只是想要护住陈妾所珍视的人, 可陛下今日所言, 陈妾还是不知如何回答, 陈敏染错开了她的目光, 继灵州的眼睛里面, 明显闪过一丝失望, 但是不过片刻功夫就恢复了正常, 罢了, 你想要多想一想, 也是正常的, 既然如此, 陈妾恭送陛下, 继灵州, 她就这么迫不及待地, 要赶自己走吗, 但是还能怎么办呢, 继灵州现在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她也不知道,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自己页面的这么畏畏缩缩, 估计良多了, 好好休闲, 若是身子不适, 就叫太医, 继灵州留下了一句, 嗯,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字, 继灵州有些尴尬, 见她真的没有要继续说什么的意思, 她脸上也挂不住了, 索性转身离开, 外面, 李胜看着自己陛下的样子, 也是心里打突, 不过为了缓解气氛, 她还是硬着头皮说了一句, 陛下今日也受了凉, 虽是为了淑妃娘娘, 可陛下还是需要注意龙体, 对啊, 继灵州听到这句话就, 眼里闪过一抹金光, 她今日可也是泡了冷水的, 还是为了成明染, 不知想到什么, 继灵州的脸色突然, 没有刚刚那么难看了, 第105章, 到底是谁的人, 继灵州脸上突然多了一丝笑意, 她怎么早没想到呢, 李胜就看着自家陛下这脸色变化不停, 心里也在打鼓, 陛下这是在想些什么呢, 回宫, 继灵州当即就吩咐了一句, 李胜虽然是不敢有意见的, 所以马上就安排着回了紫辰宫, 至于连衣宫, 娘娘, 今天好在是陛下及时赶到, 要不然还指不定要发生些什么呢, 说话现在还是满脸的后怕, 这云士心思也太歹毒了一些, 这寒冬腊月的竟想一些龌龊手段, 娘娘你身子本来就弱, 若真是因此受了寒凉, 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 书华继续往下说了句, 陈明染一直在发呆,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书华心中不愤, 幸好陛下把这事情查清楚了, 要不然这个祸患一直留着, 到了后面说不定还要使些什么手段呢, 陈明染的目光慢慢落在了书华身上, 刚刚那个叫银苏的宫女呢, 你把她叫进来, 书华听到这话满脸疑惑, 娘娘好端端地叫她进来做什么, 可是觉得她今日说的话有什么问题, 叫她进来吧, 陈明染没有要解释的打算, 书华见词也不再多问, 马上就去叫了人进来, 银苏进来的时候一直低着头, 看着自己的脚尖, 看起来胆子小得不得了, 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奴婢见过淑妃娘娘, 淑妃娘娘万安, 银苏当即就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头, 她卑微的都快直接趴在地上了, 书华陈明染又唤了一声, 书华看向陈明染, 娘娘还有何吩咐, 你出去吧, 我有话单独跟她说, 他多看了地上跪着的银苏两眼, 随后汗手退下, 是, 奴婢告退, 陈明染等书华离开后, 才又重新看向地上跪着的人, 你若是真的胆小, 今日怕是没胆子说出那样的话吧, 陈明染突然说了一句, 娘娘恕罪, 奴婢愚钝, 不知娘娘说这话的意思, 银苏说了一句, 我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你今天说的那些话, 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 或者说, 你有什么目的, 又是谁安排你过来的, 陈明染神色淡了许多, 地上跪着的银苏, 这次倒是没有着急的否认了, 淑妃娘娘恕罪, 奴婢确实有私心, 说吧, 陈明染并不是很意外, 奴婢也只是普通人, 既然入了宫, 那么奴婢现在唯一所求的, 就是能往高处走先, 淑妃娘娘如今圣倦正农, 奴婢心生向往, 希望能得到娘娘重用, 银苏这次说完话后, 倒是只起了身子, 陈明染没有着急答应, 而是又问了一句, 不过奴婢却早就发现了淫妃的异常, 只是之前一直苦无证据, 所以未曾向娘娘提起, 淫妃现在倒是没有刚刚那么畏畏缩缩的模样了, 什么异常? 陈明染问了一句, 娘娘从冷宫后, 奴婢们也有机会重新回到连衣宫, 那日云冲仪主动召见, 话里话外都是暗示奴婢们为她所用, 以此来监视娘娘, 回来之后, 淫妃就一直不对劲, 所以, 奴婢也特意关注过她的动向, 没想到, 还真让奴婢发现了异常, 淫妃总是半夜外出, 回来时还偷藏了不少的值钱玩意儿, 奴婢这心里也就有了猜测, 直到那个看见了那簪子, 奴婢这才确定, 淫妃其实早就已经被云冲仪给收买了, 今日奴婢一直都和她待在一起, 但中间有一段时间里, 她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墨约隔了一个时辰才回来, 而且神色躲闪, 一看就是心里有鬼, 所以在回来的路上, 奴婢才一直关注着她, 就怕她做些什么对梁不利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 还真让奴婢给抓着了, 在娘娘跌落教终时, 奴婢是亲眼看见她, 偷偷地推了娘娘一把, 银肃说道, 承明然好似在沉思什么, 也不知道相信没有, 娘娘, 奴婢所言绝无半点虚假, 还请娘娘相信奴婢, 银肃说了一句, 云冲仪找到了你, 你就经得住诱惑而浅, 若是当时你没有答应, 他那样的人能放过你, 你还瞒着本宫什么, 承明然很少用本宫来自称, 回娘娘的话, 奴婢当时有假意答应, 但是奴婢对娘娘真心可见, 绝无半点不忠诚之心, 还请娘娘一定要相信奴婢, 奴婢是真的想要好好服侍娘娘, 银肃继续说道, 承明然沉默了下来, 没再继续说什么, 罢了, 你要是不肯说, 明日本宫就将你打发了, 承明然好似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 银肃听到这会儿瞬间慌了神, 娘娘, 求娘娘开恩, 奴婢真的没有背叛娘娘, 那你说还是不说, 承明然语气一直很轻, 但又莫名给人一种压迫感, 银肃好像也在纠结些什么, 最后, 他又好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重重地朝着承明然磕了一个头, 是太后娘娘, 承明然听见这几个字的时候, 眸色微动, 太后娘娘, 她一直观察着眼前这个宫女的神色, 是, 前些日子太后娘娘回宫没两日, 就让人将奴婢带去了寿康宫, 太后娘娘说, 她早就已经知道了, 云冲仪偷偷想要收买我们的事情, 奴婢在换一局, 其实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八宝玉簪, 那簪子是云冲仪之前, 想要收买奴婢是所赏的, 只是当时奴婢没敢收下, 所以云冲仪这才又找得赢回, 奴婢也是看见那簪子, 在赢回手里后才知道, 她已经被收买了, 而且, 奴婢因为拒绝了云冲仪, 所以云冲仪才让银肃对我百般为难, 并试图直接除掉奴婢, 奴婢发现了她的意图, 为求自保, 奴婢便寻思着如何先一步下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太后娘娘让人找到了奴婢, 还说愿意给奴婢这个机会, 奴婢自然知道如何选择, 但是太后娘娘说她有一个条件, 只要奴婢能够顺利除掉银回, 并且成功留在娘娘身边, 她就愿意保奴婢日后的公运, 银肃把所有的事情一股脑全部都说了出来, 第106章, 淑妃娘娘歇下了, 是这样的吗? 成敏冉其实已经相信了一大半, 所以太后娘娘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她送一个这样的人在自己身边又想要做什么呢? 姑姑她, 没有想过让她离开皇宫吗? 成敏冉突然又想起了, 今日太后对自己说的那些话, 所以她和陛下其实是一个想法吗? 淑妃娘娘恕罪, 奴婢真的不是有意欺瞒。 迎素说道, 成敏冉的思绪也因为这句话回笼了, 今日之事便到此为止, 至于你所求的, 本宫也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从明天开始, 你就和舒嬅一起在本宫身前伺候吧。 是, 多谢娘娘。 迎素大喜, 当即就开始了感谢。 退下吧, 本宫想一个人静一静。 成敏冉揉了揉脑袋, 她现在有些累了。 迎素也是一个有眼色的, 说了一声, 奴婢告退后就安静地离开了成敏冉, 靠在床榻上, 眉头紧簇, 她现在脑海里面全部都是今天纪灵舟跳下去池塘来救自己的那一幕。 她, 什么时候为了自己也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那湖水里面那么冷, 而且所有人都知道纪灵舟小时候就因为怕冷, 且冬日里面身子最是薄弱, 所以太后还专门将其接入自己宫中照顾的。 虽说后来她的身体也有了好转, 因为习武的缘故更是没有那么畏惧寒凉了, 但今日她为了自己跳下那冰冷的池子里还是让成敏冉有些震惊了。 这要是放在以前, 她如果掉进湖中, 纪灵舟能主动过来问一句就已经算是挺好的了。 还有今日在浴池里面的时候, 成敏冉的脸色再一次变得不正常起来。 不过, 她觉得更不正常的应该是纪灵舟才对, 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嘴滑舌过了? 成敏冉不易察觉地叹了一口气, 算了, 她都在想些什么呢? 为什么要去纠结这些事情? 难不成就能因为现在的这些改变之前她的态度吗? 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 而且她今天其实也真的是被吓到了, 所以就准备先休息。 可是正当成敏冉准备自己先睡下的时候, 书华从外面走了进来, 娘娘, 何事? 成敏冉问了一句, 听说刚刚陛下回去就宣了太医, 书华说了一句, 什么? 宣太医, 成敏冉原本的那点困意也瞬间清醒了。 是, 现在不少后妃都已经赶了过去, 娘娘要过去看看吗? 书华问, 成敏冉的一张小脸都全部皱在了一起, 当当太医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也没说什么啊, 怎么现在又突然叫了太医? 震奴婢也不清楚。 书华回了一句, 成敏冉突然觉得心累, 不去了休息吧。 若是有人问起就说, 今日我受了些粮, 早就已经歇下了。 他没有这个功夫, 还专门跑一趟。 是, 书华也不可能强劝。 那奴婢伺候娘娘先歇息吧。 书华上前, 这里没什么可伺候的, 你们退下就是。 成敏冉说道, 是, 书华没再多留。 至于现在刚刚请了太医过来的纪灵舟, 陛下, 皇后娘娘带着后妃们都回来了, 现在全部都在外面等着呢, 陛下可要见一见。 李圣看着现在正在床榻上躺着的纪灵舟问了一句, 书妃来了吗? 纪灵舟问得很直接。 李圣听到这话一脸为难, 他看着面色红润的陛下, 后面的话都有些说不出口。 纪灵舟是什么人? 当然是马上就看出了问题, 他看向李圣, 有话就说, 人呢? 来了没有。 陛下恕罪, 刚刚皇后娘娘说书妃娘娘宫里的人回禀, 说书妃娘娘今日受了惊吓, 又着了梁, 所以在陛下离开后就已经睡下了。 李圣回答这句话的时候, 一颗心都在颤抖。 他也是跟在纪灵舟身边这么多年的人了, 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陛下天天到这么一出点意思呢? 但是现在不该来的人来了一大堆, 该来的人却连一个人影都没见着, 陛下的心情又怎么可能好不得呢? 滚出去。 果然, 纪灵舟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瞬间就变了脸色。 李圣, 陛下息怒, 书妃娘娘今日确实是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等明日书妃娘娘醒了, 指不定就过来了呢? 李圣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安慰了。 果然, 纪灵舟的脸色也开始有了缓和。 也是, 今天是自己没有考虑周全, 这深更半夜的, 他又刚刚落了水, 所以怎么能抢球呢? 既然如此, 让外面的那些人都回去吧, 就说朕身体不适, 没有精力见他们, 叫他们全部回去了就是。 纪灵舟说道, 是, 毫不意外, 李圣对这样的回答没有产生一点点的质疑。 而纪灵舟嘛, 现在已经从床榻上站了起来, 今晚就不要让太医离开了, 就睡正晚上离不开太医的看骨。 另外, 李圣, 这会不会有点太夸大了? 可惜对上纪灵舟的目光后, 李圣所有刚要出口的话, 全部都堵在了嗓子眼。 他可没有那个胆子去智慧些什么。 是, 奴才这就去办。 李圣应下, 陛下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煞费苦心了。 这后宫的天还真是要变了, 不过, 要是明日淑妃娘娘还是不过来, 那又该怎么办? 他们这些人的脑袋还保得住吗? 唉, 李圣在心里已经不知道叹了多少口气了, 陛下到底是怎么了? 毫无预兆的变化这么大, 以前的陛下从来不会对淑妃娘娘这么上心的。 好吗? 不仅是淑妃娘娘, 就说后宫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这种待遇, 陛下亲自跳入冰冷的池水里救人。 这说出去谁信啊? 要不是自己亲眼所见, 李圣觉得自己可能都不会去相信这是陛下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第107章, 淑妃不知情, 但这一次还真是又一次让她大开眼界了, 因为, 季灵州真的没有去上朝。 各位大人, 今日陛下龙体欠安, 无法临朝廷政。 陛下深感忧虑, 对朝廷事务和国家大事仍旧欣细万分。 陛下特地嘱托奴才前来告知各位大人, 若有急奏, 那便请各位大人拟定奏章, 奴才定会转交。 李圣说道, 下面的朝臣议论纷纷, 但是, 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可, 陛下的龙体一直挺不错的, 此前更是没有发生这类事情, 今日这是怎么了? 李圣交代完这些事情后, 就赶紧回了紫辰宫。 不过她才刚回去, 就看见了迎面来的皇后和一众后妃, 原来是刚刚陛下因为生病, 无法早朝的事情给传了出去。 陛下身体如何? 皇后刚一过来, 就开始询问。 回皇后娘娘的话, 陛下受了粮, 昨日夜里高烧不断, 太医也一直都在身边, 伺候着, 今日早晨, 陛下原本也是要去上朝的, 但是实在是起不了身, 这才给耽误了。 李圣也是怎么严重怎么来? 反正陛下生病严重的消息, 就这么不禁而走了。 皇后一听到这话, 整张脸都皱在了一起, 怎么会这么严重? 太医呢? 太医怎么说? 皇后娘娘不用担心, 太医说, 这次陛下这是寒气入体, 但只需要好生僵养, 也是能慢慢好起来的。 李圣回答, 陛下身边也没个人伺候, 这怎么能行呢? 今日本宫和后宫里的妹妹都过来了, 你先退下吧, 这里就交给本宫了。 然后说完这话, 就准备往里面走。 但是, 李圣可不敢就这么把人放进去了, 他赶紧站在皇后面前拦住。 皇后娘娘恕罪, 陛下特地吩咐过了, 说不见任何人。 皇后面色不渝, 陛下病得这么严重, 本宫身为皇后, 还不能进去瞧瞧吗? 李圣满脸为难, 皇后娘娘见谅, 陛下这也是不希望旁人瞧见 她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 皇后, 陛下什么时候还讲究这些了吗? 李圣这心里面也紧张得很呀, 他只希望陛下不要怪罪, 毕竟自己这也是为了拦住皇后娘娘。 最终在李圣的不断忽悠之下, 他总算是把人给送走了。 李圣心里面长舒了一口气, 随后赶紧进了大殿。 纪灵舟现在正靠在床上看书呢。 李圣进来后, 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陛下怎么这么悠闲了? 连一宫可有人过来。 纪灵舟突然看过来问了一句。 李圣听到这个话, 又默默地为自己祈福。 陛下, 现在时间还早着呢? 淑妃娘娘只怕是还睡着, 所以, 可是, 只要稍微有点心思的人, 就应该知道自己这次生病, 是因为昨天泡了冷水的缘故。 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 不过比起他明明知道却不过来, 纪灵舟还是更愿意相信, 他其实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毕竟昨天太晚了, 他又受了惊吓, 睡得早不知道也很正常。 今天这个点他没有醒过来也很正常, 所以, 他应该是不知道自己生病这回事的。 纪灵舟一直这样安慰着自己, 他一定是不知道的, 等他知道了一定会过来的。 他心里慢慢地松了一口气, 没关系, 不就是多等一会儿吗? 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事, 他慢慢等就是了。 只是很可惜, 临近晌午, 纪灵舟有些不耐烦地将手里的书放下。 还是没有人过来吗? 纪灵舟又问了一句, 李盛现在都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冤枉了, 但是陛下问了, 他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回答。 回陛下, 还没有消息, 李盛硬着头皮说了一句, 纪灵舟听到这个回答脸色更黑了, 所以, 他就真的一点也不在乎, 还是说到了现在都还没醒过来。 陛下息怒, 说不定是下面的人担心淑妃娘娘的身子, 所以才不敢说。 要不, 奴才再让人去传的消息, 李盛这是把该找的理由全部都找遍了。 纪灵舟脸色难看, 不用。 李盛, 陛下, 你说, 你这是何必呢? 陛下外面的宫人走了进来, 纪灵舟看了过去, 太后娘娘听闻昨日淑妃娘娘落水的事情, 现在已经去连衣宫了, 还带着太医。 宫人说了一句, 淑妃醒了, 纪灵舟的关注点似乎有些不对劲。 李盛, 好吧, 这次自欺欺人的借口也没了, 宫人也被这个问题给问猛了, 什么叫做醒了没有? 现在怎么可能还没醒? 都已经晌午了, 刚刚连衣宫还传了午膳。 是宫人老实回答, 纪灵舟脸色更沉了, 李盛也是心累。 拿下去, 纪灵舟有些不耐烦地把手里面的书给扔了出去, 李盛赶紧去捡了起来, 可是当他看见书封面的那几个字时, 李盛都怀疑自己看错了。 陛下这是在看什么说呢? 这些名字都奇奇怪怪的, 而且要是没记错, 他记得这书好像是之前淑妃娘娘看过的一些画本子啊。 连衣宫, 太后刚刚陪承明染用了午膳, 昨日虽说没有受太大的罪, 但是承明染毕竟是受了粮, 所以有些咳嗽, 今早还有些头晕, 但好像没有发热。 你的身子还得好好养着, 平日里没事了, 就不要操心这些有的没的,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太后嘱咐了一句, 我没事, 姑姑不用担心, 承明染无奈, 云氏胆大妄为, 哀家已经让人处置了, 这也算是给你交代了。 太后说了一句, 承明染听到这句话被吓了一跳, 她看向太后, 姑姑把云氏怎么了? 我能做什么? 她挨了板子, 这大冬天的又被打入冷宫, 随便找个理由便是。 太后回了一句, 回淑妃娘娘的话, 云氏昨天夜里挨了板子, 被打入冷宫后也没有人照料, 更没有太医。 结果刚刚去送饭的工人去的时候, 就发现云冲已倒在了雪地里, 身上都覆盖了一层雪, 人已经没气了。 银肃回了一句, 第108章, 幼稚的陛下。 承明染我是听到这段话的时候, 心口一震, 她看向太后, 姑姑, 在皇宫里面死的人还少了吗? 她这也算是罪有应得。 然然只需要记清楚, 永远不要让自己受了委屈。 太后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承明染没有说话, 太后握住了她的手, 然然也应该慢慢地适应这些才是。 姑姑, 承明染后面的话还没说出口, 太后就马上打断了她, 然然是在可怜她吗? 承明染摇了摇头, 没有, 没有就好, 然然一定要记得, 不论在什么时候, 你的善良和不忍都有可能会伤害到自己在这皇宫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高位的人能够从头到尾保持着善良或者毫无心计。 太后说道, 承明染低着头, 我知道, 她回了一句, 不要多想, 既然身体不好, 那就好好休息。 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 再过几时就是你的生辰了, 到时候可不能病痒痒。 太后轻轻地笑了起来, 承明染心情复杂, 她看着自己的姑姑, 恩她应了一声, 最近天气很冷, 昨天晚上听见你落水的事情, 可是把我吓了一跳。 太后现在说起这个事情都还心有余悸。 承明染的思绪也重新回到了昨天, 昨晚我也没想到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不过也多亏有陛下。 承明染自然也是后怕的, 他们做的那个地步倒也是在我的意料之外, 不过听说陛下昨晚回去后就病了, 你可知道这事了。 太后问了一句, 承明染点了点头, 知道, 昨夜书画已经跟我说过了。 你是怎么想的? 太后问了起来, 陛下昨晚在连衣宫的时候, 太医就已经瞧过了, 当时并没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怎么回去就病了。 不过陛下, 这次生病应该也是因为昨晚的事情。 承明染心里面其实也挺犹豫的, 一方面觉得她是因为自己才生病, 所以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她也不想欠她什么。 但是自己就这么过去, 她好像又做不到, 她不想跟纪灵舟有太多的牵扯。 太后听到这话笑了起来, 其实是不想过去的, 对不对? 太后问, 承明染在太后面前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所以直接就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陛下, 所以, 你从来不用纠结这些, 该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不用去刻意迎合, 只要让自己舒服就好了。 太后说起来好像挺轻松的, 但是承明染这心里总是有什么疙瘩在, 太后应该也是看出了她的心思, 所以说了一句, 冉染不用有心理负担, 总归她才是皇帝, 她有什么委屈可受的, 那你又何必在意呢? 话虽这么说, 但是这一次她到底是因为自己, 而且刚刚她还听人说了, 纪灵舟昨夜就一直发着高热, 今天甚至连早朝都没去, 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情况, 皇帝身边从来都不缺人伺候, 而且这些年她身体一向很好。 刚刚冉染也说了, 昨晚在连衣宫时, 她的身子都还好好的, 所以又怎么可能一回去就病倒了呢? 太后实在是没有忍住, 成冉染听到这话, 眼里都是疑惑, 姑姑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这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想法, 突然涌上心头。 太后一看成冉染现在这个表情就知道, 她应该也有了猜测, 所以又接了一句, 你的身体都没什么大问题, 陛下我怎么可能病得这么严重? 成冉染愣住了, 不过凡事都有意外, 这些也全部都是猜测, 倒也不能确保。 太后说道, 可是这好端端的, 陛下这么做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也没什么好处啊。 成冉染是彻底的猛住了, 太后的表情意味深长, 谁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呢? 总不可能是为了偷懒吧? 啊, 成冉染的脸色越来越困惑了, 太后有些好笑, 她现在做的事情倒是越来越出乎我的意料。 你要是不想去就不去, 太后马上又接了一句, 她是不是真的病了其实也很好确认。 太后说道, 成冉染一脸疑惑, 怎么确认? 就算不是真的病了, 那难不成下面的人还敢拆穿陛下不成? 这脑袋不想要了吗? 但不得不说, 成冉染还是太单纯了心, 因为, 此成功, 李胜匆匆忙忙地从外面进来, 纪灵州现在正不爽呢? 现在看着李胜这匆匆忙忙的样子, 心里更念烦了。 但还没来得及问罪, 李胜就说了一句, 陛下, 刚刚连一工传了消息过来。 连一工? 纪灵州心中一动, 派人过来问了。 所以, 还真的是自己想多了吗? 她一开始一点也不关心, 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病了的事情, 但这一次又要让她失望了。 不是, 是淑妃娘娘, 淑妃娘娘病了。 李胜回答, 什么? 纪灵州脸色一变, 猛地就从床榻上下来。 怎么回事? 太医去了吗? 太医怎么说的? 纪灵州的脸色瞬间就严肃了几分。 太医说, 淑妃娘娘也是受了寒的缘故, 从昨晚就开始身子不舒服。 但是, 说跟娘娘一直不愿意叫太医, 今天要不是太后娘娘过去, 只怕淑妃娘娘就要自己忍过去了。 李胜说道, 简直是胡闹, 他就这么把自己的身子当回事吗? 病了不请太医, 他就是这么坐牵自己身子的吗? 更衣, 马上去连衣宫。 纪灵州瞬间就坐不住了。 陛下, 您不是还病着吗? 要是现在过去, 只怕是不好对外解释呀。 李胜满脸为难, 都这个时候了, 还管这么多做什么? 朕的身子, 到底如何轮得到其他人来来智慧吗? 百嫁连衣宫。 纪灵州说道, 李胜, 这变脸可真够快的, 今早还重病着, 现在就生龙活虎了。 怎么现在只要是一对上淑妃娘娘的事情, 陛下就变得这么幼稚了。 第109章, 连衣宫被拦。 连衣宫。 纪灵州过来的时候, 看到的人都惊讶了。 陛下不是病得很严重吗? 怎么现在突然到这儿来了? 书画和银宿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不知道你怎么回事。 奴婢见过陛下, 别人赶紧过来行礼。 纪灵州现在哪里, 还管得了这些啊, 当即就问了一句, 你们家主子的身子怎么样? 太医怎么说的? 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又病了? 回陛下, 娘娘在屋里呢? 现在太后娘娘陪着, 所以不让奴婢们伺候。 书画回答, 昨日娘娘的身子就有些不舒服, 不过没有想太多。 今日一早, 娘娘就开始了头晕, 但又听说陛下身体不适, 所以不想让陛下担心, 也就没有叫太医。 若不是太后娘娘过来, 娘娘只怕是到了现在, 都会强撑着。 银宿又说了一句, 纪灵州脸色黑沉, 既然生病了, 就应该早点叫太医。 她不愿意叫, 你们这些伺候的, 难道也不知道吗? 若是今日太后没有过来, 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你们担当的起骂。 纪灵州这是直接动怒了。 书画和银宿, 包括外面的这些工人, 听到这话都齐刷刷地跪了下来, 陛下恕罪。 你们的命算什么? 要是他真的出了, 我离你们以命抵命都比不上。 让开。 纪灵州现在可没有耐心, 在这里陪他们扯这些东西。 在场所有人, 陛下现在这中气十足的样子, 可不像是什么生病了。 不是还在说, 今天连早朝都没有去吗? 那现在又是怎么回事呢? 可是就在纪灵州准备进去的时候, 书画壮着胆子拦在了他身前, 陛下恕罪。 太后娘娘今日特地吩咐了, 说娘娘这身子需要好好僵养着, 所以不能让外人叨扰了。 纪灵州听到这话, 整张脸都黑了, 所以自己还算是外人了。 还是说自己现在进去, 是打扰他休息。 整个皇宫还有振去不得的地方。 滚开。 纪灵州这脾气好像越来越暴躁。 书画虽然有些犯处, 但还是拦在了纪灵州面前。 陛下, 纪灵州眉头紧皱, 这怎么还说不通了呢? 他当即就想要发作, 可是一想到书画是成明染身边的人, 他又开始犹豫了。 要是自己现在动了他身边的人, 那他心里的怨气会不会更大? 所以, 自己要不再忍一忍。 纪灵州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脾气, 不要生气, 他长输了一口气, 自己这些年就没有这么憋屈过。 进去告诉他一声, 就说, 朕来了。 纪灵州说了一句, 书画见此, 这心里面也松了一口气。 好在陛下没有直接硬闯, 要不然他们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书画起身, 奴婢这就去。 他说了一句, 最后赶紧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在书画离开后, 纪灵州的目光就落在了旁边的银宿身上。 你不是那天的那个宫女吗? 他突然想起来就问了一句, 奴婢银宿见过陛下, 银宿也没想到, 这陛下还能记住自己。 纪灵州总是觉得银宿眼熟, 可是具体就是想不起来了, 前世他到底是在哪里伺候。 不等纪灵州多想, 这边的书画已经进到了内室。 承明染现在面色苍白地靠在床榻上, 书画看见第一眼的时候都吓了一跳, 娘娘这是怎么了? 怎么脸色突然这么难看? 这话得也太真了些吧。 娘娘, 陛下过来了, 现在就在外面呢。 书画说了一句, 承明染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看见向了太后, 太后似乎并不惊讶,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出去告诉一下, 只要说冉染已经睡了便可。 书画领会, 是, 等书画离开之后, 承明染看向太后, 鼓鼓, 闭下她。 如你所见, 她这病现在不是好了吗? 太后轻轻笑着说了一句, 承明染, 看来这病好得挺快啊。 怎么了? 难不成你还想要见见她不成? 太后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 承明染摇了摇头, 我没有这么想, 不管你是怎么想的都没有关系。 好了, 现在这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今日就先回去了, 若是有什么事, 就差人来找我, 知道了吗? 太后有细细地嘱咐了一句, 承明染听到这话, 乖巧地点了点头, 嗯, 你也趁此机会好好养好身子, 旁的事就不要乱想了。 太后又说了一句, 承明染也都一一地答应了下来, 外面, 书画刚一出来就开始心虚了, 陛下, 怎么样? 说过了吗? 她怎么说? 纪灵舟看起来倒是挺迫不及待的, 书画也是一脸为难的样子, 回陛下, 书妃娘娘刚刚已经喝了要睡下了, 书妃娘娘身子不适, 刚刚还是太后陪了好久才勉强让书妃娘娘睡下, 所以现在只怕是不便被惊扰了, 纪灵舟, 书画这话一说完就明显地就感受到了周边的气压都变低了, 李圣在后面更是打了一个哆嗦, 这都叫些什么事啊? 只是还不等纪灵舟发作, 太后也从里面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陛下不是身子不适吗? 哀家还说等, 看过了冉冉, 便过去瞧一瞧,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陛下, 陛下的脸色看起来好像好了很多啊, 想来应该没有大碍了吧? 太后开口说了一句, 纪灵舟却是面不改心不跳的, 听见太后的问题, 她就好像一个没事人一样, 老太后娘娘挂心了, 不过朕的身子自有分寸, 也就没什么大毛病。 她回答道, 太后也没有拆穿, 只是又说了一句, 陛下既然这么说, 那哀家也算是放心了, 只要身体无恙, 其余的事情都算不到什么。 你现在的身子可是要比然然好上太多了, 她这身子哀家实在是担心得厉害。 太后说起这话的时候还一脸愁容, 纪灵舟也被吸引了过去。 淑妃身子如何? 纪灵舟问了一句, 她就是一个酱脾气, 而且还喜欢逞强, 陛下应该也是从小就知道的, 要不是竟然哀家过来, 还不知道她又要挺到什么时候呢? 太后满脸无奈。 第110章, 不是一时兴起, 纪灵舟听到这话, 心里一紧, 这么严重吗? 太后点了点头, 刚刚好说歹说才让她喝了点药睡下。 昨晚她身子不是又强忍着不舒服, 不去请太医, 所以一直都没休息好。 纪灵舟听到这话, 心里的担忧也快要藏不住了, 朕进去瞧一瞧吧。 太后一听, 赶紧制止, 她这才刚睡醒, 陛下要是进去了, 她只怕是又要睡不好了。 纪灵舟, 这话听着好像挺奇怪的, 朕也只是进去看一看, 不会打扰到她休息。 纪灵舟又说了一句, 太后神色无奈, 她叹了口气, 陛下, 我们聊聊吧。 纪灵舟听到这话, 满脑子疑惑, 聊什么? 太后看了一眼旁边的宫人, 书画和银肃健壮, 赶紧就带着人离开了。 而纪灵舟也看向李胜, 李胜自觉退下。 这宽阔的前院, 瞬间就只剩下了太后和纪灵舟这两个人。 陛下现在戴冉冉, 似乎有了很大的转变和不同。 太后率先开口说了一句, 纪灵舟这一次, 倒是也没有马上就矢口否认。 她回了一句, 以前是我亏待了她, 在很多事情上对她也太过苛责了些。 那现在呢? 陛下是怎么想的? 太后也问得非常直接, 这直言不会的样子让纪灵舟愣了一下。 怎么想的? 这个问题其实是连她自己都有些弄不清楚。 太后见此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冉冉这些日子过得很苦, 陛下想必也是看见了。 说句实话, 其实哀家这心里也很心疼。 在更多的时候, 哀家对陛下也还是会心生怨怨。 可是, 哀家也知道有很多事情是抢求不来的。 就好像当初冉冉要入宫时, 哀家这心里面就有很多的不乐意, 更多的就是担忧。 果不其然, 陛下瞧瞧, 冉冉自从入宫后吃过的苦头还少了。 就好比这一次, 她以前是多么明眼的一个小姑娘。 但是现在呢? 陛下能感受到她的变化吗? 太后突然就问了一句, 既灵舟沉默不语, 她当然能感受到, 而且还非常的明显。 这个问题她也曾不止一次地主动向成敏冉提起过。 那陛下觉得, 太后又问了一句, 既灵舟心口微微一疼, 她如何能不知道? 受过的苦太多了, 受过的罪太疼了, 人的性格自然就不会发生变化。 陛下觉得, 冉冉这一切又是因为谁呢? 太后又问了一句, 既灵舟身体瞬间就僵硬了起来, 做这件事情真的要论起来, 那罪魁祸首应该也是她吧? 哀家说这些话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想让陛下认清楚吧。 冉冉这些年过得太苦了, 陛下若是给不了冉冉什么, 那哀家日后便将冉冉带走, 从此以后再也不出现在陛下眼前哀眼。 太后这是准备直接放大招啊。 果然, 既灵舟一听到这话, 整个人都慌乱了起来, 她抬头看向太后, 太后想要带她离开不成。 若是陛下不稀罕了, 那又为什么不能放过她呢? 陛下就这么讨厌她, 想让她留在这里, 生不如死地反复遭受虐待与折磨吗? 你这样做临时之行又有何意呢? 太后这话说的就有一点重了, 但是既灵舟却听了进去, 她放在身侧的手握紧了又松, 松了又重新握紧, 心里好像一直在反复挣扎着什么, 朕没有讨厌她的意思。 既灵舟终于开口说了一句, 太后看着她, 所以呢? 陛下放了冉冉, 不可以吗? 有这么难吗? 她既然已经入了后宫, 那就是朕的人了, 她没有理由离开。 既灵舟还试图用这样的理由把人留下来, 但是太后又怎么可能给她这个机会? 当即就说了一句, 只要陛下愿意放人, 不论冉冉是什么身份都不碍事。 既灵舟没有接话, 陛下, 冉冉从来就没有做错什么, 你总不能因为她姓成就这样的否决她, 折辱她, 伤害她。 太后说的话也越来越直白和犀利了起来, 既灵舟听到这话, 下意识地就想要开口反驳, 可是还不等她说出来什么, 她就发现自己好像没有这个资格, 因为太后说的这些都是事实。 陛下, 冉冉是无辜的, 太后一直在重复这一句话, 既灵舟不语, 冉冉之前在寿康公住的那几日, 整个人都是浑浑噩噩事, 她每天都心不在焉, 晚上也经常都是噩梦连连的, 陛下就真的忍心吗? 她也曾是真心爱慕陛下, 陛下若是因为她的这份喜欢厌恶于她, 这是不是也太公平了? 太后又多说了几句, 既灵舟听到这里再也沉不住气了, 她声音微微有些哑, 我没有厌恶她, 我也不会放她走, 从今以后, 我会好好对她, 再也不会发生以前的那种事情, 太后听着既灵舟说完这话后, 脸色似乎开始放松了起来, 但是还不够, 陛下如今说的这句话的原因是什么? 陛下可想过吗? 还是说只不过是陛下的一时兴起, 陛下, 然然堵不起的, 太后道, 既灵舟赶紧否认, 不是这样的, 朕对她不再是跟以前一样的情绪了, 只是现在, 朕还不知道这是什么, 太后没有说话, 既灵舟抬起头看向屋子里面的方向, 以前都是我的不好, 但是以后再也不会有之前那样的事情了, 朕会好好带她, 也不会再让别人伤害到了她, 所以, 太后娘娘, 朕不会让你把她带走的, 她只能一辈子留在朕的身边, 这一次, 既灵舟说出来的话就要果断很多, 好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样, 整个人都变得有些不一样了起来, 太后掩饰住了眼底的情绪, 她看着既灵舟, 陛下这话有保障吗? 还有, 陛下虽然是这么想, 那有考虑过冉冉的想法吗? 还是说, 不管她是什么样的想法, 你都会这样做, 那要是她不愿, 陛下又会再一次强迫她吗? 太后这句话算是问到了点子上, 第111章, 困了, 既灵舟没能马上回答上来, 她的沉默又犹豫, 也被太后看在眼里, 太后其实也没想马上就问出个答案, 若是她一早就有了答案, 那自己又不可能去问了, 太后往前走了两步, 陛下大可以好好想一想, 好了, 哀家还有事, 就先走了, 语罢, 太后直接就从纪灵舟的身边走过, 纪灵舟没有硬化, 等太后的身影都消失在了连衣宫时, 李胜才从外面过来, 陛下她轻轻叫了一声, 纪灵舟没有反应, 她还在发呆呢, 李胜满脸疑惑, 陛下这是怎么了? 想什么这么出神呢? 不过很可惜, 她也不敢打扰, 更不敢多问什么, 纪灵舟现在满脑子都是刚刚太后问的问题, 她说的那些话, 全部都在自己的脑子里面打转, 她的话不是一时兴起, 可是具体又是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上一世吗? 可是上一世的自己对她又是什么样的感情吗? 是挡下了那一件的感激吗? 不是的, 不只是感激, 纪灵舟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地破土而出, 那不是简单的感激。 陛下, 李胜又唤了一声, 陛下都已经一个人站了好久了, 这一次纪灵舟终于是回过神来了, 她看了李胜一眼, 走吧。 是, 李胜应下, 这是要回去了, 屋内, 书华从外面放轻脚步走了进来, 承冰冉还坐在床榻上面, 娘娘, 陛下已经离开了, 书华说了一句, 已经走了吗? 看来她其实也没有那么执着地要进来, 不知道为什么, 承冰冉心里还是有些酸酸的, 不过转念一想又觉得无所谓了, 她要怎么样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自己又能要求和奢望她做什么呢? 走了也好, 省得自己去应付, 不过纪灵舟来连一宫的消息却是传了出去, 凤一宫, 皇后听着下面人的来报, 整个人都迷糊了, 陛下不是病得很严重吗? 怎么突然又去了连一宫? 回皇后娘娘的话, 陛下确实是去了淑妃娘娘处, 至于陛下的病, 奴婢们也没有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宫女也是一脸的猛逼, 皇后, 有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从她心底冒了出来, 可是她自己又觉得不太可能, 陛下这样的人没有必要装病吧? 而且她装病有什么好处吗? 淑妃呢? 怎么也病了, 皇后觉得自己有些心累, 这一个两个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是昨晚就不好了, 一直让忍着没有叫太医, 今日还是太后娘娘去了, 才让太医过去的, 宫女回答, 一会儿你差人送些补品去连衣宫, 淑妃那身子还是需要好好痒痒的皇后说了一句, 是, 奴婢知道了, 宫女答了一局, 话已至此, 皇后也不再多说什么, 她抬手挥了挥, 宫女慢慢地退了去, 除了皇后, 后宫的这些个后妃在听见这事之后都差点没掀了桌子, 陛下不是身体不适吗? 都这样了, 还是在听见淑妃身体不适前去探望, 淑妃这个妖孽到底是使了些什么手段? 用了些什么妖法? 居然把陛下勾成了这样, 她还会做迷魂汤不成? 紫辰宫, 李圣一脸忧愁地看着眼前坐着的陛下, 陛下这是怎么了呀? 她都一个人做了小半个时辰了, 这是在想什么呢? 刚刚太后娘娘都和陛下说了什么呀? 怎么陛下从回来, 从在连衣宫的时候就开始魂不守舍了? 李圣在心底默默地叹了口气, 想来肯定也是关于淑妃娘娘的事情吧, 他们这些做奴才的又要开始有难了, 深夜, 陈明染在屋子里面坐了一整天, 闲来无事时便看看书, 外面天气冷, 她也不想出去, 只是屋子里面的暖意也慢慢地让她有了睡意, 自从在冷宫出来之后, 她就喜欢上了一个人待着, 哪怕平日里也不会让宫女贴身伺候, 她透过不远处的窗户瞧了一眼外面的景色, 外面漆黑一片, 陈明染心口一惊都已经这么晚了吗? 她看着手里面的书, 最后慵懒地打了个哈欠, 这时间还没来得及做些什么便过去了, 倒是让她变得恍惚了起来, 娘娘书画从外面走了进来, 该喝药了, 书画说道, 身后的嬴塑端上要晚, 陈明染只看了一眼就眉头紧皱, 又不是真的病了, 喝什么药, 拿下去吧, 回娘娘的话, 这是太后娘娘吩咐的, 太后娘娘说了, 这做戏就要做得像一些, 这药也只是普通温养身子的药, 娘娘不用担心, 书画说道, 我每天都已经黑了, 又不会有什么人来, 有什么好喝的, 我不喝, 拿下去吧, 陈明染说什么也不愿意喝, 毕竟她是真的很讨厌喝药, 娘娘, 您还是喝了吧, 这药是太后娘娘特地让人调配的, 对娘娘身子有益处, 不苦的, 迎宿也开口劝了一句, 陈明染整张小脸都皱在一起了, 为什么非得喝这种玩意儿, 不过眼看着拗不过, 她最终还是叹了一口气, 选择妥协了, 陈明染端过药碗, 看着黑乎乎的药, 她一鼓作气, 捏住自己的鼻子就仰头喝了去, 娘娘现在可要休息了, 要不奴婢伺候您歇下吧, 书画看见她喝了药之后, 又说了一句, 陈明染连连摆手, 不用了, 退下吧, 她睡不着, 行吧, 书画也不多留, 药既然已经喝完了, 她也就同酸素一起离开的那点, 陈明染原本还是准备再看一会儿书的, 但是还没两一会儿, 她就觉得自己有些犯困了她又打了个哈欠, 在想要投入书本的时候, 脑袋就开始变得昏沉, 眼睛都好像要睁不开了, 好困啊, 一连两个哈欠, 陈明染的眼泪都出来了, 或许是因为真的扛不住了, 她放下了手里面的书, 意识也逐渐迷离, 没多一会儿, 她便彻底地睡了过去, 手边的书慢慢滑落, 啪哒一下掉在了地面上, 不过这一小插曲并没有惊醒陈明染, 她好似睡得很沉, 第112章, 夜叹, 夜幕见深, 陈明染的呼吸也越加明显了起来, 她现在已经睡得很沉了, 门口不知被谁推开, 顺着倾洒进来的那一缕月华, 暗夜里投射下来的人影不断被放大, 是纪灵舟, 纪灵舟慢慢地走到了陈明染的床榻前, 这边的烛光印照在了她的脸上, 连同平日里面冷硬的轮廓都变得柔和了起来, 她看着面前熟睡的小女人, 自己直接走到她的身边坐了下来, 陈明染完全没有要醒过来的意思, 纪灵舟轻轻抬手想要抚摸上去, 可是又怕把人吵醒, 所以伸到半空的手又退了回来, 陈明染的脸色其实不是很好, 纪灵舟也没有想到她也生病了, 这身体怎么这么差呢? 纪灵舟无奈, 这才多长时间呢? 她又病了多少次了, 纪灵舟今日晚上是偷偷过来的, 所以外面的人并不知道, 她就是想过来看看她, 白人没有见到她, 她的心里就一直放不下, 所以才会在夜里偷袭, 现在如愿看见了陈明染, 纪灵舟的一颗心也算是落回去了, 看起来应该没有之前那两次严重, 她帮陈明染盖了盖被子, 直到这个时候, 她才发现地上有一本书, 纪灵舟将地上掉落的书捡了起来, 这应该是刚刚陈明染看的东西, 她看了一眼书的名字, 眉心微皱, 她好像格外钟爱这些画本子,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有一大堆, 今日她就是因为好奇, 陈明染平日里面喜欢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所以专门让人找的那本书来, 可是让她越看, 她那眉头旧皱得越深, 这话本子里面写的故事也太离谱了些, 而且大多都是讲的些什么爱恨情仇, 偏偏大多都是各种悲剧来着, 所以今天纪灵舟在看这些书的时候, 那锦皱的眉头就从来没有松开过, 她看完这些之后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想问一句, 陈明染到底是为什么会喜欢看这些东西的, 而且还有一个想法, 突然就从纪灵舟分脑海里面蹦了出来, 她现在这么喜欢看这些东西, 不会被这里面的故事给影响到吧, 要是她把自己给带入进去了怎么办, 还有, 她这段时间变得这么疏离淡漠, 莫不是真的被这些故事给影响的, 不得不说, 纪灵舟现在一个人坐在这儿想的倒是挺多的, 可是正在胡思乱想的纪灵舟丝毫没有注意到, 门口有一个黑影悄悄地离开了, 这窍无声息的样子, 看起来应该呆了有一阵了, 陈明染一开始睡得还挺沉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到了后半夜, 她的身子就慢慢地开始发热了, 纪灵舟一直都没有离开, 可是因为不敢去碰她, 所以丝毫没有察觉到异常, 直到陈明染的呼吸都慢慢地变得粗重起来之后, 她才察觉到了不对劲, 她看上床上躺着的小人怎么出了这么多的汗, 脸色看起来也不太好, 苍白的厉害, 纪灵舟的嘴唇都快抿成一条线了, 看着她现在这个情况, 纪灵舟也管不了太多了, 最终还是伸手去探了探她的额头, 陈明染的额头微微发热, 连呼吸都变得不平稳了起来, 纪灵舟瞬间就紧张了起来, 她正准备起身, 但是陈明染就在这个时候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她朦胧间看见眼前站了一个人, 谁? 她声音沙哑, 有些说不出话来, 纪灵舟也没有要故意躲, 她既然已经醒了, 自己总不可能马上离开吧, 是朕, 你身子有些发热, 只怕是又严重了, 朕现在让人去叫太医过来给你瞧瞧, 你先休息一会儿, 纪灵舟说了一句, 但是陈明染听到这话之后马上就拒绝了, 别, 不要, 纪灵舟转身扭头看向她, 怎么了, 会及记忆可不行, 听话, 她说了一句, 可是这次还不等她走出去, 陈明染就直接伸手拉住了她的手腕, 力道其实很轻, 可是纪灵舟却觉得自己好像被定住了一样, 她看向陈明染, 这一次没有主动开口说什么, 陈明染就觉得头晕, 眼前的视线一点一点的清晰, 不要叫太医, 我没事, 她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清醒, 连个自称都变了, 不行, 纪灵舟反正就是不同意, 陈明染努力地撑着身子想要坐起来, 纪灵舟健壮再也没有站在那里不动了, 她赶紧上前, 下意识地就把人给扶住, 生病了就好好休息, 你现在坐起来干什么, 纪灵舟语气里面都是不赞同, 但也没说什么重话, 反倒把她稳稳当当地扶着坐了起来, 顺便靠近了自己的怀里, 陈明染这一次少有的没有抗拒她, 纪灵舟一开始还在紧张她会和之前一样把自己推开, 结果居然没有, 不免让她心里面有点小窃喜, 这是不是说明在陈明染心里, 自己比之前要稍微的好些了, 不过纵使心里是这么想的, 纪灵舟面上也完全没有显示出来, 她搂住了陈明染的肩膀, 让太医来看看吧, 白日已经瞧过了, 都是正常的, 陛下不用担心, 陈明染说了一句, 她当当确实有些头晕, 可是现在坐起来后好像又缓解了不少, 而且太医明明说了是没事的, 还记得是刚刚喝了那碗药就开始犯困, 难不成是那碗药有问题, 可是那碗药是姑姑专门让人调治的, 在没有弄清楚事情之前, 她暂时不希望生出一些事端来, 反正自己感觉也没什么事, 所以她现在是不可能请太医过来的, 纪灵舟一听到这话倒是冷静了一些, 这是正常的吗? 还是说她今天一天都是这种情况, 一想到这种可能, 纪灵舟不可避免地心疼了一瞬, 她这身子怎么这么弱啊, 看来还是得好好调养一下才行, 平日里可得让人好好护理着, 要是再生出些其他意外那就麻烦了, 程明染现在还不知道纪灵舟心里面的打算, 不过, 纪灵舟怎么现在突然过来了? 第113章, 陛下越来越无赖了, 看时间, 现在应该很晚了才对, 纪灵舟怎么非得挑到这个时间过来? 程明染的脑子还在发猛, 不过比起刚刚才清醒的时候, 已经好了太多了, 这一次她被纪灵舟搂在怀里的时候, 也没有抗拒, 陛下怎么过来了? 程明染还是把心里的疑问给问了来, 纪灵舟听到这个回问题的时候, 脸上也有一瞬间的僵硬, 这让她怎么回答? 毕竟外面的人都不知道她过来了, 就是听说你病得有些严重, 白日里面又没见到你, 所以现在晚上过来看看, 纪灵舟这也不算是说了假话, 但是程明染现在还不知道, 她居然是偷偷潜藏过来的, 更不知道, 外面的人都还不知道, 纪灵舟居然一个人大半夜的夜叹连衣工, 臣妾没事程明染说了一句, 这不是你说没事就能没事了, 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没事的样子吗? 既然昨天晚上就病了, 那为什么不早一点, 请太医看看, 如果今天不是太后娘过来, 你还打算硬撑到什么时候呢? 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 那还有谁会顾惜啊? 纪灵舟这是又开始念叨了, 程明染心里面也挺无奈的, 她也想请太医啊, 可这不是没病吗? 要不是太后娘娘过来, 她不会生病, 不过既然都已经说到这里了, 那么, 陛下不是也生病了吗? 纪灵舟突然说了一句, 纪灵舟一听到这个问题, 自己都差点没有反应过来, 对哦, 自己今天也是重病在山亚, 她有些不自然就别开了目光, 然后眼面倾咳了两声, 嗨嗨, 朕确实是身体不适, 不过朕恢复得很快,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很严重了, 毕竟朕可不是某些人, 连病了都要一直拖着, 这怎么可能好得快? 纪灵舟还在这里含沙摄影, 程明染, 是吗? 刚刚臣妾还以为这些是在做梦呢? 以为听说陛下生病了的事情, 只是一场梦, 要不怎么说陛下的脸色看起来这么好, 完全就不像生病的样子呢, 程明染也说了一句, 纪灵舟, 这次又轮到她无语了, 虽然自己确实没有生病, 但是就这样被程明染猜测性地说出来, 还是有一点尴尬和不自然的, 但是纪灵舟的底气很足啊, 因为不管是太医, 还是身边这些伺候的人, 都不敢去拆穿她假意生病的事情, 所以只要她自己说自己没有, 那就没人敢说她是假装的, 但是吧, 陛下以前还从来没有因为生病耽误过早朝, 之前还以为这次这情况太严重了, 所以陛下才会把早朝也推了, 程明染继续说了一句, 她一边说的时候还一边看着纪灵舟的表情, 她怎么就这么会装呢, 要不是自己, 应该说要不是太后娘娘, 她说不定还真的要被欺骗过去, 不过话又说回来, 纪灵舟这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装病呢, 有什么好处吗, 难不成就是为了偷懒, 可是她不是一向都以国事为重吗, 又怎么可能因为偷懒就故意装病, 程明染目前还想不通, 至于心里面潜藏的那个原因, 她现在可没有工夫去戳破, 一天早朝而已,耽误不了什么大事的, 无妨, 纪灵舟现在只想赶紧跳过这个话题, 程明染闻言也就不再多说了, 要不然一会儿把人说脑了, 受罪的还是自己, 现在时间好像已经很晚了, 程明染换了一个话题, 现在已经过了紫时了, 纪灵舟下意识的就接了一句时间, 凌晨过后了, 都已经紫时了, 程明染再一次震惊了起来, 既然已经紫时了, 那,那都已经这么晚了, 陛下怎么还在这儿, 陛下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不用回去歇着吗, 程明染问了一句, 臣妾这就叫人进来, 送陛下回去休息, 程明染说着, 就从他怀里面坐了起来, 然后就要对外面喊了, 怀里面的温香软玉突然离开, 纪灵舟的心也跟着空落落的, 就跟他那样抱着多舒服呀, 可惜现在他可没有那个胆子, 再去把搂到怀中, 见程明染马上就要喊人的架势, 纪灵舟你赶紧开口制止, 不用了, 朕今天是自己过来的, 他们都不知道, 外面伺候的人也不知道, 所以你现在叫人做什么, 程明染听到这话脑子一猛, 一个人偷偷过来的, 这可不像是他的作风, 他什么时候还做这种事情了, 朕今天晚上不走了, 就在这里, 你有什么意见吗, 纪灵舟直接就把花料这里了, 程明染, 他这又是抽什么疯了, 陛下, 臣妾身体不适, 恐怕无法侍奉, 程明染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 纪灵舟就直接抬手打断, 不用你侍奉, 你自己睡你的就是了, 陛下, 程明染还想说什么来着, 行了, 你就这么见不得朕, 非要找些借口, 把朕赶走了才满意吗, 纪灵舟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 程明染, 既然知道, 那为什么非要留在这里臣妾只是担心自己的身材, 陛下龙体贵重, 如今臣妾风寒不止, 这怕是会影响了陛下的身子, 程明染还在继续往下说, 他自己说自己都完全没有注意到, 旁边纪灵舟不断黑沉的脸色, 还在找借口, 还在找借口, 朕说了, 这些不重要, 你不用管了, 总之, 今天朕就留这里了, 你有意见也没用, 整个皇宫都是朕的, 想去哪里, 还不是朕的一句话, 你要编理由, 就自己慢慢编吧, 反正编的也是白编, 你要是不嫌麻烦, 那就自己说吧, 朕在旁边听着, 就当解解门了, 纪灵舟也往下说了一句, 程明染, 为什么他总觉得, 现在的纪灵舟变得越来越不要脸, 越来越无赖了呢, 这还是原来那个高冷的冷血帝王之君吗, 这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才让他的变化这么大, 第114章, 不要脸的纪灵舟, 纪灵舟反正是不知道程明染现在的心中所想, 不过就算知道了, 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反正已经决定了, 不管这女人要说些什么, 自己还是想干嘛就干嘛, 难不成还有谁敢拦着自己吗, 不要命了, 不知道是不是发现, 之前的那些套路都没什么用, 现在的纪灵舟好像开始走起来了无赖模式, 程明染在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 算了, 赶不走就赶不走吧, 反正他待在这里也影响不了自己什么, 那陛下现在, 程明染又问了一句, 纪灵舟听到这个问题, 眉头也皱了起来, 现在还能干吗, 当然是休息啊, 往里面去点, 他还说得理直气壮的, 程明染, 满脑子都是大大的疑惑, 往里面去点, 他还要和自己同塌而眠吗, 纪灵舟似乎也是看出了程明染的心思, 他轻轻挑眉, 随后略带挑逗的意味说了一句, 朕竟然在这里歇着, 这里就只有你这一张床, 你说朕晚上睡哪里, 再说了, 身为后妃和朕同塌而眠, 同床共枕, 难道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吗, 程明染, 他突然有些说不过纪灵舟了, 还在那里愣着做什么, 赶紧往里面去啊, 纪灵舟又开始大声催促了, 程明染满脸的无语, 可是还能怎么办呢, 他也只能妥协啊, 毕竟身份摆在这里, 要是自己不听, 那不是没事找事吗, 所以, 程明染到底是往里面挪了挪位置, 而纪灵舟在看见这一幕的时候, 心情瞬间就好了起来, 看来还得是直接点, 这要是跟以前一样, 还不知道要磨到什么时候呢, 和程明染在一起, 就是不能跟他一直说, 要不然迟早都被绕回去, 以前自己怎么没发现, 他那张小嘴这么会说, 看来自己还得多练练, 要不然以后还真要, 被这个小丫头给兑回去了, 现在看见位置被让出来了, 纪灵舟也是个动作快了, 马上就开始更衣了, 程明染就看见他在自己眼前不加掩饰的脱衣服, 整个人都差点傻了, 纪灵舟以前也不是什么不修蝙蝠的人, 而且他向来就是最准规矩的一个人, 现在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自己面前开始脱衣服, 纪灵舟才刚刚把外衣脱了, 就看见了程明染这一脸震惊的样子, 他心里觉得有些好笑, 还顺便开口说了一句, 之前没看过吗, 现在看傻了, 这还没脱呢, 要是脱了, 你的眼睛可不得贴上去, 扯都扯不下来了, 程明染, 不仅变得无赖了, 现在还变得不要脸了是吧, 陛下, 要不这些还是找个人进来伺候你更衣吧, 程明染硬着头皮说了一句, 但是纪灵舟丝毫不在意, 直接边脱边拒绝, 不用了, 太麻烦了, 朕自己又不是没长手, 而且, 这深更半夜的, 再叫人进来做什么, 浪费时间, 我们还是赶紧做正事吧, 他意味不明地说了一句, 赶紧做正事, 程明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整个人都猛了, 什么叫做赶紧做正事, 他们还要做什么吗, 看着纪灵舟那个意味深长的表情, 程明染的脑子里面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随后浑身都变得抗拒起来, 陛下, 臣妾身体不适, 现在无法伺候陛下, 程明染又重新说了一句, 朕也没说让你伺候啊, 纪灵舟眉眼间都带上了一丝笑意, 看起来好像只是在说一个什么玩笑话, 但是程明染可一点也不敢, 把这件事情当做玩笑, 他的神色又严肃正经了几个, 陛下, 臣妾是认真的, 臣妾现在, 程明染, 纪灵舟在他那句话还没说完的时候, 就直接开口叫了他的名字, 打断了程明染接下来要说的话, 程明染看向纪灵舟, 纪灵舟还是之前的那个样子, 你以为刚刚朕说的是什么意思, 程明染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问得有些茫然, 看着他现在的样子, 难道自己刚刚理解错了, 你的脑子里面一天都在想些什么, 都想到哪里去了, 纪灵舟可算是抓到主动权了, 程明染现在终于确定刚刚应该是自己多想了, 可是这也不关自己的事啊, 他刚刚说那话, 还有他那表情明明就很容易让人遐想, 因为误会的事情, 程明染的脸上也闪过一抹尴尬之色, 他低下了头, 是臣妾想多了, 请陛下恕罪, 但是纪灵舟好不容易才抓到这么个机会, 又怎么可能轻轻放过呢? 所以, 他故意靠近程明染, 程明染下一双往后躲了躲, 结果就被纪灵舟的遗伤大手给搂住了腰身, 顺便往前面送了送, 两人贴得更近了, 所以, 在你眼里, 那样的事情算正是吗? 嗯, 纪灵舟眼里面的细血之色非常明显, 他之前乃做过这么挑逗轻浮的事情, 程明染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有些脸红, 连眼睛都不敢证视他是臣妾的错, 他浑身上下都开始燥热了起来, 好端端地贴这么近干嘛, 为什么不看阵, 阵有那么不入眼吗? 纪灵舟这一次直接靠近了他的耳边, 温热的气息扫过耳锅, 程明染的身子下意识地轻颤了一下, 他越是想往后面躲, 纪灵舟这个月是要把他往怀里面搂, 他身上的衣服都脱得差不多了, 就剩了最后一件, 所以隔着这一层薄薄的布料, 程明染只觉得格外无错, 陛下, 臣妾感染了风寒, 陛下现在靠这么近怕是有些不妥, 他伸手轻轻地推着纪灵舟, 那就不能换新理由啊, 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不禁斗呢? 纪灵舟这还真是发现了新乐子, 原来斗小姑娘这么好玩啊, 还真别说, 程明染这个样子看起来还挺有趣的, 尤其是这小脸发红的样子, 还挺可爱的, 程明染原来就不自在, 现在被这么一说更加不自在了, 为什么以前没发现? 那是因为以前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第115章, 应急反应, 见程明染已经红了脸, 纪灵舟也不好再继续逗下去, 他就怕一会儿过了火, 将人给惹脑了, 纪灵舟在床边坐下, 程明染垂着头默默地往里面挪了挪, 他其实刚刚才醒, 现在脑子也比刚刚清醒了很多, 所以现在也不是很困了, 睡吧, 纪灵舟说了一句, 程明染沉默不语地躺下, 也没说什么, 兴许一会儿就能睡着了呢, 在他睡下后, 纪灵舟便紧贴着他睡下, 两人这么安静和谐地躺在床上的画面, 还挺少有的, 程明染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身边传来的热议,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男人的身子, 先天就要比女人的身子容易发热, 即便是没有做什么, 他也可以感受到旁边的热源, 他是怕冷的, 但是屋子里面的炭火很足, 他倒是也不会冷着, 但现在有了纪灵舟在, 他总觉得房间热烘烘的, 连脸都开始发烫了起来, 睡不着了, 纪灵舟突然出声吓了程明染一跳, 今天睡得有些久了, 刚刚清醒了, 所以现在不是很困, 程明染也没有要刻意隐瞒自己的情况, 纪灵舟没有说话, 但是程明染听见了旁边的动静, 他应该是翻了个身朝向自己了, 那说说话, 纪灵舟问了一句, 程明染, 他并不是很想跟他说些有的没有, 而且有什么可说的, 不纯纯就是尴尬吗? 还不等程明染开口, 纪灵舟就已经凑了过来, 很伸手就要把程明染揽进怀里, 程明染身子一颤, 想要躲, 可是就这点范围, 他又能躲到哪里? 纪灵舟将人拉进了怀里, 程明染抵触情绪明显, 陛下, 他想正脱开, 不要乱动, 感受不到吗? 纪灵舟哑着声音说了一句, 程明染身子一顿, 他自然知道, 纪灵舟刚刚说的那些话, 是什么意思, 现在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他甚至可以感受到, 纪灵舟腰间的那双手都很灼热, 或许是下意识的反应, 程明染不自觉地, 就想到了之前纪灵舟对自己强行欢好的那一次, 他开始紧张, 身子不由自己的打站, 纪灵舟感受到了, 怎么了? 他开口问了一句, 程明染害怕得有些说不出来, 他想要逃离他的禁锢, 可是又怕自己说了, 会遭受和那几次同等的惩罚, 怎么不说话, 纪灵舟只觉得, 怀里面的女人连呼吸好像都变得急促了起来, 又不舒服了, 还是让太医来看看, 怎么样? 他问了一句, 把程明染的异常归于生病, 因为从他的感官上来说, 程明染现在浑身冰凉, 加上他本来就病着, 所以才会这么想, 程明染摇头, 不用, 他身陷不稳, 努力地想要蜷缩起自己的身子, 纪灵舟觉得情况越来越不对了, 真的没事, 说着, 他就又伸出手准备做什么的时候, 却没想程明染有了应激反应, 不要, 他如同惊弓之鸟一样, 推开了纪灵舟正准备放在他额间的手, 纪灵舟身子顿住了, 第116章, 纪灵舟说, 曾经是他说错了, 程明染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可是他就是控制不住, 纪灵舟收回了自己的手, 他看出了他的抵触和畏惧, 但是他现在还不知道原因, 见他这般模样, 便也开口了, 怕的是什么, 程明染没有说话, 只是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面, 上一次他被纪灵舟强行欢好时, 除了剧烈的疼, 就只剩下屈辱, 他咬住自己的唇瓣, 程明染想不通, 为什么自己要被他这样对待, 这不公平, 可是那又能怎么样, 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 他是帝王啊, 见他久久没有回答, 纪灵舟不再继续等着, 直接便拥了上去, 程明染的情绪没有刚刚那么激动了, 但还是会抗拒, 放开我, 他真的厌恶极了, 若是以前的他, 可是这个怀抱却是出现在了他最厌恶和最想要躲避的时候, 不放, 纪灵舟声音轻了, 程明染没有挣脱, 反正也是没有用的, 不如省点力气, 陛下, 臣妾现在已经不在乎了, 程明染话音刚落, 就感受到了自己腰间的那双手僵硬了起来, 果然, 都是这样吗, 随随便便伸手就能得到的, 他们从来就不会在乎, 也不喜欢, 但是, 若是有一天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东西不在了, 他们又会舍不得, 觉得就应该是自己的才对,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是不是没有人能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应该珍惜, 不说这些, 纪灵舟压着声音, 他不想听, 可是程明染还偏偏就不如他的愿了, 臣妾不喜欢你了, 臣妾也不想要留在皇宫, 我后悔了, 后悔入宫成为你无数后非中的一个你最讨厌的一位, 他的声音越来越浅淡, 纪灵舟的手慢慢收紧, 这些话不是你应该说的, 不要惹朕生气, 他的声音有些嘶哑, 可惜了, 今日程明染还非是不肯放过, 为什么不能说, 陛下应该不喜欢被欺骗才对, 臣妾只是告诉陛下实情, 臣妾现在已经不喜欢陛下了, 而且只想要离你远远的, 程明染承认自己心里是有怨气的, 纪灵舟隐匿在叶了的脸看不清神色, 但是房间里面的气氛却越来越凝滞, 程明染, 朕已经和你说过了, 也提醒过你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纪灵舟的声音终于是冷了些, 不过程明染似乎已经不再害怕了, 所以呢, 称呼从来就是朕, 而臣妾在您面前也不过视为臣为妾, 臣妾也一直牢记身份, 不敢渐远, 因为臣妾知道会惹得陛下不喜, 所以万分小心, 可是, 陛下的不喜就是不喜, 不管臣妾做什么都是一样的, 臣妾记得陛下说过的所有话, 但唯独对一句记忆最深, 永远不敢忘却, 即为后妃便要知分寸守规矩, 知尽退董礼书, 程明染告诉他, 纪灵舟心口微缩, 这样话他确实说过不止一次, 但而今陛下又说, 让臣妾可以如同往常一般自在先, 陛下教了臣妾许多的大道理, 却从未曾告诉过臣妾, 当您此前的命令和如今相互背逆时, 臣妾又该听哪一句, 程明染只是觉得讽刺, 纪灵舟喉咙一梗, 房间里面再次安静下来, 程明染, 语气里面的冷意消散, 他到底是妥协了, 曾经是朕说错了, 第117章, 不配谈自由, 他说错了, 程明染听到这句话, 只觉得恍惚, 他也会说自己错了吗, 纪灵舟心里又何尝不是五味杂陈呢, 他看着身旁的女子, 朕说以往都是朕说错了, 也做错了, 所以伤害你良多, 让你伤心难过, 让你受尽白眼, 藏着无数委屈, 这些都是朕的错, 是朕欠你的, 程明染愣住了, 一时间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反应才是, 纪灵舟这好像是打开了话匣子, 既然话已经开了头, 那总归是要说清楚的, 何不就趁此机会将这些事情都说个明白呢, 朕知道你现在恨朕, 怨朕, 心里怪朕之前带你的态度, 朕承认之前都是朕的不是, 这些日子朕不是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心思, 或许你会觉得可笑, 但是朕确实对你有了不一样的心思, 纪灵舟倒是也没有扭扭捏捏的, 他现在将话摊开来说得非常明白, 而程明染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身子都瞬间僵硬了起来, 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耳朵出了问题吗, 刚刚纪灵舟都在说些什么东西, 程明染, 不要再说这些话来弃朕, 好吗, 纪灵舟真的很不喜欢听到这些, 不过比起说不喜欢听, 他更多的是害怕和担心, 他怕总有一天自己会真的失去它, 在这一刻, 他总算是正面了自己的心思, 但是, 若是臣妾就是要说呢, 程明染那男的事这么硬气一回, 纪灵舟微微握紧了自己的双手, 若是如此, 你当知道没有朕的允许, 你已经什么也做不成, 这句话暗含威胁, 程明染又怎么可能听不明白其中之意, 虽然说得毫不相关, 可他也就表达得很清楚, 只要是他不愿意的, 自己再怎么想也没用, 早点休闲,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纪灵舟再次开口说了一句, 程明染不语, 你想要什么, 朕只要能给的都可以弥补给你, 但是, 你也必须要知道, 朕断然不会容忍的是什么, 纪灵舟又接着说了一句, 程明染的确有些意外, 甚至是震惊他今天说的这些话, 可是就算是如此又怎么样, 他的本性其实还是没有变的, 就好像是现在, 他依旧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威胁自己, 在程明染眼里, 他现在对自己说的那一句所谓的心思不一样了, 不过是心底的那份战友欲罢了, 他根本不是什么喜欢和容忍, 而是因为自己现在的举动让他觉得不甘罢了, 不甘心自己现在对他没有了之前的那份情感, 所以才想要去战友和证明自己罢了, 程明染只觉得讽刺, 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把别人的喜欢当作理所应当, 只要一旦对方不喜欢了, 他还会觉得是对方不识好歹了, 他干脆闭上嘴巴也不再多说什么, 口舌之快又有什么用呢? 他说了那么多, 但有一句话是对的, 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抗衡得了他, 两人之间的身份全是差得太多了, 不管自己再怎么做或许都影响不了他, 但是只要他想, 他甚至可以轻轻松松地灭了自己的全族, 说起来还真的挺不公平的, 但不公平又有什么用? 这个世道本就如此, 他还不会自不量力地以为自己能改变这个世界, 程明染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强迫着自己不要再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走一步看一步, 反正自己心里有再多的打算也比不上他的一句话, 房间里面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纪灵舟一直看着面前的人, 他承认自己刚才是有些着急了, 不过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 把事情说出来总比两个人都不开口要强吧, 更何况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后面再做些什么也算是理所当然, 纪灵舟从来就没有想过, 自己也会再某一天生出这种心思来, 他很想抬手轻轻地抚上程明染的面颊, 可是他知道自己就算摸了上去, 这女人也只会躲开, 所以反正都会讨厌, 他也就不去自讨没去了, 他心里面很清楚, 程明染是没有睡着的, 他这般真的很让人心色, 纪灵舟突然觉得心口有些难受, 若是再早一点就好了, 要是可以再早一点, 他也不会因此受这么多的委屈, 自己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内疚, 而他们两个也不会有着他的隔阂, 纪灵舟不否认自己后悔了, 如果说以前只是因为他最后挡下那一件的缘故, 那么现在他拟那不止于此了, 他心里一直都很清楚, 前世的程明染之所以会做出那样的举动, 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目的在的, 他想要护住程家, 所以挡下那一件又何尝没有算计呢, 还有他送的那个香囊, 那原本是送给谁的,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清楚, 可即便如此, 还不是当做了他送给自己的吗, 即便是在程明染死后, 他也未曾舍弃这么一个香囊, 他以前确实有些自欺欺人了, 或许是真的不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吧, 可是现在的他又好似突然就想明白了, 不过是一份感情罢了, 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 他确实喜欢上了程明染, 而且这份情感并不是从这一世才开始的, 只是以往自己从来就没有在意, 所以才会在他死活那么多年里一直念着, 想着怎么也忘不掉, 如今上天给了他一次重来的机会, 又何尝不是因此一世, 毕竟前世只有在这件事情上才留有遗憾, 其余的他该做的也全都已经做了, 若非如此, 上天总不可能让他再一次经历前世的一切吧, 纪灵舟一直看着眼前的人, 这一世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情了, 程明染, 很抱歉, 这一世即便是你想要躲也躲不开了, 你现在还想抽身离开, 实在是太晚了些, 所以, 安安心心地留在朕的身边, 朕也不会再跟以前待你了, 你想要的, 朕可以给你, 唯独想要离开这个愿望, 身处漩涡之中, 我是想抽身就能抽身的, 局中人从来不配谈自由, 第118章, 奇奇怪怪, 次日清晨, 程明染是被吵醒的, 他的睡眠本来就很浅, 所以, 但凡外面有点什么声音, 就睡不好了, 他迷迷糊糊睁开眼, 而后便发现, 是工人在伺候寄灵舟更衣, 现在时间还早, 外面的天都没有亮, 想必应该是去早朝, 按理来说, 这种事情应该是自己伺候才对, 但是现在, 他只想装作没看见, 所以马上又闭上了眼睛, 全当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过, 他虽安静地闭上眼睛, 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外面稀稀疏疏的声音, 尽管已经放得很轻了, 但对于自己来说, 还是有些明显, 两久, 等外面的声音逐渐安静下来后, 他心里面才稍微地平复了下来, 既然已经没有了动静, 那应该是离开了才对吧, 程明染刚这么想着, 就要睁开眼睛, 但是就在他睁眼的这一瞬间, 便发现纪灵舟站到了自己的床榻前, 程明染呼吸一致, 尾时吓得不轻, 谁能想到, 纪灵舟会突然站在自己的床单面前的醒了, 醒了多久了, 纪灵舟好像一点也不意外, 程明染没有回答, 他甚至不愿意去看他, 更别说什么起身的打算了, 反正, 昨天已经闹到了那个地步, 他也没打算继续装下去, 纪灵舟也没有为此生气, 反倒是在床边坐了下来, 程明染见此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 怎么还不走, 他表现得过于明显, 纪灵舟就算是不想注意, 也不可能注意不到, 可是他依旧是一副面色如常的样子, 而且还说了一句, 昨天晚上睡得晚, 现在可以多睡会, 程明染依旧不说话, 而且还越来越没有耐心, 他现在听这个声音只觉得厌烦, 巴不得面前的人能早点走, 这还用你说吗, 巴巴的不停, 简直是过躁, 能不能早点离开, 一会儿, 镇早潮结束之后, 就过来陪你用早膳, 纪灵舟马上又说了一句, 别, 你过来, 我看着那张脸都吃不下去饭了, 而且, 难不成我要等着你一起用膳不成, 你要是不来了, 我不能吃事吧, 程明染眉头越皱越深, 心里面的排斥和厌恶也越来越浓厚, 不用了, 陛下政务繁忙, 就不用特地过来了, 不是什么大事, 纪灵舟还想要往下继续说来着, 但是这一次, 直接被程明染给打断了, 我说不用了, 陛下还以为能让陛下你陪着吃早膳, 我应该觉得荣幸吗, 纪灵舟听到这句话瞬间一梗, 以前他是绝对不敢跟自己这么说话, 不只是他, 那时候就吓了一大跳, 淑妃娘娘这是怎么了, 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而且他怎么敢跟陛下这么说话的呀, 陛下难道还听不出来我的意思吗, 我不想跟陛下一起用膳, 这样我会吃不下去的, 程明染现在说话也不藏着掖着的, 一说就能把人吓得半死的那种, 李胜也被吓得跪了下来, 纪灵舟发脸色也是, 僵硬了起来, 他就这么安静地看着眼前的人, 就在程明染以为纪灵舟马上就要动怒发作的时候, 他听见纪灵舟说了一句, 那你就先吃, 然后再陪着朕吃, 李胜, 他人都傻了, 这说的什么话, 陛下什么时候是这样的人, 就连程明染都没有想到, 这句话是纪灵舟嘴里面说出来的, 行了, 你自己休息吧, 朕先去上早朝了, 纪灵舟重新站了起来, 程明染依旧是一声不吭的, 纪灵舟这次倒也没有留恋, 直接就出去了, 李胜见此也从地上爬了起来, 麻溜地跟了上去, 但就在纪灵舟才刚刚出宫门的那一刻, 一张脸瞬间就沉了下来, 浑身上下冰冷得很, 李胜也战战兢兢地不敢说话, 陛下, 看来还是在意的, 刚刚淑妃娘娘确实有些太放肆了吧, 纪灵舟现在的心情确实不好, 不过不是因为程明染刚刚被自己说的那话, 不对, 也是吧, 但不是态度, 而是他不想自己靠近的样子, 他现在真的很抵触自己, 认识到这一点的纪灵舟, 心里就莫名其妙地不爽了起来, 纪灵舟离开后, 程明染也已经没有了睡意, 他撑着身子坐了起来, 整个人变得有些烦躁了起来, 他胡乱地抓了一把自己的头发, 完全就没有了形象可言, 他现在总是莫名其妙地烦躁, 想起纪灵舟的那副态度更是有些生气, 所以到底凭什么他想干什么就做什么, 想到这一点, 程明染有些不耐烦地将枕头给用力地扔了出去, 他总觉得心里憋着一股子气, 怎么也发泄不出来一样, 说话听见里面的动静赶紧就进来了, 见到地上的枕头, 他放清了声音, 娘娘怎么了? 没事, 程明染闭上眼睛, 但任凭是谁都能听得出他心里的不快, 书画将枕头捡了起来, 娘娘可是心情不好, 要不要再睡会儿? 他问了一句, 程明染现在烦躁地厉害, 书画也慢慢地不敢吭声了, 娘娘, 出去程明染现在确实不想跟人说话, 书画心里有些担心, 因为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自家娘娘出现过这种情况, 不过自家娘娘都已经开始发话了, 他也不敢一直留在这儿啊, 那奴婢去帮娘娘准备梳洗的东西, 书画又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程明染摇头, 不用, 出去,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他努力地平复着自己的情绪, 行吧, 书画没有继续说什么, 只是安静地退下去了, 不过娘娘究竟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 难不成是因为陛下吗? 话说, 陛下昨天晚上是偷偷过来的, 两个人都奇奇怪怪的, 全部都做的是以前不可能做的事情, 这要换做以前, 谁敢想啊? 房间里面很快又只剩下了程明染一人, 不过现在平复下来之后的她突然又觉得茫然了起来, 茫然到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才对, 又或者她能做什么? 第119章, 变了一个人, 程明染这一做就在房间里面做了一个多时辰, 书画我后面实在是有些忍不住了, 她也担心自家娘娘就这么的待在房间里面会出问题, 经过再三犹豫, 书画终究是没只顾着等着, 她推开房门, 程明染还在床榻上抱着双膝坐着, 书画见到这个画面也是一脸忧心, 娘娘, 奴婢还是先伺候您梳洗吧, 又或者, 娘娘可有哪里不是, 奴婢要不去请太医过来吧, 程明染摇头, 不用了, 我没事, 又不是真的病了, 她也懒得继续做样子了, 书画文言也不会自讨没劲地继续说下去, 她上前两步, 娘娘今日可有什么想吃的, 奴婢吩咐御膳的做, 我没有胃口, 程明染说, 书画一脸为难的样子, 娘娘, 您这是怎么了, 可是心情不好, 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你这么不吃不喝的怎么办, 太后娘娘要是知道了, 也会担心的, 我没有志气, 就是有些没胃口, 程明染叹了一口气,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总觉得有些控制不住情绪, 尤其是昨天晚上那样的事情之后, 她现在满脑子都是乱糟糟的东西, 明明两个人之间已经撕破脸皮了, 可是为什么她还是觉得这么难受呢, 程明染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下了床榻, 书画一直在旁边耗着, 就怕出点问题, 书画, 你说是不是在皇宫里面待久了的人都会变得不像原来的自己, 程明染看着窗外问了一句, 书画听到这个问题也是一脸茫然, 这样的问题要怎么回答, 娘娘即便是不带在皇宫里, 人也不可能是永远不变的, 她回答道, 如果当初我没有入宫的话, 那我现在用的是什么模样, 和当初的改变大吗, 程明染继续问, 书画也不敢乱说话, 可是主子既然问了起来, 她不可能就是不理吧, 那娘娘觉得这个变化是好还是不好, 书画反问了一句, 程明染闻言神色淡然, 以前的样子或许是最自在的吧, 但是现在应该才是最合适的吧, 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就能养出什么样的性子, 娘娘又何必这么苦恼呢, 书画又说了一句, 也是, 程明染谋色稍暗, 她也不可能一直是那个小孩子样子吧, 去准备早膳吧, 程明染说了一句, 书画听到这句话可算是高兴起来了, 是, 奴婢马上就让人准备, 程明染走到梳妆台前坐下, 她无数次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每次看好像都觉得有些不一样了, 可要说哪里不一样, 似乎又说不上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之前在冷宫待了一段时间, 她觉得自己这张脸好像沧桑了许多, 以前的自己是最在乎自己这张脸的, 每天都在臭美, 要是磕着了, 碰着了都会担心上半天, 但是现在她突然觉得就是一张脸而已, 比起其他的东西, 一张脸又算得了什么呢? 是啊, 药脸有什么用吗? 只要能达到目的, 还有什么是舍不掉的? 脸面又算什么东西? 她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舍掉, 同样也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利用的, 她最终还变成了一个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再次抬头时, 她的眼神好像变了, 却又说不出是哪里变了, 书画已经让人准备好了早膳, 工人也伺候她梳洗结束了, 成明然走到了餐桌面前, 只是看着这些琳琅满目的吃食 让她觉得有些可笑, 宫里还真的是一个捧高踩低的地方, 纪灵舟说了那么多的混账话, 还有一个观点是对的, 那就是只有自己站得越高, 手里面的权力越大, 才会有人顾忌和畏惧从明天开始, 每日早便去跟皇后请安吧, 成明然说了一句, 啊, 书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满脸疑惑, 但是娘娘宁, 书画后面的话还没能出口, 成明然就先一步开口了, 皇后娘娘是后宫之主, 本宫自是要去的, 以往是本宫缺了礼数, 今后总不能一直躲着, 书画皱眉, 娘娘怎么像是变了一个人, 不过这些也不是她一个做奴婢的, 可以智慧的, 是, 书画乖乖硬下, 成明然没在说话, 只是自顾自地用起了早膳, 毕竟也是从小在皇宫里面长大的姑娘, 成明然规矩起来的时候, 这些礼数还真是没差的, 不过成明然这早膳才用到一半, 外面就已经传来了, 陛下驾到, 的高呼声, 成明然在听到这话的时候, 夹着蔡的手微微一顿, 但请客间就恢复了正常, 纪灵舟从外面走了进来, 书画和旁边伺候的工人也赶紧行礼, 但是唯独成明然就好像完全没看见一样, 还是自顾自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纪灵舟的目光在刚进来的时候就落下了成明然身上, 见到他现在这个样子也没说什么, 好像完全不在意他这样没有礼数的表现, 他在成明然身旁坐下, 书画也是一个有眼色的, 马上就来打圆场了, 陛下可能用早膳了, 奴婢马上让人去准备, 不用了, 纪灵舟把人叫住了, 书画正疑惑之际, 就听见纪灵舟说了一句让人大跌眼镜的话, 有这些就行了, 嗯, 陛下难不成还要吃剩下的, 那, 奴婢这就去准备新的碗筷, 书画虽然不能理解, 但依旧照做, 成明然自始至终就没有抬过头, 也没说过话, 纪灵舟看着他, 脾气怎么这么大呢, 以前倒是没发现, 书画拿过了新的碗筷, 待人验过后才放下, 只是就在纪灵舟刚想要动筷的时候, 成明然就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然后拿过旁边宫女手里面的方帕, 本宫吃好了, 都撤下去吧, 空气一度凝制了起来, 连李胜都佩服成明然的勇气, 这是在做什么呢,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是故意的好吗, 他小心翼翼地看向自家陛下的脸色, 第120章, 成明然破罐子破摔, 陛下不会生气吧, 如果生气也是应当的, 毕竟这确实有些过分了, 但是, 纪灵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抬眼看了过来, 这是准备遏着震, 成明然就跟没听见一样, 他看向工人都愣着做什么, 撤下去, 工人左看, 右看, 就算是他们想也不敢啊, 陛下还在这里呢, 有谁敢乱动的, 纪灵舟放下手里的筷子, 就这么大的气息, 他问了一句, 成明然依旧装作听不见, 他直接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本宫宫中的人倒是连本宫的话都不听了, 行, 以后不使唤了就是, 这话一出, 旁边这些人可是吓坏了, 当即就跪了下来, 娘娘息怒, 书话也是难做, 可是, 他悄悄地看了看陛下的脸色, 最后斟酌一番, 还是说了一句, 撤了吧, 工人虽然依旧犹豫, 可是现在, 这个场面也由不得他们多想, 最后在惶恐下, 他们还是战战兢兢地把这些东西给撤了, 纪灵舟, 成明然见此也算是不再说什么, 而是回了房间, 纪灵舟看着成明然的离开背影不说话, 李胜硬着头皮上前了两步, 陛下, 淑妃娘娘想来也不是有意的, 要不奴才让人去准备新的膳食, 纪灵舟一脸冷淡, 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 还得是你们这些人, 他都这样了, 还不是故意的, 李胜哑口无言, 不过, 陛下好像也没有生气, 奴才之罪, 李胜回了一句, 退下吧, 纪灵舟也是一个不多说的性子, 陛下可要奴才重新去准备早善, 陛下还未曾用过, 只怕是会有损龙体, 李胜说道, 纪灵舟抬手制止, 不用了, 一次而已, 退下吧, 李胜, 是他默默退下, 当时心里也忍不住的在想, 陛下这是中邪了吗, 怎么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今天淑妃娘娘都这样了, 还不生气, 带李胜退下后, 纪灵舟也跟着去了内殿, 他刚一进去就看见了已在一旁看书的女人, 纪灵舟眉头微调, 他今天做了这种事情, 还能这么沉得住气, 当真是不害怕, 自己会至罪于他, 他慢慢上前, 还随口说了一句, 你们都退下吧, 这话自然是说给书画他们这些人听的, 书画文言不敢抵抗, 所以应了一句, 是, 可是我还没等他说完呢, 就听见自家娘娘又吩咐了一句, 书画, 替本宫打扇, 书画, 这还真是要了老命了, 就这天气, 还需要打扇, 你也不怕被冻成冰雕, 纪灵舟也是嘴下不留情地回对了一句, 外面的雪都还没化呢, 你是闲屋子里面太暖和了不成, 纪灵舟又说了一句, 程明然脸色不是特别好看, 把炭火都移出去吧, 他突然就冒出一句, 书画, 纪灵舟, 这是做什么就算要耍脾气, 也不该拿这些来耍脾气, 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样的情况, 纪灵舟终于有了一点不渝的神色, 可是程明然依旧不为所动, 书画在两人中间也是进退两难, 他脑袋疼, 都退下去, 纪灵舟再次下令, 书画看了看自家娘娘的脸色, 你这没有听见什么其他吩咐, 他犹豫再三还是退了下去, 纪灵舟看着程明然, 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才对, 程明然依旧看着自己手里面的书, 纪灵舟从来没有被这么对待过, 要是心里面一点火气也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他还是努力地压制着, 正在跟你说话, 陛下说便是, 臣妾都听着, 他终于开口说了一句, 纪灵舟依旧是不满的样子, 你现在是什么态度, 臣妾是什么样的态度, 陛下看不出来吗? 还是说, 陛下希望臣妾是什么样的态度, 程明然抬头看向了纪灵舟, 纪灵舟脸色不好, 至少是能够好好说话的态度, 程明然闻言冷笑, 随后就放下了手里面的书, 然后对着面前的人直直地跪在了地上, 是臣妾的不适, 臣妾不懂礼数, 冒犯了陛下, 还请陛下降罪, 纪灵舟, 程明然今天是想气死他不成, 怎么? 陛下还是不满意吗? 程明然抬头看着纪灵舟问了一句, 你非要做出这个样子吗? 纪灵舟皱着眉问了一句, 程明然笑了起来, 那陛下到底要让臣妾怎么做才能满意呢? 刚刚那样不行, 现在这样还是不行, 臣妾愚钝, 还请陛下明示, 你是以为朕现在处置不了你吗? 纪灵舟还真的是来了一点火气, 程明然心里面只觉得讽刺, 看看, 说得才好听, 但实际上又能装到什么时候呢? 骨子里面是什么样的人, 到了最后就还会是什么样的人? 程明然干脆就破罐子破摔, 那便请陛下降罪吧, 臣妾受过的罚也不少了, 还真是得陛下之怜, 纪灵舟, 她又被噎住了, 程明然什么时候就变得这么伶牙俐齿了, 你不要这么气震吗? 纪灵舟问她, 程明然不说话, 纪灵舟的耐心所胜无几, 最后干脆直接在程明然的面前蹲了下来, 她抬手将面前这女人的脸抬起来, 让她可以正视着自己, 程明然,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臣妾没有资格做什么, 所有的都是陛下的意愿, 臣妾有什么资格去反对吗? 程明然盯着纪灵舟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 纪灵舟看着她, 两久没有说话, 两人四目相对, 总觉得这里面相隔万里, 可明明这么近的距离, 又为什么偏偏那么远呢? 朕昨日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 以前的事情都是朕的不是, 朕向你道歉, 你为什么还是这么个态度, 你还想要怎样? 纪灵舟宁没问到, 程明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只觉得好笑, 所以在陛下心里, 那些事情就可以因为这么一两句话被带过, 是吗? 不过也是, 但是臣妾身份低微, 本来就是依照着陛下的眼色过日子, 不管陛下做了什么, 那都是对臣妾的恩宠。 第121章, 哭了哇, 纪灵舟紧了紧手, 不得不说, 刚刚程明然说的那些话, 确实刺激到了她, 但是即便如此, 又能怎么办呢? 她说的那些话, 确实是在理的, 这一次到底是自己有些理亏, 起来吧, 纪灵舟到底是妥协了, 程明然沉默着, 纪灵舟就这么地蹲在她的面前, 还要耍性子呢? 好了, 起来吧, 我们好好聊聊。 程明然听到这话的时候, 突然觉得心里有些酸涩, 以前不管纪灵舟是多么地无视自己, 她似乎都没有现在这么委屈, 刚刚经过纪灵舟那般语气说出来的话, 程明然只觉得自己的心口涌起一阵酸涩, 甚至连眼睛都有些包裹不住想要逃出来的眼泪, 还不解气, 一直跪着不难受吗? 那怎么样才能起来? 纪灵舟再一次放软了自己的语气, 程明然的眼泪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猝不及防地就落了下来, 一滴眼泪刚好就落在了纪灵舟的手背上, 感受到这拙人的温度, 她微微一致, 哭了, 纪灵舟眉头微微一皱, 她好像也没有说什么很过分的话吧, 怎么突然就哭了, 自己刚刚是很凶啊? 你, 她开口想要说什么, 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程明然没有动手擦自己的眼泪, 只是微微地侧过头, 似乎是不希望被纪灵舟看到自己这个狼狈的模样, 但是纪灵舟又怎么可能装作看不见? 以前可能会不在乎这些, 但是现在, 她根本就做不到无事, 哭什么, 不是都让你起来了吗? 又没有凶你, 怎么还掉眼泪了? 金豆子这么容易掉出来啊, 纪灵舟抬手就要帮她擦拭, 可是纪灵舟的手都还没有碰到呢, 就直接被程明然给躲开了, 纪灵舟的手都顿住了, 不过也就是那么一瞬间, 她虽然有些无奈, 但还是装作无事发生的, 上前搂住了程明然的双肩, 掀起来吧, 不要一直跪着, 她说了一句, 然后直接把程明然从地上给扶了起来, 这一次, 程明然但是没有像刚刚那么抵触了, 她低着头不说话, 但还是顺着她的力道站了起来, 纪灵舟将人拉着在旁边坐下, 程明然的眼泪还一直掉个不停, 纪灵舟再一次伸手帮她擦拭, 有什么可哭的? 以前也没见你这样啊, 可是有哪里不是? 纪灵舟还真的是从来就没有哄过人, 更别说是哭成这样, 还要自己哄的, 别人不哄她就好了, 她现在还要哄别人, 这说出去只怕是也都没人敢信吧, 好了, 不哭了, 也没有说你什么, 更何况刚刚不是你一直都在跟郑叫板, 纪灵舟无奈, 这份活儿她还真是不会, 可是她如果刚刚什么也不说都还好, 现在一说的话, 一整个完蛋, 程明然也是彻底憋不住了, 眼泪比刚刚还要凶猛地往下落, 纪灵舟自己刚开始又说错什么话了吗? 可是也没说什么啊, 连语气都没有什么不对的, 你, 纪灵舟突然觉得脑袋有些疼, 这要是让程明然还跟刚刚一样和自己乱对, 她或许都没有这么的束手无策, 现在看着眼前的女人一个劲地掉眼泪, 她反倒是有些不知所措了, 纪灵舟按了按自己太阳穴的位置, 不哭了行不行, 她语气有些生硬, 这到底要怎么办呀? 程明然就好像完全没有听见一样, 不仅没有停下来, 反而越来越严重, 只见她强忍着情绪, 但是唾气声不断, 连同双肩也微微颤抖着, 纪灵舟实在是没办法了, 索性上前两步, 然后把人搂进了怀里, 这还是她第一次做这种新奇的事情, 程明然也并没有抗拒, 感受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怀抱, 她眼里的泪意更是包藏不住了, 一开始还没有什么动作, 可是感受到环里面程明然越来越剧烈地颤抖, 纪灵舟终于是忍不住了, 她轻轻地宽扶着程明然的后背, 可是觉得委屈, 她声音微哑, 好似终于找出了为什么会让她如此这般难过的原因, 程明然自然是不可能回答, 但是哭声却是越来越明显, 好像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爆发, 她一开始隐忍的啜泣声逐渐放开了声音, 随着她越来越明显的哭腔, 纪灵舟的心口也突然忍不住地疼了起来, 她不断地拍哄着程明然的后背, 试图以这样的方式给她一点安慰, 若是实在忍不住哭一会儿也是好的, 程明然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 但是哭声确实是越来越明显了, 而且一开始还无动于衷的她, 现在也慢慢地开始拉着纪灵舟的袖子, 纪灵舟自然是感受到了她的力度, 可是也仅仅是看了一眼便游着她去了, 之前确实是受委屈, 抱歉, 纪灵舟不要自主地就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她宽厚的手掌轻轻抚慰在程明然的脑袋上, 朕知道自己以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 这都是朕做得不对, 但是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相信朕一次好不好, 纪灵舟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深情的一片如湿, 这是程明然的眼泪打湿的, 她其实也很少见到程明然现在的这一面, 之前见着她这么哭都是这丫头小时候的样子了吧, 以至于后面的自己, 好像总是认为她就应该是坚强的, 是不会有软弱的一面的, 哭其实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纪灵舟下意识地就吐出这么一句话, 但是才刚刚说出来, 好像又觉得有些生硬, 这话说得不太对劲, 所以马上改口, 朕的意思是说, 如果哭让心情变得好受一点, 那也算是一件好事, 这与人相处还真的是一门学问, 纪灵舟从来就没觉得自己在别人面前说话, 还要这么小心过, 不过, 她没忍住低头看向怀里面哭得正伤心的程明然, 虽说很少见到这样的她, 可是或许正是因为这一份少见, 所以自己心里竟然也会生起一种奇异的感觉, 是, 心疼吗? 她在心疼程明然吗? 第122章, 这点温柔再早一点就好了, 看着程明然这么趴在自己怀里哭泣的模样, 她一时间也没忍住, 如果实在是难过了也没有必要忍着, 哭一场便哭一场, 以前是朕没有顾及到你的情绪, 对你有诸多的苛责, 让你没了自尊, 受尽了委屈和屈辱, 你心里面有怨很正常, 若是想恨朕, 朕也无话可说, 可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离开,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不可能离开皇宫, 因为朕不会允许你从朕的身边离开了, 哪怕你觉得这是一份束缚与圈禁, 朕都不会松手,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思, 也应该早点放弃, 之前同你说的那些话, 朕承认有一些故意的成分在, 可是也不竟然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皇宫或许确实给你带来了很多的伤痛, 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皇宫或许真的会成为最安全的地方, 纪灵舟开始自说自话了, 承敏染没有任何的回应, 不过情绪好像慢慢地稳定下来了, 承家的地位就算是以后完全脱离朝堂, 也不会真正地安宁下来, 相比于远离朝堂, 一直留在京城或许才是更保险, 更安全的, 一旦手里面没有了任何权势, 那才是真的成为了人宰割的对象, 你或许会说承家从来没有要加害于谁, 也从来没想过与任何人为敌, 可是在朝堂之上, 不是不主动与人为敌就可以相安无事, 承家曾经是什么样的地位,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想要看承家笑话的人也不在少数, 所以事情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纪灵舟放清了自己的声音, 好像真的只是简单地想要告诉他这个道理一样, 承敏染的气息慢慢地趋于平稳, 他安静发靠在纪灵舟的怀里也不说话, 只听他继续道, 你所想的远离朝堂, 隐居于乡的那种宁静生活, 只是理想状态下的样子, 可是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如人所愿, 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了, 振之前说的那些话或许确实有夸大的成分, 但是你心里面应该很清楚, 这些世家里面藏着多少的牛鬼蛇神, 纪灵舟说道, 承敏染自然是清楚的, 所谓的世外桃源, 所谓的朝堂世界纷争, 其实是一件很难实现的事情, 在他们成为权力中心的棋子时, 就已经没有了撤退的权力, 无论是上位者的疑心, 还是不甘去于自己之下, 那些人的野心都足够要了他们的命, 陛下疑心承家, 承敏染的声音里面还透着一点刚刚哭过的嘶哑, 纪灵舟听见他的声音, 心里面终于松了一口气, 至少现在肯开口说话了, 若是你站在朕这个位置上, 那考虑的或许也不会比朕手, 朕没有办法不多考虑一些, 纪灵舟说了一句, 承敏染沉默, 或许是看出来承敏染这情绪低落的样子, 纪灵舟叹了口气, 朕知道承家没有异心, 承敏染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一直平拨无澜的毛子终于有了一丝波动, 他看向纪灵舟, 眼里带着审视, 纪灵舟见他这样, 也算是妥协了吧, 索性他便如实地说了出来, 承家入狱确实是朕之前有意为之, 因为朕不会允许有任何的隐患存在, 但经过这段时间的考虑, 朕也愿意相信承家的忠心, 之前的事情朕也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 不会继续追究下去, 纪灵舟这话一说完, 承敏染都有些怀疑自己听错了, 陛下刚刚在说什么, 说不会追究之前的事情了, 还说会相信承家,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会突然发生这么大的转变, 是为了骗自己吗? 陛下何必为了哄臣妾说出这样的话, 承敏染眼睛里面是不相信的, 可是难免还是带着一点西迹, 纪灵舟看出了他的小心, 朕没有跟你开玩笑, 承敏染这一次是真的愣住了, 他看着纪灵舟久久说不出话来, 纪灵舟帮他理了理脸颊边的碎发, 承家不会有事, 朕跟你保证, 若是朕真的有心处置承家, 那么承家就不可能到现在都还好好的, 这倒也是, 之前承敏染就觉得很疑惑, 为什么纪灵舟在后面有人弹劾父亲时会压了下来, 又为什么会允许自己去狱中看望父亲, 原来是没有真的治罪的意思吗? 可是, 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个意思, 那么为什么他又会将自己的父亲一直关在牢狱, 又为什么到了现在都没什么动作? 承敏染一开始是没想到纪灵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本来只想着试探一下纪灵舟带自己的底线, 刚刚倒算是意外之喜, 那承敏染欲言又止, 纪灵舟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反正话得已经说到这儿了, 他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含糊的, 有些事情比你想象中的复杂, 等朕安排好了, 承家就会被无罪释放, 到时候你就可以和你父亲团聚, 朕不会干涉, 纪灵舟继续说道, 承敏染有些怀疑地看向纪灵舟, 这真的不是为了哄自己乱说的, 朕没有必要拿这件事情来骗你, 嗯, 纪灵舟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信用原来这么低也是, 纪灵舟是个什么样的人, 承敏染心里清楚, 他绝对不会采用这么迂回的方式, 而且也没有必要, 毕竟要做什么都是他一句话的事而已, 所以这段时间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好好休闲, 好好地养好身子, 不要忧虑, 好吗? 纪灵舟跟以前还真的是判若两人, 承敏染微微敏唇, 你这段时间是什么样的状态, 你自己心里有数, 正不希望看见你继续这样, 如果后面你父亲出来, 也不会想要看见一个这样的你, 不是吗? 你应该也不想让他担心, 纪灵舟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去劝一个人, 别说还是有点新奇的, 承敏染都觉得恍惚, 他也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纪灵舟,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他总觉得纪灵舟你拓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温柔, 可要是这点温柔, 要是来得再早一点就好了, 第123章, 两个人都好像变了一个人, 现在纪灵舟的这份温柔, 他好像已经不需要了, 纪灵舟拿过一方帕子, 承敏染伸手准备接过, 结果纪灵舟的手微微一抬, 刚好错过, 承敏染, 纪灵舟撞似无事发生, 只是安静地帮他擦干了眼泪, 你的眼里是装了一条河吗? 承敏染不说话, 他什么时候这么多话了? 要是不哄着你, 你还准备哭多久? 纪灵舟就跟打开了话匣子似的, 反观承敏染好像没那么喜欢说话了, 就好像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反转和变化, 此前倒是也没发现, 你是这么好哭的一个人啊, 哭什么? 跟个小孩子似的, 要是眼睛哭肿了, 你就满意了, 有什么是不能好好说的? 纪灵舟这是一开始有话了, 突突地说个不停, 承敏染跟个假的似的, 平复情绪后, 承敏染倒是没有刚刚那么激动了, 不过纪灵舟刚刚说的那些话, 确实是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影响, 他真的没想到, 纪灵舟会突然跟自己说起这些, 承家的事情一直都是他心里面最担心, 也是最放心不下的事情, 没想到他心里原来是这么想的嘛, 可是, 这有点说不通啊, 他总觉得这其中还有什么问题, 但是是纪灵舟瞒着自己, 而且不想让自己发现的, 这几日都比较冷, 你身子单薄, 紫城宫有地龙, 不如搬过去, 纪灵舟这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纪灵舟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愣住了, 他在说些什么, 怎么不说话, 难不成心里面还有气, 纪灵舟眉头微皱, 纪灵舟, 紫城宫是陛下的居所, 臣妾不敢, 他后面的话都还没有完全说出来, 纪灵舟就直接把话给打断了, 你知道这些东西是最表面的了, 朕既然都已经开口了, 你觉得这些还重要吗? 明明就是, 你自己不想去还非得找借口, 冠冕堂皇, 纪灵舟, 一会儿, 朕正让人帮你把东西搬过去, 你既然身子不好, 那就应该好好休养, 朕会安排专门的人伺候你, 帮你养护身子, 纪灵舟这是准备自己直接做决定了, 来人, 纪灵舟正准备吩咐人下去准备的时候, 承明冉突然出声, 臣妾不去, 纪灵舟还没有出口的话, 瞬间堵在了嗓子眼, 他看向承明冉, 不去, 陛下既然知道臣妾不愿意去, 为什么还要吩咐人下去准备? 如果臣妾不能自己做主, 那陛下又为什么还要问臣妾? 如果臣妾可以做主, 陛下就不应该抢求, 承明冉还说得理直气壮的, 纪灵舟总觉得感觉怪怪的, 不会被承明冉压一头吧, 他现在说起话来, 好像越来越反叛了, 为什么不去? 你不是怕冷吗? 那边能吃了你不成? 好好的地暖, 难道不舒服吗? 纪灵舟确实不怎么理解, 他之前又不是没在那边住过, 现在难道还要担心那些闲言碎语不成? 但是吧, 臣妾不愿与陛下呆在一处, 承明冉说得非常直接, 纪灵舟在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 都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谁能把这样的答案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还是当着自己的面说出来, 他是真的不怕自己治他的罪呀, 但是, 他还真的没有办法治罪, 也不会治罪, 不过嘛, 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直接? 纪灵舟冒出来一句, 不是陛下说臣妾有什么话可以直说吗? 承明冉的胆子好像越来越大了, 纪灵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还真的是被噎住了, 这话说得也对, 确实是自己说过的, 那里有利于你养身子, 纪灵舟还想要挣扎一下子, 承明冉丝毫不给机会, 陛下若是想可将臣妾直接压了去, 纪灵舟, 他有那个一瞬间也在怀疑, 承明冉我不是被什么附身了, 怎么态度变化这么大, 最大的就是这胆子了, 行, 不想去就不去, 那等后面阵让人过来, 将你这屋子里装上地龙, 纪灵舟换了一个方式, 承明冉有些意外, 纪灵舟现在表现出来的样子, 他真的就一点也不生气吗, 明明自己已经那么放肆了, 他还真的能全部忍住, 纪灵舟堂堂一个君主, 怎么可能这个的憋屈, 连这些都能全部忍下来, 也太不像他的习性了, 还是说他, 其实有其他的什么目的, 承明冉心里面又开始胡思乱想了起来, 他可不会觉得, 纪灵舟会是这么好说话的人, 可如果真的有其他的什么阴谋, 那他刚刚跟姐姐说的那些, 又是真的吗, 不会也是骗自己的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承家, 他才会有转在纪灵舟的身上, 不过纵使心里面思绪万千, 他也并没有直接说出口, 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 那也只能静观其变了他也很想知道, 纪灵舟这葫芦里面到底卖的什么样, 怎么突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纪灵舟并没有在这里留得太久, 这其实朝堂堆积起来的事物, 已经快把桌子给站满了, 等纪灵舟离开后, 承明冉一个人待着, 就更是要胡思乱想了, 娘娘, 书华看自家娘娘自从陛下走了之后, 就一直都在发呆, 所以出口叫了一声, 走承明冉说着就要起身, 书华听到这个字的时候, 却梦了, 走什么, 去哪里, 娘娘这是要去哪儿, 她问了一句, 去找太后娘娘, 承明冉说, 刚刚发生的那些事情, 她一时间还有些消化不过来, 所以才想着去找太后娘娘, 或许太后娘娘会得自己考虑的更多一些, 可外面的天气还冷着, 娘娘您现在还在病中呢, 书华其实是想要提醒自家娘娘, 现在应该还是一个病人的形象才对, 没有人会说什么, 走吧, 承明冉心里有些着急, 自然是不想耽误的, 说话肯定是没有资格智慧的, 所以只能马上安排着工人伺候, 第124章, 找太后, 太后听到承明冉过来的时候, 还有一些意外来着, 刚当她听到寄灵舟才从淑妃处离开时, 好似都在意料之中, 但是承明冉突然过来, 是太后没想到的, 快把人请进来, 外面多冷啊, 太后对着身边的人说了一句, 旁边伺候的人赶紧去把外面的承明冉给请了进来, 太后看见承明冉的那一刻赶紧上前握住她的手, 然后把人拉到自己身边坐下, 你身体不好, 怎么突然过来了, 外面天气冷, 你要是着了凉, 受了风寒怎么办, 太后虽然语气听着有些埋怨, 但也处处透着关切, 承明冉面色柔和, 一个人待着有些无聊, 所以想来跟姑姑说说话, 太后笑了笑, 你们都退下吧, 太后看向旁边伺候的这些人, 然后又说了一句, 怎么了, 早上这么早就匆匆赶过来了, 可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太后也是了解自己养大的这个姑娘的, 果然是什么也瞒不了姑姑, 承明冉在太后面前才能露出自己少有的笑容, 也不看看, 你小时候是在谁身边长大的, 怎么了, 可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太后其实大概也有了一些猜测, 不过暂时不是很确定, 昨日陛下在我这儿, 承明冉说了一句, 太后没有说话, 只是示意她继续往下说, 夜里我突感不适, 不过, 姑姑知道的, 我的身体并不大, 不过是夸大其词罢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的, 身子有些发热, 陛下也在一旁, 承明冉一边说, 一边看着太后的眼睛, 太后脸上带着笑意, 但什么也没说, 承明冉犹豫了老半天, 最后试探性地问出了自己的问题, 是不是姑姑, 你做了一些什么, 如果不是昨天到那么一出, 那自己装病的事情, 其实肯定是瞒不过去的, 但是继灵舟还是相信自己真的病了, 原因就是昨日夜里的意外, 你既有了一些猜测, 承明冉虽得到了确切的答案, 但脸上确实更加疑惑了起来, 姑姑为什么要这么做, 昨天晚上达到的效果, 就是我的目的, 然然总不可能还看不明白吧, 太后没有说得很清楚, 承明冉有些不确定的开口, 姑姑, 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想过, 有一天我会离开皇宫, 太后神色微闪, 但也没有刻意避讳, 依照你的身份, 皇宫不是那么容易离开的, 可是姑姑当初也是不赞同我入宫的, 那现在为什么又, 承明冉实在是有些想不通, 时过境迁, 你如果从未卷入, 那自当是远离纷争的, 可有的事情只要涉足了, 再次想要脱离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太后轻轻地抚摸着承明冉的头发, 然然可看清楚了, 太后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看清楚什么, 承明冉面色茫然, 看清楚无法离开皇宫的宿命, 太后摇了摇头, 是陛下现在对你的态度, 啊, 承明冉听到这话, 就更加疑惑了, 所以, 姑姑到底想要说什么, 而且, 为什么自己会有一种他似乎对自己和陛下的事情了如执掌的错觉呢, 甚至比他们两个人还清楚他们之间的问题, 然然, 你难道就没有察觉到陛下现在对你的态度有所不同了吗, 太后问, 当然察觉到了, 而且很明显, 可是, 陛下有其他的目的吗, 她想要做什么, 承明冉直接问了出来, 太后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愣了一下, 随后又觉得好笑, 看着一脸无辜的承明冉, 她无奈了, 陛下, 许是对你动了一些真念头, 啊, 承明冉瞬间僵硬在了原处, 什么叫做动了真念头, 这是她以前想的不该想的事情, 而且, 陛下又怎么可能真心的对一个人, 不过, 她低下了自己的头, 想起这几日寄灵舟的一些变化, 她好像也开始动摇了, 然然自己也是可以感觉到的, 不是吗, 太后问, 嗯, 她并不否认自己感觉到的异常, 可是, 姑姑, 即便如此, 又能证明一些什么吗, 而且现在我已经不需要这些了, 承明冉回答, 是真的不在意吗, 太后反问了一句, 承明冉摇头, 反正我已经不需要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嗡声嗡气的, 而且也没有直视太后, 就好像是在耍小性子一般, 太后见此也只是笑了笑, 若你真的这样想也是一件好事, 可若你还在意, 然然, 没有什么是不能承认的, 承明冉没有接话, 不过, 不论你在不在意, 这对你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也可以成为你手里最尖锐的武器, 太后又说了一句, 武器, 承明冉的神色闪了闪, 我很了解你, 同样我也很了解陛下, 不管怎么说, 她也是我抚养长大的孩子, 有些事情你们或许看不明白, 但若是跳脱出来, 也就看着分明了, 你今日突然过来, 可是她又同你说了些什么, 太后这话一出, 承明冉都觉得挺意外的, 姑姑怎么知道的, 承明冉下意识地就问了一句, 只是猜的而已, 看你这表现, 她对你说什么了, 许是自己做不了主, 还是有些什么疑虑, 太后声音轻柔, 但总让人觉得很安心, 承明冉听到这话, 两人之间也算是进入了正题, 一想起今日纪灵州说的那些话, 她也没有什么隐瞒地对着太后讲了出来, 陛下今日跟我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 不过那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今日陛下有跟我提起过承家, 她说, 陛下说她都知道承家无罪, 承家也不会有事, 等后面事情结束了, 承家就会安然无恙地被放出来, 承明冉挑选了一些很重要的话, 不可否认的是, 太后在听到这一番话的时候, 也很明显地有些意外, 她是猜到了一些, 但却没想到, 纪灵州会直接说这样的话, 第125章, 玩弄一下, 承明冉看向太后, 鼓鼓, 陛下她会有其他的什么打算吗? 她到底还是很担心的, 毕竟突如其来的转变总是让人很难以接受, 也不敢相信, 她当然期待纪灵州说的那些都是真的, 可是又不敢抱有太大的期待, 因为每当期待太高, 那失望就越重, 她已经受不起了, 太后也没有马上下定义, 因为光从以前的种种迹象表明, 纪灵州绝对不会是无缘无故做这样事情的人, 她不过真的没有疑心, 承家那后面的事情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 更何况, 纪灵州以前有多忌惮承家, 几乎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的, 那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现在她又说从来没有疑心过, 而且愿意相信承家, 这怎么可能呢? 太后自认为她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才会疑惑为什么她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难不成只是为了哄着承明染吗? 但是这也没有必要, 她想要留住一个人, 手段怕是多了去了, 又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这一点还真是有些看不懂吗? 不过同样的, 太后其实也有些愿意去相信了心思, 因为按照原本的发展, 她觉得纪灵州应该早就以各种理由处置了承家的才是, 但是现在却留到了这个时候。 不仅如此, 连自己也重新回到了皇宫, 她要处置承家的心思和态势也完全没有显露出来, 好像以前做出来的那些都是虚假的东西, 姑姑。 承明染久久没有得到回答, 心里面有些按耐不住了, 太后别马上回过神来, 没事, 比起骗你, 我倒是更相信她说这些话都是真的, 太后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 承明染还是有一些犹豫, 可是, 然然, 不管陛下说了什么, 也不管她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 但是有一点你可以相信, 太后继续往下说了句, 承明染疑惑, 什么? 现在的她不会因为这些事情来骗你, 而且更不会因为这些事情故意设计些什么, 太后说了一句, 承明染不是不相信, 只是不敢相信, 那现在, 承明染突然觉得挺茫然的, 然然忘了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了, 现在对你最有利的, 还不知道吗? 太后又说了一句, 最有利的, 承明染想起了这段时间纪灵舟的变化, 她真的可以享受和利用现在她的变化吗? 她以前对你是什么样的都忘了吗? 然然难道还不忍心利用? 嗯, 就当是报复回来了, 太后半开玩笑半认真, 她握住了承明染的手, 然然长大了, 可以自己做决定, 那爹爹他们, 承明染现在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父亲, 太后笑了起来, 既然陛下已经这么说了, 那承家暂时就不会有事, 不用操心, 我已经让人去了狱中, 她不会有事, 承明染满脸担心, 爹爹她身上还有很多的旧伤, 最近天气很冷, 真的不会有事吗? 没事的, 之前, 陛下已经安排过了, 太后说了一句, 什么? 承明染疑惑, 陛下安排过了, 她突然就想到, 之前纪灵舟带着自己去见爹爹的时候, 第126章, 生辰怎么办? 秦政殿, 纪灵舟才刚刚下早朝, 现在看着这一堆的折子, 更是烦不胜烦, 这要是放在以前, 她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现在吗? 怎么有这么多折子? 纪灵舟不耐烦, 这要处理到什么时候? 李胜也无奈, 陛下最近是越来越懒了, 多半都是因为淑妃娘娘, 不过陛下这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变化这么大? 以前不是一点也不在乎的吗? 连一宫可有什么消息传过来? 纪灵舟问了一句, 承明染那边的动静, 时时刻刻就是她重点关注的, 之前刚下早朝, 就已经忍不住了。 淑妃娘娘, 今日去见了太后娘娘, 说了会儿话后就离开了。 李胜回答, 外面的血还没化吧? 平日让下面的人静心一点, 她怕冷, 这种天气出门一定要注意保暖。 如果炭火活不够了, 只有让南内务府的人去多备些。 纪灵舟在书桌前坐下。 李胜都应下了, 这些陛下都已经说过好多遍了, 他们这些做奴才的, 为什么敢忘了陛下? 这马上就是淑妃娘娘的生辰了。 您, 李胜觉得自己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的。 纪灵舟被这么一说也突然想了起来。 不过, 李胜,哎哟喂,我的陛下, 这是太后娘娘说不大半就不管了吗? 这几日陛下你不是挺会的吗? 怎么现在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陛下就不管了吗? 李胜反问, 纪灵舟被这么一问倒是犹豫了, 肯定是不可能不管的呀。 成明然以前的生辰, 除了小时候, 他似乎都没怎么参与过了。 那就等明日再说吧。 纪灵舟说了一句, 生辰他似乎都不怎么在意, 不过这一次或许也是机会, 他们两个也总不能一直这么僵着呀。 大理寺那边怎么样了? 纪灵舟突然想起来, 大理寺那边? 李胜犹豫了一会儿, 然后瞬间就反应了过来, 陛下是问成将军。 嗯,纪灵舟没有否认。 陛下放心, 成家那边奴才已经让人安排好了。 成将军身上还有救急, 不过奴才也安排太医过去了。 李胜在做这些事情上, 还是做得挺周全的人。 纪灵舟点头, 没再说话。 至于成明然, 他刚刚从太后那里离开, 路过梅林的时候没忍住。 或许是想到了之前自己和纪灵舟在梅林时发生的是事情吧。 所以一时间就驻足在了林外。 娘娘可要下去转一转啊。 说话问了一句, 成明然有一些犹豫, 他已经很久都没有好好地在外面转转了。 娘娘, 今日天气也算是不错, 这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了, 不如就好好转一转吧。 说话也多劝了一句, 也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纪灵舟昨天跟自己说的那些话, 所以他今天倒是放松了不少。 那就转一转。 成明然说了一句, 说话听到这话自然是高兴的, 毕竟这段日子里淑妃娘娘的状态可是把他们这些人急得不行, 现在好不容易有些好转, 他们当然也是高兴的。 第127章, 梁妃。 说话扶着成明然从叫碾上下来, 这冬日里的梅花开的确实挺娇艳的, 只是成明然看着这些却没有很兴奋和欢喜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境变了, 还是说自己现在对这些不感兴趣了。 看着这次梅花, 他心底也很莫名其妙的伤感。 娘娘, 奴婢帮你摘几只梅花回去插瓶吧。 书画也是尽力的想要哄自己的娘娘高兴。 成明然摇头, 没事, 不要弄这么麻烦, 不过是几只梅花而已, 就算是摘回去了又能多添些什么。 行吧, 书画文言也没再继续说什么。 淑妃娘娘, 不远处传来一阵温润的声音。 成明然看了过去, 对面的女人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宫装, 看起来倒是个温婉的美人。 梁妃娘娘成明然见到她微微汗手, 梁妃也是行了一礼。 今日倒是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淑妃娘娘, 淑妃娘娘可是许久未曾出来走动了。 梁妃声音温柔, 她在后宫向来都是这样一副形象。 成明然微微一笑, 就是刚好得空, 就在这儿随便走一走。 梁妃娘娘平日也是一个不喜欢出门的, 今日怎么爱这儿了? 听说这边梅花开得不错, 所以来透透气, 没成想遇见了淑妃娘娘在这儿。 这中日待在宫中, 确实是无聊了些。 梁妃说了一句, 成明然没有继续接话, 只是自顾自地往前慢慢地走动。 梁妃跟在她的身边, 听闻淑妃娘娘前些日子身子不好, 这些日子怕耽搁娘娘养病, 所以就没有去叨扰。 现在见娘娘出来了, 可是好些了, 本就没什么大碍, 都是他们夸张了些, 不必忧心。 成明然答了一句, 梁妃文言笑了起来, 许久未曾见到娘娘了, 现在这一件倒是觉得娘娘好像变了不熟。 变了吗? 不过应当是好事。 成明然说了一句, 梁妃轻笑, 现在不知道多少人羡慕娘娘, 娘娘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吧。 成明然表情不变, 原来在你们眼里, 本宫这算是苦尽甘来啊。 看样子, 以前本宫是真的过得不怎么样了。 梁妃听到这话, 脸色瞬间就变了, 淑妃娘娘恕罪是切身失言了。 成明然淡然一笑, 梁妃娘娘向来是这后宫里面 礼数最为周全的一个人了, 还会失言吗? 不过是说出了心声吧? 梁妃听到这话, 可真的是站不住了, 直接就跪了下来。 淑妃娘娘恕罪都是切身的不适, 还请娘娘误怪。 成明然看了她一眼, 今天这件事情可不像是梁妃娘娘, 你能做出来的, 还是说娘娘有什么其他想做的? 她问得很直接, 淑妃娘娘这话切身有些听不明白了, 还请淑妃娘娘明示。 梁妃低着头, 已经把自己的姿态讲到最低了。 成明然都懒得跟她扯, 算了, 梁妃娘娘就当本宫什么也没说吧。 刚说完这句话她就准备走, 结果就听见了梁妃开口了, 今日惹得淑妃娘娘不快是切身过错, 切身愿意在此跪上两个时辰, 还请淑妃娘娘息怒。 第128章, 自己要跪的。 成明然脚步一顿, 她回头看了一眼梁妃, 不禁觉得好笑。 淑妃也是皱着眉, 准备上前说什么, 但是被成明然拦住了, 梁妃娘娘又不是不能走的人, 她想做什么便做什么, 既愿意跪着, 那就随她吧。 是, 淑妃重新退到了一边。 梁妃娘娘什么时候学了这些手段? 本宫还以为这些小把戏在梁妃娘娘面前 也不过是一些不入流的烟杂玩意儿。 倒是没想到, 如今能让你学了个实诚实。 成明然说了一句, 梁妃脸色不变, 淑妃娘娘误会了, 只是切身身知自己失了体统, 此事是切身的不少身处此位, 本应谨言慎行, 是切身失言, 理当授法。 成明然只觉得好笑, 干脆就不再理会, 转身便准备离开。 说话还想劝两句来着, 毕竟这么好的机会, 娘娘可好久没出来走动了, 结果呢? 居然被这个梁妃娘娘给破坏了。 成明然也确实没有了继续逛园子的心情, 不过她才刚刚准备上轿, 继灵就迎面来了。 陛下驾到, 高呼声传来的瞬间, 梁妃和成明然便都看了过去。 继灵州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成明然紧了紧手, 等人走近, 即便不愿意, 还是微微俯身行了一礼, 见过陛下。 继灵州下意识地就要把人牵起了, 但是还没等她握住自己的手, 成明然就躲开了。 继灵州的手僵硬了一瞬, 她不动声色地收了回来, 不多逛一会儿。 臣妾怕冷, 就不逛了。 成明然说了一句, 继灵州正欲开口, 但是还没来得及就听见旁边传来了一道女声, 臣妾见过陛下, 陛下圣安。 继灵州听到这声音才往旁边看了一眼, 结果看见了跪在地上的梁妃, 她眉心微皱, 这是做什么? 她首先是看向成明然的, 只可惜成明然没打算开口, 所以地上的梁妃才主动开口, 都是臣妾的不适, 请陛下降罪, 臣妾口无遮拦。 虽淑妃娘娘不曾计较和怪罪, 可是臣妾深知己过, 自请受罚。 她说什么了? 继灵州看向成明然。 成明然看向继灵州, 没说什么。 这天寒地冻的, 陛下还是让梁妃娘娘起身吧。 她不是说自请受罚吗? 想起身自己起就是了, 朕让她起身干什么? 她自己要跪的。 继灵州煞有其事地说了一句, 成明然, 她差点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陛下就是这么对待后妃的吗? 她就不生气, 这完全就是不按套路出牌啊。 成明然下意识地看向地上跪着的梁妃, 只见她脸色未有丝毫变化, 不愧是坐到这个位置的人, 居然还能这么地面不改色。 要回宫吗? 继灵州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倒是让成明然有些不知道怎么办了。 不是觉得冷吗? 继灵州放轻声音, 她再一次握住了成明然的手, 这一次成明然没有再躲开。 走吧, 我带你回去。 继灵州说了一句, 我? 成明然心口一致, 她刚刚自称的是我。 第129章, 耍流氓。 继灵州似乎都没有发现自己的自称, 成明然也没有提醒, 只是怀疑自己听错了。 她这样的人会自称我吗? 但是就在继灵州要带她走的时候, 成明然站在远处没有动作, 继灵州有些疑惑地转头看向她。 陛下, 成明然缓慢开口, 不是说冷吗? 刚刚还念叨着要回去, 现在又不走了, 继灵州问, 臣妾可以自己回去。 成明然说道, 继灵州眉心微皱, 就这么排斥, 不过是同道回去都不愿意了。 你难不成还真打算以后再也不见证了? 成明然不作答, 继灵州脸色微沉, 成明然, 正在跟你说话呢? 你现在是连话都不想说了吗? 臣妾不敢, 成明然也就只会说这些。 继灵州突然觉得头疼, 最后实在是懒得继续扯下去, 单脆来点直接的。 所以, 啊, 成明然惊呼出声, 是继灵州, 他直接上全家人打横抱起了。 陛下, 快点放我下来。 成明然一时间手足无措, 所以也顾不得其他什么礼数规矩了。 偏偏继灵州看着他这副样子, 倒是来了几分兴趣, 也生出了一些恶趣味, 谁让你什么都不搭理的? 你既然什么都不愿意说, 什么都不愿意做。 那朕自然就只能用自己的方式了。 成明然被这句话给气得不轻, 陛下这是耍流氓吗? 陛下这么做, 也不怕有失身份。 继灵州眉头轻挑, 什么叫做耍流氓? 我们这是什么关系? 更亲密的事情都做了, 这还能叫做耍流氓吗? 至于你说的有失身份, 朕是皇帝, 有谁敢质疑朕做了什么? 你, 成明然被这几句话直接说得哑口无言。 继灵州心情好像很好, 抱着他还故意地颠了两下, 成明然下意识地将人报警。 继灵州的心情更好了, 那你可得报警点, 这雪露华, 万一朕没有报警, 到时候摔了可不负责, 疼得也是你自己。 他说道, 成明然, 书华在旁边看着默默退了几步, 但很明显是在憋笑, 他似乎很开心啊, 也是, 毕竟自家娘娘得陛下宠爱, 他当然是高兴的。 继灵州抱着成明然就准备往回走了, 成明然也尝试要挣扎得下来, 可是继灵州会故意地将手松开, 然后在他以为自己要摔的时候又把人报警。 如此往复, 成明然也知道自己是没办法抵抗了, 干脆就由着他去了。 继灵州最近好像越发的无耻了, 脸皮也越来越厚, 做事风格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成明然全程都是被继灵州抱着的, 至于地上还跪着的梁妃, 看着两人不断远去的背影, 眼底的神色越来越暗。 这宫中来来往往的人不少, 要说成明然一开始还能勉强维持镇定, 但遇见的人越多, 他那张脸就越来越热。 陛下, 成明然还是没有忍住, 继灵州嘴角一直上扬着, 现在听到他叫自己, 还没等他说出后面的话就回了一句, 反正也要传开了, 现在放下来太晚了, 谁让你刚刚不听话的, 以后还敢这么讲吗? 成明然, 哎呦, 他脑袋疼。 第130章, 有什么想要的? 继灵州将成明然抱着, 回到了连衣宫, 别说, 这哪怕是坐轿子都会颠, 但是被继灵州抱在怀里, 却是真的稳当, 而且他怀里还很暖和, 成明然怕冷, 不是说说而已, 所以在感受到继灵州怀里的暖意后, 瞬间就被收买了, 用过膳了吗? 继灵州这也是没话找话, 嗯, 在太后娘娘处用过了, 成明然回答问题的时候, 全程没有看过继灵州, 到了连衣宫后, 继灵州将人放下, 还摸了摸他的手, 还是有些凉, 怕冷也不一定是外界因素, 等后面找个太医好好看看, 要是能够调养也是好的, 成明然没有回答他的话, 他被继灵州拉着在一旁坐下了, 屋子里面早就放了炭火, 所以不会冷, 明日是你的生辰, 可有想着怎么过, 继灵州主动问了他一句, 生辰, 陛下不用费心, 一个生辰罢了, 算不得什么, 更何况他早就不在乎这些形式上面的东西了, 说说看, 朕可以与你一个心愿, 今天说有效, 继灵州眉头轻挑, 既然不知道怎么做, 那他不如将这个主动权送到成明然的手里, 与你一个心愿, 不得不说, 成明然确实因为这句话而心动了起来, 什么都可以吗, 成明然看向继灵州, 继灵州在对上他那双眼睛的时候, 心里也是五味杂陈的, 以前不论什么时候, 他的眼睛都闪着亮光, 亮晶晶的, 但是现在的他, 你说眼睛里更多的是平淡, 就好像任何事情都在他面前掀起波澜, 对什么也不在意, 先说, 继灵州说了一句, 他不想做无谓的承诺, 我想见父亲, 成明然几乎没有怎么犹豫, 继灵州没有马上应答, 成明然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不可以吗, 不是不可以, 只是, 成将军现在还没有办法出来, 如果你要进去, 也会有些麻烦, 继灵州说了一句, 成明然很明显地失望了, 虽然继灵州没有直接拒绝, 可这话的意思就是, 不太可以, 是臣妾妄想了, 成明然一脸落寞, 继灵州现在看不得他这个样子, 可是心里面也有些担忧, 毕竟那样的地方不适合成明然经常去, 现在各方对于成家的动向都盯得很紧, 如果成明然过去走漏了风声, 只怕又是一场麻烦, 主要是对成明然会有很大的影响, 毕竟成家现在名义上也是戴罪之身, 那些恨不得成家不得善终的正仇, 抓不到成家的把柄呢, 可现在看着成明然这副失落的样子, 他叹了口气, 之前跟你说的那些都是真的, 但是在这一切结束之前, 我们也需要尽量地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 如果你真的想, 那我可以安排人帮你送信, 成明然听到这话, 重新看向了继灵州, 可以吗? 他本来也知道自己的要求有一些强有所难了, 刚刚也只是想要试一试, 如果真的见不了, 取得联系也是好的, 可以, 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写下来, 我会让人直接送到成将军的手里继灵州说的, 这也算是退而求其次了, 第131章, 睡着了, 成明然也不是不知好歹的, 见好就收的道理他还是懂得的, 既然见不到, 那要是能递个信也挺好的, 多谢陛下, 成明然这意思也就是接受了, 继灵州听到他这个回答, 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 要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不过他想, 如果成明然真的只是想见城里一面, 他应该还是会随了他, 接下来的时间, 继灵州并没有从这里离开, 还让李胜将那些奏折都给搬了过来, 不过, 分工倒是挺明确的, 继灵州在那边处理折子, 成明然就坐在不远处看着手里面的杂书, 继灵州一开始还能好好地处理手里面的这点事, 可是还没过一会儿就被成明然那边给吸引了过去, 注意力总是被那边吸引, 其实成明然也没做什么, 就一直安安静静地看书, 偏偏继灵州就总是割舍不下, 这样的阴幕要是放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不管是谁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没有那个闲心, 御膳房不是做了新的点心吗? 让人准备一些果子点心, 过来给淑妃吧, 继灵州吩咐了身边的李胜, 以前的他可不会管这些闲事, 也不可能细致到这些, 李胜硬下, 没一会儿功夫就让人上了热乎的点心, 成明然看着眼前的东西就往继灵州的方向看过去, 继灵州没有抬头, 就好像完全没有关注这边一样, 成明然微微抿唇, 最后也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默默地拿起一块点心尝了尝, 不得不说, 这味道还是不错的, 李胜在旁边看着也是默默摇头, 这两人到底是闹哪样呢? 就现在这情况,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真的和好, 他叹了口气, 主子闹脾气, 受罪的还不是他们下面这些人, 继灵州也不是没有注意, 只是在成明然看过来的那一瞬间, 他低下了头,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傻的举动, 他身份贵重, 也没必要躲罢, 罢了, 慢慢来吧, 他努力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重新放到了奏折上面, 以前都不觉得每天要处理这么多的事物, 但是现在总觉得怎么做也做不完, 这些文明百官是没事干的吗? 就连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要上报, 朝廷养他们是做什么的, 看来这朝中的蛀虫也需要好好整顿成功了, 继灵州大概看了一个多时辰, 等他助你将手里面的这些东西处理好了后, 第一时间就看向了成明然, 结果, 睡着了, 成明然手里面还拿着书, 整个人就趴在桌上, 一条胳膊整着头拿着书, 另一条胳膊看起来就好像是落在怀里的, 这个姿势舒服吗? 继灵州起身, 随后朝着成明然的位置慢慢走了过去, 什么时候睡着的呢? 继灵州问了旁边的工人, 回陛下, 淑妃娘娘刚刚睡着, 许事做得有些久了工人回答, 继灵州没说话, 只是在他面前弯下了腰, 是真睡了, 小脸都有些泛红, 脸上那为数不多的肉也被轻轻地堆了起来, 看起来倒也会冒出一些可爱的点来, 第132章, 陪着, 继灵州看俩着睡觉的姿势, 只怕这样坚持久了也会不舒服, 索性, 他直接伸手去抽了成明然手里面的那本书, 这样也能睡着, 有这么累吗? 继灵州无奈, 可是一听之下, 又好像夹杂着一丝丝宠溺, 他几乎从来没有露出过这样的语气, 宠这个字, 在他身上总觉得有些离奇, 继灵州将人从桌子上抱了起来, 动作格外的小心翼翼, 就好像是在对待什么西式珍宝一样, 或许是因为害怕吵醒了成明然吧, 不过, 成明然睡得本来就很浅, 而且, 他的睡眠一向不好, 继灵州才刚刚这么一动, 他就已经有悠悠转醒的迹象了, 继灵州见此, 瞬间僵住了身子, 完全不敢多动一下, 李盛在旁边都觉得没眼看了, 陛下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还有一个帝王的威仪吗? 说出去, 有谁敢相信啊? 见成明然只是动了动, 没真的醒过来, 继灵州也不自觉地长舒一口气, 可是他又马上反应过了, 自己怎么要这么小心, 难不成就这么怕他醒, 他醒了有能怎么样吗? 嗯, 好吧, 确实怕, 要是他醒了, 他们两个人多半又要变成之前的样子, 那样的氛围开始让人不能忍受, 继灵州抱着成明然慢慢往里屋走了去, 成明然居然意外地没有醒过来, 他抱着他慢慢往床榻上放了去, 周围的工人也赶尽为上来帮忙, 继灵州不自觉地平住了呼吸, 好像自己连呼吸都会打扰到这个熟睡的小姑娘一样, 小姑娘, 这个词语倒是挺新奇的, 但是没有人会去纠结这么一两个问题, 继灵州好不容易把人放上去, 偏偏成明然又有些不安地动了动, 他下意识地握住了成明然的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觉有了依靠, 成明然别慢慢地安静下来, 去把安神箱点上, 继灵州放清了自己的声音, 对着旁边的工人吩咐了一句, 李胜现在去点的安神箱, 这箱好像已经成了这边专用的一样了, 要知道原来只是供陛下使用的, 你们都退下吧, 这里不用伺候了, 继灵州又说了一句, 反正也用不上了, 在这里站着干什么, 毫无用处, 反倒是会碍眼, 李胜文言因非常有颜色地带着一种人全部退下, 继灵州安安静静地坐在成明然的床榻边, 也不敢去打扰, 更不敢开口说些什么, 只是看着他这张睡颜, 成明然睡着的时候, 好像少了很多防备, 平日里面他见着自己的时候, 身上就跟长了很多根刺一样, 总是让人不好靠近, 浑身上下都透露着对自己的防备, 哪里能像现在这样, 为什么就不能试着相信我一下呢, 我还能骗你吗? 继灵州略显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很多也是自己的原因吧, 如果自己当初能够对他多一点仁慈, 他们两个或许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般模样, 继灵州只要一想到曾经的事情, 心口就不由自主地闷通, 到底是自己对不住他, 继灵州在这里坐了一会儿, 大概有一刻钟吧, 见他睡得挺安稳的, 然后才起身离开, 但是就在他离开的那一刻, 成敏冉却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一双眼睛里面毫无波澜, 让人看不出心中所想, 但也就那么一瞬间的功夫, 他又重新闭上了, 就好像刚刚以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第133章, 生辰, 领冬, 今日若要说哪处是最忙的, 那必然是太后的寿康宫, 因着淑妃娘娘的生辰, 太后下令在自己宫中设置了宴席, 成敏冉今日来到寿康宫后, 太后就直接就把人带到梳妆镜台坐下, 姑姑, 成敏冉满脸疑惑, 这是要做什么呢, 今天你是寿星, 只帮好好待着, 其他的都交给下面的人, 太后满脸笑意地说了一句, 好吧, 成敏冉默默看向镜子里面的自己, 接着就看见好多的工人手里面托盘进来了, 上面都放着各种各样的首饰头面, 今天我们然然一定会是最漂亮的小姑娘了, 太后说了一句, 我还是小姑娘呢, 姑姑一会儿要是再说下去, 我可是要不好意思了, 成敏冉今天的心情似乎也跟着好了不少, 我们然然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小姑娘, 这女人啊, 一定要自己对自己好, 不管以前是什么样的, 那都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 过去的事情不必太过于执念, 除了能给自己徒增烦恼之外, 也没有其他作用了, 所以, 然然一定要高高兴兴, 开开心心的, 不管何时何地都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如果自己都对自己不好了, 那就没有其他人会对你好了, 太后苦口婆心地说了一大啪啦的东西, 成敏冉点头, 好, 我记住了, 姑姑, 她今天难得放松一点, 好了, 乖乖坐好, 我让他们给你梳妆, 太后说道, 成敏冉点头, 直接把自己就交给了他们处置, 太后把从头到脚需要的东西, 都全部给她置办了一套新的, 成敏冉其实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打扮了, 如果是以前, 她已经是最爱美的那个人, 但是现在, 她已经没有这个心思了, 等工人给她梳妆结束后, 成敏冉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都觉得恍惚, 她从冷宫出来之后, 大多数都是憔悴的, 而且因为经常生病, 所以脸色也不好, 惊气神就更别说了, 现在嘛, 她缓缓地用手摸上了自己的脸, 太后站在她身后, 冉冉很漂亮, 姑姑, 我好像不快不认识自己了, 成敏冉说了一句, 冉冉真是长大了, 不过依旧很漂亮好了, 去更衣吧, 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新的衣裙, 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太后握住成敏冉的手, 成敏冉跟着她起身, 工女很快就拿过来了一套新的衣裙, 成敏冉看到那套衣裙的颜色就愣住了, 这种颜色, 姑姑, 这是不是有些太严厉了, 这种颜色过于娇嫩, 我或许已经不合适了, 成敏冉满脸担心, 但是太后完全不在意, 这有什么的, 快去试一试吧, 这个款式我也做了一些调整, 太后说了一句, 好吧, 不过就在成敏冉去世穿这身衣裙的时候才发现, 不仅是颜色有些不太合适, 这款式也不太合适啊, 这明明是少女时期的服饰, 跟她现在的身份差别有些太大了, 这会不会不合理智, 而且这样的自己穿上会不会显得太幼稚, 第134章, 看呆了, 纪灵舟今日一早才刚刚下朝, 就听说成敏冉被太后叫去了寿康宫, 她也知道是成敏冉生辰, 所以, 去寿康宫, 纪灵舟说了一句, 李盛毫无意外, 直接摆驾, 纪灵舟刚到寿康宫的时候, 她老远就听见里面传来的声音, 看来今日还挺热闹的, 她到了门口, 入眼的就是这些工人各忙各的, 看起来应该是在布置什么, 拜见陛下, 看见思宣职的那一刻, 众人赶紧行礼, 纪灵舟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太后和淑妃呢, 她问了一句, 回陛下的话, 太后娘娘安心和淑妃娘娘都在里面呢, 淑妃娘娘正在更衣, 不过, 今日太后娘娘说了, 不许任何人打扰, 宫女壮着胆子说了一句, 纪灵舟一脸不快, 你这意思是镇进去不得了, 奴婢不敢, 宫女被吓了一跳, 她们只是传达了太后的话, 但是不敢真的拦啊, 里面的默默见到思宣职来了之后, 也是第一时间就去告诉了太后, 娘娘, 陛下来了, 果然还是来了, 太后并不意外, 默默无奈, 太后娘娘料事如神, 外面的人不敢拦陛下, 想来应该马上就进来了, 她说了一句, 太后点头, 本来也就没想着他们能拦住, 说了就是, 今日本来就是要制造机会的, 是, 默默硬下, 心里也不免想着太后为了淑妃娘娘和陛下, 还真是煞费苦心, 纪灵州进来的时候, 太后正坐在上位品茶, 见到纪灵州进来, 才慢慢放下茶盏, 陛下来了, 哀家不是吩咐了吗? 今日不许任何人打扰, 陛下整日忙于公务, 今日怎么还特意过来了? 纪灵州拱手作医, 今日淑妃生辰, 所以正过来看看, 陛下有心了, 不过陛下以往都是不参与的, 今日居然特意过来替冉冉庆生, 冉冉怕是会担不起, 太后说道, 纪灵州知道太后这话里话外, 就是想赶自己走, 但是她就当听不懂, 以淑妃的身份, 这不算什么淑妃人呢? 怎么不见她出来? 纪灵州明知顾问, 就是想要跳过这个话题的意思, 不过太后才刚准备说话, 陈明冉就从屋子里面出来了, 店内的人一瞬间就看了过去, 只见, 一道鹅黄色的倩影, 静静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仿佛一道柔和的春风, 轻轻地拂过心口, 拂着一支无声的舞蹈, 裙摆轻轻扬起, 露出她纤细的脚踝, 给人一种温婉而羞涩的感觉, 她的眼眸清澈如水, 透出一种深深的宁静, 柔和而温暖的目光, 仿佛能够融化人们内心的冰冷, 出来时, 陈明冉的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微笑, 那笑容温暖而宁静, 仿佛能瞬间够, 驱散人们内心的忧愁, 纪灵州看见时便愣住了, 姑姑, 陈明冉轻轻开口叫了一声, 她的声音轻柔而细腻, 如同潺潺的溪水流淌于心间, 优雅而从容的动作, 举手投足间都散发出一种高贵而宁静的气质, 她的动作轻盈而缓慢, 这才真的是一个大家闺秀的样子, 纪灵州愣愣地看着陈明冉, 就在这一刻, 她突然觉得, 她的存在就像是一朵静静绽放的花朵, 虽然不张扬, 但却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让人在不经意间被她的温柔安静所吸引, 这样的感觉是她以往从未有过的, 第135章, 希望来得及吧, 陈明冉虽然也看见了下面的纪灵州, 所以对着纪灵州就准备行礼, 臣妾见过陛下, 她跪了下来, 纪灵州在她刚刚出来的时候就有些愣住了, 现在看见她朝着自己跪下来才勉强地恢复神志, 她两步上前, 然后亲自伸手把人给扶了起来, 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两个人的时候就不用过多在乎这些礼节了, 不过纪灵州也是刚说完这句话就有些后悔了, 她就怕陈明冉又跟自己来一句, 陛下此前最是重视规矩体统的, 臣妾不敢放肆, 所以才说完这句话后, 她就轻轻地瞟了一眼陈明冉, 见陈明冉只是顺着自己的手站起来后, 没说其他的话, 那颗心在稍稍落地, 最近陈明冉总是喜欢反驳自己, 偏偏自己还没有解释的余地, 她都有些怕了, 不过, 这堂堂一国之君居然也会害怕这些吗? 陈明冉或许从来都不敢相信这一天的到了, 纪灵州自己恐怕也从来没有预料到, 今日是你生辰, 所以朕特意过来看一看, 这身打扮, 纪灵州欲言又止, 她上下打量着陈明冉, 陈明冉其实也有一些不太自在, 因为今天这身装扮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 确实有些不太合适, 她以为纪灵州不会喜欢, 也不会赞同自己今天的打扮, 然而纪灵州却说了一句, 今天这身装束很适合你, 也很漂亮, 倒是有了几分之前的样子, 陈明冉听到这话微微一愣, 她也会夸一个人好看, 这还真是太让人稀奇了, 这身衣服是规格里的小姑娘穿的, 臣妾现在穿这个只怕是有些不太合适, 还请陛下恕罪, 陈明冉还是低头说了一句, 纪灵州皱眉, 什么合适不合适, 穿的不就是好看的, 怎么好看怎么穿, 怎么喜欢怎么穿, 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还真是见了鬼, 纪灵州嘴里也能吐出这些有温度的话来, 这段日子里穿得太过于肃静了, 现在试着这种亮眼的颜色倒也挺好的, 等回头朕就让人给你送几匹新料子过来, 到时候也可让他们多做己身, 纪灵州说道, 但是陈明冉却开始推辞了, 那么多的衣服也穿不完, 陛下赏给其他人吧, 纪灵州一听这话就不高兴了, 就当今日生辰送你的, 不许拒绝, 陈明冉, 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无话可说, 太后坐在上手看着两人这互动, 没捎轻条, 这状态倒是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好上一些, 陛下可知冉冉最喜欢什么颜色, 太后突然问了一句, 纪灵州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一愣, 这个她还真的不够了解, 今日哀家已经让御膳防备了膳, 陛下可知冉冉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太后又是一问, 纪灵州闽唇不语, 陛下若真是上心, 自然是要往人心间里面去送东西的, 太后说道, 她知道自己以前对成明冉忽视了太多, 今后她也一定会慢慢地找不回来, 只希望这些都还来得及吧, 第136章, 变化, 太后也只是点到为止, 毕竟有些话说多了也会让人生厌, 现在她自然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 好了, 既然来了, 那陛下就一起留下用膳吧, 太后说了一句, 纪灵州听到这话自然是高兴的, 毕竟今天她就是专程过来的, 要是今日太后不开口说这个话, 自己也会主动留下来的, 朕也有此意, 纪灵州倒是也没有闭合自己的心意, 现在的她觉得能把这些说出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若什么心思都放在心里不讲出来, 那又有谁会知道呢? 不过, 这种好不容易才融洽起来的氛围, 总是会有一些不长眼的人过来打扰, 就比如现在, 陛下, 太后娘娘, 淑妃娘娘, 外面有工人进来了, 是灵妃娘娘带着几位主子娘娘们过来了, 说是听说今日是淑妃娘娘生辰, 所以特地过来祝贺, 还带了一些礼物, 就当是讨一个好彩头, 工人过来说了一句, 太后听到这话, 脸色瞬间就变了, 这都是一些什么东西, 今日自己明明说了不见外人, 他们还专程让人进来, 禀告是什么意思, 而且要来早就来了, 怎么现在才过来, 这分明就是得到了丰盛, 知道纪灵州要过来, 所以才专门过来的, 他还不至于看不懂这些把戏, 承敏染自己也是一样的, 原本今天心情还不错, 现在听到这么一句话, 倒是有些败坏性质了, 不见, 纪灵州是最直接的, 直接就回绝了, 承敏染和太后娘娘都看了过来, 让他们都回去吧, 纪灵州再一次开口说道, 工人汉手, 是, 最后直接就退出了宫殿, 纪灵州看向承敏染, 以后不想见的人就不见了, 不用在乎这么多, 以你的身份, 没有必要跟他们周旋, 是, 承敏染说了一句, 多的, 那是一个字也没有啊, 纪灵州看着他, 刚刚还见你挺高兴的, 怎么现在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了, 我在这里, 就让你这么不自在啊, 马上就要用膳了, 还苦着一张脸, 今日不是生辰吗, 这么好的日子, 怎么能苦着脸呢, 承敏染摇头, 没有, 只是一时间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他语气平淡, 纪灵州听到他这样的语气, 心里就是一疼, 比起现在, 他还是更加喜欢承敏染以前在自己面前的样子, 这个以前是指在进入冷宫之前, 是在他刚刚入宫的时候, 你可以跟以前一样的, 纪灵州又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这句话似乎已经说了无数遍了, 但是, 有些东西回不到过去, 就是回不到过去了, 再怎么努力也是没有办法的, 陛下, 你总不能一直让冉冉站着啊, 坐下再来说吧, 太后说了一句, 纪灵州听到之后, 好像才反应过来似的, 所以这才赶紧地说了一句, 是, 先坐下吧, 其他的事情我们后面再说, 一直站着也不舒服, 站着, 承敏染在心里面暗自赋斐, 以前都是跪着吧, 第137章, 承敏染指责, 几人一同在餐桌前坐下, 因为今天是承敏染的生辰, 太后也想热闹热闹, 但是因为没有请什么人, 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大半, 所以他就让寿康宫里面的这些工人, 也一起来凑个热闹, 现在外面也安排了一些简单的席面, 大部分工人们都在外面, 只有一小部分人还在里面伺候着, 好了, 这里也不用你们伺候了, 出去吧, 外面有席面, 今日你们也可以稍微轻松一会儿, 太后说了一句, 是, 多谢太后娘娘, 工人们安静地退出了房间, 房间里面只剩下了他们三个人, 太后给承敏染加了他平日里面最喜欢吃的菜, 今天你才是最大的, 然然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纪灵舟听到这话的时候, 身体也僵硬了一下, 这不就是明摆着说自己是导致承敏染的不自在吗, 他看向承敏染, 今日没有那些礼仪, 承敏染看着两人的目光, 心里越发的不自在, 不过他也没有说什么, 反正不管自己说什么, 也不管用你以前小时候过生辰, 可不是现在这般模样, 纪灵舟突然就冒出来了一句, 这算不算是没话找话, 他总是提起过去是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过去和现在能是一样的吗, 而且过去的他不是已经被过去的纪灵舟亲自毁掉的, 陛下若是跟臣妾一样的遭遇, 或许就知道臣妾现在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 又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承敏染这一次没有在忍着, 纪灵舟, 果然自己就不该问, 又被他给对了, 你要是在镇这个位置上, 那或许也不会是这样的想法, 这个位置需要顾忌的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 疑心很正常, 纪灵舟忍不住解释, 陛下不管做了什么都是有理由的, 臣妾自然不敢妄议, 只是觉得陛下在说起臣妾的变化时便总会忘记自己做过什么, 臣妾现在这个样子不是陛下之前期待的吗, 为什么现在的陛下又总是会怀念曾经那个被陛下厌恶的臣妾呢, 承敏染好像是生气了, 太后一直就没说话, 现在听见承敏染那一段的时候还不禁挑起了眉, 他自顾自地吃着自己的东西, 但耳朵还听着呢, 他这明显的就是要看好戏啊, 纪灵舟自知理亏, 所以没有反驳, 可是承敏染却发起了火, 陛下总是在问臣妾为什么, 那陛下怎么就不问问自己为什么总是不满意, 以前不满意, 现在不满意, 陛下不满意的怕从来不是臣妾怎么样, 又做了什么, 而是臣妾这个人吧, 既然不满意, 那陛下为什么又要在臣妾放过陛下的时候凑过来, 陛下到底想要臣妾怎么做才行, 纪灵舟自己这是被大骂了一顿吗, 不过这个感觉还挺新奇的, 再者自己也没说什么呀, 他怎么就能扯出这么大一堆, 这吵架本领也不错呀, 纪灵舟现在已经完全的偏离了自己的关注点, 对于他的指责更是不在意, 更不会生气, 第138章, 宫里面的女人有几个好下场的, 纪灵舟丝毫不在意, 就好像陈敏染刚刚说的完全不是自己一样, 反倒自顾自地给他夹菜, 还理所应当地说了一句, 好, 是我的错, 陈敏染, 就连太后都觉得意料之外, 怎么, 还没有骂够啊, 那你再骂几句, 纪灵舟这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现在的他跟之前完全就是两个样子, 陈敏染, 一时间竟说不出任何反驳的话来, 要是没什么想说的, 那我们就先用膳, 其他的事情等用完膳之后再慢慢说, 纪灵舟说了一句, 太后听到这儿倒是没忍住地笑了出来, 陈敏染看向太后满脸疑惑, 没事, 只是觉得刚刚那一幕倒是从未见过的, 陛下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心平气和地坐下来, 跟我们一起用过膳了吧, 太后问了一句纪灵舟文言, 情绪也变得复杂起来, 以后太后娘娘若是愿意, 朕也会经常过来陪你们用膳, 太后没说话, 纪灵舟也在说完这句话后看向了陈敏染, 我们的淑妃娘娘应该不会拒绝吧, 这话音似乎还带起了调侃, 陈敏染在听见她的称呼时, 心里莫名奇怪, 不知道是不是带上了一点情绪, 她也就只是随口地回了一句, 臣妾不敢拒绝陛下, 你拒绝的还少了, 纪灵舟下意识地回了一句, 陈敏染, 哑口无言, 自从, 纪灵舟原本是要说自从她从冷宫出来后, 就跟变了变了一个人似的, 但是才刚刚开口就停住了, 她看着陈敏染, 自从上次回了连衣宫, 你就跟解放天性了一样, 拒绝的还少了, 她回了一句, 那日后臣妾不反驳陛下了便是, 纪灵舟说了一句, 还带着些脾气, 纪灵舟当然也是听出来了, 她突然有些脑袋疼, 现在自己还支不住她了, 不过, 算了, 自己现在还就真的得罪不起她了, 好, 是我说错了, 是我失言了, 先用膳好不好, 说了这么久, 还没好好吃点东西, 不饿吗, 先将人的嘴堵住了再说吧, 成明染, 不过也好在后面没再出什么幺蛾子, 这要是让外人看见, 还真会觉得这三人一起用膳的画面异常的和睦, 皇后宫中, 迟也听到纪灵舟今日去了寿康宫的事情, 似乎并不在意, 也没有惊讶, 娘娘, 陛下现在对淑妃娘娘似乎是真的不一般了, 莫不是还真上了真心, 身边的宫女问了一句, 池月自顾自地取掉自己的手势, 不得胡乱揣测圣心, 陛下如何那是陛下的事, 她的语气温温柔柔的并未有太多的苛责, 可是娘娘, 您贵为皇后, 今日虽说是淑妃娘娘的生辰, 但今日也是十五, 按理来说, 陛下应该是要来陪娘娘您的, 宫女替皇后觉得委屈, 池月咳了两声, 算了, 以往陛下不也因为朝政繁忙, 没来本宫这儿, 本宫身子不是, 即便陛下来了, 本宫也不可能留下陛下的, 宫女涅如, 只是觉得自家娘娘委屈, 池月取下耳侍, 看着这对耳侍, 她神情恍惚, 入了宫便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了, 淑妃虽受宠, 但你瞧瞧以前的淑妃又是何班模样, 这宫里面的女人能有几个好下场的, 她一犹所指, 第139章, 到底是不一样的, 寿康宫, 太后借口年岁大了, 所以便声称自己累了, 现在已经歇着去了, 所以, 现在只有陈明染和纪灵舟了, 不是有午睡的习惯吗, 可要休息一会儿, 纪灵舟主动开口问了一句, 陈明染摇了摇头, 睡不着, 两人之间安静了下来, 这其中的气氛也莫名有些尴尬, 纪灵舟喝着自己面前的茶, 陈明染也很明显, 有些不太自然, 这简直就跟那初次见面的男女没什么区别, 有这么不熟吗, 陪我出去走走吧, 纪灵舟率先打破了沉默, 陈明染心里犹豫, 所以没有马上答应, 但也只是思考了一会儿便点头印下, 说实话, 纪灵舟在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都还有些意外, 他都没想到, 陈明染这一次居然答应得这么干净利落, 这要是之前, 他才不会答应自己, 纪灵舟甚至都已经做好了被推辞之后的说辞了, 去给你们家主子多拿一件披风, 还有汤婆子也拿上, 外面雪虽然停了, 可难免会有些冷, 纪灵舟这一次是主动吩咐的, 书华扶身退下, 纪灵舟和陈明染一同起身, 等书华拿着披风过来的时候, 纪灵舟就非常自然地接了过来, 震来就是了, 随后, 他亲自拿着披风给陈明染穿戴好, 陈明染也没有之前的抵触, 顺从地让他给自己披好了披风, 走吧, 纪灵舟又顺势将汤婆子塞在了他的怀里, 这汤婆子热乎着呢, 陈明染抱着,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真的有那么暖和, 陈明染倒真觉得多了几分暖意, 还冷吗? 到了门外, 纪灵舟没忍住又问了一句, 纪灵舟摇头, 不冷, 若是觉得冷就要告诉我, 你这身子受不得了, 纪灵舟说道, 纪灵舟轻轻点头, 随后又开始沉默了下来, 两人之间完全就没有任何话题, 逼, 你,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 然后听到对方的声音又同时停下, 想要说什么? 纪灵舟问了一句, 陛下其实不必如此的, 纪灵舟回答道, 不必如此什么, 缠着你, 纪灵舟挑眉, 不必这样委屈自己的身份, 屈尊于贵的这般行事, 纪灵舟说道, 我如何就委屈了, 纪灵舟反问了一句, 陛下身份尊贵, 是一朝天子, 如此留在臣妾身边也是辱莫身份, 臣妾也没有那番福分, 让陛下此般对待, 纪灵舟把话摊开了说, 你既把我当做天子, 那之前同我说话怎么, 还那边没有顾解, 所以, 在你面前我要真的把自己当成皇帝, 你当我, 为什么还能容你说那些话, 除了皇帝这个身份之外, 你现在大可以把我当做幼年时的那个哥哥, 纪灵舟告诉他, 夫君不好说出口, 那幼年时的哥哥总要好些吧, 毕竟以前小时候, 成明然可是很喜欢缠着自己这个哥哥了, 当时他一口一个灵舟哥哥, 不也叫得很欢吗, 不过, 他已经很久没叫过了, 印象里最深的一次, 就该是上一世, 他在自己怀里叫的那最后一声灵舟哥哥吧, 一想起上一世, 纪灵舟的眸色又慢慢地伸了起来, 连同心口也一阵阵地刺痛着, 当时的自己其实也有过一些很奇怪的感觉, 不过那个时候全然被自己忽略掉了, 如今再次回想起来, 他方知其实成明然在自己心里到底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要不然又怎么可能因为那一件, 而默认了对他的所有承诺, 第140章, 哥哥, 哥哥, 成明然在听到这个称呼的时候还一阵恍惚, 这个称呼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叫过了, 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次, 灵舟哥哥, 那天刚好是纪灵舟的生辰, 他那日捧着自己亲自去寒山四囚的平安符送到了他的面前, 灵舟哥哥, 这是我送你的生辰礼物, 你看看, 喜欢吗? 这个戴在身上可以保平安, 是方丈开过光的, 他们说很灵验的, 他当时满心欢喜, 以为纪灵舟一定会喜欢自己送的礼物, 可是, 程小姐, 注意分寸, 你也不是小时候那般不懂事了, 那就应该知道, 男女有别, 纪灵舟冷漠的声音响起, 程明染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也愣在了原地, 脸上还挂着刚刚的笑意, 只不过看起来总有些僵硬, 他缓了一会儿, 仔细看着纪灵舟的表情, 但是他始终维持着笑意, 是, 但是以前, 以前自己都是那么叫的, 而且他也没有说不可以, 可是不等他话说完, 纪灵舟就直接打断了他后面, 要出口的话, 以前是以前你, 还跟以前一样不懂事吗? 程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你在宫里, 是一点规矩都没学到, 程明染轻轻咬着唇瓣, 他低着头, 整个人看起来有些无措, 就好像是犯了什么错的小孩子, 眼神也变得落寞了很多, 是, 臣女之错, 程明染声音听起来比刚刚要低落很多, 他满怀热情地捧着自己好不容易求得来的生辰礼物送给他, 结果被浇了一盆冷水, 他的心里怎么可能不失落, 以后做事都要注意分寸, 整天这样成何体统, 日后就不用天天往这边过来了, 男女有别, 不要仗着身份就这般坐见自己的名上, 纪灵舟的声音越来越冷漠, 程明染的心也越来越凉, 他握紧了自己求来的平安符, 那这个, 他强行扯出一个笑意, 不过莫名让人心疼, 思乡受受, 此乃大罪, 你难道不知道吗? 纪灵舟看着他手里面的平安符, 眼神里面毫无波动, 浑然不在意, 程明染不再说话, 只是默默地攥紧自己手里面的东西, 纪灵舟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 看着他现在这个样子, 眼里也没有丝毫波动, 纪灵舟从程明染身边离开, 两人擦肩而过, 程明染没忍住转头看向他, 可是纪灵舟不回头, 终究是看不到程明染对他流露的眼神, 想到这里, 程明染再一次握紧了手, 哥哥, 这个称呼他都快忘记了, 也快要舍弃了, 怎么了? 纪灵舟发现了他的异常, 程明染抬头看着他, 两人对视的那一瞬, 他神情复杂, 如果当时的纪灵舟看见了那一次, 程明染望着自己的眼神, 那他一定会发现, 眼前的这个人和当初是真的不一样了, 陛下是陛下, 哥哥是哥哥臣妾长大了, 不会再和小时候一样不懂规矩, 程明染说道, 纪灵舟他的表情瞬间就僵硬了, 这句话也同样地将他带回了那一天, 第141章, 当时的程明染留下的遗憾, 程明染就好像没看到他脸上的变化, 自顾自地往前走, 陛下又怎么可能是臣妾的哥哥, 臣妾从来就没有什么哥哥, 以前小时候都是臣妾不懂事, 陛下已经提醒过臣妾了, 纪灵舟的心口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心口就一直密密麻麻的疼, 就好像是被无数根针扎一样, 自己以前都是做了些什么事, 说了些什么话, 现在这是报应来了, 全部都报应在了他身上, 冉冉信佛吗? 纪灵舟岔开了话题, 他走到程明染身边, 壮似无意地问了一句, 程明染在听到他对自己的称呼时, 就微微一致, 可是也没说什么, 听到纪灵舟的询问, 他也就老实地回答了一句, 不幸了, 若是神能听见自己的祷告, 从来就没有优待过自己, 也没有怜悯过自己, 他曾经相信的神佛早已经抛弃了他, 所以他不愿意再去相信, 你之前, 纪灵舟还想要说他以前很相信这些来着, 而且经常去寒山寺, 就连那个平安符也是他亲自求来的, 可是话到嘴边, 他也说不出口, 你之前的那个平安符, 纪灵舟欲言又止, 程明染看向纪灵舟, 陛下是在说, 之前臣妾准备送给陛下的那个吗? 当时陛下说不合规矩, 男女有别时, 臣妾就把东西扔掉了, 纪灵舟一噎, 最近程明染这张嘴总是能让自己说不出话来, 陛下知道那个平安符臣妾是怎么求来的吗? 程明染突然问了一句, 纪灵舟不敢问, 原来自己也会有不敢的时候, 他心口微疼, 程明染也承认他就是故意的, 或许是带着一些气氛, 他现在就是想要报复他, 让他愧疚, 让他难受, 臣妾在寒山寺待了一个月, 每日吃斋念佛, 抄写心惊, 天天都跪着抄写, 每日抄完后就觉得浑身难受, 尤其是一双膝盖, 刚开始的那几天因为不适应, 所以站起来都费劲, 程明染说了一句, 纪灵舟张了张, 可是想要说出口的话,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陛下可能不知道, 晚上臣妾身边的侍女在替臣妾上药时, 臣妾忍得有多辛苦, 臣妾最怕疼了, 可是臣妾不敢抱怨, 因为害怕佛祖会觉得臣妾心不成, 可是有的时候确实是疼得受不了了, 臣妾就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擦眼泪, 臣妾总是强忍着不适, 但就是不愿意放弃, 因为那是给陛下求的, 臣妾想要陛下平安, 能得到佛祖庇佑, 程明染看着纪灵舟的眼睛, 但纪灵舟却不敢支持她了, 纪灵舟心口酸疼, 但是程明染却不打算停下, 可是陛下好像不需要, 臣妾以为的礼物在陛下眼里, 只不过是不守规矩, 违背礼数的赃物, 臣妾当时很失落, 都没有等到陛下的回头, 程明染的语气透着一丝的落寞, 或许是当时的程明染所留下的遗憾吧, 第142章, 要她怎么办啊? 纪灵舟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也恨不得回到那个时候, 扇自己一巴掌, 她默默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满脸懊悔, 我知道你还在怪我, 但是, 纪灵舟其实很想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是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来, 因为这件事情毕竟是对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而且, 这样的事情我永远不会消失, 不管时间过了有多久, 留下的伤痛都永远存在, 对不起, 纪灵舟突然就说了一句, 程明染抱着汤婆子的手顿了顿, 但是没有做出什么回忆, 纪灵舟走到她身边想要将人抱进怀里, 可是手才刚刚伸出去, 又愣住了, 她, 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怯了, 陛下不用和臣妾道歉, 程明染情绪低落, 在刚刚听到对不起那三个字的时候, 我说的复杂的情绪在心口瞬间翻涌了起来, 然后逐渐把它淹没, 她的眼睛有些忍不住的泛红, 酸色的情绪让她瞬间模糊了眼, 纪灵舟发现了她的情绪转变, 她皱眉, 怎么了, 程明染摇头, 对上她这一句话她心里的所有情绪越来越不受控了, 纪灵舟看着她, 没有说话, 或许是在考虑着什么, 最后又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她终于将人抱进了怀里, 程明染感受着她怀里面的温度, 一时间竟觉得自己好像无力挣脱, 这个怀抱曾是她期待已久的, 虽来得迟了, 可依旧留恋, 纪灵舟一手从她后背绕过, 另一只手扶着她脑后的发丝, 哭了, 哭了, 这两个字一出来, 程明染最后再也忍不住了, 她以前明明对此不屑一顾的, 可为什么现在会用这样温柔的语气, 她因为自己能忍住, 可是刚刚自己想起以前的那些委屈, 再加上她这一刻的道歉与柔情, 所有的难过瞬间绝地了, 眼泪如同断线的珍珠一颗颗地落下, 她闭上了眼睛, 嘴里发出了轻微的乌叶声, 纪灵舟心口一疼, 却没再说话, 只是拍着她的后背, 一点点地安慰着她, 试图想给她一些依靠, 但是, 程明染的哭声却越来越清晰, 就好像要把以前所有的委屈, 全部哭诉出来, 明明自己什么也没有做错, 但为什么却要自己遭受所有的苦难, 她最怕疼了, 可是没有人会在乎, 会心疼自己的人也全部都不在自己身边了, 他们留下的就只是想要看自己的笑话, 在冷宫的那段日子里, 她经历过无数次绝望, 她以为自己快要活不下去了, 可是她又不敢死, 因为爹爹还在, 成家还没有脱险, 纪灵舟, 她真的真的很喜欢她, 她曾经想要成为她的妻, 可是她却在自己面前选了别的人, 后来, 她又用纪灵舟身不由己的理由来欺骗自己, 说她有她的苦衷, 在自己费尽心思成为她的后妃之后, 她以为自己可以与她如小时候一般, 但自己确实在她的眼里看见了厌烦, 所有的奢望都成为了泡影, 以前不过是自己自欺欺人, 自讨苦吃罢了, 所以她累了, 她放弃了, 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她又给了自己曾经怎么也奢求不来的眷恋与温柔, 她也说不需要了, 可是冥冥中, 她好像又真的再也无法脱离这个囚龙了, 成家需要她, 太后娘娘也想她留下, 你要她怎么办啊? 第143章, 另一个时空, 成敏染的哭声越来越明显, 纪灵舟一直抱着她, 听着她的啜气声, 突然生起了一种无措感, 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安慰, 也不知道为什么好端端的, 她就哭了起来, 纪灵舟没有怎么安慰过人, 不过, 她脑子里面突然出现了以前成敏染小时候哭泣的样子, 她娇娇弱弱的三四岁的时候, 软软糯糯, 让人看了就想捏捏, 每次看见自己都会大老远的就跑过来, 但是毕竟还小, 所以跑起来的时候难免就会被绊倒, 小姑娘皮肤娇嫩, 一摔倒就破了皮, 然后就坐在原地一直哭, 还张着一双小胳膊求抱抱, 那时自己还会把人抱起来, 那个时候是怎么哄得来着, 纪灵舟低头看着成敏染, 不哭, 她轻轻地帮成敏染擦了擦眼泪, 成敏染还靠在她怀里来着, 但是成敏染就跟止不住了一样, 如果说她真的完全不管自己, 或者跟以前一样的, 或许自己也不会哭得这么难受, 但是冷漠久了的人突然给了你一次温柔, 她就完全忍不住了, 更何况这是自己奢望已久的, 之前纪灵舟的转变好几次都让她忍不住了, 可是当时想着要与过去断个干净, 所以一直强忍着不再去回忆以前的事情,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成敏染觉得自己可能真的逃不过了, 她没有办法离开这深宫, 没有办法离开纪灵舟, 她之前说的那些并非全无道理, 就算离开也不可能摘得干干净净, 整个朝堂比想象中的还要阴暗, 没有人可以说自己离开了就真的干净了, 还有太后娘娘, 她知道太后娘娘是真的疼爱自己, 也知道她有很多无奈, 若是以前她或许就随自己了, 那个时候她也曾劝解过自己不要来到这深坛, 可惜自己那个时候没有听从她的苦心劝谏, 而如今既然已经入局, 那又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呢, 自己注定是离开不了了, 既然如此, 那她何不如太后娘娘所说, 用现在有的去换取自己要的, 成家她舍弃不了, 手这么凉, 你要是再哭, 一会眼泪落下来都要凌成冰了, 纪灵舟难得说一句玩笑话, 成敏染慢慢地平复着自己的情绪, 但是因为哭了一场, 所以还是有些狼狈, 纪灵舟看着眼眶通红的安阳出, 心里一软, 再等一段日子, 到时候什么都给你, 什么都给你, 成敏染抬头看向纪灵舟, 但是什么也不说, 纪灵舟被她看得心软, 所以又说了一句, 我会换成家清白, 恢复成家的官位, 护成家周全, 成敏染听到这话, 终于有些动容了, 纪灵舟将她粘在脸上的头发撩开,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我说话算话, 所以不要总是躲着我, 好吗, 等我手里面的事情处理完了, 到时候, 你想要什么都随你, 纪灵舟哄着她, 陛下说的, 想要什么都可以, 是真的吗, 那如果我要的, 陛下给不了吗, 成敏染问她, 怎么可能什么都可以给, 她要的, 纪灵舟给不起, 身份地位, 成家安危, 我都可以给, 但我唯一的要求, 就是你好好的留在我身边, 每日不要再躲着我, 可以吗, 纪灵舟问她, 成敏染没有回答, 纪灵舟等了一会, 要说没有失望, 肯定是假的, 可是也没关系, 所有的事情都是慢慢来的, 她也可以等, 可以给她时间, 毕竟成敏染, 也等了自己很久, 自己确实辜负了她很多, 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 她也愿意多等一会儿, 没事, 慢慢来, 纪灵舟又重新把人抱进了怀里, 这一次, 成敏染也不要再反抗, 就随着她去了, 她的手一直放在身前, 没有回报过去, 不过这是她入宫后第一次觉得, 纪灵舟的怀抱原来也这么暖, 不再是那么冷冰冰的, 冷吗, 手里面的汤婆子好像都已经凉了, 要不要换一个, 纪灵舟摸到了她手里面的汤婆子, 成敏染抱着汤婆子, 不凉, 她下意识地回了一句, 纪灵舟摸了摸她的脑袋, 那还要走走吗, 还是回去, 累了吗, 以前你好像有睡午觉的习惯, 今天需要休息吗, 成敏染摇头, 不累, 纪灵舟点头, 不累就好, 今日生辰, 各宫送来了不少的东西, 回头我让人我帮你看看, 要是没问题就留下, 我不要, 成敏染这一次拒绝的倒是挺干脆的, 纪灵舟有些意外, 嗯, 怎么拒绝得这么果断, 我不想和他们有任何牵扯, 也不想要那些东西, 成敏染这一次没有在他面前遮遮掩掩, 行吧, 纪灵舟也不抢求, 成敏染现在想干嘛, 她, 好像没什么话语权了, 那后面我让人送回去, 以我的名义, 这样也会省去很多的麻烦, 免得他们又来烦你, 纪灵舟说了一句, 成敏染点头, 多谢陛下, 没什么可谢的, 我们之间不用这么生疏, 有些话说着可能会不太合适, 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 你可以跟以前一样, 小时候的样子很好, 纪灵舟说了一句, 以前都是我不好, 伤了你的心, 以后不会了, 不要在我面前居属, 我要把我的作业高高在上的皇帝, 算起来, 我们也算是一起长大, 纪灵舟说这些话的时候, 心里也多了很多的酸楚, 他现在真的后悔了, 后悔自己为什么以前要那么残忍地去对待一个全心全意都是自己的人, 如果这一世没有重来, 那是不是所有的悲剧, 还是会再一次上演, 不管轮回多少次, 他们之间都会是那种永远悲剧, 纪灵舟突然就在想, 虽然这也是自己有机会重来, 可是这个世界上会有另外一个时空, 那在在另外的时空里, 自己和成敏染的结局也会跟着改变吗? 他不敢深想, 只是抱着成敏染的力气也在一点点慢慢地加深, 就好像自己要是松手了, 就真的会把人弄丢了, 第144章, 沐浴了, 成敏染不知道纪灵舟所想, 他现在根本就说不出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情感, 说喜欢好像也有, 毕竟这么多年的情感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但是又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 成敏染突然觉得挺茫然的, 茫然自己现在对纪灵舟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感, 但是说是真心, 但好像又不纯粹了, 以前最单纯的欢喜现在也掺杂了很多的利益利用, 他现在也想要通过纪灵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样的自己和当初是一样的吗? 他是不是也变成跟那些人一样了? 成敏染想不通也不愿意去想了, 想明白了也没什么好处, 还不如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下去, 说不定想得多了, 对自己反倒是不好, 纪灵舟和成敏染没有在外面逛太久, 但是他们两个并没有回收康宫, 而是去了连衣宫, 成敏染进到屋子里面的那一刻还没有等工人上前, 纪灵舟就主动地帮他脱下了身上的披风, 别过了冷气, 你的衣裙好像也有些湿了, 先去换一身, 外面虽然没有下雪, 可是地上的雪还是填了很厚的, 所以成敏染的衣裙还是被打湿了一些, 成敏染点头, 因为刚刚哭过的原因, 现在眼睛都还红着, 纪灵舟看着也忍不住仰起了嘴角, 你就不适合哭, 眼睛都肿了, 一会儿拿热水敷一下, 成敏染点头, 纪灵舟看向工人, 去背热水吧, 说话不敢耽搁, 马上就去背了热水, 纪灵舟带着他去了沐浴室, 成敏染不自觉就看向了纪灵舟握着自己的手, 这样的感觉是以前少有的, 成敏染被纪灵舟带去沐浴房, 浴池里面都已经填满了热水, 热气腾腾的样子让整个房间都热了起来, 要我帮你吗? 纪灵舟突然的一句话直接把成敏染给拉回了现实, 他脸上有一瞬间的凝滞, 刚刚纪灵舟说什么了, 自己怕是听错了吧? 是? 什么? 成敏染有些发猛, 纪灵舟看着他的表情后也没忍住笑了出来, 我说, 要我伺候你沐浴吗? 成敏染脸色一红, 不, 不用了, 怎么回事? 这种话能是纪灵舟说出来的吗? 但是纪灵舟就好像要故意逗他一样, 怎么了? 有什么不能看吗? 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怎么还害羞呢? 纪灵舟故意凑到他耳边说了一句, 我自己可以, 成敏染甚至不敢直接去看他的眼神, 可是纪灵舟就是固执上了, 他将人一把拉进了自己的怀里, 我就是要帮你怎么办? 你还要把我赶出去吗? 让我伺候你沐浴, 好不好? 纪灵舟在说他伺候两个字的时候, 格外的暧昧, 成敏染的一张脸瞬间就涨红了, 但是他拒绝的态度其实不是很坚决, 所以思炫直也就没有答应, 他的手慢慢地放到了成敏染的腰枝上面, 成敏染感受到了, 但是一直忍着, 染染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这天也不热啊, 还是说染染你, 是害羞了吗? 想到了什么? 这么害羞, 不就是沐浴吗? 又不做其他什么? 还是说染染? 谁想到了其他的? 成敏染, 这话说得越来越过分了, 他轻轻地推着纪灵舟的胸口, 痒, 他说话的时候凑得很近, 温热的气息瞬间就扫过了脖梗, 所以会有些痒, 纪灵舟嘴角轻勾, 他的手慢慢滑到了成敏染的腰间, 我帮你, 说着, 就直接把他的腰疯解开, 腰疯在解开的时候, 瞬间就滑落在了地上, 一群瞬间就散开了, 成敏染低着头, 纪灵舟看着怀里面的小姑娘, 害羞啊, 成敏染不说话, 纪灵舟的手穿过他的腰肢, 另一只手放到了他的肩膀上, 成敏染的衣裙瞬间就滑落在了地上, 只留下了李群, 成敏染的心跳越来越快, 就好像要跳出来了一样, 以前可没有这种感受, 因为以前的纪灵舟也不会这样对自己, 他只会非常粗鲁和凶残地强要自己, 在往之前, 那就只有公事公办了, 他不会这样的挑逗,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也不会顾及自己的意愿, 纪灵舟好像察觉到了成敏染走神了, 所以大手负到了他腰间掐了一下, 怎么这个时候还在走神, 成敏染不敢说话, 纪灵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下一刻直接把人给打横抱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让成敏染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所以下意识地尖叫出声, 纪灵舟抱他抱得很紧, 成敏染也抱住了他的脖子, 纪灵舟挑眉, 然然抱得这么紧, 是怕我把你摔了, 成敏染有些尴尬, 他其实也没有很排斥, 当当心里已经做了决定, 那他或许也应该往前走一走, 纪灵舟把他抱着一起进入到了浴池里, 温热的气息瞬间将两人包裹住了, 浴池里烟雾缭绕, 一时间尽多了一些迷离之一, 纪灵舟将人放下了, 成敏染贴在他的怀里, 一群被打湿了, 所以他娇好的身姿也就显露了出来, 纪灵舟看着湿漉漉的小姑娘, 眼里的深色更让人害怕了, 就好像一只即将要扑拾的狼, 陛下, 成敏染有些不安, 纪灵舟摸了摸他的脑袋, 别怕, 又不做什么, 他还真的没有其他的想法, 一开始是有的, 但是后来又放弃了, 因为他也不想吓到了成敏染, 他今天好不容易才给自己有了点好脸色, 万一太莽撞了, 到时候又把这姑娘弄生气了怎么办, 成敏染现在刚好到他的胸口位置, 纪灵舟的手放在了他腰间裙子的继带上面, 我帮你, 好不好, 成敏染小幅度地点了点头, 纪灵舟心里一喜, 有一点进步就是好的, 其他的事情慢慢来, 总有一天他会愿意的, 他帮成敏染将里面的衣裙也吞去了, 白皙的皮肤瞬间就暴露在了眼前, 只是还掺杂着一些疤痕, 纪灵舟在看到他身上这些伤的时候, 眼里有闪过一抹心疼和后悔, 第145章, 不屈, 他的手轻轻抚摸上了成敏染身上的伤疤, 这些疤痕我让人帮你屈掉, 他轻声开口说了一句, 成敏染回手看着自己肩膀上面的伤痕, 已经不疼了, 不疼归不疼, 但是这些疤痕留着也碍眼, 不如屈掉, 你之前不是最爱美的, 留着这些看着也会影响心情, 纪灵舟说道, 成敏染听到这话后, 眼眸轻垂, 很碍眼, 陛下是不是觉得很难看, 他声音听起来要比刚刚低落很多, 纪灵舟一听见他这种语气就心口一紧, 没有, 没有觉得难看, 只是我怕, 这些疤痕会影响你, 每天都要看你自己身上的这些伤难免, 会让他想起一些不愉快的经历, 所以, 要是能够去除的话, 自然是最好的, 但是成敏染再一次拒绝了, 陛下的好意, 臣妾心领了, 但是不用了, 有些东西存在, 就一定会有存在的意义, 既然留下了, 那便让他留下, 待消失的时候总会消失, 不能消失的, 可以让他消失, 也不代表就没有过成敏染一由所指, 纪灵舟听到他这句话, 心里也莫名的难受, 他又怎么可能听不出来, 这句话里面包含的其他意思, 有些事情是永远没办法忘记, 也是永远过去不了的, 过去的从来不代表过去, 只是单纯的结了家, 但不代表不会痛了, 或许是闹了这么一出, 纪灵舟也没有了刚刚的兴致, 现在的他只有心疼, 没有了纪灵舟的闹腾, 陈敏染很快就洗完了, 穿着薄纱等更衣, 宫女本来是要进来伺候他穿衣的, 但才刚刚进来, 这伙也被纪灵舟给揽了过去, 不用他们了, 我来帮你吧, 纪灵舟一脸认真地说着, 手中紧紧攥着那件华丽的衣裙, 看起来就好像真的会一样, 陈敏染站在一旁, 脸上也有一丝的犹豫, 然后就问了一句, 陛下, 您这真的会穿吗? 这有什么不会的, 纪灵舟显然很相信自己, 行吧, 陈敏染听到这话, 也就不再多问了, 只见纪灵舟笨手笨脚地解开 陈敏染刚刚穿的那层薄纱, 她的肌肤在微湿的空气中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如同清晨的露水与野花的混合, 水珠从她的颈项锁骨处滑落, 滴落在地面, 发出清脆的响声, 陈敏染轻轻转身, 身上披着的薄纱如同蝉一般透明, 轻轻地从她的肩膀滑落, 寄灵舟将薄纱扯落, 带着丝丝的水气和体温轻轻地飘落, 最终在地面上铺展开来, 宛如一幅精心绘制的朦胧月色流沙, 与陈敏染肌肤的细腻光泽相互映衬, 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感, 地面上的薄纱像是一片轻盈的云朵, 又像是夜晚的雾气凝结而成, 将陈敏染的身姿笼罩在一种神秘而优雅的氛围中, 纪灵舟喉结微动, 然后就将手里这件内衬给她套了上去, 可是, 在她接触到那复杂的一群记带时, 纪灵舟的动作却变得异常僵硬, 仿佛被钉住了一般, 这, 这记带怎么这么多? 纪灵舟皱着眉, 有些手足无措, 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窘迫神情, 成敏染见状便想自己动手, 臣妾自己来吧, 但是纪灵舟却不肯放手, 坚持要为她更衣, 我可以, 不用你自己动手。 纪灵舟皇帝再次强调道, 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服输的神情, 不过就是几件衣服, 她还能搞不懂, 成敏染, 算了, 随她吧。 在成敏染的注视下, 纪灵舟又开始仔细琢磨了起来, 她一会儿解开一个记带, 一会儿又寄回去, 这还不止一件, 可算是费了好大一番力气。 最终, 在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 纪灵舟终于将成敏染的衣裙穿好了, 虽然有些歪斜和褶皱, 但总算是完成了她的壮举, 应该没有弄错吧? 纪灵舟自己也不是很确定, 这歪歪扭扭的, 应该没有问题吧? 成敏染看着纪灵舟给自己穿的这身歪斜褶皱的衣裙, 心中虽然有些无奈, 但还是顺应地说了一句, 没错, 纪灵舟听到这句话后, 心里也松了口气, 只要没穿错就行。 她看着成敏染这褶皱的裙摆, 又动手帮她稍微地整理了一下, 直到自己看顺眼为止。 这还是她第一次伺候人穿衣, 若是直接说出去, 恐怕都没什么人敢相信吧。 宫装繁琐, 也为了方便, 所以一切都以轻便为主。 但这宫里的规矩还是得守的, 现在纪灵舟在, 她就更不可能随意了。 不过, 现在是纪灵舟自己这么说了, 那就又不一样了。 嗯, 成敏染应下, 之前顾及着你的身子, 便没让你去点皇后请安。 当当我听说, 你自己恢复请安了。 纪灵舟又突然问了一句, 成敏染点头, 这是规矩, 臣妾自然不可能一直不去, 这是对皇后娘娘不敬。 她说道, 也不是什么大事, 要是不想去就不去了, 皇后应当也是能理解的。 纪灵舟说了一句, 她虽然不知道这请安具体是个什么情形, 但是也知道那些人凑在一起都会说些什么。 成敏染现在情绪不好, 要再跟那些人待在一起, 只会更影响心情。 臣妾没事, 成敏染再一次拒绝了, 既然是她自己要恢复向皇后请安的, 那当然不可能又放弃。 既然已经决定了, 那她留在这宫里也总要做点什么, 要不然就天天躲在连衣宫, 还是每天都靠着纪灵舟和太后的庇护过活, 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而且, 就算自己不愿意去接触那些人, 也总会有人找上门来的。 所以, 说到底还不如主动一点, 这样至少不是被动吧。 皇宫里面的生存之道, 她现在也算是慢慢摸了个透彻, 当初在冷宫的时候, 她也差不多看得分明了, 现在继续往后退, 也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第146章, 弹琴吗? 纪灵舟见她有自己的打算, 也就没再继续说了, 去就去吧。 反正现在她这身份, 应该也没人能给她弃手。 但是, 纪灵舟还是有点不放心, 因为最近承敏冉的性格实在是变得太多了, 万一要是她不知道还嘴还手怎么办, 那到时候不就是白受欺负了, 这样也不太行啊。 纪灵舟一直在犹豫, 但是又不知道应不应该开口。 承敏冉就看着她变化莫测的神色, 心里也生起了疑惑, 这又是在想什么呢? 陛下是有什么话要说吗? 承敏冉直接开口问了一句, 你, 到时候若是遇上了其他人, 不要总是忍着, 你现在的位置没有必要一味退让, 后宫里除了皇后, 其他人也高不过你, 别把自己当成兽气包了。 纪灵舟还是嘱咐了一句, 承敏冉听到这话的时候还愣了一下, 她还会跟自己嘱咐这些吗? 这些话可不像是一个帝王会给后妃说的话。 她现在这么一说, 好像就默许了自己可以在后宫里仗势欺人了一样。 怎么不说话啊? 难道是不敢? 这要是别人起你头上了, 难不成你还不知道反击吗? 纪灵舟看着承敏冉这个样子就皱起了眉, 要真是这个样子下去, 那怎么得了? 承敏冉突然就觉得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好, 自己看起来是那么容易被欺负的吗? 虽然中间确实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可是现在和之前到底是不一样了? 臣妾知道了, 承敏冉语气里面也带着一点无奈, 算了, 知道就好, 如果到时候实在是处理不好, 就让人来找我。 纪灵舟直接身上就在承敏冉的脑袋上面摸了一把, 承敏冉没有抵触, 但是这个动作还是让他心里面生出一种异样感, 恩他硬下, 一会儿想做些什么? 纪灵舟满意了, 所以转移了话题, 现在时间还走, 总是要做点什么来打发时间? 陛下今日不忙吗? 承敏冉问了一句, 纪灵舟今天一天都在自己身边, 估摸着那些公务也是没时间处理了, 所以才这样问了一句, 那些东西没有你重要, 今日不谈那些, 你有什么想做的吗? 今日都陪你。 纪灵舟说道, 他居然还能说出这些话来, 还真是稀奇, 承敏冉闽纯, 他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平日里面无非就是看看书, 写写字, 其他的还真就没什么了, 是不是很无趣? 没什么想做的, 纪灵舟也看出了他的茫然, 也是这大冬日的似乎也没什么可做的了, 承敏冉点头, 臣妾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他回答, 以后可以舍弃这个自称, 想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 不用这么拘束, 纪灵舟无奈, 这样的话, 其实自己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嗯, 承敏冉的情绪没有很大起伏, 不过就是一个称呼罢了, 之前的那把琴, 我让人拿过来, 纪灵舟提到了之前那把被修好的琴, 虽然两人因此闹出了很多不愉快, 但总归是要去面对的, 纪灵舟现在也想把承敏冉心里面的那些疙瘩, 一个一个的全部剔除掉, 然后慢慢的, 把他变回以前那个让人看着就羡慕的人, 明媚张扬, 骄纵灵动, 陈妾没有兴趣弹琴, 承敏冉提到这件事的时候, 也低下了头, 我弹给你听, 纪灵舟说道, 他弹琴, 他已经很久没有弹过琴了, 承敏冉不免想到了, 他之前刚刚学习弹琴的时候, 每天都会缠着纪灵舟教自己, 他就期待着, 有一天自己可以练好琴艺, 然后获得他的认可, 可惜了, 纪灵舟吩咐下面的人将那把琴取过来, 同时也关注到了承敏冉的情绪, 自己确实是亏欠了他良多, 我也很久没谈过了, 到时候要是谈得不好听, 然然可不要嫌弃他故意这样说了一句, 就是想要缓解一下承敏冉现在的情绪, 承敏冉听到这话, 也轻轻地笑了起来, 但也只是勉强扯出来的笑一把, 陛下怎么可能谈不好, 以前大家都说陛下的琴艺是顶好的, 整个京城的人都比不上, 承敏冉说道, 他们说的你也相信, 不过是捧起来的罢了, 济灵舟无奈, 陛下的琴艺确实很好, 以前臣妾我最喜欢的就是听陛下弹琴, 所以陛下也不用自谦, 承敏冉这说的倒也是实话, 当年纪灵舟俯琴一曲可是惊艳了不少人的, 整个京城还真找不出几个能弹得比他好的, 你喜欢听, 那就弹给你听, 纪灵舟好像就只听见了刚刚承敏冉说的喜欢听他弹琴, 所以脸上的笑意都变得明显了些, 李圣的速度也很快, 没一会儿就把琴给取过来了, 这琴是陛下亲手修复的, 承敏冉现在似乎还不知道, 纪灵舟牵起了承敏冉的手, 承敏冉有些茫然地看着他, 然后就看见纪灵舟带着自己一同坐在了这把琴前面, 坐我身边, 纪灵舟说了一句, 承敏冉没说话, 纪灵舟在他身边坐下, 然然有什么很想听的吗? 他问了一句, 顺便试了试音, 承敏冉一时间也想不起来, 所以就说了一句, 陛下谈什么, 臣妾就听什么, 接着, 她的手指就轻轻拨动着琴弦, 请客间, 那琴声如同流水般缠缠, 又似清风般悠扬, 身临其境, 瞬间就让人已沉浸在美妙的琴音之中, 然后慢慢望去了周围的一切, 承敏冉也安静了下来, 她看着她的手指在琴弦上跳跃着, 每一次触碰都仿佛在与琴弦进行一场灵魂的对话, 琴音低回婉转, 如同细水长流, 两个人坐在一起时, 整个画面都好像都变得宁静与和谐了起来, 时间也仿佛都在这一刻凝固了, 这首曲子, 承敏冉好像从来没有听过, 是什么新奏的曲子吗? 不过, 听着倒是还不错, 第147章, 一起上学, 一曲终了, 纪灵舟看向了承敏冉, 她似乎还沉浸在刚刚的曲子里面, 好听吗? 纪灵舟开口问了一句, 承敏冉也终于回过神来了, 她看着纪灵舟手下的这把琴, 好听, 她已经太久没有听过纪灵舟弹琴了, 刚才听见的时候还有一阵恍惚, 之前不是说听琴可以听琴吗? 什么样的人弹出来的琴声就是什么样的, 但是刚刚在听思绚执弹琴的时候, 她还是觉得没听出些什么特别的来, 可是跟小时候也还是不一样了吧, 要试试吗? 纪灵舟又问了一句, 她刚刚只是弹了一遍, 但是确实还不错, 承敏冉当初是因为纪灵舟才学的琴, 但后面学了也真的生出了一点兴趣, 刚才听见她俯琴一曲, 现在还真有点想试试的念头, 所以犹豫了一会儿后, 她就点了点头, 嗯, 她答应了下来, 会了吗? 纪灵舟问程明染, 程明染摇头就刚刚谈了一遍而已, 她自然不可能完全记住的, 纪灵舟握住了她的手, 还把人往怀里面搂了搂, 那我教你, 程明染没有拒绝, 纪灵舟稍微地调整了一下位置, 程明染整个人都差不多被她圈进了怀里, 感受到她身上传过来的温热气息, 程明染有些不太自在, 她看向了纪灵舟握着自己的手, 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 她问了一句, 其实也只是想要找一个话题罢了, 亲父纪灵舟唇齿轻奇, 说了这么两个字, 亲父? 程明染其实很好奇这两个字的意思, 可是没有问出口, 这首曲子她以前从来没听过, 是早有了, 还是现在才有的, 是陛下自己做的吗? 臣妾从未听闻有这么一首曲子, 程明染问了一句, 纪灵舟轻勾唇角轻勾, 点头回应, 是, 就在前段日子离谱的曲, 上一次在寿康宫听见程明染再一次弹琴那首曲子的时候, 她便想着写这么一首, 今世与亲父, 来生不负亲, 专心一点, 以前你学琴的时候不是最认真的吗? 现在想什么呢? 这么出神, 纪灵舟无奈, 程明染听到这话也迅速回神, 论她硬下, 以前学琴认真那是因为她不想被纪灵舟嫌笨, 而且也想快点学好, 这样就可以和她一般厉害, 还能一起弹琴, 这样自己就又离她近了一点点了, 婉转的音符从他们两人的手下流出, 然后跳跃在了连衣宫各处, 一时间所有的事物似乎都变得轻慢了起来, 这首乐曲听起来似乎很温柔, 又好像有些眷恋, 可是又给人一种, 还藏着一些割舍不掉又或者是忘不掉的东西似的, 纪灵舟在连衣宫抚琴的事情也很快就在后宫传遍了, 他们的这位陛下在没有登基之前, 那也是人人都攀比不上的才子, 既能闻也能舞, 自从登基后就再也没有见这位陛下拿过琴了, 今日还是头一遭, 可想而知这位淑妃到底有多么的不一样, 凤七宫, 皇后这几日的身子一直不太好, 这才刚睡了一会儿, 娘娘, 大皇子殿下过来了, 皇后身边的宫女清禾过来伺候她起身, 池月揉了揉太阳穴的位置, 今日怎么在这个时候过来了, 她问了一句, 这奴婢也不知道, 娘娘可要让殿下进来, 清禾问了一句, 池月点了点头, 让她进来吧, 很快, 工人就直接带着大皇子进来了, 池月靠在床上看着她招了招手, 稷儿怎么挑在这个时候过来了, 纪允介是纪灵州的嫡子, 也是最大的一个皇子, 今年已经七岁有余了, 她规规矩矩地朝着皇后行了一礼, 见过母后, 今日温习完功课, 有时间便来了, 而且, 儿臣也是有一件事情想要跟母后商量, 她看起来倒是一个狠守规矩的人, 何事, 池月也有些好奇, 自己这个儿子平日里面素来寡淡, 除了看点书, 也没什么爱好了, 做什么都重归重矩, 一板一眼的, 母后, 儿臣今日遇见了二皇帝, 想着她现在也到了上学堂的年纪, 不如你们就让她跟臣一同去上夫子的课吧, 大皇子说了一句, 皇后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愣了一下, 居然还是为了别人的事情来的, 不过她平日里面也不喜欢出门, 今日怎么刚好碰见了二皇子, 就只是为了这事吗? 池月还问了一句, 是, 可以吗? 母后, 大皇子又问了一遍, 池月没有马上答应, 而是问了一句, 你今日怎么与二皇子碰见的? 她一边说, 一边不动声色地帮纪允借礼了李身上的衣服, 纪允借也是有什么说什么, 听到自己的母后问, 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一句, 今日儿臣如同往日一样在房间里面温习功课, 结果就碰见了皇妹养的猫进了我的书院, 二皇帝是为了帮皇妹找猫, 所以才与儿臣遇见的, 皇妹, 家喻, 池月问她, 纪允借点了点头, 纪家喻是梁妃的孩子, 比大皇子小三个远, 直录三十二章, 那倒是巧了, 池月轻轻地笑了笑, 那母后可以答应我吗? 大皇子没有放过这个问题, 遇见是遇见了, 不过, 你怎么突然想着让他同你一起去上夫子的课? 可是有人跟你说过什么了? 她问, 也没有, 只是皇妹提了一句, 她今日还没有完成夫子交代的课业, 便要先回宫了, 所以儿臣就想到了二皇帝似乎也到了年纪, 所以才过来跟母后提起这件事情, 她说道, 原来是这样啊, 池月说了一句, 若有所思, 那母后, 你可以答应而成吗? 纪运界已经把这个问题问了好多遍了, 一直都在执着于此, 池月有些无奈, 可是又透着一些宠溺地笑了笑, 好, 母后答应你就是了, 等找时间以后就去跟你父皇提, 到时候你们就一起去上课, 嗯, 多谢母后, 纪运界发自内心的高兴, 每眼间都是笑意, 第148章, 嘱咐大皇子, 池月看着这样的纪运界也拿他没办法, 你现在这个样子, 以后母后怎么放心得下? 儿臣很好啊, 母后在担心什么? 纪运界问了一句, 担心以后要是母后以后不在你身边了, 就你这性子还是会吃亏的, 池月说了一句, 母后怎么说起了这些话? 你难不成还要离开臣吗? 纪运界笑着问, 在他心里, 自己的母后虽然有时候严厉了一些, 但是也是他最亲近的人的父皇平日里面最是冷漠, 而且那副威严的样子让人感到害怕, 所以他一直都只会跟自己的母后撒娇, 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也是找自己的母后, 就不用担心任何的事情, 不是会不会离开, 而是总有一天需要你自己独当一面, 接二, 你可知自己的身份, 皇后摸了摸他的头, 还问了他一句, 儿臣记得母后说过, 儿臣是嫡子, 也是父皇的第一个儿子, 所以要认真学习功课, 不能辜负了父皇和母后你的期待, 也不能辱没了自己的身份, 他说道, 那你知道自己身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吗? 皇后又问了他一句, 母后, 纪运界知道自己母后的意思, 池月也跟着叹了一口气, 有些事情不用说得太明白, 你心里也知道, 因为你已经长大了, 懂事了, 除此之外, 你还应该知道怎么去选择, 母后不管你想要的是什么, 但你至少要有自己自保的能力, 儿臣知道, 纪运界低着头, 如今这皇宫里面只有你和二皇子, 他身子孱弱, 太医也曾, 他后面的话没有说完, 总之, 不论在什么时候, 都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还有身边的人也要多注意一些, 这些人是什么目的, 有什么需求, 又要做什么事都要清楚明白, 不要让人钻了空子, 这皇宫里面万不可倾心任何人, 也不要总是以为所有人都是好人, 知道吗, 池月继续说道, 嗯, 虽然现在只有你与二皇子, 但不是永远只有你们两个, 母后也不强求你要做什么, 可是你自己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你现在做决定都还需要母后来帮你, 母后确实可以帮你, 但不会一直帮你的, 说不准, 某一天母后也需要你来帮我, 到时候, 你有什么能力做些什么吗, 池月问, 纪运界没有回答, 他确实很依赖自己的母后, 对于未来, 他其实并没有想过什么, 包括父皇的那个位置, 其实他从来就不怎么在意, 也不能说不在意吧, 只是在身边这些人的耳濡目染之下, 他好像已经默认了那样的一个位置, 或许挥落在自己身上, 所以自己对那个位置, 也并没有太大的欲望, 更没想过主动争取, 这些日子母后身子不适, 你也不用每日过来, 别把病气过给了你, 要是无趣, 就同二皇子一起去玩玩也行, 适当的放松也是好的, 另外, 你可以去见见你的叔母妃, 还有皇祖母哪里, 偶尔去个请安, 池月说道, 纪运界点头, 母后, 儿臣知道了, 池月听到这话, 也算是满意的笑了, 去吧, 儿臣告退, 纪运界说完这话, 就先退下了, 等人离开后, 清禾才看向皇后, 娘娘怎么突然与殿下说这些她还小, 这些说的会不会太早了, 不管多早都不算早, 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早做打算才是, 要不然等后面来不及了怎么办, 本宫是怕她这单纯的性子会被人拿捏, 池月脸上也是情真意切的担忧, 宫人端来了皇后的腰, 清禾接过, 不是还有娘娘吗? 殿下身份尊贵, 谁敢轻视了, 身份算什么, 怕是再过不了多久, 这宫里面又要天心人了, 池月一有所指, 清禾几乎是瞬间就反应过来了, 娘娘是指的连衣宫那位吗? 她问了一句, 陛下宠爱淑妃, 太后也回来了, 淑妃的身份是后宫里这些人谁也比不上的, 加上如今圣眷正农, 还能有谁越过她呢? 池月说道, 可就算淑妃娘娘再怎么得宠, 那您是也皇后啊? 清禾有些不服气地说了一句, 这后宫里面高位得多了去了, 但位置再高, 有陛下的宠爱高吗? 池月接过了清禾手里面的药, 这药闻着就很难喝的样子, 池月看着就觉得反胃, 那娘娘您是怎么想的? 难不成就这样放任了去吗? 清禾问道, 本宫还能做什么? 该说的也说了, 陛下会听吗? 说多了也是招人贤, 总归也不是什么大事, 陛下自己也是有分寸的, 池月对后宫这些事情已经不怎么在乎了, 那若是淑妃娘娘生下个一皇子, 咱们殿下怎么办? 清禾问, 刚刚本宫已经说过了, 接着她想要什么? 那是她自己的事情, 本宫不强求她, 也不要求她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只希望她有自保的能力吧, 不管后面是什么身份, 那都是她的造化。 池月告诉清禾, 清禾还准备说什么来着, 但是被池月一个眼神给制止了, 行了, 这样的话, 你在本宫面前说说也就罢了, 若传出去又该如何? 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是清禾无奈, 但也不想给自家主子找麻烦, 所以就没再继续说下去。 池月狠了狠心, 将碗里的药一饮而尽, 这药确实很苦, 一般人还真喝不下去, 她也是再也不想喝了, 这病一场还真是麻烦, 拖了这么久也不好, 反倒越来越严重了, 这些要喝的她都厌倦了, 娘娘身子不适, 明日的请安可要免了, 清禾也是担心自家主子的身体, 不用, 本宫也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池月说道, 是清禾也不再继续劝, 反正自家娘娘心里面有打算就行, 娘娘进宫这么多年了, 在这个位置上也做了这么多年了, 若不是什么大错, 也没有人能越了娘娘去, 所以好像还真没什么太担心的。 第149章 立威 次日晨早, 奉七宫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日之事, 今日来给皇后请安的这些后妃 跟以往相比, 也来得格外早。 皇后还没来, 他们便自己坐到了位置上, 聊了起来几人, 不约而同地看向了皇后下面的守卫位置。 哟, 今日淑妃娘娘只怕是又不会来了吧。 清妃开口说了一句, 语气里面净是讽刺, 将美人掩面一笑, 清妃姐姐怕是在说笑吧。 淑妃娘娘一共来过几次啊, 她就算是不来, 只怕也没人会觉得意外吧。 倒是来了, 反而会让人觉得惊奇。 于平在提起成名染时, 更是一脸的恨意。 要不是因为她自己又怎么可能 从妃卫降到平位。 后宫之人, 皆知她已经失了圣心, 现在人人见她都能奚落几句, 这让她如何受得了? 前面的贤妃, 还真是仗着陛下的宠爱 就无法无天了。 谁还记得以前的淑妃啊? 现在可没人再敢轻视了吧? 要不怎么说她手段高呢? 也不知道是哪里学的狐媚字手段。 这天底下的妖精怕是 也没一个能比得上她的, 霍国殃民, 狐媚圣心的东西。 这样的人死不足惜, 就该一把火烧了。 于平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都咬牙切齿的, 恨不得马上将成名染波皮出骨了才甘心。 淑妃娘娘道, 正当于平刚说完这话时, 外面就响起来了高呼声, 成名染居然来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一同往外面看了去, 都想看看, 今日这淑妃怎么突然就来请安了。 清晨的阳光柔和的洒落 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上, 将琉璃瓦片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色。 皇后的寝宫内, 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檀香, 这香气在寂静的早晨显得格外清晰。 成名染今日就穿着很普通的宫装, 可也不知是怎跌, 但好像比以前还要让人心动几分。 大概率是前段日子身子一直不好, 所以那鲜弱的身子总是会让人忍不住的心疼。 她进来的时候,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她的身上。 成名染目不斜视, 所以说身子瘦弱了几分, 可这身上的气势倒是一点也没少。 而成名染在自己位置前暂定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坐下去, 反倒是看向了下面愣住了的这些后妃, 最后目光停在了刚刚才说完话的余萍身上。 本宫可是许久没出现过了, 这宫里的规矩发生了变化。 成名染故作不解地看向身边的舒嬅。 舒嬅几乎是立马反应过来的, 她微微俯身, 然后才看向这些后妃, 娘娘没记错, 按照规矩, 地位妃嫔再见到高位妃嫔时, 应当主动行礼问安。 成名染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 可随后又马上问了一句, 那本宫算高位还是低位? 他们应该给本宫请安还是说需要本宫给他们请安? 自然是娘娘的位分更高。 舒嬅说了一句, 这主仆两人一唱一和的, 下面这些人又怎么可能看不懂呢? 虽然非常不情愿, 但是谁让人家的位分更高呢? 那自己也只能忍着呀。 所以, 见过舒飞娘娘, 一些位分低的终究是弯了, 低弯了头, 但是成名染现在不在意他们, 她的目光锁定在于平身上, 于平满脸不甘心, 即便是在他们都行礼之后, 她还是站着没有任何要低头的打算。 于平, 你的规矩需要重新学一学吗? 成名染面无表情地看着, 她问了一句, 于平听到这话冷笑出声, 怎么? 你还想我给你行礼啊? 成名染, 你真把自己当主子了, 也不看看以前是谁卑微如狗的匍匐在我脚下。 啪! 成名染直接一巴掌就甩过去了, 于平的脸上很快就浮现了一个红手印。 成名染这一巴掌可没少用力气, 她今天既然来了, 就不会让人踩在她头上。 往前的日子让他们都觉得自己可以任人宰割了, 那今天她就拿于平立的威, 只要自己不被任何人轻视, 才会有人顾忌。 于平挨上这一巴掌之后都不敢相信, 她看向成名染, 你疯了, 你既然说不出好听的话了, 本宫就替你收拾一下你这张嘴。 刚刚本宫还在门口, 就听见了你在说话, 都说了什么? 再说一遍, 让本宫听听。 成名染语气里都带上了威压感。 于平被打了一巴掌, 现在正上头呢, 所以直接不管不顾的就喊了出来。 本宫说, 你不知道哪里学了些狐媚手段, 魅惑君主, 祸国殃民, 不如一把火烧死了算了。 成名染并没有露出什么生气的神色, 反倒是笑了起来。 本宫自小也算是在皇宫长大, 由宫里面的教养嬷嬷和太后娘娘亲自教导规矩礼仪。 你说, 本宫学那些狐媚手段, 可是质疑太后娘娘, 反问了一句, 于平一时间被赌的说不出话来的, 当然不是那个意思, 也不敢说那样的话。 可是还不等他辩驳, 成名染下一个问题又扔出来了。 另外, 狐媚君主, 那在你眼中, 陛下就是一个被媚惑的无能君王, 还是沉溺于色, 荒淫无度。 啊, 还有, 你刚刚说祸国殃民, 于平可是有什么未卜先知的手段, 或者是知道什么内情不成。 这是哪处发生的大的祸端, 还是哪里又不安稳了。 或者说, 在陛下的治理下, 是哪处鸣不聊生了。 祸患了何处, 又殃及了何处。 成名染满眼无辜地看着眼前的于平, 直接让他白了脸色。 如果有, 那就请于平一一地说出来, 若是没有。 啊, 本宫有理由怀疑于平你居心不良, 不仅诅咒陛下, 辱骂陛下, 还敢拿江山设计开玩笑。 你简直是好大的胆子。 成名染加重了声音, 这一顶帽子扣下来, 那还得了啊。 在场所有人几乎都被吓住了, 虽说这里有些牵强了, 但确实是说得过去的。 淑妃, 可不是和之前那段日子里能被随意拿捏欺辱的人了。 随着宫女们轻盈的脚步声, 皇后缓缓地从内室走出她身着华柜的凤袍, 金黄的丝线在阳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然而, 她的面容却略显疲倦, 眼角的细纹和淡淡的黑眼圈在精致的妆容下依然难以掩饰。 皇后娘娘驾到, 旁边的声音响起。 第150章 淑妃发威 后妃们齐刷刷地站好, 她们身着各式华服, 发际上镶嵌着珠宝, 璀璨夺目。 见皇后出现, 众人纷纷屈膝行礼, 齐声请安。 皇后娘娘万福惊安。 声音整齐而洪亮, 回荡在空旷的宫殿中。 皇后微微汗手, 示意众人勉励。 她的目光在众人脸上一一扫过, 虽然疲惫, 但依旧保持着皇后的威严和尊贵。 她倾起珠唇, 声音虽然有些沙哑, 但依旧清晰有力。 都起来吧。 宫女们忙上前搀扶皇后入座, 后妃们也纷纷都站了起来。 宫殿内再次恢复了安静, 只有偶尔传来的宫女们轻声细语的交谈声。 皇后轻叹一声, 刚刚外面的动静她也差不多知晓了。 她的目光在众人脸上再次扫过,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这又是怎么了? 皇后无奈, 语气里面都是倦怠感。 承明冉看向皇后, 见过皇后娘娘她微微浮身。 皇后虽然也是一眼就看见她了, 她嘴角扯出一个笑意。 你今日怎么来了? 身子都休养好了。 多谢皇后娘娘关心, 臣妾已经大好。 此前未曾过来跟娘娘请安, 还请娘娘恕罪。 承明冉说了一句, 池月挥了挥手, 表示自己不在意。 你身子特殊, 理应如此。 接着, 她又看了一眼下面的于平。 这又是怎么了? 池月问了一句, 皇后娘娘于平目无尊卑, 辱骂陛下, 威严耸听, 还请娘娘降罪, 否则这以后宫里的规矩, 怕是都要没了。 承明冉也是一点也不扭念。 这个理由其实并不充足, 可在事关陛下和江山设计上, 那一言一行都是需要严格把控的。 所以, 刚刚于平说的那番话, 自然也是可大可小。 现在承明冉的身份不可网日而语, 若是她非要用这个理由去处罚于平, 谁也没有理由阻止, 除非想惹祸上身。 十月这几日身子本来就不太好, 现在被这么闹也觉得头疼。 你刚刚说的那些话, 本宫都已经知道了。 本宫早就警告过你们, 身为后妃要谨言慎行, 你就是这般践行的。 本宫看你也没将本宫说的那些话 放在眼里才是。 十月说这些话的时候, 虽然语气很平淡, 但皇后这个位子坐了这么久, 也不至于完全没有威慑力。 于平也是一点都不甘, 但是现在也没有人能帮她了。 淑妃, 你想怎么处置? 十月还专门问了一句, 成敏染漫不经心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此等恶行自然应该交由大理寺处理。 大理寺, 此言一出, 全场寂静, 大家似乎都不敢相信听到了什么, 这点事情就需要一交大理寺处理, 是不是也太严重了一些? 可是, 如果真的要有人出来求情, 那大家还是选择明哲保身。 大理寺, 成敏染, 明明就是你已公报私于平, 瞬间就跪下来。 她看向皇后, 皇后娘娘, 你一定要替平妾做主啊。 成敏染她明明就是故意针对平妾, 就直呼书非大明, 这又是什么规矩? 此事事关重大, 既然如此, 那不如交给陛下处理。 迟悦是真的没有这个闲心, 而且这件事情她确实也做不了主。 不用了, 成敏染又突然开口说了一句, 怎么突然不用了? 难不成成敏染还改变主意了不成? 或者, 她刚刚莫不是害怕陛下不会顺着她的意? 为何? 皇后也是一脸疑惑。 陛下国事繁忙, 就不用因为这点小事去特意打扰了。 于平虽说犯下大错, 可到底为酿成苦果, 不如小成大借一下足矣。 成敏染没有想着高高举起轻轻结果, 那依照淑妃的意思是, 迟悦也往下问了一句, 仗则三十吧。 成敏染语气轻松, 好像完全没把这样的事情放在眼里一样, 但正是因为这轻飘飘的一句, 下面的这些人也不禁打了个冷战。 如今, 这位淑妃娘娘倒是与以前有些不同了, 虽说曾经刚入宫的淑妃确实招摇了一些, 但从来不会责罚什么人, 也不会咄咄逼人, 更不会做出如今这样的事。 但是今日的她, 不仅故意要处置于平, 还一来就往中了法啊。 你敢? 成敏染, 你凭什么对我动用私刑? 这要是让陛下知道了, 你要怎么解释? 于平也不敢相信自己刚刚听到的话。 成敏染听到这话也完全不在意, 拿陛下压她。 没关系, 你尽可让人去禀报了陛下, 若是陛下责怪起来, 本宫自行承担。 成敏染唇脚微弯, 然后也不等大家反应, 直接就对着身后的人喊了一句, 白人拖到院子里面去, 打。 不仅要打, 还要公开打。 于平眼睛都瞪大了, 可是还不等他喉咙里的话都吐出来, 就已经被人拉了下去。 他嘴里叫得很大声, 成敏染给了舒嬅一个眼神, 舒嬅就直接上前甩了于平两巴掌, 然后将手里的布塞进了他嘴里。 在场所有人都被成敏染这一系列的举动给惊呆了, 他到底是哪里来的底气敢这么做的? 可是没有人敢质问, 就连皇后也没有要阻止的意思。 外面很快就传来了棍棒击打皮肉的声音, 还有于平嘴里发出的痛苦乌液声。 里面胆子小的后妃现在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 对于成敏染, 他们好像又重新认识了一番。 外面的三十仗很快就打完了,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 于平又被人给拖拽了进来, 然后直接扔在了大殿, 身后也是血肉模糊的。 成敏染把弄着手上的扇扣, 你要是想告状就尽情地去告, 带着身上的伤去告。 不过本宫也提醒你, 打扰到了陛下, 抑或着惹得陛下更加严重的厌恶, 那也都是你自找的。 到时候, 恐怕就不是这三十仗的事了。 于平小脸惨白, 现在完全说不出话来, 只能一脸恨意地看着上面的成敏染。 第151章, 成妖成敏染不以为意, 反正目的达到了就行。 于平走到这一步其实也差不多了, 他难不成还可以回到此前的位置不成。 今日一事后, 后面有的他熬了。 纪灵州刚刚一下潮, 就听见了李胜来跟自己说起了 今日在凤七宫请安时发生的事情。 仗泽, 纪灵州听到这里的时候也问了一句, 是淑妃娘娘亲自下的命令, 原本还说是要移交大理寺的, 皇后娘娘也未曾说什么。 李胜说了一句, 纪灵州在自己的位置坐下, 他以前不会做出这些过激的事情的, 就算是任性的时候也不会这样动手。 李胜听到这句话也有些拿不准自家陛下的意思, 这是觉得淑妃娘娘过于很辣了吗? 那陛下, 李胜现在也不敢随意揣测啊, 他之前受了委屈, 谁都能气到他头上去。 想来今日也是别人先来招惹了他, 他虽然不会主动惹事, 可也不是让人欺负的, 这样做也算是合理。 朕之前还担心他会因为之前的事情一直忍气吞声, 现在一看, 朕还真是多虑了。 不过这是好事, 他能护着自己, 能让自己不受委屈也挺好。 纪灵州语气轻松, 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生气的意思。 李胜看来刚刚还真是自己想多了, 他还以为陛下会觉得淑妃娘娘这次做得太狠了一些呢。 传阵旨意纪灵州突然就来了一句, 李胜赶紧躬身, 奴才在。 于平出言无状, 禁足半年, 每日抄写公归五十遍。 纪灵州干脆利落, 这也从侧面的证明了他今日是站在成明染那边了, 也防止了很多心思多的人继续在这件事情上搞事。 李胜听到这一道旨意的时候, 心里也叹了口气, 这后宫还真是彻底大变了天了。 只怕再过不了多久, 应该是一番唤醒了吧。 是, 李胜退下后, 亲自去传旨。 后宫的那些人, 在听到这道旨意的时候, 也是面目全非。 陛下这不是明晃晃的, 要为成明染撑腰吗?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 今日成明染明明就是故意要拿于平立威, 要不然怎么会扯出这么严重的后果? 那可是当着整个后宫的面处置的, 于平那心高气傲的, 以后还怎么见人? 可陛下听到后, 不仅没有责怪淑妃, 反倒降罪于平。 陛下的旨意都下来了, 那就证明了于平确实有罪。 这让那些正准备在陛下面前, 去给成明染上眼药的人都给止住了。 今天他们都还在猜测, 如果陛下知道, 这件事情后, 成明染会不会受罚? 结果就是这样。 因为今日在凤七宫的时候, 成明染明显是不希望这件事情, 闹到陛下面前。 他们还以为是成明染不敢来着。 凤七宫, 陛下还真是维护淑妃, 清禾给皇后揉了揉肩。 十月闭着眼睛, 不是什么让人意外的, 陛下这些日子有多么宠爱淑妃, 不是所有人都看见了吗? 清禾愤愤不平, 可是今日淑妃当着良宁的面, 就这么处置了于平, 甚至没有征得娘娘的意思, 他眼里还有娘娘宁吗? 她是什么性子, 你还不知道吗? 而且现在陛下宠着她, 她有资格。 十月语气清幽, 完全没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清禾还想说什么, 可是看着自家娘娘这般不遇无求的样子, 最后也就什么都没说。 娘娘刚入宫那会儿, 还对陛下挺上心的呀, 可还没多长时间, 娘娘好像就对陛下不在意了。 除了宫事宫办的那些事情, 她很少去主动讨好和迎合陛下。 而且, 娘娘平日里面素来对谁也不亲近, 仿佛除了大皇子殿下之外, 所有人都与她无关似的。 每日里面除了处理公务上面的琐事之外, 就再也没见了娘娘管过其他什么闲事。 再有半月就到年关了, 各宫事宜都安排好了。 本宫这段日子身子不适, 你就多看着一些, 莫让人钻了空子。 皇后淡定嘱咐, 是, 亲和无奈。 年关将至, 故人也该回来了。 秦政殿, 陛下, 韩统领求见, 李胜从外面进来禀报。 纪灵舟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没稍微调, 来了, 让他进来吧, 其余人都退下。 纪灵舟诞声吩咐, 李胜出去将人请了进来, 韩问刚一进来就跪下来, 微臣拜见陛下。 韩统领今日, 怎么突然要来见朕了? 可有事要做。 纪灵舟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 哪知, 然后嘴里就喊着, 微臣愧对陛下信任。 微臣今日前来, 是特地向陛下请罪的。 他倒是也很直接啊, 纪灵舟一点也不意外, 毕竟前世的他, 就是这样的。 韩问, 只录第四章啊。 哦, 纪灵舟故作不解, 一脸茫然, 随后就问了一句, 韩统领请的是什么罪。 微臣, 韩问说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些犹豫的, 因为他也拿不准纪灵舟会不会相信自己说的话。 但是就算拿不准, 又能怎么样呢? 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难不成还真的要跟着逆贼为伍吗? 回禀陛下, 前几日, 微臣收到了靖安王的信件。 韩问说到这里的时候, 还从怀里面拿出了一叠子信。 纪灵舟示意李圣把东西拿上来, 李圣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现在听到韩问这样说, 心里隐隐约约有了一些猜测。 不过, 他心中大害, 这靖安王是不是胆子太大了? 陛下, 他将东西递给了纪灵舟。 纪灵舟翻看了这些信件, 这连内容都与上一世一般无二。 他脸色凝重, 当然了, 肯定是装的。 他看着下面的韩问, 语气都变得冷冽了起来。 韩统领, 你可是你在做些什么? 还有这些信, 你怎么证明这就是靖安王给你的, 他就是故意的? 回禀陛下, 微臣就算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拿这样的事情玩笑。 陛下若是不信, 可以派人查证。 韩问也算是一个老实人, 纪灵舟把手里面的信, 全部放在了桌子上。 第152章, 年关将至, 他的语气里面都带上了威压感, 所以你拿这些东西来见证, 是想要做什么? 回禀陛下, 微臣只是不愿与逆贼为伍, 且靖安王居心不良, 狼子野心还请陛下早日防范。 韩问也是一个实心眼啊。 纪灵舟当然知道了, 但是还是故作严肃, 此事朕自然会派人去查证, 你先退下吧。 他说了一句, 韩问也不知道陛下信了还是没信, 但是现在他再待在这里,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是, 韩问起身离开。 纪灵舟看着桌子上的这些信, 靖安王, 他的眼神瞬间就变得凉薄起来, 还真是死性不改。 陛下, 李圣这也是颤颤巍巍的开口, 刚才自己都听见了什么, 还真是这样。 靖安王这是疯了吗? 虽然他们都知道靖安王不安分, 但是现在都已经把念头打在了韩统领身上, 这是要谋反了。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纪灵舟, 陛下为什么看起来没有那么惊讶呢? 难不成是早就想到了, 可是陛下知道的事情, 他怎么会不清楚? 之前让你们去盯着靖安王的人呢? 什么消息都没传回来吗? 纪灵舟问了一句, 李圣汉手, 陛下恕罪, 信还没有传回京城, 纪承安也应该快到了吧? 他又问了一句, 应该就这几日的功夫了。 李圣回答, 纪灵舟微微地瞇了眼睛, 这一事他也算是做了万全之策, 绝对不会再发生前世的事情了。 而成明然, 他更不会再让他如前世一般在自己怀里没了生气。 百嫁连衣公? 纪灵舟马上就吩咐了一句, 是, 李圣现在可不敢随便惹陛下生气。 成明然今日刚从凤七宫回来, 就听到了那道旨意, 书画当时正在伺候他更衣。 身上这些东西实在是太重了, 他现在已经习惯了那种简单的装束, 所以回来后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取下了。 陛下还真是向着娘娘。 书画感叹地说了一句, 成明然脸上没有太大的表情变化, 以前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随口说了一句, 书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脸上的笑意也淡了下来, 娘娘,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虽然也心疼自家娘娘之前受过的那些伤, 但是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呀, 总不可能永远沉溺于过去的伤痛。 嗯, 成明然没有否认他这句话, 可是也不代表赞同, 或许只是不想争辩了吧。 成明然最近特别的闲事, 用过早上之后就自己躺到了软榻上看书, 也没有人敢过去打扰。 现在这个皇宫里面最不能得罪的, 恐怕就是这位主子了吧, 身后有陛下, 还有太后, 就连他本人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主, 就拿今天的事情来举例, 谁还敢轻易得罪的。 纪灵舟过来的时候, 就刚好看见他躺在软榻上面看着书, 不知道是为什么, 在他近来看见这一幅画面的时候, 心里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 就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已经不重要了, 而且很让人心安。 见过陛下书画马上就看见了, 所以赶紧行礼, 也是提醒自家娘娘。 陈敏染刚刚开始说太入神了, 现在这听见了书画的声音, 他下意识地抬头看过去, 结果就看见纪灵舟站在门口看着自己。 他马上就要起身, 书画赶紧过去扶着。 书不小心掉到了地上, 纪灵舟别从门口走了过来。 陛下, 陈敏染扶身, 纪灵舟真的还没有弯下腰的时候, 就已经把人拖住了。 我说了, 以后不用这么拘劣。 陈敏染没有说话, 他看向了地上掉落的书籍, 但是纪灵舟已经先他一步把地上的书给捡起来了。 陛下, 这就是一些杂书, 臣妾让人收起来吧。 陈敏染说了一句, 纪灵舟挑眉, 那不就让朕看看我们的书妃娘娘都喜欢看一些什么书? 陈敏染, 罢了, 他也懒得说什么了。 纪灵舟随意地翻阅了一下他刚刚看的书, 你平日里面就看这些啊? 他问了一句, 陈敏染平日里面都没啥事, 所以什么书都会找来看看。 刚刚看了那一本书, 其实就是民间的那些话本子, 就是有些无聊, 所以来打发时间。 陈敏染说了一句, 纪灵舟把他手上的书放下, 要是觉得无趣, 回头我让人把稀班子给你请过来, 偶尔听听戏。 陈敏染摇了摇头, 不用了, 他就想安安静静地待着。 纪灵舟听到他这么说也没有强迫, 不喜欢就不看了, 用过早膳了吗? 纪灵舟问了一句, 用过了, 陈敏染多余的话一句也没有啊。 今日请安的时候, 于平仁你生气了, 纪灵舟很自然地就牵起了他的手, 然后把人拉着在旁边坐下。 陈敏染也没刻意否认, 就是说了一些闲杂的话, 要是想要出气就跟我说, 不要憋在心里, 更别委屈了自己。 纪灵舟说了一句, 他也很清楚这些人都是什么货色。 纪灵舟听到这话后, 心里面也是有点无语的, 陛下觉得臣妾会受委屈吗? 纪灵舟说了一句, 纪灵舟也是, 不过, 只是提醒一下你, 万一呢? 谁知道, 纪灵舟语气宠溺, 纪灵舟没有说话, 算了, 他懒得争辩了, 再过几天就是年关了。 纪灵舟说了一句, 他应该也是想到了前世的事情吧。 他握住了纪灵舟的手, 纪灵舟有些不明所以, 为什么他突然感觉, 纪灵舟的情绪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后面, 我会安排一些人守在你身边, 不要离开他们的事情了。 纪灵舟提前就说了一句, 纪灵舟疑惑, 人? 嗯, 年关是多, 害怕会发生什么意外, 到时候就让他们守着你, 不是监视, 所以不要抵触, 好吗? 他其实也是害怕陈敏然会误会, 所以才提前说了一句, 陈敏然总觉得纪灵舟有些怪怪的, 但是还是点了头, 嗯。 第153章, 年夜, 请客今年, 光阴虚白, 月光人影相交映, 年关已至, 深夜的灵星映照出宫殿屋顶上, 那金碧辉煌的琉璃瓦, 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宫墙之上, 红墙金瓦, 焦香灰映, 宛如一条巨龙蜿蜒盘旋, 彰显着皇家的威严与尊贵, 宫内, 华灯初上, 灯火通明, 宫殿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浓郁的年味, 宫人们忙碌地穿梭于各个殿堂之间, 为即将到来的盛宴做着最后的准备, 连依宫, 娘娘, 奴婢来伺候您梳妆吧, 书话上前说了一句, 成敏然点了点头, 今日正值年关, 纪灵舟在皇宫设宴, 除去年夜外, 更重要的是, 今日靖安王回京了, 也算是接风宴, 娘娘, 陛下安排的人都在外面守着了, 书话说了一句, 成敏然不以为意, 这几天他身边来了不少的人, 全部都是纪灵舟安排过来的, 好在之前, 纪灵舟提前跟自己说了一声, 要不然, 不过他为什么会突然给自己安排这么多人, 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他就一直想不通, 但是看样子也不算是监视, 可就算是监视也没关系, 他现在已经不在意这些了, 书话站在成敏然身前帮他上妆, 今日他必然是要盛装出席的, 此次年夜, 他的一举一动, 包括纪灵舟对他的态度, 都会影响别人对成家的态度, 所以, 他绝对不可能让别人轻视了成家, 抹约半个时辰后, 书话可算是将人捣持出来了, 成敏然相貌出众, 虽然之前在冷宫待了一段时间, 但后面养了几个月, 也恢复得不错, 这一番打扮下来, 他的面容宛如月光般皎洁, 皮肤细腻如此, 微微泛着淡淡的红韵, 仿佛桃花出战, 他的眼眸深邃而明亮, 宛如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 闪烁着智慧与温柔的光芒, 那长长的睫毛像是蝴蝶的翅膀, 轻轻扇动间流露出无尽的妩媚, 他的鼻梁高挺而优雅, 线条流畅, 给人一种高贵而又不失清和力的感觉, 那两片薄薄的嘴唇红润而饱满, 微微上扬的弧度透露出淡淡的笑意, 让人心深温暖, 他的身材高挑而匀称, 仿佛是大自然最完美的杰作, 他穿着一袭华丽的紫色衣裳, 裙摆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摇曳, 宛如盛开的花朵, 绽放出迷缘的芬芳, 他的一态端庄而优雅, 每一步都显得那么从容不迫,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诚明染的美丽不仅仅在于他的外貌, 更在于他内心的优雅与从容, 他的一颦一笑, 一举一动都透露出高贵的气质和独特的魅力, 让人无法抗拒他的吸引, 书华看见之后也惊呆了, 他已经好久没有看见自家娘娘这般模样了, 现在突然看见这样的娘娘也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其实现在的娘娘跟以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都是一样的名艳美丽, 可是正因为是中间经历了那些事情, 他突然觉得娘娘现在要比以前惊艳很多, 而且以前的娘娘更多的是稚气未脱的模样, 但是现在娘娘好像多了几分沉稳和冷静, 娘娘书华换了一句, 诚明染现在已经恍惚了, 他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一时间也没有反应过来, 别说书华了, 他自己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诚明染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我都快认不出来自己了, 他说了一句, 娘娘比以前变得更好看了, 书华说了一句, 诚明染没有回答, 要是可以, 他也不想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陛下呢? 诚明染突然问了一句, 继灵舟, 书华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脸色也变得为难了起来, 陛下好像去了凤妻宫, 他一开始还以为自家娘娘会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生气, 但是没想到还挺平静的, 诚明染看向书华, 这也很正常, 没什么大不了的, 皇后娘娘身份贵重, 这样的活动自然是需要跟皇后娘娘一起出席的, 书华听到这话, 也很心疼自家娘娘, 娘娘, 陛下是站在你这边的, 诚明染嘴角微弯, 但没有什么很高兴的样子, 反倒是有些讽刺, 不重要, 他回了一句, 书华无奈, 娘娘现在对陛下似乎已经没有了太大的心思, 不管什么都无动于衷, 太后娘娘呢? 诚明染又问了一句, 太后娘娘身体抱恙, 刚刚说就不参与宴会了, 书华说道, 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诚明染也终于有了反应, 身体抱恙, 怎么回事? 他一去过了, 只是有一点点受粮, 所以不宜见风就没有去, 书华说了一句, 怎么没人来告诉我一声, 诚明染皱了皱眉, 有些不满意, 刚刚才有人来回禀, 应该是前不久才传的太医, 书华回了一句, 诚明染皱眉, 派人去看看, 有什么事情, 马上来告诉我, 是, 书华答应了下来, 太后娘娘对娘娘意义非凡, 自然是不一样的, 宴会要开始了, 走吧, 诚明染说道, 是, 书华低着头推到一边, 纪灵舟和池月都已经到了, 两人端坐于上手, 看起来倒是相敬如兵, 但眼神之间, 却流露出一种微妙的貌合神离, 纪灵舟身着龙袍, 袍上绣着金色的龙纹, 熠熠生辉, 她的面容庄重而威严, 眉宇间透露出一丝不苟的英气皇后, 则穿着华美的凤袍, 凤袍上的刺绣繁复精美, 如同凤凰展示, 璀璨夺目, 她的面容婉约而高贵, 举止间流露出母仪天下的风范, 不过因为前段时间身体的原因, 现在眉眼间还透出了一丝病态和倦意, 两人并肩而坐, 皇帝轻轻举杯, 向在座的宾客致意, 皇后则微笑着汗手, 以示回应, 他们的动作默契而和谐, 仿佛是一对恩爱夫妻, 然而, 当他们的目光交汇时, 却似乎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疏离感, 皇帝的眼神深邃而复杂, 仿佛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皇后的眼神则显得有些空洞, 仿佛她的心早已不在这个宴会上, 第154章, 宴会, 宴会上, 乐声悠扬, 歌舞翩翩, 宾客们欢声笑语, 热闹非凡, 然而, 在继邻周与皇后之间, 却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屏障, 将他们与周围的热闹隔绝开来, 他们虽然坐在一起, 但心却似乎相距甚远, 这种貌合神离的状态, 让人不禁为他们的关系感到惋惜, 淑妃娘娘道, 外面突然响起传唤声, 成敏染一身惊艳地出现在年夜宴会上, 宛如夜空中最璀璨的那颗星, 所有人都看了过去, 继邻周在听到声音的时候, 原本还买是寒冰的毛子, 也慢慢开始融化, 成敏染身着一袭深紫色的华服, 那紫色深色神秘, 如同夜晚的海洋, 波光零零, 让人一不开视线, 裙摆层层叠叠, 轻盈如雨, 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摇曳, 宛如盛开的紫罗兰, 在夜色中散发出迷人的芬芳, 她的发迹高高晚起, 露出修长白皙的薄梗, 一串精致的珍珠项链点缀其间, 更显得她气质高雅, 耳畔的步遥随着她的走动轻轻摇晃, 发出悦耳的声音, 增添了几分灵动与妩媚, 成敏染的眼眸明亮而深邃, 仿佛藏着星辰与大海, 闪烁着智慧与温柔的光芒, 她的红唇微起露出一抹迷人的微笑, 如同春日的暖阳温暖明媚, 她的身姿挺拔优雅, 每一步都走得从容不迫,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她的脚下, 她的出现让整个年夜宴会都黯然失色,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 仿佛她就是这个夜晚的女王, 成敏染的惊艳出场, 不仅展现了她的美丽与高贵, 更彰显了她独特的魅力与气质, 她的存在似乎让这场年夜变得更加璀璨夺目, 原本还安静的现场在这一刻也变得嘈杂了起来, 对于成敏染, 现在的议论还挺多的, 池月在看见成敏染的那一刻时, 眸色也深了些, 她现在比起以前确实沉稳了很多, 现在的她才是一公之主该有的样子, 臣妾来晚了, 还请陛下恕罪, 淑妃失了一礼, 纪灵舟脸上的笑意很明显, 没事, 快入座吧, 她说了一句, 是, 但是成敏染站了起来, 她的位置是皇后和纪灵舟下面的守卫, 怎么来晚了, 可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纪灵舟还主动地问了一句, 这一幕简直是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陛下什么时候还这么主动过了, 以前大家也只是听说陛下宠爱这位淑妃娘娘, 没想到会这么宠, 多谢陛下关心, 臣妾没事, 只是听说太后娘娘身体抱恙, 所以耽搁了一会儿, 成敏染也是如实回答, 可有大案, 纪灵舟问了一句, 太后娘娘有些受粮, 但并无大案, 成敏染说了一句, 纪灵舟点了点头, 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成敏染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所有人都把刚才两人的互动看在了眼里, 看来关于成家还是需要仔细思量一下, 成家已经入狱这么久了, 之前陛下是什么态度, 大家都看得分明, 明明所有人都已经默认了成家的败落, 可如今还毫无消息, 甚至陛下似乎已经忘却了这件事, 又或是不打算追究的样子, 让他们也重新斟酌了起来, 就是因为这位淑妃娘娘的关系, 成敏染也丝毫不怯场, 他看着下面这些人并未在意, 不管聚集在自己身上的目光有多少, 今天他都不能在这里落了窃, 陛下下面有人进来了, 金安王已经到宫门外了, 来人说了一句, 纪晨安, 纪灵舟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桌子下面的手都微微收紧了, 终于来了, 眼前的这一幕似乎慢慢地跟上一世重合了起来,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 这一世成敏染会在自己身边, 但是,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心里面会有些不安, 就好像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一样, 他下意识地看向成敏染, 上一世他在自己怀里慢慢没了声息的样子, 又重新浮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这一次一定不要再出现什么意外, 他不会再让成敏染受到一点点的伤害, 而纪晨安, 到了后便直接请进来, 纪灵舟语气平淡, 但没有人能体会到他现在的心情到底有多么的压抑, 不对, 有人, 成敏染虽然一直关注着下面的这些人, 但是余光也一直看着纪灵舟, 所以, 关于纪灵舟的情绪, 他的感知是最明显的, 加上他们又是从小一起长大, 而且, 他现在也算是最了解纪灵舟的, 所以, 纪灵舟的反应为什么这么大, 他不像是会吃一样情绪外露的人, 纪晨安, 他是什么心思, 其实也算是人尽皆知吧, 可以前纪灵舟根本就不会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眼里, 成敏染若有所思, 联想到前几日, 纪灵舟突然在自己身边安插的那些人, 他心里面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可是这个猜测才刚刚冒出来, 又被自己按下去了, 这怎么可能,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纪灵舟现在这个样子, 也看起来像是早有防范, 那自己是不是也能从其中, 为自己谋取一个最大的利益, 陛下, 迟月突然开口了, 纪灵舟看了过去, 迟月的脸色好像有些难看的样子, 应该是之前生病还没好, 他已经病了有一段时间了, 臣妾身体不适, 想先出去走走, 迟月说了一句, 纪灵舟没有什么反应, 毕竟他也不会在意, 去吧, 若是身体不适, 也不用强撑, 纪灵舟说了一句, 迟月点了点头, 然后说了一句, 多谢陛下就先退下了, 程明然也是看着皇后离开的, 但就在这一刻, 他和纪灵舟的视线突然就碰上了, 你怕冷, 要不要让人再放个探炉子, 纪灵舟主动问道, 程明然摇头, 臣妾不冷, 现在的纪灵舟, 好像不管做什么, 都有点小题大做的意味, 尤其是在自己身上, 什么都能引起他很大的反应,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如果以前他自然是欢喜的, 但是现在, 第155章, 金安王回来了, 宴会期间, 程明然一直都安静看着下面的歌舞表演, 以前他就对这些没兴趣, 现在就更没兴趣了, 如果是换座之前, 还没有成为纪灵舟后飞的时候, 他大概看一半就要跑路了, 因为他真的很不喜欢这样的场合, 但是现在, 即便不喜欢, 他也要坐在这里, 他突然就想起, 之前太后娘娘跟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有的时候, 如果知道自己不喜欢, 还愿意忍着去继续做的, 那或许就是长大了, 这句话好像用在现在, 也挺合适的, 其实他一直可以感受到, 周围的人对自己投来的目光, 这种带着探究和审视的目光, 真的很让人讨厌, 但是他拒绝, 也不能抵触, 陛下, 金安王已经门口了, 外面的人进来了, 来了, 纪灵舟谋色一灵, 冷声说了一句, 宣禁安王觐见吧, 宣禁安王觐见, 礼圣高呼, 夜色如墨, 宴会的灯火在夜空中闪烁, 仿佛星辰落入凡尘, 纪承安的身影慢慢出现在众人眼前, 其实抛开其他不谈, 纪承安这张脸还真没什么好说的, 他的身影高大而挺拔, 每一步都显得沉稳而有力, 仿佛每一步都踏在众人的心头, 俊朗的五官在灯光下显得更为立体, 深邃的眼眸仿佛能洞察人心, 却又冷若冰霜, 不带一丝温度, 他的目光扫过全场, 那眼神中透出的英质和傲慢, 仿佛将所有人都视为蝼蚁,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勾勒出一抹不屑的弧度, 仿佛所有人都没被他放在眼里一般, 也是, 想当年他是先帝和先帝最宠爱的后妃的孩子, 从一出生就享受了所有人的宠爱, 身份尊贵, 自然有高傲的资本, 他身上的衣袍在灯光的映照下, 闪烁着淡淡的光泽, 更增添了几分高贵与神秘, 他的出现仿佛让整个宴会都黯然失色,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 却又不敢直视他那双冰冷的眼眸, 继承安就这样静静地站在人群中, 仿佛与整个世界都格格不入他的存在, 就像一把锋利的剑给人的感觉非常凌厉, 让人无法忽视, 当初所有人都以为这个皇位会落在他手上, 哪知道他的母妃会突然犯下那般的恶行, 天之骄子顷刻陨落, 到手的太子卫也就这样从手中溜了出去, 所以导致他越来越偏执, 从京城离开后, 他就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 俊朗而冷卧, 因这傲慢, 运筹帷幄, 仿佛已经掌握了一切, 任何人在他的眼里都如同蝼蚁一般, 臣帝见过陛下, 继承安稍显轻慢的声音响起, 连腰都没有弯一下, 还不等上面的继灵舟让他起身, 他就直接站直了身姿, 还直接抬头看着继灵舟满脸傲慢, 就好像是在说, 你也不过如此, 能拿我怎么办吗? 继灵舟倒是没有太大的神情波动, 不过是将死之人罢了, 他又怎么可能会跟这样的人浪费口舌? 这不是折入了自己的身份吗? 所以他见到眼下, 这一场面也只是非常平静地说了一句, 静安王周车劳顿, 想来已经累着了, 就不用讲究这些虚理了, 先入座吧。 继灵舟听到这句话, 面露不满, 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难道就不生气吗? 自己就是想看见他, 明明很生气, 却要拿自己我可奈何的样子, 可是现在继灵舟听到自己这么说, 居然半点恼怒的样子都没有, 这总给他一种一拳打到棉花上的感觉, 就仿佛自己不管做什么, 在他眼里都好像是跳梁小丑一般, 他凭什么这么心安理得? 继承安的眼里闪过一抹恨意, 但也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 直接在旁边自己的位置上就坐了下来。 承明染在他出现之后, 目光就一直在继灵舟和继承安两人之间流转, 这气氛有点不太对劲啊。 虽然知道他们两个视同水火, 可是如今他好像还是察觉到了一点不同寻常, 尤其是继灵舟, 继灵舟好像也察觉到了承明染的目光, 直接就看了过来。 承明染有些心虚, 下意识地想要躲避, 但继灵舟却直接朝他挑了挑眉, 好看。 承明染怎么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还能跟自己这般? 他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所有人的目光都朝他看了过来。 承明染下意识地脸红, 继灵舟却好像因此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一样。 我们的淑妃娘娘原来还会脸红吗? 那怎么还想着偷看呢? 不过这有什么好偷看的? 你想看就大大方方地看, 还有谁敢不让我们淑妃娘娘看吗? 继灵舟越来越放纵了。 承明染, 你别说了, 继灵舟的声音不朽, 但也不算很大, 不过前面这些人至少全部都听见了。 别说啊, 这淑妃娘娘还真不是一般的受宠。 臣妾只是随便看了一眼, 承明染说了一句, 继灵舟被他这个样子逗笑了, 不过, 是是是, 你只是随便看了一眼, 是真看错了, 误会了我们的淑妃娘娘继灵舟笑了起来。 承明染被这么一说更不好意思了, 直接连耳朵都有些发红, 好端端的怎么在大庭广众里说这些? 他一时间都不知道做什么反应才是, 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继承安突然出生了。 臣妾倒是没想到, 黄兄还有这样一面, 黄兄什么时候这么宠爱淑妃了? 怎么, 不可以吗? 继灵舟突然说了一句, 当然不是, 黄兄想宠爱谁也是黄兄的事情。 只是臣妾记得, 黄兄向来是不喜欢承家这位的, 毕竟, 承家不是一直都是黄兄的心头大患吗? 此话一出, 全场寂静。 虽然这话说的也是不正争的事实, 可是又有谁敢把这句话这么明目张胆地说出来的? 但, 那只是之前的事情了, 现在谁也看不透, 这位陛下到底是什么心思了? 毕竟他对这位淑妃娘娘的宠爱可不像是装出来的, 而且也没有必要装作宠爱。 第156章, 理解了一些, 不得不说靖安王这胆子是真的很大, 场上的气氛突然凝结, 变得愈发紧张。 而纪灵舟脸上并未有半分动怒的样子, 至于纪承安, 他自然是故意的, 故意想让纪灵舟下不来台。 不过, 一声轻笑突然就打破了场上的安静, 大家抬眼望去才发现, 刚刚的笑声是程明染发出来的。 程明染一手眼面, 轻轻笑着, 纪承安的目光瞬间就锁定在了他的身上。 你笑什么? 没什么, 只是觉得挺荣幸的。 程明染无厘头地说了一句, 荣幸什么? 荣幸得到陛下的宠爱吗? 金安王常年不在京城, 没想到还能认出本宫就是淑妃, 本宫确实是挺意外的。 这么多年, 金安王虽远在京城之外, 但对京城里面的事情还真是了如指掌啊。 程明染满脸笑意地说了一句, 纪承安的谋色深了深, 本王也算是见过娘娘几次, 自然是记得的。 是吗? 不过应该是什么时候, 本宫得罪了王爷, 所以王爷才会这么印象深刻吧。 程明染又说了一句, 淑妃娘娘此话何意啊? 纪承安开始把弄着自己手里面的空酒杯。 程明染看向纪承安, 刚刚王爷的言辞中处处针对成家, 难道不是因为成家得罪了王爷吗? 不仅得罪了, 还得罪得不轻吧? 所以, 本宫也有也是想要请教王爷, 究竟是何处能让王爷记这么久? 不如说出来, 本宫也好替成家给王爷道个歉啊。 程明染偏了偏头, 一脸疑惑, 就好像真的是为此事苦恼。 纪承安脸色沉了沉, 他自然是回答不上来的。 但是程明染现在就好像回到了以前一样, 一脸的懵懂, 王爷怎么不说话了? 是一时间想不起来了吗? 所以,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淑妃好口才, 纪承安脸色难看。 但是程明染可是一点也不在乎, 反正还笑了笑, 口才好吗? 那就多谢王爷夸奖了。 太后娘娘之前还一直说, 本宫这张嘴最容易得罪人了。 要是王爷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 可一定要告诉本宫啊。 本宫可害怕王爷记仇了。 纪承安语气不怎么好, 本王自然不会同娘娘计较。 蛤? 一些人看到这一场面, 差点没忍住笑了出来。 这静安王不是挺高的吗? 怎么现在这张脸黑的跟个探似的? 张着嘴也不知道怎么辩驳了, 连接话都不会了。 程明染闻言也没再多说什么, 只是随意地端起面前的酒杯 便朝着纪承安的方向静了静, 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纪承安虽说有些不满, 但也不可能完全不理会, 这个闷亏他只能往肚子里面咽了。 纪灵舟看着场下的这一幕也有些意外, 自家这位淑妃什么时候这么伶牙俐齿了? 不过他突然就有些高兴是怎么回事? 刚刚那样的程明染 好似才是他原本应该有的样子。 而且, 刚刚他是在维护自己吗? 想到这一点, 纪灵舟的嘴角 也马上就勾起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糊涂, 怎么挡也挡不住。 程明染是不知道纪灵舟在想什么了, 他只是刚刚听见纪承安提到程家, 还说了那些话, 所以心里有些不满而已。 而且, 如果自己不否认, 那后面再说出一些其他的话来, 别人真当程家就此陨落了怎么办? 程家的声誉, 他真的不允许任何人玷污,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么一闹, 所以在后面的时间里面, 纪承安倒显得挺安静的。 一场歌舞结束, 纪承安才有所动作, 他从自己的位置上站了起来, 手里还端着一杯酒。 皇兄他喊了一声, 纪灵舟知道, 这是准备好了。 何事? 纪灵舟问了一句, 皇兄日日操劳国事, 想来也是辛苦了。 陈帝敬皇兄一杯, 说着, 他就举起了手里面的杯子。 纪灵舟也没有为难, 还非常配合得端起手边的酒, 有心了。 而后, 纪承安便一口饮下, 纪灵舟也紧随其后。 然后就在这一刻, 皇兄在这个位置上坐了这么久了, 想来应该也是倦了, 所以, 不如让陈帝来替皇兄分忧吧。 他语气轻忧, 好像真的是出于好心一样。 可正因为他的这一句话, 全场都安静了下来, 这位金安王在说些什么大逆不道的话。 放肆, 金安王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李胜看了过来, 抢先开口, 于气里面带着不可置信, 但是纪承安不屑一顾。 皇兄, 陈帝也垂涎你的位置很久了, 不如让陈帝也坐坐。 他唇脚轻钩, 满脸斜思不羁, 跟上也是一模一样的话语。 陛下, 李胜看向纪灵舟, 却发现, 纪灵舟只是静默地看着下面的人。 你要谋反。 他语气平淡, 好像是在说一句话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 陈帝只是来拿回属于陈帝自己的东西。 纪承安脸上闪过英智, 对一切的势在必得。 陈敏然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惊慌, 不过心里边还是大害。 没想到这位金安王居然真的想要谋反, 而且还选择了这个时候, 甚至直接在大庭广众只想说出这种话来。 他仔细思索着眼前的局势, 看纪灵舟刚刚的表现还有之前的异常, 他应该是早有准备才对。 而自己身边的那些人或许也是为了今天准备的。 但是, 如果真的是这样, 他或许也可以利用今天的事情做些什么。 娘娘旁边舒嬅的声音打断了陈敏然的思绪。 没事, 陈敏然还安抚了一句, 他其实是不害怕的, 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陈敏然看向上面的纪灵舟突然就有些好奇, 他是怎么做到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掌握在自己手里面的。 这样的人真的很危险, 也很恐怖。 在这个位置上, 他又究竟有多少是自己不知道的。 他之前猜忌成家是因为成家手握兵权, 所以时刻防范。 那时自己还觉得不过都是他的异想, 还在问他为什么要猜忌, 为什么不信任, 但是现在他好像稍微地理解了一些。 第157章 谋反 不过虽说慢慢地开始理解了, 但这不代表以前的所有都可以一笔都消。 他心里面始终有个坎, 那个坎怎么也跨不过去。 继承安脸上带着一抹不屑的笑意, 目光里面的野心和贪婪完全遮挡不住。 纪灵舟, 这个位置本就是你占了本王的, 若是现在你识相一点, 待本王登得大宝便留你一命, 给你个闲散王爷当当如何。 继承安说了一句和前世一模一样的话语, 而他才刚刚说完这句话, 就直接把手里面的杯子给扔了出去。 杯子砸在地上四分五裂, 外面的韩问也直接从殿外冲了进来, 周围也响起了一些胆小之人的尖叫声。 可就在大家都以为韩问作为禁卫军统领, 应该是保护陛下安危时, 却发现他的刀剑居然是指向上面的寄灵舟。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韩统领叛变了。 程明染看见这一幕也瞪大了眼睛, 韩问也算是承家扶持上来的。 而他眼下的这些行为又是什么意思? 说得严重一点, 他勾结叛党, 连累承家又怎么办? 韩统领程明染从自己的位置上站了起来。 韩问看了过去, 不只是韩问, 现场的人都看了过去。 韩统领这是什么意思? 你可知用刀剑指着陛下是什么罪。 程明染的气势一下子就出来了。 韩问不以为意, 只是回了一句, 淑妃娘娘, 韩某一直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你这是谋逆。 程明染不敢相信他, 居然能这么理直气壮地说出来。 而且他也不像是这样的人, 怎么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 韩问听到这话也没有什么神色变化。 只淡淡道, 韩某只是做了一个更好的选择罢了。 程明染神情严肃, 韩问这是在干什么? 他心里其实是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但是眼前的情况, 他又看了一眼纪灵舟的方向, 纪灵舟好像并没有因此感到意外。 难不成是早就知道吗? 可是, 如果是早就知道, 那他知道的是这两人的勾结, 还是早有安排呢? 冉染纪灵舟突然叫了他一声。 陛下, 程明染不知道他这个时候换自己是有什么用意。 纪灵舟对着他伸出了手, 过来, 他说了一句, 程明染闽唇不语, 但还是朝着他的位置走过去了。 纪灵舟牵着他的手, 然后将人拉到身后, 没事, 信我。 他的声音不是很大, 可是程明染还是听得非常清楚。 他看着两人相交握的手, 程明染的心里也划过了一抹莫名其妙的情绪。 这样被他保护着的感觉, 还真的是从未有过。 嗯, 他轻轻地答应了一句。 纪灵舟检查了一下程明染的情绪, 见他没有异常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也是, 前世他被逮人威胁都没有表现出害怕的样子, 现在这点阵仗又算什么呢? 黄兄现在还有时间当护花使者呢? 怎么就不为自己的处境担心担心? 又或者说, 黄兄早就已经做好了选择, 选择放弃抵抗了。 纪成安满脸得意, 就好像所有事情在掌握之中一般。 程家军营早已在本王的掌控之中, 黄兄不会不知道吧? 自从成立入狱后, 程家军营频频一动, 为了成立, 他们已经甘愿助我看灯大宝了。 纪成安张开手臂, 仿佛皇位已经唾手可得了。 而程明染是听到这话反应最大的人, 你好大的胆子,空口白牙,胡言乱语,该当何罪。 程家军营之事本来就是禁忌之躯, 而经他这番话, 明显就是把程家往绝路上推, 齐心可诛。 哼, 淑妃娘娘这么激动做什么? 本王可以答应你, 毕竟程家也算是为本王助力了。 等本王登上皇位之后, 就做主放了你的父亲如何? 哦, 要是你愿意的话, 本王也可让你做皇后。 此后程家听本王差遣, 坐拥荣华富贵, 岂不美哉? 继承安邪魅一笑, 打量的目光也越来越具有侵略性。 程明染被这种目光看着都觉得恶心, 程家绝不会与逆贼为伍, 程家军也绝对不会助纣为虐。 他看向继灵舟, 陛下, 他还是害怕继灵舟会误会吧。 没事, 安心, 继灵舟自然也知道, 程家是程明染的底线, 他担心也很正常。 程明染心里不安, 他是真的好担心, 担心军营里面的那些人会因为自己父亲被捕, 受到奸人挑唆, 但毕竟是诸九族的重罪。 继灵舟的目光落在继承安身上, 刚刚他我说的那些话自然也是一字不差的, 全部落进了继灵舟的耳朵里。 继承安真是好大的胆子, 连程明染的主意都敢打了。 以前还不觉得, 可是就在刚刚, 他听见别人在惦记着程明染时, 他心里就止不住地冒火。 继承安, 你当真是要反了? 继灵舟的眼神越来越危险。 继承安却觉得他只是临死挣扎罢了, 本王这不是反, 只能是拨乱反正。 羽霸直接一声鹤下, 拿下。 可他这一声出口后, 还不等他这边的人有什么反应, 周边就又蹭蹭蹭地跑出了一大群黑衣人。 这些应该是继灵舟的敬畏。 继承安随意地看了一眼, 语气里带着轻面。 你该不会以为就凭着这些人便能扭转局势吧? 本王不妨告诉你, 这皇宫里里外外都已经被本王的人给包围了, 你何必垂死挣扎呢? 还真的是做了万全之策了。 来人继承安喊了一声, 将宫外的局势我告诉咱们陛下吧? 哦, 应该是即将下台的陛下。 碰! 继承安话音刚落, 外面就有人跌跌撞撞地摔了进来。 继承安神色一变, 他看向来人, 只见此人浑身血污, 这是直接被扔进来的。 他看向门口, 门口站着一个黑衣人, 是继灵舟的敬畏。 继承安心里莫名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 第158章, 前世之锦在线。 可是这不应该, 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之策, 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差错的。 他稳了稳心神, 强迫自己不要乱想, 这个时候震惊是最重要的。 陛下, 黑衣人拱手, 态度恭敬, 城外已经全部控制住了, 逆贼也已全部拿下, 还请陛下试下。 黑衣人说了一句, 这不可能。 继承安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直接吼了一句, 你说什么? 为了稳定人心, 什么话都能胡编乱造了。 黑衣人对他的怒吼无动于衷, 就好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继灵舟见此, 也没有丝毫的意外, 严格看守, 若有异动, 格杀无论。 他说了一句, 是, 黑衣人领命退下。 继承安人都梦了, 这怎么可能? 外面的人, 他已经安排好了,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就被拿下? 怎么? 不服气啊? 那要不要再派个人出去看看? 看看外面的局势, 还是不是如你所说。 继灵舟这个悠然自得的样子, 让人看得牙痒痒。 他现在还有心情把弄成敏染的手吗? 别说, 这捏着还挺软乎的, 手感不错。 成敏染看着继灵舟的小动作, 也皱起了眉, 他在干嘛呢? 而且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他不知道吗? 怎么还能这么镇定, 你未免高兴得也太早了? 你是不是忘了, 你现在的处境? 就算外面被你控制了, 又如何? 眼下是我为刀组, 你为鱼肉, 你们都要愣着做什么? 赶紧拿下。 继承安这是已经气急败坏了。 但, 指尖下面所有的人纷纷掉转了刀剑, 全部都指着继承安。 继承安都怀疑自己看错了。 你们做什么? 本王让你们拿下继灵舟。 韩某受陛下信任, 献抓男逆贼, 理所应当, 拿下。 韩问这态度变得挺快, 随着他这一声令下, 身后的人纷纷上前, 继承安被围在了中间。 你骗了本王。 继承安突然反应过来, 随后就看上了上手的继灵舟。 你早就知道了, 今天就是你们故意设的局, 你们故意引本王动手。 他似乎有些不敢相信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纪灵舟根本就不打算解释, 蝼蚁之姿, 蜀背之人, 也配狡囂。 带下去, 继承安被人上前压住, 整个人满脸不干, 嘴里还一直都在咒怨。 放开我, 纪灵舟, 你个小人。 堂堂天子, 居然用这么个入流的手段。 纪灵舟实在是没心思听, 他正准备抬手, 让人将纪承安的嘴堵住。 可就在这一刻, 外面也不知道 哪里飞进来的一只剑鱼, 直直地射向了纪灵舟。 纪灵舟谋色一领, 将承鸣染抱进怀里, 就往旁边一闪, 剑鱼从他脸边擦过。 护驾, 护驾, 李胜大惊, 简直就是被吓惨了。 这是谁? 而纪承安也趁此之际, 从自己的袖子里面 拿出一把匕首, 正开了束缚。 他目的明确, 拿着匕首就往最上面的位置 冲了过去。 外面的剑鱼 一一同往里面射了进来, 但一时间 静不知这剑鱼 到底是从何而来。 但很快就知道了, 因为门外突然出现了 一大批黑衣人, 手里全部都拿着弓弩。 纪灵舟将怀里面的 陈明染推到一边, 保护舒飞。 他一个闪躲, 躲开了第二支剑。 所有人扭打在一团, 陈明染被纪灵舟 一早安排好的人护住, 看着眼前的局势 心里也有些着急和紧张, 毕竟这样的场面 也是第一次遇见。 他看着纪灵舟 心里思索着对策。 眼前的局势 其实很明显了, 纪陈安绝对不可能成功, 外面的那些弓箭手 也撑不了多久。 就在陈明染 还一直思索着 今天这场惊心动魄的 谋逆之事时, 他突然看见 不远处一个遮挡岩石的黑衣人 隐匿在角落, 下一刻竟然朝着 纪灵舟的位置 按了袖键。 那个位置都没人, 就朝着纪灵舟扑了过去。 这样, 是不是也算是救驾有功? 陈明染心一横, 眼一闭, 下一刻利刃入体, 真的好疼啊。 纪灵舟听到声响之后 就转了过来, 可不等他做出任何反应, 陈明染就直接 倒在了他的怀里面。 他下意识伸手 把人抱住纪灵舟 瞳孔微缩, 他受伤了。 不远处的黑衣人 见自己并没有成功, 马上就要跑, 但是被李胜扔过去的匕首 给刺中了肩膀。 陈明染心一片, 前世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 他心里还生起了一种恐慌。 怎么可能, 怎么还是这样? 不可以, 他声音都开始颤抖了, 脸上满是害怕, 怕他跟上一世一样 永远离开。 冉染, 他沙哑着声音, 成明染面色苍白, 真的太疼了, 他从来就没有这么疼过。 陛下, 好疼, 成明染喊了出来, 他真的忍不住, 心里也开始害怕了。 纪灵舟马上就让人叫了太医, 没事, 太医马上就来了, 成明染见此, 突然没有那么难受了, 因为纪灵舟的眼睛里面好像你自己还要害怕一样, 而且, 他的身体一直都在发抖。 他, 是怕自己死吗? 你挡什么? 非要跑上来受伤吗? 纪灵舟明明是责怪的语气, 可是又让人完全感受不到的。 不知道, 就, 就是看到了, 然后, 就跑过来了。 成明染说话有些费力, 纪灵舟眼睛都红了, 不说了, 不说了, 会没事的, 很快就好了。 说完这话, 他又看向旁边, 这一次, 太医呢?都死了吗?来得这么慢, 震砍了他们的腿。 舒飞要是有什么事, 震让整个太医署一起陪葬。 成明染看着纪灵舟现在的样子, 脑子里面突然闪过一些奇怪的画面, 画面里面自己也是这样替他挡了一件, 然后被他抱在怀里。 第159章, 挡箭昏迷。 很疼, 比现在还疼。 成明染只觉得眼前的视线越来越模糊了, 他看见画面里面的自己也和刚刚一样冲了出去。 利刃入体的那一刻, 纪灵舟鲜少地搂住了自己。 虽然他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纪灵舟的不情愿, 可是终究是被他抱住了。 他抬手似乎是想要去摸摸纪灵舟的脸, 画面里面的他和现在的他好像相互融合了。 可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力气了, 纪灵舟在他的手快垂下时主动握住了他的手, 没事的, 乖, 有我在, 他的声音轻飘飘地落在了自己的耳朵里, 但成明染已经做不出任何反应了。 灵舟哥哥, 他的声音很小, 纪灵舟却听得很清楚。 听到这个称呼时, 他居然有那么一瞬间分不清楚前世还是惊声, 两幕场景就好像重合了一般然然。 纪灵舟将人搂进怀里紧紧贴合, 前世他就是这样在自己怀里慢慢地没了声息, 这一次再也不能重蹈覆辙了。 马蹄升起, 殿外传来了明显的刀剑声, 还有人在喊, 成将军, 外面的战乱逐渐平歇。 成明染以身挡肩的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 纪灵舟顾不得现场, 直接就把人抱回了紫城宫, 整个太医署的太医都过来了。 深宫之内, 灯火摇曳, 映照出成明染苍白如指的面容。 他静静地躺在软榻上, 青丝散乱, 身上即便还穿着厚重的衣裙, 但还是明显可以看出那渗出斑斑血迹, 显得触目惊心。 纪灵舟站在床榻旁, 神色凝重, 眉头紧锁, 仿佛能凝出水来。 他的目光一直在成明染身上徘徊, 眼中满是担忧与害怕。 他的手指轻轻抹擦着御斑纸, 发出细微的咔嚓声, 透露出他内心的焦躁与不安。 他还从来没有露出过这样的神情来。 太医门跪在殿下, 大气都不敢出。 他们知道, 今日若是就不活淑妃, 恐怕自己这些人都会性命堪忧。 他们的额头上都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手中的药箱也似乎变得沉重起来。 整个宫殿内弥漫着紧渣压抑的气氛, 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 纪灵舟的目光扫过太医时, 眼神中充满了威严与冷冽, 仿佛要将他们一一穿透。 太医们不敢抬头, 只能低着头, 小心翼翼地应对着这突如其来的危机。 两久, 纪灵舟深吸一口气, 似乎是在平复自己的情绪。 他沉声开口, 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务必救活淑妃, 否则, 你们都提头来见吧。 太医们闻言, 心中一领, 纷纷叩首殷氏, 然后手忙脚乱地开始为淑妃诊治。 成明然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 看样子势头不太好。 陛下, 李胜急匆匆地从外面走了回来。 纪灵舟看了一眼, 李胜躬身汗手, 程将军已在外面等候。 程将军, 成立。 另外, 太后娘娘也听说了淑妃娘娘的事情, 现在也赶过来了。 李胜说话的时候, 连头都不敢抬一下, 让他们去旁边的店内写着。 等这边有情况了, 再让人过去通船吧。 现在他们过来了, 也毫无作用。 屋子里面人多了, 也没好处。 纪灵舟说了一句, 是, 李胜回了一句, 人抓住了吗? 纪灵舟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里明显带着杀意。 今天涉案件的那人伤了程明然, 他自然不可能放过。 若等人抓住了他, 熟悉宫里的布局, 我们的人才刚刚出去就没了踪影。 所以, 李胜说了一句, 纪灵舟脸色难看, 着, 宫里也一样, 马上让人去查。 给朕一个宫, 一个宫的挨着查。 是, 李胜赶紧退下, 这里是待不下去了, 他生怕自己多待一会儿, 这向上人头就落了地。 李胜退出房间后, 外面的城里就焦急地凑了上来。 李公公, 他语气里面满是紧张。 李胜无奈, 他也是一脸为难, 承将军恕罪, 陛下在里面呢。 淑妃娘娘如今昏迷不醒, 陛下已经让太医竭力医治了, 有陛下庇佑, 淑妃娘娘也吉人自有天相, 所以一定不会有事的。 您就算现在进去了, 也无济于事, 帮不上什么忙的。 反倒人多了, 还对娘娘不利, 所以陛下说了, 请将军先去旁边的宫便休息。 等这边一有消息后, 咂家就马上差人去告诉将军。 李胜说了一句, 我理解陛下的苦心, 但是我现在实在是没心情去歇着, 既然如此, 那不妨让我就在这守着, 这样我也安心一些。 成立说了一句, 李胜叹了口气, 将军, 这是陛下的命令, 而且, 您就算站在这里, 也不能让娘娘马上醒过来啊。 娘娘若是醒过来后, 知道将军您站在这一直守着, 那也一定会心疼的。 李胜说道, 成立脸上的担心显而易见, 可面对如今的情景, 她也再也做不出其他的选择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皇后陪同着太后, 一同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我的冉冉呢? 怎么样了? 好端端的。 你们怎么把她弄成这个样子的? 保护的人都是死的吗? 太后只要一遇到成敏染的事情, 就非常容易失控。 见过太后娘娘, 皇后娘娘, 李胜赶紧行礼。 淑妃如何了? 迟月的脸色也不太好, 毕竟还在病重。 刚刚她听到消息后, 就往这边赶了过来, 结果正好在路上碰见了太后。 淑妃娘娘还没醒, 太医正在里面帮淑妃娘娘处理伤口, 太后娘娘息怒, 李胜那脑袋低得更低了。 息怒? 怎么息怒? 冉冉身子本来就弱, 怎么可能受得了这般折腾? 她要是出了什么事, 你们就是要了挨家的命。 太后是真的急了, 李胜直接是被骂的, 连头都抬不起来。 不过为了不打扰到里面, 她还是硬着头皮, 请太后和成丽去了旁边的空房间。 不仅是他们, 就连李胜和这宫里面的下人都祈祷着, 淑妃娘娘可以平安无事的, 要不然, 他们这条命都不一定能保得住。 第160章, 止不住血。 等稍微地平复了太后和成丽的情绪后, 李胜才深吸一口气地重新退出了房门。 迟悦在后面也跟着出来了, 淑妃现在情况如何? 你大可不必骗本宫。 皇后虽然也看出来 刚刚李胜说的那些, 也只是为了安慰太后和成将军的罢了。 李胜心知骗不过皇后, 所以你就不打算隐瞒, 见识太深了, 所以情况不是太好。 现在刚让太医拔了剑, 血流不止, 太医各种办法都想过了, 就是没用。 怎么这么严重迟悦皱着眉头? 陛下已经发了好几次火了, 这要是再想不到止血的办法, 淑妃娘娘的情况只会更糟。 陛下, 李胜后面的话没说完, 迟悦也能知道她的意思。 迟悦朝着店里看了两眼, 本宫哪里倒是有一颗止血的药丸, 是早年间母亲从南疆带回来的灵药, 说不定有用。 本宫马上让人去取过来, 你让她一瞧瞧, 看看有没有用, 要是有用就给淑妃试试。 李胜听到这话眼前一亮, 皇后娘娘的母亲是南疆女, 有不少的灵丹妙药都是从南疆传来的。 当年皇后娘娘的母亲入京时, 就带了不少的奇药, 她确实是没想到, 皇后娘娘居然能主动拿出这药来。 太好了, 若是娘娘愿意, 这要起了作用, 那陛下也一定会感激娘娘的。 李胜瞬间就笑了起来, 这些都不重要, 本宫马上让人去拿来。 陛下放下了一块石头, 陛下可还有其他吩咐。 池月多问了一句, 李胜也没什么隐瞒的, 毕竟一会儿全宫的人都会知道, 所以回了一句, 今日行刺那人还没有抓到, 陛下大怒, 现在已经这人一个一个宫搜去了, 需要本宫帮忙吗? 池月也问了一句, 李胜摇头, 不劳娘娘费心了, 奴才查人去查便是。 行吧, 既然如此, 池月也就没在执意地要插手。 大殿内, 纪灵舟紧紧握着自己的手, 生怕自己一个没注意就弄丢了眼前的人。 而太医现在也是顶着压力, 满头大汗。 这鞋止不住啊, 再这么留下去, 就算没事也得发生点事。 他们的命可都搭上面了, 淑妃娘娘, 你可得好好的呀。 陛下, 外面有宫人进来了, 这是皇后娘娘派人送来的止血药, 皇后娘娘说可以让太医瞧瞧, 若是有用便先给淑妃娘娘用上。 宫人手里面放着一个小盒子, 纪灵舟皱眉, 皇后怎么突然送料过来? 不过看着床榻上面色惨白的成明染, 她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检查一下, 纪灵舟吩咐, 不管是谁送的, 还是要先查了才能放心。 太医一听到是皇后娘娘送过来的, 眼睛都亮了, 谁不知道这天底下的灵丹妙药都在南疆, 而且皇后娘娘的母亲还是南疆贵女。 陛下, 这要并无什么问题, 跟此前皇后娘娘自己服用的那一颗是一摸一样的。 其中一个太医赶紧说道, 当年皇后在生大皇子的时候也突然血崩, 那些怎么都止不住, 最后还是靠着这救命良药才勉强保住了一条命, 马上给淑妃服下。 纪灵舟听到这话也就没再多疑, 要不然就真的来不及了。 她真的没有办法再经历一次失去成明染的痛苦, 也只有在这一刻, 她才深切地体会到原来害怕失去一个人是这样的感受。 太医迅速地将要给成明染服下果然, 没一会儿, 太医便说了一句, 回禀陛下, 斜止住了。 终于, 纪灵舟听到这话也松了一口气, 可同样的没有放心, 那淑妃可还有其他答案。 回陛下, 淑妃娘娘伤口太深, 又靠近心脉, 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太医也不敢保证完全没事了呀, 毕竟淑妃娘娘的身子本来就弱。 纪灵舟狠狠地攥紧了自己的拳头, 为什么她明明都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但是还是让成明染受了伤。 她突然在想一个问题, 那就是, 这些命运是真的可以被改变的吗? 最后的归宿真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明明原本不是这样的, 而她现在要强行改变这个结局, 会不会有什么不妥之处? 又或者说, 她真的能改变原本已经既定的结局吗? 看着血水一盆一盆地往外面端, 纪灵舟在这里受了成明染一整夜。 等到了后半夜, 成明染的情况勉强地被控制住了, 可是还是没有完全的脱离危险。 纪灵舟坐在她身边, 握住了她的手。 不要吓我, 快点醒过来, 好不好? 她自言自语。 成明染现在自然是回答不了她的, 她的脸毫无血色, 若是让不知情的人看了, 只怕还以为躺在这里的是一句冰冷的。 纪灵舟的心完全安静不下来, 她从来没有那一刻觉得, 时间原来也会过得这么慢的。 为什么还不醒过来, 不会再发生上一世的结局了? 我求你, 求你赶紧醒过来吧, 我真的受不了了。 纪灵舟这一整晚眼睛都没闭上过, 她一直安静地守着成明染, 但让人失望的是, 成明染也一直没有任何反应。 她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躺着, 连呼吸都很薄弱, 好像只要有人轻轻一碰便能碎了。 与此同时, 旁边的太后和成立也一直都在偏殿等着, 只想着有了消息第一时间知道。 不过, 关于成明染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告诉他们的, 就害怕发生什么意外情况。 次日天微亮, 李盛从外面走了进来, 陛下, 你已经一夜没有休息了, 要不先下去歇会吧? 不管怎么样, 一切要以龙体为重啊。 因为昨天晚上的事情, 今日的早朝也撤了。 她其实已经过来劝过很多次了, 但是完全没有作用。 不用, 下去吧, 再让太医怪看看。 纪灵舟声音有些哑, 李盛无奈, 但也做不了什么, 毕竟她也管不了主子的事情, 只能默默祈祷着, 淑妃娘娘能够早点醒过来吧。 第161章, 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成明染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里她一个人坐在冷宫那棵枯死的槐花树下面, 每天除了发呆, 好像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还带来了纪灵舟的圣旨。 圣旨上面的意思就是坐实了成家的罪名, 还将自己的父亲流放幽州。 而自己, 今日一早, 陛下便下旨, 成家谋逆一案证据确凿, 即日起流放幽州, 永不归金而拟, 罪臣之女, 且包藏祸心, 谋害黄四, 罪大恶极, 理应处死。 贤妃得意地在掐住自己的一张脸说了一句, 本宫今日是特地来送你上路的。 画面里面的情景如此清晰, 让他觉得这些就好像是真实发生过的。 可是那些又怎么可能是真实发生过的呢? 他被贤妃的人按在了行凳上面, 行杖打在身上的滋味真的很疼, 可是更让他绝望的似乎并不是受刑, 而是纪灵舟将成家往绝路上面逼。 虽说只是流放, 可这根本就是想要了父亲的性命。 成敏染不敢想象被流放的路途中, 父亲会遭遇些什么。 他本来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了, 只想着死了就解脱了。 但是在他一时即将模糊的时候, 太后娘娘来了。 后来, 和今天差不多的场景, 继承安叛变, 太后娘娘让他离开皇宫。 但是还没有等他出宫, 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 魏锦涵。 在后面, 他被魏锦涵压着到了继灵舟面前, 所有人都在哪里, 他们用自己威胁父亲。 也是那个时候, 他才知道父亲回来了。 可是, 面对抉择, 他心知父亲不会因为自己而选择跟逆贼一伙。 再者, 其实在过来的途中, 他就发现了, 其实这皇宫内外看起来在继承安的把控中, 但实际上处处都是继灵舟的人。 他们不了解继灵舟或许不会发现, 可是他不一样, 自小就待在继灵舟身边, 又怎么可能认不出继灵舟身边的人。 小时候, 他经常出入继灵舟的书房, 或许是觉得他年纪小, 所以并没有太过于设防。 带自己离开的那个黑衣人, 他就在继灵舟身边见过。 可是后来, 因为太后娘娘告诉自己, 他才知道这个人出现在了父亲身边。 而且那天带着自己离开时, 那个人明显没有任何的紧迫感。 加上在面对魏锦涵时, 他不过是表面挣扎罢了, 实际上根本就不在乎自己是否会被魏锦涵带走, 甚至还想着自己被他们抓住。 那个人有问题, 纪灵舟也有问题。 回来的过程中, 门外很安静, 按道理来说, 如果继承安真的掌握了局势, 那绝对不会没有人守着的。 所以唯一的可能, 那就是纪灵舟其实早就预料到了, 而且早有安排。 他了解纪灵舟, 那么喜欢猜忌的一个人, 又怎么可能会让继承安堂而皇之的带兵入城? 就算没有允许, 那那么多的人, 又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躲过纪灵舟的眼线呢? 他, 早有部署, 家之父亲其实早已经被宣判流放, 那又为什么这妖巧合地出现在了这里? 这会不会又是纪灵舟的设计? 他不相信纪灵舟会是这么容易被拿捏的人, 所以才会主动选择那么一个选择。 他, 爹爹自小就告诉然然, 捐躯赴国难, 是死乎如归, 而今女儿谨记爹爹之教会, 请爹爹不要因为女儿为难。 他不敢赌击陈安, 只能赌击灵舟, 且他也不想父亲, 不想成家因为自己而悲伤骂名。 不过好在他赌对了, 果然, 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罢了。 他在想, 若是当时自己选错了, 或者父亲选错了, 那外面的弓箭手是不是会将他们所有人一同诛杀? 可即便如此又如何呢? 继承安这一次是输定了, 但是成家, 好像可以因此出现一抹生机。 但继灵舟这样的人, 心思是最难琢磨的。 成家以戴罪之身私自出逃, 最后还带兵攻入皇城, 他我们就怀疑和忌惮成家, 谁知道他会不会因此, 而彻底地将成家扣上乱党罪名, 一同处死。 在看见继灵舟被偷袭的那一幕时,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冲了上去, 其实他知道, 就算自己不去党这一件, 继灵舟应该也能躲过。 可是他想让继灵舟欠自己一次, 他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放过成家。 也有可能是不甘心吧? 所以, 除了这个主观原因之外, 他也想继灵舟可以改变自己的态度。 余生, 自己算是看不见了。 那在他的余生里面, 能不能有自己的影子? 他将自己给父亲绣的荷包给了继灵舟, 只是想让他可以记住自己, 也算是为了他才没了命的。 这样的话, 至少会有一点点的愧疚吧。 在最后之际, 他看着继灵舟突然就想到了小时候。 小时候他也会这样抱着自己, 没有那冷冰冰的语气和脸色, 明明小时候他们不是这样的。 可为什么又走到了这个地步呢? 灵舟哥哥, 然而好疼啊。 意识迷糊的时候, 他只觉得自己身边泛起了白光, 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可是迷流之际, 他好像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和继灵舟。 灵舟哥哥, 承迷染额头冒出了细汗, 好疼, 伤口的位置一直隐隐作痛。 他整个人就好像陷入了什么困境, 双眸紧闭, 万分不安。 继灵舟一直守在他身边, 见到承迷染突然这么大的反应后, 也紧张了起来。 然然, 他轻声喊了一句。 承迷染没有反应, 只是挣扎的力度越来越大。 继灵舟赶紧叫了太医, 承迷染身上的伤口已经快要裂开了。 他将人按住, 害怕他碰到了自己的伤口。 然然, 见外面还没人进来, 他一脸的火气, 人呢? 都死了吗? 太医还没来, 是需要朕让人卸了他们的腿吗? 他怒喝出声, 从来就没有这么失态过, 这也算是头一遭了, 这周边伺候的人硬是大气, 都不敢喘一声。 第162章, 醒了。 灵舟哥哥, 承迷染换了一句, 哪怕声音很模糊, 可继灵舟听见后还是为之医症。 继灵舟握住了承迷染的手, 心里一抽一抽, 发疼是他不好。 我在呢? 继灵舟轻声回应, 只可惜, 承迷染现在不一定能听见。 太医进来的时候, 承迷染还没有醒, 只能继灵舟暴怒的声音。 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好在不是很严重, 伤口没有崩开。 承迷染一直很不安, 继灵舟一直陪在他身侧, 声音温柔清和, 完全和对待工人太监的时候, 是两个态度。 太医检查好伤口后就退下了, 不过因为这边的特殊情况, 他们都随时待命。 这两天, 整个太医署的人差不多都来了紫城宫。 继灵舟不知道承迷染什么时候才能醒, 但只要人不在自己的视线里, 就觉得不安心。 李慎还劝过好多回了, 但没有哪一次是成功的。 外面太后和成立都已经暂时离开了, 毕竟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承迷染这个梦做了很久, 他甚至分不清虚实。 除了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之外, 他又梦见了当初自己刚刚出冷宫的时候, 还有他和继灵舟小时候的样子。 他从来没觉得时间可以过得这么慢, 但好像又很快, 明明只有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又仿佛看见了自己的一生。 慢慢的, 他似乎终于回到了现实, 承迷染只觉得脑袋很重, 眼睛也睁不开, 不管怎么努力都看不清眼前的一切。 死, 好疼啊, 承迷染轻轻地抬起眼皮, 入眼的便是紫辰宫的陈舍, 还有非常浓重的药味。 接着, 然然, 是纪灵舟略带惊喜的声音响了起来, 承迷染看向纪灵舟, 梦里面的他和现在的他重合在了一起, 这是, 现实吗? 他死了吗? 然然, 真的醒了, 纪灵舟眼睛都红了, 他终于等到承迷染醒过来了。 太医, 纪灵舟对着外面猛喊。 太医结果是连滚带爬地跑进来的, 见淑妃娘娘醒了, 他们也有些意外, 更多的是庆幸吧。 可算是行了, 这要是再不行, 他们这几条命还真的都要交代在这儿了。 没事的, 然然, 我就在这里陪着你, 很快就没事了。 他一边说, 太医一边去给承迷染把脉, 屋子里面很安静, 安静得好像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 承迷染看着纪灵舟, 他从来没看见这么狼狈的她。 衣衫凌乱, 发丝也没有打理, 连胡茶都阴阴可见。 眼下发青色真的很明显, 微红的眼眶好像很脆弱的样子。 回禀陛下, 娘娘的情况基本已经稳定下来了, 只需好生养护, 慢慢调理, 应该不会再危及生命的。 太医也是松了一口气啊, 都好几天了, 终于是醒了。 虽说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但现在至少是把命保住了, 只要不再受到什么刺激, 就不会再有什么大问题。 纪灵舟在听到这话的时候, 玄哲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他看向承迷染, 一滴眼泪从他的眼眶瞬间逃离出来。 他, 哭了。 承迷染只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完全清醒, 他怎么能哭了呢? 纪灵舟握住他的手, 脸上扯出一个很勉强的笑意, 没事了, 已经没事了, 心有余悸。 承迷染现在没有力气说话, 这一次还真的是差点把命给丢了。 再来一次, 他也不敢保证自己还能不能做出同样的决定, 毕竟就算是毒, 那风险也还是很大的。 B、 下, 他很费力地说出这么两个字。 乖, 先不开口, 小心会碰到伤口。 好好养伤, 我就在这跟你一起, 好吗? 纪灵舟温柔道, 承迷染闭上了眼睛, 他好累啊。 下次不许再这样了, 你知不知道很危险的。 纪灵舟语气里面带着责怪的意思, 可是声音依旧平和, 他从来就没有这么温柔地说过话吧。 承迷染轻轻地笑了起来, 纪灵舟叹了口气, 终究是拿他没办法。 你昏迷了好几天了, 我差点以为你会醒不过来了。 你简直是要了我的命, 胆子怎么就这么大呢? 那件多危险, 你不知道吗? 要是再偏了一点, 那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纪灵舟现在说话又滔滔不绝了。 承迷染自始至终就没有说话, 他也不想这样, 可那不是没有办法吗? 要是不拼一把, 他怎么知道自己在纪灵舟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又怎么加深自己在他心里的分量呢? 而且, 通过这一次, 他也想要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有些事情要是不下狠劲, 那就永远没有结果。 不过现在的他在乎的不是这些, 而是那梦里面发生的一切。 刚刚看见这样的纪灵舟, 他突然就在想, 梦里的自己也这样为他挡了一箭。 那个时候, 他会不会也是这样的表现? 还有, 自己为什么会梦到这些? 那些事情都很真实, 就好像真的存在过一样。 可是, 事情的发展明明和梦里是不一样的, 所以,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心里突然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是不是在另外一个时空里, 这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 又或者说, 真的会有前世的存在吗? 还是说是未来的预兆? 如果当初纪灵舟没有把自己放出冷宫, 那所有的事情, 是不是就会按照自己梦里梦见的那些诡计发生呢? 他其实一直都不理解, 为什么纪灵舟会突然将自己从冷宫里面放出来? 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对自己的态度会翻转? 所以, 他会不会也做过这样的梦? 承敏染看向纪灵舟, 他很想开口问一下, 可是现在自己的情况好像不允许来着, 而且, 如果自己说了这样的话, 他会相信自己吗? 还是说, 他只会把自己说过的这些话当做玩笑一样。 纪灵舟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 而承敏染完全没把他说的那些话放在心上, 脑子里面一直想着梦里面发生的那一切, 其余的根本不在意。 第163章 一起睡着, 纪灵舟很快就发现了承敏染的异常, 这是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怎么了? 是伤口疼了吗? 纪灵舟满脸紧张, 承敏染听到这句话也回过了神, 他摇了摇头, 没事, 要是伤口疼的话就告诉我, 不要忍着。 纪灵舟摸了摸安样出的额头, 就害怕他再出个什么事。 承敏染点了点头, 他看着现在的纪灵舟, 你, 一直在吗? 他问了一句, 嗯, 害怕你会有事, 都不敢松开, 承敏染看着他狼狈的样子, 闭下去休息吧, 他说了一句, 好, 纪灵舟回了一句, 但也仅仅是说了一句好, 另外的举动是完全没有, 还坐在哪里一动不动吗? 承敏染,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承敏染又说了一句, 纪灵舟点了点头, 好, 但还是没有什么动作, 承敏染, 所以为什么没有动作呢? 有一点渴了, 承敏染换了一个话题, 又说了一句, 好, 我给你拿, 纪灵舟这一次倒是没有坐着不动了, 连忙走到一边帮他倒水, 倒水的时候还稍微的试了试水的温度, 不烫, 我喂你, 纪灵舟动作还是挺迅速的, 果然在正式上绝对不耽误, 承敏染喝水的时候可能有点着急, 而且他就这样半躺着也不太舒服, 所以在喝水时也就不小心呛到了, 咳咳咳, 承敏染开始咳嗽了, 纪灵舟也因为这个动作被吓了一跳, 赶紧去帮他腹背轻拍, 可是这样的难免会扯到伤口, 承敏染的脸一下子就白了, 额头上又开始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汗字, 太医, 纪灵舟赶紧对着外面喊, 承敏染脸色不怎么好, 可是也不至于叫太医, 他拉住纪灵舟的手, 我没事, 纪灵舟太过于一惊一乍了, 哪里有那么严重啊, 但是纪灵舟这一点也不可含糊的, 马上就让太医进来了, 承敏染无奈, 但还是很配合, 太医属是有医女的, 关于他镇上这些伤口全部都是医女负责的, 医女仔细地查看了一番, 没有裂开, 所以可以放心, 纪灵舟对于承敏染的身子看得很重, 哪怕只是有一点点异样也不敢耽误, 承敏染乖乖地躺在床上, 纪灵舟全程紧绷着脸丝毫不敢松懈, 即便太医已经说了没事, 他也不敢轻视了, 累了吗? 要不要再睡会儿? 或者觉得无聊了, 想要做些什么吗? 纪灵舟问了一句, 承敏染摇了摇头, 你就睡吧, 我陪着你, 纪灵舟说道, 但是, 陛下, 也休息一会儿吧, 陪我一起, 好不好? 承敏染说了一句, 还想着往后面移了移位置, 嗯, 好, 纪灵舟永远都是这么个回答, 然后很自然地就在承敏染身边躺下了, 不过因为害怕碰到承敏染, 所以, 两人之间的距离还是隔了一点距离的, 承敏染无奈, 但是也没有说什么, 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翼翼了, 现在的纪灵舟和之前的他, 他呢? 承敏染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纪灵舟就这样看着他, 甚至都不敢眨眼, 这几天他想了好多, 但是唯一没有想到的, 只有要是他真的和上一世一样离开了自己, 自己该会是什么样的? 承敏染一开始, 其实只是想让纪灵舟休息一会儿, 但没想到睡下之后, 还是自己先熬不住了, 感受到他这边传来的均匀呼吸声, 纪灵舟还没有睡下, 他又怎么可能不知道承敏染的意思? 现在的承敏染总是能让人心软, 他伸出手轻轻地朝着承敏染的脸过去, 可是还没碰上, 又收回来了, 他应该是害怕吵醒了他吧? 不过纪灵舟的手倒是落在了承敏染的头发上, 帮他稍微地整理了一下, 而后便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也已经坚持这么多天了, 现在好不容易松懈下来, 确实是有些累了, 两人一同陷入梦境, 只不过这一次先醒过来的是纪灵舟了, 他刚一睁开眼睛, 就看见了眼前不休蝙蝠的纪灵舟, 他这个样子还真是不常见, 承敏染没有吵他, 只是安静地躺在这里看着纪灵舟这样的一面, 这要是换作以前, 他或许能高兴一整年吧, 可是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呢? 为什么要偏偏在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之后呢? 而且, 还是自己设计得来的带着不纯粹的目的, 什么时候, 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满心都是算计的人了, 他有愧疚, 可是这一份愧疚又能持续多久呢? 他现在已经完全不相信纪灵舟对自己的情感了, 毕竟小时候两人也算是一起长大, 关系也算是亲近的, 自己小时候一直都待在他身边, 每天都跟在他身后, 他也会照顾着自己, 原本他也以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别人都不一样了, 即便在入宫时也满怀期待, 但是现实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巴掌, 让他输得无可再输, 狼狈至极, 所以他又怎么敢再继续去相信呢? 唯有这些算计的, 是他愿意, 也敢去赌的, 他用自己的命去赌他心里对自己的歉意和愧疚, 就好像之前太后娘娘跟自己说的那一句话, 用现在所拥有的去博得更多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 他垂眸, 情绪低落, 却又是说不出来的失落, 程明染现在也有些唾弃自己了,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他居然已变成了自己曾经最理解不了的人, 程明染微微地喘了一口气, 可就是因为这个小动作, 纪灵舟却醒了, 他慢慢地睁开眼睛, 随后就看见程明染似乎有些情绪不好的样子, 所以直接握住了他的手, 程明染看向纪灵舟, 醒了多久了, 怎么不叫我? 纪灵舟问了一句, 声音低雅磁性, 看你还在睡, 程明染说了一句, 第164章, 再来一次, 那有什么关系, 纪灵舟说了一句, 程明染没有继续说话, 纪灵舟摸着他的手, 昏睡了好几天, 饿了吗? 要不要吃点东西? 嗯, 有些饿了, 程明染也没有故作矜持, 原来还不觉得, 现在听他这么一说, 还真觉得有些饿, 好, 我马上让人去传善, 只是你现在还受着伤, 一些忌口的吃不了, 程明染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想吃的, 都可以的, 他就只是单纯觉得有点饿, 而且嘴巴里面什么味道都没有, 再者, 他现在已经没什么可挑的了, 再怎么也要比之前在冷宫那段时间好熬吧, 好, 一会儿我先去沐浴更衣, 身上都有味了, 纪灵舟起身了, 程明染点了点头, 他现在躺了这么久也很累, 但是又不敢乱动, 所以只能看着纪灵舟慢慢走远, 等纪灵舟离开后, 程明染就看见了舒嬅进来了, 舒嬅的眼圈现在都还红着呢, 这也是太过于担心自己了, 现在好不容易看见自家主子, 他也是直接就跪下了, 娘娘, 你吓死奴婢了,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傻事, 这种事情也太危险了, 要真的出事了怎么办, 程明染笑了起来, 这次多了几分真心实意, 我没事的, 我有分寸, 程明染说了一句, 能有什么分寸啊, 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娘娘也太草率了, 你是不知道, 就娘娘你这挡的一箭, 把我们都吓死了, 舒嬅整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程明染没有再继续解释, 只是说了一句, 没事的, 不要担心了, 也别哭, 他安慰了一句, 太后娘娘和程将军都回去了, 不过听说娘娘醒过来后, 应该也往这边赶了, 舒嬅突然说了一句, 而程明染也非常迅速地捕捉到了关键点, 程将军, 你说谁, 爹爹, 程明染下意识地就要坐起来, 结果没注意到伤口, 直接就痛呼出声, 这可把舒嬅给吓了一跳, 娘娘, 你小心点, 他赶紧就上前去扶着, 但是程明染现在完全顾不上了, 你当当说什么, 他生怕自己听错了, 是将军, 陛下恢复了将军的官职, 对之前的事情也全部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现在程将军已经没事了, 程家也没事了, 舒嬅当然知道自家娘娘最在意的是什么, 程明染一脸的不可置信, 怎么会, 没事了, 是, 在娘娘昏迷后是程将军带兵援助, 成功地将靖安王一党全部勤获, 立下大功, 所以, 陛下特意下旨, 让将军官复原职都没事了, 舒嬅耐心地解释了一句, 程明染听到这话都愣住了, 然后瞬间就红了眼睛, 没事了, 真的没事了吗? 不过反应过来, 之后的程明染也觉得很疑惑, 因为爹爹是被关在大理寺的, 那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而且, 爹爹又怎么可能轻易带兵入宫? 最重要的事情是, 今天明显就是纪灵州的计策, 他早有部署了才对, 就算没有成家, 纪灵州应该也能处理好今天的事, 所以, 今天这件事情是他故意安排的吗? 他故意给了成家这个机会, 成明染的情绪有些复杂, 他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自己的心情, 纪灵州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可如果不是这样, 他已经想不到第二个理由了, 娘娘不高兴吗? 舒嬅问了一句, 不是, 很高兴, 他心里最大的一件事也算是就此了结了, 成家没事就好, 舒嬅文言又说了一句, 这几日, 陛下一直都是衣不解带地守在娘娘身边, 谁来劝都没用, 但凡娘娘有个什么事, 陛下比谁都还着急, 陛下还从来没有这样过, 嗯, 成明染语气闷闷的, 舒嬅看着成明染, 娘娘, 他叫了一声, 成明染看向舒嬅, 接着就听见他说了一句, 陛下现在对娘娘真的很好, 过去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就算一直想着念着, 那也都是之前的事了, 我们没有必要一直挂念着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而拖累了现在的自己, 之前的事情对娘娘来说有些残忍, 可是他不该成为现在或者是将来的负担, 娘娘其实可以尝试放下那些伤痛, 慢慢地接受现在的陛下, 舒嬅也劝了一句, 成明染没有说话, 道理都懂, 可真的到了这一步, 又怎么可能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简单的呢? 陛下怎么带娘娘的? 娘娘, 其实自己才是感知最清楚的, 那些错误存在于过去, 但没有必要还要继续惩罚现在的自己, 舒嬅是心疼成明染, 他也不想自家娘娘永远沉溺于过去的那些折磨, 自娘娘冷宫走了一遭后, 整个人就好像再也没有真心实意的效果了, 这些他都看在眼里, 太后娘娘也都看在眼里, 他们自然都会担心, 我知道, 成明染没有说要不要原谅, 其实应该也不算是原谅吧, 毕竟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谁对谁错, 这些是根本分不清楚的, 所以, 他也只能说是释怀, 而他暂时还做不到完全的释怀, 对了, 这次娘娘可以化险为夷, 还多亏了皇后娘娘, 舒嬅突然想起来了, 所以就提了一句, 皇后娘娘, 成明染一脸疑惑, 舒嬅也耐心地解释了一句, 当时娘娘身受重伤, 怎么也止不住血, 是皇后娘娘拿来了止血的妙药, 要不然还真想不到会发生什么, 原来是这样吗, 可是皇后娘娘怎么会突然帮自己, 不是他不信任皇后, 只是现在的他好像也变得多疑了起来, 对谁都会多想想不知道, 不过太医检查过了, 药没有问题, 而且娘娘吃完药后也很快就止住了血, 舒嬅现在说到这个惊魂未定呢, 成明染你知道自己这一次有些太过激了, 可如果要是再来一次, 他或许也会做同样的选择吧, 不知道为什么, 成明染突然就想到了自己做的那个梦, 梦里面的自己好像也做了这样大胆的决定, 第165章, 成家无事, 纪灵舟回来的时候, 小厨房的人已经准备好了膳食, 成明染被扶着坐了起来, 这样坐着会不会不舒服, 纪灵舟问了一句, 然后就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还拿了软垫放在了他身后垫着, 成明染摇头, 不会, 我好多了, 他回答了一句, 不过脑海里一直都想着刚刚舒嬅跟自己说的那些话, 陛下, 成明染还是没有忍住, 嗯, 怎么, 纪灵舟一边帮他布膳, 一边给他回应, 成明染有些犹豫, 但还是说了出来, 刚刚舒嬅跟我说, 爹爹他在宫里, 嗯, 在呢, 一会儿用完膳后, 就让他来见你好不好, 纪灵舟的语气跟红小孩子似的, 成明染有些不太习惯他现在的语气, 而且他也还没有问完呢, 只是听着他这样的说, 说成明染的心情就更复杂了, 那, 这是陛下安排的吗? 他问的直接, 嗯, 刚好趁着这个机会, 免得你一直挂念着, 纪灵舟将手里面的舟端了起来, 还非常贴心地试了试温度, 不烫了之后才喂给成明染, 成明染刚要出口的话都被堵了回去, 他安安心心地吃掉纪灵舟喂给自己的舟, 只是难免会弄脏, 他下意识地就要伸手去擦, 但是被纪灵舟抢先一步, 不要动, 小心碰到伤口了, 我帮你擦, 说着, 纪灵舟也还不嫌弃地自己就上手了, 好吧, 成明染没有再继续理会了, 由着他去做, 这不就是自己一开始想要的效果吗? 味道怎么样? 会不会太淡了? 纪灵舟又问了一句, 嘴里有些苦, 成明染也是老实回答, 那是因为之前喝了很多的药, 再多吃几口试试, 纪灵舟耐心十足, 成明染还真的听了他的话, 乖乖地吃了好多, 很快一碗粥就差不多见底了, 成明染已经睡了好久了, 所以饿了也正常, 要不要再吃一点? 纪灵舟又问了一句, 我想喝鱼汤, 成明染说了一句, 好纪灵舟没有任何反对的, 马上就把鱼汤给他端了过来, 这是太湖银鱼, 也是成明染最爱的, 纪灵舟为他喝了汤, 鱼肉也是耐心的, 给他把刺都剔了, 成明染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 一时间连自己原来要说的那些话都忘记了, 我吃好了, 成明染现在已经吃饱喝足了, 吃好了, 还需要一点什么呢? 要不要再让人拿些果子来? 纪灵舟问了他一句, 成明染直摇头, 吃不下了, 好, 纪灵舟没有强求, 就在成明染正准备问纪灵舟怎么没吃东西的时候, 纪灵舟直接拿着刚刚他吃的碗, 就吃起来了剩下的那些东西, 成明染, 这好像有些过了, 不过他现在吃完了倒是想起了正事, 那就是刚刚问了一半的问题, 陛下, 那些事情都处理好了吗? 成明染问他, 好了, 不用担心, 你就安安心心的养伤, 纪灵舟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但是他其实也猜得到, 成明染其实是想要问什么, 所以, 在说完这句话之后, 就又接了一句, 成家这次评判有功, 我已经让人恢复了成家的官职, 成明染的手微微握紧, 爹爹之前不是一直都在大理寺,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皇宫? 而且还有成家军营, 陛下,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嗯, 是我安排的, 不要多想, 纪灵舟安慰了一句, 那, 现在是彻底没事了吗? 成明染还是有些不敢相信的, 他不觉得这件事情会这么容易过去, 嗯, 过去了, 没事了, 以后都不用担心了, 纪灵舟回答他, 他答应过成明染的, 所以现在也只是兑现原来给他的承诺而已, 成明染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才算是彻底的安心下来, 没事了就好, 既然是纪灵舟亲口说出来的话, 他自然也就相信了, 陛下李胜从外面走进来了, 陛下, 娘娘, 太后娘娘和成将军来了, 李胜说了一句, 成明染在听到自己父亲来了这几个字时, 眼里也是抑制不住的期待, 可是一想到纪灵舟, 他又有些犹豫和担心, 他看向纪灵舟, 眼睛里带着恳求, 因为他担心纪灵舟会不让人进来, 纪灵舟哪能看不出他的担心啊, 一会儿别太激动, 注意一下你身上的伤, 要是不小心弄到了伤口, 下次在你伤好之前, 我可是不会再让你见了, 纪灵舟这也算是把丑话说到前头, 成明染赶紧点了点头, 我不会的, 收了, 让他们进来吧, 是, 李圣也知道现在的淑妃娘娘在陛下心里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啊, 太后进来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 平日里面稳重的人在这一刻也变得有些失态了, 冉染, 她赶紧走过来, 直接就握住了成明染的手, 纪灵舟在旁边看了一眼, 或许是想给他们留出空间, 所以直接就先走了, 太后反正就跟没看见她似的, 到是门口后进来的成立对着纪灵舟行了一礼, 老臣拜见陛下, 纪灵舟脚步一顿, 刚刚成立的那一番话又把她拉到了前世去, 老臣闻天地英雄气, 前秋尚在, 为贵于国事, 老臣之女, 生于公围, 长于宫廷, 习师书, 知礼仪, 乃臣之骄傲然,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但兮祸福, 不幸, 老臣之女于日前夭折, 老臣实敢痛心疾首, 老臣自幼习毒精始, 深知为国尽忠, 为民服务之道, 然, 国事虽重, 自愧在男性无旁骛地致力于国事, 献请陛下收回老臣之兵权, 之官位, 老臣的女儿在世时, 便不曾陪伴过多少时日, 而今老臣希望能长半期身策看护着她, 事已, 恳请陛下念在老臣多年忠诚勤勉的份上, 准许老臣辞去官职, 第166章, 与父亲见面, 他那一句草名叩谢圣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直在自己脑子里面盘旋, 他当时又到底是下了多大的决心, 成敏冉的离开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其实也是在哪个时候他才想明白, 或许成立在成敏冉入宫后还一直牢牢掌握着兵权, 追权逐利其实也只是因为他想要给自己的女儿撑腰, 后来成敏冉离开了这个世间后, 他舍弃了官位, 舍弃了身份权利, 因为那个时候的他早就一无所有了, 成敏冉就是他的所有啊, 想到这里他对成立的愧疚也再添了一份, 去吧, 他已经想了你好久了, 不过他现在身上还有伤在, 不要让他的情绪太过于激动了, 这几日将军若是想, 也可以先留在宫中, 每日过来看看他, 成立在听到这番话的时候, 还是有些受宠若惊的, 因为他并不觉得这些话是纪灵舟嘴里面能说出来的, 这好久不见, 陛下还真的像变了一个人, 而且变化还挺大的, 原本他还以为那些传言有些夸张了, 可今日一见还真不一定, 可是又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他转变这么大呢? 甚至会故意策划这么一场戏, 但是这些疑问他也并没有说出来, 或许后面就能明白了呢? 是, 多谢陛下体恤, 成立还是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礼, 纪灵舟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将这个空间留给了他们三个, 成立进到屋子里面的时候, 一眼就看见了坐在床榻上, 脸色微白的女儿, 不知是不是年纪大了, 所以更容易伤怀, 他居然瞬间就红了眼, 眼泪一直都在眼眶里徘徊打转, 爹爹, 成明然也看见了自己的父亲, 他马上就喊了出来, 成立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都要碎了, 他赶紧上前凑到自己女儿身边, 冉冉, 逗大的眼泪瞬间就从成明然的眼睛里面落了下来, 太后也非常识趣地为他们两个让开了位置, 爹爹, 女儿好想你, 成明然委屈发看向成立, 一个女儿看一个父亲的眼神, 带着如沐, 也带着思念, 成立现在也顾不得礼仪了, 在自己面前的只是女儿, 她伸出手, 和小时候一样的动作, 去摸了摸女儿的脑袋是爹爹来晚了, 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冉冉, 冉冉不要怪爹爹, 好不好? 成立在面对成明然发时候, 总是不自觉地就用着哄着小孩子的语气, 因为在大人的眼里, 自己的孩子永远都长不大, 也永远都需要被护着哄着, 成明然的眼泪绝滴, 成立温柔又宠溺地帮她擦去, 喃喃不哭她说了一句, 可是这哪能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 成立其实很想把自己的女儿拥入怀中, 可是又害怕碰到了她身上的伤口, 伤口还在痛吗? 你怎么这么傻? 胆子也太大了, 这么危险的事情也敢去做, 成立眼睛里面也是画不开的柔软之色, 成明然小嘴一扁, 也只有在自己父亲和太后娘娘面前, 她才会偶尔地露出这种小孩子神情吧, 嗯, 疼, 不过都已经没事了, 成明然脸上还挂着眼泪呢, 但已经笑了起来, 成立心疼地摸了摸她的脸, 这么久不见, 冉冉又瘦了好多, 是不是没有乖乖吃饭啊? 也没有乖乖地养身体, 那以后爹爹监督好不好? 成明然说了一句, 这里是皇宫, 我哪能天天看着你啊? 不过陛下刚刚已经说过了, 这几天允许我在皇宫里待几天, 所以可以每天都来看你。 成立把刚刚纪灵舟说的那些话, 告诉了成明然, 成明然听到这话的时候, 也高兴了起来, 真的吗? 他确实是没想到, 因为纪灵舟也没有跟他提挂。 成立点头, 真的, 陛下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 确实是不一样的, 听到自己父亲这么说, 成明然也有一件事情很想问。 爹爹, 这一次的事情, 成明然并没有把所有的话全部说出来, 但是成立马上就明白了过来。 这次的事情, 陛下早有安排, 也是陛下暗地里将我从大理寺带了出来。 静安王一党人的事情, 陛下也早有部署, 所有的一切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 就算那一日没有我, 陛下也自有安排的, 之所以让我带着成家军去, 只不过是为了有一个官复原位的名头罢了。 成立其实对这些事情也看得很明白。 成明然听到自己父亲这么说, 也证实了之前自己的那些猜测, 只是陛下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地做这些? 之前不是他处心积虑地想要逼父亲交出手里面的权利吗? 但现在又放权下去, 这又是为什么呢? 你啊, 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现在只需要好好养伤, 其他的事情都有我们呢。 太后一眼就看出了成明然的心思, 成明然被拆穿后也不尴尬, 太后叹了口气, 你这一次可算是把我们都吓坏了, 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可不能冲动啊, 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那都要以自己的安全为主。 你有没有想过, 要是你出点什么事, 我跟你父亲怎么办? 成明然听到太后的鼠了, 也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姑娘乖乖挨训。 我知道错了, 可是世纪从权吗? 有什么可及的? 你当皇帝身边的那些人都是吃素的吗? 他们又怎么可能真的伤得了皇帝? 你啊, 以自己的安全为主, 你这小身板怎么比得上陛下呢? 太后毫不掩饰地说了一句, 纪灵舟就算是被刺了一件, 那恢复也会很快的。 但是成明然不一样, 本来身子就弱, 要是再因为这么一件挨不过去了, 要怎么办? 毕竟他这次确实有些不顾一切了, 可是要是把心里的那些想法全部说出来了, 他也害怕太后娘娘会指着自己鼻子骂, 所以思虑再三, 他还是把那些话给咽进了肚子里, 谁也不会知道的。 第167章, 原。 成明然因为受伤的缘故, 这几天一直被纪灵舟强压着休息, 他现在都快要闲出病来了。 好在太后和成立经常过来陪着他, 要不然他就真的快要发霉了。 这一次他为纪灵舟挡箭的消息已经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 但凡有点眼色的就知道这是席卷重来了。 所以很多后妃其实也都想着要来巴结, 至于以前得罪过成明然的那些人, 现在也都想着怎么道歉呢。 但是, 不管这些人再怎么想, 他们现在也是见不到成明然的, 因为纪灵舟与成明然需要好好养伤的原因, 把后宫那些想要来讨好的所有人全部给挡回去了。 成明然对于这些事情也没有意见, 因为他也不愿意去接待和这些人虚与伪仪。 但今天有一件事情惊动了整个后宫, 是来自于纪灵舟的一道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 赵约, 淑妃成事, 贤淑端庄, 品行高洁, 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 救驾有功, 振兴甚位。 特赐淑妃封号原, 以章其得。 愿淑妃继续秉持此心, 辅佐镇宫, 供治天下。 钦辞, 欲比钦书, 龙颜大悦。 最重要的是, 纪灵舟给的这个封号, 原, 这个封号可不是随便能用的。 奉妻公, 清禾在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 也气呼呼地, 就朝着皇后面前过来了。 皇后看着她一脸气愤的样子, 还问了一句, 怎么了? 这么大的气性。 皇后娘娘, 奴婢是替你觉得不值啊? 那淑妃娘娘凭什么? 就因为为陛下挡了一件, 就能被如此厚代吗? 还赐下了原这个封号。 陛下难道不知道, 这个字意味着什么吗? 清禾说了一句, 池月听到这句话, 倒是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差点没了命, 你说应该被厚代吗? 池月回了一句, 就好像完全没把事情放在心上一样。 话虽这么说, 可是这也是她自己要选的呀, 要不你逼着她去挡, 而且圆这个封号, 未免也太不合规矩了吧。 清禾说道, 这些话都是谁让你说的? 你难道不知道, 在宫里说话要注意分寸? 若是被有心人听见了, 本宫也帮不了你。 池月漫不经心, 轻轻地搅动着碗里面的汤药。 清禾不高兴, 娘娘就是太仁慈, 太善良了, 不仅把那么珍贵的要献了出去, 还落得现在这么个局面, 那淑妃醒来这么久了, 也没说过来感谢一下娘娘。 清禾也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太值得。 小事罢了, 更何况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本宫亏了, 皇后不以为意, 本来就是啊, 娘娘的药就只有那么一颗了, 现在还给了淑妃娘娘, 这也太不值得了吧。 而且, 清禾心里暗自付匪, 不如让淑妃就这么死了算了, 省得有人来跟娘娘争宠独占了陛下。 池月秀没一宁, 够了, 你越说越离谱了, 跪下。 池月把手里面的药碗放下, 清禾愤愤不平地跪下, 但脸上还是明显地不服气。 娘娘, 她喊了一声, 长嘴。 池月确实是动怒了, 清禾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是也不敢违背自家娘娘的吩咐, 所以就自己动起了手来。 奴婢之错。 清禾打了自己两巴掌后, 低着头回了一句, 本宫看你最近是越来越放纵了, 什么话都能说出口。 上一次就警告过你了, 这一次还是不长记性, 你不知道祸从口出吗? 池月颇有些恨铁不成钢。 是, 奴婢知道了, 奴婢就是, 就是觉得娘娘委屈。 清禾说了一句, 本宫做什么样的选择, 那都是本宫的事, 本宫有分寸。 再者, 本宫是皇后。 难道你还想着, 本宫跟后宫里面的这些后妃一样, 每日就只想着陛下的宠爱吗? 池月皱眉, 是奴婢考虑不周, 可是娘娘总要为自己想想啊, 也不能什么都不争不强。 再这样下去, 后宫那些人还会把娘娘放在眼里吗? 只怕是要不了多久, 那后宫就彻底地成为了淑妃的天下了。 清禾不甘心, 一个得宠之人, 怎么可能彻底地收服后宫之人? 淑妃确实有宠, 但也正是因为她有宠, 所以才很难让人扶重。 池月说道, 毕竟后宫这些人嫉妒心最强, 你若是身居高位不得宠也就罢了, 有个皇后的名头, 只要自己不犯错, 那至少不会有人犯到你头上去。 但如果是一个备受宠爱的后妃, 那就不一样了, 宠爱谁不想要? 比起一个高位的无宠之人, 得宠这个才是别人眼里最有威胁的一个人。 所以, 她现在这个位置和身份刚刚好, 她不贪多, 只想要少生一些事端, 其他的就都由着他们去吧。 而且, 有些事情也不能只看眼前啊, 总要长久地去看待, 更何况, 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不过是, 为了以后扑路罢了, 她既然能做到这个位置上, 那也自然是有自己的成算和思量的清和, 也不再多说, 只是今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确实有点气愤, 陛下似乎从来没有将自家娘娘放在心上。 以前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 陛下好说歹说也是过来了。 可自从那淑妃从冷宫出来之后, 陛下每到初一和十五都不一定能在这里过夜, 外面那些人说话也难听, 她怕自家娘娘会伤心。 但是吧, 清和无奈, 娘娘现在这个样子看起来还真不像是伤心, 也不知道娘娘是怎么做到这个境界的, 好像所有事情在她眼里都不足为惧一般, 她也不会在意任何事。 对了, 皇后突然开了口, 她看向清和, 上一次陛下让人去抓的那刺客可有下落了。 回娘娘听说到现在都还没抓到, 也不知道那人躲到了哪里去, 看似好像对皇宫很熟悉一般, 入了后宫便不见了踪影。 陛下也让人一个宫一个宫地挨着搜了, 但都没找到, 就跟凭空消失了似的。 清和说到这件事的时候也觉得很离奇, 这好端端地一个人怎么可能突然就找不到了呢? 第168章, 想要走走。 皇后听到这话, 神色也严肃了起来。 最近让下面的人都警醒一些, 可不要出了什么差错, 也不要让人钻了空子。 没抓到人, 指不定还躲在哪处呢? 这万一要是让她寻得机会再去做些什么, 出了什么闪失可没人能担当得起。 皇后说道, 是, 奴婢知道了。 清和虽然会有一些小性子, 但是在这些事情上还是非常稳重的, 她也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最近大皇子和大公主走得很近啊。 皇后也多问了一句, 清和仔细地回想了一下, 最后点了点头, 公主这段日子确实和殿下走得有些近, 二皇子也随常跟在殿下身边, 看起来关系十分要好。 胸有帝宫是好事, 但是梁妃不是一向深居简出, 连带着大公主也不喜欢与人打交道吗? 最近这是怎么了? 一个个的都这么积极, 皇后一有所指, 那娘娘的意思是清和疑惑。 本宫之前倒是不知这后宫里面的人才这么多呢。 迟月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不过她似乎没有要做什么的打算, 清和也就不敢再多说什么, 娘娘现在好像越来越捉摸不透了。 连衣工, 程明染现在已经能下床了, 她被书画扶着在屋子里面走了一会儿, 陛下还真是看中娘娘, 居然刺了这么一个字。 书画也是为自家娘娘开心, 袁淑妃, 这可是不多的殊荣。 但是程明染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兴, 不过也不能说不高兴, 只是现在的她已经变得沉稳了吧, 今天是李胜亲自过来传的纸, 来传纸的时候, 她还在床上躺着呢, 本想着下来接纸, 结果还没等她下来, 李胜就让她在床上听便是。 这自古以来还没这个说法呢, 毕竟她又不是真的下不了床, 几邻州现在确实没有太多的君王架子, 尤其是在自己面前。 这个字多少有些不合规矩的。 程明染其实也是有一些隐隐约约的担心, 担心会有人拿这个字来做文章, 到时候只怕是面上不会好过, 更何况现在程家才刚刚回来呢, 要是因此被扣上了什么新的罪名, 也不好收场。 陛下外面传来了工人的声音, 又来了, 程明染在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 然后就看着纪灵州从门外进来了。 这才刚刚看见人影呢, 她就一眼发现了纪灵州那脸上裂开的笑意, 这种场面在以前怎么可能出现? 也就是现在了。 陛下她叫了一声, 怎么下来了? 还不赶紧回床上躺着, 这要是碰到伤口了怎么办? 纪灵州刚一上来就是一顿说叫。 程明染无奈, 臣妾现在已经没事了, 而且太医也说可以下来走动走动, 有利于恢复伤口的。 她还专门地解释了一句, 纪灵州一听太医说过可以了, 而且还有利于养伤口, 那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瞬间就改口。 好, 那就走走, 但是也不要太累了。 恩程明染应了一句, 纪灵州顺理成章地取代了书画的位置, 自己去搀扶着程明染, 先做画也不能站得太久了。 她说了一句, 程明染也没有拒绝, 由着纪灵州把自己扶到旁边。 喝水, 纪灵州非常的殷勤, 马上就开始倒水, 还试了试水温。 程明染端起了杯子, 今天臣妾都已经喝了好几杯水了。 她说了一句, 那就不喝了。 纪灵州现在总有一种傻样, 经常的傻乎乎的, 不过这也仅仅是在面对程明染的时候, 跟个大傻子似的。 她将茶杯拿开, 自己一饮而尽。 陛下程明染叫了她一声, 嗯。 纪灵州应了一声, 今天的事, 程明染欲言又止。 但是纪灵州现在已经养成了, 所以马上就反映过来了, 程明染想要说的是情是什么事。 还挺伤到的吗? 程明染点了点头。 陛下, 臣妾是觉得, 原这个字会不会有些不妥。 程明染试探性地说了一句, 纪灵州不以为意, 这有什么不妥的? 救驾有功, 这是你拿命换来的, 一个原字还不行吗? 是谁在你耳边说什么了? 纪灵州回答得非常干净利索。 一开始, 朝堂上也有人会反对, 但是他完全不在乎, 就问了一句, 朕这条命也算是书非救的。 仲卿是觉得, 朕这条命不值得这个字吗? 就这么一句话, 下面顿时鸦雀无声, 谁敢说这种话? 所以, 最后即便不愿意, 他们也都全部答应了下来, 反抗无效。 程明染, 行吧, 霸道反正还是你霸道。 没有谁说, 只是臣妾觉得有些不妥, 怕陛下会为难。 程明染, 这也是实话实说, 不过最主要的是, 害怕那些人会为难自己的父亲。 谁敢为难我? 只要你不为难就够了。 纪灵州说这话的时候, 还挺理所应当的。 程明染都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是从纪灵州嘴里面说出来的话吗? 他什么时候说话, 也越来越偏了。 油嘴滑舌, 下意识地就说出来了。 我想要出去走走。 程明染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了。 不可以, 纪灵州义正言辞地拒绝。 程明染听到这句夫人都愣住了。 为什么? 程明染问了一句, 外面的雪这几天都在化了, 天冷, 而且地上也很滑, 你出去做什么? 要是冷着了, 或者摔倒了怎么办? 纪灵州不赞同地看着他。 俗话说, 下雪不冷, 化雪冷, 现在是最冷的时候, 他又怎么可能让身子虚弱的程明染单独出去呢? 也没有那么脆弱的, 程明染这段时间确实是憋得有点久了。 那也不可以, 万一着了凉怎么办? 再坚持几天, 等过几天彻底没事了, 我就带你出去。 纪灵州还哄了一句, 程明染, 有点生气, 是怎么回事? 乖, 等你好了, 我带你出宫。 纪灵州说了一句, 出宫, 第169章, 花言巧语。 不可否认的是, 出宫做什么? 虽然心里面有些期待, 可是程明染也没有表现得太过于明显。 纪灵州当然知道他, 还是想的, 不过也没有拆穿他那一点心思, 自然是玩的, 你好久没出去了, 带你出去走走, 怎么样? 纪灵州说了一句, 程明染有些不太相信, 这好端端的, 他能专门就陪自己出去玩啊? 这段时间不是心情都不好吗? 这次就趁着机会出去走一走, 然然以前最喜欢在15的时候去逛元宵灯会, 这一次我再陪你去一回, 好不好? 纪灵州语气温柔, 好像生怕自己的声音大一点, 就能吓到眼前的人一样。 而程明染在听到元宵灯会这几个字的时候, 也愣了一下, 是了, 现在都已经年关了, 再过几天又是一年的元宵灯会了。 在入宫之前, 他几乎每一年的元宵都会都会去凑热闹, 而且总是想拉着纪灵州陪着自己一起去, 可是他总是很忙, 经常都没有时间, 而且也不喜欢这样的场合, 所以基本上从来没有陪自己去过。 唯一出去的那一回, 好像是自己七岁的那一年, 他还遇见刺客了, 最后他还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差点被淹死, 好在纪灵州救了自己, 但是他还是被吓得不轻, 回去后就高烧不退。 后来他还听下人说自己这次落水, 还牵连了纪灵州挨骂, 姑姑也发了好大的脾气, 不过他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 好像是说那一次的刺客本来是冲着纪灵州去的, 自己也算是受了无妄之灾。 不过具体是怎么回事, 并没有人告诉他。 所以, 这一次在听到元宵灯会这几个字的时候, 成敏染这心里也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看向纪灵州, 陛下不是不喜欢这种场合吗? 他突然问了一句, 那是以前的, 现在不一样, 现在你喜欢的东西我都喜欢。 纪灵州现在是张口就来, 说出来的话, 成敏染都有些招架不住。 成敏染, 所以你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啊? 纪灵州又问了一句, 成敏染这种不可能错过这个机会, 好不容易才能出去一次, 他怎么可能不去? 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宫吗? 纪灵州看着成敏染的表情就知道, 他是想要出去的, 所以主动递阶梯, 好了, 就当是我想去你陪我一次, 好不好? 成敏染疑惑地看了一眼纪灵州, 陛下今天有些不太正常, 怎么不正常啊? 纪灵州明知顾问, 陛下什么时候会抢求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啊? 成敏染问了一句, 他最近也是越来越直接了, 纪灵州挑眉, 那我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他问, 不知道成敏染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直接就转过了脑袋, 可是纪灵州就是很想听, 所以一直缠着他问, 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我只想听你说, 怎么还越来越无赖了? 成敏染突然觉得脑袋疼了, 这个样子的纪灵州, 他还真不习惯, 你要是不说话, 那我就当你默认了, 纪灵州现在说这些胡话, 也算是得心应手了, 成敏染听到这话, 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所以下意识地就问了一句, 默认什么? 当然是默认你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呀, 纪灵州继续说了一句, 成敏染, 家长们, 大无语了, 看吧, 还是不说话, 那就是喜欢了, 纪灵州现在死皮赖脸的样子, 还真是让人觉得稀奇呢, 成敏染也已经放弃了挣扎算了, 随便他吧, 谁让人家是皇帝呢, 自己做什么都不重要了, 他爱咋的咋地吧, 怎么了? 生气了, 怎么看你一副一言难尽的样子呢? 纪灵州看着刚刚成敏染的表情, 瞬间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丫头不会是在嫌弃自己吧? 可是哪里不好了? 纪灵州皱起了眉头, 应该也没有哪里出错才是啊, 对了, 有个东西要给你, 纪灵州突然想起了一件正事, 不过只要是和成敏染待在一起, 什么事情都应该是正事, 成敏染听到这话, 也想知道他又要搞什么鬼, 只见纪灵州对着旁边的李胜说了一句, 去把东西拿进来吧, 李胜应了一句, 是, 然后就暂时退开了, 怎么还弄得神神秘秘的, 李胜没多一会儿就进来了, 手里面还捧着一个托盘, 应该是拿的东西, 成敏染满脸狐疑之色, 这里面是什么? 他问了一句, 自己也好, 有个心理准备吧, 但是纪灵州才没有给他准备了, 直接就把上面的那块布给拿掉了, 成敏染在看清楚里面的东西之后, 面色僵硬了一下, 然后神色变得复杂起来, 纪灵州其实一直都在, 关注着他的神情变化, 在看见他现在, 这处表情之后, 脸上也有些底气不足, 甚至戴上了一些不易察觉的忐忑之色, 他原来也会担心和紧张吗? 这上面放着两个瓷娃娃, 就和之前成敏染那两个 被纪灵州打碎的娃娃是一样的, 后来他让人做得一模一样的, 只可惜成敏染并没有收下, 现在他又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了, 也不知道是在想些什么, 成敏染看着这两个瓷娃娃, 无数的情绪又重新涌了上来, 陛下又把这个拿过来做什么? 成敏染的脸色有些不太好, 他现在看见这些东西, 就能想起之前的事情, 所以真的没有办法平静, 拿过来送给你, 先收下, 好不好? 纪灵州的语气里面, 甚至带上了一抹恳求的意味, 他什么时候这么低声下气过了, 可是成敏染没有, 马上答应下来, 他低着头不肯说话, 纪灵州面对这样的他, 那也是束手无策, 毫无办法。 第170章, 凋零的花, 成敏染越沉默, 纪灵州就越紧张, 因为现在是他拿不准成敏染的心思, 其实这么久以来, 他也能看出一些东西, 虽然成敏染没有跟之前一样抗拒自己了, 可是他始终对自己若即若离的, 纪灵州害怕, 他害怕某一天成敏染就真的消失了, 也怕就真的放弃了自己,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纪灵州和成敏染的身份就好像置换了一样, 患得患失的人也发生了改变, 现在的纪灵州在成敏染面前, 每天都有好多的话说不完似的, 哪怕一刻也不停歇, 就算没事, 他也总能找到话题一直逼逼叨叨的, 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是在他的世界里面存在着的, 纪灵州伸手把那两个陶瓷娃娃拿了出来, 收下就当是一个好看的物件, 或者你要是不愿意看见, 那就收起来, 好不好? 成敏染依旧不说话, 纪灵州把这两个瓷娃娃放进他的手里, 要是不喜欢, 你自己砸掉, 陛下为什么就一定要让我收下? 我只是不想再想起以前的事情了, 而且, 这跟之前的是不一样的, 之前的已经彻底的过去了, 你现在放一个一模一样的, 我也只会觉得原来什么事情都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替代, 成敏染说了一句, 纪灵州所以我想说的话瞬间就堵在了嗓子眼, 这话他不知道怎么反驳, 而且他害怕如果自己说了成敏染不喜欢听的话, 他会有更加激烈的反应, 那我收着, 纪灵州眼神里面还是藏不住的落幕, 因为他还是没能让成敏染把以前的事情放下, 成敏染现在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兴致, 所以不管纪灵州说什么, 他好像也没什么兴趣, 纪灵州似乎也察觉出来了, 可是他还是有些不太能理解, 这个陶瓷娃娃有这么深的芥蒂, 不过这也怪自己, 如果当初自己能多信任他一点点, 能多一点容忍, 或许他们也不会闹到这个地步, 更不会让场面变得这么难看, 原本他在成敏染为自己挡箭的那一刻, 还觉得成敏染心里面还是在乎自己的, 他还是想要保护自己的, 可是现在他突然又有了一些怀疑, 他不再愿意去相信那个以为自己可以坚信的答案, 转而往了另一个答案去, 和上一世一样的那个答案, 纪灵州看着兴致不高的成敏染, 让李胜把瓷娃娃又重新放了回去, 要是现在还没有到时间, 那就再等吧, 上一世到这一世, 他都已经等了, 现在又有什么不能等的呢? 只是, 然然, 你在替我挡下的那一刻, 在想些什么? 纪灵州突然就问了一句, 是跟前世一样的原因吗? 成敏染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心口微动, 如果是以前, 或许只是单纯的害怕他会受伤吧, 所以可以不顾一切的为他放弃所有, 哪怕是自己的生命, 但现在的他, 更在乎的只有成家了, 对纪灵州连他自己都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情感, 或许确实有那么一点的在意, 毕竟他喜欢了十几年的人, 又怎么可能完全放得下呢? 但是要说有多深, 那应该是没有了, 因为曾经的他心里结的那一层冰太厚了, 所以自己的满腔热火在他面前也毫无用处, 怎么容都容不化, 怎么舞都舞不热, 与其一直想下去, 还不如放过自己, 也放过他, 这也就导致了现在的自己对纪灵州的感情越发地模糊了起来, 至于为什么挡的那一件, 他也曾无数遍地说过了, 不过是想用现有的得到更多的, 所以都是一些算计和利用罢了, 挡下的那一刻, 陛下希望我在想什么, 承明染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纪灵州的心一寸一寸地往下落, 我希望的可以是真的吗? 他只这样问了一句, 陛下希望是什么就怎么想, 为什么非要问呢? 如果我说当时的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 只觉得我应该这样做, 陛下会相信吗? 承明染问纪灵州, 纪灵州看着他, 梁九没有开口, 承明染也有些好笑, 不过笑的人是自己, 看吧, 他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只是他自己不愿意承认而已, 可是就在承明染以为这个问题到此为止的时候, 以为纪灵州会放弃寻找这个答案的时候, 他听见纪灵州回答了一句, 会, 我会相信,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可以相信, 他回答, 承明染愣住了, 连身子都稍稍地炙色了一下, 一时间竟不知道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反应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陛下就不害怕这个答案是假的吗? 承明染问他, 你只要说了我就相信, 不管是真的假的, 对我来说都是真的, 纪灵州的脸上又重新恢复到了一开始的样子, 满是笑意, 甚至会带着一点点吊儿铃铛的样子, 承明染心情复杂, 一时间没忍住, 所以又问了一句, 陛下就不怕这是自欺欺人吗? 承明染认真的看着纪灵州, 只要我觉得他是真的, 他就是真的, 无所谓真假, 只要是一个想得到的答案就够了, 纪灵州回答了一句, 但是语气里面难言落寞, 承明染突然觉得一阵恍惚, 以前经常出现在自己身上的词语, 卑微, 银河, 什么时候, 这两个词也能用在他身上了, 他不是向来高高在上的吗? 这几个他的身份, 可是一点也不大, 可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他没有办法否认, 纪灵州现在和以前是真的完全的成为了两个人, 甚至会让自己招架不住, 乃至于又生出了其他的幻想, 但只要一想到这个幻想破碎后, 自己可能遇到的下场, 他又把心里面的那份朦胧之感收了回去, 少女纯真的样子, 已经消失在了冷宫, 已经凋零的花, 你还真重新绽放吗? 第171章, 改变不了, 可能是因为出宫的诱惑, 成明染这几天还真真正正的安静了下来, 每天除了养病就没有其他的事了, 胸口的伤口现在也已经结痂了, 只要不剧烈运动, 那就没什么事也不会崩开, 而且或许是因为最近心情都比较好的原因, 毕竟太后和成丽全部都在宫里陪着他, 所以比起之前满怀心事的样子, 他现在情况好了很多, 眼看着元宵节马上就要到了, 成明染也告诉过太后和成丽要出宫的事情, 最近你跟陛下的相处好像还不错, 太后握着成明染的手说了一句, 成明染在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也没有回避, 嗯, 最近陛下天天都过来, 而且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也没再发过什么脾气, 那你觉得陛下他现在带你怎么样? 太后又开始旁敲侧击了, 成明染听到这话, 也想到了纪灵舟这段日子的表现, 陛下他和之前反正不一样, 他现在很好,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被之前那些影响了, 所以就是很喜欢胡思乱想, 也不敢再去信任了, 他这也是实话实说, 太后拍了拍成明染的手, 不管你怎么想, 那也不能特别地去委屈自己, 这一次的事情, 冉染可有想过其他的, 太后其实问得很含蓄, 但是成明染也马上就听出来了, 嗯, 成明染没有否认, 傻不傻呀, 太后面露心疼, 成明染低着头, 看着太后与自己交的手, 之前的事情我已经想明白了, 就好像姑姑之前跟我说的那句话, 总要为自己和自己所在意的事情考虑的, 你有自己的想法就好, 太后说了一句, 那, 真的不会做错什么吗, 成明染其实也有一些茫然,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做的是对的, 还是错的, 他我觉得自己现在正在, 往着以前自己最不能理解的那一类人发展, 可是他根本就控制不住, 因为他现在也有了私欲, 没有什么事情是有绝对的对和错, 都只是选择而已, 而这个选择所带来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即便是做了同样的事情, 那最后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 冉染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太后安慰了一句, 成明染点了点头, 担心又怎么样, 还不是做都做了吗, 他现在也不能改变什么了, 所以随缘吧, 再怎么执着也没什么用, 难不成自己还能干什么吗, 太后离开后, 成明染也是满腹心事地坐在窗前, 他最近一直都很悠闲, 不过如果放在以前, 他还能自己看他画本子, 可是现在嘛, 最常做的事情也就只有发呆了, 成明染正在神游呢, 纪灵舟就已经从外面走了进来了, 看着他没发现自己, 纪灵舟也来了一点兴致, 他悄悄靠近成明染, 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然然在想些什么呢, 纪灵舟凑到他耳边, 突然出声, 热气扶过成明染的耳边, 酥酥痒痒痒的, 而且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还要突如其来的靠近, 把他吓了一跳, 他现在还是挺容易受到惊吓的, 原本他还好好的坐在榻上, 现在纪灵舟一来, 他浑身一个哆嗦, 差点没坐稳, 纪灵舟眼疾手快地把人扶住, 胆子这么小啊, 在发什么呆呢, 他问了一句, 成明染, 什么叫自己胆子小, 他直接就把纪灵舟推开了, 纪灵舟力气还是挺大的, 不过他也害怕伤害大了成明染, 所以才没有太用力, 在想什么呢,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纪灵舟现在好像越来越幼稚了, 成明染吸了一口气, 再发呆呢, 陛下难道没看出来吗, 他反问了一句, 纪灵舟怎么又要来对自己了, 成明染看向纪灵舟, 陛下走路都没有声音吗, 怎么突然过来了, 而且我身上还有伤呢, 陛下难道不害怕又碰着了吗, 成明染心里一股子的火, 纪灵舟怎么又发脾气了, 他这几天的脾气越来越怪了, 莫名其妙就把自己一顿骂, 不过自己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现在被骂了, 他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只能默默忍受着, 果然啊, 卑微了, 好, 都是我的错, 那我跟你道歉好不好, 不要生气了, 可以吗, 纪灵舟道歉的速度很快啊, 这几天他已经学会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只要他生气了, 那自己就得道歉, 要不然只会越来越恐怖, 我怎么敢说陛下做错了, 成明染现在也有一点阴阳怪气起来了, 纪灵舟, 现在说话真的是像点了炮仗一样, 不是你说的, 是我自己说的, 我自己说我自己做错了, 这样可以吗, 是我在自我反省, 跟冉染没有什么关系, 纪灵舟伸手就在他的肩膀上面按了按, 好狗腿, 所以陛下今天来是干什么的, 成明染跳过了这个话题, 他不想继续讨论下去了, 反正再怎么说, 纪灵舟也只会一直跟自己绕过去绕过来的, 纪灵舟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 应该是要进入正题了吧, 但是, 我还没有用武扇, 所以我来这里用武扇啊, 纪灵舟说的非常理智气壮, 就专门过来吃个饭嘛, 可是我已经用过了, 成明染也是毫不避讳, 那也不妨碍我在这里吃啊, 怎么, 染染难不成还要剥夺我这个权利吗, 纪灵舟故意说到有嘴滑舌, 好好的一个冷心绝情的皇帝, 不知道怎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要在这里吃就在这里吃呗, 反正整个皇宫都是他的, 自己还能阻止吗, 所以纪灵舟最后也是如愿以偿了, 他倒也不是非要在这里才能用膳, 只是他现在单纯的想要看着成明染, 因为他想, 成明染可以一直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不管去哪里都得是在自己身边, 第172章, 灯会, 只有成明染看到这一幕有些无语, 因为纪灵舟现在实在是太过于黏人了, 时时刻刻都把自己看着, 这种感觉让他觉得不是, 比如这边的纪灵舟才刚刚吃完东西, 就又重新粘在了成明染身边, 都在做些什么呢, 你整天都待在屋子里面, 就不觉得闷吗, 纪灵舟问了一句, 之前我说我想要出去走走, 不是陛下你自己说的不行吗, 是你自己说害怕我的伤口裂开了, 所以不让我出门, 现在怎么成了, 我的错了, 成明染情绪都变得激动了, 纪灵舟, 不说话吗, 完全不敢说, 这好好的不过是一句话而已, 怎么又触碰到了这丫头的眉头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之前是因为害怕外面天气冷, 而且低上滑, 那个时候你又刚刚能走动, 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 但现在你要是想出去, 还是可以出去稍微的走走, 纪灵舟我下面解释了一句, 所以不管我做什么, 都一定要有陛下的允许才可以, 是吗, 之前你不允许我出去, 所以我就不能出去, 现在你想我出去, 所以你就想方设法的让我出去, 成明染面色不快, 他现在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纪灵舟怎么有一种自己说什么都错的感觉, 我那是担心你, 纪灵舟突然觉得自己说什么话, 也很苍白无力啊, 什么都可以用担心的名头, 但是陛下口中的担心, 明明就是单纯的想要控制我而已, 如果我真的不听陛下的话, 那就是我不是好歹吗, 成明染越是越说越离谱了呀, 纪灵舟每一次都是一个沉默,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去辩解, 算了, 纪灵舟叹了一口气, 现在他是自己惹不起的人, 那自己就好好缩着脑袋吧, 好, 我的错, 那以后我不限制冉染了, 好吗, 纪灵舟又退让了, 成明染白了他一眼, 纪灵舟嘴角微弯, 看到越来越多的生动的小表情了, 这种感觉真不错, 我让人准备了长服, 到时候你试一试, 要是不合适, 就让下面的人改, 纪灵舟转移了话题, 要不然他真的得死在这里, 为什么突然准备长服, 成明染确实是没有反应过来, 过两天就是元宵灯会了, 到时候穿长服出去不会引人注目, 纪灵舟说了一句, 行吧, 成明染这一次没有再故意挑刺了, 纪灵舟这心里面也松了一口气, 好在是过关了, 他就怕成明染又故意找问题, 到时候自己就真的要白口莫辩了, 元宵灯会, 成明染心里面也突然开始期待起来了, 因为自己确实很久没有出宫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 他当然也希望可以顺顺利利的, 不知道现在京城里面的元宵都会, 还会不会跟往常一样热闹, 他错过了很多, 但是遗憾不会留在灯会, 因为今年的灯会比以往似乎还要盛大很多, 夜幕低垂, 滑灯初上, 整个城市仿佛被点亮了, 街道两旁, 五彩斑斓的花灯挂满了枝头, 犹如盛开的花朵在夜空中绽放, 每一盏花灯都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流光溢彩, 将夜晚装点得如同白昼一般明亮, 人流如枝, 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或手持灯笼或佩戴花环,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他们或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 欣赏着花灯的美丽, 或穿梭在人群中, 寻找着心仪的玩具和小吃, 商贩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形成了一曲独特的交响乐, 他们手持着各种商品, 热情地招揽着顾客, 摊位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 从美食到玩具, 应有尽有, 香气肆意的小吃摊前, 人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等待着品尝那美味的食物, 在灯会的中心, 一座巨大的月亮灯处立着, 仿佛成为了整个灯会的焦点, 它散发着柔和而明亮的光芒, 照亮了周围的一切, 人们纷纷聚集在月亮灯下, 许下美好的愿望, 期盼着未来的幸福与美满, 除了观赏花灯, 人们还纷纷参与各种有趣的活动, 拆灯迷, 赏花灯, 放烟火, 每一项活动都充满了欢乐与惊喜, 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 手持着五彩斑斓的灯笼, 追逐嬉戏, 笑声不断, 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氛围中, 空气中弥漫着花香, 食物香气和烟火的消烟味, 这些味道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节日气息, 人们在这热闹的氛围中, 感受着元宵节的喜庆与温馨, 享受着这难得的欢乐时光, 承明然已经换好了纪灵舟, 给他准备好了衣服, 现在马车也已经等候两人多时了, 上前吧, 纪灵舟扶着承明然, 承明然点了点头, 然后进一步地上了马车, 这马上还挺宽敞的, 而且里面都铺满了厚重的毛毯, 还有位承明然专门准备的汤婆子和大厂, 绝对不会把人冷到的, 所以说今年冬日也算是过去的差不多, 但这大晚上的还是有些凉意, 纪灵舟上来后就把汤婆子塞在了他的怀里面, 可以抱着小心着凉, 我也没有那么脆弱, 不至于这么冷都受不住的, 承明然有些无语地反驳了一句, 那也不行, 以防万一, 纪灵舟就跟听不进去一样, 反正现在在他的眼里, 承明然才是那个一岁的瓷娃娃, 所以一定好好的精心地呵护着才行, 承明然听到这话也放弃反驳, 反正自己不管说什么, 他也不听, 真是专制, 一会儿到了外面不要乱跑, 小心发生意外, 我会跟着你, 纪灵舟提前把事情说清, 承明然也知道这是鱼龙混杂的地方, 在大事上面他还是不会任性的, 分寸也是有的, 嗯, 承明然硬下, 纪灵舟这才安心, 他也是害怕今天出来的消息会被走漏了出去, 毕竟纪陈安一等, 现在也还不算完全被剿灭, 第173章, 脾气大的承明然, 好不容易到了宫外, 承明然也压抑不住心里的期待了, 不过现在的他要稳重很多, 所以没有之前那般貌似了, 只是, 他现在这端庄的样子放在纪灵舟眼里, 只觉得碍眼, 以前他总是闹哄哄的, 但是现在他不管做什么都瞻前顾后的, 完全就没了之前天真的样子, 都已经出宫了, 就不用在讲究宫里面的那一套了, 自然一点, 做得这么, 直就不累嘛, 身上还有伤呢, 可以歇一歇, 靠一靠, 纪灵舟主动说起, 承明然闻言看向了纪灵舟, 但是依旧坐正了身体, 不累, 他回了一句, 好冷漠, 好无情, 好干净利落的回应, 那也放松一会儿, 纪灵舟无奈, 索性直接动手拉着他, 承明然重心不稳, 最后偏进了他的怀里, 纪灵舟这次是满意了, 没有人看见的地方, 还不禁勾起了唇角, 这才应该是, 他们两人应该有的姿势才对, 承明然马上就想要起来, 但是他哪里抵得过纪灵舟, 纪灵舟不松手, 他自然也坐不起来, 别乱动, 乖乖的, 纪灵舟说了一句, 陛下先放开我, 承明然明显有些不太习惯, 纪灵舟听到这话, 就跟没听见似的, 反而还说了一句, 这个称呼一会儿可不能叫了, 你要是在大街上还叫我陛下, 那还得了啊, 被别人听见了怎么办, 到时候又有麻烦了, 纪灵舟这是准备耍心研子呢, 那叫什么, 公子, 承明然还真的考虑起了这个问题, 毕竟一会儿总得有个称呼吧, 当然是我们是什么关系, 你就怎么叫我了, 纪灵舟还说的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承明然皱眉, 什么身份, 若论夫妻以我的身份也称不上, 不过只是一个妾罢了, 陛下的妻子只能是皇后娘娘, 纪灵舟自己又来找骂了, 那这次回去我就封你为后, 纪灵舟这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纪灵舟这又是什么话, 她是疯了吗, 陛下, 纪灵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听到了什么, 随便说说嘛, 谁让你非要跟我杠, 在我心里, 皇后只是皇后, 妻子只是妻子, 纪灵舟以前是当然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 而且她嘴里居然有妻子这个词嘛, 反正我不管, 一会儿你下去怎么可能给叫陛下吧, 纪灵舟这是准备耍泼皮无赖了, 纪灵舟算了算了, 自己懒得跟她争了, 那一会儿我要怎么叫, 陛灵舟直接把这个话题给抛了回去, 以前怎么叫的, 现在就怎么叫, 纪灵舟一股子高傲的样子, 以前怎么叫, 现在就怎么叫, 以前是怎么叫的, 灵舟哥哥, 陛灵舟想到这个称呼的时候还私沉了一会儿, 现在他确实是叫不出口这个称呼了, 那就叫夫君呗, 纪灵舟还说, 我切实地说了一句, 想得还真美啊, 陛灵舟暗自赋匪, 也不怕闪着舌头了, 不叫, 陛灵舟直接就拒绝了, 纪灵舟挑了挑眉, 这么硬气啊, 真的不叫吗, 他问了一句, 陛下要干嘛, 陛灵舟眼神里还带着一点挑衅的味道, 他就是不叫, 所以纪灵舟又能把自己怎么样, 纪灵舟择了一声, 摸大眼神一看就不怀好意, 好啊, 不叫就不叫吧, 总不能强迫你, 那, 希望你一会儿一直都可以是这个态度, 陛灵舟眉头紧簇, 为什么总感觉背后阴森森的, 他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不过好在两人很快就已经到了外面灯会长街, 本来就是奔着逛街来的, 两人也不可能一直坐在马车上, 所以纪灵舟先下了车, 然后再把他扶着一起下来, 纪灵舟牵着他的手, 把面纱戴上, 我一会儿会方便一些, 他准备打倒是挺齐全的, 陛灵然也没有任何的意见, 任由纪灵舟给自己戴好了面纱, 可就这还没有结束呢, 只见纪灵舟又从身后拿出了大厂, 然后就给陛灵然披上, 这可是上好的雪狐皮毛, 穿上去自然是保暖的, 陛灵然看见的时候只觉得夸张了, 他有些抵触, 我不冷, 可以不用穿的, 而且穿多了也是累赘, 纪灵舟就跟没听见似的, 你又忘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了, 必须穿上, 不穿上那就回马车坐着, 陛灵然不渝, 你每次都拿我的身体状况说是, 可是根本就没事啊, 我自己心里面有数, 我又不冷, 陛灵然现在倒是越放越开了, 纪灵舟不赞同, 听话, 穿好, 他依旧没有选择退让, 陛灵然现在和跟当年不一样了, 骂都骂过这么多次了, 那再忤逆一次又有什么问题呢? 所以, 陛灵然直接就甩开了纪灵舟的手, 然后自顾自地把这件大肠给撇到一边, 我说了不需要就是不需要, 陛下每次都说听话, 听话, 听话, 那我还是不听, 是不是就是忤逆圣意? 陛下难不成还要治罪我吗? 再有, 陛下要是觉得我是多, 要是觉得我不听话, 那就把我送回去, 我不出来了就是, 然后陛下再自己去找一个听话董事的来陪着不就行了, 后宫里面那么多的后妃美人, 想要得到陛下垂帘的人多了去了, 陛下随便找一个不就行了, 陈灵然这是开始闹脾气了吧, 纪灵舟也没想到, 陈灵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他有些无奈, 我只说了一句, 你倒是有一大堆在等着我呢, 陛下是觉得烦吗? 陈灵然这还不依不饶了起来, 纪灵舟叹了口气, 我没有那个意思, 算了, 你要是不想穿, 那就不穿, 但是一会儿要是冷了就告诉我, 好吗? 他再一次退让妥协了, 陈灵然这才没再继续说下去, 他可能也是因为有一点生气了, 所以才自顾自的就开始往前走, 完全就没有管纪灵舟在身后做了些什么, 纪灵舟脾气越来越大了, 所以自己到底要怎么做, 在线等挺急的, 第174章, 纪灵舟无理取闹, 陈灵然一开始的性质确实很好, 但是因为刚刚那么一闹, 现在也就没了一开始的感觉, 如今陈灵然心里面正憋着一股子气呢, 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自己脾气这么大了, 又或者说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来的胆子, 陈灵然啥也不顾的就往前冲, 连路边的这些商贩也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力, 纪灵舟一开始还以为没什么大事, 但是这才发现这事情好像还挺大的, 他不敢再犹豫, 赶紧就要去哄, 而李胜嘛, 算了, 主子的事情他们这些做下人的啊, 就是要少管, 所以有多远就滚多远吧, 要不然很容易被误伤了, 然然, 纪灵舟赶紧走到他身边唤了一声, 陈灵然别过头, 完全就没有把他给放在心上, 生气了, 纪灵舟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他这也是属实的明知故问了, 怎么生气了, 我刚刚又是哪里说错了, 纪灵舟问了一句, 语气温柔得不得了, 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我没有生气, 我怎么敢生气, 陈灵然说话归说话, 但眼神是一个也没给纪灵舟的呀, 纪灵舟, 这说没有生气, 有谁会相信吗, 我错了, 不要跟我生气, 好吗, 既然是出来完了, 那应该高高兴兴的才对呀, 怎么还是小兴子了, 纪灵舟握住陈灵然的手, 陈灵然想把我人甩开, 但是好几次都没有甩开, 最后就放弃了, 这也是纪灵舟最近才开始悟出来的真谛, 那就是一定要死皮赖脸, 要不然就不可能把人哄好的, 有想要的东西吗, 我带你去买呀, 纪灵舟开始转移话题了, 陈灵然没有说话, 然然, 你难道想我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亲你吗, 嗯, 纪灵舟直接把这个不要脸的中指一直灌输到底, 陈灵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都有些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睛, 你, 他脸色微红, 也是, 毕竟他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在众目鬼鬼之下被调戏过呀, 那要怎么样, 你再不跟我说话, 我真的要亲你了, 纪灵舟索性是破罐子破摔了, 无耻, 陈灵然恼羞成怒, 什么, 然然刚刚是在骂我吗, 谁无耻, 纪灵舟故意把耳朵凑到他耳边, 陈灵然整张脸都气红了, 当即就准备先甩开这个不要脸的人, 但是他才刚刚转身, 纪灵舟就一把将人拉进了怀里, 然后在陈灵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觉得唇瓣上传来了温热的触感, 不过两人之间隔着一层面纱, 他瞳孔微缩, 纪灵舟来真的, 他在感受到之后就马上要把人推开, 但是纪灵舟完全不为所动, 周围有不少人都把目光投射了过来, 直接成为了聚焦点, 陈灵然的脸色越来越红, 别说在这么多人面前, 就是私下他们也没有过太多的, 嗯, 陈灵然有些喘不过气来, 纪灵舟温柔地将人松开, 陈灵然水光盈盈的毛子, 一下子就让他心软了, 怎么这么看着我, 还想再来一次吗, 我倒是没有问题, 不过, 然然, 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怎么还不会呼吸呢, 还是说, 只是一时间忘记了, 纪灵舟怎么一副见嗖嗖的模样, 陈灵然被气得不轻, 那要是可以, 他恨不得直接一巴掌打过去, 只可惜啊, 他也还没有胆达到那个地步, 这里人很多, 陈灵然气呼呼的, 但偏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嗯, 可是我也提前征求过你的意见了呀, 明明是你自己愿意的, 纪灵舟还非常的有底气, 陈灵然一脸的迷糊, 我什么时候同意过了, 我说了呀, 你要是再不跟我说话, 那我就亲你了, 刚到我想跟你说话, 是你自己不愿意听的, 那这是不是证明你, 就是想让我庆你, 纪灵舟开始了他的诡辩论, 陈灵然一时间竟然无法反驳了, 纪灵舟伸手落在了陈灵然的脸上, 还轻轻地剥了剥陈灵然的面纱, 刚刚还戴着面纱呢, 下一次我就直接把你面纱也去掉, 这样体验感应该会好一点, 如果然然也想继续体验的话, 那也可以不再听我说话, 你故意的, 陈灵然眉心紧皱, 就是故意的呀, 那能怎么办呢? 我说了, 两个称呼你二选其一, 如果你不选, 那一会儿我就要帮你选了, 至于怎么帮你选, 就用刚刚的那个方式怎么样? 或者我一会儿再高升些, 大声施爱, 冉冉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吗? 纪灵舟这是把无耻的境界练到了极致啊, 陈灵然今天已经被无数次暴击了, 虽说他们也算是民风开放, 但也没有必要这么显眼吧, 你知道的, 我肯定能做出来, 刚刚不就做了吗? 你要是不相信, 也可以试一试, 纪灵舟还专门说了一句, 好家伙, 简直是被拿捏了, 陈灵然现在是一副明明很生气, 但是又不敢生气的样子, 然然选一个称呼吧, 我想要听听, 纪灵舟在陈灵然的手心扣了扣, 有些痒, 可是陈灵然又是真的叫不出口, 我不想叫, 陈灵然说得很清楚, 可纪灵舟就是要不依不饶, 所以也没什么办法呀, 有这么为难吗? 纪灵舟问了一句, 陈灵然不说话了, 确实很为难, 现在再叫这样的称呼会让他觉得不是, 罢了, 纪灵舟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看着他这么为难的样子, 他也再一次放弃了自己的要求, 算了, 不愿意就不叫了吧, 纪灵舟故作轻松地说了一句, 可是他的眼睛里明显闪过一丝失落, 原本他只是想以这种玩笑的方式, 让陈灵然可以跟自己的关系再近一点, 也想慢慢消除他们之间落下的隔阂, 可是现在他才发现, 这些不是自己想做的就能做到的, 而且他也不忍心, 陈灵然真的为难, 第175章 猜灵谜 纪灵舟和陈灵染后面这一路, 基本上都是相顾无言, 原本好好的一个元宵灯会, 现在气氛莫名其妙的有些尴尬了, 逛了这么久, 就没有什么想要的吗? 纪灵舟先打破了沉默, 以前对这些还有兴趣,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 陈灵染回答得也很快, 纪灵舟悄悄地看了他好几眼, 最后实在是没辙了, 刚好有看见前面的有猜字迷的, 所以主动地拉起了陈灵染的手, 就往那边去了, 我们去猜灵谜怎么样? 然然那么聪明, 不如我们一起来试试, 纪灵舟说了一句, 猜灵谜? 陈灵染眉头一簇, 不过这难得出来赶一回热闹, 他也就没有拒绝, 再者, 他心里面其实也是挺愿意的, 所以他便由着纪灵舟拉着自己 到了猜灵谜的地方, 刚好遇见店家在吆喝, 这周围还挺热闹的, 不过大家应该都是为了 最后一个大奖来的吧? 店家说了, 一共只要能猜对五个灯迷, 那他就把店里最好的那一盏花灯 送给那人, 陈灵染也不自觉地 看向店家我的那一盏花灯, 他一眼看过去的时候也有些意外, 因为这盏灯确实挺好看的, 那盏花灯宛如一朵盛开的牡丹, 娇艳欲滴, 它的整体造型典雅而华丽, 花瓣层叠叠, 每一片都如同用薄如蝉翼的丝绸 精心剪裁而成, 这些花瓣色彩斑斓, 红得如火, 粉的四霞, 白的圣雪, 黄的若金, 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花灯的中心是一盏明亮的蜡烛, 火光摇曳, 映照得整个花灯熠熠生辉, 花瓣的边缘镶嵌着精致的金边,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仿佛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星, 花灯的底部是一根纤细的竹竿, 支撑着整个花灯的重量, 竹竿上缠绕着翠绿的藤腕, 与花瓣的色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显得花灯的娇艳动人, 纪灵舟也看到了他的表情, 心里马上就明白过来了, 他这应该是喜欢, 这可是一个表现的机会, 纪灵舟虽然不可能轻易放过了, 喜欢吗? 喜欢今天我们就把他拿下, 纪灵舟底气十足, 牡丹, 这不是我可以用的, 承明染说了一句, 只是一个花形而已, 你喜欢就拿下, 而且今天没有那么多规矩, 这是一个普通的元宵灯会, 再说了, 今天这一路过来, 拿着牡丹灯的人还少了吗? 纪灵舟不以为意, 既如此, 那承明染自然没什么好说的, 纪灵舟文言也直接就看向这边花灯上面的字迷, 第一个的迷面是, 有目共睹打一字, 冉染知道是个什么字吗? 纪灵舟还故意问了一句, 承明染很少猜这些东西, 所以一时间也不知道谜底, 纪灵舟唇角微弯, 然后说出了答案, 有目共睹打一字试者, 这, 承明染反应了过来, 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呢, 纪灵舟就已经看上了下一个迷面, 四方来合作, 贡献大一点, 也是打一个字, 气这一次, 承明染也算是脱口而出吧, 纪灵舟文言看了过来, 不错呀, 他也有些意外, 然然果然是聪明的, 承明染或许也是感受到了猜字迷的乐趣, 所以主动的就是看了下一个, 一个娃娃小不点, 一件红袄身上穿, 香火把他的辫子点大叫一声飞上天, 这一次是打一物品, 承明染刚刚好不容易来了, 现在看到这个问题又开始迷糊了, 纪灵舟看着他这苦恼的样子也不禁好笑, 这个东西, 一会儿我可以带着然然一起去买, 纪灵舟还提醒了一句, 一会儿还可以去买, 每次过节或者是发生什么大事的时候, 都会有他的身影, 杂杂呼呼的, 吵得不行, 纪灵舟再一次提醒, 承明染好像有了一点思路, 不过还是有些不太确定, 他带着试探地问了一句, 你底是爆竹吗? 他看向纪灵舟在不知不觉见, 他好像已经开始信任了身边这个人, 冉染真棒, 这也能猜到, 纪灵舟也不吝啬夸奖, 承明染倒是有一点不好意思了, 因为这也全靠了纪灵舟, 可能是因为有点害羞, 所以他不敢正视纪灵舟, 只能继续往下猜, 这一次的迷面是1.1横长, 一撇到左方, 一人中间站, 喜事大声讲又是打一字, 承明染对于这些猜测的, 好像已经熟悉了, 所以当即就说出了谜底, 这个字是庆, 纪灵舟笑了起来, 冉染太聪明了吧, 还差最后一个, 再猜一个就能拿到大奖了, 纪灵舟这是开启了鼓励式的教育, 承明染也慢慢地放松了下来, 完全忘了刚刚他们两个人之间, 还是什么样的气氛, 只不过就最后一个迷面, 承明染看到之后就沉思了起来, 纪灵舟也发现了他的难处, 看来是有没有思路呀, 他看向他, 冉染念给我听听, 承明染文言倒是没有可以隐瞒, 直接就把问题给念了出来, 迷面是白蛇过江头顶一轮红日, 青龙挂壁身披万点惊心, 这次打一物品, 纪灵舟听完之后, 心里面就有了答案, 不过可能也是为了, 想要故意逗逗承明染, 所以故作为难, 承明染也是马上就上套了, 看见他这个表情, 也不确定地问了一句, 怎么了, 你也不知道吗, 这个, 纪灵舟还一直观察着承明染的表情, 见他好像也跟着有些紧张, 心情莫名就好了起来, 怎么了, 然然很希望我答对啊, 纪灵舟故意靠近承明染, 承明染下意识地想要往后退, 但是被纪灵舟的手背臂给还住了, 然然, 又想躲呀, 怎么这么喜欢躲着我呢, 我没有, 只是靠得太近了, 这有些不太合适, 承明染甚至不敢直视纪灵舟, 可惜纪灵舟见他这样, 还越来越喜欢挑逗了, 是吗,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合适了, 我们两个的关系, 不管做在亲密的事情, 都是很正常的, 不是吗, 承明染, 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反驳, 第176章, 烟花盛放, 承明染偏着头不去看他, 可纪灵舟这是计吃不计打, 刚刚才把人惹生气了, 现在又开始乱来了, 然然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这么想我答对吗, 他又重复了一遍自己刚刚问的问题, 承明染眼神闪躲, 只是前面已经猜过四个了, 不想在这里出了什么岔子, 但是你要是猜不出来, 那就算了, 那然然觉得, 我是能猜出来的, 还是猜不出来的, 纪灵舟还是不肯放弃啊, 承明染逃避了他的回答, 我不知道, 但是我如果非要你回答呢, 那你是觉得, 我能猜还是不能猜, 纪灵舟今天就非要听到这个答案了, 承明染这一次, 没再故意跟他顶撞, 所以回答了一句, 可以, 纪灵舟终于满意了, 还是然然信任我, 承明染, 好幼稚, 怎么办, 那谜底是什么, 承明染已经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白蛇过江头顶一轮红日, 青龙挂臂, 身披万点惊心, 打一物品, 那这个谜底自然就是油灯了, 纪灵舟说得非常的笃定, 油灯, 承明染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旁边的店家就已经开始佩服起来了, 这位公子好学识啊, 都对了, 店家说了一句, 承明染都有些不可置信, 纪灵舟评论里面也不像是会做这些事情的人啊, 怎么这么擅长猜灯迷呢, 怎么这么看着我, 喜欢上了呀, 纪灵舟脸不红心不跳的就回了一句, 承明染白眼满天飞, 她简直是无言以对来, 公子, 夫人, 这是奖品, 恭喜二位了, 店家也是欢欢喜喜的就送上了礼品, 纪灵舟听到刚刚店家的称呼时, 心里面异常满意, 接着就直接伸手将一块银子给递了过去, 我们也不白拿你的东西, 这个给你了, 她说了一句, 店家看见这一定银子的时候, 脸上的笑意就更加真切了, 哎呦, 多谢公子啊, 公子还真是大善人, 和夫人一看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纪灵舟听到这话, 心里更高兴了, 她接过店家手里面的花灯, 花灯赢到了, 怎么样, 喜欢吗, 她把灯给了成明染, 成明染刚刚还在感慨, 纪灵舟幼稚呢, 现在的注意力就已经转到了花灯身上, 嗯, 这个字就代表着回应了, 她是挺喜欢这盏灯的, 因为真的做得非常精巧, 纪灵舟见她满意了, 那自己也就满意了, 所以非常主动地牵起来成明染的手, 那我们就去下一个地方吧, 要去买爆竹吗, 成明染也是下意识地就回了一句, 买爆竹, 纪灵舟还没有明白意思, 就又听见成明染说了一句, 刚刚你不是说一会儿, 我们要去买吗, 纪灵舟听到这句话才想起来, 自己刚刚再都没的时候, 说过要带着她去买爆竹来着, 你要是想去就去, 今天全部都看你的意思, 纪灵舟真是越来越会作答了呀, 成明染好久都没有放过炮竹了, 所以自然是想去试一试的, 那就去买吧, 纪灵舟也没有任何的不愿意, 带着成明染就去了附近卖炮竹的地方, 成明染好久没出宫了, 现在好不容易稍微的放开了一点, 自然也是对什么都比较好奇的, 她选了一些自己而是最喜欢的东西, 纪灵舟很有眼色的全部满足了她, 等买好东西之后, 纪灵舟又特意带着成明染来到了专门放爆竹的地方, 会害怕吗? 纪灵舟拿出了手里面的东西, 成明染其实没有自己点过这些危险的东西, 小时候要放也是别人放, 而她则是在旁边看的那个, 现在听到她问自己, 所以也没有掩饰地点了点头, 有一点, 她是有一点不敢, 那你在旁边站着, 我帮你点, 纪灵舟这也是害怕吓着了成明染, 可成明染却有些不乐意了, 我也想试一下, 好纪灵舟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了她, 成明染刚要准备继续辩解的话都还没说出来呢, 一会儿我护着你, 不会受伤的, 纪灵舟说了一句让成明染安心的话, 不过此刻的成明染自己或许都没有发现, 为什么自己会因为这么一句话而安心, 纪灵舟将人护在了怀里, 还握住了她的手一起去点燃爆竹的影线, 成明染心里面还是有些紧张的, 但是因为纪灵舟一直把她护在怀里, 所以她的今天也没那么快了, 爆竹被两人点燃, 下一刻火花在空中绽放, 映照在了两人的脸上在烟花绽放的那一刻, 他们的脸庞被映照得如同被夕阳余晖轻浮, 显得格外温柔与动人, 火花在夜空中跳跃, 犹如繁星点点, 为这元宵之夜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浪漫, 周围的灯笼也仿佛与之呼应, 光芒闪烁, 仿佛在为这对恋人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火药味, 与周围的花香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节日气息, 成明染的心情好像也因此开始有了起伏, 眼中慢慢地闪烁着兴奋与欢喜的光芒, 纪灵舟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仿佛要将这份幸福牢牢地握在手中, 成明染一直看着烟花, 而纪灵舟眼睛里面好像只有她了, 成明染仿佛成为了她整个世界的焦点, 周围的一切都仿佛为了她而绽放, 随着爆竹的声声响起, 周围的人们也被这欢乐的气氛所感染, 纷纷加入到庆祝的行列中来, 笑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形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可纪灵舟只觉得周遭都安静极了, 安静得好像只有成明染一个人在自己身边, 她也只容得吓她一个人, 她已经记不清自己上一次见到成明染这样笑是什么时候了, 这些日子里面她一直都看着成明染的眼神里面好像没有任何的色彩, 但是现在她的眼睛变得很明亮, 而且异常的好看, 没有烟花正在盛放, 她原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才对, 第177章, 闻, 烟花消散, 纪灵舟望着成明染却久久不能回神, 而成明染亦是如此, 她看着天空, 她也好久没有看过这么绚烂的烟花了, 而且是不被束缚的烟花, 不是被限制在那一方宫墙内的, 成明染整理好心情看向纪灵舟, 结果正好对上了纪灵舟那一双看着自己的眼睛, 这要是落旁人眼里, 只怕是真的要以为纪灵舟此刻早已经是满腹深情了, 陛下, 成明染叫了一声, 纪灵舟回过神来, 好看吗? 喜欢放烟花吗? 她问了一句, 嗯, 可是还不等成明染把后面的话说完, 成明染就被她一把拉进了怀里, 成明染一惊, 陛下, 她慌乱地看向纪灵舟, 但是剩下的话, 已经全部被纪灵舟给堵在了嗓子眼, 因为, 纪灵舟直接就堵住了她的唇瓣, 成明染伸手锤打着她的胸口位置, 可无济于事啊, 不要乱动, 纪灵舟松开她的唇说了一句, 成明染心跳越来越快, 纪灵舟现在怎么动不动就这样, 不要抗拒我, 纪灵舟又说了一句, 然后慢慢往前, 再一次稳住了成明染的唇瓣, 成明染瞪大了眼睛, 可这一次没有了刚刚的抗拒, 纪灵舟的手握着她刚刚试图反抗的手腕, 但现在成明染也已经松开了自己紧握的拳头, 纪灵舟一点一点地加深这个吻, 因为要顾及着成明染的情绪, 所以她也会适当地松开当暧昧的轻吻降临, 她如同春风拂面, 温柔又带着些许羞涩, 两人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拉近, 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牵引着她们, 成明染的呼吸变得轻柔而急促, 每一次的起伏都像是为纪灵舟而准备的旋律, 纪灵舟的眼神深邃而迷人, 仿佛能看穿她的内心, 让她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 她的唇瓣轻轻触碰到她的脸颊, 那种触感如同羽毛般轻盈, 却又带着令人心动的力量, 她感到一股暖流从脸颊传遍全身, 让她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接着, 她的唇瓣缓缓一向她的唇边, 她紧张地闭上眼睛, 感觉到她的呼吸越来越近, 越来越热, 当两人的唇瓣终于贴合在一起时, 成敏染身子一颤, 这一刻, 她突然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感觉, 那种柔软湿润的触感让她心跳加速, 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她们两个人, 她们的亲吻如同细语般轻柔, 又如同烈火般炽热, 每一次的触碰都让她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她可以感受到她的爱意和渴望, 仿佛在这一刻, 她们的心已经紧紧相连, 暧昧的亲吻让她感到无比的甜蜜和幸福, 仿佛整个世界都充满了隐匿的气息, 成敏染的脸也一点点的变红, 呼吸也越来越粗重, 旁边的人早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都退下了, 这里就只有她们两人, 成敏染还是第一次有这种体验, 说不出来但也没有那么排斥了, 她不知道这种感觉到底持续了多久, 只是身子一点一点的变得酥软了起来, 纪灵舟先是反复地瞬息着她的唇, 然后就慢慢地撬开了她的背齿, 攻破城门, 唇齿相依, 来回交战, 嗯, 成敏染有些受不住, 所以发出了轻微的恩恨声, 纪灵舟的身子燥热了起来, 可是因为害怕弄疼了成敏染, 她一直在尽力地克制着自己, 她慢慢地把人松开, 一时间没有忍住, 然然, 刚刚的那一刻, 烟花都在你的眼睛里, 纪灵舟缓慢开口, 成敏染没想到自己会从她嘴里听到这种话, 我, 我有一点饿了, 她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所以只能绕开话题, 好, 想吃什么, 我带你去吃东西, 纪灵舟反正也都全部按着她的心意来, 都可以, 但是我不想去酒楼, 成敏染不想去酒楼里面吃那些, 她更喜欢路边这些小商贩做的东西, 嗯, 都听你的, 那我们先去看看, 纪灵舟问了一句, 成敏染点头, 嗯, 两人默契地把刚刚的事情都忘记, 就好像完全没有发生一样, 不对, 也不是很默契, 只是成敏染当作没有发生一样, 而纪灵舟嘛, 冉染的动作还很生涩啊, 看来以后需要多多练习, 纪灵舟毫不知羞, 还谈而皇之地提起了这件事情, 成敏染一听到她说这话, 眼里全是不可置信, 她略带慌张地看了看四周, 最好像没有人听见, 才稍微安心, 陛下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类话语, 以前只有我说你规矩里一方面的事, 现在倒成了你说我了, 不过这有什么说不得的, 我们是什么关系, 还需要我在这里公之于众吗, 不过这也不是不行, 只要冉染你愿意, 那我也很乐意让大家都知道的, 纪灵舟又说了一句, 怎么了, 不乐意了, 纪灵舟突然发现有的时候要是能逗逗成敏染, 那好像也挺好玩的呀, 陛下要注意分寸, 成敏染不满地皱起了眉头, 纪灵舟也非常地配合, 连应了好几声, 是是是,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不好, 我没有注意分寸, 然后惹得我家夫人生气了, 我在这里跟夫人道歉, 夫人不要跟我计较了, 好吗? 纪灵舟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收着, 所以周围的人基本上都听见了, 而且还非常配合地全部转头看向了他们, 成敏染看到这状况, 心里更慌乱了, 他抬手就准备制止纪灵舟, 甚至直接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巴, 纪灵舟眉头轻挑, 接着就握住了成敏染的手, 怎么了, 这是害羞了吗? 他故意问了一句, 不要这样, 成敏染终于有些种人语气, 纪灵舟无奈, 他再一次把人拉进怀里, 如果是以前的你, 这些事情应该是你很喜欢的才对, 此话一出, 成敏染也安静了下来, 事情就应该是自己才是, 第178章, 很甜, 但今时不同往日, 这样的事情他现在好像已经做不出来了, 纪灵舟把他眼里透露出来的神色的看得一清二楚, 心里慢慢地又爬上来一丝愧疚和心疼, 你要是不想再跟以前一样, 也没有关系, 以后我变成你以前的样子, 好不好, 纪灵舟抬手在他脸上摸了摸, 为什么以前不觉得原来眼前的这个小女人这么容易招人心疼吗? 他眼神里带着怜惜之意, 你想变成什么样的人就变成什么样的人, 而我就变成曾经那个杂杂乎乎的你, 最开始的你, 小时候最喜欢跟在我身后缠着我的你, 他愿意变成之前的陈明染, 去弥补那些自己弥补不了的遗憾, 陈明染听到这话有些愣神, 心情也更加地复杂了起来, 自己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自己都快要忘记了, 因为只有忘记过去才不会纠结于过去, 也能更好的变成那个人至少是别人眼里挑不出错的人, 我以前这么让人讨厌的吗? 难怪陛下那么地不喜欢我, 陈明染突然回了一句, 他其实是轻轻地笑着的, 但是眼睛里面莫名地闪着一点点泪意, 纪灵舟一正, 看着陈明染已经慢慢开始泛红的眼眶, 他有些慌了神怎么会? 没有人说过讨厌你, 而且我也没有说过不喜欢, 纪灵舟温柔地要去帮他擦眼泪, 陈明染笑着地低下了头, 在他低头的那一瞬间, 痘大的眼泪瞬间就低落了下来, 怎么会不讨厌呢? 当时明明所有人都讨厌他, 厌烦他, 怎么突然哭了? 又开始掉小珍珠了, 不哭, 纪灵舟温柔地把人抱在怀里安慰, 同时还有些心疼, 就好像有千万根针一起扎进了他的心口一样, 他就是一时间忍不住, 刚刚纪灵舟说的那些话, 好像把他之前藏的那些委屈全部崩泄了出来一样, 今天是元宵节, 以前你最喜欢了, 所以不要哭了, 纪灵舟还真没怎么安慰过人, 所以说来说去也就这么几句话, 陈明染心里酸酸的, 一开始他还以为自己能忍住, 可现在他只觉得心中的酸酸越来越浓, 浓到他快要喘不过气来, 好了, 周围人很多, 不难受了, 好不好? 纪灵舟又说了一句, 陈明染整个人都被他包在了怀里面, 纪灵舟的一只手放在他的腰间, 紧紧将人搂住, 另一只手则是放在了他的后脑位置, 一遍一遍地轻抚着他, 试图想要给他一些安慰, 我真的没有讨厌你, 以前都是我不好, 是我做错了事, 如果然然还是很生气的话, 但这次回去后, 然然想怎么讨回来都听你的, 好不好? 纪灵舟是真的没辙了, 他是真的不会啊, 陈明染慢慢地从他的怀里出来, 他其实也没有大哭, 纪灵舟知道, 他的心里其实还是憋着一股气呢, 如果等后面有哪一天, 陈明染真的能放声地大哭一次, 那或许算是真的释怀吧, 只是不知道, 那一天究竟还需要多久才能到来, 刚刚不是说过你饿了吗? 我们先去找吃的, 好不好? 你看你的眼睛都红了, 晚上不能哭的, 要不然眼睛就要肿了, 第二天变成两个大桃子, 纪灵舟还在帮他擦眼泪呢, 这哄孩子的语气, 让陈明染都觉得恍惚, 我的面纱不见了, 陈明染莫名就有一些委屈, 纪灵舟有些好笑, 现在才发现呀, 刚刚放爆竹的时候就取下来了, 然后就因为轻的那一下, 纪灵舟觉得, 后面肯定还有这样的机会, 要是一直带着有些不方便, 所以就没有提醒陈明染戴面纱了, 当然, 其中的原因, 陈明染肯定是不可能知道了, 走吧,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小时候你喜欢吃糖葫芦, 还有糖人, 我们去做一个糖人, 好不好, 纪灵舟已经越来越温柔了, 陈明染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 他还揉了揉眼睛, 我又不知道小孩子了, 所以不用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 但是纪灵舟完全不以为意, 怎么就不是了, 小孩子多好呀, 只要你想, 那你也可以当小孩子的呀, 跟以前一样, 不用长大其实挺好的走吧, 刚刚我看那边有卖糖化的, 纪灵舟转移了话题, 陈明染点头, 纪灵舟朝他伸出了手, 陈明染犹豫了两秒, 然后把自己的手交到了他的手心, 纪灵舟牢牢地把人握住, 这一次不会再松开了, 他带着陈明染来到了街边一个做糖化的小商贩这边, 陈明染小时候就喜欢吃这些东西, 他现在也没忘, 然然想要一个什么样的, 纪灵舟问了一句, 陈明染看着面前摆着的这些图案没有马上做出选择, 反倒是纪灵舟先开口了, 不如就做一个然然吧, 嗯, 陈明染都还没有说话, 纪灵舟就已经跟老板说了, 你照着他做一个, 老板自然是连连地答应了下来, 而陈明染也没再说其他的什么, 毕竟做都已经开始做了, 老板的手确实挺巧的, 所以说这糖化不能完全跟他本人一模一样, 但是至少很神色, 还满意吗? 纪灵舟把糖化递给了陈明染, 陈明染点头, 满意, 他回了一句, 那尝一尝, 纪灵舟开始怂恿陈明染了, 陈明染看了他一眼, 接着也试探地咬了一口, 好吃吗? 纪灵舟期待地看着陈明染, 陈明染点头, 好吃, 他回了一句, 那, 冉染难道就不邀请我一起品尝吗? 纪灵舟不怀好意地问了一句, 陈明染, 好幼稚, 算了, 陈明染将手里面的糖化送到了他的唇边, 如果陛下不嫌弃的话, 那, 他后面的话都还没说完, 然后就看见了纪灵舟握住了他的手腕, 然后一口咬在了刚刚他咬过的那个位置, 问纪灵舟还故意发出了很享受的声音, 好吃, 尤其是冉染咬过的地方格外的甜, 纪灵舟煞有其事地说了一句, 第179章, 纪灵舟挑逗, 陈明染看着他咬的位置也皱了眉头, 怎么, 他不是应该有洁癖的才对吗? 怎么就这么咬下来了? 而且还是甜食, 他向来不喜欢吃甜食, 但是他也没有说出来, 反正纪灵舟这些日子变得又不止这么一处, 元宵佳节, 灯会如皱, 五彩斑斓的灯笼点缀着夜色, 仿佛将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了一片温暖的氛围之中, 纪灵舟和陈明染一同漫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与温馨, 只是纪灵舟一路上都显得兴致盎然, 他带着陈明染穿梭在各式小吃摊前, 每到一个摊位前, 他都会温柔地询问陈明染是否想尝尝这里的美食, 他的眼神中满是对陈明染的宠溺, 仿佛他是他最珍贵的宝藏, 反观陈明染嘛, 陈明染虽然被纪灵舟的温柔所包围, 但他的脸上始终都却带着一丝拘束和冷淡, 唐葫芦, 然然想要尝一尝吗? 纪灵舟把手里面色泽光亮, 看着就非常诱人的唐葫芦递在了陈明染的嘴前, 陈明染正准备接过纪灵舟递来的小吃, 结果纪灵舟反而把手往后一手陈明染, 他看向纪灵舟, 这是在这逗自己玩呢? 纪灵舟看着他这表情也没忍住笑了出来, 然后才慢慢开口, 我是怕弄脏了你的手, 所以我喂你吃。 啊, 陈明染一时间无语宁耶, 怎么了? 还不愿意了呀, 刚刚你不是都喂了我吗? 那现在我喂你, 那也是礼尚往来啊, 你还嫌弃啊? 纪灵舟现在说话后面的语气注词也是越来越多了, 哎呀啦的, 哪里还有一个君王形象呀? 不过陈明染现在也不想跟他争这些, 随便他吧,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谁让人家是皇帝呢? 尝一尝吧, 纪灵舟又把糖葫芦往他嘴边凑了凑, 陈明染无奈, 不过这糖葫芦看着确实很诱人啊, 所以他还是就着纪灵舟的手轻轻咬上一口那糖葫芦,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稀罕我了, 不过现在嘛, 他吃着糖葫芦就仿佛在品尝着一种陌生的滋味, 原本他想直接吃掉一整颗的, 但是没有咬掉, 而且这山楂还挺大的, 所以就只咬了一半下来, 纪灵舟又一次没忍住地笑出来了, 陈明染听到他的声音, 心里面也暗自嘀咕,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逛了一天, 所以心情放松了很多, 他听到这声音后也看向了纪灵舟, 眼神里面还带着忧怨, 纪灵舟不自然地摸了摸鼻子, 怎么这么看着我, 生气了呀, 我就是开个玩笑啊, 陛下这明明就是在取笑我, 开的什么玩笑, 成明染皮笑若我不笑, 什么取笑, 我哪里敢取笑你啊, 现在你可是比我还厉害了, 纪灵舟赶紧回了一句, 看起来就好像是真的害怕成明染生气一样, 不过这两人的相处, 看起来好像要比当初好上了不少, 也很自然了, 我只是一口吃不下, 又不是其他怎么了, 有什么好笑的, 陛下为什么要笑, 成明染现在胆子好像也越来越大了, 或许是被纵容出来的, 纪灵舟听到这话又开始笑了, 我知道呀, 但这不就是好笑吗, 因为你可爱, 把我迷住了, 看着你就很开心, 他现在说什么话也是张口就来, 成明染莫名其妙有些脸红, 刚刚还想说的话, 现在突然有些说不出来了, 纪灵舟却抓住了这个机会, 然后故意凑了上去, 成明染意识不察, 所以也被纪灵舟给吓了一跳, 吓意识地就要往后退去, 结果没想到, 地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石子, 他一脚踩上去, 差点没站稳, 好在纪灵舟眼疾手快地, 直接搂住了他的腰肢, 小心点, 怎么这么激动啊, 听不了秦华, 听了我的话居然差点摔了, 看来这心里挺高兴的呀, 纪灵舟挑了挑眉, 这放荡不羁的样子, 简直让人看了都觉得欠揍, 成明染, 不过话虽这么说, 但他一时间却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 灯会上面的流光透过青纱窗帘 撒在他那白皙的脸庞上, 为他平添了几分温柔刚刚纪灵舟的俏皮画, 像一阵春风轻轻拂过他的耳畔, 让他原本平静的心弧泛起了涟漪, 纪灵舟的眼神中带着几分细血, 他微微俯身靠近成明染, 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 冉染原来也这么容易害羞啊, 以前是我不了解了, 现在还真是觉得可爱呢, 嗯, 为什么看着我就觉得心动呢? 冉染这是住在我的心凯里面了呀, 成明染的脸颊瞬间变得通红, 就像熟透的苹果, 他的心跳加速, 仿佛要从胸腔中跳出来一般, 他慌乱地避开寄灵舟的视线, 双手紧紧搅在一起, 显得手足无措, 一时间, 成明染的嘴唇微张, 却说不出话来, 他的心中充满了慌乱和无措, 当然了, 他肯定也是有几分羞涩的, 毕竟这样的话, 他还从来都没听过, 刚刚听到那些话, 就仿佛被纪灵舟的话语击中了一般, 他低下头, 不敢再看它, 但那份害羞和甜蜜的感觉, 却像蜜糖一样, 在他心中慢慢扩散开来, 只是可惜了, 他现在似乎也没有完全明白自己的意思, 连他自己或许都没有看清楚, 自己心里的想法吧, 陛下, 他确实有些招架不住, 所以伸手轻轻地推动着纪灵舟的胸口, 可是纪灵舟却反握住了他的手, 还, 趁其不备, 直接就凑上去, 在陈明染的嘴唇上落下一吻, 陈明染, 他, 他, 不过这一次的纪灵舟也只是浅尝辙止, 没有深入, 陈明染在他松开之后, 不可置信地捂住了自己的唇绊, 今天都已经不知道是多少次了, 他怎么这么放荡, 这还是原本的他吗? 纪灵舟现在就跟那啥? 听竹院的人差不多, 至于为什么是听竹院, 因为那时可是无数美男齐聚的地方, 而且还是会伺候人的美男子呢, 第180章, 找到几分当初的自己, 陈明染是这么想的, 自然也就下意识地说了出来, 陛下现在怎么跟听竹院的人一样, 难不成是去偷师学艺了吗? 他声音不大, 只是小声嘀咕, 纪灵舟听到这话神色一致, 你说什么? 他满眼不可置信, 连语气都尖锐了不少, 陈明染, 自己好像说错话了, 但是现在还能怎么样? 他尴尬地别开了目光, 似乎是不敢再说了, 纪灵舟却不愿意放过, 他放在陈明染的腰间的手一点一点地收紧, 陈明染当然也很明显地感受到了, 疼得不是很疼, 但是痒是真的痒, 然然还知道听竹院啊, 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 我倒也听人说起过这个明慧, 但还不是很了解呢, 之前就觉得好奇, 还想着什么时候找人问问呢, 结果没想到然然就知道, 那然然不妨跟我介绍一下, 纪灵舟语气悠悠, 听起来好像是真的不知道, 陈明染也莫名其妙地开始心虚,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才怪了, 明明就是故意套自己话呢, 这听竹院已经出名了很长时间了, 在自己还没有入宫之前, 这听竹院就已经成为了京城里面几乎人尽皆知的地方, 毕竟我朝明风开放嘛, 大家自然也就不会避讳那么多, 而且这种地方也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 听门砍得挺高的, 所以只要能进去的, 要么就是全臣子弟, 要么就是富甲一方, 自然也没有人愿意去得罪和说到这些人的闲话,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 只是听别人说起过, 他们说这里面有不少的文人雅客, 而且能言善道, 陛下刚刚那些话, 可是以前从来都不会说的, 所以我只是有一些惊奇陛下怎么会突然说这些话了, 这才以为陛下是跟这些人学的, 成明染这也是强行掰扯, 不过只要自己不承认, 谁能把这顶帽子扣在他脑袋上, 他就只是随口一说, 随而一听, 纪灵舟还能抓住自己的把柄不成, 哦, 是吗, 原来竟然是这样呀, 那我看来得找机会去这个厅竹院看看了, 万一真的能学到什么东西呢, 你说是不是, 纪灵舟这时又开始故意挑逗了, 在里面能学到些什么东西, 无非就是一些哄人的小把戏, 而且那种地方怎么适合纪灵舟亲自前去, 陛下, 这就不必了吧, 成明染是害怕他来真的, 现在自己就已经招架不住了, 学无止境吗, 有什么不好的, 还是说, 这厅竹院另有乾坤, 纪灵舟逼近成明染, 成明染哪里敢说其他话, 他在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 算了算了, 随便他吧, 没有, 成明染回了一句, 那就是了, 纪灵舟满脸趣味, 原来逗人这么好玩呀, 不过, 然然, 今日我们不在皇宫内, 纪灵舟突然开口说了一句, 成明染满脸狐疑, 这又是要说什么, 所以, 你张口闭口, 就是陛下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 虽说我们这身旁也没有什么人, 他们也听不到什么, 但万一让人听见了多不好啊, 纪灵舟这时又开始又哄小白兔了, 成明染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一次他没在左拐右拐地装作不明白他的意思, 而是转口喊了一声, 好的, 老爷, 纪灵舟这一次该轮到他无语了, 成明染看着他这吃饼的表情, 心情突然好了起来, 刚刚一直是自己被压制, 现在看见他说不出话来, 心里还挺高兴的呢, 怎么了, 老爷不满意吗, 成明染这是明知故问, 纪灵舟看着他, 冉染是又想当街跟我亲近了, 成明染脸上笑容一僵, 他简直是不知廉耻, 你就只知道拿这件事情来要挟我, 成明染有些不满地皱起了眉头, 这怎么能叫要挟, 明明是我喜欢你啊, 纪灵舟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让成明染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明明是我喜欢你啊, 成明染心口微动, 脸上的神色也凝制住了, 这句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还真是有些不一样, 为什么自己的心口有些发热呢, 这句话他可是执着了好多年, 现在倒是被他这么随意地就说了出来, 怎么了, 纪灵舟看着成明染脸上的表情有些疑惑, 还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蛋, 喜欢听这些话吗, 成明染看向纪灵舟, 没有说话, 只是眼神有些复杂, 说不出都有些什么感情在, 期待过也绝望过, 难受过也欢喜过, 等待过也放弃过, 明明自己已经不再奢求了, 可是现在这句话, 好像已经变成了自己可以轻易得到的, 所以他一时间也说不出来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感, 只是看着纪灵舟的这双眼睛, 他有些恍惚了起来, 恍惚到觉得现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那么真实, 要是喜欢, 我以后天天都说给你听, 好不好, 纪灵舟的声音也温柔了起来, 比起刚刚吊锒铛的样子, 他现在看着成明染的眼神, 好像也认真了几分, 成明染没有说话, 纪灵舟把人抱进怀里, 今天本来只是想带你出来散散心, 怕你在皇宫有些憋慢, 其次就是想着难得的热闹, 你以前喜欢这份热闹, 但是入宫之后的你, 因为那些变故变得越来越发沉默寡言, 我知道你变成那样, 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 我也知道道歉没有太大的用处, 而且那些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也再也没有办法去忘记, 更不能说过去就过去了, 我这才想着用这样的方式带你出来, 就希望可以尽量地弥补一下以前的那些遗憾, 哪怕只是一点点, 我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再开心一点, 放纵一点, 再放纵一点, 可以不用有太多的顾忌, 可以不用有太多的拘束, 可以不用有太多的烦恼, 只需要有几分当初的样子变足矣, 他是想用自己的方式, 让程明然找到几分当初的自己, 第181章, 慢慢等, 程明然没有说话, 纪灵舟满眼怜惜, 多相信我一点, 多依赖我一点, 好吗? 我是认真的, 如果你还是不愿意, 那就当我是报恩, 报恩, 程明然也突然间反应了过来, 应该是指的, 上一次自己替他挡的那一件, 可是, 他望着纪灵舟, 陛下是指的上一次的事情吗? 他也问得非常直接, 嗯, 这也算是过敏的交情了, 然然难不成还能限制我, 不让我报恩吗? 纪灵舟的语气又重新带上了挑逗, 程明然听到这句话, 心情也挺复杂的, 其实上一次的事情不仅仅是他心里清楚, 纪灵舟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 他即便只是一些猜测, 那也不可能真的完全相信自己是出于对他的情谊挡上去的, 有那么一瞬间, 他其实挺想把这件事情说开的, 他很想知道, 如果纪灵舟知道了自己当时的心思, 那他还会是现在这样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有些心烦意乱, 他也没有藏着掖着, 现在气氛已经轰托到这里了, 他心里那点事也是藏不住的, 索性就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陛下说就当是报恩, 陛下就不怕我是另有图谋吗? 图谋? 能有什么图谋? 纪灵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理解, 还是故意装的, 看起来就好像只是真的很疑惑, 图谋陛下的怜爱, 图谋的就是现在的陛下, 也是这所谓的恩情, 程明然问了一句, 纪灵舟倾笑出声, 陛下在笑什么? 程明然看着他现在的样子, 也没能理解, 纪灵舟听到这话又笑了起来, 笑你啊, 为什么你会觉得, 我会因为你这所谓的图谋生气呢? 刚刚听了你的话, 如果你图谋的真的是这些, 那我肯定很愿意, 程明然, 目的不单纯, 有所图谋, 难不成还是好事吗? 他听了这话, 难不成不应该生气吗? 纪灵舟看着他这副表情, 没忍住, 看你这样子, 怎么好像没明白呢? 我需要明白什么? 程明然这一次是真的没有反应过来, 你不需要明白什么? 你需要明白的是刚刚我说的那些话, 每天开开心心的多放松一点, 不要一整个憋门, 不要什么事情都全部放在心里, 纪灵舟又开始说起了自己的大道理了, 那刚刚的那些为什么, 为什么他还会高兴? 利益所图, 这不是他们做皇帝的最为忌惮的吗? 纪灵舟或许也看出了他心里所想, 最后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还是解释了一句, 如果你图谋的是我对你的情谊, 那我当然会很高兴, 这证明你在乎我, 也证明你希望我可以在乎你, 所以我当然很高兴, 他说了一句, 程明然, 还能这么说服自己吗? 这如果是以前的他, 他肯定也不可能这么想吧, 刚刚他的那份说辞, 如果要说他真的完全没有看出来, 那自己是不可能相信的, 可是, 他既然已经看穿了, 那又为什么还要对自己这么好? 真的是那份所谓的真心吗? 可是他有心吗? 程明然鲜少地露出了一丝笑意, 在月光的映照下, 这位就像是总是笼罩在阴霾中的女子, 静静地站在凌朗满目的花灯下, 这段日子以来, 他的面容向来严肃, 仿佛背负着沉重的心事, 让人难以接近, 然而, 就在这一刻, 他的脸上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微风轻轻吹过, 带来一丝凉意和花香, 似乎也在轻轻浮动着他的心情, 他的眉头微微舒展, 眼神中闪过一丝柔和的光芒, 紧接着, 他的嘴角轻轻上扬, 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微笑, 这个微笑如同出生的昭阳, 虽然微弱, 却充满了温暖和希望, 他打破了女子长久以来的沉默和愁容, 让他看起来更加生动和美丽, 这个画面仿佛被时间定格, 成为了一个永恒的瞬间, 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寄灵舟的目光无意中落在他的脸上, 他平日里严肃的面孔如同冰封的湖面, 鲜少有人能窥见其内心的波澜, 然而, 就在这个不经意的瞬间, 他终于发自内心地笑了出来, 哪怕只是浅淡的笑意, 也好似悄然间就融化了他脸上的冰霜, 露出了深藏的温柔与美好, 说起来是深藏, 可实际上不过是找回了几分曾经罢了, 寄灵舟被这突如其来的笑意惊艳得几乎无法呼吸, 他的眼神紧紧锁定在女子脸上, 仿佛被那温柔的笑容深深吸引, 许久, 寄灵舟才从这份经验中回过神来, 他的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温柔, 仿佛整个世界都因着微笑而变得明亮起来, 他默默地在心中感叹和恍惚, 他原来是这个样的吗? 入宫之后, 他笑得就越来越少了, 自己都已经快要忘记原来他笑起来的样子是什么模样的了, 你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 所以要多笑笑, 寄灵舟一有所指, 好成明染答应, 寄灵舟都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刚刚成明染说什么? 他说好, 这是答应自己的话了, 是明白自己的意思了吗? 他, 是不是愿意重新接受自己了? 你, 寄灵舟是他的话语还没有说出口, 成明染就主动说了一句, 陛下要是喜欢, 那我以后多笑便是, 这句话又重新带上了一份生疏, 寄灵舟眉头微醋, 心里闪过一次失落感, 没事, 慢慢来吗? 他说了一句, 天色已经很晚了, 我们先回宫吧, 成明染又说了一句, 也不知道是不是想转移话题, 寄灵舟点头, 走吧, 成明染应下, 然后转身就往不远处的马车走了过去, 只是在转身的那一瞬间, 在寄灵舟看不见的地方, 他的嘴角再一次勾起一个不易察觉的笑意, 可惜寄灵舟现在是发现不了了, 看着前面成明染的背影, 他只觉得来日方长, 没事, 现在时间还长着呢, 不着急, 总有一天他能变回以前的样子, 第182章, 睡着了, 慢慢等吧, 不是说了吗?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他现在寒心了, 这也算是日积月累下来的, 那自己就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融化了这冰, 不就行了吗? 至少现在他是这么想的, 总归是要耐心一点的, 寄灵舟想明白这一点之后, 脸上又重新扯出一个完美的笑意, 他大步上前凑到成明染身边, 接着又重新地牵起了他的手, 今天还算开心吗? 他问了一句, 嗯, 开心, 成明染回答, 这也不算是说谎, 因为今天确实还挺高兴的, 寄灵舟听到这话满意了, 那以后有机会再带你出来, 我和陛下的身份要是经常出宫, 只怕也是不合规矩的, 成明染说了一句, 有什么不合规矩的? 这天下的规矩不都是我说了算吗? 我想要出来, 我想要带谁出来, 别人能管得着吗? 寄灵舟说道, 成明染一时间就找不到话来反驳, 这会儿说的好像也是, 只是怎么那么像昏君说的, 但是他也没说什么, 两人一起上了马车, 成明染原本只是坐在旁边离寄灵舟稍微远的位置, 但是, 寄灵舟上去之后, 直接就把人拉到了身边, 离我那么远干什么? 夫妻不应该是坐在一起吗? 我们又不是夫妻, 成明染下意识地就反驳了一句, 成明染, 你说什么呢? 成明染突然有些心虚, 不敢继续说下去是怎么回事, 寄灵舟没有打算放过他的意思, 他大手一捞, 直接就把人捞进了怀里, 怎么? 装作没听见啊? 我问你呢, 刚刚说了什么? 我自言自语, 没说什么, 成明染这是打算不承认了, 虽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敢说, 我不相信, 我听见了, 寄灵舟说道, 那陛下已经听见了, 为什么还要问我? 成明染灵魂一问, 寄灵舟一时间自己居然哑口无言了, 怎么办? 以后不许再说了, 寄灵舟非常霸道地说了一句, 成明染, 嘴巴长在我自己身上, 为什么不能说? 而且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成明染又问了一句, 他现在好像非常喜欢跟寄灵舟吵嘴, 寄灵舟也拿他没有办法, 没说要限制你说什么, 只是有的话不应该说, 比如刚刚那句话,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在我心里你就是唯一的妻子, 我喜欢的就是我的妻子, 而我唯一喜欢的就只有一个你, 这又开始激情告白了, 成明染, 为什么他觉得寄灵舟现在说话越来越绕了呢? 明明简简单单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情, 他怎么表述的好像很费力一样, 我不承认, 成明染还有一点小脾气啊, 寄灵舟不要生气, 反倒还觉得挺可爱的, 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承认, 他问了一句, 陛下不需要做什么? 成明染说了一句, 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寄灵舟别强迫他, 要是一会儿把人给弄生气了, 自己又该哄了, 马车很快就往皇宫里面去了, 因为还是有一段距离, 两人坐在马车里面都开始犯困了, 寄灵舟还好, 只是成明染嘛, 可能今天晚上确实玩得有些累了, 所以现在已经昏昏欲睡了, 他一直都注意着成明染这边的情况, 在缓缓行驶的马车内, 成明染协意在柔软的坐垫上, 他的眼帘低垂, 似乎被无尽的困倦所侵袭, 灯光透过车帘的缝隙, 斑驳地洒在他白皙的面庞上, 给他那沉睡的容颜, 增添了几分温柔与甜静, 他的长发如丝般顺滑, 随着马车的颠簸轻轻摇曳, 偶尔有几缕发丝, 扶过他微闭的眼帘, 像是调皮的精灵, 在轻挠他的梦境, 他的呼吸均匀而轻缓, 仿佛连周围的空气, 都随着他的呼吸而起伏, 马车内弥漫着淡淡的熏香, 混合着窗外飘进来的花草香气, 让人感到一种宁静与安详, 在这宁静的氛围中, 承明然仿佛与马车外的喧嚣世界隔绝开来, 他的心灵沉浸在一个属于自己的梦境之中, 车窗外的风景在不断地变换, 但马车内的他却浑然不觉, 他的脸庞上洋溢着一种宁静满足的笑容, 仿佛在他的梦中, 他正经历着一段美好的旅程, 纪灵周看着他现在这副样子, 心里也软得一塌糊涂, 只是这个姿势看起来好像也不舒服, 所以他主动伸手将人揽进了自己的怀里, 还是睡着了, 要可爱一些, 纪灵周看着怀里里面的女人轻声说了一句, 承明然现在已经睡熟了, 完全不知道纪灵周都做了些什么, 也听不到他说话,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安心地睡过一觉了, 马车一路行驶到了皇宫内院, 马车外李盛的声音响起, 陛下, 没有已经到了, 嗯, 退下吧, 纪灵周轻声说道, 李盛一言不发地退到一边, 马车里面的承明然还没有醒, 纪灵周现在也舍不得把人叫醒, 最后他索性直接把人从马上上面抱了下来, 承明然有些不安地动了动, 纪灵周当时就被吓了一跳, 好在这是虚惊一场, 只是纪灵周突然反应了过来, 为什么自己这么害怕把人弄醒, 陛下, 要不要奴才把教宁给叫过来, 李盛多了一句嘴, 毕竟这边李连一公好像还有一段的距离, 如果直接这样抱过去的话会很累的, 纪灵周摇头, 不用他要是这么一点距离也抱不动的话, 就真的该被人耻笑了, 李盛听到这话也就没再说什么, 人家愿意呗, 自己还能说什么呀, 纪灵周将人抱在怀里的时候, 因为怕把他给颠着了, 所以一直都抱得很稳当, 承明然全程都没醒过来, 睡得也很踏实, 到连一公的时候甚至已经开始发出了轻微的憨声, 睡得这么香呢, 纪灵周的脸上满是宠蜜, 跟个小孩子似的, 哪里还有白天的样子, 不过这样子才好, 第183章挑逗, 纪灵周把人抱回连一公后, 就直接回了内殿, 他小心翼翼地想要将人放下, 就好像是在对待上的西式珍宝一样, 生怕把人给磕着碰着了, 可是即便他在小心, 刚刚还睡得很香的承明然, 也有了醒过来的迹象, 纪灵周见此瞬间僵硬了, 身体不敢乱动, 可, 还是醒了, 承明然有些迷茫地睁开了眼睛, 看着眼前的这个环境, 他还稍微地反应了一下, 其实第一时间是害怕, 可下一刻就看见了纪灵周, 把你给吵醒了, 纪灵周声音轻柔, 但也顺便就把人给放下了, 承明然原本还紧张的情绪, 在这一刻稍微地放松了一些, 他索性给自己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陛下抱我回来的吗? 那难不成还有别人抱你回来啊? 纪灵周听到这话都笑了, 其实比较可以把我叫醒的, 这边还是很远, 会很累的, 承明然也跟着说了一句, 纪灵周听到这话后挑了挑眉, 怎么? 这是心疼我吗? 承明然, 怎么还能绕到这件事情上了? 没有, 陛下想多了, 我只是说了一个本来更好的办法, 承明然现在可不怕纪灵周, 为什么这个方法是更好的办法? 我抱回来就不是好办法了, 我怎么可能放弃跟你亲近的机会呢? 嗯, 你说是不是? 纪灵周又开始有嘴滑舌了, 承明然, 他现在突然有一种不想跟纪灵周说话的想法, 为什么总是这么难的沟通呢? 不管说什么都能颠三倒四的, 纪灵周好像也看出来了 承明然现在的不愉快, 所以主动凑到了他的面前, 怎么了? 不高兴了, 还是我又把你惹生气了, 我怎么敢生陛下的气? 承明然把头转向一边不想说话, 哟, 你现在这个样子还说没生气呢? 现在还有你不敢的事情吗? 说话都阴阳怪气的, 还说自己没生气呢? 你这话说出去谁相信啊? 纪灵周顺便就在他身边给坐了下来, 承明然被他这一连串的妙语连珠该赌得说不出话来, 最后干脆不说了, 随便他说去吧, 没有人回应看他还能说什么, 但是他显然低估了纪灵周这个时期的厚脸皮, 只见纪灵周轻轻地俯下身体, 两人的距离瞬间拉近, 承明然一转头就看见了纪灵周的那张大脸, 还有近在咫尺的唇绊, 他吓了一跳, 然后下意识地就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不会又要亲吧? 今天都亲了多少回了? 承明然瞪大了眼睛, 纪灵周被他这个样子给逗笑了, 这是做什么呢? 怕我轻薄你啊? 不过我们这关系也不算是轻薄呀, 承明然死死地盯着纪灵周, 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 陛下也应该休息了, 前台词就是不要一直待在我这里, 但是纪灵周只能装作听不见, 不对, 也不是装作听不见, 而是装作听不懂音味, 你说得倒也对, 所以, 纪灵周直接把手放在腰间, 然后轻轻一扯, 腰风瞬间就掉落在了地上, 承明然看见这一幕的时候,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他, 他他他这是要干什么? 纪灵周嘴唇轻勾, 看着承明然这略带惊慌的眼神, 就更有兴致了, 然然怎么用这个眼神看着我啊? 不是你说时间已经很晚了, 待休息了吗? 那陛下也应该回寝宫休息, 承明然说话的时候, 都有些说不清楚了, 哆哆嗦嗦的, 可是纪灵周现在是存心想要逗他, 那自然是要把脸皮放后些, 为什么要回寝宫休息? 这后宫里面, 我想去哪里休息不可以? 然然刚刚让我休息, 难道不是邀请我吗? 什么邀请? 但是又在胡说了, 承明然最后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但是纪灵周还真的就完上瘾了, 刚刚只是解开了腰疯, 现在直接把身上的忌带也给解开了, 承明然刚刚还以为他是开玩笑, 现在是彻底傻眼了, 在朦胧的月光下, 纪灵周的指尖轻轻触碰着腰间的细带, 细带随之滑落, 如同流水般轻盈, 承明然有些不自然地咽了咽口水, 随着细带的解开, 他身上的衣物也逐渐松散开来, 露出了精瘦的肌肤, 月光洒在他的身上, 映衬出他肌肉的线条, 每一寸肌肤都仿佛被月光雕刻过一般, 充满了力量与美感, 他的肌肤呈现出一种健康的古铜色, 仿佛经过岁月的沉淀和锻炼的洗礼, 他的肌肉紧致而有力, 仿佛蕴藏着无尽的能量, 他微微低头, 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 仿佛在心上一件艺术品, 成明染的视线莫名其妙地就落在了他的身子上, 不得不说, 纪灵舟的身材真的很不错, 纪灵舟自然也察觉到了成明染的目光, 怎么样? 然染这是看呆了吗? 看来对我的身材还是挺满意的, 成明染被他这么一说破坏有些不太好意思, 所以不自然地别开了目光, 我没有故意看, 只是你这个姿势我刚好就看到了, 他的解释稍显苍白无力, 是吗? 那然然是不满意吗? 纪灵舟故意问, 你为什么这么问? 这很重要吗? 成明染问他, 当然很重要了, 要是你不满意, 那我就再恋恋, 毕竟为了你的幸福着想, 我还得是尽力地让你感受到舒服才对, 是不是? 纪灵舟这是开始说婚话了, 成明染差点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他怎么能说出这么淫荡的话语来? 毕, 陛下说得这么直白有些不太合适吧? 成明染被吓的话都差点说不清楚了, 脸颊也迅速地飞过来两片红霞, 纪灵舟看着这样的成明染, 心里面的那股稀罕劲儿也是越来越浓厚了, 就是要这样才对, 看起来生动不守, 比以前那死气沉沉的样子可好了百倍不止, 怎么说的直白了? 我们的关系可远不止这样, 我们是夫妻, 夫妻之间说一些私房话, 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纪灵舟煞有其事地说了一句, 反正就是不断地给成明染洗脑, 他就不相信了, 成明染总有一天被承认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 第184章, 春色, 成明染现在面红耳骚的, 心口也是狂跳不止, 他甚至不知道, 纪灵舟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东西, 别真的是去听主愿学的吧, 纪灵舟的心情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而且看着成明染现在这个样子, 他的神色也微微深邃了起来, 然然, 纪灵舟突然叫了他一声, 嗯, 成明染下意识答应了过来, 可下一刻, 纪灵舟没有再说话, 反倒是挑起了成明染的下额, 成明染的身体瞬间就紧绷了起来, 我们是夫妻, 那我是不是可以享受我们夫妻之间的权利? 纪灵舟喉结微动, 意思也很明确了, 成明染听到这句话愣住了, 而且他第一时间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忆, 可以吗? 我都已经等了好久了, 然然, 我是一个正常人的, 在月光如水的夜晚, 纪灵舟悄然靠近成明染, 他的身影在微暗的灯光下显得愈发修长而神秘, 纪灵舟的身子越来越低, 还凑到了成明染的耳边, 成明染脑袋微微地偏了点, 因为有些痒, 陛下可以去找别的人, 我又没让陛下只守着我一个人, 他其实也没生气, 只是刚刚听到那句话的时候, 想要说这么一句, 可是我不想要别人, 我只想要你, 从今以后我都只会有你一个人, 他微微轻身将脸庞贴近成明染的耳畔, 仿佛怕惊扰了这静谧的夜, 他的呼吸轻轻吹拂过成明染的发丝, 带来一阵淡淡的清香, 混合着夜晚的凉意, 让人不禁有些心醉, 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雌性, 像是夜晚的琴弦在女人的心壶上轻轻拨动, 他的话语像是一阵暖风, 缓缓拂过成明染的心甜, 带来丝丝养溢,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 在说话的间隙, 他轻轻地蹭了蹭女子的耳朵, 那轻柔的触感如同羽毛般轻轻拂过, 让成明染感到一阵酥麻, 他不由自主地微微侧头, 想要躲避却又无法抗拒这种奇妙的感觉, 男子的手指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 像是无声的安慰, 又像是暗含深意的触碰, 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只剩下他们两人之间的气息在交织, 成明染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纪灵舟的心跳声, 有力而富有节奏, 就像是他们此刻的暧昧氛围 充满了紧张而又令人期待的气息, 那双深邃的眼眸却仍然紧紧地 锁定在他的脸上, 成明染感到自己的脸颊有些发烫, 仿佛被他的目光锁灼烧他, 微微低下头, 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但心中却又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悸动, 这样的感受还真的是少有的, 纪灵舟见此只当成明染默认了, 所以慢慢地伸出了自己的手, 还放在了成明染的腰间, 成明染并没有抵触, 但是眼神闪躲的样子选得有些手足无措, 你不要害怕我, 然然, 纪灵舟声音温柔地说了一句, 手上的动作也越发地轻柔了起来, 他轻轻地解开了成明染腰间的裙带, 另一只手则是放在了他的脑袋旁边 摸着成明染的发丝, 陛下, 成明染其实是有一些害怕的, 因为前几次的回忆并不是那么美好, 应该说他们之间这样的事情 就从来没有过什么没有, 以前的纪灵舟在这种事情上 都好像只是一个任务, 每次的动作也从来都不克制, 更不会顾及成明染的体验感, 还有之前那一次, 那一次因为纪灵舟正在气头上, 所以成明染也受了很大的罪, 遍体鳞伤的样子, 让人看了都觉得残忍, 也是因为那一次, 成明染在这样的事情上, 就难免会有些退缩和恐惧, 不要害怕, 好不好, 纪灵舟一边说, 一边解开了他的衣裙, 他的手顺着成明染被解开的外裙, 往里面伸了进去, 纪灵舟的动作很慢, 还带着撩人的意思, 成明染在感受到之后浑身轻颤, 他握住了成明染的手, 放在了自己的小腹位置, 然然摸一摸, 我现在好热, 帮我脱掉, 好不好, 说着, 他就拉着成明染的手慢慢往下滑, 最后落下了裤头上, 成明染的手在刚刚触碰到他的肌肤时, 就有些退缺了, 那种触感也是自己基本上从未体验过的, 以前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过程啊, 他现在确实是不太适应, 看着自己的手, 他实在是无法进行下一步, 但是继灵舟的动作可一点都没有收敛, 原本还放在成明染脑袋上的手,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放到了他的肩膀上, 而且还非常识趣地帮他将肩膀上的遮盖慢慢退下, 成明染的肩膀微微裸露, 细腻如玉的肌肤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 那半落的香肩如同精心雕琢的艺术品散发着诱人的魅力, 他的长发如瀑布般倾线下, 几缕发丝轻浮过那半落的香肩增添了几分妩媚与神秘, 继灵舟只觉得自己小腹的灼热感越来越厉害, 而且慢慢变得紧绷, 就好像那一面蕴含着一座即将喷泻的火山正在寻求时机, 乖,没事的, 继灵舟带着宽慰的声音再次响起, 成明染虽然有些害怕, 但是也没有拒绝, 继灵舟重新握起了他的手, 成明染一直下不了手, 那自己就只能帮他一把了, 他拉着成明染的手脱掉了自己身上的外衣, 精壮的身子在这一刻也算是暴露无遗, 继灵舟微微抬手, 床榻两边的薄纱维漫刹那间倾落而下, 在这小小的空间里, 气氛逐渐升温, 成明染身前粉白色的桃花肚兜也因着越来越急促的呼吸, 上下起伏着继灵舟把人眷进自己的怀里, 看着小脸飞红的小女人如此可人的模样, 他又怎么可能忍得住呢? 下一刻, 只见他栖身而下, 两人紧紧向帖将人彻底压在身下, 然后挑起他的下额慢慢地吻了上去, 一世以你, 水乳交融, 满缘春色静一人啊! 第185章 清醒 或许是刚刚太累了, 到了后面, 成明染已经完全没了力气, 索性安然入睡, 她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眷意, 睫毛轻轻颤动着, 仿佛在与梦境中的美好邂逅, 纪灵舟躺在成明染身边, 目光温柔如水, 满含宠溺地凝视着她, 她的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眷念之情, 仿佛要将她融入自己的世界里, 她轻轻伸出手, 纪灵舟的手指在她的发丝间穿梭, 轻轻疏离着, 如同在弹奏一曲温柔的乐章, 她的动作如此轻柔, 生怕惊扰了成明染的美梦, 她微微俯下身子, 把人又往怀里面凑了几分, 然后将脸庞贴近小女人的脸庞, 呼吸间仿佛能感受到她肌肤的温暖, 整个房间都沉浸在一片温兮而浪漫的氛围中, 月光透过窗户踩在地上, 为这一幕增添了几分朦胧而美好的感觉, 纪灵舟一直静静地守着她, 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 只留下他们彼此间的温柔和宠溺, 要是一直都能这样下去, 该多好啊, 纪灵舟就好像是感受不到困意, 成明染睡得很香, 唯独她一直看着怀里面的小女人, 仿佛怎么看都看不够一样, 她突然觉得自己以前怎么那么蠢, 错过了那么多, 如果自己可以早一点发现, 那他们两个之间也不用经历这么多的曲折, 她更不会受到那么多的伤害, 而线下的这种情形也肯定会出现很多次, 她会依赖自己, 不会跟现在一样拘束生疏, 一夜无眠, 次日成明染醒过来的时候, 房间里面已经没人了, 她艰难地撑着身子坐起来, 可是才刚刚动了, 动就觉得身上酸软得厉害, 回想起昨晚的动景, 成明染脸色微红, 昨天的感觉和以前都有些不太一样, 纪灵舟给人的触感也和以前有些不同, 而且她昨天晚上似乎温柔了很多, 书画她对着外面轻轻喊了一声, 只是才刚刚喊出来, 她就被自己的声音给吓到了, 怎么这么沙哑的, 书画从外面走了进来, 见到成明染醒了也是满脸笑意, 娘娘醒了, 陛下专门吩咐过不让人打扰你休息, 这都快到五十了吧, 成明染看了一下外面的天色, 嗯, 马上就要五十了, 书画回答, 今日皇后娘娘可有来派人问过, 毕竟没有去请安, 成明染还是要关心一句, 娘娘前些日子身负重伤, 所以陛下和皇后娘娘已经免出了娘娘的请安昨日元宵佳节, 皇后娘娘这段日子也刚好身体不适, 就让所有人都不用去了, 书画回答, 又是身体不适, 皇后这病好像也病了挺长时间了, 扶我起来吧, 成明染说了一句, 书画赶紧扶着成明染从床踏起来, 成明染身体有些别扭, 但好在季灵州昨天晚上也算是克制, 并没有伤到, 只是, 书画因为距离隔得近, 所以也看得非常真切, 自家娘娘身上的这些痕迹她也看得非常清楚, 昨晚陛下可浇了不止一次水, 书画扶着成明染在梳妆镜前坐下, 陛下还没有下潮吗? 她多问了一句, 陛下已经下潮了, 这会儿应该是在勤政殿殿, 娘娘, 这是想陛下了吗? 书画脸上还带着了一些打气的意味, 成明染听到之后, 耳朵莫名地就红了起来, 我哪句话说过响了? 是, 奴婢都懂得, 娘娘这是口是心非了呢? 书画看着成明染, 眼睛还是有一些挑逗的意思在, 成明染懒得跟她解释, 总的来说应该是懒得跟她争执, 不过, 这算不算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在发生那样的关系后, 心里面到底是会发生一点改变的, 娘娘, 奴婢伺候你梳洗吧, 书画说了一句, 成明染点了点头, 嗯, 今日太后娘娘也派人过来问了, 娘娘可要去问候太后娘娘的, 书画问了一句, 太后娘娘, 成明染有些疑惑, 昨天晚上的事情被太后娘娘知道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成明染突然就有些心虚了, 书画应该也是看出了自家娘娘的窘迫样子, 所以主动说了一句, 太后娘娘最是疼爱你了, 现在看见陛下和娘娘恩爱, 太后娘娘一定会很高兴的, 等晚一点, 我再去见太后娘娘吧, 成明染说道, 是书画印下, 反正成明染都已经说了, 那他自然没有再继续智慧的理由了, 成明染心里面默默地松了一口气, 其实他现在要是过去被太后娘娘问一遭的话, 那一时间还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 而且就连昨天晚上, 他自己其实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按道理来说自己应该会拒绝的, 可是最后他居然顺从了, 成明染还在想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所以一直都信不在焉的, 纪灵舟听说他醒了之后也赶了过来, 成明染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完全没有发现, 书画正在给成明染书发箭, 到纪灵舟的那一刻正准备行李来着, 结果被纪灵舟先一步抬手阻止了, 书画汗手,然后非常有眼力劲地退到了一边, 纪灵舟顺理成章地站在了成明染的身后, 铜镜里面映照着两人的身影, 只是成明染对这一切还完全没有察觉, 纪灵舟温柔地帮成明染梳着头发, 他其实从来没有做过这些精细的活, 但是只要耐心, 有什么事做不了的他看着镜子里面的成明染, 想什么,这么入神呢, 是屋子里面很热吗, 为什么脸和耳朵都红了, 纪灵舟突然出声, 成明染被吓了一跳, 他刚要转头, 结果没注意直接就撞到了纪灵舟的身上, 怎么还冒冒失失的, 纪灵舟无奈看着眼前的成明染, 他眉眼柔和, 头发又弄乱了, 要重梳了, 陛下什么时候过来的, 怎么也没有人通传, 成明染问了一句, 他是真的没有听见什么动静, 第186章, 要孩子, 纪灵舟嘴角微勾, 他的手放在了成明染的肩膀上, 然后帮他挣了挣身体, 挣对着镜子, 我没有让他们通传, 不过进来的时候我也没有刻隐瞒, 而且我都在这里站了好久了, 是你自己想东西想得太入神了, 所以刚刚在想什么, 纪灵舟弯腰, 然后把脸凑到了他的耳边, 成明染听到这个问题也有些心虚, 因为他刚刚想的东西确实有些不太正经, 什么也没想, 我在放空, 成明染还回答得理直气壮的呢, 纪灵舟挑了挑眉, 冉染觉得这话我会相信吗, 成明染别看自己的目光, 陛下爱信不信, 要是不信我也没有办法, 我总不可能说服陛下来相信我吧, 你这个话说的倒是也有些道理, 纪灵舟煞有其事地回答了一句, 成明染没说话, 纪灵舟挨着他坐了下来, 但是我刚刚也在想一件事, 然然想知道刚刚我在想什么吗, 成明染听到这话就觉得莫名其妙的, 他索性回了一句陛下在想什么, 我怎么知道, 我啊, 在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纪灵舟故意压低声音, 说得好像很暧昧似的, 果然, 成明染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脸色都有些不太正常, 他神色闪躲,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都有些不记得了, 嗯, 真的吗, 我还以为然染应该记忆犹新才是, 毕竟昨天晚上反应最大的就是然染啊, 嗯, 是不是, 哭得可厉害了, 那个小可怜的样子让我看了都心疼, 纪灵舟越说越浑了, 再加上他这挑逗的语气, 成明染的脸直接一下子就涨红了, 陛下怎么又乱说话, 我这是乱说的吗, 我这说的是事实, 而且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私房话, 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再说了, 昨天晚上, 然染忘了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了吗, 跟熟透了一样, 纪灵舟将人搂进怀里, 成明染说不出话来, 他就算是想要反驳, 也不知道从哪里反驳, 然染今天就没有哪里不舒服吗, 要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可不要忍着, 我刚刚还让太医拿了药膏, 到时候我帮你上药, 纪灵舟好像还觉得刚刚的话不够露骨一样, 越说越离谱, 成明染轻轻地把人推开, 可是推不动,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真的吗, 然染可不要故意逞强, 毕竟昨天晚上都还说不要了呢, 纪灵舟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 他现在是以逗弄成明染为乐趣了呀, 陛下, 成明染是真的招架不住了, 纪灵舟有些好笑, 不过最后还是大发慈悲地把人给松开了, 他坐直了身体, 好了, 我不逗你了, 怎么这么不禁逗呢, 都已经老夫老妻了, 在这样的事情上还会害羞不成, 成明染嘴角抽搐, 为什么就不能害羞了, 他是什么很厚脸皮的人吗, 不过他虽然不一定是, 但纪灵舟这个人肯定是, 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张嘴巴这么能说, 纪灵舟将人从位置上扶着站了起来, 听说你才刚醒, 应该还没有用膳吧, 我让人准备了吃的, 这倒还挺贴心的, 刚刚还不觉得有什么, 现在听他这么一说, 成明染还真觉得自己有点饿了, 连一宫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厨房, 纪灵舟带着人过去的时候, 工人们都已经把膳食全部摆放好了, 坐下吧, 纪灵舟把人拉着在位置上坐下, 而他则是挨着成明染就坐了下来, 成明染一开始还没觉得有什么, 直到他看到了桌子上的这些菜品, 就皱起了眉头了, 这些东西成明染欲言又止, 但是你平日里面吃的比较多的东西, 还有, 我让人专门给你做了药膳, 割一些补气血补身体的东西, 纪灵舟回答, 你的身体不好, 一定要好好养护, 而且, 这些东西有利于你祝孕他一边解释, 还一边帮成明染成了一碗鸡汤, 成明染听到前半句还觉得挺正常的, 直到后半句, 祝孕, 他看向纪灵舟, 尤其是他这一副这一本正经的样子, 面不改色的样子, 都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 陛下刚刚说什么, 祝孕, 成明染问了一句, 是啊, 然然难道不想要个宝宝吗, 纪灵舟挑眉问了一句, 还把碗里的鸡汤放到了他的面前, 成明染, 这些都是我让太医按照你的身体情况特意准备的, 然然要多吃些, 这样身体才会好, 我们也才能更快有自己的宝宝, 纪灵舟说道, 成明染听到这话之后, 鸣起了唇半, 纪灵舟敏锐地发现了他的异常, 心里也多了一丝的不确定, 怎么了, 你, 不高兴吗, 还是说, 你现在不愿意要孩子, 孩子的事情急不得, 成明染低着头说道, 纪灵舟心口微疼, 他这是不愿意吗, 然然是在担心, 还是顾忌什么吗, 纪灵舟主动询问了一句, 成明染摇头, 我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去适应这个身份, 他回答, 其实没有要刻意地排斥, 只是他害怕, 而且也没有做好准备, 纪灵舟没说话, 两久, 他又好似很轻松地笑了起来, 接着就握住了成明染的手, 没关系, 要是没有准备好, 那我们就慢慢来, 顺其自然就好, 成明染看向纪灵舟, 陛下已经有黄色了, 可是我好似并未见过陛下与其亲近过几次, 我, 如果我和陛下有了自己的孩子, 那我的孩子也只会是众多黄子中的一个, 成明染这话说的有些大胆, 但是意思却很明确, 纪灵舟没想到成明染会这么跟自己说, 但是同样也很高兴, 因为他不愿意跟自己说这些, 我们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是不一样的, 他回答, 哪里不一样, 都是陛下的孩子, 还是说在陛下眼里, 其他的黄丝并不重要吗, 那有朝一日, 我们的孩子会不会也会成为不再特殊的那一个, 他害怕, 害怕孩子出生后也不过是多了一个身不由己的可怜人, 第187章, 起码, 纪灵舟面对成明染的质问, 其实说不出什么满意的回答, 因为他不管说得再完美, 成明染也不一定会相信自己现在说的话, 然然要是没有准备好, 那就慢慢来, 纪灵舟说道, 他或许一开始就不应该提起这个话题, 成明染看着这一桌子的东西, 现在却已经没了胃口, 我吃不下了, 陛下吃吧, 他说完这话, 就准备起身, 纪灵舟的手微微一顿, 你都还没怎么吃, 现在就吃不下了, 不管你在想什么, 那也要以自己的身体为重, 快用膳吧, 成明染看向纪灵舟, 有些没胃口, 没胃口也要吃一点, 你这都多久没吃了, 本来早上就睡得晚, 早餐都还没有来得及用呢, 现在又不吃, 你以为自己的身体是铁做的吗, 纪灵舟无奈, 成明染没说话, 纪灵舟又把刚刚盛的汤端了起来, 我喂你吧, 说着他还真的自己拿起了勺子, 成明染皱了皱眉, 我可以自己来的, 以后你不好好吃饭, 那就只能我来喂你, 成明染还想说什么, 可是一对上纪灵舟的眼神后, 就什么也没说, 安安静静地把汤喝下, 马上就要开春了, 今年的春烈也提前了, 想一起去玩玩吗, 纪灵舟提到了今年春烈的事, 成明染以前每一年的春烈都去了, 但其实没什么可做的, 今年, 纪灵舟或许是看出了他的犹豫, 所以先他一步开口, 冉冉之前不是很想学骑马吗, 这次我带你去骑马, 想要去试一试吗, 骑马, 成明染没有马上答应, 其实他心里都知道, 这只不过是纪灵舟找的一个理由罢了, 他刚刚确实是不打算去的, 还是准备随便找个理由给推辞掉, 但是转念一想, 自己去了也没有什么坏处, 而且万一发生一些突发情况, 那自己也提前做些打算, 好成明染, 这是答应了, 纪灵舟听到这句话, 心里终于是满意了, 也放心了, 他脸上的笑意都真切了几分, 今天马场也来了一匹新的马, 一会儿要是有时间, 我带你去逛逛, 去马场干什么, 成明染也有些疑惑, 那种地方向来不是他们这些后妃应该去的地方, 去给你选一匹温顺的马, 到时候可以让人一起带去猎场, 以后这匹马就独属于你, 到时候也可以熟悉一下, 纪灵舟说道, 这话说的当时也有道理, 成明染没有拒绝,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纪灵舟 把所有的一切事都说得太好了, 他突然也有些期待到时候骑马时的感觉了, 他其实一直都很想学, 可总是没有什么机会, 后来入宫之后, 因为他觉得纪灵舟喜欢安静规矩一点的女人, 所以对于骑马这样的事情就更不会提起了, 用过午膳之后, 纪灵舟就带着成明染直奔马场, 因为是突然过来的, 工人看见纪灵舟的时候也被吓了一跳, 他一脸惶恐地赶了过来, 奴才见过陛下, 见过淑妃娘娘, 今日不是新来了一匹马吗? 让人挑选几匹温顺的送过来吧, 纪灵舟说了一句, 工人也几乎是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这看来应该是要给这位淑妃娘娘挑马的, 他不敢耽误, 赶紧让人选了几匹上好的马匹, 然然会害怕吗? 纪灵舟问了一句, 没有尝试过自己骑马, 但是我也是上过马的, 所以不会觉得害怕, 成明染回答了一句, 纪灵舟挑眉, 这也不算意外, 因为成立再怎么也算是马背上的人, 成明染作为他的女儿, 又怎么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呢? 马夫很快就牵了几匹不错的马过来, 有一匹白色的, 有两匹红棕色的, 还有一匹黑色的, 纪灵舟看了一眼都是差不多的, 而且既然能选进攻的马, 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看一看有没有合眼缘的, 纪灵舟看向身边的成明染, 成明染走到这几匹马的面前也不害怕, 主动伸出手就要去摸, 纪灵舟也没有制止, 这几匹马都挺温顺的, 所以不会有什么事, 都可以的, 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成明染说了一句, 那也得你自己挑, 要不自己去选一匹, 纪灵舟问, 成明染又重新看了一眼, 黑色的, 那个什么, 这也太黑了吧, 不是好看, 绿色的太过于普遍了, 我选这匹白色的马, 成明染说道, 纪灵舟听到他这话也是意料之中, 一般情况下, 他们这样的小女人其实也都会选白色, 好, 那就这一匹吧, 要不要先上马试一试, 纪灵舟问他, 成明染也点了点头, 他自然很期待, 而且还有些迫不及待了呢, 只是表面上还是要故作矜持的, 纪灵舟也把他的表情看在眼里, 心里也觉得有些好笑, 这明明就很想, 还要假装不着急呢, 那就试试吧, 纪灵舟把马牵了过来, 然后扶着成明染上马, 成明染提起自己的裙子, 可是就还没有等他才稳, 就有一些重心偏移, 差点就摔下来了, 幸好纪灵舟一直都把人护着, 慢一点, 没事的, 纪灵舟安慰了一句, 这马不是很高, 他将人紧紧护着, 好在是顺利坐上去了, 成明染刚坐上马, 心里的感受还有点奇异, 因为他真的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过马了, 而且这上面的视野都不一样, 他突然就有一点兴奋, 这样的感觉好像真的挺不错的, 我先牵着你走一圈, 纪灵舟对着他说了一句, 好成明染现在正高兴着呢, 自然说什么都好, 纪灵舟可以很明显地感知到成明染的情绪, 所以受到感染后, 这心里也跟着高兴了起来, 如果成明染真的喜欢骑马, 那自己以后经常带着他过来就是了, 这又不是什么难事, 陛下, 这样的事情要不让奴才们来吧, 纪灵舟还没有把马牵出去呢, 马夫就赶紧过来了, 笑话, 这样的事情怎么能让陛下亲自来呢, 第188章, 灵舟哥哥, 但是纪灵舟完全就没有要把手里的缰绳交出去的意思, 只是说了一句, 都退下吧, 没有朕的命令, 任何人不许靠近, 是, 得了, 陛下自己要亲自交娘娘骑马, 他们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 现在这位淑妃娘娘还真不是一般的受宠啊, 光是从那个封号就能看出来, 圆, 哪个后妃能用圆这个封号的, 等人都退下之后, 纪灵舟才又看向陈明染, 还可以适应吗, 会不会有些难受, 癫吗, 他问, 还好, 可以适应, 陈明染现在全身心都放在骑马上, 所以, 整个人都放松了不手, 纪灵舟满意了, 我先带你走几圈, 然后再教你怎么去控制马匹, 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或者是害怕了就告诉我, 好吗, 好, 我知道了, 陈明染回答, 纪灵舟难得看见他这么高兴, 纪灵舟就这么牵着马, 带着他走了半圈, 马很温顺, 一直都乖乖的, 陛下承明染主动唤了一声, 怎么了, 纪灵舟问了一句, 这匹马现在有名字吗, 承明染问, 这些马要是没有人认领, 那都不会有名字的, 但是现在, 你可以给他取一个你喜欢的名字, 纪灵舟说道, 那这匹马, 是一匹公马, 还是母马, 承明染又问了一句, 是匹母马, 有什么想法吗, 纪灵舟问他, 那就给这匹马取名叫双雪好不好, 承明染难得会主动说这么多话, 双雪, 纪灵舟自然是没有意见的, 你取的名字当然是最好的, 这现在是你的马了, 你做主就可以, 他说道, 那以后他就叫双雪了, 所以我之后可以经常来骑他吗, 承明染觉得挺有意思的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现在还不熟悉, 才刚刚学, 所以不要一个人骑马, 若是我在的话, 那就告诉我, 我来陪着你, 若是我不在的话, 你就让马场里面的驯马师傅跟着你, 保护你的安全, 纪灵舟不会反对他过来骑马, 但是这一定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 承明染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好, 多谢陛下, 他现在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也是真正的放松, 如果真的要感谢我, 这句话怕还不够吧, 纪灵舟这是又来了吗, 承明染听到这话之后, 也疑惑地看向了纪灵舟, 陛下这话是什么意思, 还要我做什么吗, 他问, 那然然就答应我, 以后再没有人的时候, 不要跟我这么生疏, 不要叫我陛下, 纪灵舟语气无奈, 这样的话, 他也不是第一次说了, 承明染这次没有马上回答, 然然跟以前一样叫我, 好吧, 纪灵舟还是很想让承明染叫自己灵舟哥哥, 若不是害怕承明染不愿意, 他倒是更希望承明染可以叫自己夫君, 我, 叫不出口, 承明染别过了自己的目光, 纪灵舟听到这句话, 脸上有一丝意外, 叫不出口, 那然然这意思是, 其实是愿意的, 是吗, 承明染没有否认, 纪灵舟乐了, 好歹这态度也算是有所转变, 他心里止不住的开心了起来, 既然不是不愿意, 那有什么叫不出口的, 然然, 今天专门带你来骑马, 还挑了一匹专属于你的马, 你既然想要感谢, 那怎么连这点也不愿意呢, 嗯, 然然以前最喜欢那么叫我的, 叫给我听听, 好不好, 纪灵舟一点一点的又哄, 承明染的脸色有一点不太自然, 纪灵舟对此又往下说了句, 然然, 昨天晚上我们更亲密的事情都已经做过了, 现在只是一个称呼而已, 换一个称呼, 好不好, 听到他说起昨天晚上的事情, 承明染脸上有一丝的恼怒, 说起来是恼怒, 但是在纪灵舟眼里, 更多应该是羞愤, 陛下, 承明染还是有些喊不出来, 纪灵舟故作失落, 然然要是实在叫不出来也没有关系, 大不了下一次再试, 不过, 这下一次我可就想换一种方式了, 承明染听到这话后有些疑惑, 只是一个称呼, 还怎么换一种方式, 纪灵舟故作神秘, 然后放低声音, 下一次, 我们就在昨天晚上的那种场景里面喊, 冉染说好不好, 承明染, 自己刚当都听到了什么, 在昨天晚上的那种场景里面喊, 承明染的一张脸迅速就涨红了, 这也太羞耻了吧, 冉染脸红什么啊, 要是你现在不愿意, 那下一次我可就真的要这么做了, 嗯, 到时候就得冉染叫了之后, 我才听, 纪灵舟眼神里面全部都是打趣, 这很明显就是故意的, 承明染的那一张脸红的快要滴出血来了, 他实在是没想到, 纪灵舟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还真是不要脸, 怎么冉染是更想现在叫, 还是更想留在下一次叫, 纪灵舟这是步步紧逼, 承明染小声嘟荡了一句, 陛下这明明就是在威胁我, 什么威胁, 那样的事情是威胁吗, 这明明就是选择啊, 冉染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 纪灵舟这是要把不要脸发挥到极致啊, 承明染不禁在心里暗自负费, 还真是阴险, 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呀, 怎么越来越厚脸皮了, 冉染叫吗, 嗯, 而且要是冉染现在叫了, 那我就带着你一起享受一下在马背上狂奔起来的感觉, 好吗, 纪灵舟这是又放出了诱惑啊, 不得不说, 承明染确实是没有选择的余地, 而且也根本就不是纪灵舟的对手, 他犹豫了很久, 内心一直都在自我挣扎, 明明以前轻而易举就能喊出口的称呼, 到了现在怎么就是说不出来呢, 可是, 他捏着面前马鞍的把手, 也不知道你下定了多大的决心, 最后终于小声地喊了一句, 灵舟哥哥, 第189章, 吉池, 虽然声音不大, 但是承明染说出来的话, 纪灵舟听得很清楚, 他唇角微弯, 什么, 我没听清, 他故意问了一句, 承明染心里忍不住发了个白眼, 我已经喊了, 陛下要是听不见就算了, 这跟我也没有关系, 他说着说着, 这底气好像反上来了, 纪灵舟有些无奈, 不过同时也被他这个样子给可爱到了, 威风轻浮带来阵阵青草的香气, 下一刻, 纪灵舟身姿矫健一跃而起, 接着稳稳地坐在了承明染骑着这匹马的马背上, 承明染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准备, 所以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 眼中闪过一丝惊慌, 但随即被纪灵舟坚定而温柔的声音安抚了一句, 别怕, 我在这儿呢, 不会让你摔倒, 承明染犹豫了一下, 纪灵舟顺势将承明染整个圈在怀中, 坚实的胸膛给了承明染无比的安心感, 然而, 这突如其来的亲密举动还是让承明染心跳加速, 脸颊微微泛红, 他紧紧抓住纪灵舟的衣精, 试图平复内心的慌乱, 两人共成一骑在日光下缓缓前行, 影子拉得长长的仿佛预示着一段美丽的开始, 但是, 刚刚这些是正事吗? 当然不是, 纪灵舟还没有忘记刚才的事情吗? 他故意凑到了承明染的耳边, 然然, 当当我们距离太远了, 你的声音又小, 所以我没听见, 现在叫我一声, 好不好, 他又开始哄了, 承明染, 不要, 他小声拒绝, 不过这声音倒是有些软了, 纪灵舟心情越来越好, 为什么不要你刚刚都已经叫过一次了, 第二次应该也不难吧, 再叫我一声, 好不好, 纪灵舟反正是准备把泼皮无赖践行到底, 承明染第一次觉得, 纪灵舟这个人话挺多, 而且很吵, 让人觉得烦的, 不要, 承明染, 这还要交上了, 纪灵舟故作扭捏姿态, 还扭动了一下身体, 冉染, 他拉长了自己的声音, 承明染, 他突然就想用恶心两个字, 来形容纪灵舟了, 陛下, 难道就不能正常一点吗, 你现在说话, 让我觉得有些陌生了, 承明染干脆打起了直球, 因为这真的有些招架不住呀, 但是纪灵舟就跟没有听懂似的, 我不正常吗, 我哪句话不正常啊, 我刚当的样子, 不行吗, 什么陌生, 我什么时候又变成陌生人了, 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 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纪灵舟直接来了个连环, 承明染, 简直好吵, 然然刚刚又再插开话题了, 你还没叫呢, 纪灵舟又说了一句, 承明染无奈, 陛下非要听吗, 我想听啊, 再叫给我听一听, 好不好, 我喜欢听你那么叫我, 纪灵舟放软了语气, 承明染心里面已经看了无数次气了, 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 灵舟哥哥, 承明染又重新叫了一句, 或许真的是有了第一次, 所以第二次也没有太难为情, 承明染喊出这一句的时候, 心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别扭, 纪灵舟这一次可算是满意了, 直接就把人报警, 坐稳了, 我带你跑上几圈, 承明染听到这话也有些兴奋, 因为他也很想尝试一下那种在马上狂奔的感觉, 好承明染说了一句, 听到他的声音之后, 纪灵舟嘴角轻轻勾了起来, 然后突然用力一拍马背, 骏马如离弦之剑般冲了出去, 承明染虽然早有准备, 可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加速度吓了一跳, 惊呼一声, 双手紧紧抓住了马背前面的扶手, 脸侧着往纪灵舟的怀里靠, 几乎贴在了他的背上, 怎么了? 害怕了呀, 纪灵舟声音放大, 承明染是真的有一点害怕, 因为这里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他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速度, 所以时间也适应不下来, 别怕, 这不是还有我在吗? 没事的, 纪灵舟还是安慰了一句, 承明染轻轻点头, 还小声说了一句, 我不怕, 他的声音很快就和这些风一起消失在了马场, 纪灵舟听到了, 但也只觉得好笑, 这还自己在安慰自己呢, 他的心跳如同雷鸣般急促, 仿佛要跳出胸膛, 但纪灵舟的自信给了他一丝安慰, 马儿在草场上飞驰, 风在耳边呼啸, 承明染逐渐适应了这种速度感, 他开始放松身体, 感受着风浮过面颊的清凉和自由的畅快, 他的心跳也慢慢平稳下来,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刺激, 还想要再快一点吗? 纪灵舟问了他一句, 虽然还是有点害怕, 但是承明染也很想感受一下这种刺激, 因为这种刺激感, 让他慢慢地放下了以前走动的情绪, 好, 承明染说道, 纪灵舟闻言再一次拍了拍马, 骏马仿佛感受到了主人的情绪, 马蹄猛地一踏, 瞬间冲了出去, 承明染终于绷不住了, 所以被这突如其来的速度吓得尖叫一声, 纪灵舟双手紧紧抱住承明染的腰, 仿佛要把自己嵌入他的身体里, 承明染的心跳如同肋骨般急促, 几乎要跳出胸膛, 马场上封在耳边呼啸, 仿佛要将人撕裂, 承明染能感受到纪灵舟背部肌肉的紧绷, 可也慢慢地平复了下来, 他抬头望去, 只见他的侧脸线条刚硬, 可是现在好像又透着一丝少有的柔和, 他的骨相如同刀客斧凿一般, 不得不说, 纪灵舟这张皮囊长得是真的很好, 不过这还是他第一次这样去看它, 面对周围的景物在眼前飞快地倒退, 承明染再一次紧紧闭上眼睛, 不敢去看这惊心动魄的场景, 不过不敢看的只是这些吗? 或许在刚刚的那眼里, 就已经有什么发生了变化, 闭上眼睛后, 他承明染只能凭借纪灵舟的呼吸声和马蹄声来判断当前的状况, 每一次马儿越起, 他都能感受到男子身体的紧绷和颤抖, 因为距离太近, 他甚至都能听到纪灵舟心跳的加速和呼吸的急促。 第190章 以前梦里面的场景 两久, 承明染慢慢地适应了马速, 然后睁开了眼睛, 还害怕吗? 纪灵舟问了他一句, 我没有害怕, 承明染这还没有承认呢, 纪灵舟也是看破不说破, 好, 你胆子最大了, 最勇敢了, 什么也还不害怕, 是我杞人忧天, 小看了你好吗? 他也乐意纵容着, 承明染勉强满意, 不过就他这点小心思和小神情落在纪灵舟眼里, 只会让他觉得欢喜, 看得他心软软的, 所以也就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承明染感受着身后纪灵舟胸膛的震动, 听着他欢快的笑声, 心中的紧张渐渐被不好意思取代, 他抬头看向纪灵舟的下额, 这样的纪灵舟还真是不常见, 不能说不常见, 应该是说以前从未见过, 不仅是自己没有这样自意的一面, 纪灵舟好像也没有过这般放纵, 且完全没有任何束缚和包袱的时刻, 他时常在想, 自己在这个位置上会有很多的身不由己, 那纪灵舟是不是更难做? 那个位置或许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为难吧? 承明染叹了口气, 他这又是怎么了? 怎么又开始想这些了? 不管那个位置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始终不关自己的事情, 只是他这个做皇帝自己应该考虑的。 马尔在草原上飞驰, 承明染把刚刚脑子里面的东西全部扔了得干净, 他现在逐渐适应这种速度感, 他深吸一口气, 试图平复自己的心跳, 风很快, 但也很自由。 两久, 承明染突然就听见了纪灵舟大喊一声, 遇, 然后用力勒紧了缰绳, 马尔立刻来了的急刹车, 承明染因为没有一点的防备, 整个人向前冲去, 差点从马背上摔下来。 他惊恐地尖叫一声, 纪灵舟紧紧地抱住了他, 仿佛要将他融入自己的身体里。 哈哈, 刚刚不是还说不害怕吗? 嗯, 还是说, 我们家冉染这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投怀送抱, 但是又因为害羞而不敢主动抱我, 所以才故意用了这样的方式。 纪灵舟低下头, 看着承明染惊慌失措的模样, 也是笑得前仰后合。 承明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赶紧就要正脱开。 你也不提前说一声, 明明就是你故意的, 现在居然还倒打一耙。 他毫不客气地反驳了一句, 我故意干嘛呢? 纪灵舟好整以挟地看着承明染, 故意让尖叫害怕, 现在自然也是有脾气的, 纪灵舟也不否认。 那就算你猜对了, 也说错了一句话。 承明染疑惑地看着纪灵舟, 我哪句话说错了? 就算我是故意那么做的, 但是你刚刚不是说你不害怕吗? 为什么又会害怕呢? 而且, 怎么能叫我占你便宜? 我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能叫我这里便宜呢? 然然这会儿没说错吗? 纪灵舟这是还会狡辩的呀。 你, 承明染想要争辩一下, 可是又找不到什么地方好反驳的, 好了, 别跟我争了, 你就不能让你让我吗? 纪灵舟都开始故意示弱了, 承明染这叫什么? 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他明明什么都没做, 怎么还全都成了自己要争? 纪灵舟这要是去后宫混, 那其他人都没有活路了, 算了, 自己懒得跟他说话, 要不然迟早会被气。 承明染在心里面默默安慰自己, 反正也没有他那么无耻, 自己就当是让他一回吧。 不过, 尽管有了这么一段的小插曲, 但这一刻的欢笑和放松, 还是让承明染感到无比畅快。 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种感受了, 而且虽然总是会跟纪灵舟两人逗逗嘴, 说说笑, 但是这个就是自己以前最想要的嘛。 承明染想到这一天, 突然就觉得一切好像没有那么真实了, 以前自己再怎么想也奢求不来的东西, 现在轻而易举就得到了, 但他反倒是有些不太习惯了。 他看着纪灵舟温和的眉眼, 还有那没有消去的笑容, 心中也不自觉地涌起一股暖流,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融化。 原来他也有这样的一面吗? 原来自己真的能跟他这样自然地相处吗? 就好像是寻常夫妻一样。 只是夫妻, 这个词自己是真的受不住啊。 承明染的眼里变化了多种情绪, 有一开始的惊讶, 又到后面的欢喜, 再就是疑惑, 紧接着又是恍惚, 最后是失落呀。 怎么了? 刚刚不是看起来还挺高兴的吗? 现在怎么突然之间, 好像又开始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了呢? 纪灵舟很敏锐地察觉到了承明染的情绪。 承明染看着他的眼睛, 这次没有闪躲。 我只是觉得眼前的这一切好像不是很真实的样子, 而且就好像只是一场梦。 等梦醒了, 所有的事情又会被拨回原点, 到时候就什么也改变不了了, 也什么也挽回不了了。 承明染也不避讳, 直接把自己心里的想法都说了出来。 纪灵舟听到这话的时候愣了一下, 但随即而来的就是心疼, 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一场梦呢? 他抱住承明染, 因为现在的这一切跟我以前梦里的很像。 承明染说到, 他以前在纪灵舟一次次推开自己的时候, 每天晚上等他到半宿都等不来的时候, 还有刚入冷宫, 日日夜夜盼着他的时候, 晚上都会做着这样的梦。 看, 现在不就跟梦里面一样吗? 对不起, 纪灵舟从身后抱着他, 语气里面满是歉意。 承明染没有说话, 纪灵舟继续开口, 是我醒悟得太晚, 让你受了太多的委屈,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好。 既然做错了, 那就是该罚的, 那就罚我以后一辈子守着你, 照顾你, 可以吗? 他倒是会惩罚的, 承明染身吸了一口气。 算了, 不重要了。 第191章, 一起沐浴。 承明染和纪灵舟在马场的事情, 很快就传了出去, 这还是一如既往, 除了那几个撕帕子的, 也没什么人的凤气功。 池月刚刚喝了药, 他听着清禾的话, 骑马。 是啊, 要不怎么说陛下宠爱淑妃娘娘? 居然亲自教淑妃娘娘骑马, 要知道, 这还没有人有过这样的殊荣。 清禾撇嘴不高兴, 陛下的恩宠不是这都能有的, 倒也正常, 伺候本宫沐浴吧。 池月语气轻柔, 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在意。 是, 清禾扶着皇后起身, 里面的人已经放好了热水。 这一次去往春烈的名单, 都整理好送过去了吗? 池月还关心着这一次的春烈。 清禾点了点头, 已经送过去给陛下过目了, 陛下向来就不关心这些, 去了谁还是谁, 没去也不怎么在意。 这次送去的名单, 陛下就只问了一下淑妃娘娘。 这也是理所当然, 池月并没有觉得意外, 要是人不去, 她怕事才会觉得意外。 陛下对这位淑妃娘娘可上心得很, 清禾已经不是第一次提起了, 你说陛下这么宠爱淑妃, 那这宫里是不是又该添一个小黄色? 池月问了一句, 清禾皱眉, 娘娘这是担心, 本宫有什么可担心的? 只是本宫身为皇后, 自然要想着这些。 陛下那边一直独宠淑妃, 本宫也不是没说过, 可是有用吗? 既如此, 那本宫就不说了。 不过, 依照陛下的恩宠, 淑妃有皇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池月说道, 清禾帮她脱下了衣裙, 可是大皇子殿下怎么办? 陛下这般宠爱淑妃, 若日后淑妃生下皇子。 清禾满脸的担心, 池月倒并不在意, 她慢慢入了水池, 白皙的肌肤细腻光滑, 但后背上似乎有些旧伤, 胳膊上面也有, 而最明显的应该是肩膀处的刀伤。 切尔年纪小, 本宫说过, 她没有那方面的天赋, 这宫里面的争斗还少了吗? 就她现在这个样子, 以后如果真的存了这方面的心思, 能从这些人的手里活下来都不容易, 更别说那个位置了。 池月无奈, 清禾帮池月按摩, 可是殿下是嫡子, 那又如何? 陛下当年也不是嫡子, 池月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清禾见此不再多说, 总不能打扰了娘娘休息吧。 连衣宫。 成敏染今天在马场的时候, 因为养起来的尘土, 所以身上也弄脏了, 回来之后就开始沐浴更衣。 不过这边舒嬅才刚刚帮成敏染吞了衣裙, 纪灵舟就突然闯进来。 成敏染, 我跟你一起共狱, 纪灵舟还说得非常理所当然。 成敏染我觉得自己脑袋都开始疼了, 陛下以前也这般不要脸吗? 舒嬅默默低头, 然后退下。 什么不要脸? 在你面前, 我要什么脸面? 又不是第一次共狱了, 有什么不可以的, 而且我都已经过来了。 难不成冉染现在还要把我赶出去不成? 你我不看看今天我到底是为了谁啊? 纪灵舟也不需要别人服侍, 反正自己脱得可使劲了。 纪灵舟不管什么时候都觉得四下无人, 但是成敏染不行啊, 看着他脱掉的衣服, 脑子越来越疼了。 陛下, 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下形象? 成敏染身上还穿着最后的一层单衣, 现在纪灵舟在这里, 他反正是脱不了了。 纪灵舟才完全不管呢, 听到他的问话也只是说了一句, 什么形象? 我是什么样子? 有谁敢乱说的? 而且, 这里也没有别的人啊。 还是说, 安染这是准备出去败坏我的名声了吗? 不过如果你真的这么想, 那就错了, 我在自家妻子面前, 这个样子也很正常啊。 毕竟我垂涎冉染已久, 这样也不为过吧。 纪灵舟说着说着, 还直接就把人抱进了怀里。 成敏染, 他总感觉自己下一刻就能被这个人给气死。 你怎么还不脱啊? 你穿着衣服下去泡澡啊? 纪灵舟看着他身上最后一件衣服, 还煞有其事地回了一句, 跟个大傻子似的。 成敏染, 就你这个样子, 站在这里我怎么脱? 陛下成敏染突然就叫了一声。 嗯嗯嗯嗯。 纪灵舟马上就答应了。 你看到气池子的那些砖石了吗? 就是玉池的那个砖。 成敏染也不知道怎么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纪灵舟挑眉, 那是金砖, 冉冉觉得好看吗? 并想知道那个有多厚吗? 成敏染又问了一句。 多厚。 纪灵舟也非常配合地问了。 跟陛下的脸一样吼。 成敏染微笑回答。 纪灵舟乐了, 这是拐着弯要骂我呢? 这古往今来敢当着天子的面骂天子的。 你怕是第一人了, 这该是要载入史册的。 纪灵舟并没有生气, 那陛下就让人捉了我呗。 成敏染反正现在是没有把这个放在眼里, 也不会害怕。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底气吧。 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个底气是哪里来的。 纪灵舟伸出手在他的鼻子上面捏了捏。 你是不是觉得把我给拿捏住了? 就仗着我不舍得动你。 是不是? 陛下有什么不敢的? 以前还打过板子呢? 而且把我冷宫也不是没有过。 陛下以前能做的, 现在就不能做了吗? 成敏染故意提起以前的事情。 纪灵舟说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就心虚了。 以前是我不好, 是我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 你要记这么久的呀。 嗯, 能不能不要翻旧账了? 纪灵舟这是准备当泼皮无赖吗? 成敏染倒是看起来还有些得意, 陛下做的就不让人说了吗? 这么霸道? 我还真是怕了你了, 没关系, 谁让我欠你呢? 你呀, 就仗着我欠你的, 尽情地欺负我吧。 纪灵舟语气纵容我才没有欺负陛下, 我也不敢欺负陛下。 成敏染这是要为自己反驳两句了, 纪灵舟也不跟他争, 好, 你说得都对, 好不好? 所以什么时候洗澡呢? 还没有忘记这档子事呢? 成敏染, 算了, 逃不过去就认命吧。 第192章, 鸳鸯细水。 最后成敏染还是被纪灵舟包了个金光, 和纪灵舟一起进了浴池。 成敏染还挺不自然的, 眼神一直都躲闪着, 根本就不敢知是眼前的人好吗? 但是纪灵舟不一样, 他看着成敏染这个样子, 心里面的趣味就更浓了。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一旦开了婚, 那可就不一定指得住了。 然然, 你躲着干什么? 为什么不看我? 纪灵舟故意问了一句, 成敏染。 纪灵舟将人往怀里面捞了一把, 本来就什么也没穿, 现在紧紧向天的动作, 瞬间就让成敏染的那一张脸瞬间红透了。 冉染的脸这么红吗? 纪灵舟勾了勾唇脚, 是这水太烫了, 而且周围都是水汽。 成敏染到了现在不还在辩解呢? 纪灵舟觉得有些好笑, 没想到这小姑娘还挺有意思的呀。 是水太烫了吗? 可我觉得你身上更烫啊。 纪灵舟凑到她的耳边说了一句, 而且更过分的是她竟然直接在她的耳垂上轻轻地咬了一下。 成敏染, 浑身站立, 就好像汗毛都瞬间竖起来了一样。 而且更让人崩溃的, 是她明显感受到了纪灵舟身体的异常感。 除开那灼热的温度, 就是那硬挺的某处。 又不是第一回了, 她自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染染这是什么样的表情? 感受到了, 纪灵舟这是明之故, 连声音都开始克制不住了。 成敏染觉得挺羞耻的, 这里不可以, 这是浴池。 为什么这里不可以? 只要你愿意, 哪里都可以啊? 而且一直都在同一个地方多没意思, 我们就是要多多尝试嘛。 你说是不是? 纪灵舟那双眼神变得越来越危险。 成敏染有些不自然地咽了咽口水, 纪灵舟伸出手挑起了她的下额。 然然, 你刚刚还说这浴池里面的水很烫吗? 我看你现在倒是像要被烫熟了, 通体飞红, 看着可又人了, 这个时候最适合被吃掉了。 纪灵舟就好像大灰狼一样, 现在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的猎物呢。 成敏染轻轻地抵着她的胸膛, 陛下, 不要叫陛下, 叫灵舟哥哥。 纪灵舟已经快要克制不住了。 成敏染不肯, 但是没关系, 下一刻, 纪灵舟直接吻住了成敏染的唇绊。 跟以往不同, 这铺天盖地的吻让成敏染一时间有些把持不住, 而且还有些呼吸不过来。 她身体松软无力, 下意识地就搂住了纪灵舟的腰身, 纪灵舟感受到了她的回应, 所以这一场吻来的就更加疯狂了些。 她实在是有些累, 而且还承受不住。 她只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软, 但是很快, 纪灵舟的手就已经搂住了她的腰, 突然就有了依靠的感觉。 而且, 这越是到了后面, 她就越觉得脱离, 最后更是完全把自己身体的重心交给了纪灵舟。 纪灵舟使劲地把人往怀里面揉, 好像要将人融为一体似的。 在浴池之中, 一幅生动的画面徐徐展开, 温暖的水汽升腾, 仿佛将整个空间笼罩在一片朦胧的仙境之中。 水花不再是简单的跳跃, 它们犹如活泼的精灵在池水中尽情嬉戏。 每一次激荡都像是绽放的烟花, 瞬间爆发出无数的光彩, 又迅速消散, 只留下淡淡的涟漪在池面荡漾。 池中的水花跳跃着, 碰撞着, 它们相互追逐, 相互嬉戏, 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狂欢。 它们撞击在池壁上, 发出清脆的回响, 就像是欢快的乐曲, 让人不禁想要随着这节奏一起舞动。 空气中弥漫着水的清新和温暖的气息, 每一滴水珠都像是带着生命的魔法, 它们在空中闪烁,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整个浴池仿佛变成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舞台, 而水花则是这个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 这个场景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 感受着水花带来的欢乐和愉悦。 在这里, 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只剩下纯净的心灵和美好的感受。 最后, 成明染是被继灵舟直接抱上来了, 至于原因吗? 那当然是因为刚刚在水里面泡得太舒服了, 所以困了啊。 继灵舟用干净的畅长帕子裹住了成明染的身子, 然后就直接把人往寝殿里面抱了过去。 成明染浑身瘫软, 现在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继灵舟温柔地把人放到了床榻上面, 成明染身上轻轻紫紫的痕迹在白皙的肌肤上显得越发明显。 舒华在旁边伺候着都有些不好意思看过去, 这陛下还真是太那啥了吧? 怎么把娘娘弄成这个样子了? 继灵舟让人拿了干净的帕子帮成明染擦干被弄湿的头发, 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我等会儿帮你擦药。 继灵舟我一边擦一边说了一句。 成明染闭着眼睛, 但实际上没睡着, 只是也快了, 毕竟这实在是太累人了。 难受, 他迷迷糊糊地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感觉自己腿已经没了知觉, 动一下都觉得发软。 刚刚他可是完全站不住的, 那双腿一直都打站, 最后还是被继灵舟抱着坐在他身上, 想想都觉得挺丢人的。 继灵舟眼里面疼惜好, 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出来, 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睡吧。 成明染本来就迷迷糊糊的, 现在更是只听见了休息和睡, 他还真的就听了这句话, 没一会儿功夫就睡着了。 继灵舟让人去拿了药膏, 成明染睡着之后, 他才不放心地又从头到脚给检查了一遍。 有一些红肿, 毕竟昨天晚上和今天也连着不止一次了, 但好在没有其他的大问题。 第193章 奇妆 继灵舟给成明染擦好了药, 看着熟睡的成明染, 他心里的大石也慢慢落下。 至少现在他和成明染的关系 比起之前没有那么僵硬了。 倒是睡得舒服。 继灵舟感叹了一句, 不过睡得舒服也好啊, 现在的成明染比起刚刚他才冷宫出来的时候 可好多了。 继灵舟守在他身边, 外面的天都已经黑了, 而他只想多看看成明染。 这好不容易才缓解了一下关系, 还把这小丫头的性子慢慢养回来了, 可不能再出现其他意外。 成明染这一觉睡得的确舒服,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安心地睡过了, 不过这也确实是累了。 等他一觉醒过来的时候, 继灵舟早就已经不在自己身边了。 按照道理来说, 继灵舟竟然是在他宫里面歇着的, 那自然第二天应该由他来伺候继灵舟更衣早朝的。 但是他这几天还真的就没有哪一次是主动起来伺候继灵舟的。 更甚者是继灵舟都已经走了, 而自己还没醒过来呢, 关键继灵舟也不打扰自己啊。 所以, 陛下又走了。 成明染现在已经彻底习惯了。 舒华点头答应了下来, 陛下走的时候还说让娘娘多休息一会儿, 还让奴婢给娘娘擦药。 擦药? 成明染脸色有些不太自然, 擦什么药? 不用擦药, 成明染小声地说了一句。 娘娘, 陛下吩咐了, 要是不按时擦药, 一定会难受的。 所以还是擦擦吧。 舒华有些不赞同地看向成明染。 成明染脸色微红, 昨天晚上在浴池里面的时候, 继灵舟就跟那饿了的狼一样。 她总感觉比上一次在寝宫的时候还要久一些, 次数也要多一些。 而且, 可能是因为水里面感觉要稍微轻一点, 所以没有那么难受, 给她的感觉也要温和很多。 她又不是什么傻子, 刚刚才醒过来的时候就检查过了。 虽然有些狼狈, 但是那些地方早就备上了药了。 不用想也知道是谁上的药, 但是成明染一想到, 昨晚自己都已经成那个样子了。 继灵舟还来给自己涂药的场面, 就觉得羞耻。 那我自己来擦吧, 你把药放到旁边就行。 成明染实在是不能忍受别人来给自己上药了。 那个场面她一想着, 就觉得难以言说。 但是舒华却露出了一脸疑惑的样子, 娘娘自己擦吗? 真的不需要奴婢帮忙吗? 陛下说了, 你昨天骑马了, 腿上的擦伤一定要好好处理才可以。 而且, 娘娘很少骑马, 怕你今天会不舒服, 还得好好按一按才可以。 腿上面的擦伤。 成明染听到这话的时候愣了一下, 是腿上面的擦伤吗? 昨天晚上骑了马, 她大腿内侧确实有一点小小的擦伤, 但其实也不碍事。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不经常骑马的原因, 所以今天有点腰酸背痛。 成明染刚刚都没有往这一方面想, 直接把所有的事情都归咎于昨天晚上 祭林舟做的那些事情了。 一想到自己刚刚还想差了, 成明染的脸色更不正常了, 什么时候, 自己也变成了脑子里面全部都是那一档子事情。 成明染今天一整天都因为这件事情而变得不自在,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皇后也派人来了个宫, 将这一次春烈的名单送过来了。 她看着自己的名字也一点也不奇怪, 或者是因为昨天提前体验了一下, 她现在对这一次的春烈倒是还挺期待的。 娘娘说话带着几个宫女进来了, 怎么了? 手里面都拿的什么? 成明染看着这些身后的宫女, 好像都全部端着盘子。 娘娘, 这是刚刚陛下派人送过来的, 全部都是为娘娘这一次春烈之行准备的。 书画说了一句, 为这一次春烈之行准备的。 成明染马上就从自己的贵妃椅上站了起来, 宫女将托盘上面的红色纱布拿开了。 成明染一眼望过去, 全部都是这一次春烈需要用的奇装手势。 这些都是陛下专门为娘娘准备的, 娘娘要不要先去试一试? 陛下说了, 要是不合适的话, 就马上让人去改, 时间也还来得及。 书画说道, 成明染看第一眼的时候还挺喜欢的, 所以也就没推辞, 马上就让人伺候着穿上了这一身奇装。 这是一套霉红色的女子奇装, 如同盛开的牡丹, 既娇艳又英气。 这套奇装以细腻的丝绸为底, 色泽饱满, 犹如清晨的朝霞, 带着淡淡的温暖和生机。 上衣采用对筋设计, 金边镶嵌着细密的金色丝线, 绣着云纹和凤鸟, 寓意着女子如凤凰般的高贵与美丽。 袖口宽大, 随着马儿的奔腾轻轻飘动, 如同仙子下凡, 飘逸而神秘。 下身是一条霉红色的长裤, 裤脚收紧, 方便骑马时活动自如。 裤子上同样绣有精致的图案, 与上衣相互呼应, 形成一套完整的奇装。 裤腰用一条金色的腰带竖紧, 既凸显了成敏染的纤细腰身, 又增添了几分阴气。 这套奇装最为独特之处在于气配饰。 成敏染的头上戴着一顶铜色的丝绸帽子, 帽颜上镶嵌着宝石和珍珠, 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帽子的两侧垂下两条长长的丝带, 随着成敏染的动作轻轻飘动, 增添了几分灵动和妩媚。 成敏染的手腕上佩戴着一副金色的手镯, 手镯上镶嵌着各种宝石, 璀璨夺目。 他的脚上穿着一双霉红色的马靴, 靴口收紧, 既保暖又美观。 靴子上同样秀有精美的图案, 与整套奇装相得一张。 整体来看, 这套霉红色的奇装既展现了成敏染的恶娜身姿和柔美气质, 又彰显了其娇好的容颜和身姿, 还评添了几分英姿飒爽的模样, 书画看上自家娘娘的时候都直接看呆了。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成敏染这个样子。 以前成敏染虽然也会参加这样的场合, 可是以前因为身份的原因, 他稍微有一些触格的动作都不行, 自然是更不可能穿成这样的。 不仅仅是书画, 成敏染自己看着都觉得恍惚, 原来奇装也可以这么好看的吗? 第194章,春烈出发。 不过成敏染好像还是有什么顾忌, 虽说很合身, 可是这上面的设计和颜色会不会有些违背理智了? 书画听到这话之后, 凑到成敏染身边帮他整理起了衣服。 这身奇装是陛下亲自设计的, 也是陛下亲自让人送来给娘娘的, 当然就是符合理智的。 成敏染听到这句话, 再一次惊讶了, 陛下亲自设计的。 是啊, 上一局的姑姑说了, 当时是陛下身边的圣公公亲自送的图纸过去, 还说是陛下亲自费心设计的, 所以又怎么会有假呢? 书画满脸都写着开心, 毕竟这代表着陛下是真心对娘娘好的呀。 而成敏染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心里五味杂陈的, 居然是纪灵舟亲自设计的图纸吗? 他以前是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琐事的, 所以自己确实有些意外。 娘娘穿着很合身, 到时候到了猎场只怕是要惊艳所有人呢。 书画笑着说了一句, 我又不会骑马, 到时候不要闹什么笑话就好。 成敏染也没真的想要出风头, 只不过要是能玩一玩确实是不错的。 陛下这不刚教了娘娘吗? 娘娘可是陛下一手教出来的, 肯定能让所有人大开眼界了。 书画笑道, 其实他们也是很久都没有见自家娘娘这么高兴过了, 所以这一时间还挺感慨的, 不过同样也是发自内心的庆幸。 成敏染看着铜镜里面的自己, 春烈的骑射跟马场的可不太一样, 而且即便我能上马, 但也仅仅是能够勉强走上一走。 狂奔肯定是不可能了, 除非有寄灵舟或者其他擅长马术的人带着自己。 今年的春烈都提前了些, 不过每一年的春烈好像都会发生很多趣事, 娘娘这次出去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 书画说道, 说起来太后娘娘这次会去吗? 成敏染突然想了起来, 以前就是太后年年都会带着自己去。 书画摇头, 今年太后娘娘对外声称自己年龄大了, 身子不好, 所以就不去折腾了, 便没去。 那爹爹呢? 总归是要去的吧? 成敏染又多问了一句, 成将军自然是要去的。 而且, 这一次猎场的安全也是成将军负责。 陛下并没有因为之前的事情对将军有所说辞, 而且看起来戎宠更盛, 陛下应该是真的对成家放心了。 书画是太后和成敏染身边的人, 这些东西大家都心知肚明, 而且这里也没有了旁人, 所以他说话也就大胆了一点, 成敏染叹了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成家的事情也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了, 但是他心里面就是有些不踏实, 总觉得隐隐约约间还要发生些什么。 只希望这一次春烈之行可以顺利平安一点吧, 至少不要出了什么乱子。 上一次因为行刺之事, 宫里面人心惶惶, 可有不少人为此折了性命, 他也是害怕屠生是非。 成家所以说暂时没事了, 但是这盯着成家的人确实不少。 其实, 他之前倒是有过让自家父亲交出兵权的想法, 只是这个想法还没有告诉过父亲, 而且他也害怕父亲会觉得自己是在胡闹。 算了, 我第一次去到猎场后, 他再找机会去跟父亲商量吧。 春烈之行已经是半个月之后了。 当日, 成敏染是除了纪邻州之外地位最高的人了, 因为太后和皇后这一次都没有参与春烈, 所以成敏染就成了纪邻州之外最尊贵的人。 所以, 他这一次出行的车架也仅仅是排在纪邻州身后的车队出行声势浩大, 而成敏染从上车之后就开始休息了, 完全就不在意外面是什么情况。 娘娘若是觉得饿了就吃点东西, 这些全部都是陛下专门让人准备的, 毕竟时间长着呢, 这路上总是要垫垫肚子的。 书华说道, 成敏染打了一个哈欠, 昨天晚上没睡好, 我再睡一会儿吧, 我不饿。 书华听到这话也有些好笑, 昨天晚上因为要准备春烈的事情, 成敏染晚上一直都兴奋地睡不着, 不过这话也不能拆开了说, 毕竟咱们家的淑妃娘娘要面子呀。 但是话又说回来, 娘娘怎么比以前更好面子了? 刚刚才说完要休息, 现在马上就睡过去了。 纪灵舟一开始还担心, 成敏染这路途中会有一些不太适应, 结果没想到, 听人说她居然已经睡过去了。 纪灵舟无奈, 她觉得挺多呀。 原本她还准备燃成敏染跟自己乘一辆马车的, 但是又想着给她留点自己的空间, 所以就又单独准备了一辆马车。 这一次出现在她身边多安排一些人, 确保不要有任何意外的发生。 纪灵舟突然就说了一句, 李慎看向她, 陛下是在担心这一次的春烈, 小心一点总是好的, 她身上还有伤, 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第二次。 纪灵舟说到这里的时候, 眼神都变得冷冽了很多。 李慎汉手, 是, 陛下, 这次娘娘是后妃中身份最高的, 可需要让娘娘来负责这一次的春烈之行。 李慎突然想到了, 所以问了一句, 纪灵舟皱眉, 她应该不喜欢那些繁琐的事情, 如果她不愿意的话就不用去烦她了。 到时候看她自己吧, 你让下面的人机灵着点, 少去叨扰她, 这一次既然出来了, 那就是好好玩的, 总不能还被那些乱七八糟的琐事而打扰吧。 是, 李慎应下。 不过, 纪灵舟其实有的时候也在想, 这样的事情, 陈明然好像还从来没有接触过, 但以后难免会接触的, 如果什么也不懂的话, 可能会比较麻烦。 如果这样, 那是不是应该提前给她一个适应的机会? 这样以后也不至于手忙脚乱。 但是后来她又想明白了, 反正下面的人又不是白杆的, 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 那不得累死吗? 反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还有自己呢。 第195章, 打赌吗? 陈明然这一觉睡得就有些久了, 等她清醒过来的时候, 马车都快到了。 娘娘醒了? 舒嬅看着慢慢睁开眼睛的陈明然问了一句, 什么时辰啊? 陈明然稍稍地打了个哈欠, 任入有时了舒嬅帮陈明然倒了一杯水。 这么晚了, 陈明然将车帘掀开, 外面已经见了暮色了, 还有多久才到行宫? 陈明然问了一句, 应该还有半个多时辰, 娘娘可是累了。 舒嬅问了一句, 成明然摇头, 没事, 陛下呢? 可有让人来说过什么? 或者路上可发生过什么? 她又问了一句, 因为她确实是没想到自己这一觉会睡这么久。 陛下倒是派人来问过两句, 不过知道娘娘还在休息之后就没再说什么了。 舒嬅回答了一句, 成明然单手撑着头, 下次可以叫我, 总不能让陛下等着。 她说了一句, 舒嬅笑了起来, 陛下这也是害怕打扰到娘娘您休息啊, 谁不知道现在陛下最宠爱的就是娘娘了。 成明然无奈, 但是也没有要继续解释的意思, 不过这个时候外面倒是又来了人, 舒嬅姑姑, 陛下差人来问娘娘可醒了。 舒嬅看向成明然, 陛下都已经让人来叫了好几回了, 还真是一个离不得娘娘。 陛下可有吩咐, 成明然问了一句, 回禀娘娘, 陛下差人来请娘娘过去一同用膳。 外面的工人说了一句, 成明然也没有拒绝, 转告陛下, 我马上就去。 这算算时间确实已经到了晚膳时候了, 成明然刚刚没觉得有什么, 但是现在还真饿了。 成明然去到纪灵州车架的时候, 纪灵州面前已经摆好了各种膳食了, 不得不说啊, 这当皇帝就是不错。 睡醒了, 纪灵州看着成明然过来后也问了一句, 成明然点了点头, 纪灵州伸出手拉着她在自己身边坐下, 今天怎么睡了这么久, 可是有哪里不舒服的? 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就是昨天晚上一直都没有睡好, 所以今天就多睡了一会儿。 成明然说道, 我还当你这样一觉睡到天黑呢? 你要是再继续睡下去, 我只怕都是要让太医过去, 给你瞧瞧了纪灵州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 成明然又打了个哈欠, 纪灵州挑眉, 这事还没有睡醒, 刚醒, 有点犯婚。 成明然看向桌子上面的美食, 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爱吃的。 纪灵州给她盛了汤, 先喝碗汤垫一垫。 她说了一句, 纪灵州的马车跟其他的马车可就大相径庭了, 又宽敞又舒服, 而且也不会太颠簸。 成明然的肚子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所以现在也不会故作矜持, 端着碗就开始喝, 味道还不错。 只是这一边赶路一边做饭, 真是辛苦那些厨子了。 成明然看向纪灵州, 陛下会亲自狩猎吗? 她问了一句, 当然, 每一年不都是如此吗? 纪灵州说道, 每一年的第一只猎物都是她亲自狩猎得来的, 也必须是。 那陛下会参与狩猎比赛吗? 成明然又开始提问了, 看心情吧, 然然问这些做什么? 纪灵州突然就有些好奇, 就是突然想问一问, 但如果跟陛下一起比赛, 有人敢赢吗? 成明然是真的很好奇, 以前她作为后妃, 这些事情都没怎么关心过, 但现在她就是想要问一问。 纪灵州听到这话倒是笑了起来, 自然是没有人敢赢的, 不过这也不能说他们不敢, 而是他们本来就比不过。 她说着说着, 好像还高傲起来了, 成明然听到这话也是一脸都不相信。 看着成明然那质疑的表情, 纪灵州心里面的好胜兴起来了, 冉冉这是什么表情? 难不成是不相信我的本事? 陛下还真挺自信的, 成明然也不能说完全不相信, 毕竟她心里面也知道, 纪灵州一直都是一个文武全才。 纪灵州无奈, 对我这点信心也没有啊, 那不如我跟然然打个赌, 好不好? 什么赌? 成明然也有了那么一点点兴趣, 就赌这一次我会不会赢啊? 纪灵州说, 成明然一脸的狐疑, 那陛下想要怎么赌, 又赌什么? 她问, 嗯, 赌什么? 纪灵州好像还真的思考了一下, 最后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看着成明然就说了一句, 那边赌一个条件吧, 我要是赢了, 然然你就答应我一个条件, 要是你赌赢了, 我就答应你一个条件, 好不好? 成明然认真思索了一会儿, 最后坚定拒绝, 我不要赌, 为什么? 纪灵州意外, 因为不管怎么样我都赢不了啊, 成明然还说得理所当然的, 话怎么能这么说? 纪灵州问她, 因为是赢还是输都是你说了算, 如果你认真打猎, 那其他人自然是不敢跟你争的啊, 所以肯定是你赢, 成明然思来想去都觉得这个赌约不是特别划算, 纪灵州听到这些话也挑了挑眉, 那, 听说这一次猎场有白虎, 如果我能打来白虎就算我赢, 打不来就算是冉染赢, 这样总可以了吧, 白虎? 成明然还从来没有见过白虎, 不过她还是有些犹豫, 这太危险了, 陛下要是因此发生什么意外, 我可担待不起, 就你这张嘴敢乱说, 能发生什么意外? 然然这是不相信我, 纪灵州也说了一句, 成明然清敏唇半, 犹豫了好久, 最后问了一句那条件是什么, 这当然得结果出来之后再说啊, 纪灵州这是准备套路, 但成明然还真的不吃这一套, 不行, 那万一后面你的条件我不想答应啊, 所以, 必须要先把条件说了之后才能开始赌, 纪灵州, 这是没把人矿住啊, 那然然你说想要什么条件? 纪灵州还是一脸宠密的妥协了, 嗯, 我要骑马, 你叫我射箭, 后面带我一起去打猎, 成明然没有什么犹豫, 看样子就知道, 他是早就想好的, 第196章, 猎场, 纪灵州听到这个条件的时候, 也扬了扬眉, 冉冉这次来, 是不是就想做这些事? 成明然被拆穿了, 但脸上也没有什么好窘破的, 反而还回了一句, 既然是出来打猎, 那我想, 这样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吧, 纪灵州把奇妆都给自己送过来了, 他当然不会浪费这个机会, 是是是,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答应你了, 纪灵州说道, 成明然听到这话之后, 瞬间就高兴了起来, 那陛下你的条件是什么? 他的兴奋丝毫不加掩饰, 我的条件啊, 纪灵州故作神秘, 成明然望着他一脸好奇, 纪灵州想要什么是得不到的, 他也想知道, 纪灵州到底会让自己做些什么, 我想要, 纪灵州凑近成明然, 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话, 成明然的眼睛顿时就瞪大了, 一张脸也爬满了红韵, 他下意识地把人推开, 整个人无所适从, 不, 不行, 成明然小声拒绝, 几乎不敢正眼看向纪灵州, 但是纪灵州的心情, 好像越来越好了, 看着成明然现在这个样子, 更是一脸银鱼, 怎么就不行了? 然然要是拒绝我的话, 那刚刚然然说的那些话, 我可是也得重新考虑一下了, 他装作一脸为难的样子, 就是想要击成明然上钩, 果然, 成明然犹豫了, 只是他刚刚那个条件, 确实有些为难了好吗? 不过转念一想, 纪灵州也不一定就能赌赢啊, 还有, 就算是赌赢了, 到时候自己再赖掉, 也不是不可以, 成明然这么一想, 刚刚那些不愿意, 好像也淡了不少, 好, 我答应了, 赌就赌, 成明然突然就有了信心, 纪灵州嘴角轻弯, 然然可真是有底气呢, 嗯, 那就这样说好了, 君子协议, 成明然点头, 好, 纪灵州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大, 这个傻丫头掉坑里了还不知道呢, 就让他再高兴高兴吧, 只希望到时候输了, 可别哭鼻子, 成明然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算计了, 反正不管发生什么, 到时候只要自己不愿意, 他肯定也不能强迫自己, 马车一路到了行宫, 路途中, 成明然去了纪灵州的马车后, 就再也没有下来过, 两人一直待在一处, 到猎场后, 纪灵州也没有再故意折腾人, 他知道, 成明然这一路过来也累了, 所以让人安顿好了行囊后, 就直接回了营帐, 其实狩猎的地点就在行宫不远处, 不过为了方便, 纪灵州还是让人安盈扎寨, 以往来春猎时, 一些各贵人后妃, 或者千金小姐, 以及大臣家眷, 不参与猎场打猎的会被安置在行宫, 今年也是一样的, 但唯独不一样的是, 冉冉是想去行宫, 还是在营帐, 纪灵州问了一句, 以前我都是待在行宫的, 我也想体验一下, 在营帐是什么感觉, 成明然是真的很好奇, 而且虽然说是安盈扎寨, 但是纪灵州在的营帐, 又怎么可能是普通营帐呢, 那条件肯定也是顶好的呀, 好, 那你同我一起, 纪灵州说了一句, 这是要共处一个帐篷了, 行列这么多天, 成明然日日和陛下待在一起, 又不知道羡慕了多少人, 但是成明然一点也不在乎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因为不管他们怎么想, 那都是他们的事, 跟自己没关系, 但如果他们想要找事, 或者饭间犯到了自己面前, 那自己也不会任由他们柔缘搓扁, 当初既然想着要好好地留在皇宫, 好好地利用纪灵州的这份特殊, 狩猎当日, 成明然也起了一大早, 毕竟他也很想在今天凑个热闹, 狩猎第一天都必须由皇帝亲自发出狩猎信号, 然后走到猎场区射出第一箭的, 晨曦出破, 天边泛起淡淡的金色霞光, 如同锦绣般洒落在广袤无垠的皇家猎场之上, 猎场内, 茂密的林木间, 鸟鸣声声, 仿佛在诉说着即将到来的狩猎盛宴, 此时的纪灵州身起一匹神骏非凡的战马, 龙灵般闪烁的铠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他的身后是一对对整装待发的皇家侍卫, 铠甲争亮, 长矛如灵, 气势如虹, 鼓声雷动, 猎号长鸣, 如同天籁之音在猎场上空回荡, 纪灵州紧握缰缰绳, 目光如炬, 扫射着前方茂密的丛林, 仿佛已经看穿了林间的迷雾, 锁定了猎物的身影, 等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之后, 在纪灵州的示意下, 鼓声雷动, 号角长鸣, 承敏染看着眼前的场面, 心口也随着鼓声渐秘而变得紧张和期待, 他已经好久没有体会到这种感觉了, 看着战马上的纪灵州, 承敏染的思绪逐渐飘远, 好像又回到了自己很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纪灵州也跟现在一样, 意气风发, 侍卫们呈上来了第一支羽箭, 这一支会由纪灵州亲自射出, 纪灵州接过, 早就准备好的工人也从笼子里放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猎物, 放飞出去, 纪灵州瞄准猎物, 一箭正中, 下一刻皇家侍卫们如同离弦之箭, 纷纷策马奔腾, 静直冲入丛林, 一时间猎场内马蹄如雷, 尘土飞扬, 不可谓不震撼, 承敏染不是第一次见这种场面了, 但每次见到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他一直注视着马上的纪灵州, 在猎场上他给人的感觉又不一样了, 以前小时候他就随父亲还有太后娘娘一起来过猎场, 那个时候纪灵州都还是皇子, 也参与狩猎, 比起当时稚气未脱的他, 现在的纪灵州还真是多了很多来自于帝王的压迫感, 那样的他真的给人一种不容亵渎和侵犯的感觉, 便不过正当承敏染还沉浸在自己思绪里的时候, 纪灵州已经不知何时来到了他的身边, 还在想什么呢? 看傻了? 他出声问道, 承敏染回过神来, 只是在他看向纪灵州的时候, 往日的他与现在的他似乎正在慢慢重合, 那一刻承敏染突然有些恍惚, 到底是一个人? 第197章, 射箭, 承敏染听到他的声音后回过神来, 没什么, 就是刚刚看到陛下想起来了一些以前的事情, 是吗? 看来然然脑子里面有不少关于我的记忆啊, 嗯, 纪灵州嘴角轻勾, 承敏染, 好了, 然然还记得昨天我们打的赌吗? 纪灵州换了一话题, 承敏染点了点头, 知道啊, 陛下今天就要跟我两个赌吗? 承敏染问了一句, 反正现在也有时间, 你不是喜欢骑马吗? 那我带你去试试, 先提前适应一下, 在野外和在马场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纪灵州说了一句, 承敏染被他这么一说也来了兴趣, 好, 他答应了下来, 这样的事情他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走吧, 纪灵州转身准备离开, 承敏染跟上, 纪灵州早就已经让人把马给牵过来了, 纪灵州将承敏染抱在怀里, 轻轻一跃就上了马, 他身姿挺拔, 坐在马背上如同一座稳固的山峰, 看着承敏染的目光却温柔而坚定, 注视着身侧的承敏染, 仿佛守护着一片刚刚绽放的嫩涯, 承敏染的脸上洋溢着兴奋与紧张交织的表情, 被抱上马的他的双手紧紧握着缰绳, 试图控制着身下的马匹, 不要害怕, 有我在这里, 我带你先走走, 一会儿, 你自己再试一试, 纪灵州安慰了一句, 承敏染点头, 既然是在野外, 那自然是不可能忽视的, 纪灵州也不可能直接让他上马, 所以现在都是护着他一起, 在纪灵州的引导下, 承敏染慢慢放下心里的紧张感, 纪灵州慢慢放快速度, 两人还是第一次这样策马奔腾在辽阔的野外, 马蹄声铿锵有力, 回荡在空旷的原野上, 承敏染的心情也跟着他一起放飞了起来, 纪灵州身下的马稳健而迅速, 他带着承敏染穿越丛林, 翻越山丘, 尽情地享受着奔跑的快感, 承敏染虽然紧张, 但在纪灵州的鼓励和指导下, 他逐渐放松了身体, 开始尝试与马蹄建立更深的联系, 他感受着马蹄的呼吸和节奏, 尝试着与他融为一体, 有些时候, 纪灵州也会慢慢地教承敏染自己去把控, 每当他成功地控制住马蹄, 纪灵州都会投来赞许的目光, 顺便夸上几句, 冉冉还是很有潜力的, 一学即会啊, 承敏染难得有这么高兴的时候, 起码的感觉, 还真是和平日里面有些不一样, 他觉得这一刻, 那些所谓的杂事都已经被自己给抛弃了, 脑子里面很空, 什么负担也没有, 什么想法也没有, 整个身体都在这一刻放飞了起来, 轻松无比, 阳光洒在他们的身上, 金色的光芒映衬着他们英姿萨爽的身影, 纪灵州和承敏染的笑声和欢呼声交织在一起, 成为这片原野上最动听的旋律, 这好像也是他们第一次在野外这样疯吧, 别说承敏染以前因为身份的原因不敢这么放肆, 就连纪灵州也会顾及很多而错失这样的机会, 他身上的担子其实也没有外人看着那么轻松的, 等纪灵州跑完一圈之后, 承敏染在他的怀里也已经适应了现在的节奏, 既然如此, 那么也应该进入正题了, 然然会射箭吗? 纪灵州问了一句, 不擅长射箭, 可是也会一点点, 但这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 就是女儿家之间玩闹的小把戏, 承敏染也说得很直接, 以前太后和爹爹教过他一点点, 可是自己并没怎么练过, 我教你射箭, 纪灵州又问了一句, 嗯, 承敏染一直都在点头, 他当然是想要学的, 好不容易有的机会, 自己怎么可能放过呢? 不过不一样的是, 这一次射箭的地方是在马上, 工人拿过了弓箭, 纪灵州将承敏染护在怀里, 他轻轻拿起一张弓, 将箭矢搭在弦上, 动作流畅而优雅, 然然可以先感受一下, 纪灵州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 他向承敏染展示着射箭的每一个细节, 还仔细地跟他讲解着如何稳定姿势, 如何调整呼吸, 如何瞄准目标, 每一个字都透露着认真, 承敏染认真聆听着纪灵州的话, 不过看着纪灵州教自己射箭时的样子, 他的眼神也有些不太自然, 因为现在这也是自己从未想过的, 但他也没有多想, 毕竟就纪灵州变得多了去了, 他学着纪灵州的样子, 拿起功搭建上弦, 虽然他的动作有些声色, 但在纪灵州的耐心指导下, 还是逐渐找到了感觉, 放松, 深呼吸纪灵州轻声提醒的承敏染, 他的眼神始终关注着怀里小女人的动作, 当承敏染调整好呼吸, 稳定住姿势时, 他才轻声说道, 瞄准目标, 心无杂念, 承敏染深吸一口气, 全神贯注地瞄准了远处的靶心, 他松开手, 箭矢如流星般射出, 划破了清晨的宁静, 不过这初次尝试并未命中靶心, 承敏染的脸上也闪过了一丝失落, 继灵州轻轻地笑出了声, 他温柔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射剑需要耐心和练习, 只要你坚持下去, 我们多练几次, 那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承敏染点了点头, 他也就只是有那么一瞬间的失落而已, 又没有真的受到什么打击, 继灵州又带着他试了好几次, 继灵州轻轻地拖着他的肩膀, 瞄准, 射出, 中了, 当剑士稳稳地射中把心时, 承敏染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 我那是射中了吗? 他问了一句, 脸上也很期待, 继灵州也是既惊喜又欣慰, 是, 中了, 冉冉真棒, 一学就会, 一点就通, 他自然不会吝啬这些夸赞, 承敏染或许是被夸得多了, 所以现在, 接受这些也是心安理得了, 就连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 承敏染也被哄得高兴了, 脸上更是洋溢着灿烂的笑意, 就像是小孩子得了糖, 一脸的心满意足, 他也很久没有过这样的小孩子性了, 这样的感觉还真是久违了, 不过也还不错, 第198章, 斩白虎, 继灵州伸出手将人抱住, 承敏染微微一愣, 然后看向了他,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觉得冉冉身上软软的, 但射出来的剑的力度倒还挺大的, 继灵州的声音又一次带上了调笑的意味, 承敏染听到这话的时候脸色一黑, 你怎么又来了? 继灵州故作不解, 我又怎么了? 承敏染无奈, 这里还有这么多人呢, 不要乱说话, 而且以你的身份, 这些让人听见了会被取笑的, 然然这么关心我呀, 不过你放心, 没有人敢取笑我, 说着, 继灵州还看向了四周, 所有的人都在这一刻把脑袋低下了, 承敏染, 陛下这分明是恐吓呀, 承敏染有些不满地回了一句, 但是继灵州完全就不在乎, 这个东西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不敢, 承敏染, 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反驳, 继灵州把人往怀里面又贴了贴, 我带你去找白虎, 承敏染疑惑地看向了继灵州, 找白虎, 当然, 忘了我们之间打赌打的是什么了, 继灵州提醒, 但这是想找就能找到的呢, 承敏染问了一句, 但不找肯定就找不到呀, 我们先去看看, 你是要在这里等我, 还是跟我一起去, 或者让人牵着马带你走走, 继灵州问他, 承敏染自己斟酌了一番, 跟你一起他回答, 他也还没有见过那样的场面呢, 好, 果然, 我就知道, 然然肯定还是舍不得我的, 继灵州这又开始孔雀开屏了, 承敏染, 早知道就选自己走走了, 走吧, 继灵州说着, 就带着承敏染往林子深处去, 猎场被分了很多区, 猛兽区在最里面, 因为太过于危险, 一般情况下, 是没有太多人会去冒险的, 继灵州倒是完全没有畏惧的意思, 不过因为身份的原因, 他们身边也跟着很多的工人侍卫, 就算继灵州不需要, 那继灵州也需要安排一部分人保护承敏染, 所以, 你不会故意把这些人支开去逞强, 但是两个人一路走了很久, 都没有见到白虎, 承敏染开始怀疑, 能找得到吗? 放心, 继灵州信心十足, 然而, 他的话音刚落, 承敏染就看见了那边在茂密的丛林中, 好像真的有什么东西, 陛下, 承敏染喊了一句, 继灵州自然也是马上就发现了, 林中深处, 一只威猛的白虎静静地潜伏着, 白虎的身形脚尖而强壮, 每一寸肌肉都透露出力量和敏捷, 他的皮毛洁白如雪, 没有一丝杂色, 闪烁着柔和的光泽, 仿佛覆盖着一层神秘的银纱, 在阳光的照耀下, 白虎的皮毛更是熠熠生辉, 宛如一位身披圣甲的战士, 白虎的头部硕大, 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黑色纹路, 犹如王者的印记, 彰显着他的威严与尊贵, 他的双眼炯炯有神, 瞳孔呈金黄色, 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仿佛能够洞察人心, 承明然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白虎, 但是他我现在有一丝担心了, 陛下, 这会不会太危险了, 然而是担心, 我还是不相信我, 纪灵舟故意问了一句, 其实也是想缓解气氛, 承明然已经无话可说了, 就没个正形, 白虎也发现了他们的存在, 他嘀吼时, 声音震耳欲聋, 回荡在丛林中, 让人不寒而栗, 白虎的四肢修长而有栗, 爪子锋利如刀, 能够轻易撕裂猎物, 他的尾巴长而蓬松, 尾肩上有一撮黑色的毛发, 显得更加醒目, 白虎的整个身形都充满了力量和野性, 他的出现总是让人心声敬畏, 在这片丛林中, 白虎无疑是一位真正的王者, 他的威严和霸气, 足以让所有的生物都为之站立, 纪灵舟非常果断地拿起了手里面的弓箭, 在看向白虎的那一瞬间, 他的眼神变得坚定而锐利, 仿佛能够穿透白虎厚重的皮毛, 直击起心脏,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调整着自己的呼吸和心跳, 白虎应该也是发现了这边潜藏的威胁, 所以一直都低吼着, 还露出锋利的獠牙, 眼神中充满了敌意和挑衅, 他攻起背脊, 时刻准备向纪灵舟发起猛烈的攻击, 然而, 纪灵舟并没有退缩, 他瞄准了白虎的双眼, 这是他的要害所在, 他深吸一口气, 将全身的力量都凝聚在手臂上, 下一刻猛地松开手指, 剑矢如流星般射出剑矢滑空气, 发出尖锐的呼啸声, 在白虎扑过来的那一刻, 剑矢准确呜呜地射中了白虎的双眼之间, 白虎发出一声痛苦的咆哮声, 身形猛的一颤, 不过就这么一剑可解决不了这只白虎, 或许是因为疼痛的缘故, 白虎突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 犹如雷霆般震撼人心, 他的双眼闪烁着胸光, 肌肉紧绷, 准备发动猛烈的攻击, 只见白虎攻起几背, 四肢肌肉如同绷紧的弓弦, 随时准备弹射而出, 他的尾巴在空中猛烈的摆动, 带动着整个身体的力量, 一刹那, 白虎如同闪电般扑向寄灵舟, 他的力爪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 仿佛能够撕裂一切, 寄灵舟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猛突, 也是在意料之中, 他对着怀里面的陈明染低声说了一句, 做好了, 接着就猛地一踢马, 马匹飞驰了过去, 与白虎瞬间错开, 寄灵舟从马上跳了下来, 身后的人控制住马, 将陈明染安全护住, 而寄灵舟骂, 白虎的力爪擦着寄灵舟的衣角划过, 带起一阵进风, 寄灵舟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冲击力, 但他凭借着过人的反应速度和敏捷的伸手, 成功地避开了这一致命的攻击, 他紧握着手中的弓箭, 目光坚定地盯着白虎, 准备迎接下一轮的挑战, 整个丛林仿佛都屏住了呼吸, 就连成明染也紧张地握住了双手, 丛林里面只有白虎的咆哮声和寄灵舟的心跳声在回荡, 这场生死较量已经到达了高潮, 谁也无法预测最终的结局, 第199章, 反悔, 寄灵舟冷眼看着眼前的白虎, 所有人都看着寄灵舟跟一只威猛的白虎, 瞬间展开了激烈的搏动, 白虎身形矫健, 皮毛洁白如雪, 一双虎目闪烁着胸光, 他低吼着露出锋利的獠牙, 向寄灵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寄灵舟身形敏捷, 他迅速躲避着白虎的力爪和尖牙, 同时寻找着反击的机会, 下一个闪身的同时, 寄灵舟也迅速地抽出了旁边侍卫的长剑, 他紧握着手中的长剑, 剑身闪烁着寒光, 寄灵舟利用自己灵活的身法, 时而跃起, 时而翻滚, 不断向白虎发动攻击, 每一次剑光闪烁, 都仿佛带着雷霆万军之势, 试图将白虎逼入绝境, 然而, 白虎又怎么可能是普通猎物, 那么好对付的, 虽然伤了一只眼睛, 但是他还是可以灵活地躲避着寄灵舟的攻击, 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试图用声音震慑寄灵舟, 但继灵舟毫不畏惧, 他咬紧牙关, 全神贯注地应对着白虎的每一次攻击, 下一刻, 白虎猛地朝着继灵舟的位置扑了过来, 从灵中弥漫起了浓烈的血腥味, 诚明染见状也是心里易紧, 陛下, 诚明染喊了一声, 继灵舟的衣袍被白虎的立爪滑破, 露出了几道深深的伤口, 但他没有退缩, 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他知道, 今天自己唯一的路只能是战胜这只白虎, 不过他看起来好像还挺轻松的, 即便身上受了伤也没有什么担忧的样子, 看着诚明染为自己捏一把的模样, 他居然还有闲心朝着他挑眉, 诚明染, 继灵舟现在这个样子, 他就不应该担心, 不过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 继灵舟也瞬间在这样激烈的交锋中找到了白虎的破绽, 他紧握长剑猛地刺向白虎的腹部, 白虎发出一声痛苦的咆哮声, 身形瞬间僵硬, 继灵舟趁机挥剑一盏, 白虎慢慢地就拖了力道, 往前走两步后身形不稳, 紧接着彻底地就倒在了继灵舟面前, 白虎还没有完全断气, 喘息声在安静的丛林里面显得越来越清晰, 继灵舟的身上还有脸上也不妨也染上了很多的血子, 继灵舟也贪软地坐在了地上, 诚明染从马上下来后小跑了过去, 毕竟是与虎搏斗, 他也耗费了不少的体力, 看着诚明染朝着自己跑过来, 他的嘴角也明白上了一些明显的笑意与温柔, 没事吧, 你的伤怎么样, 诚明染问了一句, 继灵舟摇头, 但即在下一刻他便直接朝着诚明染的怀里面倒了过去, 不过, 当然不是晕倒了, 只是单纯地想要躺在他的怀里, 诚明染有些无措, 看着继灵舟就这样倒在自己的怀里面, 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反应, 继灵舟抱着他的腰, 整个人趴人怀里, 你在担心我啊, 嗯, 诚明染耳朵为红, 说什么, 我才不担心呢, 他还挺嘴硬的, 只不过脸上的表情已经暴露了心中所想, 继灵舟也不在意, 我不管, 你就是担心我了, 我刚刚全部都看见了, 你狡辩也没用, 诚明染没有再否认, 他看着继灵舟身上的伤, 明白伤什么事吗, 我要不要先让太医过来看看, 继灵舟摇头, 一点皮肉伤而已, 不足为据, 担心的话要明说, 虽然你不说我也知道, 但是我还是想听你说啊, 诚明染总是说一些有的没的, 冉染是不是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继灵舟突然问了一句, 诚明染还没有反应过来, 什么事, 我已经把白虎给降服了, 所以我们的赌约是我赢了, 继灵舟看着诚明染说了一句, 对了, 还有赌约, 但只要一想起那个赌约, 诚明染的一张脸都变得有些不太自然, 继灵舟撑着身子坐了起来, 他看向诚明染, 一脸戏血, 怎么, 是忘记了, 还是不想认账了, 诚明染将人轻轻推开, 你还是先看看你身上的伤吧, 继灵舟不满意, 又一次抱住了诚明染, 脑袋还在他的颈窝蹭了蹭, 有一些痒, 诚明染歪了歪头想要躲, 可是没躲过, 诚明染眼神有些飘忽, 这是不打算认了, 我都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 继灵舟轻笑出声, 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嗯, 什么叫做忘了, 这是不打算认了呀, 你想毁约吗, 诚明染不自然地要站起来, 可是继灵舟直接一个用力, 他拉住他的胳膊, 下一刻便让他倒进了自己的怀里, 啊, 诚明染因为没有防备, 所以被这突然的动作给吓了一跳, 继灵舟把人紧紧地搂在怀里面, 今天, 要是不跟我说清楚, 那就别想出去了, 让我一直抱着吧, 你这是耍无赖, 诚明染皱着眉回了一句, 我就是耍无赖了, 但那些耍无赖的也是你啊, 不是吗, 谁让你先要毁约的, 我只是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 继灵舟还说得振振有词, 诚明染听到这话之后, 也哑口无言, 这话说得也是, 但是, 他就是不想认同, 所以, 你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 你真的想赖账啊, 我不答应, 你不能这么做啊, 同一步, 继灵舟有一种小孩子气, 诚明染突然有一种无力感, 那你先放我起来,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不放你起来了, 继灵舟紧紧地把人束缚在怀里面, 这周围都还有人呢, 继灵舟现在这个样子, 直接让这些人都大跌眼镜, 诚明染自然也是不好意思的, 他看着这些人的表情, 都有些不敢抬头了, 那我答应你就是了, 你先不把我放开, 诚明染我是真的受不了现在的继灵舟了, 继灵舟听到这话, 还没马上松手, 真的答应我了, 那一会儿不会反悔吧, 他问, 诚明染就是想反悔也没办法, 不然还不知道, 他要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所以只能被搞得点头答应, 继灵舟这次终于满意了, 他将人松开, 自己也顺便站了起来, 诚明染被他牵着站在身边, 第二百章, 选择, 诚明染的一张脸已经彻底羞红了, 继灵舟倒是挺高兴的, 不过没关系, 他就当看不见了, 走吧, 回营地, 继灵舟言语中都隐藏不住的兴奋, 让在这些人也看得很真切, 这么多年以来, 陛下很少露出这样的神情, 明明以前都是喜怒不显余色的, 即便是真的高兴, 也不可能有这么明显的时候, 走吧, 回去了, 继灵舟对着身边的诚明染说了一句, 看样子还是想同城一匹马, 但是诚明染嘛, 我已经可以自己骑马了, 他小声地反驳了一句, 继灵舟一点都不在乎, 直接搂住他的腰, 就抱着他一起上了马, 诚明染完全就没时间反应, 但好在他现在心理承受能力挺大的, 什么自己骑, 我在这里, 你还想自己骑呢, 然然想得也太美了吧, 这是多不想跟我靠近, 你忘了刚刚答应过我什么, 总不可能现在又要反悔吧, 继灵舟故意调侃了一句, 诚明染已经没有力气再反抗了, 具体来说应该是反抗不了, 他也没有想到现在的继灵舟居然会变成这个泼皮无赖样子, 怎么还越来越幼稚了, 继灵舟带着诚明染一路就回到了营帐, 他打的白虎的消息也跟插了翅膀一样的飞了出去, 除了那些虚伪的恭维声也没什么可说的, 继灵舟对这些也毫不在乎, 至于这只白虎要怎么处理, 这上好的皮毛自然是不能浪费的, 继灵舟直接让人包了下来送给了诚明染, 至于诚明染嘛, 现在正被继灵舟拉着回到了两人的营帐, 陛下要不要还是看看自己身上的伤吧, 诚明染这次是认真的, 毕竟继灵舟这万金贵体不是寻常人能耽搁得起的, 继灵舟也知道分寸, 一边是真的受了伤, 另一边也是为了让这些人放心, 所以还是答应让太医先过来包扎伤口, 不过就是像他说的那样, 只是一些平皮外伤, 根本就没什么大事, 诚明染也算是松了一口气吧, 但是一想到等会儿可能会谈到的事情, 他一张脸又不好, 他一离开后, 诚明染的目光就一直不敢落在继灵舟身上, 继灵舟却紧紧地把人盯着, 一不开眼, 这两人放在一起就是天生的对比, 房间里面很安静, 谁也没说话, 只有继灵舟那若有若无的笑意, 他就是想看看这妮子到底能做出些什么来, 他现在这生动的样子真让人联系, 诚明染只觉得空气里面弥漫的都是尴尬的气氛, 他总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不是说了吗, 人家尴尬的时候变得很忙, 可是这里还真的没什么他能做的, 所以诚明染也只能硬着头皮说一句, 我去帮陛下整理一下衣服吧, 好生硬啊, 泽泽, 他怎么能这么让人心生欢喜, 继灵舟有些好笑, 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 这些事情都有工人去做, 你想逃是没用的, 诚明染听到这话, 就好像是被踩中了尾巴一样, 逃什么, 我又没做错什么, 我为什么要逃, 这是不是有一点欲盖弥彰的感觉了, 继灵舟故意问, 诚明染不说话, 过来坐着呀, 你站那么远干嘛, 我能吃了你呀, 继灵舟这副轻挑的样子, 要是放在外面, 他还会真以为, 他是个不着调的世家子弟呢, 诚明染虽然犹豫, 但是还是上前了, 算了, 早死完死都得死, 不如痛快一点, 他走到继灵舟身边准备坐下, 但继灵舟根本就没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把人一拉, 反手将人搂进了怀里, 诚明染, 就这么喜欢报事吧, 然然还记得我们这次赌的什么吗, 继灵舟问, 诚明染, 这件事情刚刚不是已经谈过了吗, 自己现在说不知道, 不记得有用吗, 只怕又会面临一次刚刚的事情, 记得, 诚明染这一次学乖了, 但是继灵舟可不是这么好糊弄的, 那然然告诉我, 我们这一次赌的是什么, 还要自己说吗, 诚明染一想到两人之间的赌约, 就有些说不出口, 也不好意思开口, 陛下知道就行, 为什么还要说, 诚明染不满意, 因为我就是想听你说, 继灵舟又说了一句, 诚明染心里面骂了他好几句, 狗皇帝, 太可恨了, 明明就是故意的, 可是就算他是故意的, 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 诚明染默默地在心里面叹了口气, 他在某一瞬间突然有些想念以前的继灵舟了怎么办, 我不说, 诚明染这是准备闹脾气, 继灵舟也没有被搏了面子的生气感, 冉染说什么, 不好意思了, 你就是想看我笑话, 诚明染小声地抗议了一下, 那不是我怕你忘了吗, 继灵舟说的还理所当然呢, 就好像真的是害怕他忘记一样, 可不可以忘了, 诚明染终于示弱了, 强得来不了就来软的吧, 继灵舟都有些意外他现在这个样子, 什么, 我说可不可以忘了这件事情, 或者我可不可以不说, 诚明染再一次放软语气, 然然这是在跟我撒娇吗, 继灵舟故意凑到他的面前问了一句, 诚明染没有否认, 继灵舟更是乐了, 可以不说啊, 那冉染亲我一下, 这样我就不让你说了, 诚明染都差点被气笑了, 陛下这明明就是在得寸进尺, 那就是要说的意思, 你要是不答应, 我可就要在这里摸你一整天, 继灵舟故作为难, 诚明染觉得自己快被逼疯了, 他就不能正常一点吗, 这都是在干嘛呢, 第一次有一种带孩子的感觉, 还是非常叛逆的孩子, 主动亲我, 还是说, 继灵舟反正就给了这么两个选择, 还一脸期待的样子, 简直就是为男人, 诚明染看向继灵舟, 陛下非要我选吗, 他问, 其实还有第三个选择, 继灵舟思虑了一会后, 又装作神秘地说了一句, 第201章, 委屈爆发, 第三个选择, 诚明染还没有问出口, 继灵舟就直接挑起了他的下额, 然后铺天盖地地吻了下来, 这就是第三个选择, 继灵舟是把诚明染整个人都抱在怀里的, 诚明染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 继灵舟腿上传来的灼热感, 冉染继灵舟松开他的唇半后, 抵着他的额头, 轻轻喊着他的名字, 诚明染没有抵触, 你是不是还在害怕, 继灵舟轻声问了他一句, 诚明染看向他, 陛下在说什么, 他问, 因为以前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还是害怕的, 是不是, 对我也是, 你不放心, 你有戒备, 继灵舟说得很认真, 诚明染沉默了, 他以为自己是已经隐藏得很好了, 但是为什么继灵舟好像总能发现这些, 他已经很尽力地不去想之前发生的事情了, 可是他又真的没有办法完全忘记, 有时候潜意识里面的害怕和低落感, 他好像没有办法完全忽略, 看着诚明染的样子, 继灵舟就知道自己的猜测, 其实是没有错的, 他温柔地俯上诚明染的脸, 你每次都在试探, 你试探, 我对你是不是真的在意, 试探我跟以前是不是根本就没什么不一样, 你在害怕, 我知道, 他每次试探的时候, 继灵舟心里面都很明白, 但是从来就没有拆穿过, 因为他心里面也很清楚, 清楚自己以前做过什么事, 清楚自己对他的那些不公平, 他知道, 诚明染会害怕自己, 防备自己, 甚至可能会怨恨自己, 所以每一次的试探, 他都当做不知道, 可是, 已经过去很久了, 继灵舟觉得自己已经等了很久了, 他只是希望诚明染可以对自己少一点防备之心, 陛下知道, 为什么又要来问我呢? 他反问了一句,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诚明染虽然没有什么很激烈的反应, 可是他现在的表情, 还是刺痛了继灵舟的心口, 冉染, 他换着他的名字, 陛下觉得我应该就这样忘记吗? 还是说, 我真的可以把这些事情当做没有发生过? 诚明染问继灵舟, 继灵舟握着他的手, 诚明染垂眸看向继灵舟的动作, 陛下觉得这样的事情还重要吗? 重要, 很重要, 现在你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继灵舟告诉他, 诚明染坐正了身子, 继灵舟握着他的手不肯松开, 这是陛下说的, 这是陛下说的, 重点不是陛下, 是说, 只是说, 那我还应该做些什么? 又要怎么做? 诚明染问他, 继灵舟没说话, 两人之间又突然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两久, 继灵舟终究是叹了口气, 他重新将人拥入怀中, 没关系, 是我不好, 我等你, 但是, 我请你多信任我一些, 好吗? 我没有其他的目的, 也不是突然的心血来潮, 而且, 我对你也不全部都是愧疚, 诚明染并没有回答他, 不说了, 我只是想让你可以不要那么的累, 希望你不要乱想, 从今以后, 我也不会再伤害你, 我会好好护着你, 护你一辈子, 继灵舟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温柔安抚, 诚明染感受着他的安抚, 脸色自始至终, 就没有什么变化了, 或许是不在意, 又或许是太过于在意, 他忘不掉, 却又不想记着, 陛下, 我有些累了, 诚明染突然开口回了一句, 继灵舟心里一紧, 他知道诚明染现在心情不好, 也没有强留, 好, 那就休息一会儿, 他的声音依旧温和, 诚明染看着继灵舟的眼睛, 陛下不生气吗? 为什么会生气? 本来就是应该的, 我知道以前是因为我才让你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你会试探, 你会害怕, 我都知道, 继灵舟说道, 诚明染眼眶泛红, 他强忍情绪, 如果当时在冷宫的时候, 陛下可以来一次, 我或许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他终究还是忍不住了, 他想要把自己的委屈趁着这个时机说出来, 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一直忍着的, 只是到了现在才发现自己做不到, 如果刚刚继灵舟没有说这些, 那他或许会一直欺骗自己, 可是刚刚继灵舟说了那些话之后, 诚明染就已经彻底忍不住了, 继灵舟在听到这话的时候, 心口又好像是被重重地刺下了一刀, 他也曾无数次梦见那样的场景, 梦见诚明染一个人坐在冷宫的槐花树下, 日子一日地守着, 望着, 盼着, 他一开始好像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悟, 可是越到后面, 那种情感就跟酿酒一样, 越来越浓厚, 也同样会刺痛着, 他知道自己做错了很多的事情, 现在也只是想要挽回一切, 怨恨我吗? 他问, 不过问了又觉得挺可笑的, 这还用问吗? 肯定是恨的呀, 可是诚明染这一次就出人意料地回答了一句, 或许没有吧, 继灵舟的手微微地愣住了, 他好像也不太相信自己听到的回答, 所以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 更怨恨的应该是自己, 因为这所有的选择都是我自己做的, 以前爹爹和姑姑也劝过我, 但是, 是我自己不愿意听, 是我自己要一直坚持这样的事情, 是我明明知道前面没有路, 可就是觉得自己能拼出一条路, 所以我没有资格去怨恨别人, 只能怨恨自己, 每个人的路都只能自己去决定, 是我非要自己这样选, 所以我应该是不怨恨你的, 诚明染也曾经对这件事情茫然, 因为他一开始以为自己是因为纪灵舟对自己那样无情, 所以自己该恨他, 可是后来不一样了, 他觉得自己好像突然想通了, 因为所有的事情归根结底, 也只有自己才能做决定, 诚明染眼角的泪意已经忍不住了, 他明明很想忍着自己的情绪, 可是有些情绪就到了那个点, 那不管怎样都忍不住, 纪灵舟抬起自己的手, 想要帮他擦掉眼泪, 可是诚明染这一次却自己躲开了, 第202章, 隔阂, 纪灵舟才刚刚抬起来的手也愣住了, 他还是第一次这样无所适从, 领动见消, 阳光透过窗户的缝隙, 斑驳地撒在木质地板上, 诚明染安坐在他身边, 他低垂着头, 双手紧紧握成拳, 仿佛想要将心中的委屈和痛苦都紧紧锁住, 可是越是这样, 他越是遮盖不住自己微微颤抖的肩膀, 虽然现在什么也没说, 可是就骗我眼前的表现, 就仿佛是在无声地诉说着, 他这么多年的苦难和酸楚寄灵舟就坐在一旁, 看着他颤抖的背影, 心中又何尝不是充满了自责和心疼, 他深知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而起, 他想要去安慰他, 又或者是道歉, 却又不知从何做起,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也已经说过无数遍了, 他现在只是默默地守在一旁, 任由心中的愧疚如潮水般涌来, 成明染的眼眶渐渐泛红, 他强忍着不让眼泪滑落, 他深呼吸一口气, 试图平复内心的情绪, 这样的举动已经反复做过无数次了, 可他还是失控了, 当他抬头看到纪灵舟那自责和心疼的眼神时, 他的泪水再也无法控制, 眼泪绝滴, 犹如断了线的珍珠般滑落, 纪灵舟见状, 心中更是愧疚难当, 他轻轻地伸出手, 想要为他失去泪水, 但是, 他的手却在半空中停住了, 他害怕自己的举动会让他更加伤心, 更加痛苦, 两人就这样僵持着, 直到成明染终于开口打破了沉默,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和哽咽, 纪灵舟听到他的话, 心中更是如刀割般疼痛, 他知道自己应该为他解释, 应该为他道歉, 但是, 他却发现自己竟然无言以对, 他只能默默地守在那里, 任由他的眼泪和委屈如同洪水般淹没了他, 这一刻, 他们之间的距离仿佛变得无比遥远, 按照小时候的两人的关系, 他们俩明明就应该是最亲密的才对, 但是现在却像是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之前的那些事情都说过去了, 可他们都明白那些从来都没有过去, 这会成为他们两人一辈子也消除不了的隔阂, 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他好像是在问他, 但又好像是在问自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如果是以前, 我或许会用身不由己这句话来为自己开脱, 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有太多需要去在意的了, 我不能有一丝的差错, 所以不管对谁, 我都会抱有最大的揣测, 这或许就是原因, 但是现在, 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用这个理由为自己解释, 因为正确的判断本来就是我应该做到的, 是我的误判导致了一切的不公, 所以我该是错的, 纪灵舟看着程明染, 神色里面也认真了很多, 他忌惮成家, 不信任成家, 所以有了不放心的念头, 那他就不能允许任何隐患的发生, 而消除隐患最好的方式就是斩草除根, 也正是因为自己的这种心态, 所以才会牵连到程明染, 可是话说回来, 程明染其实什么错都没有, 他一直都是无辜的, 即便自己对程家有意见, 那也不应该将这所有的过错算在了程明染的头上, 导致他这么多年来的委屈与酸楚在者, 为君者无情, 但却不能完全无情, 他原本只想收回所有的权利, 斩断所有的不确定, 消除所有潜藏的隐患, 这些事情都太果断了, 都只是自己一个人的意愿, 这样的决定会误伤很多人, 会导致更多无辜的人为自己这样的决策, 而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这本来就是自己的一个失职, 也是判断上的失误, 所以现在的寄灵舟才会说, 他现在没有办法用身处其位, 而无可奈何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 因为这说服不了其他人, 也说服不了自己, 可如果连这样一个理由都没有了, 那他以前做的那些事情, 是不是又更加让人可恨了? 以前好歹有个自欺欺人的理由, 但是现在就真的完全是个错误, 寄灵舟叹了口气, 他也曾无数次的反思过, 可是即便自己反思出了结果, 又还能改变什么呢? 又或者自己应该去做些什么能弥补之前的那些错误, 他自己都很茫然应该怎么去弥补, 有再多的悔恨有什么用? 他除了能对程明然好一点, 再好一点, 还可以做些其他的什么吗? 程明然其实刚刚在听到寄灵舟这番话的时候, 是有一些意外的, 他没有想过寄灵舟会说出这样的话, 尤其是寄灵舟刚刚说没有理由再去开拓吧, 我想要一个人待一会儿, 程明然突然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发现, 寄灵舟知道他心里面肯定还没有完全放下, 其实比起现在这个样子, 他更喜欢程明然可以放肆哭出来, 好, 那就先一个人待一会儿, 有什么事情就叫下面的人去做, 或者叫我也行, 等晚上外面有篝火, 会我再来叫你, 今天晚上应该会很热闹, 寄灵舟终于放弃了这个话题, 程明然点了点头, 没有做回应, 明天我带你去打链, 让你亲自感受一下, 寄灵舟又跟着说了一句, 毕竟今天确实是还没有来得及, 程明然肯定是想去的, 那自己也不可能让他留下这个遗憾, 程明然依然只是点头, 现在的他, 好像对什么事情的兴趣都不大, 寄灵舟没再说什么, 只是又看了眼前的程明然好几眼, 最后才选择转身离开, 程明然没有看他, 也没有要挽留的意思, 直到寄灵舟彻底地走出了营帐, 他心里面的那道防线才慢慢地松下来, 这或许也是应了那句话吧, 有戒备心在, 所以, 两人之间一直都不是坦诚的, 只是很可惜, 虽然两人都知道这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 好像一直都是无解的, 寄灵舟离开这里之后就一直站在门外, 他其实并没有走远, 只是在屋子里面或许压力更大吧, 第203章, 矛盾, 每次狩猎, 晚间都会有篝火会, 寄灵舟展白虎一试已经不是秘密了, 所以, 此次的篝火晚会也是打着恭贺的名头要知道以前的寄灵舟可完全不会这么大阵仗, 而且, 他们也都听到传言了, 说是这一次陛下之所以这么大费周章, 还是为了这位淑妃娘娘, 即便是受了伤也只是为博德美人一笑, 这位淑妃娘娘难不成就真的这么受宠, 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他们只需要记住一点, 那就是这位娘娘得罪不得, 程家明明都已经走到了必死的绝路都能翻盘, 这般能力, 自古以来就没什么人能做得到, 程明染和寄灵舟闹了那一出之后就一直没有出过营帐, 晚上也是宫女进来伺候她梳妆的时候才算是有了一点动静, 与此同时, 宫人还送来了不少的新奇玩意儿, 全部都是下面这些人孝敬的, 程明染根本就没看过几眼, 她对这些东西也不是很在意, 娘娘心情不好, 书华说了一句, 程明染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很明显嘛, 书华点了点头, 明显, 娘娘就好像把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一样, 程明染没有说话, 娘娘不是一直都很期待吗, 而且白日的时候都还很开心, 可是陛下惹娘娘生气了, 书华问道, 也只有她敢这么问, 程明染摇了摇头, 我没有资格生气, 只是一时间有些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程明染也挺茫然的, 书华帮程明染梳着头发, 娘娘既然已经接纳了陛下, 那为什么又总是会纠结于此前的事情呢? 程明染看向镜子里面的书华, 可是忘不掉怎么办, 奴婢从未经历过这些情爱之事, 但是, 奴婢只是觉得, 既然已经决定了以后要走什么样的路, 那过去的事情顾忌的太多, 会不会也是成为累赘? 人总应该是往前看的, 不要为了此前的事情浪费了未来的机会, 改编不了的故事已经有了结局, 但今后的故事还没有写完, 书华宽慰道, 程明染神情恍惚, 我只是有些自相矛盾, 总觉得, 要是心安理得地享受了她现在给的, 那就是对不起之前的自己, 程明染回答, 那等再过几年, 娘娘又会不会有同样的想法呢? 那个时候的你会不会也会后悔现在的选择? 书华反问, 程明染有些糊涂, 后悔现在的什么? 接受或者不接受, 娘娘应该选一个自己以后不会后悔现在的选择才是。 书华说道, 程明染没有回答后悔现在的选择, 但是她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选, 怎么办? 她每次都以为自己可以完全接受了, 但是只要一提起以前的事情, 所有的回忆就会重新涌向自己。 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矛盾体, 不管怎么做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对。 她其实已经想好了, 可继灵舟只要一提起, 自己总是能瞬间变得狼狈她最无助, 最绝望, 最卑微的时候都被她看在眼里, 所以现在她才会觉得这些只是施舍。 第204章, 燕, 程明染没再多想, 既来之则安之, 走一步看一步吧。 她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日子还长着, 不妨再等等。 继灵舟进来的时候, 程明染刚刚梳妆结束, 她先是观察了一下程明染的情绪, 见她好似没有太低落, 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好了, 继灵舟站在了她的身后, 程明染点了点头, 她从位置上面起身看向继灵舟, 已经开始了吗? 嗯, 走吧, 我带你出去。 继灵舟自然地牵起了程明染的手, 程明染没有抗拒, 跟着继灵舟一起去到了晚宴现场, 陛下驾到, 淑妃娘娘到, 太监高呼, 两侧的人赶紧攻身行礼, 见过陛下, 见过淑妃娘娘。 程明染基本上从来没有享受过, 这样大场面的跪拜, 继灵舟一直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没事, 有我在。 说完, 更是拉着程明染, 让她坐到了自己位置身侧的位置。 等程明染坐下后, 她才在旁边坐下, 都免礼吧, 入座。 继灵舟朝着下面的人抬手说了一句, 多谢陛下, 见程明染和继灵舟都已经坐下之后, 他们才敢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对于上面的情景, 一个个也是心领神会了, 这些小菜都是让人单独给你做的, 味道应该不错, 还有这几盘烤肉, 都是今天打的那些猎物, 以前你应该没怎么试过, 今天可以好好尝一尝啊, 要是喜欢的话, 后面就让他们多做。 继灵舟说道, 还有这里的果酒, 搭配的这些烤肉, 适当地喝一些, 应该也不碍事, 说不定也会喜欢的。 继灵舟继续说道, 堂堂天子, 什么时候还这么卑微殷勤过了? 下面的人看了之后, 都瞠目结舌, 这位淑妃娘娘到底都有些什么手段, 怎么能让陛下这么在意? 程明染确实很好奇这些菜品, 因为很多都是以前宫里面没尝试过的, 继灵舟亲自伸手给他加了今天做的烤肉, 程明染尝了一口, 其实他挺意外的, 没想到猪肉还挺嫩的。 继灵舟看他吃了也是一脸的期待, 怎么样? 味道还好吗? 喜欢不喜欢, 会不会有些不习惯? 很好吃, 陛下不用这样, 我也没有那么娇怪。 程明染见继灵舟这么的殷勤, 也有些不太习惯, 毕竟所有人都看着呢。 但是继灵舟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只是知道他喜欢后, 整个人都高兴了起来, 只要你喜欢就行了, 还有, 你本来就应该是娇贵的, 以后要越来越娇贵才是。 程明染, 这酒的度数不高, 可以稍微尝一尝, 但是也不能过于贪杯了, 要不然可能会醉人。 继灵舟提醒, 程明染点头他还不至于在这么多人面前喝醉师太, 这样的场合他不至于不懂分寸整个宴会, 继灵舟全程伺候, 完全就没有帝王形象。 一开始, 程明染还不太习惯, 但是见不管自己怎么说, 他都不肯改, 程明染就放弃说服, 学会适应了。 既然是庆祝活动, 那自然不可避免的就有一些歌舞表演。 下面的舞女跳了什么, 继灵舟看都没看, 但程明染却鲜少得有这份雅致。 但, 表面的风平浪静, 不代表没有暗地里面的波涛汹涌。 第205章, 变故。 这次春烈引来了不少朝廷官员家的千金贵女, 现在可都是明晃晃的机会, 他们自然是不会错过的。 所以, 下面都是争先恐后想要现役的人, 程明染只是看了两眼, 他对这些没有神妖兴趣, 因为他心里面其实很清楚, 继灵舟不会对这些人产生任何兴趣。 不对, 他好像根本就没有对什么人有过兴趣, 虽说后宫家里无数, 但是继灵舟去后宫的时间很少, 不管是对谁都没有真正的关切。 他现在看着下面的人只觉得挺悲哀的, 因为当年的自己也就像现在的他们一样, 总想引起继灵舟的注意。 但是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 他看着这些贵女心里只觉得好笑, 这皇宫里面有无数人挤破头皮都想挤进来, 但还有一群人是丢了命也想要出去, 外面的人想进来, 里面的人想出去, 而千辛万苦进来的人, 时间长了在想出去的时候却又出不去了。 最可笑的是, 里面的人都让他们不要进了, 可就没一个人愿意听, 这算不算是一个魔咒, 永远也打破不了的魔咒, 非要等自己撞着头破血流, 才知道当初的自己有多蠢。 程明染自顾自的吃了一些酒, 虽不至于喝醉, 但是脑子已经有些迷迷糊糊的了, 他本想着找个由头先回营帐, 但是还不等他起身, 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句, 陛下小心, 护驾! 程明染心口一震, 什么情况? 还不等反应, 纪灵舟就已经将他抱进了怀里, 而原本下面正在现舞的舞女,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持刀冲了上来, 关键是, 还不止他一个, 旁边端着茶水的太监, 也将茶盏打翻在地, 反手就掏出了一把匕首, 现场乱作一团。 程明染都被眼前这种场面给震惊住了, 这样的场合也还有人行刺。 什么人? 没事, 别怕, 我守着你。 纪灵舟的声音在程明染的耳边响了起来, 程明染只是意外, 没有什么害怕的意思, 不过这被人护在怀里面的感觉似乎还不错, 他被纪灵舟结结实实地包裹在怀中, 也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纪灵舟担心他会被吓着, 毕竟上一次这样的事情, 他还挨了一刀, 这一次是绝对不可能再发生那样的事情了。 程明染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 直到外面的刀剑声慢慢小了起来, 纪灵舟才稍微地松开了手。 吓着了吗? 纪灵舟声音温柔。 程明染摇头, 在看向身后的时候就发现该抓的人早已经被抓住, 今天这场闹剧很快就平息了下来。 陛下程明染喊了一声, 嗯…… 纪灵舟回应, 今天的事情, 程明染眼里有些担心, 我会让人查清楚的, 没事, 已经结束了。 纪灵舟说道, 程明染担心的不是这个, 而是这一次狩猎的安全是程家负责的, 如今出了这样的事情, 他是担心程家会因此担上什么罪名。 我先让人送你回营帐, 好吗? 纪灵舟问了一句, 程明染轻轻地拉扯着他的袖子, 陛下, 今日之事, 程家也有责任。 但是, 他想要为程家开脱, 可是又不知应该从何说起, 毕竟程家确实失职了。 纪灵舟知道他的意思, 所以伸手安慰了一句, 没事的,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 放心, 之前我就说过了, 我会护着你, 护着程家。 得到了纪灵舟的这句话, 程明染才稍微地放下心来, 他满怀心事地被送回了营帐, 伺州皆是重兵把守。 舒华知道自家娘娘受了惊, 还专门进来陪着, 纪灵舟也让人熬了安神汤。 可惜现在的程明染完全没有心情, 他只是有些担心今天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纪灵舟刚刚虽然说了那些话, 但是他还是不敢完全信任, 所以一直都等着没有睡下。 等纪灵舟回了营帐的时候, 已经是很晚了, 他刚一进来就发现了还坐在屋子里面的程明染, 当下就不赞同地皱起了眉头。